一大碟文件被丢到办公桌上 萧和 这是明天开会需要用的文件 你在下班之前必须做完交给我 说话的人叫林涛 是建业集团的后勤部主管 也是萧和的顶头上司 林主管 我这里还有一大堆需要处理的文件 你看能不能把工作派发一部分 给部门的其他同事 看着办公桌上的无数等文件 萧和语气商量到 派发给其他同事 林涛冷哼一声 萧和 既然你是后勤部的一员 就必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这工作 既然我已经分派给你了 那你就必须尽快将其完成 若是都推给其他同事做了 那留你还有什么用 林涛语气坚决 没有半分商量的余地 萧和看了看周边同部门的其他同事 别人的办公桌上空空如也 而自己的办公桌上 那文件简直可以说是堆积如山 这叫做本职工作 这根本就是压榨 是毫无掩饰的针对 林主管 萧和话还没说出口 便被林涛直接给堵了回去 别给我找借口 工作就是这样 你要做就做 不做就立马 给我卷铺盖走人 听到这话 萧和脸色瞬间一沉 自从自己进入到公司以来 这后勤方面的事情 可以说是忙前忙后 整天没日没夜的加班赶工 可是这林涛忽视自己的辛苦就算了 结果还如此的恶意相加 怎么 说你两句就不乐意了 我告诉你 这工作你不做 有的是人做 见萧和愣在一旁不动 林涛继续道 看那眼神 完全就是一副吃定萧和的样 萧和是真的生气了 他直接站起身来 对着林涛道 林主管 你这分明就是在故意针对我 不就是因为 你前段时间 二婚我没有给你送礼吗 你用得着这样针对我 萧和当着办公室所有人的面 出声大喊道 小兔崽子 你说什么 听到萧和的话 林涛顿时间大怒 我说什么 萧和冷笑道 我只是说了一个事实 你也不瞧瞧你自己都四十好几的人了 这老牛吃嫩草 还好意思到处去宣传 真是不要脸 我进公司也没几天 不说这钱赚没赚到 就算是赚到了 也不会送给你分号 这边的动静 直接吸引到了办公室所有人的目光 林涛感受到这一切 恨不得直接将萧和给活剥了 虽然自己只是后勤部的一个主管 但是再小的领导 那终究也是领导 突然间被下属当着公司如此多的人说道 这脸面上哪能挂得住 萧和 你可真行啊 上班期间在办公室内挑衅领导 我看你真的是不想干了 既然这样 那我成全你 自己现在就收拾东西滚蛋 林涛目光扫视了一下办公室内的众人 丢下一句话便转身离去 虽然他在公司只是一个主管 但是上头有人 想要开除像萧和这种毫无背景的人 根本没有任何的问题 走就走 这工作 我还真就不想做了 说完话 萧和也只能是无奈的坐到了办公以上 大学毕业 好不容易进入到一家 还算不错的大公司 可谁曾想 就因为自己没有送红包 而得罪直属领导 原本以为自己稍微忍气吞声一段时间就过去了 结果换来的 却是对方无休止的穿小鞋 今天 他总算是把心中所有的怒气 都给释放出来了 而代价 就是卷铺盖走人 公司肯定是待不下去了 虽说自己可以向更上层的领导反应 但是俗话说得好 这领导相护 林涛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收拾他 不正是仗着上层领导中有人吗 自己只是一个小职员 玩不动的 收拾完自己的东西 萧和抱着一个纸箱子 直接离开了公司的办公大楼 看着这来来往往的车流 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出入社会的菜鸟 等待自己的 也许又会是下一波闹的 乘坐着公交车 萧和很快地回到了 自己租住在老成就房中的宿舍内 瘫倒在床上 萧和平复了一下心情 正坐起来 工作没了就重新再找过 反正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萧和给自己打气道 随后从兜里面摸出手机 准备上网查一查 有什么合适的新工作 刚一打开手机 一串文字直接罢满了屏幕 无线秒杀软件正在安装 这破手机什么情况 萧和想要退出界面 可是无论他怎么按动手机界面 却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该不会是坏了吧 别忘我了 萧和无奈 自己这才失业 新工作要是找不到 恐怕都得过上那种 上顿不接下顿的生活了 哪里还有多余的钱去换手机 就在他担心的时候 屏幕再次变动 无线秒杀软件安装成功 现在进行实名认证 使用者 萧和 是否立即认证 软件 还实名认证 看着这款陌生的 无线秒杀软件 萧和有些摸不清头脑 而且最让他无语的是 屏幕界面中 只有一个立即认证的界面 也就是说 他除了选择同意认证意外 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该死的界面 退又退不出去 无奈之下 他只能点击了那个认证选项 认证成功 开启今日秒杀任务 在商品界面 随机选取一件货物 进行秒杀 难道是一款新出的游戏 萧和怀着好奇的心情 直接点进了商品界面 俄领风森林别墅一套 无限秒杀价 五元 俄领风森林别墅一套 果然没错 还真是一款游戏而已 在乌城市生活了有一段时间 他自然清楚 俄领风森林别墅 是怎么样的地方 那里可以说是 乌城市的顶级别墅区 其中的别墅不少最高 就最便宜的 也要五千万起步 区区五元钱 别说是俄领风的别墅了 就算是乌城市 最便宜的民房 都买不了 萧和很随意地点了一个付款 选定商品 购买成功 商品正在放发中 看着屏幕上的提示语 萧和没有丝毫的在意 反正只是一款游戏 他可不相信 真的能够扣他什么钱的 不过就在这时 手机上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 宁伟号6688的银行卡 在时期 55分消费五元 账户余额6146元 真扣款了 萧和猛地撑起身来 你特么该不会是个诈骗软件吧 在他心率之际 手机屏幕上再次发生变动 商品送达 请注意签收 同一时间 萧和感觉自己的手下 有着什么东西 仔细一瞧 红色的本子 上面那几个大字 房产证 惊讶之余 萧和翻看查看了一下其中的信息 竟然真是鹅岭峰森林别墅的房产证 而且所有人的落名 就是他萧和 萧和感觉 这一切都太过不真实 他毫不犹豫地 用手捏了一下自己脸上的肉 啊 真的痛 真有感觉 自己不是在做梦 看着手上那货真价实的房产证 萧和内心激动的心情 简直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 他也接触过一些网络文学知识 自然很清楚 这款无限秒杀软件意味着什么 金手指 人生巅峰模拟器 一栋至少价值数千万元的鹅岭峰森林别墅 自己仅仅花费了五元钱 就将其拿下 这传出去 怕是会令人咋舌 既然有别墅 那其中说不定还有其他的东西 想到这 萧和再次点进商品界面 鹅岭峰森林别墅 以兽 除了被自己秒杀掉的鹅岭峰森林别墅以外 其他的商品位置空空如也 萧和仔细地瞧了几眼 发现在商品界面的最下方 有着一个清晰的提示 无限秒杀商品随机刷新 刷新时间为每日凌晨12点钟 好家伙 每天凌晨刷新 那自己岂不是每天都能够秒杀到好东西 一栋价值数千万的豪华别墅 也不过五元钱 像那些豪车 奢侈品之内的物件 岂不是更便宜 就算其中刷新出来的物品自己用不上 那也可以用最低的价格秒杀出来 然后再拿到现实世界中以极高的价格将其售出 萧和看了一下时间 距离凌晨12点 还有着足足6个多小时 反正时间还早 他先是给自己简单地做了一顿饭菜 等到吃饱饭后 稍稍研究了一下无限秒杀软件 然后沉沉睡去 当萧和醒来之时 天已经是一片漆黑 打开手机一看 时间早已经到了凌晨12点过 萧和怀着激动的心情 直接将无限秒杀软件打开 然后点进了商品界面 当看清楚商品界面上的明细之后 萧和面色欣喜 无限秒杀 科尼塞格万一 售价18元 全球顶尖豪华超跑 是个男人都喜欢超跑 萧和自己也不例外 这科尼塞格万一的市场售价高达一个亿 并且还是属于那种有价无市的状态 通俗一点来讲就是 有钱也不一定能够买得到 18元就能够将其拥有 绝对的值 萧和毫不犹豫地付款 将这款全球顶级豪车一口气拿下 选定商品 购买成功 商品发放中 几分钟后 商品已发放 请注意查收 一把车钥匙突然出现在萧和的裤兜里 并且在无限秒杀软件的正上方 有着一个类似于位置信息的图案 林宇跟随着图案上方的指引 很快地就在老式小区居民楼外的一处空地上 找到了科尼塞格万一的位置 看着眼前这辆车身线条流利 外观帅气的科尼塞格万一 林宇按动车钥匙将门打开 立马移动着身子坐了进去 顶级超跑就是不一样 里面的内饰也是如此的精美亮眼 轰隆 一踩油门 科尼塞格万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老式小区外驶去 整整驾车溜达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萧和这才心满意足的驾车驶回来出租屋 第二天清晨 萧和准备出去吃个早饭 然后再驾车去到位于YG区的 俄岭峰森林别墅看一看 自己现在居住的这个老式小区环境一般 既然有了环境更好的鹅岭峰森林别墅 那也就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多待下去 哐当 刚关上门 萧和就遇到了房东李大姐 萧和 你这是要出去上班吗 房东李大姐问道 萧和尴尬笑道 李姐 你这该不会又是来催房租的吧 看着面前的房东李姐 萧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房东李姐一脸淡定道 既然知道了 那就把欠缴的租金交一下吧 你总共欠我两个月的租金 按照每个月两千块来算 那就是四千块块 我再给你算上那些水电器费 一个月五百 两个月就是一千 共计五千块钱 房东李姐也不多废话 直接开口点名 听到这个数字 萧和有些意外道 李姐 你这是不是算错了 我这租的可是单间 一个月不是一千五吗 怎么突然变两千了 萧和 你可能还不清楚吧 现在务城的租金是一天一个价 我这收你两千一个月 已经是给了你最大的优惠了 你现在可以出去问一问 这桶小区好多房东 都已经把房租涨到两千多了 房东李姐说话中 还摆出一副 给了林宇多大安会的样子出来 听着这话 萧和十分的无语 她也租住了这个李姐的房子 有一段时间了 真要说起来 这房东李姐 根本就没有给她什么优惠 这租金就算是涨 那也得有这个涨的条件才行吧 若不是她所居住的 那个单间环境确实太差 恐怕这个房东李姐 早就把租金提上去了 李姐 实不相瞒 我昨天才被炒鱿鱼 这房租的事情 能不能稍微再宽限几天 等我手头的钱够了 一定尽快交给你 萧和一定是做好了打算 等到去峨岭峰森林别墅那边 安顿好之后 租金付了就搬过去 就这样的居住环境 谁爱住谁住吧 这边房东李姐 听到萧和被炒了鱿鱼 与其立马拐了的大弯 什么 你被炒鱿鱼了 萧和没了工作 那也就代表着她 后续一段时间内 肯定是没了经济来源的 现在房租 都已经拖欠那么长的时间了 这要是再等一段时间 恐怕到时候 自己是新租客没找到 这欠的租金也收不回来了 萧和 我可告诉你啊 我最多给你两天的时间 等到时间一过 你必须把欠我的租金 一分不少的付给我 并且早点收拾东西搬出去 房东李姐 用命令的口语 对着萧和说道 欠你的租金 我一分钱都不会少 但是你不明不白 涨价的那部分 我是坚决不会给的 毕竟我们一开始 可是签了租房合同的 你若是敢收高价 那我完全可以拿着 这份租房合同去告你 萧和说完话 看都没看房东李姐一眼 直接转身朝着楼下走去 见此情况 房东李姐面色动容 显然被萧和刚才的话 给气到了 不过对方说的不错 有租房合同 他就算是想乱涨租金也不行 臭小子 我看你嘴巴还挺硬的 等到时候交不起房租 有你好受的 房东李姐 在楼梯口骂骂咧咧道 今早来此也是 会了找萧和讨要房租的 既然现在人已经走了 自己也就没有继续留下来的必要了 在萧和之后 他也是朝着楼下走去 这刚一走出小区大门口 就见到一大群年轻人 围聚在一起 这群年轻人 一大早上地围在一起 没事干嘛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也是走近一瞧 小吴 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房东李姐 对着一旁的青年问道 青年转过头来 看到是房东李姐 笑着道 原来是李姐呀 小吴往一旁挪了挪 房东李姐往前仔细一瞧 这才发现 被人群围在里面的是一辆超跑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结果你们那么多人围在这里 就是为了看这辆超跑啊 房东李姐悠然道 这物城也是华国的新一线城市 超跑豪车什么的也不在少数 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李姐 这可不是辆普通的超跑 小吴出声道 不是普通的超跑 房东李姐冷笑道 小吴 你还真当我不知道啊 我和你们这些小年轻 肯定是比不了的 但是像那些法拉利啊 拉伯基尼什么的 也是见过不少 听了房东李姐的话 小吴直接笑了起来 拉伯基尼 明明是兰伯基尼才对 连超跑品牌都能说错 这还好意思说自己见多识广 毕竟是自己的房东 小吴虽然心里面鄙视 但也不可能直接把话给说透了 房东李姐见小吴再笑 又继续道 就这辆车 样子看上去也不怎么的 而且 车身还那么窄 多半值不了几个钱 房东李姐这话说的 周边的一个青年 忍不住开口道 我说阿姨 看来你还真是不懂啊 这可是科尼塞格万一 比你说的那些法拉利 兰伯基尼什么的 可要墙上不少 科尼塞格在市面上本来就少 这房东李姐 听到如此陌生奇怪的名字 也是一脸愣 什么怪车 名字都没听过 我看最多也就几十万顶天 房东李姐 一副很自以为是的说道 几十万 我说阿姨 你这几十万是去买这车的轮胎吧 那青年一副看香巴佬的样子道 这科尼塞格万一 可以全球限量版顶级超跑 总数不超过十辆 当初的预售价 就已经高达一个亿了 你说啥 一个亿 他原本以为 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超跑 顶破天也超不过百万 谁曾想 竟然会是价值上亿的顶级超跑 就这数 把他手里所有的资产全部变卖了 恐怕都不够这车的一个零头 这样的顶级豪车可不多见 房东李姐 见周边不少人 拿着手机拍照什么的 自己也很快地加入到队伍之中 这照片拿出来 没事的时候 发发朋友圈之类的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远处 萧和手里端着一杯豆浆 嘴里面还吃着小笼包 正悠哉悠哉地 朝着科尼塞格万一的位置走去 这臭小子 穷得连房租都搅不上了 还有心思来拍照呢 注意到萧和的身影 房东李姐 一副鄙视的模样 看着萧和朝这辆 价值上亿的顶级超跑走来 他也是下意识地以为 萧和也是和他们 抱着同样的想法 拍上几张照片 有时间发发朋友圈炫耀什么的 萧和走到车前 正准备伸手掏兜里钥匙时 一道声音传来 萧和 我劝你最好还是注意点 你面前这辆 可是价值上亿的超跑 这万一不小心刮花了 恐怕是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听到这话 萧和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目无表情地看着房东李姐 这是你家的车啊 被萧和这么一问 房东李姐稍稍愣了愣 不是 像这样的顶级豪车 就算是送给他一辆 那也是养不起的 既然不是 那你废话这么多干嘛 两人反正都已经撕破脸皮了 而且他也不打算再继续租住 在房东李姐的出租屋内 就没有必要再和对方虚情假意了 我废话 房东李姐冷哼道 萧和 我这是在好心提醒你 你现在连我的房租费都付不起了 这万一在把面前 这辆超跑给刮花点什么的 恐怕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 哼 倾家荡产 这是萧和听到的最好笑的话 这车本来就是他的 就算是挂花了 那也轮不到其他的人说三道四 萧和没有理会 伸出手去拉车门把手 胆子还真大 嫌自己 房东李姐话还没说完 只见萧和右手从兜里掏出钥匙 就这么简单一案 揪揪 被拉动的那道车门 瞬间呈简叶状打开 没有丝毫的停留 萧和直接坐上车 迅速的驾车离去 看着超跑使力的背影 在场众人结实一阵 我靠 这车是刚才那个家伙的 开什么国际玩笑 刚才那阿姨不是说 这家伙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怎么还能开这种上亿的顶级超跑 该不会是故意去租车行 租借来充当面子功夫的吧 楼上的 你是不是傻 这可是上亿的顶级超跑 哪个租车行会出租这样的车 依我看 这家伙多半是个富二代 特意出来体验生活的吧 我看也是 二十多岁就能够开上 价值上亿的顶级超跑 肯定是家里有矿 可恶啊 同住小区那么久 我竟然不知道 身边还有着这么一个大佬级人物 一些认识萧和的人 更是痛心疾首 他们怎么就没有注意到 身边有着这么一位大佬级人物呢 一个能够开得起 价值上亿的顶级超跑 那稍微提点他们一下 那这下半辈子 无忧意 此时 身处人群中的房东理解 更是久久不能回过神来 萧和竟然是这辆 价值上亿豪华超跑的主人 那岂不是说明 交不起房租 一副贫困户形象 都是装的 想到自己先前说的那一番话 若萧和这样的人 都是穷屌丝 那他自己又算的了什么 就为了那么区区的几千块钱房租 把这么一尊大佬给得罪了 他都有种 想要抽自己两耳八子的冲动 在离开老师小区之后 萧和直接驾车 朝着位于YZ区的 鹅岭峰别墅区赶去 他平时就没少 被那个房东理解压榨 看着对方刚才那般吃别样 萧和的心情 也是一阵大好 他倒不是那种 有了钱就变得嚣张的人 只是别人如何对他 肯定也是如何的还回去 昨天的那个林涛也好 今天的房东理解也罢 都是一路货色 用不着给什么好的脸色 从大学步入到社会 虽然还没有经历到太多的时间 倒是就这么一点点的事情 继续上来 也能够明白的所以然来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 驾驶着车 也就二十来分钟的时间 萧和便已经是 来到了鹅岭峰别墅区 这车子好就是方便 上翼的顶级豪车开在路上 这同行路上的车辆 那皆是纷纷避让 生怕一个不小心 来个邂逅般的碰撞 豪车出行 在鹅岭峰这种高端别墅区 工作的相关服务人员 那眼界方面 也比普通的住宅区工作人员 要高尚不上 萧和驾驶着上翼的 克尼塞格万一进入到小区 没有受到一丁点的阻拦 去到物业服务区 将自己的房产证拿出来后 萧和顺利的拿到了别墅钥匙 别墅区内的物业工作人员 全程带着微笑 及敬业的服务接待着 就算是萧和穿着一身的地摊便宜货 但是驾驶的这辆顶级超跑 就足以说明一切 不愧是高端小区 和他先前居住的 那个老式小区一比较 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萧和的别墅 位于整个鹅岭峰别墅区的 最中间位置 更是这个别墅区的 楼王级别存在 不管是在小区的地段 还是采光程度上 那都是最为顶级的 因为萧和的到来 也是引起了周边别墅区的 住户们注意 咦 我不是听说 中间这栋别墅开发商 一直不准备出售的吗 今天物业的人 怎么会带人进来看房的 可不是吗 那栋别墅听说 当时有人开架 接近一个亿都没有拿下 别墅就是拿来住的 既然一个亿拿不下来 那肯定就是 一开始 钱出的不够多 这可是别墅区内 最好的一栋别墅 也不知道能够拿下 这栋别墅的主人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 萧和在物业人员的带领下 进入到了别墅之中 萧先生 这栋别墅整体面积 有着818平 共分为上层 其内的空间是绝对足够的 而且内部的装修这些 也是早已经做好了的 您无需任何的准备工作 可以随时住进来 一旁的物业人员 对着萧和说道 嗯 环境还不错 萧和看了一眼 内部的装修属于中欧相结合 在别墅的外面 还有着独立的院落 院落的一处 还有着一个大小适中的游泳池 有需要的时候 还可以搞一个泳池派对什么的 在内部设置中 别墅从最初的设计开始 就规划的有专门的K歌房 桑拿房 独立电影房和健身房等等 站在别墅顶楼的观光阳台之上 可是很清楚地看到 鱼中半岛的整个风貌 幻想一下 他端坐在椅子上 手中晃着一个装着红酒的高脚杯 目光俯视着眼前的一切 那种感觉又会是如何的拉风潇洒 想想自己在昨天 还只能在公司委曲求全 可是今天 就已经能够坐上豪华别墅 开上全球限量版的顶级豪车 这多少有些迷茫 萧先生 关于别墅的信息就是这些 若是你有什么需要 可以随时通过电话 联系我们物业的相关人员 接下来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很快 物业的工作人员 直接退出了别墅 萧和继续在别墅内 闲逛打量了一会之后 整个人惬意地 躺在客厅的真皮沙发之上 高端的别墅豪宅 顶级的全球线 亮板超跑 想到这些 他又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穷 自己虽然坐拥上亿的豪车豪宅 但是身上可用的资金 却只有稀少的数千元钱 真有算起来 他恐怕连这栋别墅的物业费都交不起 不过还好 既然现在有了那个限时秒杀的手机软件在 那差钱也不过就是短期之内的事情 用不了多久 这经济方面肯定是会发生转变的 萧和没有在想其他的 现在只管迎接自己的新生活就行 他去到别墅内陆续地体验了一下 其中的各类生活设施设备 再去到洗漱间美美地洗了一个热水澡 把换洗衣物用洗衣机红洗干净之后 随意地找了一间令自己最为满意的卧房睡了进去 等到萧和从睡梦中清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到了晚上十二点过 这叫睡得可比他在老式出租屋内还要舒服得多 萧和拿出手机 第一时间就点进了那个无限秒杀软件当中 清代宫廷清花瓷碗一件 无限秒杀价 十元 清花瓷碗 还是清代宫廷中的御用之物 萧和大写 虽然他对于瓷器之类的没有什么研究 但是既然软件中有所标注 说明是清代宫廷之物 那肯定是不会有假的 先前还在纠结自己空有豪车豪车 可兜里却是穷得的叮当响 不过现在有了这个清代宫廷清花瓷碗 那他完全可以将其买下 然后再以绝对的高价将其卖给那些古董商 等到那是 这钱不久自动的来了吗 萧和不再迟疑 果然的操作之后 将这件清代宫廷清花瓷碗拿下 选定商品 购买成功 商品正在发放中 没过多久 系统显示商品已经送达 萧和目光扫视了一下整个房间 很快便在不远处的桌柜上 发现了一件精美的清花瓷器 就是不知道 这件清花瓷器能够价值几何 萧和怀着好奇的心情 用手机开始在网络上查询起了 有关于清代清花瓷器的价格 很快 输入关键词 关于清代清花瓷器的信息 出现在了手机界面之中 接连着看了一些大致信息之后 萧和也是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 自己通过秒杀软件 获得的这件清代宫廷清花瓷碗 不论是品项还是保存完整度 那都是属于绝对顶级的 价格上至少也在百万级别起步 百万级别 这价格对他来说 也已经是足够了 第二天一早 萧和起床洗漱后 正准备带着秒杀获得的 那件清花瓷器出门时 叮铃 别墅的大门处传来了门铃声 这大清早的 难道是物业的工作人员来做清洁了 因为昨天和物业的工作人员有过接触 知道物业的保洁人员 每天都会按时的 对别墅进行清洁卫生整理 所以萧和第一时间便想到了物业 他把手中的清花瓷器 放到了沙发旁的桌柜上 然后起身前去开门 大门打开 只见门外站着一名 身穿正装服饰的中年女子 请问你是 萧和一脸好奇道 就这身装扮 怎么看都不像是物业的保洁人员吧 中年女子笑了笑 您好 我是居住在隔壁别墅 尹小姐的助理 我叫陈红 哦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萧和有些意外 自己这才刚搬进别墅 没想到一大清早的隔壁邻居 就派人上来了 先生 是这样的 我家小姐听说隔壁别墅 搬来了新的邻居 所以就命我前来拜访一下 并且专门给您送来了一份见面礼 说着话 陈红将手中提着的一个精致口袋 递到了萧和的面前 这 这怎么好意思呢 萧和想要拒绝 先生 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一份心意 还望您一定要收下 见对方态度坚决 萧和推脱不了 只能是伸手将其接过 那好吧 麻烦你替我谢谢你们家小姐 两人简单地交谈几句之后 陈红便是告别萧和 迅速地离去 等到陈红离去 萧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目光注视着 放在茶几上的那体精致口袋 这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光是看包装 就知道里面的东西 不是什么随便的便宜货 萧和也没多想 将口袋打开 从中取出一个红色的软装小方和 打开小方和 映入眼前的是一件做工精美的预制品 第一天拜访就送来一件预制品 不管价值几何 但终归是一个好兆头 别人的一份心意 萧和把手中的小方和放下 正准备将其放回到口袋中时 在精致口袋的另一面 萧和发现了几行有些熟悉的标识字体 唐墨世家 这个名字看起来挺高大上的 而且他总感觉自己像是在哪见过的一样 可就是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了 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萧和拿出手机 通过手机软件上自带的图片标识 进行扫码辨认 唐墨世家 华国顶级玉石书画品牌 始于唐初时期的书画大家流派传承 看了一下品牌介绍 萧和在通过官网 扫描了一下小方和上面的编码标识 有关于那件精美预制品的详细信息 立马浮现出来 名称 玉明寒猪 价格 3888882 标识编码 6881 萧和目光紧紧地注视着那个价格标注 38万多 这么一个预制品就要价值38万元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这仅仅只是对方送给她的见面里 隔壁这位尹小姐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 这么一个见面里都是价值38万的预制品 萧和甚至有些怀疑 对方是不是把东西给拿错了 不过仔细一想又绝对不可能 这么贵重的东西 怎么可能如此大意的就给弄错了呢 这有钱人的豪横 她也只是在网上见过 本来是不相信的 不过今天这么一出 倒是让她真真正正的见识到了有钱人的豪横之处 不过双方连面都还没见过 对方又为什么会送她如此厚重的一件礼物呢 单单只是因为有新邻居到来 这无论怎么想都有些不现实 萧和怎么也不会想到 对方之所以送她如此厚重的礼物 正是因为她所居住的这栋别墅 以及她那不知名的身份信息 客厅沙发上 萧和静静地看着茶几上的那一件预制品 既然对方为她送来如此厚重的见面里 那她自然也应该给其一定的回礼 想到这些 她把目光放到了桌柜上的那件青花此晚上 来而不枉非礼也 既然别人都送了她见面里 那她自然也应该给予一些回礼才行 就目前为止 自己手中唯一能够拿得出手 与对方送来的预制品相提并论的 也就只有这个 反正自己拥有现实秒杀软件 往后能够得到的好东西肯定会更多 没过多久 萧和来到隔壁别墅大门口 先生 请问你找谁 门口的安保人员上前问道 萧和看了看眼前的安保说道 我是隔壁别墅的萧和 是专门来拜访尹小姐的 是萧先生啊 请您稍等一下 我进去通报一声 安保进去没有多久就返回 萧先生 尹小姐正在里面等着您 请您跟我来 随后 萧和跟着安保 一同进入到别墅客厅内 在客厅沙发上 一位长相靓丽 身着休闲长裙的银雪燕 正面露微笑看着萧和 不知萧先生到访 所为何事 萧和淡淡一笑 来而不枉非离也 既然尹小姐都送我如此厚重的大礼 那萧某自然应当回礼 萧和将原本装玉制品的那个精致包装袋 递到银雪燕面前 这是我手里面的一个小物件 希望尹小姐能够喜欢 萧先生客气了 尹雪燕接过口袋 有些好奇的看了看里面的那个青花瓷碗 萧先生 您这是 尹雪燕有些好奇的看着手中的这个青花瓷碗 用自己送出去的口袋 装一个看似普通的陶瓷碗送回来 萧和笑着道 尹小姐 这是清代宫廷御用的青花瓷碗 我手中也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 只有这个能够将将就就 清代宫廷御用 尹雪燕忍不住说道 虽然她不认识这个青花瓷碗 但是就凭萧和刚才所说的清代宫廷御用 就代表了自己手中这个青花瓷碗的不凡 您这也太贵重了吧 尹雪燕面色凝重的看着面前的萧和 自己刚才送出去的那件御制品 虽然价格不菲 但是和对方回礼过来的这件清代宫廷瓷器比起来 恐怕也算不得什么了 只是一个物件罢了 谈不上什么贵不贵重的 萧和淡淡的说道 萧先生 这青花瓷碗太过贵重 我不能要 尹雪燕摇了摇头 将手中的青花瓷碗重新放入到口袋之中 然后小心翼翼的推回到了萧和面前 萧和微微一笑 尹小姐 你不是也送了我一件贵重的礼物吗 我们这一来二往的 也是应该的 好吧 既然萧先生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就不再推辞了 尹雪燕将青花瓷碗收了起来 萧和在客厅内和尹雪燕简单的聊了几句之后 便是起身离去 尹雪燕将萧和送到别墅门口 看着对面离去的背影 她的内心生起了一丝复杂之色 查清楚了吗 这个萧和到底是什么身份 尹雪燕对着身后的助理陈红问道 陈红道 全名萧和是华国务成人 大学毕业没多久 并且 并且什么 尹雪燕问道 并且我还查到 她在我们建业集团做着一份后勤岗位的工作 不过入职的时间不久 陈红道 哦 尹雪燕沉思道 看来这位肖先生还挺有意思的 能够买下价值上亿的俄领峰顶级别墅 再有随手就送出价值至少数十万的青花瓷古董 这样的人为何会甘愿来到他们建业集团 做着一份收入仅仅只有数千元的后勤工作 这显然有些不可思议 小姐 需要我继续找人调查吗 陈红开口问道 尹雪燕摇摇头 不用查了 身份的事情先放一放 你把那件青花瓷碗带出去找个董行的专家鉴定一下 看到物件是不是真迹 好的 小姐 陈红说完后便匆匆离去 尹雪燕面色平静的朝着别墅内走去 在他看来 短时间内只需要鉴定出那件青花瓷碗是不是真迹就行 若是真迹 那就说明对方的身份肯定非同一般 自己若是轻易的派人去调查对方的身份 一个不好 反倒还容易落给别人不好的影响 萧和回到别墅内 正要坐下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萧和远在区县老家的老妈打来的 喂老妈 你这大清早的 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萧和接通电话道 萧和啊 今天不刚好是周末吗 前几天你张阿姨给你谈了一个相亲对象 这见面的时间就在今天 我打电话来就是想提醒你一句 相亲 萧和仔细一想 似乎是有这么一回事 妈 我这才大学毕业没多久呢 现在相亲是不是早了点 对于老妈 萧和也是有些无奈 这才毕业就开始安排相亲了 是有多害怕自己找不到结婚对象啊 早什么早啊 我们乡镇里面和你从小完到大的 别人好多都结婚有孩子了 就你小子 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着落呢 是该抓紧一点了 就这样了啊 我话已经给你说到了 一会就把约定的时间地点发给你 你可得准时过去啊 萧母提醒道 记住 一定要去啊 要是给我知道你小子没去 看我怎么收拾你 听着母亲的再三叮嘱 萧和也只能是无奈答应 好 您老人家都发话了 我哪敢不去啊 一会你把信息发给我吧 我一定准点到 见萧和同意 对面的萧母 这才满意地挂断了电话 没过一会 萧和收到了母亲发来的 相亲时间和地址 反正周末也没什么事情做 萧和在别墅内 稍稍休息了一会之后 便驾车朝着相亲地点赶去 双方约好的时间 是在中午十一点 地点是在YD区的乐湾咖啡厅 距离萧和所居住的 鹅岭峰别墅区 只有五六公里的路程 等到萧和赶到 约定的咖啡厅时 距离约定的时间 只剩下十余分钟 找个位置坐下 时间一点点过去 直到中午十一点二十几分 都没有看到相亲的人影 这人到底什么情况 都过去快半小时了 还没来 萧和看了看时间 等得也有些不耐烦 再等了几分钟后 正当萧和准备 起身离去的时候 从咖啡厅的门口 走进来一个年轻女孩 直接带女孩四处望了望 然后把目光锁定 到了萧和的身上 最后迈着步子走了过来 你就是萧和 女孩问道 没错 你应该就是张阿姨 说的陈月月吧 嗯 我就是陈月月 陈月月点点头 然后面色有些高傲的 坐了下来 关于你的情况 张阿姨也和我 大致的说过一些 我时间宝贵 既然是相亲的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 听到陈月月的话 萧和眉头微皱 这哪里像是来相亲的 分明像是公司考官 来面试入职职员的一样 虽然如此 但是想到自己老妈的话 萧和还是点点头道 好 那就按照你说的来吧 陈月月看了看萧和 直接道 以前谈过女朋友吗 大学时候谈过 不过后来 因为某些原因分手了 萧和实话实说 没有半分的隐瞒 只要是单身就行 至于以前的事情 这个我也不过多的询问 陈月月继续问道 你现在是什么工作 收入多少 有房有车吗 萧和道 目前暂时没有工作 收入为零 至于房子车子 我 萧和嘴里的话都还没说完 陈月月便是立马问道 我不是听张阿姨说 你在兼业集团工作吗 怎么突然又没工作了 萧和无奈 在公司里面出了一点小问题 所以离职了 既然这样 那不用说了 我们之间不合适 陈月月面色冷嘲道 你连个工作都没有 还怎么照顾我 怎么给我一个未来 啊 萧和 萧和微微一愣 这相亲话都还没聊几句 就这么完了 就你这个条件 有哪个女孩子 傻了 才会跟着你 陈月月不屑地看了一眼萧和 然后起身离去 她今天之所以来此 那也是听说 蓝芳是在建业集团上搬才来的 建业集团再怎么也是无成的大公司 说不定跟着对方 还有着一定的前途 可是现在 对方都已经被开除了 工作都没了的家伙 根本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 萧和一个人坐在位置上 也没有理会陈月月的离去 和自己相亲的这个女孩 确实够实在的 不过 想到对方刚才所说的那几句话 她感觉到有些好笑 如何照顾 怎么给一个未来 抛开无限秒杀软件不谈 光是把自己名下的那套俄领风别墅给卖了 把前存银行吃利息都足够潇洒几辈子的了 离开咖啡厅后 陈月月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等坐上车后 立即拨打了一通电话 陈月月 妈 你说的那个张阿姨 简直是一点都不靠谱 这相亲都给我介绍的什么人啊 闺女 怎么了 陈月月 妈 你是不知道 今天和我相亲的那个萧和 她根本就是一个穷酸臭屌丝 这除了人长得稍微将就一点 其他没一样是可以的 我不是听说 这小伙子是在建业集团上班吗 这工作也还行吧 陈月月直接道 妈 你别给我提这个了 那家伙早就被建业集团给开除了 现在根本就是无业游民一个 别说是结婚了 那家伙能不耐把自己养活 都是个问题 妈 我就不和你说了呀 我还有事 挂了呀 陈月月挂断电话 见出租车依旧停在原地 立马生气道 师父 你这什么情况啊 我这电话都打了老半天了 你这车都还停在原地 我说老妹 你一上车就打电话 我中间都问你几遍了 可你愣是没有回我一句 出租车师父也是有些无奈道 别废话了 快送我去柯万俄领峰小区 陈月月催促道 今天她可是约了一个重要的客户来签购房合同 为了能够拿下这个客户 那可谓是有出力又出人的 好不容易才把那位也给服务满意了 只要等到合同一千成 她至少能够从中获得两三万的提成 到时候又可以美美的潇洒一番了 等坐车回到柯万俄领峰的售楼部 陈月月一路小跑着去到换衣间 这换完工作服后 一走出来 正巧碰到了同为销售部的李月小和另外一名同事 哟 这不是李主管吗 你不好好去前台守着客户 跑后台来瞎逛些什么呢 这李月小可是销售部的主管 论职位是在诚心之上的 不过因为陈月月业绩好 深得上级领导的喜欢 所以一直不把李月小放在眼里 甚至还处处与其对着干 陈月月 注意你的言辞 我再怎么也是你的上级领导 李月小听着陈月月的话 心里虽然不爽 但是最多也就只能是嘴上训斥一两句 哼 得意什么呢 凭着你现在的业绩 这主管的位置 用不了多久就会是我的了 陈月月轻哼道 等到时候 我看你还敢不敢像现在这般和我说话 你 李月小生气的想要开口说话 但是话到嘴边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陈月月嘲讽几句之后 迅速的转身离去 看着陈月月离去的背影 站在李月小身旁的那名女同事 也是忍不住吐槽道 就一个卖弄姿色的臭女人 有什么可拽的 真要是凭本事 她算得了个什么 算了 没必要理会这样的人 她卖弄姿色 那也算是她的一种本事和能力 可是理解 真要做比较 她陈月月又哪里比得上你呢 李月小身旁的那名女销售部频道 而且你怎么说也是销售部的主管 她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销售员 这般形势也太过目中无人了 听到这话 李月小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无奈地笑了笑 虽然她是主管没错 但是科万的俄领峰别墅区领导可是不少 最近这段时间里面 她的业绩并不如意 在管理岗位调动的时候 她这个主管还能不能坐得住都是一个问题 而这个陈月月与她不一样 不管对方的业务是如何做的 但是业绩能力强势不争的事实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等到管理岗位调动的时候 对方极有可能接任她的主管岗 若是现在把关系闹得太过 那等到对方接任管理岗位之后 恐怕自己的工作处境将会更加的艰苦 另一边 萧和也驾驶着自己的超跑 来到了科万俄领峰的销售部 在离开咖啡厅的时候 她接到了科万俄领峰销售部那边的电话 说是别墅入住 还有着一些签字手续需要办理一下 反正周末也没什么事情 萧和就想着回别墅的时候 顺道过来把事情给办了 把车停好后 萧和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便是朝着销售部大厅走去 萧和才刚走进销售部大厅内 一道莫名且略带愤怒的声音响起 萧和 你怎么会来这里的 嗯 听声音有些熟悉 萧和抬头看清 来人也是微微一愣 是你 说话的女子 真是刚才与萧和相亲的陈月月 看着陈欣的穿着打扮 萧和一下子明白过来 你在这个销售部工作 哼 我是不是在这里工作 和你有什么关系 陈月月看着萧和 与其不屑道 碰巧遇到了 我也就随便问问 听着这个女人的话 萧和心里自然也是非常的不爽 这女人是不是有病啊 搞得一幅像是自己欠她的一样 碰巧 听着萧和的话 陈月月冷哼一声 这天底下 哪有这妖巧合的事情 我看你分明就是因为 我拒绝了你 所以想着 对我死缠烂打 我警告你啊 这里可是销售部 周围人来人往的 你真要是敢对我做些什么 我一定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萧和无语 这女人说的都是什么跟什么啊 自己明明就是来销售部办理手续的 这硬生生的被人给说成了是跟踪狂 不好意思 我想你是对我有些什么误会 萧和根本就没有正眼瞧过这个女人 她现在只想早点把手续办理完 然后回别墅去去 不过萧和虽然这样想 但是陈月月显然不会这么认为 我们有误会 陈月月鄙视的看着萧和 这误程那么大 难道我们就这么有缘 偏偏在这里都给遇到了 又或者是说 你到鹅领峰是来购房的不成 这科万鹅领峰分为普通住宅区和高端别墅区 价格最低的普通住宅区 在售价方面 最低也得两万多一平 而且这里的购房条件是必须首付七成 也就是说 一套普通的住宅 首付最低 也要花个百十来万 就萧和这种连工作都没有的人 别说是首付了 就算是每个月的按揭都付不起 难道我就不能来这里买房 听着陈月月的话 萧和开口问道 就你 还来这里买房 陈月月冷哼一声道 不是我瞧不起你 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就你这种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的家伙 能够买得起这里的房子 萧和不再理会陈月月 就这样的女子 总是这么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不管和她说再多的话 那也是说不通的 看着萧和要朝着销售部内部走去 陈月月直接上前将其去乳拦住 萧和 我劝你最好是安分一点 这里不是你能够闹事的地方 陈月月眼神不屑道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你就算是在如何的死缠烂打 那都是没有半点用处的 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人 她怎么可能会喜欢 神经病 萧和丢下一句话 直接绕过陈月月 直径朝着销售部里面走去 姓萧的 你给我站住 刚才的话 彻底的把陈月月给激怒了 自己要身材有身材 要长相有长相 可是今天却被这么一个穷酸臭屌丝给骂了 她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啊 在她看来 自己一开始已经足够给对方面子了 可是那层想 对方竟然是这般无理的态度 萧和 我现在是给你面子 你要是再不听劝 我可真就要叫安保的人来了 因为陈月月的喊话 销售部的一些工作人员 也是被惊动了过来 这陈月月发的什么疯 在这里大吼大叫的淡麻呢 原本在主管办公室的李月晓 也是被刚才的声音给惊动了出来 李主管 听陈月月的话 似乎是她的一个追求者 来到了这里 一名销售部的工作人员回道 追求者 李月晓眉头微皱 这陈月月长相不差 有着追求者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不过 这里是柯万俄领锋的销售部 像对方这样大吼大叫的 必定会惊扰到 其他来此看房的客户 想到这里 李月晓走上前去 先生 您好 欢迎来到柯万地产 俄领锋项目的销售部 请问您是来这里看房的 还是为了其他的私人事情 萧和看着突然出现的正装女子 出声问道 你是 我叫李月晓 是销售部的前端客服主管 原来是前端客服主管啊 萧和看了眼李月晓道 那正好 我是来这里办事情的 可是你们这的工作人员 一直在阻拦我的去路 麻烦你处理一下 说着话 萧和把目光看向了身后的陈月月 听萧和这么一说 陈月月不由地冷笑一声 我阻拦你 萧和 你分明就是跟踪 我来这里捣乱的 竟然还好意思说 自己是来这里办事的 你说这话好意思吗 萧和无语 我都说了 我是来这里办事情的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办事 我看你分明就是来捣乱的 保安 给我把这人给轰出去 陈月月直接无视一旁的李月晓 开口呼唤着门口的保安人员 好了 别闹了 站在一旁的李月晓 看着陈月月 开口训斥道 陈月月 你最好给我安静一点 这里是公司 我这事情都还没有了解清楚 你在这里大吼大叫的成何体统 李月晓 你敢这样和我说话 被这么一说 陈月月也是有些出乎意料 李月晓冷声道 我为什么不敢这样和你说话 陈月月 你要弄清楚情况 你只是一个普通的销售 而我是部门的主管 见李月晓这样说 陈月月没有丝毫的惧怕之意 部门的主管 你真是好大的威风啊 这马上就要到管理港文职了 就凭你李月晓的业绩 我看你这主管 还能做到了几天 等时间一到 有你好受的 陈月月 你太放肆了 李月晓非常的生气 这里可是公司 这陈月月仗着自己有些业绩 竟然能够如此的无法无天 自己本来是来了解情况 解决问题的 可谁曾想 这个陈月月竟然二话不说 就开始无理取闹起来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一旁的萧和也是非常的无语 这陈月月简直是个疯狗 连在自己的上级领导面前 都能说出如此的言语 萧和拿出兜里的手机 迅速的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你哪位 电话那头传出来一道中年人的声音 萧和淡淡回道 是杨经理吧 我是萧和 啊 原来是萧先生 电话那头传出来一道恭敬的声音 萧先生 区域的林总 已经把您所需要办理的事物 都转交给我了 我现在就在 销售部的办公室等着您呢 萧和看了看一旁的陈兴 回道 杨经理 我已经在你们 销售部的大厅了 不过被你们的一个工作人员 给拦住了去入 需要你出来处理一下 什么 萧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马上就出来 刚才的通话声不小 也是被周边的陈月月和李月晓听到耳中 杨经理 陈月月根本就不相信 萧和这样的人 能够认识他们 萧售部的杨经理 萧和 你可真够可笑的 我们萧售部的杨经理 是你这种身份的人 能够认识的吗 我看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 陈月月看着走来的保安 开口道 快 把这个人 竟然赶来萧售部闹事 给我轰出去 陈月月 这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你不能这样做 一旁的李月晓 出言制止道 萧和的话 他也听到了的 先不管对方 到底认不认识杨经理 在事情 没有搞清楚之前 都不应该就这么胡乱的 把人给轰出去 现场如此多人看着呢 真要把事情 给弄错了 那必然会给他们 额领封项目 带来一定的影响 李月晓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就这种人 你难道认为 他真的会认识杨经理 保安 快给我把这人给轰出去 听着陈月月的话 一旁的几名保安 也不敢不听 毕竟他只是一个打工的 若是萧寿 不出了点安全方面的事情 那首先问责的 肯定是他们 兄弟 跟我们走吧 几名保安 朝着萧和围了过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 萧寿部的大厅内部 突然传出一道急促的声音 住手 你们都给我住手 关键时刻 那名杨经理赶到了 杨 杨经理 看到来人 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竟然是他们销售部的杨经理 这位可是他们科万 俄领封销售部的一把手 这位领导 平时一向是公务繁忙 今天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销售部的 售房部大厅内 距离萧和最近的陈月月 和李月小 更是无比的震惊 先前那通电话 他们可是听得一清二楚的 李月小难以置信的 看着眼前的男子 难道说 这位杨经理的到来 真的是因为对方刚才的那通电话 而一旁的陈月月 显然不是这么想的 在他看来 这杨经理的出现 多半就是一个巧合 对 一定是这样的 肯定是因为刚才的动静太大 把这位杨经理 给惊动了出来 杨经理 您怎么来了 陈月月反应迅速 第一时间上前对杨晨打着招呼道 这里是个什么情况 杨晨只是平淡的看了一眼陈月月 杨经理 全都是因为那个家伙 陈月月用手指着销和道 她以为追求我不成 还故意来到销售部挑事 我正要叫保安出手 将其轰出去 不过李主管却是站出来 莫名其妙地进行阻拦 听到陈月月的话 一旁的李月晓 瞬间脸色一沉 她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陈月月 竟然会无耻到这种地步 自己本来是想着 站出来处理事情的 结果对方反倒还对自己倒打一耙 而一旁的销和听到这话 并没有任何的动静 反倒是一脸的平静 杨经理 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 陈月月面色委屈到 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 这里主管不帮我就罢了 竟然还帮着外人 啪 陈月月话还没说完 迎接她的却是一个狠狠的巴掌 这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 令得周边的其他人 都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杨阳经理 你怎么还打我了 陈月月捂着自己被打的脸 面色难以置信 我怎么打你 杨晨生气道 我不仅要打你 还要把你给开除了 陈月月 你这个蠢货 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 嗯 陈月月一脸疑惑道 我知道 她叫萧和 是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落魄家伙 哼 落魄家伙 杨晨内心无比的恼火 你可真行啊 既然把购买我们鹅岭峰中心别墅的萧先生 说成是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落魄家伙 萧先生 鹅岭峰中心别墅 当听到杨晨的话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彻底的震惊住了 对于这个鹅岭峰中心别墅 他们这些销售部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是陌生的 自从别墅区修建以来 这栋中心别墅可是一直未曾被人购买到 甚至有的老板出资上亿也是未曾将其购得 这栋别墅属于科万集团总部直批 能够将其购买下 那不仅仅是有钱就可以的 更是需要一定的背景才行 而现在 这种别墅竟然有了主人 并且就是他们眼前的这个青年 那这名青年的身份想来也不会简单 杨经理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陈月月看了一眼萧和 不敢相信到 这家伙前段时间才被公司开除 就这样的人连个工作都没有 他怎么可能买得起我们鹅岭峰的那栋中心别墅 怎么可能 杨晨冷哼一声 像是看白痴一般看着陈月月 像萧先生这种能够买得起中心别墅的人物 那是需要工作的吗 你们几个快给我把这个疯女人给赶出去 记住 千万不能让他再踏进我们鹅岭峰项目一步 几名保安听到杨晨的话 毫不犹豫地嫁起陈月月就往销售部外面走去 这杨经理都已经发话了 那萧和的身份自然不会有假 陈月月也是立马反应过来 开始求饶 杨经理 你别赶我走 萧和 我知道错了 我先前不知道你的身份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任凭陈月月如何的恳求 在场的萧和又或者是杨晨都没有对其理会 被保安丢出销售部大门外 陈月月脑子里面还处于一片空白 她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先前与自己相亲的萧和竟然会有着如此背景实力 现在可好了 自己不仅仅丢失了一个嫁入豪门的机会 更是连收入可观的工作都弄没了 没了工作 那些即将到来的借款将会把她逼得无论可走 处理完陈月月 杨晨一脸恭敬地看着萧和 萧先生 陈月月已经被我开除了 希望刚才这事您不要太往心里面去 站在萧和面前 杨晨紧张的后背直冒汗 这位可是买下鹅岭峰中心别墅的大佬啊 其背后的实力不知何其的恐怕 要知道 在雾城 想要买下这栋中心别墅的有钱人可是不少 其中甚至有着一些在城市中说的上名的大佬级人物 可就是这般实力之下 他们也是不能够将鹅岭峰的这栋中心别墅购入手中 由此可见 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萧先生会是何等的实力背景 若是因为刚才这事把对方给惹怒了 那他这个销售部经理的好日子也跟着到头了 没事 我不是那种蛮横不讲理的人 萧和淡淡的说道 既然这个陈月月已经被开除了 那今天发生的这件事情便就此作罢 听到萧和这话 杨晨面色一喜并且出声保证道 萧先生 请您放心 今日之后 我一定会对项目方面进行严加管理 保证今后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再次发生 这是你们销售部的工作 我也就不多管了 萧和继续道 时候也差不多了 你抓紧时间把我的手续办了一下吧 萧先生 我已经把所有的手续资料都放到了办公室内 只需要您签的字就行 说着 杨晨带着萧和朝办公室的方向走去 在经过李月小身旁的时候 杨晨突然看了一眼对方 李主管 李月小恭敬道 杨经理 嗯 你今天的表现不错 这销售部的主管位置继续由你担任 并且关于你后续的薪资 在原有的基础 在上调20% 希望你再接再厉 李月小听后大喜 他原本还在担心自己的岗位调动问题 没成想 因为自己的一个言行 不仅坐稳了位置 而且薪资也得到了上涨 在销售部内 办理完相关的手续 萧和直接驾车返回了别墅 星期一 萧和正美美地睡在床上 突然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喂 萧和迷糊间接通了电话 萧和 既然你要离职 那就来公司办理一下离职手续 否则余下的工资 可就别想要了 电话那头 传来林涛嚣张的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 萧和立马清醒过来 你放心 我现在就来 虽然工资也就只有那么几千块钱 但是对于萧和来说 那也是自己工作努力挣来的 无论如何 也不能便宜了林涛那个家伙 看了看时间 萧和迅速的起床洗漱 然后驾驶着科尼塞格万一赶往建业集团 在江贝区融会金融大厦 五楼的后勤部 林涛正嚣张的坐在主管办公的工位上 先前林涛打个萧和的电话 那可是被不少部门的同事听在耳中 你们说 萧和是不是真的不会来了 这还用问吗 得罪了林主管 他在后勤部 怎么可能还混得下去 唉 只能怪他不识实物 林涛再怎么也是部门的主管 他一个新人 这样去硬钢 那不是纯粹是自己找罪手 唉 毕竟是才从大学毕业 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太过心浮气躁了 不过说真的 萧和那么帅 走了 还是怪可惜的 部门的一些女同事不由的叹息道 有着萧和在 这平日里看着痒痒眼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现在得罪了林主管 那肯定是没可能在后勤部待的下去了 距离林涛不远处的一个办公公位上 一名穿着时髦 打扮靓丽的刘晓燕 正拿着小镜子 整理着妆容 听到周围女同事的话 她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长得帅 有个屁用 这男人 得有钱有地位 才能得到女孩子真正的喜欢和崇拜 说完话 刘晓燕把目光看向了林涛 这林涛是建业集团的后勤部主管 在物城有车有房 往后的发展空间肯定不小 那才是值得她注意的 其他的女同事 听到刘晓燕这话 并没有反驳什么 毕竟别人说得在理 长得帅 只能短时间看看 只有有钱了 才能真正的吸引到女孩子的喜欢 坐在主管公位上的林涛 看看时间 距离她给萧和打去电话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都这么晚了 看来那家伙是不会来了 之前做起那么嚣张的样子 现在看来 也不过就是个耸淡 就在她心想之际 萧和却是悠闲散步般 走进了部门办公室 我靠 这萧和还真来了 先前与林主管那般争仇 既然来了 恐怕是没什么好果子吃的 若是这小子能够服软 说不定林主管还能稍微放弃一马 萧和的到来 自然也是引起了林涛的注意 小子 你可算是来了 我还以为你怕了 不敢来了呢 林涛冷声道 萧和扫视了一下在场的人 与其平静道 可笑 我为什么不敢来 我在这里上班 来拿回属于自己的工资 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呵呵 嘴巴倒是挺利索的 林涛看着萧和 眼中尽是不屑 这拿回工资 确实是天经地义的 不过他是后勤部的主管 所有人的工资体系 和考勤评测 都是他在处理 想要收拾一个萧和 简直是太容易了 林涛 废话就不多说了 抱得工资给落实了吧 萧和拿过一张板凳 等坐下后 目光冷冷地看着林涛 想要工资 好啊 我现在就给你落实 林涛从办公桌上 拿出一份报表 然后丢给萧和道 你这个月迟到早退 而且工作上的事情 也没有按时完成 按照公司的标准 来进行核对 余下的工资 已经全部被抵扣干净 我念在你工作勤奋的份上 给你特批了 两百块钱的辛苦费 自己拿着钱滚吧 林涛说着 从兜里掏出两张百元大钞 直接丢给了萧和 那言语之上 还一付给了多大恩惠似的 见到这一幕 部门的其他同事 也是低声议润纷纷 天哪 这两百块钱 简直和打发叫花子 没什么两样 这萧和也是够倒霉的 平日里兢兢业业的 迟到早退 根本就是没有的事 这林主管摆明了 就是故意为难他的 你们说 那萧和会不会收下这两百块钱 就只有两百块钱 这要是我的话 看都不看 扭头就走 也不能这样说 这萧和平日里的生活 本就比较拮据 现在没了工作 恐怕交不交得起房租 都是一回事 为了生活 那两百块钱 说不定还真会收下 没有理会周围人的义论声 萧和就这么坐在椅子上 地上的那张报表 和那两百块钱 他更是看都没有看一眼 缺钱 在周末 他可是又秒杀 获得了一件明代的精美瓷器 这转手一卖 直接获得了两百多万元 别说是有着两百多万在手 就算是没有这钱 他也不会正眼瞧上 林涛扔出的那两百块钱 萧和 这钱就在那 你自己拿着快滚吧 林涛看着萧和 眼中不加掩饰地 透露着轻视之意 在他看来 自己似的 吃定萧和了 萧和冷冷地看了一样 林涛 既然你不愿意给这钱 那就当是我给你买棺材的资助吧 买棺材的资助 听到这话 办公室内的人先是一愣 随后大家皆是不约而同的偷笑起来 萧和这家伙够狠的呀 这不是间接性的 在咒林涛去死吗 果然 听到这话 林涛面色圣目 你恶魔的 简直是在找死 林涛话一说话 直接抡起拳头 准备朝萧和打来 不过就在这时候 萧和抢先一步反应过来 直接拿过桌上的一个茶杯 朝着对方的手臂砸去 啊 惨叫声响起 被萧和这么一砸 那个茶杯都被分成了两半 而林涛的右臂之上 更是出现了一丝划痕 鲜血从上流下 这一情况 可是吓坏了办公室内其余的同事 不过因为萧和刚才那一出 大家都被深深的震住了 没有一个人赶上前去拉架的 都是远远的注视着这一切 萧和看着林涛那狠辣的目光 直接朝着手中的碎茶杯 指着道 怎么样 还要继续吗 我 林涛被吓住了 不过片刻之后 他冷冷地看着萧和道 你这是恶意伤人 我要告你 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 让我付出代价 萧和晃了晃手中的破碎茶杯 然后将其紧握手中 一下子朝着林涛的手臂位置砸去 碰 伴随着茶杯的破碎声 一股杀猪般的惨叫声响起 啊 林涛难受地握着受伤的右臂 他现在看向萧和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疯子 在他眼中 萧和就是彻头彻尾的疯子 这光天化日之下 还是在人数众多的办公场合当中出手伤人 他是真被对方这种行为给震慑住了 林主管 你不是喜欢介事压人吗 怎么不继续了 萧和一脸平静地看着林涛 这家伙也就仗着自己是内勤部门的主管 平时没有少打压部门的员工 现在遇到比自己更加蛮横的人 直接连个屁都不敢放了 办公室内 其他的人也是面色凝重地看着萧和 刚才还有人在说 萧和不敢来公司了 可是现在呢 别人不仅来了 而且还二话不说的 就将部门的林主管暴打一顿 没想到 平时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一个年轻人 竟然有着如此凶狠的一面 因为害怕萧和继续对自己 做出什么凶狠的举动 林涛小心翼翼地朝后退了一步 使自己尽量地距离萧和稍远一些 萧和 你出手伤人 要是不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 我就去告你 让你体会一下进去里面的滋味 林涛看着自己手臂上的伤 面色阴冷道 告我 还要我给你一个合理的交代 对于林涛的那点小心翼翼 萧和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说吧 你想要我给你一个怎么样的交代 林涛看了看萧和 说道 你在公司里面闹事 这务工费肯定是要算上的 而且我受伤说 需要的营养费 医药费等等 算起来可不便宜 说吧 要多少 林涛没有说话 而是伸出两根手指 在萧和的面前比划了一下 萧和眉头微皱 二十万 林涛听到这个数 面色稍微一愣 就他手上这点伤 虽然看起来破口流血了 但是那医药费 也远远达不到二十万的高度 不过见萧和这么一说 他自然也是不再多想 直接点头附和 没错 就是二十万 你把我伤得那么严重 若是这钱不给到位 这是没那么容易了结 他现在已经把萧和 当成了冤大头 自己真要是能够得到 二十万的赔偿金 那到时候 还能借此机会 好好地发一笔横财 萧和 这二十万 你给的不亏 若是我把你告了 那到时候今天的事情 可就不是区区的二十万 能够解决得了的 林涛似乎已经把萧和吃定了一般 毕竟只是一个才从大学毕业 步入社会没多久的小青年 若是因为今天的事情而被抓进去 就算是关个十天半个月的 那他这个人也就毁了 以后恐怕也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了 至于这钱嘛 萧和肯定是给不起的 不过他的父母 总不可能袖手旁观吧 到时候 为了儿子的未来 也会东拼西凑地 把钱给凑齐了 萧和听了林涛的话 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平淡道 好吧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那二十万就二十万吧 俗话说得好 舍财免灾 为了我的未来 今天这事也只能是认灾了 萧和这反应 让得办公室内的所有人 也是一愣 这么干脆 林涛说的 可不是什么两千块 而是整整的二十万 这萧和 难道都不与其讨价还价一番 毕竟 不管是在场的哪一个人 都能清楚地明白 那林涛分明就是在故意讹人 那林涛手臂 最多也就是个伤筋动骨什么的 就算是要去医治 最多不过一两万块钱 就能搞定的事 此时的林涛 也是面带疑虑 先前那萧和说话做事 可是极其的硬气 怎么才过那么一小会 对方就像是变了一副嘴脸一般 小子 你答应的倒是单粹 不过这话不能 只是开口说说而已的 林涛继续道 我这里可不接受什么空头支票 你必须把钱给到我手中才行 要不然我一样要告你 放心 我萧和说话做事 都是有原则的 既然说出口了 那肯定不会赖账的 你是想要转账 还是怎么 那就转 林涛正要说话的时候 总是感觉 哪里有些不对劲 据他所知 萧和的父母 也不过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而这萧和 更只是一个才毕业的穷小子 怎么可能一口气 拿出二十万来 小子 你该不会是想故意说这话 来洗刷我的吧 林涛问道 我有必要洗刷你吗 这钱倒不到账 我这边转账之后 你那边不是能够看得一清二楚吗 听了萧和的话 林涛心想也是这么一回事 他也不担心 萧和会敲诈自己 这在场那么多人 也是亲眼看到他受伤的 给一定的补偿 是理所应当的 林涛眼貌精光的看着萧和 那可是整整二十万 今天遇到这么一个傻子 该他运气好 转账吗 萧和问道 转我银行卡吧 正当林涛准备把自己的银行卡号 说给萧和的时候 林哥 这钱你不能收啊 萧和那小子 是想雇一下套坑你的 办公室内 一名青年来到林涛的身前说道 嗯 林涛看了眼青年男子 这是他在部门里边的一个得力干将 平时没少给林涛之招 如何压榨萧和 王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王成开口道 林哥 萧和那小子 恐怕是巴不得你把钱收了 这二十万的补偿金可不在少数 已经做够判定为大金额的敲诈勒索 虽然对方把你打伤了 但是那该给的医疗费用 可不能这般混为一谈 听王成这么一说 林涛顿时间反应过来 好家伙 这萧和 哪里是想要给他补偿款啊 分明就是想着借给补偿款的名义 故意坑害他呢 这种大金额的敲诈勒索 虽然他不是很懂 但是从网络上 还是多少见过一些的 真要是判罚下来 那罪名可是不小的 你们两个在那裸里巴索的说些什么 萧和无视一旁的王成 看着林涛道 这钱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到底是要 还是不要 我特么要个锤子 在听到王成的话之后 林涛哪里还敢要萧和的那二十万块钱 他甚至在庆幸 也亏得是王成站出来提醒了他 这要是自己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直接手下萧和给出的那二十万 那自己可就被对方给反将一军了 小子 你可真够行的呀 为了坑我 还故意去找了二十万元过来 林涛面色愤怒的看着萧和 见此情况 萧和也是非常的无奈 自己这个计谋 本来都要成功了的 可谁曾想 半路上杀出个成咬金出来 看了眼王成 萧和有些惋惜道 真是可惜 要不是你 这个狗腿子站出来提醒了你 那我这事情可就成了 姓萧的 你嘴巴放干净点 你说 谁是狗腿子呢 被萧和这样说 王成无比生气道 哼 我都没指明道姓的 你怎么就知道 我说的人是你呢 真是傻缺 还主动站出来 承认自己是狗腿子 周边的其他围观同事听到这话 也是私底下悄悄的无嘴投笑 萧和说的也没错啊 别人说 狗腿子又没指明道姓的 是王成那家伙 自己主动站出来承认的 你 看着周围人的嘲弄之意 王成非常的生气 但是却又无可奈何 萧和 我不得不佩服你 这小小年纪的 玩弄手段心机 确实是一把好手 在林涛看来 萧和使出这般招数 那肯定是早就蓄谋已久的 要不然 就凭他这么一个 才从大学毕业出来的家伙 怎么可能随时从包里 拿得出二十万元的巨款 不过林涛不知道的是 这个想法 还真的就是萧和临时决定的 既然对方能够想着 要他二十万的医疗补偿费 那他萧和也就可以借此机会 反手坑对方一把 我可没兴趣 和你玩弄什么心机 只不过见你要那二十万的补偿款 顺手的事情罢了 萧和语气平淡道 哼 好一个顺手的事 林涛指着自己手臂上的伤口道 无论如何 今天这事 你休想就这么了结了 我这身上的伤 可是由你亲手造成的 而且办公室内那么多监控罩着 你就算是想要抵赖 也没有用 现在林涛没有半点的担心 凭着自己手臂上的伤 这主动权依旧掌握在他的手中 以这个事情做点文章出来 把萧和送进去 吃几天公家饭 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只要这家伙一进去 那整个人生也算是全完了 林主管 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就在这个时候 后勤部的办公室门外 走进来一名身穿黑色工作服的年轻女子 走了进来 刘秘书 您怎么来了 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女子 林涛不由的好奇道 来的这位刘秘书 可是建业集团的总经理秘书 这平时恐怕是十天半个月 不会到他们后勤部门一次 不过每次一来 那绝对是有大事情发生的 刘秘书走进办公室 见一片乱哄哄的场景 顿时开口问道 林主管 你们这乱哄哄的一团 是在干什么呢 还有你这手臂上的伤口 又是什么的情况 林涛赶忙来到刘秘书的身前 刘秘书 实在是不好意思 部门里面发生了一点意外 意外 这陈总经理 马上就要来你们后勤部巡查了 你这整个部门搞得都乱七八糟的 我看你一会儿要怎么解释 啊 陈总经理要来 一听到陈总经理的大名 林涛立马便紧张起来 在公司里面 他们这些管理岗位的工作人员 会不知道公司陈总经理的性格 那绝对是一顶一的严格 这部门里面 因为刚才的争端 被搞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被严厉的陈总经理看到 他这个部门的主管 肯定会被狠批延续一番 快 都给我抓紧时间收拾一下 林涛吩咐着办公室内的其他同事 自己迅速的起身 走到办公室门外 去等候领导的到来 这刚走到大门外 只见一大群公司高层已经赶来 林涛 你这一身怎么乱七八糟的 这上班该有的形象礼仪呢 为首的那名中年女子 看了眼林涛 皱着眉头质问道 林涛赶紧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物 一脸恭敬道 欢迎陈总来到我们后勤部 这名中年女子看了眼林涛 语气不善道 林涛 你这后勤部主管都这样 那整个后勤部还不得乱翻了天 见陈总开口询问 林涛突然想到了萧和 心中立马盘算出一个好主意 小样 敢在公司里面闹事 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陈总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 您可一定要为我讨个公道 林涛面色愁苦道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部门有一个才入职没多久的新员工 那家伙经常迟到早退 被我警告多次 可是依旧继续犯事 我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 直接将其开除 可是那家伙因为这事 竟然直接到公司里面来闹事 不仅如此 还恶意的出手伤人 说到这 林涛还专门把自己右手臂上的伤口 拿给面前的陈总 自己瞧了瞧 岂有此脸 听到林涛的话 这位陈总也是顿时间火冒三丈 他们建业集团 可是物诚是数一数二的大企业 其中竟然会出现 如此行径恶劣的事情 他身为集团的总经理 必须将闹事之人严加处理 不然 他们建业集团脸面往哪里放 那闹事的人现在在哪 陈总问道 陈总 现在那人就在办公室最里面 我马上带你进去 林涛回道 别浪费时间 快带我过去 陈总继续吩咐一旁的秘书道 通知保安室 让他们上来逮人 速度要快 见陈总如此行事 林涛内心暗自大喜 这陈总经理来得太是时候了 凭着集团高层出手 萧和那家伙 今天绝对是死到临头了 很快 一行人来林涛的带领下 迅速地朝着办公室内部走去 在林涛的带领下 陈总一行公司的高层 朝着后勤部的办公室内部走去 当后勤部的员工 在看到陈总经理等人到来的时候 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 萧和完蛋了 若是林涛一个人 那萧和最多也就是赔偿一点钱 然后灰溜溜地离开公司罢了 可是 现在连公司的陈总经理 都已经参合进来 凭着大家对其的了解 这陈总经理可是出了名的眼力 公司里面出现这种打架斗殴的情况 那绝对不是轻轻松松 就能够放人过去的 没想到陈总经理 竟然会来到我们后勤部 我听说以前也有人在公司里面闹事 后来也是陈总经理出手 把那个人狠狠地教训一顿之后 送进了看管所 真照你说的来看 那萧和岂不是真的完蛋了 这是绝对的 扰乱办公次序 而且还公然出手伤人 以陈总经理的处事原则 是必须言成的 唉 这萧和可惜了 对于那位陈总经理的到来 萧和没有一点的紧张 事情已经是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不管他如何的担心 那也是毫无用处的 反正自己现在也打算 继续在建业集团待下去 而且这林涛故意刻扣他的工资 自己之所以出手伤人 那也是因为对方先准备对其动手 他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自卫的 萧和 你小子刚才不会很狂吗 现在集团的陈总经理到了 我看你一会要怎么收场 王诚冷冷地看着萧和 在他的眼里 萧和在公司寻衅挑事 是众人亲眼所见的 那绝对会被陈总经理给严肃处理的 对于外人的眼光 萧和一概不予理会 没过一会 林涛已经带着陈总经理 等到来到了后勤部的办公区内部 陈总 就是这个家伙 这办公室内的一切 还我手臂上的伤 都是他造成的 林涛用手指着一旁的萧和道 这位陈总经理跟随着林涛所指 也是把目光朝着不远处的萧和望去 嗯 这 陈总经理面色惊奇道 你说的捣乱之人就是他 陈总 就是这个家伙 您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林涛一脸哭诉道 陈总经理没有过多的理会林涛 而是重新把目光转移到萧和的身上 然后在众人的目光之下 一步一步的朝着对方走去 林涛见此一幕 内心冷笑不已 看陈总经理这架势 肯定是被萧和给气到了 想必陈总经理现在已经在细想着 一会该如何收拾面前的这个家伙了 而一旁的其他后勤部同时 也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冷眼旁观 虽然这件事情林涛也做得非常的过分 但是别人毕竟是后勤部的主管 没有人会为了萧和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实习生 而站出来说话 可就在大家都认为萧和完蛋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只见堂堂建业集团的陈总经理 来到萧和面前之后 并没有任何的严厉行动 这面色也是突然变得柔和起来 萧先生 你好啊 看着面前的陈总经理 萧和也是微微一愣 眼前的这名中年女子 他也认识 正是先前在峨岭峰别墅 一大早上门来拜访他的陈红 他万万没有想到 公司的陈总经理 竟然就是居住在他隔壁别墅 那位尹小姐的贴身秘书 照这样看来 这建业集团 应该就是那位尹小姐家族的所属产业了吧 难怪对方能够出手 就送他价值数十万的预制品 当作贱面礼 这市值数议的建业集团 都是那位尹小姐家族中的产业 这数十万源于对方来说 也就根本算不得什么 陈总经理 好久不见 萧和也是笑着回应道 看着面前的萧和 陈红的眼中充满了凝重 在之前的调查中 他早就已经知晓了 对方就在他们建业集团的后勤部 之前萧和送出的那个青花瓷碗 他也已经按照自家小姐的吩咐 送去找了相关的专家进行检测 其最终的检测结果为真品 并且 那个青花瓷碗的价值 更是高达三百余万 能够随意送出 价值三百余万的古董作为回礼 这位萧先生的身份 可就有些不寻常了 他今天之所以来到后勤部 也是依照自家小姐的吩咐 与这位萧先生进行接触 不论对方身处在他们建业集团 有何目的 都只能与其交好 不能交恶 可照现场的情况来看 一旁的林涛 也是被眼前的荧幕更惊住了 集团一向已严厉出了名的陈总经理 在萧和的面前 竟然会表现出这么温和的一面 似乎这态度方面 看起来还非常的谦逊有理 陈总 就是这个臭小子 他扰乱后勤部的办公次序 还恶意的出手伤人 要不要我立马找保安人员 来将其控制住 林涛开口道 陈红听到这话 顿时一怒 给我闭嘴 你敢说萧先生是臭小子 我看你是真的不知死活 萧先生 手底下的人不长眼 您可千万别往心里面去啊 陈红赶忙对着萧和陪不适 没事 不过是一只吵人的蚂蚱而已 萧和淡淡的说道 从陈红的态度上 萧和也已经是猜到了一些 对方之所以对他如此的客气 想来是因为俄领峰的那套别墅 以及自己送出去的那件青花瓷碗所造成的 对方猜不透他的身份 很有可能是因为重重原因 直接将自己当成是某个身份背景 强大的世家子弟 萧先生 林涛面色疑惑道 陈总 您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这家伙叫萧和 他只是一个才从大学毕业没多久的实习生 您怎么可能 林涛 你是在质疑我吗 陈红面色不悦地看了一眼林涛 这位萧先生 可是我们集团营总裁的朋友 更是其邻居 岂是你能够随意胡说八道的 此话一出 不仅是林涛及其后勤部的其他员工 就连跟随着陈红一同到来的其他集团高层也是愣住了 这萧和竟然和集团的营总裁是朋友 最为主要的还有邻居这一层关系 整个建业集团都是尹家的 这营总裁所居住的地方肯定不一般 能够作为其邻居 那想必身份实力也是非比寻常 我靠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萧和竟然是尹总裁的朋友兼邻居 这也太难以置信了吧 难道萧和是隐藏的二代 来到建业集团的后勤上班 纯粹就是为了体验生活的 既然陈总经理都这样说了 那还能假的了吗 不会吧 我身边竟然有着如此的富二代 天啊 如此二代 我竟然错失了一个能够结识大佬 一步登天的机会 对于萧和的身份 众人都是无比的震惊 这话是从陈总经理口中说出来的 自然也没有人会对萧和的身份产生怀疑 原本大家一开始还在可怜萧和 认为其得罪林涛 那下场必定会非常的凄惨 可是现在看来 真正可怜的哪里是萧和呀 分明就是那林涛 萧和的身份肯定是不一般的 要不然陈总经理也不会对其那么客气 而得罪了这么一尊大佬级的人物 想必这林涛后勤部主管的位置 肯定是保不住了 甚至还可以说的更直白一点 别说是后勤部主管的位置了 那林涛后续还能不能继续在建业集团待下去 都是个问题 保安部的人来了吗 陈红对着身旁的一名助理说道 那名助理连忙道 陈总保安部的人已经来了 他们都在办公室门外等候着 让他们马上进来 陈红直接道 他看了眼面前的林涛 对于这家伙是可以说是非常的恼怒 要不是他刚好今天来后勤部走一趟 还不知道这林涛会捅出多大的篓子 万一他们建业集团因此而和萧和交恶 那凭着对方身后那不可知的恐怖实力 后果还不知道会有多么的严重 陈红想了想继续道 保安部的人先把林涛给我控制住 并且派相关的部门 给我对林涛的工作事务做出调查 任何一条都别放过 等到有关于林涛的相关工作 及其情况调查清楚之后 再交有关人员进行处理 陈红作为集团的总经理 对于公司内部的情况非常的了解 尽管公司内部管理一向非常的严谨 但是在部门广 人数多的情况之下 其中肯定也避免不了的 有着一些蛀虫身在其中 想要彻底的肃清 短时间内是基本不可能的 不过趁着今天林涛的事情 他也正好可以给公司内的其他人 做出一个警告 很快 几名保安部的人走了进来 见此情况 林涛彻底的傻眼了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只要不是傻子 那都能看出来萧和的身份不一般 原以为对方只是一个毫无背景 出入职场的菜鸟 可谁曾想 别人那是半猪吃老虎 而且自己还傻傻地将其给得罪了 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林涛唯一能够想到的 就是求饶 对 自己只能求饶 刚才陈总经理的话 他也是听到的 这相关部门要对他进行严查 自从坐上后勤部主管的位置以来 他可是靠着职权的便利 可是捞取了不少的回扣利益 这真要是被公司给严查了 那这些事情肯定都会随之暴露出来 他到时候可就不是丢工作那么简单 更是要面临监禁之灾 陈总 您就饶了我吧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林涛对着陈红说话 见对方没有理会 他又立马转头看向一旁的萧和 萧和 萧大哥 刚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 我就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蚂蚱 求求你大人有大量 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 对于林涛这样的人 萧和也同样是看都没看一眼 直接将其无视 因为内心的害怕 林涛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直接跪在了萧和的面前 萧大哥 您就当我是个屁 我真的错了 您就绕了我吧 现在这般情况之下 林涛哪里还顾得了自己的面子 若是得不到对方的原谅 那凭着他在建业集团后勤部这些年 做的那些吃回扣的事情 恐怕后面大半辈子的时间 都只能是老老实实的 在监禁中度过了 林涛的这些行为 也是被后勤部的人看在眼里 在工作中 他们可是没少受林涛的气 八部的林涛被严惩 林涛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萧和面色不屑道 就你做的那些事情 简直就是活该 你们几个别在那里愣着了 都给我动得快点 把他给我带出去 陈红对着赶来的那几名 保安部的工作人员说道 几人听后 哪里还敢耽误 连忙上前控制住林涛 准备将其给拉出办公室 萧先生 陈总 求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林涛被几名保安架着 嘴中依旧在对着萧和二人求饶 不过这一切 显然都是徒劳 先不说萧和答不答应 就林涛所做的那些事情 这陈红甚至是一巴掌 想要拍死他的心都有了 一个后勤部的主管 差点让他们建业集团损失惨重 这是绝对不允许原谅的 萧先生 营总裁 他今天有事不在 要不您和我一起 去总经理办公室做做吧 那里人少 也要安静许多 陈红笑着问道 我看这做一做就不必了吧 萧和笑着回道 那好 既然萧先生有事 那我也就不便挽留 陈红笑着道 我送送您 就这样 在办公室无数人的注视之下 萧和与陈红一同离去 等人移众公司的高层离去 后勤部再一次恢复了正常工作 坐在办公桌前的刘晓燕 看着萧和离去的背景 眼中冒着金光 他万万没有想到 一向低调的萧和 竟然还有着一个如此恐怖的身份背景 人本就长得帅气 再加上 如今那令的陈总经理 都要恭敬对待的厉害背景 那简直就是真正的高富帅啊 要是自己能够抓住机会 与对方来个完美的邂逅 其中在发生点什么 那不就可以嫁入豪门 享受富贵生活了吗 刘晓娃也照了照镜子 看着自己 那算得上是傲人的身材一显摆 内心更是自信了几分 凭着他的娇好面容和丰富的经验 就不幸拿不下萧和 萧和在陈红的陪同之下 乘坐专用电梯 迅速地离开了后勤部的办公楼层 而在萧和离去不久 后勤部的办公区域内 一名打扮靓丽的年轻女子 也是迅速地朝着萧和 离去的方向追赶过去 走得倒是挺快的 不过 我就不幸在本姑娘的高超技术和魅力之下 你这么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 会无动于衷 这名年轻女子乘坐另外一辆客梯 也是迅速地朝着大厦的大厅下方赶去 从另外一个客梯上下来的年轻女子 正是刘晓燕 她一见萧和要离去 自然是以最快的速度朝其追赶过去 按照先前的情况来看 萧和离去之后 是大概率不会继续在后勤部待下去了 也许在建业集团中 也不一定能够再次遇到对方 像这样的高副帅 她若是不抓紧机会 那恐怕就真的错过了 终于 在大厦的一楼大厅内 刘晓燕追上了萧和 她穿过身前的树道人影 稍微整理了一下衣着 然后来到了萧和的面前 萧哥 没想到我们在这里也能够遇到 真的好巧 看着面前的年轻女子 萧和略微的有些熟悉 似乎是后勤部中的一名女性同事 不过自己进入到建业集团中 也不过就各把月的时间 再加上被林涛那家伙给打击报复 基本处于忙碌工作的状态 所以对于其他部门同事 更是没有太多的接触 请问我们认识吗 萧和有些好奇道 刘晓燕一听 内心不由的冷笑一声 装模作样 竟然还对自己玩起了欲擒故纵 他可不相信萧和的话 像他这样身经百战的女子 哪种类型的男子没有见过 在他看来 萧和肯定是认识自己的 不过就是故意装作不认识自己 然后以此来换取自己的主动 像这些优秀的男士 不就喜欢女孩子这样主动送上来的吗 那种强烈的征服感 才是他们最为喜欢的 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他自然是豁出去了 萧哥 萧和你是在故意和人家开玩笑的吧 我是后勤部的小燕啊 刘小燕靠近萧和 更是对于温柔的抛了一个魅眼道 小燕 萧和听到这话 似乎有着一定的印象 不过能够知晓的也仅此而已 要知道 这刘小燕平时在公司里面 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到了 林涛这个后勤部主管的身上 对于同部门的其他男性 可都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更加不可能会与其他的男同事接触 就算是说话都是极少的 而像萧和这种才步入社会的穷酸学生 那更是毫无半点接触可言 萧哥 你记起我来了吗 刘小燕温柔一笑 好像是记起来了 听萧和这话 刘小燕面色激动 记起来好啊 他就怕对方无视他 照现在的态度来看 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至少对方并没有刻意的表明 拒绝自己的立场 我就说嘛 萧哥肯定是记得我的 不过就在刘小燕才高兴那么一会的时候 一旁的萧和突然来了剧 那个 我记得后勤部好像是有叫什么小燕的 不过你是陈小燕 张小燕 又或者是其他什么姓氏 刘小燕 听萧和这话 他瞬间冷了 陈小燕 张小燕 感情对方根本就不认识他 你是有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事 那我就先走了 萧和面色平淡道 虽然萧和表现的比较平淡冷漠 但是刘小燕并没有丝毫的放弃 为了嫁入豪门 他拼了 萧哥 我找你是有点事情的 我 刘小燕话还没说完 在靠近萧和的时候 突然脚下一滑 直接朝着萧和的身上扑了过去 在要摔倒的时候 刘小燕并没有任何的担惊 反倒内心还带着些许期待之色 在他看来 自己这么一个女孩子 突然扑到在对方的怀中 凭着男士那种怜香惜玉的品性 再加上自己一会的稍加表现 这萧和的内心肯定会被自己所挑动 想法和计划是好的 可结果 在刘小燕即将要摔倒在萧和怀中的时候 只见萧和迅速地往右侧偏动了一个身形 完美地避开了与刘小燕的接触 而此时的刘小燕想要站稳身子 已经是为时已晚 碰 在高跟鞋的几声凌乱作响之后 刘小燕直接摔倒在地 这一动静 也是吸引到了一楼大厅内不少人的注意 呃 那个 你没事吧 萧和问道 没 我没事 就是刚才脚下一滑 没有站稳 刘小燕在其身来 有些尴尬地拍了一下凌乱的衣裳 看着面前的刘小燕 萧和没有过多的在意 只是漠无关心地说了一句 这高跟鞋穿着确实有些不太方便 以后你可得注意点 听到萧和的话 刘小燕心中大喜 面前的这个男子虽然表面上对自己冷淡 但是心里终究是关心自己的 嗯嗯 我也觉得穿高跟鞋不怎么方便 我以后会注意的 刘小燕有些羞涩道 嗯 确实应该注意一点 萧和想了想到 你这穿着高跟鞋摔跤 声音不小 听起来怪吓人的 而且 这里又是办公场所 经常出现这种震动极大的声音 太影响大家办公了 我这既是为了你好 也是为了大家好 说完话后 萧和也就没再理会刘小燕 直接转身离去 周边不少围观的人群听到这话 也是不由的笑出了声 刘小燕也不是傻子 她怎么可能听不出来 萧和那是话中有话 故意说出来 嘲弄自己的 自己正明摆着 是阴沟里面翻船了 先前有多自信 现在就有多悲剧 看着周围众人 刘小燕也不好意思久留 只见她捂着脸 低头快速地朝着楼上跑去 这穿起来高条亮丽的高跟鞋 瞬间也就不香了 而另外 一边的萧和并没有在意身后的一切 对她来说 那刘小燕长相虽然不是极品 但是相对于大多数的女性来说 已经算得上是颇有姿色了 不过那女人身上的一股子坏心境 让她都感到非常的不自在 甚至有着一些反感 想把那些小心剂用在她的身上 那根本就是白费力气 从建业集团离开后 萧和准备去往就近了一家商场 顺便采购一些居家的生活用品 虽然俄领峰别墅内的设施设备 应有尽有 可是却并没有那些生活中 需要用到的餐食必须用品 自己既然居住在了那里 那这家中所需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肯定是必须要准备妥当的 花费了一个多小时 萧和去到商场中 把这些东西全都够被弃全 正当她准备驾车离去的时候 嘿 萧和 一道声音从身后响起 萧和转过头去 只见一道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前 你是 林兰 没错 是我 面前的林兰正是萧和的高中同学 两人不仅是高中同学 更是属于同村的老乡 不过这林兰的成绩不错 高考考入了物城大学 而萧和只是堪堪 考入了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 大学之后 又加上逐渐的步入社会 虽是同乡 但是也很少见面 真没想到 我们俩这么多年没见了 今天竟然会在物城的大街上相遇 林兰笑着道 对啊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我们这也算是挺有缘分的 这么些年没见 过得咋样 还行吧 萧和看了看时间 现在也差不多中午了 有时间没 我请你吃午饭 林兰点了点头 没问题啊 我本来也是趁着中午时间出来吃饭的 谁曾想还遇到了你 这么一位老同学了 那好 这附近有一家味道挺不错的中餐厅 我们就去那吧 很快 二人便来到了一家名为 约林阁的中餐厅 这家餐厅味道不错 环境也好 周边不少写字楼的公司领导层 再次聚会谈生意 这家中餐厅虽然不错 但是价格却是非常的昂贵 这一顿下来 恐怕工资都得吃点一大半 原本林兰是打算让萧和换一家的 毕竟老同学聚会 也用不着让萧和这么的破费 不过这里的消费虽然高 但是对于现在的萧和来说 也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这请老同学吃饭 也不能太寒酸了不是 两人走进去 找好位置坐下 再点完餐后 正准备聊天之时 咦 这不是萧和吗 真没想到 竟然我们能够在这里遇到 这道声音中 充满着一丝高傲和不屑 只见不远处 一名长相还算不错的年轻女子 正朝着萧和二人的位置走了过来 这名年轻女子 看着萧和的眼神中 毫不掩饰地 透露出一股子瞧不起 当萧和看读女子的一瞬间 便将其认了出来 黄爷 此女正是萧和 在大学时候的一个女同学 并且 此女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 那就是她前女友的好闺蜜 本来在大学时期 萧和与自己的女朋友关系 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这个黄燕 却是一个大嘴巴子 背地里面没少挑事 也真是拜此人的福 萧和与大学时期的女友分了手 黄燕目光打亮了一眼 萧和身旁的年轻女子 哟 萧和 你过得还挺不错的嘛 这和我们家小雅分手没几个月吧 这么快 就又找上一个新的女朋友了 说完话 黄燕还对着凌兰开口道 这位姑娘 我告诉你啊 这谈朋友之前 可一定要擦亮眼睛啊 这有的人表面上看起来挺不错的 可实际上穷到叮当响 别上当后 丢了钱才又失身啊 听着黄燕的话 萧和面色冰冷 对于这个女人 她可以说是 极其的厌恶 自己这来吃个饭 也能碰到这么个疯婆子来挑事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一旁的凌兰 听到黄燕的话 目光也是朝着萧和望了一眼 他们二人本就是同乡 而且又是高中三年的同学 对于萧和的为人 她可是非常了解的 这有没有钱不知道 但是萧和的人品 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在这时 一直被黄燕挽着手臂的 那个青年男子 也是开口说话了 萧和 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挺熟悉的 燕燕 她是不是就是你之前和我提起过的 你好闺蜜的那个穷酸钱男友 黄燕点点头 没错 就是她 青年男子看了看萧和 带着嘲讽的语气道 看起来长得还挺不错的 都这个年代了 长得帅 也不能当饭吃 这家伙居住在一个环境破旧的老式小区内 女人真要是跟了这样的一个家伙 那简直就是浪费青春 说到这 黄燕还目光柔和的 看了一眼自己身旁的青年男子 萧和 你看看 我男朋友 虽然年龄和你差不了多少 但是别人都已经创立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公司 并且那年收入都是几十上百万的 那像你啊 整天还为着那几千块钱的工资收入 低声下似的生活着 黄燕的话 每一句都是在嘲讽萧和的 仿佛从嘲讽萧和的话中 她能够获得极大的自豪和满足感 对于黄燕 萧和是一点都不想理会 俗话说得好 这狗咬了人 你人总不可能再去咬狗一口吧 林兰 这突然搞这么一出 着实是让你见笑了 要不我们换一桌吧 萧和看着林兰略带欠一道 本来是想请老同学吃个饭的 结果搞了这么一个意外出来 走吧 林兰点头道 就在两人准备离去的时候 黄燕突然上前拦住了二人的去路 黄燕 你想干嘛 萧和面色不悦道 这疯狗有些得寸进尺了 我想干嘛 黄燕笑了笑道 再怎么也是大学时期的熟人 我们这好不容易遇到了 再怎么也该续一续旧吧 续旧 萧和冷声道 不好意思 我没兴趣和一个喜欢满嘴喷喷的家伙叙旧 听到这话 黄燕顿时大怒 你个臭屌丝 竟然还敢骂我 黄燕说话间更是直接朝着萧和一巴掌扇去 可就在黄燕巴掌还没落下的时候 啪的一声 一道沉闷轰响的巴掌 抢先一步拍到了黄燕的身上 出手的人不是萧和 而是一旁的林兰 萧和也是一脸的意外 林兰 你这 看着对方意外的表情 林兰只是笑了笑 看着女人有些不爽 抱脾气上来后 没控制住 啊 作为高中同学家同乡 萧和自然清楚林兰的脾气 没想到 这都几年时间过去了 这家伙的性格 一点都没变 林兰这一巴掌 直接把黄燕给打梦了好一会 等到她反应过过来之后 难受的捂着自己的右边脸庞 你个臭婊子 你竟然敢打我 她发狂式的准备再次朝着林兰冲来 可是 人才刚到 却是又被扇了一巴掌 这次出手的不是林兰 而是萧和 黄燕连续被打了两个巴掌 而且还是一左一右 这下子 她虽然面色震怒 但是只能是在原地干看着 说什么也不敢再次上前了 自己打不过 她只能第一时间 求助身旁的那名青年男子 老公 你看 他们都欺负我 你可一定要替我讨回公道啊 黄燕怨恨地看着不远处的萧和及林兰 在大庭广众之下 受到如此的屈辱 她恨不得让两人去死 此时 黄燕身旁的这名青年男子 也是满脸的阴沉 虽然她只是和黄燕抱着玩一玩的心态 但是再怎么说 也是她的女人 面前的两人当着她的面 如此嚣张地欺负对方 显然是把她当成空气一般 丝毫不给其一点的面子 俗话说得好 这打狗还得看看她的主人呢 更何况还是一个女人 她可是我的女人 你们这样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青年男子冷声道 过分 萧和看着青年男子 脸色平淡道 我们在这好端端地坐着 是谁主动过来挑事的 现在倒好 挑事不成反被打 还倒是说起我们过分来了 听到萧和的话 青年男子只是冷笑了一声 我可不管你这些废话 既然敢打我的女人 那就必须给我道歉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萧和看了看青年 眼神中似乎在看待傻子的眼神一般 敢用这样的眼神对着我 好 很好 青年男子不可一世道 小子 你可知道我是谁 在这个悟成 还没几个人敢用这样的态度来对我 然后呢 萧和面色平淡地问道 这悟成那么大 谁有心事去管他是谁 说句夸张点的话 就算是悟成的首富站到他的面前 他也根本就认不出来 臭小子 你给我记住了 我姓陈 单名一个言字 青年爆出自己的名字后 一脸嚣张道 怎么样 在这悟成事 还没几个人不知道我沉言的 沉言 萧和看向了一旁的林兰 老同学 你认识他吗 林兰摇了摇头 不认识 不过看对方那嚣张的样子 看起来似乎有些厉害 虽然萧和二人不认识 但是来约灵阁吃饭的 可有些不少身份体面的公司高管人士 其中部分人在听到青年爆出来的名字后 面色不由的一愣 不会吧 这名青年 竟然就是陈炎 这陈炎的身份不可简单 难怪敢在这里这般嚣张 既然是得罪了这个家伙 那对男女 可是要遭殃了 在乌成事 可是有着不少的大家族企业 这个陈炎的父母 可都是生意厂上的 家中的公司资产 更是高达数千万元 虽然这个数值 在乌成事这样的地方 算不得什么 但是还有最为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 这个陈炎的舅舅 是建业集团的董事长尹南华 这建业集团 可是市值数议的大集团 有着这么一层关系 陈炎自然是走到哪里 都非常的嚣张 要知道 这尹南华对于陈炎这个外甥 可是非常喜欢的 若是招惹到此人 还也就等同于招惹到了尹南华 许多人看在建业集团 尹董事长的面子上 对于陈炎也只能是忍之诱忍 虽然不认识陈炎 但是从周围人的议论声中 萧和二人 怎么样 现在知道怕了吧 陈炎得意的看着萧和二人 在他看来 对方二人在知道他的身份之后 内心肯定是无比的惊恐 说实在的 在听到陈炎的身份之后 萧和确实是非常的意外 对于建业集团 他可是非常熟悉的 真没想到 自己才离开建业集团 竟然又这般有缘的 遇到了那位尹董事长的亲外甥 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 给我跪下来 并且狠狠的扇自己十个巴掌 然后再当着现场 所有人的面 给我大声的道歉 要不然 陈炎话还没说话 萧和直接插嘴道 要不然你想怎么样 怎么样 陈炎冷笑一声 若是不按照我说的做 那很简单 我可以找人逼着你们做 不过那样 可就要吃点苦头了 听到陈炎的话 现场了解的人 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意外 毕竟这陈炎 可是在圈子里面出了名的 赶得罪他的人 到后面都是 没有好果子吃的 在萧和身旁的林兰 也是面色有些担忧 他原本也是看着那黄燕太过蛮横 所以想着出手教训一下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对方的男朋友 竟然有着如此恐怕的背景 那可是建业集团 市值数议的大集团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抗衡得了的 萧和 我们干 没事的 这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就行 萧和原本以为 这陈炎是何等背景呢 建业集团 确实是一个大集团 不过嘛 凭着自己现在的身份 恐怕那个建业集团的尹小姐 对于自己不知名的身份背景 有着不小的忌惮 根本不敢拿自己怎么办 哈哈 你来处理 陈炎嚣张大笑道 就你这么的臭酸屌丝 简直是不知死活 我看你还不知道 建业集团是什么样的存在吧 就稍微吹口气出来 都能把你给蹦碎了 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给我滚过来道歉 要不然 一会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陈炎就这么看着萧和二人 不过在等了片刻之后 却是见到二人 根本没有任何的动静 他怒了 凭着自己的身份 对面二人 竟然敢直接将他给无视了 这是他绝对无法容忍的 既然不知死活 那可就怪不得我了 陈炎看着身后的两名保镖 直接右手一挥 给我狠狠地收拾一下那两个家伙 特别是那个姓萧的家伙 让他好好地尝一尝苦头 两个身材彪悍的保镖 朝着萧和二人走去 在大家看来 这是一场毫无争论的结局 等罪了陈炎这般背景强大的富家公子 萧和二人绝对会遭得很惨 见陈炎的那两名保镖 朝着他们靠近 萧和看了看身旁的林兰 他们两个势单力薄的 想要对付那两个 经受过专业训练的保镖 恐怕是毫无胜算 只能趁着中餐厅里面人多 先暂时躲避才行 就在萧和准备带着林兰跑路的时候 在中餐厅的门口出现了一道声响 你们给我助手 是一道女子发出来的声音 听到这话之后 现场所有人都把目光朝着声音 传出的方向看去 只见在中餐厅的门口 一名身着职业装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 当看清楚这名年轻女子的面容之后 现场不少人都是大为震惊 那先前还嚣张的不可一世的陈妍 也是微微一愣 姐 你怎么来了 来人正是剑业集团的总裁 那位给萧和送玉制品见面里的银雪燕 只见银雪燕走进人群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萧和 然后目光冷冷的看向陈妍 我怎么来了 银雪燕看着陈妍 冷声道 你这家伙的性子 能不能给我改改 整天在外惹是生非的 迟早得出事 姐 我 在银雪燕的身旁 先前还嚣张无比的陈妍 顿时间连个屁都不敢放 原本正准备对萧和二人出手的那两名保镖 也是站在原地 一脸恭敬的看着银雪燕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银雪燕迈着步子 缓缓地朝着萧和二人走去 这下子可有好戏看了 真没想到 竟然连建业集团的银总裁 也来到了现场 刚才那个青年在知道陈妍身份之后 可是并没有把建业集团放在眼里 现在这集团的银总裁都出现了 看他该如何应对 这银雪燕不仅仅在商场是出了名的 在生活中也是非常的高冷严厉 这小子恐怕要倒霉了 一旁的陈妍见到这一幕 看着萧和二人 眼神中也是透露出冷笑 虽然说他这个表姐 平时对他一向不怎么顺眼 但是在对待外人上 还是非常注重家族颜面的 姐 你可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家伙 刚才他可是 非常的嚣张 我爆出建业集团的名号 他都是一脸的不屑 我看这家伙 他肯定本没有把我们建业 这陈妍话还没有说完 直接被银雪燕给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你这臭小子 是想找死吗 这一巴掌 直接把陈妍给扇冷比了 不仅如此 周围的那些人也是惊呆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银雪燕怎么会突然间动怒般的 对着陈妍就扇去了一巴掌 就连萧和看到这么一愣 也是稍微愣了一下 这女人看起来不是挺温柔的吗 没想到竟然还隐藏着如此暴力的一面 那个 姐 你怎么突然打我 陈妍捂着自己的脸 然后指着前面的萧和说道 姐 你要打也应该打那边那个臭小子 打我干嘛 她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自己的表姐 怎么会这么突然的给自己来一巴掌了 先前是自己的马子被那一男一女给扇了两巴掌 而现在又换成了自己被亲表姐给扇了一巴掌 这到底是个什么事啊 我为什么要打你 银雪燕冷冷的看了一样陈妍 然后又迅速的伸出手 朝着对方另外一边脸庞打去 啪 接连着两巴掌 陈妍真的是冷了 要不是看在我那大姑的面子上 我真的是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你 银雪燕说完话 转头看向了不远处的萧和 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直接走上前一脸欠一道 萧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这个弟弟不懂事 希望你千万不要在意 等回去之后 我一定会狠狠地将其教训一顿 萧和看着银雪燕 微微一笑道 尹小姐 你这个弟弟 确实是该好好地教训一顿了 现在不教育 恐怕后面会更加地无法无天 萧先生说的对 银雪燕看了一眼委屈巴巴的陈妍 然后顺手将其拉到身前 还在那傻愣着干嘛 快给萧先生道歉 被银雪飞这么一喊 陈妍连忙对着萧和道 萧先生 对不起 刚才是我不对 希望您原谅我 虽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但是从自己表姐的态度来看 对方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她可是非常了解自己 这个表姐的性格为人 在对人对视上 可是极其高傲的 这一般的人 岂能让其有着这般的态度 萧和看了眼陈妍 淡淡地说道 看在银小姐的面子上 我就不再计较了 若是再有下次绝不轻柔 萧和看着银雪燕 对方都把态度放得如此低了 自己也就没有必要 揪着一个沉言不放 萧先生 我们正好也在约灵阁遇到了 要不我请你们吃个便饭 也算是为刚才的事情道个歉 事情作罢 银雪燕笑着开口道 萧和看了一眼林兰 开口道 等下次吧 这次我刚好 约了一个老同学聚会 若是有银雪燕参合进来 她倒是没什么 可林兰这位老同学在饭桌上 肯定会非常紧张的 银雪燕也明白 萧和话中的意思 只能是笑着道 那好吧 既然萧先生有约 那我们就改在下次吧 嗯 两人打了个招呼之后 便是各自去到了一处吃饭 等到众人众人陆续离去 现场就剩下陈妍和她的两个保镖 以及面色紧张的黄燕四人 老公 我 黄燕想要上前拉住陈妍的双臂 不过对方一个闪身 然后 啪的一声 在黄燕的右脸上 一个极其明显的巴掌印出现 特末的 你个臭女人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丢尽脸面 你给我记住了 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 要不然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陈妍说完话后 直接带着两名保镖迅速离去 老公 我 黄燕捂着脸 面如死灰的瘫坐在地 她万万没想到 萧和竟然会有着如此雄厚的背景 竟然连建业集团的尹总裁 也要对其客气有加 那陈妍 可是自己花费了好一番功夫 才勾搭上的 现在全完了 有了今天这一处事情 她永远也别想 再攀上物城市的上层圈子了 吃完午饭后 考虑到林兰下午还要上班 两人各自简单的聊了几句之后 便是各自离开 萧和驾驶着车 朝着柯万俄领峰别墅区驶去 在柯尼塞格万一刚 驶入到别墅区门口的时候 门口的几名保安整理妆容 齐齐地站着行了一个礼 也没有任何的信息核查 直接就给放心通过了 就在昨日 物业部的负责人 就已经给他们打了招呼 他们这些安保人员 自然清楚萧和的身份 这么一尊大老级的人物 他们自然是不敢得罪懈怠的 把车停到别墅内的专用停车位后 萧和把钱储存箱中的生活用品取出 然后按照物品的种类 整齐地摆放在别墅内的各个角落 偌大的一个别墅 萧和忙了 整整一个多小时才结束 在沙发上休息着 萧和也是由衷的感叹 这房子大了 也不是什么方便事 等到晚上十二点后 萧和拿出手机 点进无限秒杀软件中 潜力体质 功能饮料一瓶 无限秒杀价 188元 功能饮料 看到这突然刷新的物品 萧和有些摸不清头脑 这商店超市里面 可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功能饮料 这价格方面 也最多不过几元钱 怎么今天刷新的这件商品 看似如此普通 而且价格还极其的昂贵 他仔细的观察了一下 这瓶功能音量的瓶装样式 也就和外界出售的没什么两样 不过这体积大小上 却是比起一般的罐装可乐 还要小上一半 唯一让他感觉到 有着不同之处的 就是在瓶装上面的那几个特殊金色字体 潜力体质 难道说这瓶功能饮料 有着什么不同之处 萧和细细猜想着 因为无限秒杀软件中的物品 在未曾购买的情况下 是无法查询到有关具体信息的 既然是软件出品 那必数精品 不再犹豫 直接花费188元 将这瓶样貌特殊的功能饮料 一举拿下 选定商品 购买成功 商品发货中 请耐心等待 没过一会 那瓶功能饮料 出现在了萧和的手中 与此同时 有关于此物品的相关信息 也是传入到萧和的脑海之中 潜力体质 功能饮料 使用后可以帮助体质增强 并对其自身的潜力 进行极限开发 助 潜力开发为多样性 对人体的力量 敏捷 感官等等 都将拥有一定的作用 看完商品的介绍明细后 萧和顿时间明白过来 仅仅这么一小瓶功能饮料 绝对可以让它自身的综合素质 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不再犹豫 他直接扭开瓶盖 一股脑的将饮料灌入到口中 味道还挺不错的 看着瓶中一滴不剩的功能饮料 他满意的将空瓶丢入到一旁的垃圾桶中 就在下一秒 萧和只感觉自己的身躯内一阵火热 而且四肢及其大脑一阵胀痛感 这该不会有毒吧 还未等他多想 脑袋一片空白 瞬间给晕了过去 叮叮叮 一阵闹钟铃声响起 萧和从卧室的地板上清醒过来 怎么回事 萧和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他只是依稀地记得 昨晚自己喝完那瓶功能饮料之后 身体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之后 就给昏迷了过去 起身去到卧室旁的洗漱间 萧和照着镜子 突然发现自己的面色 有着一些轻微的变化 似乎 这样子又俊朗了几分 而且那皮肤比起先前 也是更加的健康白皙了一些 头上那原本稍稍有些泛黄的头发 也是变得更加的清幽黑亮 不仅如此 他还能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五感有了一定的提升 身体被棒 是功能饮料 萧和想都不想 就知道自己的这番变化 绝对是因为喝了那瓶功能饮料 起到的作用 他拿起一盘的玻璃杯 准备开始漱口 咔嚓 玻璃杯被萧和握入手中 这还只是稍稍用力 便见杯上竟然响起了丝丝裂缝 再一用力 碰 玻璃杯直接在萧和的手中破碎开来 我靠 自己这力量竟然变得那么变态 而且萧和敏锐地察觉到 自己的皮肤韧性似乎也变强了 那些玻璃锋利的玻璃碎渣 都不能在他的皮肤上留下痕迹 就凭他现在的身体素质 就算是面对他沉颜身边的那两名保镖 绝对也可以一拳一个 洗漱之后 萧和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临近中午了 刚好昨天买了一些家中必备的生活用品 他也可以在家中简单地做一顿午饭 准备起身去到厨房 叮咚 别墅大门的门铃声响起 萧先生 我是陈红 请问您在家吗 虽然还没开门 但是门外已经响起了陈红的询问声 他怎么会来的 萧和好奇地走到大门口 随后将门打开 当萧和出来的那一刻 陈红脸上充满了意外之色 这萧先生怎么突然有种不一样的感觉 似乎这人变得比之前更帅 更有气质了 令得他这个已是中年的女性 也有着一股心动之感 陈董经理 请问有什么事吗 萧和一说话 陈红瞬间清醒过来 只见他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绪 然后对着萧和开口道 萧先生 小姐已经在家中备好了午宴 让我来邀请您一序 尹小姐 萧和一想 应该是昨天中午 有关于陈妍的事情 那陈妍得罪了自己 尹雪燕又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警惕 在拿捏不准的情况下 想着以此次机会 来拉近一下彼此之间的关系 替我谢过尹小姐的好意 大家都是邻居 没必要这么客气的 萧和想要拒绝 说实话 他现在还是低调为主 与尹小姐这类人 还是少接触为好 萧先生 我家小姐说了 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家宴 并没有掺杂任何的商业元素 请您务必要来 见萧和准备拒绝 陈红继续开口道 好吧 容我考虑一下 萧和直接道 好的 萧先生 那我就不多打扰您了 等到陈红离去 萧和也是带过了大门 在尹家别墅内 情况如何 他会来吗 尹雪燕看着回来的陈红问道 陈红摇摇头 那位萧先生说要考虑一下 并没有直接答复 这样吗 尹雪燕想了想 吩咐厨师 一切照旧 我相信他会来的 好的 萧姐 我马上下去安排 虽然不知道 自家小姐从哪里来的自信 但是作为助理 他并没有多问哪怕一句话 在尹雪燕这边安排的同时 萧和这边 也是在家中稍作了一些准备 那尹雪燕 毕竟是自己的邻居 整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 而且 别人这诚意 也做得很明显了 他总不可能处处 显得自己太过高傲了 十余分钟后 萧和来到了隔壁尹雪燕 所居住的别墅 因为尹雪燕的吩咐 陈宏早已在别墅门口等候多时了 萧先生 我家小姐恭候您多时了 请里面请 见萧和到来 陈宏立即热情地将其迎进了别墅之内 此时 正在别墅一楼 客厅沙发上坐着的银雪燕 见萧和到来 立马放下手中的财经日报 直接迎了上去 萧先生 您来了 银雪燕笑着道 哦 听到对方的话 萧和好奇了 看了一眼对方 从对方的语气中 她感觉这个银雪燕似乎已经预料到 她一定会赴约一般 尹小姐就那么肯定 我一定会来 银雪燕看了看萧和 笑着道 来自于一个女人的直觉 女人的直觉 看来尹小姐这直觉还挺准的 萧和笑着道 只是运气好而已 让萧先生见笑了 银雪燕收敛起笑容 用着严谨的目光 看向萧和 在对方刚进门的时候 她就感觉到 对方与之前比起来 略有不同之处 更加的帅气 并且气质方面 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面容之上 虽然是一如既往的平淡表情 但是那眉宇间比起先前 更是包含着一股极其强烈的自信力 那深邃的眼神中 让她能明显地感受到 一股子嫉弱 这种形象 并非是普通人能够拥有的 就算是在物城市的 这些商界名流子弟中 她也不曾见过 谁能与之相提并论 这一改变 让银雪燕心中 更加肯定萧和身份的不一般 毕竟人有着一夜暴富的可能 但是气质这一块 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改变的 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培养和磨合 才能出现的 萧先生 我总感觉 你今天看起来有些不一样 银雪燕突然到 尹小姐 不知萧某看起来 有什么不一样吗 萧和看着银雪燕 与其温和 但眼神中透露出意味深长的淡淡微笑 啊 被萧和这么一看 银雪燕感觉自己的脸颊都有些红烫 一向处事平静的她 竟然在遇到面前这个男子的时候 还有着一股莫名的紧张 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银雪燕的变化 也是让得一旁的陈红也是心中一愣 她陪同在银雪燕的身边 也有着数年的光景 自家小姐对于男性一向是高冷态度 像今天这般的模样 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小姐 厨房那边已经把饭菜准备好了 陈红的这一声 直接把银雪燕的神色给拉动了回来 嗯 银雪燕回过神来 看着萧和道 哎 萧先生 您这边请 看着银雪燕 萧和笑了笑 尹小姐客气了 在银雪燕的带领下 萧和来到了一处独立的餐厅房 这个餐厅房有着五十平米大小 中间摆放着一个巨大的长条餐桌 左右两边各有一名服务人员 在餐厅上 清汤松茸 灌闷三宝鸭 法式菊蜗牛 金龙高鱼丸等等顶尖菜品 应有尽有 萧先生 这些菜品 是我派人去顶级大酒店聘请的主厨来做的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 听到银雪燕的话 萧和也是不得不感慨 这些有钱人生活的奢侈 如此多的名贵菜品 这要是以前 萧和是想都不敢想的 尹小姐 你有心了 这么多的菜品 完全足够了 那好 萧先生请坐 我们边吃边聊 随后 两人各自坐在长条餐桌的一边方向 这顿晚饭算得上是萧和从小到大以来 吃得最畅快的一顿 在饭桌上 银雪燕和萧和也只是聊着一些稀松平常的家常事 当然了 其中也夹杂着一些探听口风的事情 特别是有关于萧和身份的 没和银雪燕过多接触的时候 萧和还不是太了解 可是在一顿饭之后 萧和才发现 这个女人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特别是在两人的交谈之中 对方甚至是在不经意间 就有可能弄一个套子 把人给弄进去 还好萧和在喝完功能饮料之后 脑部以及言语方面 获得了一定的开发 以此才能在与银雪燕的交谈中 一次次的做出应急避险 等到吃完午宴后 萧和并没有过多的停留 直接和银雪燕简单说上几句话后 准备起身离去 尹小姐 感谢你的热情款待 萧和笑着道 萧先生哪里话 我们本就是静灵 这俗话说的话 远亲不如静灵 我们之间再往后 也应该多多交流才是 听到这话 萧和轻声一笑 这尹雪燕确实挺精明的 一句话就把两人的关系 给拉近了许多 尹小姐这话说的是 等下次有机会 萧某也一定回请 到时候我们再多多交流 萧和继续道 尹小姐 这时候也差不多了 萧某就先走了 好 那我送你 尹雪燕把萧和送到别人 别书大门口 尹小姐 请留步 萧先生 你慢走 看着萧和离去的背影 尹雪燕的眼神越发的沉重 陈红 从刚才的接触中 你从这个萧和的身上 察觉到了什么有用的线索 尹雪燕淡淡的说道 陈红眉头微皱 小姐 这个萧先生 我看不透 五燕中的所有对话 对方虽然有所回答 但是却把所有关键的问题 直接抛过 从中根本找不到 任何一丝有用的线索 确实不简单 萧雪燕轻声道 这个男人越让人看不透 他对齐悦是感兴趣 回到别墅之后 萧和端起一杯茶水 一饮而尽 他倒不是真的口渴了 而是在五燕上 与萧雪燕相处过程中 太烧脑了 要不是因为自己的各方面 感官反应能力 被功能饮料改造过 恐怕今天下午 真会遭了萧雪燕的道 在沙发上坐了一会之后 萧和起身 朝着洗漱间走去 在五燕上 喝了一些红酒 虽然量不多 但是身上的一丝酒气 还是让他感觉到一丝不舒服 等洗完澡出来 萧和正准备美美地睡上一觉 也就在这个时候 只见被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 却一直在响动个不停 萧和好奇地拿起手机一看 从大学的微裙聊中 无数的信息在跳动着 自从毕业以来 这个大学的班级专属聊天群 可以说是极其的安静 有时候连着一两个月 也不见里面会蹦出一条信息 萧和仔细查阅了一下其中的内容 发现大家之所以这么活跃 是因为大学同学刘洋 各位同学 我很快就要和未婚妻结婚了 同学们也许久未见了 大家都出来聚一聚吧 聚会的费用我出 聚会的地点还是在物城 等地点选定之后 我会把具体的位置发给大家 愿意来的都可以来玩一玩 看来这家伙是想着结婚之前 邀请一大帮同学 好好地聚一聚 结婚 关我什么事 萧和冷淡地说了一句 自己这个室友还是和以前一样 有这几个钱 就巴不得在所有人的面前都炫耀一圈 说起这个刘洋 他们两个之间 还并非是普通同学那么简单 两人在大学四年的时间里面 更是同一个寝室的室友 不过虽然是室友 但是二人的关系却并不好 甚至可以说是矛盾极大 刘洋家庭条件非常的不错 算是一个有钱的富二代 而萧和只是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 但是却长得非常的帅气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萧和在大学里面 可谓是非常的受欢迎 对于极度心极强的刘洋来说 看着萧和这么远 一个穷酸小子 时常压过他的风头 这心里面自然对其事怨气十足 看对方也很不爽 不过毕竟是同学兼室友 萧和也没有多说什么 还是在群里面 给对方很随意地发去了祝福 至于这个聚会 他可没什么兴趣去参加 刘老板 最近在哪里发财啊 不愧是大土豪 还是和以前一样豪爽 刘老板都已经结婚 恭喜恭喜啊 刘洋在群里这么一发 里面有不少同学 都纷纷出来发言相议 毕竟是白嫖 不吃白不吃 当然了 一些有自知之明的同学 还是一如既往的安静 在群里来个炮都没有梦 所谓的同学聚会 无非也就是互相攀比 又或者是抱着老同学之间 能否产生点艳遇而去的 真正的谈同学情谊 那基本是不存在的 萧和正准备退出群聊之时 却见刘洋突然爱特了一下自己 萧和 这么长的时间不见 聚会的时候 也一起来玩一玩 看到这条信息 群里的同学们 可都不再淡定了 大家相处四年之久 肯定也都了解 刘洋和萧和之间 不对付的关系 萧和长相帅气 当时可是受到了 班级不少女生的爱慕 也使得无数的男同学嫉妒 既然这刘洋都主动找上萧和了 那无数人瞬间便化身 成为了吃瓜群众 说实话 毕业那么久了 还真的好久没有看到我们的萧大帅哥了 萧大帅哥现在在干嘛 萧大帅哥肯定更加帅气 成熟了吧 发几张帅照出来 让我们大家伙瞧瞧 听着大家伙的话 萧和想了想 发了一道信息到群里边 同学们好久不见 我这段时间刚好失业呢 正处于家里蹲状态 聚会我就不去了 还得抓紧时间找工作过生活呢 萧和也没有说谎 自己这段时间才从建业集团离职 说是失业也没什么问题 而且也时常待在鹅岭峰的别墅内 正处于家里蹲状态 这刘洋不是喜欢在自己面前嚣张炫耀吗 这正好满足了他所期待想要见到的 听到萧和这么说 不仅仅是刘洋 班级里面的其他男生也开始起哄 不会吧 像萧大帅哥这样的人也会失业 不会是故意这样说出来骗我们的吧 就是 不说其他的 就光是萧大帅哥这副帅气的面庞 恐怕随便出去一趟 都会被好多富婆给看中带走 我看 这萧和肯定是已经发达了 不想再和我们这些老同学接触了 萧和 大家都是同学 这好不容易聚一次 怎么能不来呢 同学们纷纷在群里面围绕着萧和说道议论着 说实在的 在群里面发言的这些同学 萧和也清楚 基本没几个穷的 不少人都是乌城市的本地人 家里或多或少都有些小产业 再不记得 父母长辈也有留下来几套房产可以继承的 特别是这些年来 乌城市的房产价格一直在往上疯涨 随便一套市中心的房产 至少也得百万起步 这些家伙随便拉出来一个 那也是妥妥的百万资产小富豪 而像刘阳这样的富二代 父亲是搞工程的 而母亲也是一家财务公司的大会计 家里钱不说很多 但几千万肯定是有的 这些人在群里面说话 无非就是抱着看戏 或者借机嘲讽的事态来的 谁叫萧和在大学里面太过出众 引得无数女人关注 虽然女生的嫉妒心强 但是男人的嫉妒心也是非常的可怕 就在这个时候 先前安静的刘阳再次说话了 萧和 大家都是老同学 这次聚会也来玩一玩吧 你不是说失业了吗 我这里也有着一些人脉 不说给你介绍多好的工作 但月薪八九千 上万的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看到刘阳的这条信息 萧和冷淡的笑了笑 工作 就自己现在的情况 就刘阳介绍的工作 也能够入得了他的眼睛 不说多了 就光是自己现在 所居住的这一套别墅 恐怕刘阳把家里的所有资产拿出来 那也绝对是买不起的 本来萧和还准备拒绝的 不过现在 这刘阳都这样说了 反正他也没什么事 就不妨去一去 要知道 这刘阳可是出了名的话楼 当初在背后 没少说他坏话 若是这次不去 对方还不知道 会在自己背后 说些什么难听的话 好吧 既然大家都这样说了 那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等到聚会的那天 萧某必然会准时到场 在群里发完这段话后 萧和便退出了班级群聊 第二天凌晨 点开无限秒杀软件 萧和查看了一下其中的秒杀商品 全球顶级服装设计大师服饰 50套 无限秒杀价298元 看到今日的无限秒杀商品 萧和有些傻眼了 设计大师设计的服饰 还是整整50套 对于服饰 萧和并没有什么了解 毕竟他平时穿的这些衣物 也不过就是普通的店铺中购买来的 全身上下加起来 也不过就是几百块钱左右 像那些所谓的顶级服装大师设计的衣服 他在网上有着了解到一些 有些服装设计师非常出名 从他们手上设计产出的衣物 甚至可能是全球限量款的 一套衣服低点的也许几千几万 高点的可能十几万 甚至是百万起步 既然这50套服饰 是由全球顶级的服装设计大师出品 那想必价格肯定会极其的昂贵吧 而且按照他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豪车豪宅都已经有了 这身上穿着的衣服 最多也不过几百块钱 看起来确实是有些寒酸了一些 虽然手里面也不差钱了 但是看着那些价格昂贵的衣服 他总是舍不得去乱花 也许这也是大部分男人共有的特点 只要感觉衣柜里面 有几件可以穿上身的衣服 也就差不多可以了 用298元购买50件 全球顶尖设计师制作的服饰 真要算起来 也足够自己穿上的好几年了 肖和不再犹豫 直接选定了无限秒杀软件中的这个商品 选定商品购买成功 商品发货中请耐心等待 没过一会提示音响起 商品发送成功 已自动存入衣物间 听到这道声音 肖和起身去到卧室旁的衣物间内 只见原本空荡荡的衣物间里 不知道何时已经挂满了 无数套制作工艺顶级 且精美的各类服饰 而且令他惊喜的是 不仅仅是服饰 连同着还有着不少顶级品牌的鞋子 皮包 皮带等等物品 这样是多种多样 完全够他任意的搭配风格了 他也不打算去一件件的数了 只要是无限秒杀出品 那是多少件 绝对是不多不少的 还好别墅内的衣物间足够的大 要不然这些奖励多出来 自己还得找地方去 专门腾放才行 这一天的时间里面 肖和驾驶着科尼塞格万一 去到以前居住的那套老式出租屋内 将自己原有的东西全部装车送回到别墅内 至于原先和房东理解说好的房租 也是一个子不少的 全部结清 虽然现在居住的别墅里面不差东西 但是该是属于肖和自己的东西 他也不可能就这么舍弃 就在当天的晚上 大学同学刘洋 也是在班级群里面 发出了聚会的地点 在明天的下午五点半 地点就在NA区的南宾路的双子峰大酒店 这家酒店 可是物城市非常有名的一家五星级酒店 仅仅是吃一顿饭 最普通的都需要个五六千块 甚至烧好一些的都是上万起步 肖和也不得不佩服 刘洋这家伙 为了一个普通的同学聚会 还真是够舍得的 新的一天到来 肖和在衣物间内 找了几件还算不错的服饰 穿搭在身 然后手上再戴着一块精美的香钻星空手表 这块手表 是他在今天的无限秒杀商品中购买所得 百达斐利 被誉为当前世界上最贵的手表之一 官方网站售价高达三千万元 而且是全球限量十块 虽然官方售价高达三千万元 但是肖和在无限秒杀软件中 仅仅只花费了三百元就将其购得 等到穿搭好之后 肖和驾驶着科尼塞格万一 直接朝着南宾路的双子峰大酒店赶去 二十余分钟后 肖和进入到聚会所说的那个包间 其中已经坐着了十余名大学时期的同学 男生较多 女生稍少 不过大多都是单身居多 毕竟大多数结了婚的人 是很少会来参加这类聚会的 真要是聚会 谁会没事在班级群里面瞎嚷嚷 那肯定也是找上三五个大学时期 关系最为要好的同学朋友 当肖和进来的一瞬间 无数道目光朝其身上袭来 因为在别墅内专门穿搭了一番 肖和的整体气质和形象 比至先前也要更加的优秀不少 特别是那些女同学大多数都是单身 在肖和这么帅气的形象之下 顿着时间起哄声一片 不愧是肖大帅哥 比起之前更加帅气了 太帅了 真的是越看越喜欢 一些男同学见此情况 也是围了过来 肖和 真是看不出来啊 你小子混得还真是不错 先前还在群里面说失业了 就你这般模样 恐怕是故意说出来逗我们的吧 瞧瞧这模样 就算是失业了又如何 仅凭着这张帅气的脸庞 那也足够付过一生了 我感觉 若是肖和愿意 进军娱乐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了 有羡慕 那就自然有着嫉妒 同学聚会 更多的本来就是一场攀比炫耀的盛会 一些男同学瞧了瞧肖和的打扮 更是不经意间开始攀谈起来 然后再假一般的表现出 他们身上的名贵服饰标志 又或者是腰间 桌上摆放着的豪车钥匙 反正能够拿出来炫耀的 大家伙基本是想尽办法的露了个遍 对于这些 肖和倒是没有过多的在意 他身上穿搭的这些衣物品牌 那可全都是世界顶级设计师 亲自设计制作的 一般人根本就接触不到 也许在寻常人看来 那些所谓的路易威登 奈仙 艾玛斯 就是非常名贵的了 可是真要比起来 和肖和身上穿搭的这身比起来 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往往越是名贵的品牌 其物品本身的标识 是非常不明显的 毕竟那些制作明显的标识 是专门用来给人装傻充愣用的 真正的名流 根本不会搭配那些 风格太过明显的物件 不说多的 就光是肖和手上 配搭着的这款百搭斐力 Aspre If 就不是在场这些人 能够比得了的 就在这个时候 人群中的一位老同学 看着肖和手上戴着的手表 一脸的好奇 肖和 你手上戴着的这块手表 是什么牌子的 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话虽然这样说 但是从此人的脸上 却是不加掩饰的 透露出一股鄙视之色 不说其他的 这手表上能够镶嵌钻石的 那不是世界级的顶级名表 就是冒牌充面子用的假货 但要说是真的 那这样的手表 恐怕最次的都得几十万 甚至是上百万起步 而假的就便宜了 地摊货可能几十块钱 稍微好点的 百块左右也能够买到 看肖和穿着如此普通 两个品牌都没有的衣服 怎么可能买得起那种 价值至少几十万起步的名牌 以此来看 他手腕上戴着的这款名表 那具堆是假货无疑 至于上面镶嵌的钻石 多半也是那种 几块钱一包的人工制水钻 肖和健身旁的老同学这般询问 他只是看了看 自己手腕上戴着的手表 轻笑道 就是一块普通的手表 随便戴着装饰用的 听到肖和这话 那名老同学笑了笑 面色自豪地 将自己手腕上戴着的 那块卡地亚兰气球系列款名表 举起来晃了晃 周围众人一看到那块手表 纷纷震惊羡慕 我靠 卡亚地的蓝气球系列名表 这可得价值不少钱吧 一般般吧 也就十几万 十几万 老陈你这家伙果然是大土豪 周边这些男生 虽然嘴上是这么说 不过话却全都是 说给肖和听的 原因无二 就是因为肖和太过惹人注意 这在场女性同学的目光 都被这家伙给吸引住了 大家看着羡慕极度 对于在自己面前炫耀的这个老陈 肖和并没有说话 仅仅只是看着几人 自顾自的在那表演 十几万的卡亚地 他手上的这块手表 可是百达斐力 Aspre If 更是被誉为 当前世界上最贵的手表之一 光是官方的售价 就高达三千万元 而是是全球限量版的 就算是有钱 也不一定能够买到 这两者根本就没有比较性 看着肖和没有说话 这些人自然不会想到其他的 而是很自然的认为 肖和是感觉自己 带了一块假表 不再好意思说话 就在大家议论的时候 今天的正主刘阳 进入到了包房之内 在他的身边 是一名长相秀美的年轻女孩 当看到女子的一刹那 肖和愣住了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面前的这个女孩 她也认识 而且可以说是极其的熟悉 吴欣 她在大学校园时期 交往的第一任女友 想当初 她在和吴欣交往的时候 这刘阳对此女 也是有着好感 因此 更是在暗中 翘无声息地 挖着自己的墙角 虽然刘阳人 长得不如肖和帅气 但是奈何 对方比肖和钱多 这段时间过去 吴欣还真就被刘阳 在金钱的抛洒之下 给撬了过去 当然了 对于吴欣这种拜金女 肖和在认清本质之后 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早点分了也好 总比以后 给自己戴有颜色的帽子强 毕竟肖当初 肖和之所以答应 和吴欣交往 那全都是 看在对方热忱追求他的份上 要说是感情 那也仅此而已 各位老同学 大家好啊 敢进入到包间内 刘阳就热情地 主动给在场众位老同学 打着招呼 在大学的时候 这刘阳就是出了名的土豪 今天又宴请大家 来吴城市的 双子峰大酒店聚会 众人自然是热情地回应着 在场无数的单身女同学 看着刘阳 那眼神中 更是闪烁着光亮 若非是吴欣 这个刘阳的未婚妻在场 恐怕不少人 都想着上前来巴结 毕竟这刘阳在众人的眼中 可是有钱的主 自然都想要与之结交一份 刘老板 这一段时间不见 人都变帅不少啊 看今天这架势 刘大老板 肯定又是在哪发了大财吧 这看到我 真是好生羡慕 大家都是 一个学校出来的 看看别人刘大老板混得多好 现如今不仅有钱 而且还取得 如此美丽的娇妻回家 听到众人的话 刘阳心里 也是无比的高兴 他今天之所以 请众位老同学来聚会 那其一是为了庆祝结婚 其二不就是为了 在众人的面前 好生炫耀一番的吗 听到这些马屁声 面色也是极其的舒坦 而一旁的吴欣 跟在刘阳的身旁 那也是一脸的自豪 刘阳是自己的未婚夫 他也是备有面子 刘阳和众人交谈一会之后 直接把目光 放到了一旁的萧和身上 哟 这不是我们的萧大萧草吗 不愧是萧草 这一段时间不见 依旧是那般的帅气英俊啊 刘阳想到刚才几人的对话 更是笑着道 你们看看 刚才谁还说我帅呢 就凭我们萧大萧草在这站在 那最帅的 无疑是他才对 这话中的讽刺之意 根本就不用多想 论实际情况 这萧和确实比他帅 但是在现如今这个社会 帅又能够有着多大的用处 真正的上流社会 那看的是谁更有钱 这有钱才是老大 就萧和那样 连个工作都没有的家伙 恐怕还在为生活发愁吧 不过就在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仔细地打量了一眼萧和之后 发现对方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这个家伙怎么看起来 气质比起之前更胜了 而且这身上穿搭的服饰 看样子似乎比起他这一身 还要名贵一些 因为刘阳父亲从事工程建筑行业 而且近几年来发展的也越来越好 时常待他出入与不少上层的交际圈中 所以在眼界方面 刘阳自然要比包间内的其他老同学高尚不少 虽然不清楚萧和的服饰到底如何 但是凭着本能的直觉告诉他 对方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不过思虑一会之后 刘阳不再多想 虽然这萧和表面上看起来还行 但是在他看来 对方混得绝对没有他好就行了 来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面前的这位就是我的未婚妻 吴欣 刘阳转过头 正准备继续说话时 却见吴欣双目正紧紧的盯着萧和 自己的未婚妻竟然一直盯着自己最讨厌的人看 刘阳内心顿时冒出一团火气 这吴欣可是自己的老婆 当着包间内这么多人的面 去紧盯着萧和不放 自己这心里面肯定不是滋味 当初他为了从萧和手中撬走吴欣 可是花费了好一番功夫 现在这般眼神之下 分明就是对萧和还刘友情 若不是看在两个人已经结婚的份上 再加上现场那么多老同学看着 他非得给吴欣一点颜色看看 一旁的萧和在看到吴欣这般模样时 并没有任何过多的反应 虽然他和吴欣直接有着一段恋情 但是仅仅也只是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并且两人直接最多也就是一起散过步 而且还是那种顺路回寝室的路 真要说明白点 两人之间连个牵手这样的动作都没 就像对假情侣一般无二 论长相 吴欣长得不错 再怎么也算是斑花级别的 不过萧和在与其接触的过程中 发现这女人心机沉浮不小 论长期交往 根本就是不现实的 所以在发觉吴欣和刘洋二人 直接有着一些别样的关系之时 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直到说分手的时候 也是毫无犹豫 这时候也差不多了 人应该都到齐了 刘洋看着包间内的众人 笑着道 来 大家都被站着了 快找位置坐下吧 听见刘洋的话后 大家也是各自找好位置坐好 因为刚才的时候 吴欣也发觉自己有些失态了 不过 想到他和刘洋都已经结婚扯证了 想来对于自己刚才的失态 并不会有多大的意见 至于萧和 回想起以前对他那种 漠不关心的态度 这心里面还是有着不小恨意的 很快 包间里面的这张大圆桌 就坐满了人 因为刘洋是正常宴会的主人 也就自然而然的 坐在了包间的主位之上 陆陆续续的 酒店的菜品也是上到了桌上 其中山珍海味不少 虽然说不是最为顶级的五星级食材 但是相比之下 也是足够不错的了 一群人吃着饭 中间刘洋还专门点了几瓶红酒 和不错的茅台酒 光是这酒水上 就差不多又是上万的费用花出去 大家吃好喝好 要是不够 继续点就是了 刘洋一副大老板的模样 吃了一会饭菜之后 突然有人举起酒杯道 来 让我们大家共同举杯 以感谢刘大老板的盛情邀请 话一说完 大家都是站起身来 同一时间举起了自己面前的酒杯 因为有些女孩子不怎么喝酒 所以她们则是选择用果汁之类的代替 不过令众人意外的是 在一旁安静的萧和 举起的酒杯中 竟然装着的也是果汁 这是什么情况 别人女孩子喝果汁也就算了 你萧和一个大老爷们 竟然也喝起果汁来了 萧和 你这是什么个情况 我们这男人之间 不是应该喝酒的吗 有人发出质疑道 萧和笑了笑 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 所以少喝酒为好 她本来就不怎么喝酒 在面前这些虚伪的大学同学 自然也应付一下就行了 不过听到萧和这话 在场的部分人可就不干了 本来就是聚会图个高兴的 你一个人在这里假装清高 这任谁都会非常的不爽 萧和 我看你这身体挺好的啊 这喝点酒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吧 就是 这美酒包之百病 你稍微喝点 反而好得更快一些 喝吧 可别让大家伙 都因为你在这干等着 见周围人起哄 原本安静坐着的刘洋眼中 突然闪过一丝邪笑 萧和 你这点酒都喝不得 该不会是因为绑上富婆之后 身体太虚受不了导致的吧 我记得当初在大学里面 可是有人传出过 你步行之内的言论 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呢 刘洋这话一出 在场众人瞬间想到了 大学时期的一些 有关于萧和的言论 听刘老板这么一说 我突然间想起来了 似乎真有这么个传闻 没错 我也想起来了 当初不只是谁 传出过萧和布局这件事情 而且 突然 有人把目光放到了 坐在刘洋身旁的吴欣身上 当初这吴欣和萧和 有过一段恋情 这件事情 在场不少人都是知道的 而且 但是吴欣似乎还说过一些 让人大跌眼界的事情 那就是在两人恋爱的 那段时间里面 根本就连手都没有牵过 算是顶着一个情侣的名义 相处成稍微熟悉点的陌生人一般 这吴欣不说绝美 但是再怎么说 也算是一个美女了 可是就这么一个女孩子 萧和在其与相处的时候 竟然对其没有丝毫的兴趣 连小手的懒得牵一下 这不免就让众人有些起疑了 难道说 真的如同刘洋所说的 这萧和不行 吴欣作为萧和的前女友 而现在 刘洋又和吴欣成为了夫妻 他们私底下很可能有过一些交流 对此 刘洋说的话 自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见众人望向自己 萧和也是微微一愣 对于刘洋所说的话 他也是有些出乎意料 不过细细一想 他又发现了 隐藏在其中的一些问题 原本他还是猜想 这刘洋硬是要拉着他 来参加这个同学聚会 是为了什么 不过听到对方说这话的时候 他突然明白过来 自己当初虽然和吴欣交往过一段时间 但是两人连牵手都没有的事情 仅仅只是流言 并没有得到众人的认可 但是现在经过饭桌上面这么一起哄 大家肯定心里都对自己产生了想法 那就是刘洋所说的布局 这事情得到众人的认可之后 那也就侧方面的反映出无心的清白 证明他刘洋确的老婆是清白之躯 这一方面能够羞辱他 另一方面又能够证明自己老婆的清白 这种事情简直是一举两得 在萧和看来 就算是没有举杯这件事情 这刘洋也会去找其他的方式来借题发挥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 萧和心中笑了笑 与无心交往 他从中也或多或少的知道对方的一些情况 对方表面上看起来单纯 对爱情充满了执念 但是私底下却并非如此 而萧和之所以在与无心交往的那段时间里面 连对方的手都没有牵一下 这也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 当然了 萧和之所以愿意和无心交往 也只不过是因为对方一直在纠缠着自己 有时候甚至都在男生寝室来赌门了 为了不给自己添麻烦 他也只能是无奈的接受对方的追求 就算是无心的个人生活很正常 他们时间一到 同样只会走到分手那一步 萧和看了眼一旁默不作声的无心 大家都是同学 而且此女又已经是刘洋的未婚妻 为了顾及二人的面子 她还是没有当面将这件事情给揭穿 萧和 这件事情该不会是真的吧 有人看着萧和毫不掩饰的当面问道 萧和只是坐在一旁笑了笑 对于这件事情 显然是不想做出任何多余的解释 这解释就是掩饰 像现在这种情况 她说再多也没什么意义 何必与这群家伙计较那么多 难道她还得在现场 找个女同学来表演一番 另一面 无数老同学带着期待的眼神 看着萧和 见对方没有丝毫的解释 显然是从心里面接受了这个现实 男同学们在看向萧和的时候 眼中透露出一种嫌弃 而女同学看萧和事 却是表现出了一种惋惜的表情 谁能够知道 这萧和人长得那么帅 结果却只是中看不中用 在刘阳身旁坐着的吴欣 见到包间内这一幕 内心也是不由的大喜 当初萧和与她分手 那可是丝毫不带犹豫的 最为主要的是 作为一个美女 那自尊心也是非常在意的 两人交往的这段时间里面 不管她如何的主动 对方别说是进行深入交流了 就连简单的小手都没牵过 那对于她来说 可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现在萧和不说话 显然心里是非常的憋屈 对方这样子表现 她的心里面才会更加的舒心 吴欣现在是得意 但是她永远也想不到的是 虽然表面上装到的清纯少女的模样 但是萧和对于她的真实情况 知道的一清二楚 没过一会 在大家讨论了一下有关于萧和不举的事情之后 众人的话题也是转移到了其他上面 虽然大家都是同一个大学 同一个班级的 但是现在都已经毕业出社会了 以后能够在外面再遇到的可能性并没有多少 没必要把时间全部放在一个往后的陌生人身上 在一个多小时以后 当众人共同举杯 饮下杯中的酒水之后 也标志着今天的这场同学聚会正式结束 所有让你中 那无疑是刘阳最为幸福开心的 饭桌之上 她不仅仅是转了脸面 还把萧和借机给羞辱了一遍 最为主要的是 她证明了自己未婚妻的清白 走出包间 萧和朝着卫生间的位置走去 而这一幕正好也被同样离开包间的刘阳看到 我先去个洗手间 刘阳对着身旁的吴欣打了一个招呼之后 迅速地跟上了去洗手间的萧和 萧和走进洗手间内 刘阳就站在洗手台前 假装碰巧相遇 等到萧和方便完 来到洗手台后 刘阳冷笑道 萧和 你没有想到吧 我既然会和吴欣结婚 是不是感觉到非常的意外 意外 萧和笑着道 我为什么会感觉到意外 当初刘阳和吴欣在一起的时候 他并没有任何的意外 他和吴欣之间根本就没有半点的感情 这刘阳既然喜欢 那追了去也无妨 这反倒还算是提前给他解决了麻烦 看着一旁满是得意的刘阳 再想到吴欣私底下那乱七八糟的生活 萧和都不知道是应该恭喜对方 还是可怜对方 花费了那么大的劲 追到一个这样的女人 真的是好吗 在萧和看来 以刘阳自身的条件 想要找到一个比吴欣更好的女孩 也并没有多困难 也许当初正是因为当初在校园时期 刘阳对自己心中的那骨子恨意 让得他在追求吴欣的事情上 极其的上心 看着萧和那莫无反应的样子 刘阳冷哼一声 萧和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难受 这大家都是男人 你就别让我面前假装这些了 在刘阳看来 萧和的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后悔 现在做出这般表情 无非就是不想在自己面前失态 害怕自己对其进行嘲讽罢了 而且结合之前在班级群里面 萧和所说的那些话 刘阳对其更是瞧不起 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家伙 有什么能够和他争女人了 萧和身上这些看似非常不错的服饰 在他看来也多半就是去讨好那个富婆得来的而已 两个人之间 他可以搂着无心那样的美女度日 而只能靠着出面S相 一次来讨好那些上了年纪的丑陋富婆 想到这些 他的心情别提有多爽了 看在我们大学同学 室友的份上 我还是要对你和无心说一声恭喜 希望你们能够白头偕老下去 萧和说完话 转身准备离去 不过刘阳健壮 非但没有让路 然而是上前将萧和的去路 给硬生生的挡住了 麻烦你让一让 萧和沉声道 刘阳不为所动 然后有些得意的弯身上前道 萧和 我还真的要好好地感谢你 你没有去碰他 让我真正完整地得到了他 嗯 听到刘阳这话 萧和也是微微一愣 刘阳竟然说自己得到了完整的无心 这怎么可能 刘阳不清楚无心 但是他可是非常清楚这个女人的 虽然对方装的是一副纯情样 但是在和他交往之前 就已经交往过了不少的男朋友 而且似乎还都那个过 就这种情况之下 这刘阳怎么可能完整地得到了无心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稍稍一想 他就突然间明白过来 就凭现在的高科技医学技术 一个女孩子 想要修复成原装模样的时候 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想到这些 萧和顿时间笑了起来 看来这刘阳还真是够可怜的 被无心耍得团团转 自己还认为是转了一半 看着萧和在一旁突然间笑了起来 刘阳顿时间有些摸不清头脑 难道是这家伙 听到自己得到了完整的无心 一瞬间无比后悔 更是脑子傻了不成 萧和 你傻笑什么 刘阳问道 没怎么 我只是听到你刚才说的话 打心底里面在恭喜你 萧和笑着道 恭喜我 说起来 我还得好好地谢谢你才是 若是你当初对无心做些什么 那我 刘阳话还没说完 萧和突然开口道 你知道吗 当初我和无心交往的时候 对方就已经不是完整之身了 而你在和他交往的时候 竟然还能够得到对方的完整之身 我除了佩服 已经是无话可说了 此话一出 原本还嚣张得意的刘阳 瞬间呆住了 他不是傻子 萧和说出这话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了对方话中的意思 他与无心交往 那是在萧和之后的 而现在按照萧和的话来看 这无心在与对方交往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了完整的身子 那他又是如何能够得到完整的无心呢 想到自己刚才在饭桌上面说的话 他似乎明白了一些 对方之所以不想碰无心 很有可能就是知道 无心过去的那些黑历史 所以对于这样的女人不屑于顾 但是想归想 刘阳并没有把萧和的话当成事实 萧和 你真当我是傻子不成 我看你就是因为没有得到无心 故意这样说出来激我的 绝对是这样的 见刘阳还是这般执迷不悟 萧和只能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刘阳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 我们好歹也是同学室友 虽然两人之间有些看不对眼 但是对于我的品性 你应该还是有所了解的吧 我有必要为了故意骗你 而说出这样的话来吗 萧和之所以和刘阳说 那妖多 也是看在对方和自己再怎么说 也是四年室友的份上 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恩怨 说起来 不过就是因为极度而产生的一些执念而已 他不是那种小度饥长的人 也不像刘阳这般斤斤计较 站在洗手间门口的刘阳 目光紧紧地盯着萧和看了一眼 对方说得不错 两人虽然不是什么朋友 但是也在同一个寝室相处了四年之久 对于双方的品性方面 不说绝对的了解 但还是能够知晓一二的 这萧和做事情也是很有原则的 在说话做事方面 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说谎骗人 更何况 像这种诋毁他人清白的事情 那更是不会胡乱说出口的 刘阳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那吴欣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单纯 萧和说完话后 也不再理会刘阳 直接从对方的身绕了过去 洗手间内 只剩下刘阳一个人呆呆地愣在原地 原来 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自己细心呵护的女人 一直都在欺骗自己 想到当初他和吴欣在第一次的时候 对方那种娇羞 难受的模样 特么的 都是骗人的 原本还以为 可是趁此机会 好好地羞辱一下萧和 结果到头来 反倒是自己头上多了不知道多少顶带颜色的帽子 啪 刘阳一巴掌 直接拍到了自己的脸上 无心的女人 竟然这般欺骗他 离婚 必须得离婚 从洗手间离开之后 萧和一路上静止走出了双子峰大酒店 去到酒店外的露天停车场内 哟 是萧和呀 你家住呢 要不要我捎上你一段 萧和朝着传出声音的那边方向一看 这说话的男人 真是先前在酒店内炫耀自己卡压地名表的那个陈道 不用了 我自己开了车来的 萧和淡淡地说道 老陈 看吧 你这当笑话了不是 既然萧和这人都来到了停车场 那别人肯定是有车的 你这简直是多此一举了 围在陈道身旁的另外两名男同学笑着打趣道 陈道无奈地耸耸肩道 我这不是才买了一脸奔驰一级吗 想着也可以多带你们几个老同学兜兜风 说话之时 陈道还得意地拍了拍自己面前 这辆崭新的奔驰一三百 萧和 有没有兴趣 要不要乘给我带你去多一拳 萧和默不作声 奔驰一三百 虽然光是从样子上看不出是哪一款 但是就凭这款车里面 最高售价也不过就是五十万左右 真要比起来 和他的科尼塞格旺一 恐怕差距有些大吧 他的科尼塞格旺一 可以全球限量版 这售价更是高达上一元 这陈道的奔驰一三百 就值科尼塞格旺一的一个轮胎价而已 都疯就不用了 你们去吧 我还赶着回家呢 萧和平静地说了句 直接朝着停车场内部走出 切 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家伙 装什么装 陈道看着萧和离去的背影 冷横道 还真以为自己长得有点帅 就了不起了 一旁的两名同学见状 也是笑着打句道 我说老陈 你和萧和那样的家伙 生什么气啊 完全没必要 就是 那家伙长得帅 有什么用 你们难道忘了刚才刘洋的话了 那家伙布局啊 就算是再帅也没用 就算是能泡到再多的妹子 也只能是干看着 听这话 陈道立马笑了起来 你说的没错 就是一个布局的家伙而已 一会等小倩 他们几个女同学来了 我们今晚好好的玩玩 萧和去到露天停车场内部 驾驶着科尼塞格 朝着出口驶去 与此同时 陈道三人 也是等到了刚才 他们口中的那个小倩 和另外两名女同学 既然都已经来了 那我们就走吧 陈道三人分别开着两辆车 正准备载着另外三女 离去的时候 超跑的声音陡然出现 然后一连顶级超跑 出现在了几人的面前 我靠 这是科尼塞格万一 好像还真是 这可是全球顶级超跑 听说售价更是高达上亿 真没想到 今天在这里遇到了 这样的顶级超跑 那可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 就在几人惊讶之时 科尼塞格停了下来 车窗移动了下来 萧和的面容 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几位老同学 我就先走了 你们慢慢玩 轰隆 在众人的目视之下 萧和就这么驾驶着 科尼塞格万一 迅速离去 都疯 陈道的脸被打得生疼 别人萧和的车 可是价值上亿的顶级超跑 而自己这几十万的奔驰一级 两者有比较的可能性吗 哼 有辆豪车了不起啊 那家伙不顶用 还不是只能干看着 陈道只能说着这种心理话 以此来平复自己的心情 参加完同学聚会 当萧和回到峨岭峰别墅时 已经是晚上九点过 去洗漱间洗漱完之后 萧和便静静地躺到床上 等着凌晨十二点的到来 硬将玉小区房产证五十套 无限秒杀价五百八十八元 五十套房产证 萧和看看软件上方 显示的那个小区名字 硬将玉 对于这个小区 他可谓是非常的了解 之前在老师小区居住的时候 他每天去到建业集团上班 那都是要从这个名叫 硬将玉的小区经过 这是一栋修建不久的高档小区 其房价在整个物城市 也是属于第一梯队的 以前还幻想着自己何时 才能够买得起这样的高端小区 可现如今 自己不仅拥有了 而且还是一次性 获得了整整五十套 以那里一套三百万左右的房产价格来看 自己手中拥有的五十套房产 那就相当于间接性的 获得了一亿五千万的固定资产 萧和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花费五百八十八元 将这五十套硬将玉的房产收入囊中 商品已送达 没过一会 在萧和的床檐边 突然出现一个黑色的大包裹 没有多少 直接用手将面前的黑色大包裹撕开 毫不意外 里面是两大叠厚厚的红色房产证 萧和拿出最上面的一本 翻开看了看里面的内容 小区 印江玉 房产编号 A区移动一杠一 户主 萧和 萧和激动的从侧面将大包裹打开 仔细的清点了一下 房产证刚好五十本 五百八十八元 换购价值一亿五千万的房产 这简直是绝了 天底下恐怕除了自己以外 还没有谁能够做出 此等高利润的生意吧 看着面前的这些房产证 萧和的心中已经有了合适的打算 照目前自己的情况来看 居住肯定是在俄岭峰别墅区的 那这五十套房产就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是出售 要么就是出租 趁着明天一早 自己先去印江玉好好地看看 至于这五十套房产证 萧和也找不到合适的东西装着 就先让其放在原本的那个黑色大包裹之内 第二天一早 萧和吃完早餐之后 把装着五十套房产证的黑色包裹 放入到柯尼塞格的前置储物箱后 驾车朝着印江玉走去 半个小时之后 萧和来到了印江玉 门口的保安没有任何的检查 直接就打开小区门 将萧和驾驶的柯尼塞格万一给放了进去 能够开得起这种顶级豪车的 身份自然是不用怀疑的 既然是要租房或者是卖房 那最为可靠的 还是印江玉内的物业 自己只需要将这五十套房产 交到物业的手中 委托他们来出租或者出售管理就行了 来到印江玉的物业管理中心 萧和将超跑停在了一旁的车位上 这人刚一下车 物业管理中心内部便走来一名工作人员 这位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物业工作人员说话的语气非常的恭敬 这可是开着超跑过来的 身份肯定不一般 而且 这物业部门和小区的销售部也是有联系的 若是能够借此机会找到一个优质客户 到时候推荐到销售部 有购房交易产生 他们这些物业的工作人员也是可以得到相应提成的 萧和直接道 你们这里可以进行房屋的租赁委托吗 租赁委托 物业的工作人员笑着道 先生 我们物业中心可以进行租赁委托 您是准备出租房屋吗 萧和点点头 没错 我要出租房屋 这名接待萧和的工作人员眼中有股失望之色 虽然房产租赁和房产出售都可以拿到相应的提成 但是很明显这租赁能够得到的提成非常的稀少 和销售根本就不能比的 先生 因为我们这里是物业管理中心 所以房屋的租赁流程必须要提供相应的房屋产权证才行 您这边有准备吗 物业的工作人员细心说道 像印江域这样的高端小区 物业对于各方面的工作管理流程都是非常严谨的 提供房产证 就是为了防止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中介商 对楼盘房屋进行二次转租 以此在其中获得中间利润 房产证我带了 你等我一下 随后 萧和打开克尼赛格万一的前置储物箱 将装有50套房产证的大包裹 直接拿了出来 一箱 先生 这里面装着的全是印江域的房产证 看着地上的大包裹 物业的工作人员眼中充满了震惊 他从业那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一次性的拿出如此多的房产证 看这个大包裹的高度 其中装着的房产证数量 怕是有着几十本之多吧 没错 里面一共有50本房产证 全是我今天要委托你们帮我代为出租的 萧和说道 原本他是打算把这50套房屋全部卖出去的 不过现在物城市的房价是一天比一天高 而且他现在也不差钱用 若是现在就卖出去 那价格方面略有吃亏 所以想了想 还是先委托物业方面的工种人员代为租赁 等到后面价格方面稳定后再进行出售 萧和此话一出 物业的工作人员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看了看萧和 突然道 请问您是萧先生吗 在昨日 他就听上级领导说过 某一位萧姓的老板 将他们印疆域的A区移动的整栋房产全部买下 并且还特意嘱咐他们相关的工作人员 若是这位萧姓老板到来 必须对其进行好生接待 真没想到 自己运气会那么好 竟然把这位萧老板给遇到了 而且对方看上去年龄不大 还非常的帅气 我姓萧 但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萧先生 有什么问题吗 萧和看着面前突然神呆呆的女工作人员 出声问道 没 没问题 这名女工作人员连忙回过神来 一脸紧张的看着萧和 萧先生 您这边请 女工作人员迅速的上前 结果装满房产证的大包裹 然后在前面细心的为萧和带路 进入到物业中心大厅 女工作人员带着萧和来到贵宾区捎作 萧先生 请您稍等一下 我现在就去请物业部门的领导过来 像萧和这样的大业主 可不是他一个普通的物业工作人员能够接待得了的 必须让物业中心的领导赶来才行 说完后 女工作人员迅速离去 几分钟后 一名身穿白色衬衫的中年男子 慌慌张张的来到贵宾区 看到萧和的位置后 迅速的朝起走来 萧先生 您好 我是印江玉物业中心的总经理 我的名字叫刘裕成 刘裕成在介绍自己的同时 也是从兜里面拿出了一张名片 恭敬的递到了萧和的手中 萧和礼貌的结果 看了一下其中的明信 姓名刘裕成 职务 物业总经理 物业中心的总经理 亲自赶来迎接 看来对待自己 这个业主还挺隆重的 刘经理 您好 萧先生 我代表物业中心 对您的到来 表示最为热烈的欢迎 刘裕成说话的同时 目光也是朝着 放在桌上的那一箱房产 阵望去 他也是昨日 听销售部门的同事说 印江玉的A区一栋新楼盘 被一名神秘的萧姓先生 给拿下了 并且还是一次幸福的全款 我的个乖乖 这位萧先生 还真是个大土豪 那可是整整五十套房产 总价值一亿多 竟然眼睛都不眨的 就给买了 再无成是 能够一口气拿出 一数的资金 来购买五十套房产 那可是极少的 就凭这一点 这位萧先生的身份 就非同一般 萧先生 我已经吩咐人 准备了蛋糕点心 我们一起去办公室内 边吃边聊 刘裕成一脸笑一道 那就麻烦刘经理了 萧和笑着回道 不麻烦 不麻烦 为业主服务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刘裕成说着 抢先一步 替萧和报起那一箱子房产证 然后一脸羡昧的带着萧和 朝着自己的办公室内走去 让物业中心的总经理 如此热情的服务 这印江域内的业主中 恐怕也就只有萧和这么一个人了 来到办公室 刘裕成招呼萧和坐下 然后亲自为其准备好糕点饮品 萧先生 我听小刘说 您这次来 是要委托我们物业中心 代位替您租赁房屋的吗 刘裕成问道 这可是五十套房屋 按照印江域的房租价格 这一套至少也得五千起步 而且还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要是这单能够接下来 那从中的提成也是巨大的 最为主要的是 还能够结识到 像萧和这样的大佬级人物 没错 萧和点头道 我这次来 是准备把这五十套房屋 全部租赁出去的 交给外人不放心 让你们物业中心代为租赁 我也放心一些 刘裕成回道 萧先生 既然您选择了我们物业中心 那您大可放心 我们这里的租赁服务 保证各方面都让您满意 嗯 那就交给你们来处理吧 刘裕成再次问道 萧先生 请您说一下房屋租赁方面的相关要求 我们也好按照您预期的价格和出租方式 来进行租赁工作 萧和想了想 自己也只是大致了解印江域的房价而已 对其这里的房租价格之内的 根本就是一无所知 毕竟凭着他先前的条件 就那老式小区的房租都交得够呛的了 哪还敢看向印江域这样的高端小区啊 刘经理 这租赁方面的工作 你们更熟悉 就按照你们的来办吧 听萧和这样说 刘裕成大喜 这物业中心代为租赁房屋 最怕遇到的 就是那种喜欢较劲难缠的业主 像萧和这般爽快的 他们的工作也更好展开 萧先生 按照我们印江域本身 以集周边的房租价格来看 房租均价在四千到六千之间浮动 若是想要尽快出租 那价格调整在五千最为合适 当然了 我们印江域的房屋资源 在周边是最为抢手的 设置六千的价格也是完全可行的 不过这出租效率方面 就要稍微慢一些了 并且 您所持有的A区移动 属于精装修房屋 租户可以拎包入住 这是极大的一个优势 刘裕成说完话 在一旁静静地等候着萧和的回复 那就按照五千的价格来出售吧 在萧和看来 这房屋空着 可是一点收益都不会有的 用一个合适的价格出租出去 那才可以让利益最大化 就给您按照五千的租赁价格来进行出租 至于这房屋的租金收缴形式 您决定如何 刘裕成继续问道 租金收缴 就按照负一压一的模式吧 像印江域这样的高端小区 若是租金收缴形式放低一些 那出租效率也会高尚不少 好 那我就按照萧先生所说的形式 来进行房屋租赁 不过这出租价格中 我们物业方面 将要提房屋租金总额的5% 对于这方面 不知道您这边能够接受吗 5% 按照一套房屋5000每月的价格来看 这一个月的租赁手续费 就是250元 对于这些价格 萧和还是能够接受的 我这边没意见 就按照你说的办吧 只要物业这边 能够把房屋合适的租出去就行了 其他的他也不想多管 要知道 就算一套房屋提了250元的手续费 那还有着4500元 50套房一个月的租金总和 就是20多万 一年下来就接近300万 自己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要安静的收钱就行了 刘玉成心中一喜 按照一套房屋5%的费用来提成 那50套房屋一个月可就是1万多的提点 一年下来就是10多万 这笔费用可都是他们物业中心的净利润 除去手底下的员工提成 他自己一个月也能够多出五六千的利润 那是绝对不亏的 在之后 租赁房屋相关的事情协商完后 便是一一核对萧和所带来的那50套房产证 萧先生 手续都已经办理完成 感谢您对我们物业中心的信任 好 这房租租赁的事情就有劳流经理费心了 签完合同之后 两人握了握手 萧和也不多留 直接拿着那50套房产证 迅速的驾车离去 萧和驾驶着科尼赛格旺 移去到印江玉小区外的一处面馆 一辆顶级豪车突然出现在这种地方 那自然是尹德周边不少人侧目相望 这谁啊 开着这么帅气的超跑来吃街边小面 看着这车恐怕得几十来万吧 几十来万来个车轮胎 兄弟 你也太没见识了吧 这可是科尼赛格旺一 市场售价高达一个亿 我靠 上亿的超跑 这威武吊炸天啊 萧和从驾驶做出来 没有理会周边人的目光 直接朝着一旁的那家小面馆走去 老板 给我来三两小面 多放点辣椒 好了 小面馆的老板 看了看萧和 也不浪费时间 迅速的吩咐厨房 开始煮面 他刚才可是看着眼前的这名青年男子 驾驶着一辆超跑 停到了面馆门口的 听周边人议论 那可是价值上亿的顶级超跑 这种爷来他的铺子里面吃面 那可是一个不错的好招牌 萧和扫完付款码之后 一个人默默的找了一张桌子坐下 有时候富人的山珍海味吃多了 时不时的吃点 这种地摊小面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十余分钟后 萧和心满意足的从小面铺子里走了出来 爽 满足的打了一个宝格 萧和便迈着步子朝车子走去 可就在这时候 抓贼啊 抢劫了 不远处的一条街道上 一名穿着修身长裙的年轻女孩 正在边跑边喊 在他的前面十来米处 一名长相凶狠 身材魁梧的男子左手手 抓着一个小胯包 右手握着一把锋利的短刀 正在疯狂地逃窜着 因为这个点已经是临近中午 而且附近距离主干道也比较远 并没有多少行人在此 就算有一些行人想要出手帮忙 但是在看到男子 那凶狠的长相 以及手上的那把短刀 也是不敢上前阻拦 毕竟这行侠仗义之前 也得看看自己 有没有那个实力才行 抓贼啊 长群女子拼命地追赶着 可是他一个弱女子 怎么可能追得上 那名持刀的凶狠贼人 萧和也是主要到了这边的情况 抢劫 他二话不说 直接抄着进路 朝那名掌相凶狠的贼人 堵了过去 很快 在一个拐角处 萧和抢先一步 堵到了对方的前头 把包放下 萧和看着贼人 冷声道 小子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要不然这一会颗小命 都保不住 这明面色凶狠的贼人 轰了晃手中的短刀 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若是萧和敢拦住他的去路 那他肯定是不会客气的 萧和没有理会 那名凶狠贼人健壮 也不敢过多的停留 毕竟身后 已经有不少人 朝着他这边追来 要是被抓住 可就全完了 你自己找死 看就怪不得我了 这名凶狠贼人 也不废话 拿着短刀 就朝着萧和的方向冲来 在他看来 就萧和这般体格 根本就阻拦不了他分口 去死吧 凶狠贼人 拿着锋利的刀尖 朝着萧和刺去 不过 就在下一秒 萧和徒手抓住了 那名凶狠贼人的手臂 抓住对方的手 向下一扭 然后再猛地用力一捏 啊 刚才还嚣张到 不可一世的凶狠贼人 痛苦哀嚎地捂住 自己的右手 矛头小贼 还很嚣张 萧和趁此机会 迅速地 将落在地上的短刀踢开 再一脚把男子 给踢出了一两米远的距离 后面赶来的那些个好心群众 也是迅速地上前 把被踢到在地的凶狠贼人 给联手控制住 萧和捡起地上的那个小包 然后目光 朝着那名 被众人控制住的凶狠贼人 看了一眼 这家伙 还真是够心狠手辣的 先前那一刀 可是朝着他心窝子的地方刺去 还好他先前喝了 无限秒杀软件中 获得的那瓶功能饮料 这身体素质方面 被改造增强过 要不然可没那么容易制服 助对方 小子 你给我等着 以后别让我带住你 否则我一定要你好看 那名凶狠贼人 还恶狠狠地看着萧和说道 萧和淡淡地说道 给我好看 你感觉自己还能有机会吗 啊 我的包 之前那名长裙女子也是 气喘吁吁地赶到了现场 萧和见状 把手中的胯包递给了女孩 给你 以后可得住一点 谢谢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那名女孩一脸感激到 萧和摆了摆手 他看了看眼前的这个女孩 长相还算不错 身上穿着一双略带高跟的黑鞋 看着势单力薄的样子 难免会受到贼人的注意 莫过一会 相关的JC也是赶到了现场 在将那名贼人控住之后 来到了萧和 以及女子的身前 两位 我们是九龙区的治安人员 请跟我们一同回去协助 登记一下相关信息 嗯 好 女孩点点头 萧和虽说有些无奈 但毕竟是自己出手 制服了贼人 这不去也不行 与治安队的工作人员 商量之后 他驾驶着车 一路缓缓地 跟在治安队的车后 朝着九龙治安所赶去 这还没过出租武士套房的喜悦中 回过神来 就这么出乎意料地 进到了治安所 这确实让萧和有些无语 等到一切事情处理完 萧和出来的时候 已经快下午一点钟了 刚驾车来到治安所外 与正公路的拐角连接处 他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正是自己先前 出手帮助的那名年轻女孩 看对方的样子 似乎在拦出租车 既然都已经帮了一次 再帮一次 也无所谓 萧和驱车来到对方的面前 然后摇下车窗 唐玲 上车吧 我刚好顺路带你回去 唐玲 正是刚才萧和帮忙 抢回胯包的那个女孩 是你 唐玲看了看发现是萧和 面色有些不好意思 这不好吧 也太麻烦你了 先前对方帮助自己抓贼人 最后又把人弄来 治安队待了一段时间 他心里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上车吧 反正都是顺路 没什么麻布麻烦的 萧和直接道 那就谢谢你了 唐玲也不再坚持 直接坐上了车 是把你送到刚才 我们来时的那个路口吗 车里 萧和开口问道 嗯 就送到那里就行了 唐玲看了眼萧和 有些紧张的点点头 他先前因为追贼人 没注意那么多 现在才发现 刚才帮自己的青年 竟然长得还不赖 而且看对方这车 身份也很不一般 这一路上 萧和专心的开着车 并没有多说一句话 而一旁的唐玲 也是稍有腼腆的 呆坐在一旁 嘟嘟嘟 唐玲的手机 铃声响起 喂 只听见电话那头 传出来一道 非常不悦的泼辣声 唐玲 房间里面的这些东西 你到底多久搬走 要是再这样下去 我可就直接 给你扔出去了 刘阿姨 你可不可以 在最后宽限我一天 我明天之内 一定找好新的地方搬走 唐玲言语中担忧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回 好 那我就再给你 最后一天的期限 要是明天还没有搬走 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嘟嘟嘟 听着声音 很显然 对方已经是挂断了电话 唐玲放下手机 有些垂头丧气的 呆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怎么了 要搬家 刚才的电话声 萧和也是依稀听到一些 所以便有些好奇道 唐玲看了看萧和 无奈的叹了一口气道 嗯 房东要把房子卖了 催着我早点搬家 是这么回事啊 萧和淡淡的说道 我看你先前那个地段 也有着不少的房屋可以租赁 大不了就重新租一间吗 唉 唐玲看了眼萧和 但是并没有说话 而是继续面色愁淡的 坐在位置上 见对方不说 萧和也没有多问 毕竟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打算 十分钟不到 萧和把车开到了之前 停着的那个路口 唐玲正准备下车 不过眼神中 却是有些犹豫 终于 他似乎决定了什么 抬起头看向一旁的萧和道 那个 今天谢谢你 帮我抢回了包 我请你吃个饭吧 也当做是感谢你的出手相助 萧和笑了笑 吃饭就不用了吧 今天帮你的 可不止我一个人 只不过是我碰巧赶在了大家之前 可是 唐玲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萧和继续道 真的不用那么客气 帮你一个女孩子也是应该的 况且 我现在也不怎么饿 咕噜 就在萧和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肚子 很显然是发出了一声抗议 萧和 唐玲则是在一旁无嘴偷笑 看来你的肚子 比你更加的诚实 在南宾路的一家 烤鱼铺子内 萧和面色尴尬的 看着坐在自己面前的唐玲 别急 你可以慢慢吃的 没人和你抢 看着唐玲那一顿 憨吃哈账的样子 萧和都有些怀疑 这妞倒是是请她吃饭 还是专门让她来做陪的 这足足有四斤多的鱼 除了萧和挑动的那几筷子以外 其他的基本都被唐玲给收拾干净 终于 在经过一顿狼吞虎咽之后 唐玲满意的打了一个宝格 吃的好饱啊 唐玲拍了拍肚子 见萧和一脸惊奇的看着 有些不好意思道 那个 这烤鱼味道不错 我太久没吃了 所以 没事 我能理解 萧和一副无所谓的样 那你等我一下 我去结个账 唐玲正准备站起身来 萧和直接将其叫住 不用结了 这钱我已经付过了 啊 唐玲看着萧和 对于萧和付账的行为 有些不满 我之前不是都说了吗 这顿饭我来请的 你怎么悄悄的 就去把钱几付了呢 没事的 就是一顿饭钱 这是谁付不是付呢 你要是介意 等以后再请我吃一顿就行了 在吃饭的时候 萧和也和唐玲 简单的聊了一会天 对唐玲他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丫头 根本就是一个典型的天然呆 当然了 这也不是说唐玲是傻 相反 对方是华国名校毕业的高材生 唯一不足的 就是情商太低 原本是物诚一家 大型企业的总经理助理 本来按照他的学历 只要平稳的度过了实习期后 那工作上的发展和待遇 肯定是不会低的 但是这傻子 在公司的一次高层会议上 当着众多公司高层的面 毫不留情地说出了直接上司 也就是总经理工作中的 某些吃亏空的行径 结果毫无意外 那名总经理 被象征性地责罚了一下 而唐玲 就只能是乖乖地卷铺盖走人 听到唐玲的光荣事迹 萧和也是不得不佩服 这牛真够呆的 从公司处理那名总经理的态度上 就可以看出 公司的内部领导层 肯定是层层操作的 社区举报了 那不是得罪了公司的众多高层领导吗 也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唐玲不仅被原本的那家公司辞退 更是在同领域的其他公司一样 没人敢录用它 开玩笑呢 作为助理去举报自己的直属领导 这种人哪个领导敢用 等着对方到时候 也反手给自己来一波检举 你房子的事情有着落了吗 萧和可是听到对方说 房东催着搬家 所以便随口问了一句 暂时还没 唐玲摇头道 本来今天就是出门找房子的 可是却遇到了打劫这么一回事 这一整天的时间也全都浪费了 有计划租赁那个区域的房屋吗 说不定我能够帮到你 对于唐玲这个女孩 萧和仿佛想到了 自己当初在建业集团 被林涛故意打压的样子 不过两者一比 虽然唐玲有些呆傻 但是萧和自认为 对方确实比她强 能够为了心中的那种正义初心 在这个社会 已经非常难得了 我暂时也没有想好 要租哪里的房子 这段时间里面 唐玲一边在看工作 一边又在找合适的租房 身处的环境可以说是很难 连这一个多月没有工作 她的存款基本都快花光了 虽然房东那里 因为卖房补偿了她一些违约金 但是想要在租房的同时 又保证自己短期之内的生活开支 那可不是一般的难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 硬将域物业中心的联系电话 我正好在哪里有部分房屋 要出租 你可以打电话过去问问 萧和说着 直接给唐玲念了一串电话号码 记下手机号码之后 唐玲突然到 硬将域 你说的该不会是个 石平路街到附近的 硬将域小区吧 没错 就是那栋 萧和点点头 不行 不行 那硬将域的房租 起步价都要五千多 以我现在的条件 根本就租不起 萧和笑着道 这个你可以放心 我回头给物业中心打电话说一下 你房租等后面不搅也行 当然了 我之所以这样做 也只是看在你时尚的份上 若是等到一个月之后 还是没办法交付房租 那我也就只能收回房屋了 萧和这样做 也就是单纯的想着帮唐玲一把 但是也只是帮他们一时而已 吃过烤鱼之后 萧和本来是打算 顺路把唐玲送回到对方出租屋的 不过 唐玲今晚打算去闺蜜家过一晚 所以 萧和也就没有多留 直接朝着濱江路的停车库走去 把车取出后 萧和驾驶着 柯尼塞格万一驶入冰江大道 刚开出去没多久 就见唐玲一个人 孤零零的走在 冰江路一旁的人行道上 这傻妞 不会是要走路回去吧 刚才萧和可是和唐玲聊过 对方说 是要回归蜜家 这冰江路 根本就没有什么公交车 距离最近的公交车站 都有差不多近两公里的路程 这傻妞 该不会是想着走路过去吧 她可是知道 对方现在经济压力紧张 凭着对方那骨子侄女静 还真说不准 都多 萧和把车开到人行道边 连续暗动了 几声喇叭 唐玲听见声音转过头来 萧和把车窗滑动下来 上车吧 我送你去附近的车站 不用了 我刚才吃得太撑 准备走路消化消化 唐玲回道 你确定 既然这样 萧和也不废话 直接驾车离去 看着驶过的车尾 唐玲眼珠子晃动 今天萧和不仅帮他抓了贼人 而且还请他吃了顿烤鱼 就连在租房方面都给他提供了帮助 他不是那种娇收妄议的女子 对方给了他如此多的帮助 这使得他更加的不好意思 哟 这不是我们那产间除恶的唐大助理吗 一道尖酸刻薄的声音 传入到唐玲的耳中 抬头一瞧 唐玲这才发现 几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旁 刘玲 是你吗 眼前的这几个人 正是唐玲之前公司的同事 不过唐玲当初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助理 而眼前的这几名女子 都是属于后勤文员之内的岗位 唐大助理 你这是怎么了 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干嘛 刘玲带着戏血嘴角问道 大公司内部的环境 就如同一个小社会般的存在 像唐玲这种高学历 而且人又长得高挑美丽的 在公司内有人喜欢 自然就有人妒忌 面前像刘玲这类的人 那对于唐玲自然是属于妒忌的 你们挡住我的路了 麻烦你让一让 唐玲微微皱眉道 当初他因为举报总经理 吃回扣的事情被辞退后 向刘玲为首的这些人 可没少对他落井下石 现在自己都已经离开公司了 没想到在这还能碰到这些人 而且看这些人的样子 明显是想接自己开涮的 唐玲 你这话说的可就有些不对了 刘玲淡淡的说道 大家好歹也是同事一场 好不容易碰到一起 这么着也得留下来叙叙旧吧 同事 不好意思 我没那个兴致 唐玲说着 准备从一旁绕过几人 别走啊 就是 我们大家好不容易遇到了 现在这时候也不早了 怎么着也得一起聚聚吃个饭吧 对了 我听人说 因为你的光荣事迹 现在行业内可以说 没有公司愿意用你 没了收入 你生活应该会很吃紧吧 生活吃紧怕啥 刘玲看了一眼唐玲 笑着道 凭着我们唐大助理的资本 那有的是人愿意出钱养他 哎呀 我倒是突然忘记了 以你这高风亮节的性格 恐怕还不屑于被男人养着吧 毕竟像如今的时代发展 真要是找不到工作 就算是去做一个外卖小哥 那也同样可以养活自己的 唐大助理 我说的应该没错吧 听到刘玲 以及其他几女的义润声 唐玲虽然生气 但是也只能是强忍着不发火 说吧 只要你们开心就好 想用这些话来故意激怒我 想的倒挺美好的 唐玲看了眼刘玲 平静道 不好意思 我赶时间 你们慢慢聊 别走啊 我们话都还没说完呢 见唐玲要走 刘玲几女又直接围了上来 好狗不挡到 唐玲说道 你说谁是狗呢 唐玲 你之前确实让我们好生羡慕 不过你再看看现在的自己 连个工作都找不到 恐怕用不了多久 连吃喝用度都是个问题了吧 真要说狗 我看你才真的是狗 还是一条即将无家可归的丧家之犬 说完话 几女虽然看着唐玲笑了起来 真没想到 你们这些女孩子都起嘴来 还真是够厉害的 路边 萧和从科尼塞格万一上走了下来 萧和 你怎么回来了 唐玲明明记得自己 亲眼看到萧和驾车离开的 他有些好奇 对方怎么这时候 又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而一旁的琉玲几女 看着出现的萧和 那眼角更是泛起了点点桃花 哇 好帅的小哥哥 他刚才可是从那辆超跑上下来的呢 真的是又帅又有钱 妥妥的高富帅啊 是心动的感觉 那先前还嚣张的刘玲 更是一转刚才的态度 直接做出一副温柔可人的模样 这小哥哥太帅了 而且还那么有钱 既然遇到了 那自己一定得抓住机会 小哥哥 你好 刘玲看着萧和 有些娇羞的打着招呼道 不过对此 萧和看都没有看一眼 直接把目光看向唐玲 你的朋友 不是 是以前公司的同事 唐玲低声说道 哦 原来是同事啊 这唐玲性子如此直 再加上本就比较出众的长相 不想被人极度动满 同事之间落井下石的可是不熟 他虽然只是依稀地 听到了几个最近的谈话 但是从几人的关系和态度上面来看 也能够知道个大概了 萧和看了眼刘玲几女 小哥哥 我们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 说话的同时 刘玲都已经把二维码给亮了出来 看着对方这一副嘴脸 萧和甚至都有种恶心的感觉 面前的刘玲 就和她先前在剑业集团遇到的那个刘晓燕一般 对于这类屈炎附势的女人 她都非常的反感 况且 那刘晓燕比之面前的刘玲资本更胜 那样的女的她都难得看上眼 更别说普通的刘玲了 不好意思 我家了 你怕晚上做噩梦 说完话后 萧和看了眼唐玲 走吧 上车 唐玲没有说话 只是乖乖的跟在萧和的身后坐上了车 很快 两人消失在己女的视线之下 萧和就这么当着己女的面 非常直接的带着唐玲离去 刘玲念叨着刚才萧和口中的话 顿时间恼怒起来 害怕晚上做噩梦 这话里的意思 不就是在说她长得丑吗 一旁的己女也是 回想着刚才那句话 她们皆是把目光扫向了一旁处着的刘玲 嘴上也是或多或少的露出一些笑容 笑 你们再笑 小心我对你们不客气 刘玲冷哼一声 唐玲这臭女人还好意思装清纯呢 要不是今天被我们撞见 可都把大家伙给蒙在鼓里 自己见了豪车帅哥 不一样是奋不顾身的主动往上扑 经过刚才的那一幕 刘玲认定了 唐玲以前那清纯的形象就是装的 要不然刚才那个开豪车的帅哥 为什么会主动站起来提唐玲解围 不过 想到刚才那辆豪车 又看到萧和那帅气的模样 他心里那是一个极度 他甚至在极度 若是坐上那辆豪车的是他自己 那该多好啊 另一边 萧和驾驶着科尼塞格湾一 再问了一下唐玲闺蜜家地址的时候 静止朝着目的地开去 怎么了 先前吃烤鱼的时候不还在夸夸气谈吗 怎么这才好意会不见 就变得安安静静的了 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唐玲 萧和淡淡的说道 我 唐玲看了看萧和 低声道 刚才的事情 谢谢你替我出来解围 无意间 他知道自己又欠了面前 这个男人一个人情 我说你啊 刚才若是好好的 让我带你一程 哪里用得着搞这么一出事情出来 萧和说道 你的性子太直了 不管是在职场还是生活中 人际交往上面 要懂得学会变通 像你这样 可是不行的 其实我在之前 我在职场上 也有过与你类似的经历 听到萧和这话 唐玲好奇的转头望向了对方 你也检举过上司吃回扣的事情 检举倒是没有 不过被压榨倒是事实 萧和回道 被压榨 唐玲问道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我呀 和那家伙大吵了一架 然后离职了 哦 听到这话 唐玲并没有任何的好奇 毕竟能够开得起豪华超跑 又能够在印江域那样的高端住宅小区 拥有不少房产的人 就算是不上班 也是丝毫不用担心的 对方就算是辞职也无所谓 毕竟像这一类人 工资收入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其实 唐玲也可以选择一个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 本就身材高挑 而且还是 华国顶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 虽然性子方面有些值 但是也有着无数优秀的追求者 只不过 相对于前者那种可以少奋斗多年的生活选择 唐玲选择了后者 父辈人都说 女孩子用不着太过优秀的履历 只需要找到一个好夫家 做好相夫教子的工作就行 不过像唐玲这样的人 她非常独立 肯定不愿意坐着依靠他人的附属生活 一路上 萧和与唐玲有一搭梅一塔的聊着 很快 萧和就驾车来到了唐玲闺蜜家住的地方 到了 今天的事 谢谢你了 唐玲说完话 推开出门走了下去 犹豫之下 转身对着萧和 做了一个挥手再见的动作 然后转身朝着居民楼内走去 唐玲 车上的萧和突然出声 将其叫住 嗯 唐玲好奇的转头看了一下 只见萧和淡淡的说道 这人没有过不去的看 你还年轻 又那么优秀 只要稍微调整 一下自己的处事方法 下一份工作绝对也不差 至少 我是这样认为的 谢谢你 萧和 唐玲笑着道 这么多年以来 他还是第一次得到 除了父母亲人以外 第一个陌生人 如此真诚的鼓励 走了 拜 萧和关上车窗 驾驶着 柯尼塞格万一 扬长而去 唐玲看着车辆离去的方向 在原地冷了一会 才重新迈着步子 朝着楼梯口走去 唐玲来到位于居民楼五楼 闺蜜的家门口 咚咚咚 明明 帮我开一下门 唐玲在紧闭的房门前 开口喊道 没过一会 大门被打开 一名长相秀丽的年轻女孩子 探出了脑袋 小玲 你这上来的也太快了吧 都不陪陪送你回来的 那个白马王子 你怎么知道的 唐玲好奇道 你猜我怎么知道的 于敏回复道 唐玲想了想 突然道 哦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刚才在阳台上 偷窥我 于敏露出 洁白整齐的牙齿道 什么叫我偷窥你啊 我刚才碰巧在阳台上收衣服 然后发现 楼下有个人和你很像 所以就顺势确定了一下 结果没想到 还真的是你 你可真行啊 我们闺蜜一场 你还一直骗我单身 于敏接着道 快给我说说看 你们两都交往多久了 又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有没有 停停停 你给我打住 唐玲双手合十 做了一个打住的动作 我和他之间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们都只是今天才认识的 别人送我回来 也是碰巧顺路的 唐玲开口解释道 你猜我信不信 于敏若有所思道 我才不管你信不信呢 唐玲进门换了双拖鞋 然后说道 你是不知道 我今天可是耗费了不少的精力 得早点躺到床上休息休息 什么 小玲 你该不会是为了钱 去做出些什么 出卖自己的事情吧 想到自己闺蜜 已经失业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经济上面也是属于快要揭不开锅的内心 于敏顿时内心拔凉拔凉的 他越想越担心 脑海中也是开始了一阵脑补 唐玲一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 不过看到自己闺蜜那般模样 立马是明白过来 臭明明 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呢 我们都认识多少年了 在你心里 我真的是那种为了钱不择手段的女孩吗 你难道不是于敏确认道 当然不是 我说的耗费精力 是因为今天找房子和工作的事情 哎 反正今天发生的事情比较多 我一时半会也和你说不清楚 等我先去洗漱完 到时候再慢慢的和你说 等洗完澡后 唐玲和闺蜜于敏两人斜靠在床头 小玲 快和我说说 你今天都遇到了什么事 还有啊 你又是怎么和送你回来的那个高副帅认识的 于敏在一旁瞪大眼睛 有着好奇的表情看着唐玲 明明 我真是服了你了 你这也太八卦了吧 唐玲看着面前的闺蜜 有些无奈的说出了 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 从自己被贼人抢包 然后萧和又是如何帮助他夺回胯包 再到两人一起去吃饭 还有在遇到以前的同事时 对方替他解围的一系列事情 原来是怎么一回事啊 听着唐玲的话 于敏也是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我说你怎么不抓住机会呢 这么一个高副帅 而且还给人那么强的安全感 凭着你的资本 两人之间说不定还真能发生点什么事情出来 你看我像是那样的人吗 唐玲回到 于敏看了看唐玲 用手摸了摸下巴 做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模样道 像 但是又不像 虽然我是你闺蜜 但又不是你肚子里面的蛔虫 我怎么会清楚的知道呢 万一你心里面想 只是装作不好意思呢 唐玲 我看你是故意找打的吧 行了 行了 我刚才是在逗你呢 看着唐玲那认真的样子 于敏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作为唐玲的闺蜜 而且两人自从大学开始就是好朋友 对于双方自然有着非常熟悉的认知 不过啊 我听你这么说起来 感觉那个帅哥还挺靠谱的 若是真可以 你不妨去和别人多接触接触 就算是不成 那也少不了你一块肉不是 算了吧 像他那样的 肯定身边有着不少优秀的女孩子 我还是别去自讨媒去了 说实在话 对于萧和他 还是有着一些兴趣的 不过从先前两人的接触来看 这萧和的身份肯定不一般 他在对方的面前 真是没有什么信心 哎 看你吧 于敏也知道自己这个闺蜜的性格 这话稍稍说一会也就行了 对了 你工作的事情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 我看了不少的公司 不过对方在知道我的身份信息之后 基本都是直接拒绝了 连个面试的机会都没给哥 一想到自己的工作 唐玲就有些无奈 你这能怪谁 谁让你当初这么直接的 当着那么多人公司领导的面 直言举报自己的上司 那个公司知道了 敢要你 于敏看着自己那一根筋的闺蜜 有些想要抡起拳头 狠狠地对着她的脑袋敲打一番 那脑袋瓜子里面 恐怕是装的猪食料吧 要不然 怎么会做出这等蠢事 既然我是公司的员工 拿着公司发给自己的薪水 难道遇见那样的事情 还能不管不顾吗 唐玲仰着脖子 看着头顶上的天花板 露出了一声叹息 真是服了你了 要是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把目标放低一些 物城市的公司可不在少数 那些大公司不要你 但是那些中小型的企业 并不一定会这样 以你的能力 我相信他们还是会要的 于敏关心道 我也有过这样的打算 不过去到小公司 那我实现报复理想的机会 可就更加的渺茫了 在唐玲看来 只有进入到大公司 自己才能有所收获 若是去到那些中小型企业 简直和混迹度日没什么两样 听到唐玲的话 于敏有些恨铁不成钢 你说说你 都这个时候了 还谈什么人生理想的 现在首先要做的 就是有稳定的收入 想办法让自己 在这残酷的现实中 存活下来 才是根本 知道了 知道了 好好的一个闺蜜 硬是感觉你想我妈一样 整天念叨叨的 唐玲嘟着嘴道 切 有些人想要当我女儿 我还不认呢 于敏见唐玲没有说话 立马放缓脸色 笑着道 好了 凭着我们俩的关系 就算你没有工作 那还不是有我吗 大不了你就在我这 我来养你 等你以后找到工作了 再把我养回来 这才像是我的好闺蜜 该说的话嘛 唐玲从床头边拿出手机 认真道 我先不和你说了 马上又快要到周末了 我得抓紧时间看看 有什么合适的工作没 我们一起看 这关键时候 也好给你参考参考 说话间 两女目光朝着手机上聚集 另外一边 萧和送完唐玲 回到鹅岭峰别墅的时候 都已经是晚上了 洗过澡后 她准备美美的睡上一觉 嘟嘟嘟 就在这个时候 手机铃声响起 咦 老妈的电话 萧和拨通手机 说道 妈 都这么晚了 你怎么突然间 想起来和我打电话了 儿子 你妈我今天陆续收到 好几笔银行的转账通知 这是你在给家里面汇钱吗 听到老妈这么说 萧和这才想起来 今天再和刘玉成 制定应将育的房屋租赁合同时 她填了两张收款的银行卡信息 一张是她自己的 还有一张是自己老妈的 自己出门在外 总不可能把老家的父母给忘记了 所以便想着 通过这样的方式 每个月给老家的父母 会去一部分钱 又怕因为会回去的钱多 让父母担心 所以 她只是画出了十套房产租赁金归到老妈的 那张银行卡上 这样每个月四五万块钱的收入 也不会让父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疑虑 正好合适 妈 那钱是我会回来的 萧和回道 儿子 你会那么多钱回来干嘛 我和你爸在老家都上着班的 也用不着那么多钱 再说了 你一个人在花钱的地方可不少 留着用处也更大一些 无论何时 这最关心孩子的永远都是父母 萧和笑着道 妈 我前些日子里 在与朋友合伙做点小生意 这每个月赚的钱也不少 完全够用了 倒是你和老爸 两个人在家多住一些身体 该花的花 该吃的吃 不要舍不得钱 行吧 我和你爸也不用这些钱 就都先给你存着 对了儿子 上次张阿姨给你介绍的那个相亲对象 谈得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 萧和的老妈突然开口问道 一听这话 萧和想到 之前自己那段短暂的相亲 也是非常的无语 为了不让这类事情再次发生 萧和直接把上次与陈欣相亲时 所发生的一切 都毫无保留地告知了父母 几分钟后 在电话那边的父母 也是知道了 整个相亲现场发生的事情 这张翠岚都给我儿子介绍的 是些什么人啊 先前还和我说 那女孩这好那好的 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品 儿子 你放心 等找时间 我一定好好地去找那张翠岚说道说道 敢坑我儿子 我和他没完 听到电话那头 老妈有些生气的声音 萧和也是连忙劝说道 妈 这是你就别怪张阿姨了 这也许别人也不知道 那女人具体的情况 说了反倒是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 电话里边稍微沉默了一会 随后又传出来母亲的声音 那成 等我下次再找你其他的叔叔婶婶们 看有没有更合适的女孩子 别 老妈 你可千万别再给我介绍些什么相亲的了 你儿子我条件也不差 让我自己来行不行 萧和一听 老妈又要给自己介绍相亲对象 那是真的怕了 抛开自己现代的金钱来 就光是长相这一条件 也不像是那种为老婆发愁的人吧 自己这老妈还真是怕儿子娶不到媳妇吗 好吧 那妈也就不比你了 不过这赚钱归赚钱 你也得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特别是这感情方面的事情 你可千万不能放松啊 听着老妈在电话里面苦口婆心的劝解着 萧和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一个劲的乖巧点头 等到电话那边的老妈说完话后 萧和在说了几句关心的话之后 最终才挂断了电话 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 除了窗外一些鸟类的叫声 又或者是汽车驶过的轰鸣声外 整个别墅内空荡荡的显得无比的冷清 搬进别墅已经有几天时间了 从一开始的新奇境 再到现在 却是有着一种孤零零的感觉 看着有些乱的捉柜 萧和心里已经开始计划着 招聘几名佣人 在之前去银血宴别墅的时候 看到别人那佣人 保镖 厨师 园丁等等 是应有尽有 配置方面比起他这里 可是要齐全不少 至于这钱方面 现在的他也是丝毫不差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或许用不了多久 他还会苦恼 这钱该怎么花出去才好 世界首富曾经说过 人要先学会用钱 那才能更好地赚钱 可是现在再看看他自己 有无限秒杀软件 他根本就不用担心赚钱的问题 只需要全身心地把精力花费 在如何赚钱上面就行了 感受到睡意传来 萧和也没再多想 倒头睡去 第二天一早 萧和从床上醒来 第一时间打开了手机里面的无限秒杀软件 万象来福商业城 无限秒杀价666元 万象来福商业城 我靠 一声尖叫声响起 萧和睁大眼睛看了好几遍 生怕是自己眼花看错了一样 作为物城人 他自然知道 这万象来福商业城是什么 那可是物城市最近一两年来 最新建成的一家综合型商业城 而且是目前物城市最为豪华的商业城没有之一 其中涵盖商业 住宿 住宅 商务写字楼 科技旅游中心 几座大型商场和街道铺为一体的庞然大物 据网上信息可知 当初为了建设这栋万象来福商业城 几大发商共同合资 耗费了差不多300多个亿 用16年修建而成 整个商业城由世界知名建筑大师亲自设计 不说其他的 就光是这座商业城内部的那些高端写字楼 这每年的租金都是一笔极其庞大的费用 若是将其拥有 萧和在未来 仅仅只需要靠着万象来福商业城中收获到的租金 就足够一辈子嚣张洒脱了 今天的无限秒杀也太给力了吧 相比之下 自己先前获得的那些东西也算不得什么了 萧和吞了吞口水 缓缓的平静下 自己内心紧张激动的心情 选定商品 购买成功 商品正在发放中 请耐心等候 萧和换好衣服 就这么坐在别墅客厅的沙发上等候着 一个多小时过去 他是他却没有得到任何的收获 该不会是这无限秒杀软件出了什么故障吗 好奇之余 他再次打开手机上面的无限秒杀软件 只见上面依旧是处在商品正在方法中的提示界面上 下一秒 一道电话打了过来 喂 看着这道陌生的来电 萧和迅速的将其接通 您好 请问是萧和先生吗 电话那头传出来一道中年男子的声音 没错 我是萧和 你是 从声音上面来看 萧和对于对方并没有丝毫的印象 萧先生 您好 我是万象来福商业城的物业总经理经理 丁哥 今天打电话过来呢 就是想问一下 您什么时候方便过来办理一下万象来福商业城的产权交接手续 并且对于新季度的商户租金问题也需要您来亲自处理一下 电话里 丁哥语气恭敬道 产权交接 萧和这才明白过来 像万象来福商业城这样的产权 肯定是不能像之前的单一房屋产权正那般直接发放 其中牵扯到的流程太多 自然奖励发放起来也比较麻烦 他想了想 直接道 这样吧 我一会就出发过来 话一说完 萧和立马就将电话给挂断了 随后走到别墅的车库 驾驶着柯尼塞格万一迅速的朝着万象来福商业城而去 此时 在万象来福商业城的物业中心 总经理办公司内 丁哥语面色惆怅的看着手里面拿着的那份资料 在上面写着的是有关于萧和的基本信息 以及一张简单的人物照片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为什么万象来福商业城会在一夜之间 就这么突然的被人给收购了去 这位萧先生 如此年轻就能够全资收购下万象来福商业城 看来背景实力可不是一般的强大 希望一会的交接流程能够顺利 可千万不要出一点岔子才好 担心至于 丁哥赶忙招呼物业方面的工作人员 抓紧时间准备一会交接需要用到的资料 没过多久 萧和已经驾驶着柯尼塞格万一 来到了万象来福商业城 看着面前 这座价值数百亿的超级商业城即将属于自己 萧和的内心止不住的激动 这万象来福商业城自从修建之后 就已经彻彻底底的成为了整个物城市的地标性建筑物 随着物城出名成为华国知名的网红打卡城市 凡是来到这座城市旅游的人 那必定是百分百会来到这里打卡签到的 在这一山傍水的环境下 这座商业城整个就是一个宝地 萧和看向了远处的那栋高大写字楼 环业大厦 物城市最为顶级的6A级写字楼 在毕业找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面 萧和也是梦想着能够进入到这栋大厦公司里面工作 可是很不幸 因为学历不高 投进其中的信息简历 根本就是石沉大海一般 毫无踪迹可循 真没想到 自己第一次进入到这栋大厦里面 不是以求职者的身份 而是以商业城主人的身份进入其中 通过丁格所说 这物业中心就在环业大厦里面 当萧和正准备进入其中的时候 却甘大的发现自己并没有身份电子卡 并且也不清楚物业中心在大厦的具体位置 无奈之下 他只能是拿出手机 准备给物业中心的丁格打去电话 不过就在这时 人群中两道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了萧和的眼前 还真是冤家路窄 再哪都能碰到淑然 萧和面色冷嘲道 而在不远处 那对年轻男女 也是注意到了一旁站着的萧和 哟 我就说这道身影 怎么看起来那么熟悉呢 结果是你啊 说话的人叫白雪兰 是萧和的前女友 也就是不久前在渊林阁被萧和狠狠教训一顿的灵念闺蜜 真没想到 两人竟然会在这样的环境下再次相遇 听着白雪兰的话 萧和微微揍眉 虽然两人曾经是情侣 但是对于这种劈腿的渣女 萧和是一脸好感都没有 在白雪兰的身旁 那名长相还算端正的青年男子 也把目光放到了萧和的身上 萧和并不打算理会二人 可那名青年男子 却是一脸笑意的突然开口道 原来是萧先生啊 你好 我是白雪兰的男朋友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李显明 是环业大厦朗和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不知萧先生 你目前在哪去就啊 虽然话说得很温和 但是在李显明的眼中 却是充满着戏谑之意 当初白雪兰与萧和分手之后 便是跟着李显明走在了一起 显而易见 对方自然也是从白雪兰的口中 知晓了萧和的具体情况 朗和科技有限公司 虽然不是什么大型企业 但也是属于一家资本上益的公司 而且公司就是 他父亲所一手创办成的 凭着英识的家境 像萧和这样的普通打工仔 他还真的没有将其看在眼里 李哥 瞧你这话说得也太抬举他了 这家伙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 哪能够和您相提并问啊 并且啊 当初这家伙 我想要进入到环业大厦里面工作 可是投了十数份 简历到各大公司 愣是没有收到一点音讯 你说笑不笑人 白雪兰看着萧和 不管是言语还是眼神中 都毫不掩饰的嫌弃 哦 是那么一回事 李显明打句道 若萧先生那么想要进到环业大厦 那我倒是可以带你进去溜达一圈 随着此话一说出口 周边不少侧目相望的路人 也是投来了极其嫌弃的目光 在环业大厦里面的公司 那怎么说也是物城市也类稍有名气的公司 这招收员工的标准相对来说也要高尚一些 也正因为如此 能够在里面上班工作的人 自然眼光也有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这家伙看起来还算不错 可惜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一个 哎 长得帅 有什么用 没能力 还不是一样被女人甩 这人啊 没那个本事 就别整天蹭着脸往上贴 这都已经投了那么多简历了 还是这般的不适趣 都说坚持就是胜利 可我看他 除了自找没趣 简直是一无是处 周边众人看着萧和 开始意润纷纷 而萧和听到这些话 并没有丝毫的动静 反倒就这么平静的站在一旁 周边所有人仿佛如同空气一般 被他给忽略 萧和 我劝你还是早点走吧 都已经失败那么多次了 怎么就是不学着长点记性呢 白雪兰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 听到这话 萧和微微一笑 白雪兰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以为是 这环业大厦是你开的不成 我来不来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 见萧和如此的不给自己面子 白雪兰本想说点什么 不过见周围那么多人看着 也不发怒 只是轻声说了一句臭屌丝 在他看来 与萧和这样的人 成口舌之快 那无异于降低自己的身份 萧和 白雪兰之所以这样说 那也是想着好心提醒你一句 没想到你 竟然如此的不识趣 李显明看了眼萧和 一副说教般的模样 既然白雪兰现在是他的女人 他自然不可能让萧和这般说话 萧和把目光转看向李显明 时不时去我不知道 但是你这家伙的嘴确实很臭 别以为穿着点人母狗样的皮毛 就可以嚣张跋扈 交说他人了 在我看来 你连个屁都算不上 萧和这话说的是一点情面 都没有给李显明留 现场如此多人 李显明被这么一说 脸上面自然也是阴沉一片 他可是朗和科技 有限公司的邵东家 现在被一个普通的打工仔羞辱 那脸面如何能够挂得住 今天要是不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 那这是若是传到了熟悉他的人耳中 还不说他是一个耸包 看着萧和 李显明阴沉道 姓萧的 我温和的喊你一声 你还真的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个几斤几两了 今天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那我李显明以后 也就不用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了 说完话 李显明把目光看向了远处的大厦保安 现在是新世纪 要收拾萧和 他自然不可能亲自动手 在他看来 凭着自己的身份 想要收拾萧和 有着无数种办法 保安 快过来一下 等到两名保安赶来 李显明目光望向萧和 并且用手指着道 你们两个可得把这个家伙看好了 我怀疑他在大厦门外徘徊 有些巨星不轨 若是他敢闯进去 就直接架起来丢出去 若是一会 你们没有看住 被这家伙弄出了点什么岔子 那你们恐怕工作难保 知道吗 听到李显明这话 这两名赶来的保安 瞬间精神起来 既然在环业大厦工作 而且 他们又是负责大厦的安保情况 自然清楚李显明的身份 对方不是他们能够招惹得起的 虽然他们属于物业中心直属管理 对方也不是他们的上级领导 但是这些公司的交际圈 在那里摆着的 若是他们不能妥善处理此事 对方去到他们的领导那里说到几句 那被开除是迟早的事 两人按照李显明话中的意思 目光紧紧地盯着萧和 此事萧和若是做出点什么异样的举动出来 他们二人自然不会对其客气 哎 萧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默默地从兜里拿出手机 既然自己进不去了 那就只能吩咐里面的人出来 在众人的注意之下 萧和就这么给丁格打去了电话 喂 林先生 您是已经到了万象来服商业城了吗 电话刚接通 便听到丁格在电话里面 那小心恭敬的声音 萧和看了眼面前的两名保安 然后再看了看一旁的李显明二人 没错 我已经到了环页大厦大门口了 不过有人不让我进来 说是我看起来有些巨星不轨 更是安排了保安 若是我进入到环页大厦一步 就直接把我给架起来丢出去 萧和淡淡地说道 一听这话 丁格差点把魂都给吓出来 手中的手机都没拿稳 萧先生 您千万别生气 我三分钟之内 马上赶到环页大厦的大门口 好 我就给你三分钟的时间 嘟 嘟 嘟 这话音刚落 电话就已经被挂断 此时 位于环页大厦五楼的物业管理中心 丁格正招呼几名物业中心的管理人员 一同火急火燎地 朝着环页大厦的一楼大厅赶去 万象来服商业城的新老板 第一天上门 竟然会出现被人阻拦的事情 并且还当着这位新老板的面 放出如此狠话 不让自家老板进门 还找保安架起来丢出去 他作为物业中心的总经理 虽然还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这件事 要是新老板怪罪下来 那自己一样是逃不了干系的 他恨不得 现在就把那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给一巴掌拍死 这要死去别的地方啊 别无缘无故的 把他也给拉下水去 刚走出物业中心的办公区 一进入到电梯内 丁葛便碰到了一名中年男子 丁总 我这正好要找你商量点事情呢 中年男子看着丁葛说道 刘总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丁葛说话间 也是迅速的按动电梯的关闭键 丁总 是这样的 有关于我们朗和科技的下季度房租 能不能稍微缓一缓 最近我这刚谈了几个大项目 手中的资金链稍微有些紧张 没错 这位刘总名叫刘振元 正是朗和科技的董事长 也就是大厦外刘显明的父亲 听到刘振元的话 丁葛微微皱眉 刘总 这是我确实是做不了主 怎么会呢 丁总您是物业中心的总经理 对于这类小事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吧 刘振元有些意外道 丁葛回道 若是在之前 这种事情我确实能够办到 但是现在不同了 万象来福商业城 已经被新老板全资收购了 这位新老板并没有下话项目工作 所以我暂时没办法插手你的事情 不过新老板现在就在还业大厦的大门口 刘总你可以和我一起去见一见这位新老板 我想凭着你们朗和以往的租金信用情况来看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听到丁葛的话 刘振元面色一阵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万象来福商业城 竟然在外界没有任何声响的情况之下 连老板都给换了 这能够买得起万象来福商业城的 绝对属于真正的大佬 自己要是能够去混个脸熟 到时候再攀上一点关系 这好处可是无比巨大的 当然了 这新老板第一次来 谁也把控不住 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态势 这万一来个全员上调房租 那问题可就更大了 他的朗和科技虽然不大 但是也足足租用了环业大厦 近两千多平米的面积 这要是真上涨价格 就算是小幅度的 这一个月下来 那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想到这些 刘振元的心情也是越加的复杂 丁总 那一会可就得多麻烦你了 嗯 丁葛点点头 随后把所有注意力 都集中到电梯的楼层显示上 一向对电梯移动速度满意的他 今天却是感觉 电梯的速度竟是那么的慢 丁 到达一楼 丁葛带着几名物业中心的管理层 迅速地朝着环业大厦的大门口赶去 新老板可是只给了他三分钟的时间 要是去晚了 那自己在新老板那里的印象 可又得大打折扣了 作为万象来福商业城的物业总经理 这可是一处绝佳的肥差 若是因为这事情给搞黄了 那他哭的地方都没有 此时 在大厦的正大门 萧和给丁葛打完电话之后 没有多少一句话 就这么安静地站在原地 臭小子 你今天给谁打电话都没用 这环业大厦 你是一步都别想踏入 刘显明冷眼看着萧和 在他看来 萧和今天来此 多半是为了面试的 而自己 让保安将其拦住 到时候这家伙 无法进入大厦面试 那指不定会有多无助 不远处 丁葛一行人也是马不停蹄地 从一楼大厅内走了出来 刚进入到大门口 他左右一瞧 通过之前获得的信息资料 一眼就认准了人群中的萧和 没有停顿 加快速度 朝着萧和所在的方向走去 而这边的刘显明 也是发现了丁葛等人 臭小子 你完蛋了 在刘显明看来 他完全可以借机通过丁葛的手 狠狠地收拾萧和 刘显明迈着步子 朝丁葛等人迎了上去 围观的人群 建议行人的到来 也是很直觉地 主动朝四周 退了一个不小的距离 尽量地使得自己 与萧和的位置隔远一些 就光是看刘显明的样子 就知道 与其发生纠纷的这个青年 一会肯定是要倒大霉的 丁总 您来了 这大厦门口有人 想要故意来捣乱 刘显明用手指着萧和 说道 就是这个家伙 不过您不用担心 我已经拍大厦的保安人员 拦住了这个家伙 保证不会让人进到别墅内捣乱 丁葛眼睛斜视了一眼 刘显明 然后目光紧紧地 盯着萧和不放 此时 在众人看来 这捣乱的青年 多半是完蛋了 没想到一个小角色 竟然会引出 丁葛这位物业中心的总经理 丁总 收拾这样的小人物 哪里用得着您来出手 交给我 我马上就和保安一同出手 将这个家伙给轰出去 在丁葛这位物业总经理的面前 刘显明是无比的讨好 不过在他 他准备动手的时候 只听丁葛一声大喊 刘显明 你给我住手 随后下一秒 当着在场无数人看 丁葛直接朝前走了几步 然后来到萧和的身边 弯腰恭敬道 萧先生 今天这是实在是不好意思 让您见笑了 众人当场实话 这是什么个情况 不是说 这小子是一个连工作 都面试不过的臭屌丝吗 怎么会令得物业中心的 丁总对其如此的恭敬 而且看那丁葛的架势 似乎还很惧怕眼前的这个青年 原本身处 其中的刘显明和白雪兰 也是一脸的愣 这白雪兰倒还好 对于丁葛的身份并不是很了解 但是那刘显明则是不同了 作为朗和科技的总经理 对于丁葛自然是非常的熟悉 他也没有搞清楚 倒是是出了什么状况 为什么连物业中心的丁总经理 对萧和都如此态度 就在他发愣的同时 一只有力的巴掌 直接拍在了他的脑袋上 出手的正是他的父亲刘振元 你的兔崽子 你知不知道你在瞎说些什么 刘振元无比愤怒道 从刚才丁葛的态度上来看 他哪里会不知道 眼前这个看似普普通通的青年 正是万象来赴商业城的新老板 而自己这个不争气的逆子 竟然还如此嚣张的 把人给得罪了 先前还打算着 能够和即将到来的 这位商业城新老板攀谈结交一下 到时候 在对方的面前 留下一个不错的好印象 说不定还能够借此机会 缓缓租金什么的 可现在好了 别说是缓缓租金了 只要是不涨 都是万幸的了 而此时的刘显明 在被自家老子打了这一巴掌之后 人都还是处于愣笔状态 爸 你竟然会打我 刘显明反应过来 委屈地捂着自己被打的右脸 这从小到大 你可一直都是宠着我 就算是我犯了什么错 也最多就是骂我几句 可你现在竟然为了一个陌生人打我 听到刘显明这话 一旁的刘振元反而更加生气 我是你老子 难道还不能打你了 只见他拉下自己腰间的皮带 更是毫不犹豫地 朝着刘显明的身上抽去 我以前是太关着你了 今天非得好好地给你点颜色看看 敢惹萧先生 简直是不知死活 萧先生 听到老爸口中的这个称呼 刘显明难以置信道 爸 你是不是认错了呀 那家伙虽然也姓萧 但只是一个穷屌丝 程先生他也配 你个死宰子 你知道这位青年是谁吗 刘振元生气道 他可是这万象来赴商业城的新老板 若是这位萧先生 都是你口中的穷屌丝 那我又算得了个球 刘显明听到这话 彻底的梦了 这萧和竟然是万象来赴商业城的新老板 这怎么可能 之前那白雪兰明明告诉过他 前男友萧和根本就是一个穷酸打工仔 怎么可能如此短的时间里面 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要知道 这万象来赴商业城可不一般 这座万象来赴商业城可是价值三百多亿 每年光是收租 就能够有着十数亿的金额庞大收入 若萧和真能够买起的万象来赴商业城 那怎么可能会被白雪兰当成是穷屌丝呢 看着一旁已经震惊的话都说不上来的白雪兰 那表情肯定是假不了的 对方显然也不知道 萧和有着如此身份 就光是抛开这个白雪烟不谈 那丁葛 这位商业城的物业总经理 总不可能有假巴 若这萧和真不是商业城的新老板 对方绝对不可能做出如此恭敬的态度 刘显明现在都恨不得把白雪兰暴打一顿 若不是 因为这女人 她怎么可能得罪萧和这僧大佬 而另一边 在教训完自家的败家儿子 刘振元赶忙朝着萧和走去 萧先生 我家儿子不成妾 您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 等之后 我一定会对他严加看管 这是你的家事 和我无关 萧和只是淡淡地回复了一句 俗话说得好 养不教父之过 既然儿子都是这个尿性 那想必 作为老子的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转头看向了一旁的丁葛 后者心领神会 面带笑意道 萧先生 所有资料手续 我都已经准备妥当 就放在物业中心的 我现在就带您过去 嗯 前面带路 萧和淡淡地说道 就在萧和准备跟随丁葛 进入到环业大厦的时候 原本安静的白雪兰 立马激动地想要上前将萧和拉住 不过仅仅一个闪身 萧和便躲开了对方 萧和 先前是我不懂事 其实我心里是真心喜欢你的 我们之间可以再重来一次吗 白雪兰一脸认真的看着萧和 看着白雪兰这副丑陋的嘴脸 萧和打心底里面恶心 面前这个女人 为了钱 简直是刷新了三冠 萧和没有说话 直接转身离去 而白雪兰见状 还想着上前挽留一下 不过一旁的丁葛 哪能让其如愿 你们几个给我好好看住 这个疯女人 别让她踏进环业大厦 不 直接通知下去 凡是万象来服商业城的范围内 都禁止其进入 这女人敢招惹她的新老板 简直是不知死活 几名环业大厦的安保人员 朝着白雪兰围了上来 见此情况 白雪兰无奈之下 只能重新把目光看向刘显明 老公 你快帮帮我 他们要赶我走 白雪兰哭嚷着 经过刚才那件事情之后 刘显明早就已经对白雪兰深恶痛极 这女人 明摆着就是吃着碗里的 还看着锅里的 你个臭婊子 给我滚开 今天发生的一切 和面前的白雪兰脱不了干系 她心里面本来就非常的生气 现在听到白雪兰那憋声憋气的样子 更是怒火中烧 只听啪的一声 刘显明更是一巴掌 朝着白雪兰的脸上打去 也就是 现在人多不好发作 若是在人少的地 她都恨不得出手将其暴打一顿 还有一件更令她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因为招惹到萧和 更是间接性的 将她父亲创办的朗和科技 带上了近乎绝境 老公 你不是说过要娶我的吗 你怎么 白雪兰到了如此近的 心中还抱着一丝幻想 娶你 刘显明冷声道 就你这个样 还想让我娶你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和你之间是根本不可能的 最多我就是陪你玩玩也 话一说完 刘显明转身离去 而大门口 只剩下白雪兰孤零零的一人 原本那么一只钱力骨他 没有好好珍惜 现在连刘显明 也是将他无情地抛弃 就算是后悔 那也毫无半分的意义 周边围观的人 也没有想到 事情居然会发展成 如此喜剧般的一幕 原来先前被他们看不起的 那名青年男子 才是隐藏在背后的低调大佬 万象来福商业城的大老板 光是这个身份 就足够令在场所有人折舍 在环业大厦内 萧和在丁阁等人的陪同之下 已经进入到电梯内 不仅如此 那刘振元也是身处其中 萧先生 今天的事情确实是不好意思 还请您千万不要和我们家的 那个小兔崽子计较 刘振元舔着脸 面含歉一道 等你哪天有空 我一定会带上刘显明 去到您那当面赔罪 听到这话 萧和不由地冷笑一声 刘总 你这话说得倒是轻巧 你知不知道 你那儿子可是嚣张得很 更是亲自当着无数人的面羞辱我 不仅如此 还要求安保人员将我给看住 不准踏入环业大厦一步 你说 这租客不让业主回家的事情 是不是很搞笑 萧和的话说得很平淡 可是每一句都如同刀子 插在了他的心脏位置一般 并且从对方的话里面 他也很明显地听出来了意思 这件事情 没那么容易过去 还好刘显明不在此处 要不然 肯定又得被自己老子 给狠狠地乱揍一顿 萧先生 我家那兔崽子 不知道您的身份 要不然 他绝对不会做出 此等恶劣的行径出来 刘振元说道 哦 照你这么说 若是他知道我身份 就不会做这种事情了 对吧 萧和若有所思道 萧先生 我家那个崽子 要是知道您的身份 那绝对是会对你毕恭毕敬的 不会做出任何不尊之举 刘振元保证道 好一个毕恭毕敬 萧和冷声道 若是这环业大厦 或者是万象来福商业城的 其他租客 都像你说的这般 对人对事 都是根本对方的身份来行事 那不是对我万象来福商业城 一种名誉的损害吗 整个商业场面向的是大众群体 若是大家对于顾客 都进行区别对待 那恐怕用不了多久 这里就会被搞得个乌烟瘴气 以后谁还敢来我万象 来福商业城消费 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都是对萧和 有了个全新的看法 平等对待 公平公正 相信有着这等品性的老板 那相处起来 也不会太过困难 萧先生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 刘振元一时之间 竟然紧张的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毕竟萧和的话已经把他给堵死了 万象来福商业城 作为物城的新建高端建筑商城 不管是其中的写字楼 又或者是商铺卖场等等 在档次上面都比较高 像他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并不是个例 大多数的租户都是这般心理 不过真要说 那只能怪刘振元的那个败家儿子 萧和也正是借着对方再向其他的人表明心中所想 多的话就不用多说了 萧和看向一旁的丁格 开口道 丁总经理 这位刘总在环业大厦的租住情况如何 萧先生 刘振元的租用信用在环业大厦上是属于正常的 不过上一季度的租金目前为止只支付了对半 还有另外部分的租金并未完全缴纳 丁格如实会报道 本来一开始看在刘振元是老租户的情况下 他还打算为其说说好话的 不过出了刚才那回事情之后 他是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了 现在只要不是傻子都能够看出 这位萧先生对刘振元一家的印象并不好 若是自己主动凑上去出这个眉头 那到时候给自己也惹出一身骚渴就倒霉了 这新季度都已经来了 竟然连上一季度的租金都没有交气 听到萧和的话 一旁的刘振元连忙解释道 萧先生 因为最近公司的资金链有些紧张 不过请您放心 这租金我们一定会尽快补齐 补齐是肯定得补齐的 不过照我看 你们朗和科技既然交付不起租金 那也就不适合继续待在环业大厦了 这样吧 我给你们三天左右的时间 三天之内必须把欠缴的租金补上 并且带着你的公司另谋他处 萧和淡淡的说道 听到此话 刘振元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能够租住在环业大厦内 那也是侧方面的证明了公司的实力 若是他的朗和科技从这里搬出去 那对于公司的业务往来方面是一种巨大的打击 并且这还只是其一 其二的话 他的朗和科技才接手了几家公司的合作 这资金链方面可以说是极其的短缺 若是将钱全都拿去缴纳房租了 那日常工作肯定就周转不开了 而且又要涉及到搬迁公司的事宜 这一来二去的 公司肯定会元气大伤 萧先生 您看这事情能不能再通融通融 再给我一点时间 就算是多家部分房租也可以的呀 刘振元恳求道 他的朗和科技真要是搬离环业大厦 那可真就完蛋了 网络行业不比实体产业 那可都是数据化的东西 这稍微有点波动 恐怕就会陷入到万劫不复的地步 可惜 纵然刘振元说再多 萧和也没有半点要理会的意思 丁哥 萧和只是平静的一说 后者心领神会的看了看身旁的几名物业中心工作人员 来 你们几个把刘总给送出去 丁丁哥这么一吩咐 那几名物业中心的工作人员立马来到刘振元的身旁 刘总 麻烦您跟我们走吧 刘振元有些不死心 还准备继续对着萧和说点什么 不过这些物业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不客气 直接将其拉住 然后抓住双臂 毫不留情的就往大门外拖 本来这刘振元好歹也是一家公司的老总 他们这些物业的工作人员与其对待也得温和几分 不过现在大家都知道这刘振元的儿子得罪了他们的新老板 被赶出还业大厦是迟早的事 而且这新老板有吩咐 他们这些作为下属的自然也得好好表现一番 也就是因为这些情况 刘振元就这么无情的被拖出了物业中心 在物业中心的大门外 刘振元面如死灰 公司不仅要补交那些未洁亲的放租 还得另找他处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虽然还不至于走到破产那一步 但是在往后的发展中也只能是那样了 他辛苦多年才把公司创办到如今这个地步 可就因为自己的儿子直接一下子落回到原点 这个兔崽子 我今天非得把他卸了 刘振元那时越来越气 看了眼面前的物业中心 然后转身朝着电梯走去 等回到朗和科技的办公楼层 没有理会一路上和他打招呼的公司下属 直接朝着总经理办公室走去 此时在总经理办公室内的刘显明 正在和自己的另一位新欢聊的火热 很显然 他早就已经把先前发生的一切抛之脑后 碰 一道巨大的声响传来 正在与新欢聊的火热的刘显明被吓了一跳 本来准备出声喊骂的 不过看到来人是自己老爸 那语气瞬间就缓和了下来 爸 您这么到我这里来了 刘显明好奇道 你这话问得好啊 刘振元右手抽出一条皮带 然后冷冷地看着自家儿子 就因为你这个死兔崽子 我刘振元辛苦大半辈子创下来的基业 一下子全给毁了 平时老子对你太好 让你这般的无法无天 今天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 话不多说 刘振元立即挥舞着自己手中的皮带 一股脑地朝着刘显明甩去 下一秒 惨叫声从总经理办公室内传出 同一时间在物业管理中心 一间豪华的靠窗办公室内 物业总经理丁葛 已经为萧和准备了一份份资料合同 经过短暂的协议签署之后 丁葛开始向萧和汇报起 整个万象来赴商业城的整体情况 萧先生 这里是商业城上季度的所有租金 收缴明细表 接过丁葛递过来的租金收缴明细表 萧和认真仔细地查看起来 这商业城的租金可都是他的钱 在这方面必须得仔细查看 出不得任何的马虎 从明细表中可知 整个万象来赴商业城 总共拥有租户三千多家 租金高一些的 甚至能够达到年租金数百 上千万 低一些的 那起步租金一年下来 也有个五六十来万 光是上一个季度 整个商业城的租金 收缴明细表上的总体金额 就高达六亿之多 这要是一年四个季度 平均估算下来 年收缴租金就得高达二十多亿 虽然商业城中 也有着无数物业的相关工作人员 这每个月需要支付的薪资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但是总体和这二十多亿的租金 比起来 那几乎是刻意忽略不计的 萧先生 这明细表 是不是存在着什么问题 丁可见萧和拿着租金 收缴明细表 在那一言不发 有些紧张到 萧和听后笑了笑 随手地把明细表 放到了办公桌上 丁总经理 有关于商业城的各方面数据管理 你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心里虽然激动 但是萧和依旧是保持着一副平静的样子 萧先生 您太客气了 这也是我们物业中心全体工作人员 共同努力的结果 丁可继续道 您这还是第一次来 有关于万象 来福商业城的其他情况 可能还不是太了解 接下来 我再向您汇报一下其他方面的情况 在之后的半个多小时里 丁可向萧和 做了一个细致简明的工作分析 因为先前喝过功能饮料的缘故 萧和的记忆能力和头脑变动能力 得到了极大的开发 只要是丁可汇报过的任何一点信息 那都是全部被萧和铭记于心 并且在其中 萧和还通过自己的一些理解 对物业中心后续管理商业城的工作 进行了适当的改进调动 也因为这种种言语谈论 丁可对于萧和这位新老板 也是更加的崇拜 萧先生 商业城的具体情况就是这些 若是有哪些需要改进的 您只需要吩咐一句就行 我这边会在第一时间进行落实处理 对于丁可这个物业中心的总经理 萧和在与其接触过程中还是感觉对方挺不错的 丁总经理 话就说到这里吧 至于这商业城余下的工作 还是按照之前一样 全部由你来负责就行 若是其中涉及到某些难以抉择的 你直接电话联系我就行 听到这话 丁可满心激动 请萧先生放心 丁可一定会不负您的重托 嗯 萧和点点头 这时候 物业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走进了办公司 将一份资料交到了丁可的手中 丁可看了看 然后双手恭敬地将其放在萧和的桌前 萧先生 这是万象来福商业城新季度的租金明细 您看一下 若是没有问题 那我立马就去吩咐财务汇款 萧和把明细表拿起来仔细地看了一下 总共3156家租户 合计总租金7亿2000万元 没问题 就这样吧 萧和在明细表上面签了一个字 然后递给了一旁的丁可 萧先生 既然没有问题 那我现在就去安排财务室 将租金打入到您的账户中 丁可说完话 正准备拿着明细表离开 先等等 萧和看了看丁可 继续道 这样吧 你从新季度的租金里面 划出来1000万 把这笔钱发给商业城的各岗位工作人员 就当做是我送给大家的见面里吧 至于划分的比例如何 你自己来安排吧 既然自己已经是万象来福商业城的 老板 那对待手下的员工自然也不可能亏待 萧和也是在低层待过的 心里也明白如何去对待这些员工 作为老板的 只有对下属好 那下面的这些人才会用心的为其办事 别看这1000万很多 萧和可是从丁可汇报给他的信息中了解到 这商业城总共拥有着员工不下千人 分下去到每个人的手中也不会剩多少 萧先生 这可是1000万 你们真的要分发给下面的员工 萧和的这个举动着实让丁可一正 虽然说新老板上任发一些福利奖金什么的 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但是这一发就是1000万 着实手笔有些大了 萧和看了眼丁可 没错 就是1000万 你尽快下去安排的 这是要在今天之内办妥 有问题吗 没问题 保证在今天之内办妥 丁可在感受到萧和刚才那道目光之后 没有半分犹豫的就回答道 等丁可离开 办公室内就只剩下萧和一个人 望着空荡荡的办公室 再看看窗外的风景 萧和内心有些恍惚 在不久之前 他还只是建业集团后勤部的一名普通员工 可是这才几天过去 他就已经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 摇身一变成为了资产商议的成功人士 特别是现在 获得了万象来福商业城后 萧和也有个足够强大的底气 没过多久 丁丁 萧和的手机短信提示音响起 交易提醒 宁伟号6533的储蓄卡 在6月25日10时31分 收入7100 0000元 活期余额7123 662.36元 客户备注 租金 建大银行 看着手机上的到账信息 萧和微微一笑 突然看到这么多钱 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花才好 几分钟后 丁哥再次返回 丁哥 我这没什么事 你自己去忙你手里面的事情吧 萧和继续说道 对了 有关于我的信息 不要大肆宣传 以前该做什么 一切照就就行了 好的 萧先生 丁哥点点头 小心地退出去 把办公室门关上 呼 走出了办公室 他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在面对萧和的时候 他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 都非常的注意 生怕自己因为某一个细节 给对方带去不好的印象 作为商业城的总经理 他面对的人 基本都是公司的高层领导 在自己的眼力方面 还是比较自信的 这万象来付商业城 可不是什么中小型的商场超市 而是价值上百亿的顶级商业城 在收到商业城换新老板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原本以为是国内某个知名大企业的手笔 可是在他拿到萧和这位新老板信息的时候 内心别提有多惊讶 一个二十多岁 才从大学毕业没多久的青年 通过这种种信息猜想来看 他很自然地把萧和当成 是某个大家族里面出来历练的年轻人 对于这类人大多都是涉事不深 家族中想着通过外在的锻炼 以此来培养人的 不过在与萧和接触以后 他发现自己的这个想法大错特错 虽然对方的年龄不大 但是在处理事情和分析问题上 有着极其独到的手段 甚至让他有种商场混打数十年老江湖的感觉 想到这些 丁格已经打定主意 在后续的工作中一定要尽心尽责 有着这种老板 万事不可大意 若是自己能够好好巴结 那未来也是前途无量的 丁格低声自语道 另一边 萧和从环业大厦离开之后 在商业城的一家饭店吃过午饭 便是四处闲逛了起来 现在这万象来福商业城 已经是他的产业了 他以往也没有机会来这样的地方消费 对周边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陌生的 现在正好趁着有时间可以好好的逛逛 不过在四处闲逛的同时 萧和也是接到了不少次丁格打来的电话 都是询问他某些关于商业城管理的事情 现在萧和已经是商业城的新老板 很多事情丁格都不敢擅自做主 必须要得到他的审批同意才行 这少数时候还行 可是长期这样下去 那还不把自己给烦死啊 到现在萧和总算是能够体会到那些公司高层的感觉了 这虽然收入拿的是很高 但是相对来说 每天所需要负责的事情也不少 等回到鹅岭峰别墅 萧和洗漱完静静的躺在床上 他算了一下 今天光是丁格打来的电话就接到了不下十个 虽然这很大部分原因是自己才接手商业城 很多事情丁格都需要向自己上报一次 不过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自己拥有着无限秒杀软件 那等到后面所拥有的产业肯定也是非常的多 那时候还是自己一个人可就真的会吃不消了 想到这些 萧和心中已经打定了一个注意 请一个助理 那些大公司的领导层基本都配有秘书助理之类的 那到时候除了一些必要的事情以外 都可以让助理代为处理 自己的精力也就不用全都放在处理公务上面来 他这倒也只需要有事秘书干就行 至于没事的时候 算了 现在乱想这些也没有半点用处 毕竟这秘书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呢 趁着躺床上没事 萧和点出了专属于物城市的BOSS专聘 然后在里面注册了账号 编辑发送了一个招聘信息 不管是薪资标准 又或者是其他的福利待遇 那都是按照最高等级来设置的 相信等到一晚上过去 肯定有不少面试申请发来 等到时候 自己从里面挑选一个看得上眼 学历能力都达标的就行了 在九龙区的一栋普通民房内 唐灵和于敏正专心的看着手机 小灵你说说你 当初你要是稍微冷静一点 也不至于搞成现在这种模样吧 于敏看着一旁的唐灵 无奈地说道 这两天时间 她可是看着自己的闺蜜 奔波于各大公司面试 可是这面试的越多 失望也就越多 明明 我知道你说这些话 是为了我好 可是现在 这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再说那么多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唐灵继续道 你也是知道的 我性子比较值 作为公司的员工 拿着公司给的薪水 那遇到这种事情 自然不能选择袖手旁观 好了 好了 我理解你 我的唐大小姐 于敏凑近到唐灵的面前 看了看对方的手机屏幕 你就别挑了 工作虽然那么多 但是你这样挑来挑去的 也不是一个办法呀 算了 要不帮着你一起看吧 要不然照你这个速度 恐怕今年也就只能这样了 说着话 于敏直接从唐灵的手里拿过手机 开始在招聘网站上翻找起来 这招聘网站上的工作确实多 就那么一小会的时间里面 他就已经帮着唐灵 投出了不少看起来不错的工作 咦 这工作还挺有意思的 突然间 于敏被网站上的一个招聘信息 吸引住了目光 招聘 文职助理 薪资 十万月 其他福利待遇面役 工作内容 负责行政助理等相关岗位 工作时间 待定 工作地点 环业大厦 小灵 你看一看这个工作 我感觉这个福利待遇 简直是太好了 于敏把手机屏幕 转到了唐灵的面前 什么工作福利待遇好 瞧把你激动成了这个模样 唐灵问道 这段时间里面 他也面试过不少福利待遇好的公司了 不过因为上一家公司的事情 基本都是被直接刷掉 有些稍微委婉一点的 则是让他回去等通知 不过这等通知 其实和被刷掉没什么区别 只是相比前者 稍微要体面一些罢了 小灵 你看这个工作 招聘文职助理 月薪十万 这可以整整十万每个月 这一年下来 就是一百二十万的收入 就算扣掉相应比例的税率 那一年下来 也是近百万的年薪了 这种收入水平 在物城市里面 已经算得上市 最高的那一小撮人了 你开什么玩笑 一个文职助理 月薪十万 看到招聘信息上的内容 唐灵第一感觉 就是骗人的 这什么时候钱 这么好赚了 不说其他的 就他上一家公司 在物城市 也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可是那总经理的 月薪工资 也没有高到如此程度 明明 你是不是傻 唐灵说道 你见到过那个文职助理的月薪 能够达到十万呢 照我看来 就算是国内那些 各大公司的董事长助理工资 也不可能达到如此水平 听到这话 于敏又仔细地 看了一下招聘信息 应该不会有假吧 小灵 这公司所填写的工作地点 可是在环业大厦 那可是物城市 顶尖的6A级写字楼 能够身处其中的公司 那在整个物城市 也是非常强劲的 而且 对方在应聘者方面 也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要求 我看多半是真的 要不你就去试一试 于敏看着唐灵说道 我怎么听你这么一说 心里越发的感觉不靠谱了 唐灵说道 正常情况下 这种薪资待遇丰厚的工作 肯定早就在内部消化掉了 怎么可能还会拿出来在外界招聘 看唐灵这般犹豫的模样 于敏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直接点了一个投递申请 自己这闺蜜 她可是非常了解的 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 毫无波动 但是内心恐怕早就 因为工作和经济的事情 而焦躁烦恼 这工作若是早一点稳定 那她也可以早一点安心 在给唐灵挑选了几家招聘岗位之后 二女睡去 第二天一早 萧和一大清早起床 去厨房给自己弄了一份 简单的早餐之后 将其端上桌 开始吃了起来 同一时间 她也是拿着自己的手机 打开招聘软件 开始查阅起来 这才刚一进入到网站 便是看到 在信息栏一侧 有着无数的红点闪烁 并且接收数量 也是已经呈现为99家 看来自己这个工作 还挺吸引人的 萧和很干脆的点进后台界面 开始对投递过来的那些面试信息 进行逐一的筛查起来 别看只是简简单单的文秘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往后所获得的产业 也会越来越多 那对于助理的能力方面 也就更加的看重 这无数的投递者中 就没有多少 能够入到了萧和的眼睛 其中有极大部分 都是因为高额的收入 想着投递一把 是一时运气的 当然了 也有一些能力 还算不错的 萧和首先通过系统自带的筛选功能 将那些学历低 综合条件一般 信息造价的那部分面试者 直接剔除 然后从那些优秀的投递者中 开始选择 在这群优秀的投递者中 萧和突然发现了一个 让他感觉到 有些熟悉的名字 这人 唐灵 南大金融管理学硕士 米国马省大金融管理学博士 看着资料上的信息 萧和可以百分百确定 这个唐灵 正是先前 他在印江玉小区外 遇到的那个女孩 在众多的投递者中 他的学历 可以说是最高的 从简历上面来看 虽然有着一个高学历 但是这工作经验 却是仅仅只有三个月 这不免又让萧和 感觉有些好奇 不过现在确定 对方身份后 萧和也算是明白了 就那傻妞 如此直接的处事方式 就算是拥有着高学历 恐怕也没有几家公司敢用 不过 既然被他遇到了 两人也算是有缘 而且对于这个唐灵 他还是挺感兴趣的 这种狠起来 连自己直属领导都能举报的 在当今社会 已经是少之又少了 而且 对方的学历能力 这些也都不差 对比自己所需要的助理一职 还真有那么几分搭配 想到这 萧和笑了笑 直接给对方 发去了面试通知 另一边 正在饭桌上 吃着早餐的唐灵 也是突然间收到一条短信 叮叮 请于明天上午十点半 到渝中俄岭峰小区 八栋一杠一别墅 面试文职助理岗位 联系人 萧先生 联系电话 134XXXX 嗯 文职助理 唐灵有些好奇 自己并没有投过这个工作 对面坐着的于敏 见唐灵看着手机有些发愣 随手将其抢了过来 干啥呢 看得那么走神 当看到唐灵手机上的短信提示后 于敏笑了笑 还真是没想到 这面试信息那么快 都给发过来了 明明 这工作是你给我投的 回想起昨天晚上 唐灵依稀记得对方和他介绍过这个工作 对啊 那么好的福利待遇 我怎么可能让你错过呢 于敏笑着道 可是这个工作我总感觉有些奇怪 很可能是某个骗子公司发布的 唐灵有些担心道 我的小灵同学啊 现在能有个面试通知就不错了 而且对方这办公地点可是在环业大厦 在那里聚集的可都是物城市实力比较强的公司 而且对方给出的薪资待遇又那么好 你就去试一试吧 于敏苦口婆心道 可是对方发来的面试地址是在鹅岭峰别墅区啊 根本就不是在环业大厦 唐灵还是略微的有些不放心 鹅岭峰别墅 于敏想了想 好像是有点奇怪 这面试怎么又得跑到鹅岭峰别墅去了 不过这鹅岭峰别墅我听说过 是物城非常出名的一个别墅区 住在里面的可都是一些实力背景强大的人 我 唐灵咬着牙 内心有些纠结 于敏似乎也发现了对方的犹豫 直接开口道 小灵 这如何抉择 还是你自己拿主意吧 不过作为闺蜜 我还是得多说一句 这工作待遇很不错 你可以先去面试看看 若是真有什么问题 那到时候大可以拒绝 听了于敏的话 唐灵一时间陷入到沉思当中 对方说的没错 自己去看一趟也不吃亏 万一要是真的 那样的薪资待遇 可比他之前的那份总经理助理的工作高多了 而且 就算是不靠谱的 他大可以不去 那好吧 我去试一试 上午十点零五分 唐灵来到了鹅岭峰别墅区 看着面前修饰豪华的别墅区 唐灵内心犹豫的走到小区大门前 这位小姐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别墅区的安保人员叫住唐灵问道 他一眼就看出来 眼前的这个女子并不是小区的业主 你好 我是来面试的 唐灵看了看手机继续道 是别墅区八栋一杠一的萧先生让我来的 八栋一杠一 安保人员第一时间便想了一来 这不就是别墅区内的那套顶级别墅吗 他记得那套顶级别墅确实是最近才售出的 而且所有人就是姓肖的 这位小姐 请问你贵姓 安保人员问道 我叫唐灵 好的 请唐小姐在此等我一下 说着 安保人员走进门岗内 拨出了一个电话 两分钟左右 安保人员重新走了出来 唐小姐 信息我已经核对了 你可以进去了 别墅区很大 唐灵通过手机导航 以及沿途的工作人员询问 差不多十多分钟的时间 总算是来到了八栋一杠一 叮铃 进来吧 门没有锁 别墅内传出萧和的声音 唐灵由于片刻后 直接推开门走了进去 只见一名青年男子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正面带微笑的看着他 看清男子的面容 唐灵不由的一阵 怎么会是你 难怪刚才他听到别墅内 转出来的声音有些熟悉 招聘信息上写的是萧先生 没想到 竟然会是先前帮了他大忙的萧和 这样看起来 两个人还真是挺有缘的 唐小姐 看到我肯定很意外吧 萧和笑了笑 啊 确实挺意外 唐灵尴尬了笑了笑 在他看来 既然对方向他发出了面试邀请 那肯定是已经提前看过了他的基本信息 对方竟然会主动让他来面试 难道说 唐灵赶快掐灭了 突然出现在心里面的这个想法 他一个普通人 和萧和这种身份的人比起来 根本就是天俩之别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也许别人之所以选中自己 无非就是因为学历过得去 单纯的想要帮自己一把 仅此而已 唐小姐 萧和见唐灵在那站着发呆 有些好奇的 啊 唐灵反应过来 有些紧张的赶忙回应了一句 别在那站着呢 自己找位置随便坐吧 萧和笑着道 看唐灵今天这一身干练的职场打扮 和之前那些林家妹子的装扮 确实相差很大 嗨嗨 准备好吗 可以的话 我们就开始面试吧 萧和问道 准备好了 一开始 唐灵还有些紧张 不过见所谓的萧先生 就是萧和的时候 他略有紧张的心情 也是瞬间放开了许多 那我们还是按照正规的流程来吧 萧和淡淡地说道 这样吧 你先做个自我介绍 唐灵点点头 萧先生 我叫唐灵 本科硕士毕业于华国南大 米国麻省大金融管理系博士学历 在学校参与过加兰比金融学术研讨大会 并且在其中获得金奖 我还在 经过简单的三分钟时间 唐灵给自己来了一段非常精美的自我介绍 萧和听后 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唐小姐 按照你的简历来看 肯定会有无数的大公司 向你抛出橄榄枝吧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看得上我发放的这个文员助理港呢 听到萧和的这个问题 唐灵一阵无语 两人在之前就聊过天 自己为何会来投递这个岗位 其主要目的 还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 真要是能够找到其他的工作 也就没有必要来投递这个文员助理的岗位了 至于高兴这个问题 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员助理 想想那十万一个月的薪资待遇 都是不可能的 在他看来 萧和之所以把工资待遇设置得那么高 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好招人 唐灵看了一眼萧和 随后说道 其实文员助理这个岗位也不错 我感觉发展潜力也挺大的 最主要的是我喜欢 你喜欢 萧和对于唐灵这个解释 还挺意外的 你真的喜欢 萧和问道 唐灵点点头 没错 就是喜欢 我大学本科制博士的学历专业 也都是金融管理类 和萧先生 您提供的这个文员助理岗位 还是挺般配的 唐灵一本正经道 一旁的萧和 听到他的这个解释 一时间也是说不出话来 这傻妞说起谎话来 还真的是眼睛都不眨一下 虽然说自己给出的工资待遇确实不错 但是拿一个南大本科硕士毕业 更是美国麻省大金融博士的人才来 作为一个文员助理 这无论如何 都是有种大才小用的感觉 不管以后是不是 但至少现在是这样的 唐小姐 关于你的相关信息 我已经了解了 不知道你这边有哪些工作方面不明白的 也可以告知我 我都会为你一一讲述一遍 萧和看着唐灵问道 唐灵想了想到 萧先生 我想知道你这所谓的十万一个月的薪资 是不是 话到嘴边 他又不好意思说出口 毕竟这种当面质疑的事情 总有些不合时宜 萧和也明白 唐灵心中所想 自己招聘的只是一个文员助理 可是工资却是高达整整十万每月 就这样的薪资待遇 不想让人怀疑都难 唐小姐 有关于薪资方面的问题 你大可以放心 我招聘信息上面说的是多少 那就是多少 萧和说完话 看着唐灵道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那 这工作方面 除了文员助理该做的以外 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什么特殊工作 唐灵继续问道 特殊工作 萧和一阵无语 这傻妞脑子里面都在想些什么 你放心 我需要的只是一个文员助理 而且是非常单纯的那种 不会添加任何的彩色性质 听到萧和这样说 唐灵顿时间脸红了起来 自己心里面本来就有着一些疑问的 现在被萧和直接点名出来 多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 萧和问道 没 没有了 唐灵摇摇头 若是把萧和换成其他的人 他心里还多少会有些忌惮和怀疑 但是在先前与萧和的接触中 他发现对方根本就没有骗自己的必要 那好 我这边对于你还是挺满意的 你这边多久可以上班 萧和淡淡地问道 此话一出 唐灵微微一愣 多久上班 看来自己是已经被录取了 萧先生 我随时上班都行 唐灵急忙说道 那好 萧和说道 既然你这边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我现在就和你说一下 有关于工作内容的事情 你除了文员助理的相关工作以外 还需要负责好我在这栋别墅里面的 其他日常工作 最直接的比如清洁卫生 当然也包括每天的饭食等等 萧和看了一眼唐灵 问道 有什么问题吗 唐灵冷了一下道 就这些 没错 目前就这些 萧和回道 不过让你一个米国麻省大的金融学博士 来做这些事情 确实是有些屈才了 所以在别墅的日常管理中 比如说清洁卫生之内的事情 你可以去外面聘请相关人员 也是可以的 这也行 听到萧和的话 唐灵着实有些意外 为什么不行 萧和笑了笑 只要你能够把相关的工作做好就行 至于其他的过程我并不会很在意 听到这话 唐灵的心中已经开始核算着 聘请相关人员的费用 并且对薪资方面进行了合理的分配规划 萧和给出的薪资是十万每月 就算是自己在外聘请一部分的相关人员回来 那其中所需要花费的钱 也是极少数的一部分 总体算来 自己是非常赚的 这份工作 简直比起他之前所做的那个总经理助理 还要强上无数倍 现在工作看的都是薪资水平和福利待遇 只要月薪开出个一万块每月 恐怕就是清扫厕所都有着大把人抢着去做 对了 还有一点忘记和你说了 萧和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 有关于你外面聘请的相关人员 这费用方面不用你担心 由我来支付 不过我这里不包吃住 所以那些外聘工作人员 除了工作时间以外 其余时间都不能够在别墅内逗留 至于你妈 作为我的文职助理 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突发事物 为了可以及时的做出传达 所以必须居住在别墅内才行 听到萧和的话 唐灵面色意外 他万万没有想到 像那些外聘人员的工资 也是由萧和全权处理 这样一来 那他每个月的十万薪资可都是净赚 没有丝毫额外扣除的情况 不过再高兴之余 他又想到了萧和刚才的第二个要求 必须要求他居住在别墅之内 这孤男寡女的 是不是有些不合适 萧先生 我住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唐灵道 为什么不合适 刚才我也说了 你作为我的文职助理 有时候可能会遇到某些突发的情况 所以不能距离我太远 不然到时候相应的工作又如何去开展 萧和看了眼唐灵 直接道 关于居住方面 有什么问题吗 唐灵想了想 对方给出十万每月的薪资待遇 像这样的要求 似乎也没什么不合理的 没问题 既然没问题 那就这样吧 现在就算是正式入职了 你现在就可以回去做准备了 尽量在今天之内搬进别墅 萧和说完话 唐灵也是点了点头 好的 萧先生 在面试完后 唐灵还有着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自己这工作找的 是不是太过顺利了一些 不仅仅是高达十万每月的薪资 而且连带着 还住进了俄领峰这样的高端别墅内 直接把自己租房相关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萧和看了看时间 已经差不多是中午饭店了 见一旁的唐灵还是发了 他直接出声道 唐助理 已经中午了 该完成你的第一项工作任务 做午饭了 对于唐灵的厨艺 萧和还是比较放心的 两人之前有过短暂的接触 从交谈中可知 对方一个人租住在外 平时这厨艺方面也是时常有着的 至于这好不好吃 萧和自己在做饭菜方面也是非常的一般 在他看来 这唐灵的厨艺就算不行 那应该也比他强上一些才对 半个小时以后 将就这萧和先前买回来的那些食材 唐灵直接做出了比较丰盛的三菜一汤 莴笋炒肉丝 呛炒小白菜 番茄炒鸡蛋 白菜豆腐汤 将做好的饭菜端上桌 唐灵周到的 为萧和成了一碗大米饭 然后静静的站在一旁 萧和随便的夹着一块子 萧笋炒肉丝 吃进嘴里 方向味道还不错 嗯 厨艺还算不错 萧和笑着道 他抬起头 见唐灵在一旁恭敬的站着 直接说道 别这么拘束 你也坐下来一起吃吧 我也吃 唐灵指着自己 对于萧和说的话 感到有些意外 那不然呢 这整整的三菜一汤 我难道一个人吃吗 听到萧和的话 唐灵也是有些不自在的 坐到了饭桌另一边的位置上 萧和看出了对方的心里 笑着道 在我这里没那么多的规矩 这以后虽然是你负责做饭 但作为我的助理 这生活方面自然也是一起的 对了 我可要事先对你生命哦 我这里可没有什么额外的参补费 你要是不吃 那只能自己贴钱了 萧和一句玩笑般的话 从嘴里说了出来 唐灵听到这话 嘴边不由的笑了笑 这么一下子 在饭桌上面 反倒也是没有再像之前那般的拘谨 等到吃完饭后 唐灵去处理饭后事宜 而萧和则是开始打印 整理相关的合同手续 这唐灵作为自己的文职助理 这该有的程序 可是一样都不能守 至于这合同 也是为了让对方更加的放心 毕竟是口说无凭 这小姑娘嘴上不说 但是心里面肯定也会有所顾虑的 等到合同签署完后 萧和和唐灵各自保留一份 两人也算是正式的建立起了雇佣关系 忙完这一切 唐灵趁着下午的时间里面 开始去到闺蜜余敏那里收拾行李 因为先前没有找到工作 原本的租住的出租屋因为房东要解约售卖 所以一时之下没办法 唐灵就搬去了闺蜜余敏那里 暂住一段时间 而萧和因为没有什么事情 一个人则是在别墅内无聊的刷起了电视 这才看电视没一会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看了眼茶几上的手机来电提示 是自己远在老家的三伯娘打来的 萧和直接拿起手机接通了电话 喂 是小和呀 在干嘛呢 电话那头传出来自己三伯娘的声音 三娘 我这闲着无事发呆呢 萧和笑着回道 老爸这边的亲戚里面 这三伯娘对待自己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 所以萧和与其关系相比 大部分的亲戚也是更好的 哦 我打电话来应该没有打扰到你吧 三伯娘在电话中说道 这哪能啊 我现在也是闲着没事 不打扰的 萧和回道 好的了 小和 我这里有点事情 需要你帮帮忙 三伯娘说道 你小妹这段时间放假了 在老家待着也无聊 所以就想着 约上几个朋友去乌城 是好好的逛一逛 这不 现在家里面 在乌城的亲戚朋友 也没多少 这想来你帮忙 也要放心许多 所以我希望你小妹 他们来乌城之后 你可以帮着计划一下 听到三伯娘这话 萧和微微一愣 自己在整个大家族里面 只能算是条件一般 与她年龄相仿的 那些个同辈的兄弟姐妹 这工作方面 也比她相对来说 也好好一些 至于自己这个堂妹 虽然都是同辈 但是现在这年轻人 都有着自己的圈子 两人直接相处的时间也不多 关系虽然不差 但是也说不上有多好 不过 既然三伯娘都专门打电话过来了 看在长辈的面子上 她也是欣然答应下来 三伯娘 这是 我知道了 你就放心吧 等到小妹他们上来的时候 我来安排就行了 萧和直接答应了下来 那好 小和啊 你小妹在乌城市 也没什么认识的人 这期间可就得辛苦你一下了 三伯娘笑着道 都是一家人 既然小妹要来玩 那我自然是非常欢迎的 萧和继续道 对了 小妹他们是多久上午城来 我看这时间也方便早做安排 应该就在明天吧 等你小妹和几个朋友商量好后 到时候会直接打电话和你联系的 电话那边的三伯娘回到 再之后 在电话里面和三伯娘稍稍说上几句话后 电话挂断 等到下午两点钟不到的时间 唐玲这边也是收拾完了一切 拖着几大箱行李 直接搬到了别墅面 至于房间 萧和也没有多管 直接让其看中 那个房间 救助那个房间 反正别墅内的房间很多 他也没管太多 等到唐玲布置完房间之后 萧和将其喊到了面前来 唐助理 我专门给你准备了一张银行卡 我在里面存放了一千万的现金 里面的钱全部用作公务开销 若是余额不足 到时候再联系我就行了 唐玲战战 微微地接过萧和递过来的银行卡 卡里面可是整整一千万 就算他是金融系的博士高材生 但是这毕业工作的时间也没多久 根本就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一笔钱 那个 萧先生 你给我那么大一笔钱 难道就不怕我写款潜逃了 唐玲开口问道 写款潜逃 萧和意味深长地看了唐玲一眼 若是你有这方面的打算 那大可一世 虽然萧和语气平淡 但是唐玲却是微微一愣 这萧和是何等的身份 能住得起这样的顶级别墅 开着顶级的豪车 并且这随手就是一千万出手 像这样的人 可绝对不会像表面上的那样 人傻钱多 自己若是真的写款潜逃了 那恐怕对方稍微动动手指头 就能够把自己给捉回来 也许这捉回来 还是比较好的结果了 可能严重些 自己会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好了 现在我这里也没什么事情了 萧和看着唐玲说道 这样吧 你现在去一趟环业大厦 去那找一下物业总经理丁格 从他那熟悉一下 有关于万象来福商业城的相关工作 万象来福商业城 萧先生 这万象来福商业城是 唐玲有些好奇的看着萧和 萧和淡淡的说道 那是我的产业 既然你作为我的助理 有关于商业城的管理情况 你也必须得熟悉 以后你得协助我管理 您的 好的 我立马过去 当萧和还未说出话来的时候 唐玲的心中就已经有些猜疑 不过当真正听到这话 从萧和口中说出来的时候 这内心不免的也是有些震惊 虽然从米国来到物业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他也知道 这座万象来赴商业城 这可是整个物业最为标志性的建筑 其造价可是高达上百亿元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萧和竟然还有着如此恐怖的身份 若是担任一名助理 虽然那月工资高达十万每月 可是自己堂堂的一个 米国麻省大毕业的金融博士高材生 总是感觉有些大财小用 但是现在他的心里 却不是这样想的了 既然萧和是万象来赴商业城的老板 那自己作为其助理 也要对商业城进行管理 这可就有了让他发挥才华的实力了 行了 商业城丁格纳我已经和他交代好了 你只管过去熟悉工作就行 好的 唐玲正准备离去的时候 萧和又将其叫了回来 你先等等 把商业城那边熟悉完后 你再去买一辆低调点的常用轿车 另外再给我预定一家五星级大酒店 想到自己那三伯娘家的小妹要来 她自然也得提前准备准备 那小妹这次可不是一个人来物城市 连带着还有几个同行的朋友 自己目前就只有一辆车 还是科尼塞格1E这样的超跑 这车仅仅只有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两个位子 若是自己到时候去接人 那总不可能在这自家小妹 然后让她的朋友们打车吧 现在一想 也只能是提前订购一辆轿车 除了这次去接小妹一行人 以后自己出入各大场所想对之下 也是方便不少 还好招聘了唐灵这个助理 要不然这些事情还得自己亲自去办才行 在听完萧和的吩咐之后 唐灵也是迅速的离去 此时别墅内空荡荡的只剩下萧和一个人 在确认唐灵离去之后 萧和拿出手机 点开了其中的无限秒杀软件 海云基金 钱力股 无限秒杀价166元 海云基金 萧和平时对于基金股票之内的行业并没有任何的接触 一看到这海云基金便有些不明所以 不过既然是无限秒杀软件里面的东西 那也没必要多想 萧和当即便将其购买下来 选定商品 购买成功 基金内股票即买即用 当即送达 萧和当即查看了有关于海云基金的相关信息 海云基金属于投资类产品可稳定获得等金利润 最高上限额5000万 利润金将会根据时间限定逐一送达购买者账户当中 经过海云基金的产品介绍 萧和也明白了这次刷新的物品到底是如何使用的了 这海云基金只要是一斤购买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每隔一段时间 他的账户中就会因此获得一定量的资金收益 至于这时间收益比则是60比1000 就相当于是每过一个小时的时间 他就可以通过海云基金获得相应的1000万收益 这软件搞得还挺花里胡哨的 萧和小生嘟囔了一句 在他看来 这系统也真是的 不过就是5000万的金额罢了 有必要用一只投资基金来进行吗 还不如支付一次性秒杀个5000万的现金流给他 那样简单又快捷 提示 无限秒杀软件无法直接挂置现金流奖励 这时候 萧和的脑子里面突然响起来一道略带机械感的声音 萧和 得了 既然这秒杀软件都摆明了态度 他也无话可说 萧和无聊之际 一个人打开了客厅的电视机 开始了无聊的刷剧日程 等到萧和再次看手机的时候 已经是到了下午的五点过 嘟嘟嘟 手机铃声响起 看来电视唐灵打来的 萧和将手机接通 喂 萧先生 万象来福商业城的所有工作流程 我这边都已经和丁总经理过了一遍 嗯 好 萧和点点头 距离唐灵离开别墅去到商业城 再到现在时间也就过去了四个多小时 看来这米国麻省大的博士高材生 就是不一样 这万象来福商业城管理工作可是不少 竟然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 就已经全部整理清楚了 除此之外 您吩咐我定制的轿车和五星级酒店的事情 我也一并处理了 唐灵在电话中说道 为您订购的轿车是大众灰腾 全款落地价250万 至于酒店 我选择的是商业城附近的喜来宏大酒店 不知您这边对此是否满意 若是需要的话 我这边立马进行调整 萧和笑着回道 不用调整了 你做得不错 轿车方面 大众灰腾确实不错 其内室比起顶尖的奔驰S级 也是不遑多让 而且大众灰腾低调 又完全不识排面 对于他来说 也确实算得上是首选了 至于那酒店方面 他倒是没有多么的在意 无非就是吃饭和休息所需要的地方 再哪都是一样的 就在萧和准备挂电话的时候 电话里面再次传来唐灵的声音 另外 我刚才接到丁总经理这边的消息 说是万象来福商业城的贺梦集团 今晚将要举行一场酒会 这主办方还专门送了一份邀请函过来 什么意见 贺梦集团 萧和想了一下 自己在丁格给的那份季度租金收缴名单中 确实是看到了这家公司 而且还是属于万象来福商业城中的一个大租户 光是每个季度的租金都高达近五百万元 这一年下来可就是超两千万元 而且对方的租房信用也是非常的不错 自己才接手万象来福商业城 既然别人热情邀请自己 那也不好拒绝 你去转告这个贺梦集团 就说晚会我一定到场 萧和淡淡地说道 另外 你人正好也在万象来福商业城 一会晚会就跟着我一起去吧 趁着现在我还没过去 抓紧时间去商业城里面 挑选一套合适的晚会礼服 等我到了之后就一起去晚会现场 听到萧和的话 唐琳微微一愣 竟然让他也去参加晚会 想到这里 他的面色微微一红 以前在美国的马省大公读博士时 他也参加过一些校内组织的晚会活动 自然知道 这晚会大部分人都会挑选一个合适的伴侣 一同前去参加 但是这另一半无疑不是有好感 或是关心密切的异性朋友 既然这萧和让他一同前去参加 那会不会是有着某些特殊的含义 萧先生 你确定是让我跟着去参加吗 电话里的萧和见唐琳没有回复 直接问道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没 没问题 我就是确认一下 唐琳略微有些紧张地回道 那好 你抓紧时间去把晚会礼服的事情给落实了吧 另外 既然是陪着我一起去参加的 这晚会礼服的费用 就算在公账上面 直接用我给你的那张银行卡来报销 说完话 萧和直接挂断了电话 而唐琳则是在沉思片刻之后 也是迅速地朝着商业城的服装区走去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作为萧和的助理 那他的形象自然也代表着萧和的部分形象 自己必须得严谨对待才行 俄领封别墅内 在之前 萧和就通过无限秒杀软件购买了50套名设计师服饰 其中正好有着几套男士晚礼服 今天刚好能够排得上用场 在挑选好晚礼服后 萧和简单地照了一下镜子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着装 随后迅速地驾车朝着商业城的方向赶去 晚上6点10分 萧和来到了环夜大厦的大门口 坐在克尼塞格万一上 萧和第一眼便看到了站在大门口等候着的唐琳 此刻的她身穿着一身淡红色的碗里裙 脚下是一双红色的细高跟鞋 与先前的职场那种干练的装扮不同 现在的她给人一种知性大方美的感觉 仅仅只是在原地这么一站 就能够吸引到来往的路程侧目相望 这妹子也太美了吧 好心动 要是我也有个这样的女孩做女朋友 那该是多好啊 妈妈呀 我又想要谈恋爱了 听着周围男生的议论声 一些女孩子内心也是无比的嫉妒 这爱美是人的天性 女孩子在喜欢帅哥的同时 对于那些长相美丽的女子 也是忍不住想要多看两眼 萧和把车开到了唐琳的面前 放下副驾驶的车窗 对其淡淡说道 上车 唐琳并没有说话 只是弯下腰 拉开副驾驶的位置坐了下去 这一幕被周边不少人看到 虽说是豪车配美女 但是大家在看到一个活脱脱的美女 坐进了超跑 心里始终有些空落落的 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坐好之后 萧和目光朝着唐琳细细地打量着 被这么一看 而且还是自己的老板 这样的唐琳总是有种非常不自在的感觉 不过这样的想法 在唐琳的内心出现一会 便被挥之抹去 既然对方这般看着自己 那也是侧方面的说明 自己也是有着一定的魅力之处 想到这 唐琳面色微笑 内心充满自信地看着萧和 萧先生 不知我今天的这身打扮如何 萧和笑了笑 看起来还算不错 不过嘛 总感觉整体上似乎还少了些什么 还少了什么 唐琳被萧和这话说的有些愣 萧先生 我这少了什么 唐琳开口问道 萧和没有说话 而是从驾驶座的位置上弯过腰来 把头靠近了唐琳的面前 这突然的举动 着实让唐琳紧张了一把 就两人这个样子 基本就像是电视剧里面 霸道总裁准备在车上来的强吻的桥段 萧先生 我们 嘘 两人就这么互相看着 也许是唐琳接受了这个现实 缓缓地将眼睛给闭上 看到这一幕 萧和微微一笑 这傻妞 还真以为自己要做些什么呢 萧和之所以近距离地凑近到唐琳身前 并非是对其打起来什么心思 而是想要近距离地观察一番 在唐琳上车之后 虽然对方穿着打扮都非常的亮眼 属于是走到人群 就会立马吸引到无数男性目光的形象 可是他在仔细的一瞧 却又总感觉对方整体上缺了些什么 突然 萧和的目光瞄到了唐琳手中拿着的那个公文手提包 这一下子 他算是明白对方缺了点什么了 看着唐琳身上空荡荡的 穿着打扮倒是不错 但是这唯独首饰之类的 差了不少 贺梦集团的晚会是多久开始 萧和问道 晚会是在七点半举行 就在我们万象来福商业城的B区复利大酒店举行 唐琳回道 萧和看了看手表 现在是晚上六点半 距离晚会开始 还有整整一个小时 时间上肯定是足够了 轰隆 一脚油门 萧和直接驾驶着科尼塞格万一 朝着商业城的C区驶去 萧先生 这晚会的举办地点在商业城B区 我们这是不是走错了 这边可是往C区的方向 看着距离B区越来越远 唐琳好奇道 没走错 我们就是去C区 C区分布着服装以及首饰专柜 萧和就是要去那边 给唐琳挑选几件合适的首饰进行装扮 半个多小时后 萧和带着唐琳走出了C区 与来之前不同 此时唐琳的脖子上带着一款精美的钻石吊坠 而手腕处也有着一串白金制的高端手链 不仅如此 原本手里面拿着的小型公文包 也变成了一款爱马仕的单胯便携式的小包 仅仅只是增添了首饰上的装扮 但是唐琳整个人的气质更是向上提升了不少 萧先生 我这样合适吗 唐琳跟在萧和的身后 有些别扭道 虽说这首饰明包 没有哪个女孩子不喜欢的 但是一个老板送给助理这些东西 难免不会让人感觉到奇怪 没什么不合适的 你是我的助理 出席这些场合 不也是代表着我的脸面吗 萧和问道 可是 唐琳正准备说话 却被萧和一下子堵了回去 没什么可不可适的 萧和意味深长道 你只需要记住 我是你的老板 听从就对了 晚上七点一十分 萧和驾驶着超跑 出现在了商业城壁区 富丽大酒店的大门口 在刚一进入到大门口的时候 周边不少人都被突然出现的 这辆科尼塞格万一给深深的吸引住了 我靠 这不是科尼塞格万一吗 谁哪家的土豪 竟然连这种全球最顶级的限量版超跑 都给收入囊中了 看来今晚还真是神毫无极限 就是不知道哪家的公子哥竟然如此的霸气豪迈 这种顶级的富豪 若是一会在晚会上相遇 必须得好生结交一番 周边不少人看着这辆豪车 眼中皆是散发着各种不同的色彩 在场的都不是什么普通人 既然能够开得起这样的顶级豪车 那想必车主的实力也是非同一般 若是能够好生结交一番 那是绝对的有利 当然了 现场有人极度羡慕 但是也有一些人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毕竟在这里可是有着不少的富家子弟 他们都不乏有许多懂车的人 像科尼塞格汪一这样的顶尖豪车 那在全球也不过十辆 那并不是有钱就能够买得到的 还得需要一定的人脉关系 像这款世界级的限量版顶级超跑 就目前大家所熟知的 就算是沿海的那些各发达城市 又或者是京都天北市 也未曾听闻过那位顶级二代拥有 现在突然出现在了悟城 而且还是悟城本地的拍照 这不免得让有些人产生了怀疑 毕竟有些人为了充面子功夫 把一些相似的车辆进行改装的 也不是没有 特别是在这些富家圈子里面 有点闲钱 库外超跑的也不是没有这样做过 在科尼塞格汪一上 萧和看着一旁的唐灵 你先下车吧 我一会去车库停好车 就去找你 听了萧和的话 唐灵解开安全带 但看着车外无数人朝着这边望了过来 心里不免得有些紧张 对方的这种表现也被萧和看在眼中 虽说是米国麻省大的金融高材生 但是这开展工作的经验也很短 遇到这种富人聚集的晚会 心里有些紧张也是在所难免的 萧和看着对方笑着道 去吧 不要担心 今晚你打扮得这么漂亮 绝对了现场最受关注的女孩子 听到萧和的话 唐灵微微一笑 心里也是给自己暗中打气 唐灵 你绝对能行的 加油 给自己打气后 他把目光看向驾驶座的萧和 说道 萧先生 那我在酒会大厅等你 嗯 你先过去吧 随后 唐灵打开了副驾驶座的车门 平复了一番心情之后 没有理会周边人的目光 静止朝着酒会内部大厅走去 再就在他下车后 出现在众人视线之下时 无数人的目光袭来 真没想到 从科尼塞格旺一上面下来的 竟然是个女的 这是哪家的豪门妇女 长得也太美了吧 物城市的大部分千金小姐 我都见过 这是这位真还是第一次见 该不会是哪个豪门家族 从未落过面的吧 我看极有可能 像这样的机会可是不多 一会若是有机会 必定给去好好地认识一下 能够驾驶着上翼的顶级超跑前来此地 那也就侧面地说明了 来着身份的显赫 而且还长得那么的大气漂亮 这自然是更加令人眼前一亮 现在的这些二代们可不傻 来参加富人圈的酒会 为了可不是单纯的吃喝玩乐那么简单 更多的也是在其中寻找一定的价值 和攀谈利益关系的 现如今 唐玲就是无数人攀谈的最佳目标 至于萧何 因为先前已经吩咐过丁葛 对其身份信息等不能大事宣扬 所以今晚酒会上 除了个别大公司的老板高层以外 其他大部分人都对其不认识 又因为唐玲从副驾驶出来 更多人都下意识地 将其给当成是对方的司机 所以这存在感方面可谓是极其的低 在唐玲进入到酒店内部之后 现场有着不少人也是紧随其身后 对于此等情况 坐在科尼塞格湾一上的萧何 对此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不过他也难得理会这些 等到唐玲走过酒店大门之后 他也驾驶着科尼塞格湾一 朝着酒店的地下停车库赶去 因为今天来此参加酒会的人不少 这酒店的停车位 也就显得是相对的要紧张不少了 萧何晃了大半圈 好不容易才在一个拐角处 发现了一个停车位 正当他驾驶着科尼塞格湾一准备 倒进停车库的时候 一脸红色法拉利突然出现 直接阻挡住了萧何准备倒车的路线 弟弟 谁他妈的在这倒车 给我滚一边去 别挡住我停车 法拉利的喇叭声响起了几声 随后一道非常刺耳的声音传了过来 萧何听到这话 面色不由的微微一皱 看了眼车后视镜的位置 萧何一个前驱转弯绕过对方车辆 迅速的杀进了停车位里面 不管在哪都有着这些嚣张二代的身影 萧何也难得理会 直接关掉车门 准备转身离去 可就在这时 法拉利上面下来一个气焰 非常嚣张的金毛青年 臭小子 你给劳子站住 金毛青年关过车门 迅速上前拦住准备离去的萧何 然后用手指着对方道 你知不知道 这里是我的地界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快给劳子把车挪开 要不然到时候 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杀掉 萧何都难得理会对方 准备直接转身离去 见此情况 金毛青年更是生气 特么的 开着一辆破改装车 就在劳子面前装插 先前在酒店大门口 他也是亲眼目睹了 唐灵从萧何所驾驶的这辆车上下来 他也是个超跑爱好者 对于各类超跑 也有着一定的认识 科尼塞格可是世界级的顶级超跑 别说是悟成了 就算是整个华国 也没听说过谁有一辆 在他看来 萧何所驾驶的这辆科尼塞格腕 绝对是假冒无疑 多半就是用相似超跑改装而成的 他可是堂堂身严实业的少东家 今天被人这般对待 自然非常的生气 去你特么的 见对方没有理会自己 这暴脾气一上来 直接捏紧拳头 朝对方挥了过去 金毛青年的拳头 在即将贴近萧何面旁的时候 被一只极具力道的双掌 一把抓住 想打架 萧何冷声道 本来他是不想理会此人的 结果没曾想 对方竟然语言不合之下 还动起手来了 别人都欺负到头上了 他自然也没有忍受的道理 老子打的就是你 金毛青年嚣张道 不过他原本自信的一拳 并没有打到对方的身上 反而是被对方给牢牢的抓在手中 就在他准备收回自己双手的时候 却是发现自己的手掌 被对方给牢牢的抓在手中 任凭他用多大的劲 都无法撼动其分后 萧何并没有说话 只是冷冷的看了一眼青年 随后在对方惊恶之际 捏住其右手稍稍以用力 啊 金毛青年的手掌 被萧何瞬间捏出 树道咔咔作响的声音 与此同时 萧何在一拳朝着对方的胸口打去 砰的一声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金毛青年 现在已经是被一拳 打得躺在地上哀嚎痛苦 萧何没有继续理会金毛青年 仅仅只是冷冷的看了一眼 对于这样的非主流沙马特 整天搞得都花里胡哨的 还真以为自己好厉害呀 没什么本事就别想住装备 淡淡的说完话后 萧何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 见萧何离去 金毛青年面露阴沉之色 然后忍住手掌和胸口上的疼痛感 拿出手机拨打了一通电话 大哥 我在地下停车库被人给打了 你快过来 挂断电话 金毛青年也是畏畏缩缩的 朝着萧何离去的方向跟去 当萧何快要走到地上停车场库边的直升电梯时 一群人手持棍棒武器的也朝着相对的位置走来 大哥 就是这小子 眼见人群走了过来 先前被萧何教训的那个金毛青年 突然从一辆轿车尾部冲出来喊道 听到这话 那群手持棍棒的人皆是停下脚步 然后把目光放到萧何的身上 而那金毛青年则是迅速地绕过萧何 以最快的速度来到那群人的身旁 哥 就是那个家伙 你可一定要给弟弟我做主啊 金毛青年一脸委屈道 没用的东西 整天就知道给我惹是生非 金毛青年身旁的男子呵斥了一句之后 把目光转向了一旁的萧何 小子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赶来这里闹事 我看你还真是不知死活 你们几个都过去 给我好好收拾一个这个家伙 青年对着身旁的几名马仔挥手说道 见自家老大发话 最前面的三名马仔 手中各自拿着武器 迅速地朝着萧何围了过去 杂草 敢对我动手 我看你现在往哪里跑 那名金毛青年 嚣张得意道 围住的萧何三名马仔 互相望了望 然后一同举起手中的棍棒 朝着萧何打去 还真是打了小的 又来大的 萧何迅速地躲过 朝着自己挥击过来的棍棒 抓住机会 啪啪啪 出手快准狠 仅仅三拳两脚 就将围住他的三个小马仔制服 见这一幕 场中的所有人都是一正 对方伸手那么厉害 你们几个 全都给我一起上 那个青年也没有想到萧何身手会那么好 索性直接将其余的马仔全都派了出去 听到青年的话 这些个马仔一窝蜂的上前将萧何围了起来 看着面前的这群人 萧何的心中没有一丝的波澜 他的身体可是被功能饮料改造过 对付这些普通人还真是小菜一碟 又动起手来 结局还是如同先前一样 这群看似占尽人数优势的家伙 根本就没有一个是萧何的对手 拳打脚踢之下 基本就是一拳一个小朋友 噗嘛的 简直是一群废物 在金毛身旁的青年见此情况 也不再迟疑 直接从腰间抽出一根电棍 朝着萧何的身上捅去 在他看来 对方就算是再厉害 难道还能扛得住电击不成 就在电棍即将触碰到身躯的时候 萧何以极快的速度抓住了青年的手臂 然后用力一扭 青年吃痛下 原本握在手中的那根电棍落了下去 正好被萧何接住 看着手中的电棍 萧何笑了笑 然后按动电源猛的一瞬间 朝着对方的身上靠去 电棍触碰到身上 青年瞬间浑身抽动起来 脸上更是布满了难受猙獰的表情 仅仅几分钟的功夫 原本在前不久还气势高涨的一群人 现在就已经在地上分摊一片 萧何把目光看向了最先前的那个金毛青年 别 你别过来 我告诉你 我爸是身严实业的董事长 你要是敢动我和我哥 后面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金毛青年颤颤巍巍的说道 身严实业 萧何想了想 他记得这家企业也是环业大厦里面的租户 既然是这样 那事情也就好办了 萧何看了看刚才那名带头的青年 以及这金毛青年 随后淡淡的说道 身严集团是吧 我倒要看看 你们那老爸敢对我如何 萧何指着不远处的金毛青年说道 你现在就打电话告诉你的父亲 让他立马到这里来 否则你们一家子 包括这所谓的身严集团 就都可以滚了 你 萧何此话一出 这兄弟二人眼中 皆是充满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对方竟然在知道他们身份的情况下 还如此的言语冰冷 更是扬言要让他们一家人 甚至是整个身严集团滚 在萧何的威慑下 那名金毛青年直接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给正在参加晚会的父亲打去了电话 另一边 此时正在与其他公司高层畅聊的身严集团董事长 在接到自己儿子打来的电话后 怒火瞬间从心底燃起 在与周边人简单的聊了几句话之后 这位身严集团的董事长 立马飞快地朝着地下车库走去 他倒要看看 到底是哪个家伙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这般口出狂言 此时 在地下停车库 先前被萧何制服的那群人也是逐渐恢复过来 大家重新聚在一起 皆是面色谨慎地提防着对立面的萧何 臭小子 你别得意 等到我们老爸过来之后 绝对有你好受的 对 一会谁从这里滚出去 还真说不定 这兄弟二人开口说道 在酒会上 深严集团董事长黄元和的离去 也是引起了在场不少人的注意 一部分感到有些好奇的人 也是纷纷紧跟其后 在地下停车库内 萧何面色平静地 靠坐在道路一侧的休息椅子上 在他的不远处 黄家兄弟二人 及其身后的那一帮小弟 都是紧张地等在原地 在黄家兄弟二人看来 萧何就只是一个 开车违规改装车辆装插的假二代 而他们可是深严集团这种大企业的少东家 误称是真正的顶尖富二代 对方现在是嚣张 不过等到一会他们的父亲到场之后 就不信这个家伙 还能够像现在这把从容淡定 那么的 开车一辆破改装车 还真以为自己有多厉害似的 等一会老爸来了 我非得让人将这辆破车给直接拆了 黄家两兄弟的话说得很小声 他们心里始终有些害怕 被对方给听到 时间过去了一小会 深严集团董事长黄元和 也是来到了地下停车库的现场 二人看着赶来的黄元和 瞬间面色激动起来 老爸 就是那个家伙 黄家兄弟二人用手指着萧和道 看到自家两个儿子身上的乱糟糟的模样 黄元和心中顿时爆发出一阵怒火 臭小子 敢欺负我黄元和的孩子 我看你是找死 身后紧跟过来的那些人见此情况 才算是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难怪 黄元和在整个物城也是事业有成 更是一家资产数益的大公司老板 现在自家的儿子 被一个不知名的青年给收拾了一顿 生气也是必然的 同一时间 大家也都在猜测这名青年的身份 这个青年倒是哪里来的胆子 感动黄元和的儿子 话可不能像你这样说 萧和看着出现的黄元和 淡淡的说道 这从始至终都是你家里这两个宝贝儿子 主动上来挑事的 真要说的话 那我只能算是正当防卫 你这个做父亲的都那么的嚣张跋扈 难怪教育出来的儿子也是这般的鸟样 听到萧和的话 陈元和冷声道 臭小子 他们是我儿子 你既然对他们动了手 那今天不给我一个合适的说法 就别想从这里走出去 黄元和无比的嚣张 根本就没有把萧和当成是一会事 至于周边围观的那些晚会宾客 也仅仅只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 大家都是一个交际圈子里面的 对于黄元和这两个儿子的品性 也是有所了解 这不用想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 你也想动手 萧和看着黄元和说道 你们这一家子可真是够意思的 这打了小的来了个稍微大点的 结果两个都打不过 最后把老的也给拉出来了 你们这是在葫芦娃旧爷爷 一个个送菜 随着萧和的这句话说出口 对面的黄元和再也坐不住了 臭小子 我看你真是在找死 没有继续理会黄元和 萧和直接拿出手机 给丁格打去了电话 萧先生 您有何吩咐 电话那头传来丁格恭敬的声音 我在富丽大酒店的停车场 你马上来一趟 萧和对着手机冰冷的说道 听到这话 酒会上原本还面带微笑的丁格 面色瞬间阴沉下来 萧先生 我马上就到 电话挂断之后 他一刻也不敢停留的 就朝着停车场赶去 听刚才这位萧先生的语气 恐怕又是不到了哪些个不开眼的瞎子 而在停车场这边 见萧和拨打出一通电话 黄原河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就你这家伙还敢叫人 行了 我倒要看看 你能够叫来什么样的货色 别到时候连带着跟你一起 被我轰出去了 听到黄原河的话 周边一行看热闹的人 也是颇为的好奇 难道这个青年 并没有大家表面上 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在僵持之下 几分钟时间过去 不远处 丁格针火急火燎的 朝着众人所在的方向跑来 当丁格出现在事业之下的时候 现场无数人都表现得非常的意外 作为万象来福商业城的物业总经理 那可以负责于整个商业城的日常管理 及维护工作 其内所在的那些个大公司老板们 谁都不敢对其小看 见丁格到来 现在还一脸嚣张气焰的黄原河 也是变得满脸的笑容 丁总 您怎么也来这里了 没有理会一旁的黄原河 丁格扫视了一下周围 然后把目光放到了萧和的身上 这现场这般模样 他稍稍一看就能够知道事情的大致情况 深沿集团也是租住在商业城内 实力还算可以的一家公司 他与黄原河之间也有过接触 对其家中两个顽固儿子的品性 也是有所了解的 这黄家 今天要倒大霉了 丁格一言不发 无视身旁的黄原河 直径朝着不远处的萧和走去 丁总 您 看到丁格这般模样 黄原河一时间也有些摸不清头脑 毕竟自己平时与这丁格说话时 对方还是会作答几句的 今天怎么就突然间变得那么冷漠了呢 就在所有人都疑惑之余 丁格来到萧和的身边 弯身恭敬道 萧先生 此话一出 全场震惊 有关于万象来复商业城换老板的事情 他们也是隐约间有所听闻 而丁格作为商业城的物业总经理 现在对眼前的这名青年如此态度 那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这位青年 很有可能就是那位商业城的幕后新老板 此等情况之下 大家都把目光重新望向了皇家父子三人 先前这黄元和的话 他们可都是听得非常清楚的 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商业城的范围之内 刚才这黄元和威胁要给对方颜色看看 这句话现在听起来 感觉是那么的打脸 至于那黄元和 现在的脸色看起来 仿佛像是吃屎一般难受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自家两个蠢宰子 竟然如此不开眼的 招惹到了商业城的新老板 想到这 他立马厚着脸皮 小跑着来到萧和的身旁 萧先生 这实在是不好意思 是误会 我刚才说的一切都是误会 误会 萧和淡淡的说道 你认为是误会 但我可不这么认为 刚才我可是亲耳听到 有的人不是说过 要让我好看的吗 萧先生 真的是误会 误会 黄元和一脸的苦瓜相 从萧和的话里面 他怎么可能听不出对方的意思 经过先前那么一闹 今晚这事 恐怕是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容易解决 萧先生 刚才是我眼拙 还请您大人有大量 别和我们这些小人物一般计较 黄元和面色冷沉的 看着身后的两个儿子 你们两个 都给我滚过来 快当面给萧先生赔礼道歉 知道萧和身份后的两人 哪里还敢逗留 迅速地朝着萧和的位置走来 见此情况 萧和只是冷冷地笑了一下 这道歉 我看就没有必要了 萧先生 您是 听到这话 黄元和还以为是萧和愿意放过他们了呢 就在他原以为可以松下一口气的时候 萧和看着一旁的丁格道 丁总经理 这深沿实业的租金收缴情况如何 丁格看了一眼黄元和 随后开口道 萧先生 深沿实业上季度的租金支付了70% 而新一季度的租金暂时还未缴纳 既然上季度的租金还未缴纳完全 那按照双方的租赁合同来看 应当如何 萧和问道 这话一出口 丁格立马就明白了萧和的用意 他给黄元和投去了一个同情的表情 随后一脸恭敬道 按照万象来付商业城的租赁合同规定 若是租赁方在租金方面有欠缴半个月以上记录者 物业方有权催讨租金 并且对租赁方实行退租驱离 好 那就按照商业城的租赁合同来进行吧 萧和看了一眼黄元和 给你一周的时间把欠缴的那部分租金补上 然后搬离出商业城 听到这话 黄元和瞬间有些不知所措 丁总 这有关于房租租金的事情 我们不是商量过 对于黄元和的话 丁格也只是表示无奈 毕竟自己只是商业城的物业总经理 最多就是拥有着商业城的日常管理权 而对方招惹到了萧和这么商业城的真正主人 对方都已经亲自开口了 那他的话自然是没有半点的用处 黄总 萧先生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确的 若是一周之内深延实业 还为付清房租 彻底的搬出商业城 那我到时候 也只能是带人上门强制执行了 因为萧和的缘故 丁格对待黄元和的待遇 也是非常的冰冷 既然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黄元和也知道 无论自己说再多的话 那也没有丝毫的用处 这万象来福商业城 可是物城市的地标性建筑 而屹立于其中的环业大厦 更是一个中心点 各大公司 哪怕是支付高额的租金 也要选择把公司地点落在此次 那为了 就是彰显其自身的一种实力体现 就如同有钱人喜欢花费高昂的价格 为自己包装一般 公司处在这样的地方 那对于自身的发展等等都是 具有巨大好处的 他们深沿实业 虽然市值数益 但是在整个物城市 像他们这般的公司 也是有着无数的 一旦他们离开了这里 对于往后的发展 也是没有丝毫的好处 甚至对于那些往日的合同公司来说 还以为他们深沿实业 是在处于下坡路的迹象 那到时候 还不会倒会有多少公司 与他们解约终止合作 后续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把事情吩咐完后 萧和没在现场多待 直接朝着酒会的方向走去 而那些原本在看热闹的人 见到萧和离去 也是迅速地跟了上前 其中大部分人 可都是在商业城内 某家公司的老板高层 若是能够与萧和这位商业城老板 打好关系 那是百烈无一害的 就抛开租户和业主的身份不谈 整个商业厂价值数百亿 那萧和如此年轻 就能够拥有此等产业 相比其背景 也是极其的恐怖 无论是哪一方面 都值得他们 在场所有人讨好结交 等到人群逐渐散去 黄元和面色苦憋地看着丁哥 丁总 我们也在商业城认识多年了 你看能不能帮我在萧先生 那稍稍缓和几句 等到时候我 黄元和话还没说完 丁哥便立马将其阻拦 黄总 我们就此打住 我们虽然认识已经几年时间 但是彼此之间 也仅仅只是工作上的接触而已 至于其他的 树丁某直言 我们两人之间并没有多数 丁哥知道这黄元和打的什么注意 都什么时候了 还敢让他出面 去到萧和那里说到几句 能够做到商业城物业总经理的位置 他可不是傻子 为了黄元和给出的那点迎头小利 到时候丢了自己的饭碗 那可就是真正的得不偿失了 丁总 黄元和心中还抱有着一丝幻想 可是丁哥根本就没有跟他任何的机会 自己扭头转身就走 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黄元和已经是面如死灰 他看了看远处的两个儿子 两个兔崽子 瞧瞧你们干的好事 看到自己父亲生气的面容 两兄弟内心一阵恐惧 爸 我们不是故意的 是知道这家伙 竟然是商业城的老板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错了 要知道会这样 我当初真应该把你们甩到墙上去 黄元和一脸冷沉 更是脱下挂在腰间的皮带 一步一步的朝着自家两个儿子走了过去 我平时就是太惯着你们了 今天要是再不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 那以后整个皇家 非得被你们给搞垮不可 老爸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我们 二人不断开口求饶 可黄元和已经怒火中烧 根本听不进自家两个儿子的话 啪 皮带直接朝着二人的身上抽去 而身后的那一群小啰啰见状 也早就已经是四散开去 没有一个人敢再次停留 很快 整个地下停车库内 响起了一阵阵皮带的抽打 以及两道呼喊求救声 在富丽大酒店内 萧何正带着唐灵 应付着频频来往敬酒的人群 丁格也是不断地陪同在身旁 为萧何一一介绍着来人的身份 等到晚上九点过 萧何在唐灵的搀扶之下 醉熏熏地回到了鹅岭峰别墅 第二天一早 出生的太阳照射到卧室之内 萧何慢悠悠地睁开双眼 只见床头边 唐灵正静静地静坐在他的身旁 眼睛都不眨地盯着他看着过来 我靠 你在这里干嘛 萧何一下子惊吓过来 就唐灵这么直叮叮地看着 不管是谁都会被吓上一跳 萧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已经把早餐准备好了 现在过来 就是想着叫你去吃早餐的 唐灵有些尴尬地说道 吃早餐 萧何无语道 你这样子 是叫我去吃早餐的吗 我看你是想着孤一下我的吧 听到萧何的话 唐灵连忙道 萧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刚才见你睡着很香 又害怕打扰到你才这样的 下次一定注意 萧何没有说话 只是目光直叮叮地看着唐灵 萧先生 您是还有什么吩咐吗 见萧何一直看着自己 唐灵有些好奇道 吩咐 唐助理 我这还穿着睡衣呢 你难道还要服侍我换衣服不成 又或者说是 想要看着我换衣服 萧何对唐灵说道 听到这话 唐灵立马反应过来 啊 萧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马上就出去 一想到刚才萧何的话 唐灵脸色更是瞬间通红 他一刻也不停留 立马站起身来朝着卧室门外走去 刚才被萧何看着 他心里有着一股莫名的紧张 可那种感觉又有些说不上来 几分钟之后 萧何换好衣服之后 来到了客厅的餐桌上坐着 唐灵已经把萧何的那份早餐准备好了 也许是因为老板和助理的区别 唐灵的那份早餐 看起来略微的单调一些 而萧何这边却是要丰富不少 这傻妞还真是有心了 萧何暗自说道 在吃饭的时候 萧何时不时的朝着唐灵的位置看去 这使得本来就有些紧张的唐灵更是尴尬 那个 萧先生 您这么看着我干嘛 我就是有些好奇 萧何淡淡的说道 才短短的时间里面 怎么感觉你和之前才认识的时候 有着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我有吗 唐灵有些支支吾吾道 有 而且很明显 萧何想了想 突然道 我明白了 唐助理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异样的感觉 又或者说 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 此话一出 唐灵立马有些惊慌失措起来 喂 萧先生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怎么可能呢 你真的对我没感觉 萧何反问道 也许不对 我没有 唐灵话都说的有些不对 更是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看着唐灵这般反应 萧何笑着道 你不用解释 我都明白的 毕竟像我这样的成功人士 不仅仅是多精 人还如此的优秀 你就算是喜欢 也没什么奇怪的 这话萧何自己听着都有些别扭 不过之所以这样说 无非就是想着好好地调侃一下唐灵罢了 等到萧何把话说完 唐灵只能是找个清洗整理厨房的名义 逃离客厅 他现在是真的不敢再在客厅内待下去了 等到后面 还不知道萧何会对他说些什么 看着迅速逃离的唐灵 萧何感觉到一阵好笑 等到吃完饭后 萧何拿出手机 点开了无限秒杀软件 厨王功能饮料 无限秒杀价66元 看着无限秒杀软件上面显示的商品 萧何脸上带着一丝喜悦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萧何光是看名字 就能够知晓一些 有关于功能饮料的相关信息 厨王功能饮料 该不会是喝了就能够拥有厨王的能力吧 萧何没有丝毫的犹豫 立马将其购买了下来 看着还在厨房忙碌的唐灵 萧何一股脑的将出现在手中的厨王功能饮料 给喝了下去 下一秒 无数有关于厨艺相关的技能技术 全部融入于萧何的脑海之中 现在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一句 只要他想 那不管是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又或者是水里面游的 他都可以轻易的将其做出成千上万种极品美味 等吃过早饭之后 萧何带着唐灵去到万象来赴商业城 萧先生 我们今天来这是要干嘛 唐灵在萧何的带领下 一直在商业城的各处地点清闲游逛着 来这里 自然是要带你好好的熟络一下商业城的具体情况 若是连这些基本的都不知道 那后面还怎么管理商业城呢 萧何说道 听到这话 唐灵也是认真的点了点头 萧何说的非常有道理 他找不出任何的一丝毛病 其实萧何一开始 也并不打算如此的 只是因为在接手商业城之后 他接连碰到了好多七租户仗势七人的事情发现 若非获得了无限秒杀系统 恐怕现在的他也只是城市中一个默默无名的打工仔 所以 对于那些租户的恶劣行径 萧何心里是非常厌恶的 只要被自己遇见 那毫无疑问 是绝对要将其好好收拾一番的 两人来到商业城的名牌奢侈品区域 原本好好地走着 突然发现 前面有着一个年轻女主播 正手拿着话筒 在对过往路人进行着采访 对此 萧何也没有理会 依旧是自顾自地走着 而唐玲也是乖乖地跟在身后 当两人刚要从一旁离去的时候 那名街头采访的女主播 立马上前将二人的去路给拦住 先生 小姐 我是在这里做街头采访的 不知道可以耽误你们几分钟的时间 做一个短暂的采访吗 萧何想都没想 直接到 没时间 他最讨厌的 就是那些做街头采访的 为了节目效果 故意搞些查试出来 使人难堪 其实萧何猜的也没有错 他面前的这名女子 虽然是做街头采访的 但是其本质目的是一旁的 路易为登奢侈品店的外聘导购员 为了就是通过以街头采访的形式 在门店周边为路易为登店铺招揽生意 而他的目标就是那些情侣 今天也才两个小时的采访时间过去 在店铺门口 已经有了不少的情侣夫妻中招 见萧何如此干脆的拒绝 这名女主播也有些意外 先生 我只是简单的问几个小问题 花费不了您多少时间呢 那名女主播不依不饶道 那好 几分钟时间长话短说 萧何也没有再次拒绝 她倒要看看眼前的这个女主播 想要玩些什么花样出来 而那名女主播健壮也是一喜 对于萧何心中更是一番冷笑 小亚 在她面前装高了 一会有你这家伙好受的 先生 您身旁的这名女生真漂亮 唐玲 女主播直接把话题转到另一边 这让的唐玲感觉到有些莫名其妙 说到这 女主播话锋一转 像你身旁这般貌美的姑娘 假如你有一百万 你愿意为她花费多少呢 结果就这 萧何还以为对方会给她玩些什么样的新奇玩意呢 像这样的桥段 她在看网络小说的时候 不知道遇见过多少了 不好意思 你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 萧何直接道 她的资产别说是一百万 就是换算成一千万都不知道有多少了 先生 我这里只是一个假设 如果你有一百万 你愿意为面前这位姑娘花费多少 女主播虽然嘴上是这样说 但是打心底你瞧不起萧何 看着对方穿起来倒是挺周正帅气的 结果却是个臭屌丝 听到女主播的话 萧何淡淡的说道 一百万对我来说什么都算不上 萧何说得一脸的平淡 旁边的唐玲对于萧何所说的话没有半分的惊讶 作为助理 她已经知道自家老板有多好横 这一百万在萧何眼里也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女主播听到这话 眼中更显不消之意 还一百万什么都算不上 在现代这个社会 大部分人都是处在工薪阶层 哪有那么多的人有着一百万 在她看来 面前的这个青年根本就是在装笔 只是不想在摄像头面前太过丢面子 不仅仅是这名女主播 就连她所连接的直播间 无数观众也是有着同样的感觉 靠 这家伙也太会装了吧 一百万还不算什么 我看这个家伙 恐怕全身上下加起来都值不了十万块 说的也是 现在这些年轻人也珍视的 总是喜欢打肿脸充胖子 这家伙 恐怕又会像前面的那些个人一样 成功进入到花姐设计的圈套里面 女主播看着萧何 若有所思道 那请问先生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 如果真是如同对方所说的那样 这一百万都算不上什么 那对方的工作肯定是非同寻常 要不然不可能有着如此的口气 不过萧何接下来的话 却是让的女主播一乐 只见萧何平静地说道 我目前可没有工作 就是一个普通的游民而已 此话一出 那名女主播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随后笑着道 先生 你当我们大家伙都是傻子吗 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无业游民 竟然也敢说一百万算不上什么 一开始 他还心中抱有怀疑 对方也可能真的是个低调的有钱人 可是现在看来 若真是那样 对方怎么可能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的 萧何并没有任何的解释 只是面色平淡地看了对方一眼 见时间也差不多了 他准备带着唐灵离开此地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从围观的人群中 走出来一名穿着时尚的青年男子 这名男子一出来 便是无比激动地朝着萧何看了过来 哥们 请您稍等一下 嗯 萧何听到声音 有些好奇地转头看向青年 你有什么事情吗 是这样的 我可以看一下 你手上戴着的那块手表吗 青年用着有些激动的言语说道 看吧 萧何想都没想 直接把自己的手上戴着的手表录了出来 从男子的表现来看 对方似乎已经认出了他所戴手表的真实来历 只见男子仔细地打量了一圈萧何的手表之后 面色激动地说道 哥们 你这块手表我很喜欢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忍痛割爱 转卖给我 也许是害怕萧何拒绝 这名青年男子伸出三根手指 继续道 这样 我愿意出价三千万 你看怎么样 一听这话 周边所有的围观群众顿时大惊失色 三千万 该不会是我听错了吧 太疯狂了 这什么手表啊 竟然直接就开价三千万 这手表是纯金做的不成 不对 就算是纯金做的 也不可能卖的那么贵 这两人该不会是提前串通好 故意演出来的一场戏吧 不用多想 这两个人肯定是提前商量好的 不过看两人这副模样 这演技方面还是挺不错的 一旁的女主播听到周围人的谈话 更是立马冷笑一声 这是故意出来搞笑的吧 还三千万购买一只手表 这骗人演戏 也得多动动脑子吧 听到这话 那名准备购买销和手表的青年男子 看向女主播的方向 顿时间冷哼一声 哼 一看你就是个没有见识的人 你知道他手上戴着的是什么手表吗 青年说道 这手表是百达斐利出品 全称叫做百达斐利 Aspre If 是目前世界上的顶尖名手表之一 最低售价都在2600万元 并且因为是限定款 所以全世界仅有十块 因为是由已故世界级名表大师 卡罗尔老先生亲历纯手工打造 所以不仅仅是名气 更是在名表的收藏界 也有着绝对的分量 听到这话 厂内有些人 已经开始用手机查阅起了资料 天哪 真的是 我查到了 真的有百达斐利 Aspre If这款手表 而且制作人还有相关信息 和那青年说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一块价值3000万的手表 难怪那帅哥刚才说 100万根本算不得什么 随便都能买得起一块价值数千万的名表 在这种人眼里面 100万恐怕和我们的100块 没有多大的区别了 那女主播仿佛如同吃屎一般 脸黑 她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随便找一个人进行街头采访 竟然就这么炸出来一个土豪 不 应该说是神豪才对 这一般的土豪 可不会随身带着价值数千万的顶级名表 另一边 几名商业城的安保人员 从人群的最外围挤了进来 来来来 麻烦各位让一让 安保人员原本是想来看一看这里聚集如此多的人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的 可是这定眼一瞧 竟然发现了其中的萧和 他们这些物业的工作人员 可是都见过这位新老板的照片 这一下子 为首的那名安保人员 立马恭敬的来到萧和的身旁 萧先生 嗯 萧和点点头 然后指着一旁的女主播说道 这商业城里面怎么会出现这种扰乱顾客的闲杂人等混入其中 面前的安保人员立马道 萧先生 您放心 这样的事情以后绝对不会再次出现 这领头的安保对着另外几名成员递了一个眼色 众人立马来到女主播的身旁 直接将其夹起来拖了出去 见那名女主播被驱逐出商业城 周边不少人也是大声叫好 这名女主播就是和一旁的路易为登奢侈品店进行着合作 通过女主播的街头采访 专门找寻一些同行的情侣或者夫妻 想要通过引诱的方式为店铺招揽生意 他们中的好多人可都是遭了此人的道 为了在同行的女性女朋友或者老婆面前冲冲面子 不得已进入到店铺之内进行或多或少的高消费 早就应该将这个女主播给赶出去了 在商场里面根本就是骚扰人的 还好意思说别人的手表是假货 根本就是自己没有见识 真是恶心人 商业城的环境就是被这样的人给影响了 同一时间那名青年男子也是在萧和身旁笑着道 兄弟认识一下我是成远店子的刘言 萧和听到这个成远店子的名字感觉到有些熟悉 不过他也没有多想 这万象来复商业城里面的入住企业众人 也许对方就是其中之一也说不定 看着刘言 萧和淡淡一笑 我叫萧和 萧和 听到这个名字 刘言微微皱眉 这名字怎么听起来那么熟悉 萧和 突然他想到了一件事情 萧和 你难道就是万象来复商业城的那位新老板 刘言直接道 没错 就是我 萧和点点头 并没有感觉刘言认识自己有什么奇怪的 毕竟现在商业城中已经有不少的企业高层知道他的基本信息 居然真的是 刘言一脸激动道 萧先生 很荣幸能够在这里遇到你 刚才我这个买表的事情也是随口一说 您可千万不要介意 想到自己刚才的行径 刘言心中还是有些不少的紧张感 这位可以整个商业城的真正主人 其资金背景不知道有多么的恐怖 而自己刚才想要拿着三千万的价格就想购买别人的手表 要知道像这样的大佬 那是差钱的人吗 自己拿着区区三千万的价格就想要买下别人的手表 那和挑衅根本就没什么区别 虽然自己是无意的 但是他心里对此等行为还是有着不小的担心 萧和看了看刘言 对于这个青年 他倒是并没有任何的反感 反倒是感觉对方比较实诚 没事 我倒也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萧和一笑而过道 此时 周边的其余人在听到两人的谈话之后 自然也是无比的震惊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面前这个穿着普通的青年 竟然会是整个万象来赴商业城的老板 这可是价值数百亿的顶级商业城 作为其幕后的老板 可想而知是多么的恐怖 以对方的身份来看 这价值三千万的手表 也并没有多大的稀奇了 毕竟别人坐拥整个商业城 其眼中的三千万和他们的三百块 也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不知萧先生在商业城内 是有什么要事吗 刘言问道 没什么要事 这不是才接手商业城吗 想着过来实地考察一番 萧和淡淡的说道 听到这话 刘言再把目光看向了萧和身后的唐灵 随后面色一笑道 原来是这样 那萧先生您继续 我就不打扰您了 说完话 刘言很知趣地离开 随后 萧和又带着唐灵 朝着商业城的其他地方走去 因为商业城安保人员的刻意疏导 很快现场又再次恢复了正常 半个小时以后 萧和来到了商业城的休息区 而原本跟在他身后的唐灵 则是去到物业中心 洽谈相关工作 来到一家看起来还算不错的咖啡厅门口 萧和想了想便推门走了进去 在之前 他也想象着像那些成功人士一般 没事的时候就喝喝咖啡 感受一下那种惬意的生活 今天刚好闲着无事 看着这间咖啡厅不错 就直接走了进来 先生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萧和刚找好一个位置坐下 一名年轻的女服务员 就面带微笑地走了过来 一杯羡慕咖啡 谢谢 萧和也不懂咖啡 看了看桌面上的清单明细 虽然的点了一杯 好的 请您稍等 这间咖啡厅的效率不错 仅仅三分钟的时间 便把咖啡给送了过来 品尝着杯中的咖啡 萧和目光扫视着厅内的场景 其中有着不少 正在商谈工作的公司领导 也有着一些休闲治愈的白领 当然更多的 还是那些相谈甚欢的热恋情侣们 才步入社会的时候 总是梦想着 有朝一日能够变得有钱 可现在有钱之后 他才发现 这有钱人一样整天忙碌 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你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怎么一杯简简单单的咖啡 都给端不住的 这时 咖啡厅内 响起了一道嘈杂的声音 原本正在思考的萧和 也是被这道声音给惊醒过来 只见不远处 一名男子坐在椅子上 在他面前的餐桌上 是一杯被打倒的咖啡 有着部分咖啡的污渍 也是侵入到男子穿着的西装上 而在他的身旁 一名年轻女子 双手握着端盘 面色紧张且担忧地对着青年男子道着歉 先生 实在是对不起 是我的工作失误 不好意思 女生没有多余的情绪 只是一个劲地重复着道歉的动作 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 周边众人并没有过多的注意 这咖啡厅也是餐饮行业 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出现一些失误 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遇到一些好说的顾客 简单地道个歉就行了 而要是遇到一些比较难缠的顾客 那也许就是被大骂一顿 再给予对方一些适当的优惠就行了 愿意来到咖啡厅消费的人 大多数都是比较好相处的 出现无赖的可能性倒是很小 不过照现场的情况来看 那名青年男子 似乎并不打算轻易地放过那名女服务员 你光是道歉有什么用 我身上穿着的这套西装 可是一国知名服装设计师 手工制作而成 是想当当的名牌服饰 你这样一杯咖啡下来 让我以后还怎么好穿出去 就你一个做服务员的 不是我说话值 真就是把你拿去卖了也赔不起 青年男子话说得很刁钻 在他身旁站着的 这名年轻女服务员 没有说任何其他的话 依旧如同先前一般 在止不住的道歉 并且其眼角处 还有着一丝泪花闪过 很显然 女服务员被青年这么一连串的说讨之下 内心是极其伤感 先生 真的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不管女服务员如何的说道 这名青年男子依旧是不依不饶 照你这样来看 那我直接揍你一顿 然后再给你道个歉 你感觉合适吗 别再给我说什么道歉的话 你就算是再给我道歉百次千次 我这件衣服也已经是被毁了 听到青年的话 周边一些人都有些坐不住了 朋友 别人工作也不容易 你没必要这么多多逼人吧 就是 那小姑娘刚才也不是故意的 再说 别人也给你道了那么多次千 到时候就差不多得了 毕竟是一个小姑娘 算了吧 这女孩刚才一个劲的给青年道歉 这一幕也是被在场众人看在眼中的 虽然不说 就这么平白无故的对其原谅 但是看在别人态度那么诚恳的份上 该怎么赔偿 直接敞开来说就行了 也不是故意的 没必要 因为这件事情 一直指着别人骂个不停 可哪知道 周边人的话 不仅没有起到劝说的作用 反倒让那名青年的态势 更加的嚣张跋扈 你们这一个个的 这事情不是发生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在一旁劝说个屁 真要那名大气 我特么也泼你们一杯 再给你们道个歉了是如何 正常情况下来看 这么多人都在帮着劝说 那只要是稍微顾及脸面的人 也不好意思再继续争闹下去 可是那名青年不仅没有如此 反而是更加泼辣的 和周边出声劝说的人叫骂了起来 小伙子 算了吧 一杯咖啡的事 别把人家小姑娘 闹得那般委屈伤感的 距离青年比较近的 一名中年男子开口劝解道 可哪知 此话一出 那名青年直接手拿着桌上的咖啡 将其指着那名中年男子道 特么给我再说一句 你要是可以 我尼玛现在就给你泼一杯 然后再道个歉 你愿不愿意 听到青年这话 那名中年男子不吭声了 他原本就是好心想要劝说一下 可是对方这般态度 明显就是蛮横不讲理的人 他也没有必要 再和这样的人多说一句 这劝解不成 一会给自己也惹来麻烦 那可真就是得不偿失了 至于周边其他人也是如此 毕竟那名女服务员 和他们非亲非故的 先前之所以愿意说话 那也是因为看着对方可怜 想着能帮 就帮着劝说一下 也就在这个时候 咖啡厅的一名女领导 听到动静 也是赶忙走上前来 只见这名女领导 来到青年男子的身旁 然后开口说道 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工作人员的失职 把您的衣服弄脏 这该赔偿的损失 我们都赔 还请您多多包涵 为了防止更为严重的事情发生 那名咖啡厅的女领导 走到中间位置 将女服务员往后面 拉动了几小步 若是不这样做 万一这青年的火爆脾气一上来 做出点什么 动手打人的事情发生 那对于他们咖啡厅 可是有着一定的恶劣影响 赔偿 青年冷哼道 你们想要怎么赔偿 我身上这件衣服可是名牌 不是地摊上买来的杂货 咖啡厅女领导笑着道 先生 这样吧 您这衣服价值多少 我们根本价格进行赔偿 另外 今天在咖啡厅的所有消费 我们将会全部为您进行面单处理 您看这样如何 青年男子想了想 点头道 好 就按照你说的来办 也许是感觉在这样争执下去 也没什么意义 青年男子终究是接受了 那名咖啡厅女领导的建议 等到把青年的情绪安抚下去之后 那名女领导看了看那名站在一旁 极其委屈的女服务员 随即开口道 黄燕 你跟我过来一下 那名女服务员跟着自家的女领导 一同进入到咖啡厅员工休息室内 等到两人进入其中 房门关上 啪 女领导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用手指着黄燕说道 你倒是给我说说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你怎么连那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 黄燕委屈道 刘姐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错 是那人见我过来 故意抬头 想要办到我的 她工作一向尽心尽责 自从来到咖啡厅工作以来 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池 要不是今天那个青年男子 莫名其妙地绊了她一脚 那杯咖啡 也不可能会打翻在桌的 她分明就是被冤枉的 刚才之所以不把事情讲出来 就是害怕与青年起争执 到时候给咖啡厅来到不必要的麻烦 现在之所以讲出实情 也是因为员工休息室内 就他们两个人 不用太过担心其他的 不过纵然如此 但那刘姐很显然 也并不打算听黄燕的解释 行了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你就算是给我解释再多也没用 那名顾客的衣服已经被弄脏了 而且这事情也是你一手造成的 接下来的那些赔偿费用 公司先给你垫付 至于后续将会从你每月的工资里面扣除 听到那刘姐的话 黄燕面色无比的委屈 虽然这件事情是对方故意找茬造成的 但是已经是这样了 她就算是再怎么不愿 这个责任也只能是她自己来承担 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员工 为了维护咖啡厅的利益 只能是选择牺牲她的利益 等到刘姐说完话后 便转身离去 而站在员工休息室内的黄燕 强忍着泪水 一个人去到洗漱间 看着洗漱台上方巨大近况中的自己 她突然失声痛哭了起来 她现在心中的委屈 只有自己能够明白 不过一想到家里还有亲人 等着自己赚钱照顾 她顿时又重新给自己打气 黄燕 你一定要加油 这点小事是打不垮你的 无论如何 这工作也必须得做下去 看着镜子中脸色花乱的自己 黄燕准备伸手去一旁的纸盒中 抽取纸巾 擦拭脸庞上的凌乱痕迹 可是却意外地发现 纸盒空空如也 她直接用水擦洗脸庞 却发现自己是越擦越乱 整个就一花猫般形象 就在这时 萧和从洗漱间内走了出来 见到萧和的身影 黄燕直接弯着身子 将自己的脸紧紧捂住 见此情况 萧和淡淡地笑了笑 刚才咖啡厅发生的一切 萧和可都是看在眼里的 自然是一眼就认出面前女孩的身份 说实话 对于面前这女孩 她内心是表示同情的 看着镜子中 那倒有些花乱的脸庞 萧和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很自然得走到洗漱台前 简单地冲洗了一下 随后从自己的兜里面 掏出来两张纸巾 轻轻地放到了女孩的一旁 做完这一切 萧和静止朝着 外面走去 而低着头的黄燕 瞥见萧和离去的背影 这才小心翼翼地 把头抬了起来 呼 深呼一口气 黄燕缓和了一下 自己激动的心情 很明显 她不希望让别人看到 自己脆弱的一面 无论什么时候 她都得在别人的面前 表现得坚强 要不然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 随时都可能会遭受到 别人的欺负 她看了看镜中 有些花乱的自己 尽可能地想要去用手指 擦拭污浊位置 正当她准备继续动作的时候 突然发现在自己手臂的一侧 不知何时 已经摆放着两张干净的纸巾 是她 黄燕第一时间 想到了刚才出现的萧和 这时候 她拿起纸巾 心中顿时间 感觉到了一股莫名的温暖 刚才那名找茬青年的满粉屋里 再到咖啡厅留姐的冷漠处罚 黄燕一直是在故作坚强 而现在看似平淡的两张纸巾 却是如同给了她出声太阳般温暖 不过这时候 黄燕脸色突然一红 她看起来无比的尴尬 既然对方给了她两张纸巾 那不就说明自己的迥样 也是被对方给看在眼中 女孩子都是爱面子的 特别是在自身形象上面 因为是在上班时间 她也没有想太多 直接拿着萧和留下的两张纸巾 开始清洗妆容 很快整理干净之后 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 继续开始接下来的工作 此时 在咖啡厅内 萧和若无其事地坐着 目光时而打亮着周边的风景 时而又一个人静坐思考着什么 先生 您的咖啡 突然 一道声音在萧和的耳边响起 嗯 她抬起头来 有些好奇地看着先前 已经给自己送过一道咖啡的女服务员 不好意思 你这咖啡是不是送错了 我记得我支点了一杯咖啡吧 萧和问道 黄燕没有说话 因为刚才的事情 她心里面 还是感觉到有些尴尬 把咖啡放到萧和的桌子上后 一个人迅速地转身离去 萧和微微一愣 目光朝着桌上的咖啡望了过去 正好看到咖啡杯的正下方 压着一张黄色的便利贴纸条 好奇之下 端起咖啡 把下面的小纸条拿起来一看 先生 谢谢你刚才的纸巾 这杯咖啡 是我请你的 看着纸条上的内容 萧和淡淡淡一笑 这女孩子还真是有趣 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件碰巧顺手的事情罢了 而对方竟然只掏腰包的给她送了一杯新咖啡 毕竟是别人女孩子的一片心意 萧和也没有多想 直接将其端在唇边轻轻地抿了一小口 不过就在这时候 意外再次发生 当黄燕端着几杯咖啡 经过之前发生争执的那名青年面前的时候 只见对方趁着黄燕没有注意的时候 迅速地把右腿给晃到了过道边 这样的因为手中端起圆盘的黄燕根本来不及反应 啊 脚裸处被勾到 整个人瞬间失去平衡 手中端着的咖啡端盘 直接朝着前面洒去 而她的身子也是即将要摔倒在地 在这种情况之下 黄燕都已经预料到了她接下来的结果 一旁的那名青年男子见此情况 嘴角更是勾了出一抹隐约的邪魅一笑 就在黄燕紧张地闭上双眼 准备面对现实的时候 一道高大挺拔的声音突然出现 直接将她给拉了起来 你没事吧 出手的人正是萧和 当她听到女孩的尖叫声 便注意到了这里的一切 没 没事 黄燕赶忙摇摇头 从萧和的身上离开 因为女孩子的本能 她吓得条件反射般的朝后面退了几小步 当她看到萧和身上那几道很明显的深棕色咖啡印子 有些紧张道 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把你的衣服弄脏了 听到这话 萧和面色平淡地朝着自己衣服上的那些污渍看了一下 随后摇头道 没事的 就是几滴污渍罢了 回去脱了洗干净就行了 这也是女孩子的无心之举 萧和也没有打算怪罪对方的意思 如果真要说责任的话 那导致黄燕摔倒的那名蛮横青年才是罪魁祸首 若不是对方故意伸出脚来捣乱 那黄燕也不会这么突然的摔倒 虽然萧和说了没事 但是另一边的黄燕 还是赶忙从一旁的咖啡桌上抽出几张纸巾 想要去给萧和擦拭一下 洒落在衣服上的咖啡残渣 不用 我自己来就行了 萧和出声拒绝 自己接过黄燕手中的纸巾 开始简单细心地擦拭起来 这一幕被黄燕看在眼中 他不知道是怎么的 心里面突然有种想要哭的冲动 并非是因为自己犯了错 而是因为萧和对他的那种关心 作为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 工作失误被顾客辱骂那也是常有的事 可是像萧和这般不仅没有生气 反倒还对其关心询问的基本是没有的 咖啡厅内的其他顾客见到这一幕 也是纷纷松了一口气 要知道先前那名嚣张青年的形象 可是还让大家记忆犹新的 这女孩子说不定还会被狠狠地羞辱一顿 萧和擦完了衣服之后 一脸平静地看着黄燕问道 你应该没有受伤吧 看到刚才女孩被绊倒 她出于正常地询问了一句 谢谢你 我没有受伤 黄燕一脸感激道 嗯 萧和点点头 目光瞥了一眼 坐在不远处 身腿差点绊倒黄燕的那名青年男子 而那名青年男子 在看到萧和的目光袭来之时 也没有丝毫的自责之意 反倒有些嚣张地对着回望了过来 不过 对此萧和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不予理会地 朝着自己先前坐着的位置走了过去 当萧和刚坐回位置上的时候 先前那名咖啡厅的女领导 又突然来到了现场 黄燕 你到底是什么情况 还想不想继续干了 那刘姐一出来就 根本没有给黄燕开口解释的机会 直接对其就是一顿责怪 刘姐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 黄燕的话还没开口说完 那刘姐继续道 我现在不管你说什么理由 这里理由就算是说出来 也没有半点的意义 你应该还记得我刚才说的话吧 这要是再发生像刚才那样的事情出来 那你就直接给我收拾东西走人 从刘姐的话中 就已经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 对方是真的铁了心的 要辞退黄燕 这边的声响不小 咖啡厅内的其他顾客目光 也是被再次吸引了过来 坐在位置上的萧和 再听到那名咖啡厅女领导的话 眉头不由地微微皱起 其他人不知道具体情况 但是她却是把整件事情的缘由 看得那是一清二楚的 若不是先前发生争执的那名青年 无缘无故地伸脚扮人 那黄燕是肯定不会摔倒的 说到底 整件事情里面 黄燕都是非常无辜的 你还傻站在这里干嘛 刘姐看着站在面前 一动也不动的黄燕 有些生气道 你这尊大神 我们咖啡厅请不起 现在立马去员工休息区 把功夫脱掉 然后拿着你的东西滚蛋 听到自己领导的话 黄燕低着头 紧紧地咬了一下自己的下嘴唇 在片刻犹豫间 最终还是极其无奈地挪动着自己的步子 朝着员工休息区走了过去 见此情况 那刘姐看向一旁的嚣张青年 嘴角也是浮现出一抹冷笑之色 没错 这刘姐和那名嚣张青年 很明显就是一伙的 黄燕第一次摔倒 也是因为青年故意所为 至于原因 那自然是 想要通过这种不道德的手段 将黄燕赶出咖啡厅 因为在不久之前 作为此间咖啡厅的负责人 刘姐通过公司高层的关系 知道了咖啡厅老板 打算要换店铺管理者的消息 黄燕平时工作认真 而且日常对待客人上也是备受好评 这些情况 被经常暗中观察的老板 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很自然的 那刘姐心生埋怨 另一方面 又害怕自己的咖啡厅管理者身份不保 所以就想着找寻信得过的人 专门制造出一些意外事故 好借此机会把黄燕赶走 但时候人都走了 这个咖啡厅里 又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接替她 那她的位置 就能够继续坐稳下去 那刘姐和肖章青年的表情 也是被不远处的肖和 尽收眼底 虽然她毕业之后的工作经历并不多 但是在建业集团 也遇到过被领导特殊对待的情况 所以很清楚的便知道 两个人在暗地里搞鬼 先等等 你作为店长 都不把事情的真相了解清楚 就直接开除人 这种行为是不是有些太不合理了 肖和起身上前说道 那刘姐此时还在未能够将黄燕赶走而高兴 她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竟然会突然有顾客来帮忙讨说法 当她看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的时候 心里更是无比的意外 替黄燕出头的人 竟然还是刚才被骑弄脏衣服的顾客 不过看着肖和这一身平淡 且认不出品牌的装扮 这内心瞬间是放松了下来 就肖和那年轻的模样 多半就是一个普通的顾客 他也没有什么好顾忌的 我在这里说我的员工 关你什么事 刘姐脸色不屑道 坐在一旁的那名青年看向肖和 眼中也是无比的藐视 说得不错 别人可是这家店的店长 这开除员工跟你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就这种三番两次就得犯错的员工 不开除了 难道还留着过年不成 青年说话的时候 还朝着肖和狠狠地瞪了一眼 那含义不言而喻 百明了就是在告诉肖和 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要不然一定让其好看 对于青年的威胁 肖和只是淡淡一笑 他迅速来到了黄燕的身旁 然后将其又给拉了回来 看了看那刘姐 肖和淡淡地说道 我想你们这么大的咖啡厅 肯定是会有监控的吧 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 你只需要调出这区域内的监控 就能够知道事情的具体真相 到时候 这女孩倒是是工作失职 又或者是有人故意找茬挑事 也会一清二楚了 听到肖和的话 黄燕也是面色一喜 对啊 只要调出监控 那整件事情也会弄得明明白白的 那到时候 也可以很容易的就证明她的清白 可是这事 哪能如她的愿 那刘姐听到肖和的话 顿时冷声道 你以为就你聪明 我告诉你 咖啡厅这一角的监控 在前不久就已经坏了 就算是想调监控 也没用 刘姐看着肖和 内心一阵得意 她又不是傻子 若是真调出监控 那整件事情的经过 不就被看得一清二楚了吗 真要那样 就不是黄燕的工作失职 那她也就没有合适的理由 将其赶出去 自己身为这家咖啡厅的店长 那这能不能调监控 就全是由她说了算 自己不愿意 那对方也不会有任何的办法 这边 听到那刘姐的话 萧和并没有感到任何的意外 本来两个人就是一伙的 她怎么可能同意 看监控这个提议呢 你们这监控 坏得还真是挺巧合的 那么都没坏 刚好就这个角落的坏了 萧和意味深长道 黄燕 你已经被开除了 还愣在这里干嘛 那刘姐也害怕吃责生变 见黄燕还没走 便是开口准备将其驱赶 我 黄燕听到这话 性格本就低和的她 赶忙准备去收拾东西离去 但是却被萧和给拦了下来 她都已经把你开除了 还那么听话干嘛 再说了 你都被冤枉了 难道不打算给自己讨回个公道吗 萧和淡淡的说了一句 我也想 可是没办法 黄燕低声道 萧和健壮 只能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这女孩太心善了 可越是这样的人 越容易受到他人的欺负 既然今天被自己遇到了 那她肯定不会不管不顾 不说别的 就看那青年嚣张的态度 就让她心里很不爽 另一边 那刘姐见此情况 也开始给青年递眼色 青年心领神会 极其嚣张地 把手指捏得啪啪作响 然后指着萧和说道 小子 你要是再多管闲事 信不信我特么给你点颜色瞧瞧 看着青年 萧和面无表情 我人就在这里站着 想要使点什么手段 就尽管来吧 青年没想到 萧和会如此的不知好歹 这摆明了 就是根本没把他威胁的话 给放在眼里 不过他也没有擅自动手 而是先把目光 看向了一旁的那个刘姐 不过 见对方脸色阴沉 没有丝毫要阻止的表现 随即冷声道 行啊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我就让你尝尝厉害 说话间 青年直接右手捏拳 一下子朝着萧和打去 周边的围观人群 见此情况 也是没有料到 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这么一点点小小的纠纷 怎么还动起手来了 而且 这动手的 还是两个毫不相关的 咖啡厅顾客 至于这青年 为什么要动手 恐怕也就只有他自己 和一旁站着的那刘姐知道 他来此故意捣乱 那也是收到了刘姐的好处 两人早在之前 就已经约定好了 只要能够借机 故意找查 让黄晏因为工作的 接连失误 而被开除离开 那就会得到一笔 还算不错的好处费用 然而 因为萧和的突然出现 直接使他们二人 预先安排好的计划 给耽搁到了 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他必须尽快地 将萧和二人赶走才行 若是事情没办成 那他的好处费 自然也没有着落 看着青年 朝自己挥过来的拳头 萧和没有丝毫的紧张感 在青年拳头 即将要落到 他身上的时候 直接伸手死死地 将其握住 然后很随意地 端起桌上的半杯 剩余咖啡 朝着对方颇去 小子 你 青年也没有料到 萧和会这么的难缠 在那只手掌的紧握下 他根本是难动分厚 下一秒 萧和再抬腿一脚 将其踢倒在 身后的沙发靠椅上 就在青年准备 再次起身还手的时候 萧和一脚 踩在了对方的手掌上 小子 快放开我 不然一会儿要你好看 尽管被萧和制服着 但是青年的嘴上 还是依旧嚣张 萧和也不多废话 直接将餐桌上 插着小蛋糕的刀叉拿起 猛然间的往下一用力 整个陶瓷餐盘 在巨大的用力之下 直接破裂开来 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一直为难 这个女孩 萧和看着青年 用手指着身旁的黄焰问道 什么为难 我 我没有 青年明显有些语气不住 说话间 甚至是连看萧和的勇气 都没有 没有 萧和冷声道 我再问你一遍 有还是没有 没有 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他刚才的那种服务态度 难道就不能说到几句 青年已经直接回道 见对方如此的嘴硬 萧和也难得理会那么多 遇到这种难缠的人 就应该给其一点颜色瞧瞧 他二话不说 直接将拿在手中的刀叉 一下子往青年的大腿最上边位置挥去 咔嚓 一道声音响起 青年坐着的位置下方沙发上 直接被洞穿出几道细微的裂口 这一阵仗直接吓得青年双腿直发抖 这刀叉若是位置在稍微偏上一些 那他后半辈子可就全完了 看着萧和的样子 他是真的害怕了 不管对方是不是认真的 但动手是真的动了 再问你一遍 说还是不说 我 我 青年犹豫的看了一眼刘姐 不过还没等到对方答复 萧和面色一冷 拿起刀叉 准备再次动手 青年见状 哪里还敢犹豫半分 连忙慌乱道 我说 我说 你千万别动手 就在青年要开口的时候 一旁的那刘姐坐不住了 这青年真要是把事情给抖破了 那他可就完蛋了 说什么说 刘姐看着萧和 冷声道 臭小子 你若是还不罢手 信不信我立马叫安保人员来收拾你 他本来是不想叫安保人员来此的 毕竟能够干脆利落地 将两人赶出去 是最好的 若是商业城的安保来此 那动静肯定会被闹得更大 万一惊动了咖啡厅的老板 那更是得不偿失 不过看现在这架势 不叫安保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了 叫安保 萧和平淡地说道 被他制服的那青年 在听到刘姐的话后 原本害怕的面容 反倒是变得一丝明显的嚣张 没错 小子 你要是不把我给放开 那一会安保人员来此 肯定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我劝你十项点 还是把我放了为好 周边也有围观人员 开始开口劝说道 小伙子 快别打了 一会商业城的安保人员来了 可就麻烦了 对啊 没必要因为这个家伙 而给自己惹的一身事 咖啡厅是在万象来福 商业城的区域内 作为物城市的顶尖商业城 其中的安全管理方面 也是非常的严谨 若是出现打架斗殴的情况发生 说不定动手的人 还会被押去这局 虽然周边很多人 看不上这个青年 但还是感觉萧和将其放了最好 要不然 谁也说不准 一会出现什么状况 萧和并没有放下手中的刀叉 而是一脸冷笑道 我就在这 你要是想叫的话 都叫吧 我倒要看一看 这安保人员来后 敢对我做些什么 好 你倒是挺硬气的 我倒要看看 商业城的安保人员来后 你就能不能这般硬气 那刘姐 明显是被萧和的话给气到了 她说完话 直接拿起手机 给商业城的安保方面 打去了电话 喂 是陈队长吗 刘姐说道 是这样的 我是商业城C区 一连咖啡厅的 有人在咖啡厅里面闹事 麻烦你们来一趟 好 你们一定要多带一点人来 这捣乱的家伙 有些难缠 和商业城的安保部门 通完电话之后 刘姐挂断电话 臭小子 刚才离你机会你不要 现在你也别想走了 萧和没有说话 他就很随意的 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他倒要看看 这一男一女 在他面前 想要玩些什么花样 至于商业城的安保人员 这整个万象 来福商业城 都是他的产业 这些个安保人员 又能够对他做到了什么 在一旁的黄雁 见此情况 本想说什么 但是看着两边的阵势 只能又把话给憋了回去 咖啡厅内 两方人就这么等着 商业城安保人员的到来 几分钟时间过去 万象来福商业城的效率 确实很快 几名安保人员 也是已经来到了咖啡厅内 一进门 为首的那名安保 朝着四周望了望 随后面色严肃地说道 刚才是谁打的电话 是谁敢在商业城内闹事 此人名叫陈安 是商业城安保部门 下属的一名小队长 管理着下属的十数人 其身材高大健硕 天生就给人一种 极具强大的威慑力 陈队长 你可算是来了 刚才就是我打的电话 那张姐见陈安 带领着一支安保队伍赶来 连忙上前说道 你是不知道 那边坐着的那个臭小子 竟然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来到我咖啡厅内挑事生非的 你可得尽快帮我处理一下 听到张姐的话 那陈安面色大怒 特么的 还有这种不长眼的混蛋 竟然敢在我的地盘上暴示 真是不知死活 陈安朝着张姐所说的方向看去 正巧就看到了 坐在那边面色平静的萧和 这一看 差点把他给吓了一跳 萧 萧先生 不远处坐着的那名青年男子 不正是他们商业城的新老板吗 作为物业安保部门的一名小队长 他也是见到过萧和的 对其样貌更是深深的记在了心里 现在整个物业中心的全体员工 对于这位萧先生可是尊敬有加 要知道 这哪个新老板接手产业 就愿意给出数千万元的现金 用来奖励自己下属的员工 这样的老板 他们怎么可能不八心八肠的对待 面对自家老板 陈安赶忙振作起精神 然后认真地整理了一下身上的服装穿搭 安保队全体力政 陈安一声令下 紧跟来的这数名安保队成员 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但是听到自家队长的口令 也是赶忙兼立正站好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发号完口令之后 陈安在一路小跑着来到萧和的身前 一脸恭敬到 萧先生 陈队长 萧和淡淡地说道 我记得 你应该叫做陈安 对吧 在当初接手商业城之后 萧和在丁葛的带领下 也是简单地熟悉参观了一下 物业中心的工作情况 当时陈安他也见过一面 对其有些算是熟悉的印象 萧先生 对对对 我就是陈安 见萧和竟然认识自己 陈安一脸的激动之色 要知道 他仅仅只是商业城的 一名安保小队长 能够让萧和这种身价 至少上百亿 还坐拥物成顶级商业城 这样的大佬认识 那简直就是一种极大的荣耀 陈队长 我刚才听到你说 这商业城是你的地盘 萧和面色平淡地看了一样 面前站着的陈安 仅仅只是这么普通的一眼 却是让陈安感觉 像是被万箭穿星般恐惧 刚才那句话 说的确实极为的欠妥 他内心非常的害怕 萧和对其发难 若是惹怒到这位新老板 也许仅仅只是 对方的一小句话 他就可以直接丢掉工作 失业走人了 这万象来复商业城 可是整个物城市的 地标性建筑 在这里的工作待遇 可比外面要好上数倍不止 真要是把工作给弄丢了 到时候 简直是哭的地方都找不到 一开始他接到求助电话的时候 还以为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 毕竟像咖啡厅这边 都是些休息娱乐的环境下 正常情况之下 最多也就是一些小纠纷罢了 可是在知道 与刘姐发生矛盾的人 是他们商业城新老板的时候 她的脸都是铁青色 萧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刚才说口误 我最多也就是您麾下的 一名小马仔 您才是这商业城真正的主人 陈安的后辈都在冒冷汗 还好自己只是说了一句话而已 若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真要是动起手来 那结果恐怕是真就悲催了 她看了看一旁的刘姐 内心简直是把对方的骂了个遍 这招惹谁不好 偏偏要去招惹他们的新老板 这是嫌自己活得太好了吗 陈队长 你在说些什么呢 这家伙穿着那么普通 一看就是个穷酸臭小子 你赶忙把他给我赶出去 这要是继续待在这里 那简直是影响 我这咖啡厅的生意 刘姐语气嚣张地说道 作为咖啡厅的店长 他平时也见到过不少穿着周正体面的公司高管 像是萧和这般穿着一般的 自然没有放在眼里 而且他目前还有着赶走黄燕 这个重要竞争对手的事情需要去做 语气上自然是更加的着急 一旁的那些个咖啡厅消费者 在听到刘姐的话 心里面也是有些不爽 穷酸臭小子 感情这是一家 直接带有钱人的咖啡厅 像那些身份普通的人 难道就不配喝咖啡了不成 他们中一些心绪比较仔细的人 甚至都用着看待白痴的目光看着刘姐 先前那名安保队长的话 他们可都是听在耳中的 能够让一名商业城的安保队长 对其如此恭敬 并且言语中还透露出一丝极其明显的害怕 这稍稍一想 都知道对方的身份肯定不简单 说不定就是和商业城的管理部门 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果然 在陈安听到刘姐的话之后 立马开口训斥 放肆 你竟然敢对萧先生这么说话 真是不知死活 若非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他又身为商业城的安保队长 恐怕就不单单是训斥这么简单 而是直接动手收拾人了 萧和这尊大佬 根本就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安保队长 能够招惹得起的 而这个咖啡店的脑残女 自己不想活也就算了 竟然还想着拉他一起垫背 不过陈安这话 非但没有镇住刘姐 反倒是让其更加的嚣张跋扈起来 好你个陈安 你区区一个安保小队长 竟然不维护商业城租户的利益 转而与其他人一起狼狈为奸 你可真行啊 我要去物业中心告你 让你 不等嚣张的刘姐把话说完 啪 一道响亮的巴掌声在场中响起 出手的人正是陈安 原本他还不打算动手的 结果在看到那咖啡厅刘姐 这般的蛮横无理情况之下 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言不逊 终究是忍不住了 这一巴掌 不仅仅是震惊住了现场众人 更是把刘姐给打懵了 刘姐摸了摸自己 有些热痛的右脸 一脸傻棱的看着陈安 她在这间咖啡厅做店长 也已经有着几年的时间了 和陈安之间也算是熟悉了 虽然说不上关系有多要好 但至少平时见的面 也能打个招呼 说上几句话吧 对方刚才这突然的一巴掌 着实让她感到意外 一时间更是摸不清头脑 整个咖啡厅 也是因为突然发生的这一幕 变得冷沉起来 大家都是目光 紧盯着事发中心位置 出言质问陈安的时候 咖啡厅的大门被推开 一名身穿西装 打扮精致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此人腰间撇着一把奔驰车钥匙 头上竖着一幅成功人士装扮的发型 看整体装扮上非常的干净整洁 皮肤看上去不说白嫩 但至少也是优质 老老板 刘姐对着中年男子喊道 咖啡厅的老板刚一走进店内 立马就感觉到了其中的不对劲 特别是里面站着那么多的商业城安保人员 说明事情还不是一般的严重 陈队长 我这咖啡厅里面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怎么连你们安保部的人都给惊动了 咖啡厅老板开口问道 虽然陈安只是一个小小的安保队小队长 但是在商业城内 只要是其中的商家 那必须得和他们打好关系 要不然遇到一些什么纠纷的事情 那绝对是不好处理 听到对方的话 陈安脸色冷淡到 发生了什么事情 哼 你要是想知道 那应该问那女人 而不是来问我们 见此情况 咖啡厅老板赶忙看向一旁的刘姐 直接道 刘梅 这里到底是什么情况 咖啡厅老板口中的刘梅 就是先前那个 被陈安打了一巴掌的刘姐 老板 我 这 听到自家老板的问话 刘梅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自己总不可能实话实说吧 要是她和青年合伙驱赶黄焰的事情 被老板知道了 那肯定是彻底的完蛋了 而且陈安这一巴掌 也是直接把她给打清醒了过来 刚才与他们发生争执的那名青年身份 绝对不简单 要不然 那陈安也不可能因为自己说了几句话 而直接对其动手 可是现在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她自己可以说 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下 若是把实情交代出去 那自己的工作恐怕是保不住的 先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蒙混过去 只要把自家老板这里应付过去 她也就没什么好怕的 不管与她发生争执的青年 在这商业城内是何等的身份 那都与她无关紧要 想了想 刘梅心一沉 随后说道 老板 是这样的 这安保队的人和他们两个合伙起来 想要吭炸我们咖啡厅 这话一出口 连萧和的感觉到非常的意外 她是万万没有想到 那刘梅在这种情况 还能够脸部红星不跳的 说出如此之话 虽然话是这样说 但是那名咖啡厅的中年老板 也不是傻子 在看了看周围众人之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相信刘梅的话 这商业城的安保队 还能做出这样的事 特别是 对于属下这些个员工 她都有过接触 各自是什么品性 不说一清二楚 但是大致的还是了解一些 这黄雁可是她考察过许久的 其人品及其工作服务态度 那都是没有话说的 要不然她也不会准备 将其提上这间咖啡厅店长的位置 而那个刘梅却是不然 在接任店长的这段时间里面 可以说是背着她吃过不少的回扣 而且上班期间 还多次出现默鱼混日子的情况发生 这些情况都是她暗地里面观察的货的 如果真要是联合外人来吭骗咖啡厅 那她感觉 这个刘梅比黄雁的可能性还要更大 黄雁 你来说说看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年老板把目光转向了一旁的黄雁 老板 是那个青年 他在我工作的时间 连接两次无辜的踢腿 想要绊倒我 黄雁根据实情说道 随着黄雁所指的方向 中年老板把目光看向不远处坐着的青年身上 青年微微一愣 有些缓慢地说道 你别这样看着我 你们咖啡厅的员工自己工作不行 这摔倒了 还得怪在我这个客户的头上 她说的对 那刘梅见此情况紧接着道 这黄雁第一次工作中因为没注意到碰到了咖啡 把那先生的衣服都给弄脏了 就因为这事 我都已经对其进行了训话 可没想到 这才过去短短的十分钟时间 他就又发生了第二次这样的事情 说到这 那青年继续道 照我看啊 你们这员工肯定是被领导责怪之后心生不满 所以想着对我故意打击报复 老板 我没有 听到两人这话 那黄雁一时间有些激动 哼 你还没有 如果真的是这位顾客 想要伸腿绊倒你 那你怎么也得拿出点证据出来吧 刘梅一脸不屑道 这种空口无凭的话 你说出来让我们怎么相信 到底是不是说谎 这调取监控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萧何这话一出口 那名中年老板面色一喜 对啊 去把这区域的监控调取出来 那不就全都一清二楚了吗 老板连忙对着不远处的一名咖啡店员工说道 你快去后台把这个区域的监控调取出来 我倒要看看 今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那名员工正准备离去的时候 刘梅突然将其叫住 那监控没用 老板 这个区域的监控在昨天下午就已经坏了 我本来是找人来修理的 可是商业城的电工一直有事 所以到现在这个区域的监控都还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 之前在安排青年来咖啡厅找茶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监控这个问题因素给考虑在了其中 所以在行事之前 特意让青年在没有监控的这个区域内动手 为的就是不留下任何有可能对自己不利的因素 现在看来 他的这个决定真的是非常的明智 如果是在其他地方动手 那监控一旦调取出来 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就全都暴露了出来 监控坏了 中年老板对刘梅所说的这个结果很是意外 这种事情也太巧合了吧 你现在就去系统后台调取一下监控 看看是不是这个区域的监控真给坏了 那名咖啡厅老板显然是不打算听取刘梅的片面之词 还是想着先派人去后台验证一下具体的情况 三分钟后 先前离开的那名工作人员再次返回 老板确实是如同刘店长所说的那样 咖啡厅内其他的监控都是好的 就是这个区域的监控坏了 那名店员汇报道 我说的没错吧 这个监控是真的出问题了 刘梅说道 她的目光看向萧和等人 眼中透露出一种轻蔑不屑之意 不是要找证据吗 现在想要调取监控的事情肯定是没戏了 她倒要看看这些人该如何收场 此等情况之下 萧和也是眉头微皱 她没有想到 对方早就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 这监控偏偏在这个时候出问题 很显然那个刘梅早在一段时间之前 就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措施 这咖啡厅的中年老板也是眉头微皱 对于黄燕这个员工 她也是非常信赖的 对方工作一直是兢兢业业的 并且入职以来也从未有过这么接连犯错的情况 要说是受到刘梅责怪 所以心生打击报复的想法 虽然有这种可能 但是她有些不相信 此时 沉思片刻的萧和 突然看到了在咖啡厅外的一个 外置设想监控器 陈队长 萧和看着一旁的陈安问道 外边那个直对着咖啡厅的监控 是属于商业城的吗 嗯 听到萧和的话 陈安目光朝外望去 正巧看到了商业街道的那些 隔支柱上的监控 萧先生 那些监控都是属于我们商业城的 陈安回道 那好 你现在就给商业城的监控部门联系 让他们调取出 有关于这间咖啡厅的所有监控 萧先生 您是想 萧和点点头 好 我马上就去联系监控室 听到萧和的吩咐后 陈安立马拿出手机 给商业城的监控室那边打去了电话 并且说明了相关的情况 因为安保和监控 也算是同一个部门 所以 其中常有协同工作的情况发生 再加上这件事情 是萧和亲自吩咐 所以在收到陈安的信息之后 立马就着手开始处理 一旁的刘梅见此情况 内心也是一尘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计划安排的这么的完美 结果竟然把外面那些 只属于商业城的监控给忽略了 事发的位置 正好处在咖啡厅 与商业城过道相邻的窗边 若是调取外面的那些个监控 还真能够看到 咖啡厅里面的一些情况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里面的情况 真要是被商业城过道上的 那些个监控拍摄到 那可就全完了 尽管如此 他还是在逞强安慰自己 至于先前那个青年 此时内心也是一下子紧张起来 你们继续 我先去上个厕所 青年站起身来 准备朝咖啡厅外面跑路 他心里也害怕 外面的监控拍摄到一些什么 现在如果不跑 恐怕再等一会 就是想跑也跑不成了 不过青年刚站起身来 往前走了一小步路 去给我把他拦下来 陈安作为安保小队长 处于商业城的安保工作 不知道有多少了 他一眼就看出了青年的花花肠子 这个时候想逃 正当他们那么多商业城的安保人员 是空气不成 不仅仅是青年 一旁的刘梅也是被两名安保人员紧紧的看住 在事情没有解决之前 他们是别想走的 你们干嘛 难道光天化日之下 还想强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你们商业城的管理人员 就是这么霸道行事的吗 青年叫嚣道 你们这样做 我一定要去告你们 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谁限制你人身自由了 陈安一脸冷沉 他从一名安保人员的手中 拿过一瓶空的矿泉水瓶 直接丢到青年的身上 就你那点心言我不知道 自己真要上厕所 就用这个先凑合着用 这 青年看着掉到地上的矿泉水瓶 有些挣扎道 我是要上大的 你给我一个空矿泉水瓶 有什么用 他还就不信了 自己要上大号 难道这群人还得拦着他 想上大的 陈安一脸平静地 看着咖啡厅的服务员 你们这里有口袋吧 有 有口袋 服务员点头道 那好 麻烦你 现在就去给我拿几个口袋过来 要稍微大一点的 我怕这家伙窜息 陈安冷冷地看了一眼青年 接过服务员递来的几个口袋 青年的脸色不说 像是要上内疾的样 反倒像是吃了屎一般的难受 看什么看 你不是要上大吗 这口袋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药商就在这里解决 如果这口袋不够 相信咖啡厅这边会给你续带的 看着陈安 以及自己面前那几个凶神扼杀的安保 青年是真的怕了 他本来就是为了借上厕所的幌子逃跑的 再加上周边这么多人看着 就算是真的想要上厕所 恐怕也是上不出来的 没过多久 监控中心那边也是发了几个视频 到陈安的手机当中 肖先生 监控视频已经发过来了 陈安将手机打开 然后递给了肖和 视频有着几小段 其中咖啡厅内占大多数 还有一小段 是咖啡厅外的一处角落的 从上面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咖啡厅靠窗位置的影像画面 其中包括 青年是如何接连两次身腿 半倒黄雁的 都是清晰可见 更值得注意的是 在咖啡厅外面 那个青年和刘梅凑在一起 窃窃私语 并且连同刘梅 递给青年红票子的动作 也是处在其中 这女人可真够损的 别人小姑娘好好的工作 竟然还花钱 雇人耍这些下作手段 看到监控视频 有人出声道 一旁的咖啡厅老板 更是火冒三丈 刘梅 你可真行啊 要不是有着监控视频 我们恐怕都被你给蒙在鼓里 老板 我错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刘梅赶忙认错道 刚才不是还嘴硬吗 怎么现在怂了 那咖啡厅老板更是怒骂道 说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为什么要雇人在店里面来闹事 老板 我 我 刘梅支支吾吾的 接下来更是天半吐不出一句话来 那咖啡厅老板见状 更是无比生气道 我什么我 快给我说 今天你要是不把事情给我交代清楚 那我就报罪 到时候让JC来亲自盘问你 听到这话 刘梅立马怂了 别 老板 您可千万别报罪 我说 我都说 刘梅是真的怕了 他直接把有关于如何买通青年挑事 并且 这样做的根本目的也是全盘拖出 本来还想着有所保留的 不过看着周边那么多人恶狠狠的看着 而且还有他找来故意挑事的那名青年也在 若是不说实话被这些人查到之后 那后果恐怕是更加的不堪设想 众人在听完刘梅的话之后 内心也是无比的愤怒 特别是那个黄艳原本心虚平和 一向温和鲜弱的性格也是止不住的爆发出无穷怒气 更是直接开口对其怒喊 为什么 刘店长 我全心全意的为咖啡厅工作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这老实人一般不发火 可真要是发起火来 那绝对是很难平息的 周边众人看着刘梅 眼中也是无比的厌恶 这种人确实是太可恶了 别人一个女孩子家的 平日里工作也是尽心尽责的 可你这个作为领导的不顾忌员工就算了 竟然还想着雇人来专门为难别人 还抱着想要开除别人的想法 这种行为着实令人感到不耻 刘梅因为心中有愧 没敢继续说话 倒是被两名安保人员紧紧看住的 那名青年男子坐不住了 求求你们别抱去抓我 我什么都不要了 青年从口袋里面掏出了十数张百元票子 钱都在这里的 我一分钱都不要了 你们就放了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看着跪在地上一脸金句的青年 那刘梅的面色也是无比的难看 监控上面的那些视频可都是铁正 而且再加上青年给出的那些张红票子 他想要抵赖 那也是痴心妄想 刘梅看了一样自家的老板 突然跪在了对方的面前 老板 我已经知道错了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中年老板看了一眼刘梅 对于这样的员工 他是绝对不可能轻易绕过的 不然他该如何给手底下的那些员工 树立正确的企业价值观 如何能够更好的管理公司 念在你跟随我多年的份上 其他的我就不再追究了 但是公司肯定是容不下你了 刘梅 你已经被公司开除了 现在就收拾好你的东西 立马从咖啡厅给我滚出去 听到这话 刘梅脸色一沉 老板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啊 我上有老下有小的需要照顾 这一家几口人 可都是指望着我的工资来养活 我这要是工作没有了 那可怎么办啊 刘梅不停地在中年老板面前 哭诉求饶道 你要怎么样跟我无关 以前你做的那些事情 真以为我不知道 要不是看在你是跟随我多年 是老员工的情分上 恐怕早就被我给开除了 现如今我是真没想到 你竟然还雇佣外面的闲杂人员 来咖啡厅内挑事 想要挤走像黄燕这般优秀的员工 我这次是绝对不会饶过你的 中年老板说话完后 看向了一盘的陈安 开口道 陈队长 这刘梅已经和我的咖啡厅 没有任何的关系 至于她和那个青年如何 这就全凭你们自己处置了 陈安看了一眼身旁的萧和 萧先生 这两人要如何处置 你是安保队的队长 这两人应该如何处置 你自己决定就行 萧和淡淡的说道 来 把这两个人给轰出去 陈安指挥着身后的两名安保人员说道 那青年健壮 立马面色一喜 还没有等到安保队的碾人 就已经是飞快的逃离了咖啡厅 而那刘梅 则是在中年老板面前 哭爹喊娘的求饶着 可是对方没有丝毫的理会 最后被两名安保人员推嗓着 赶出了咖啡厅 既然事情已经结束 萧和也不再打算过多的停留 好了 这里也没什么事了 我也差不多该走了 萧和说着话 直接朝咖啡厅大门口走去 萧先生 我送你 陈安也是紧跟着走了出去 陈队长 我就在商业城里边随便逛逛 你继续做好你的工作就行 本来陈安还打算跟随在萧和的身边 进行安保工作 再适当的拍一拍马屁 但是萧和都这样说了 他也就只好作罢 陈安就这么站在咖啡厅的大门口 静静地看着萧和离去 陈队长 不知这位萧先生到底是何许人也 身后 先前那名咖啡厅的老板 也是默默地走上前来问道 何许人也 陈安面色平淡地说道 何老板 仅凭这位萧先生一句话 你和你的这间咖啡厅就得老老实实地离开万象来赴商业城 这 听到陈安的话 这中年男子一脸的难以置信 姓萧 难道这位萧先生就是万象来赴商业城的那位新老板 陈安没有说话 看着身后的几名安保队成员说道 我们走 中年老板也不傻 就凭刚才陈安漠不作声 他就已经猜测到了对方的身份 想到这 他内心也是庆幸 还好自己刚才做事果断 要不然 因为处事不公 而招惹到那位萧先生 那他的咖啡厅 恐怕是真的完了 并且在先前的谈话中 他也是了解到 对方之所以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 那也全都是因为黄燕 难道说 那位萧先生对黄燕有着一些关联 中年男子回到店内 看着一旁重新忙碌起来的黄燕 立马走上前去 老板 黄燕见到自家老板上前 连忙招呼道 黄燕 你在咖啡厅内的工作表现不错 我已经决定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这家咖啡厅的新店长 并且每月我给你一万的底薪 在家门店销售业绩的五个点 作为薪资提成 听到老板这话 黄燕面色大喜 谢谢 谢谢老板 嗯 好好努力 咖啡厅老板点头道 在咖啡厅那边处理完事情之后 已经是过去了约某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另一边 唐灵也是在处理完物业中心的事情之后 与萧和在商业城的一个地标性建筑旁会合 工作上的衔接如何 看着唐灵 萧和开口问道 萧先生 相关的工作衔接都没有大的问题 后续其他的工作展开 也可以高效有序地进行 唐灵一脸自信地回道 嗯 不错 对于唐灵的工作效率 他没有丝毫地怀疑 这妞平时看起来虽然直白傻了点 但是关键的工作上面可以没有出过任何的差池 走吧 这商业城我也逛得差不多了 是时候回去了 嗯 好的 萧和刚准备转身离去 就在这个时候 后背被人突如其来地拍了一下 老萧 一道声音传入萧和的耳中 听起来还有着一股熟悉的感觉 萧和转过身去 只见一名与他年龄相仿的青年男子正面带微笑地看着他 吴雄 竟然是你小子 萧和面色大喜道 哈哈 是不是很惊喜 很意外啊 吴雄笑着道 废话 我们都好几年没见面了 没想到今天竟然会在这里遇到 萧和拍了拍吴雄的肩膀 笑着道 这吴雄是他高中时候的同班同学 两人之间用铁哥们的关系来形容也不为过 在高考之后 这吴雄因为自身的原因 直接是辍学开始自己做点小生意 而萧和则是进入到物城市的一所二本院校 渐渐的 两人之间因为工作和学业等因素的影响 平时最多就是网络上联系一番 现实中已经是多年未曾见过面 吴雄 你小子这些年做生意 应该是发大财了吧 萧和笑着问道 老萧 你这可是高看我了 发什么大财啊 就是勉强维持生活罢了 对了 你现在应该也已经大学毕业了吧 怎么样 现在在哪工作 吴雄问道 我呀 前段时间才离职 也就是靠着平日里收点租金 勉强过日子 听到萧和这话 一旁的唐灵顿时间忍不住 差点笑出了声 自家老板 竟然勉强收点租金过日子 就算是抛开 万象来福商业城不谈 就硬将育那里的几十余套房产 一个月算下来也是十数余万元了吧 就务成现在的生活来看 一个月一万就能够获得滋润了 更别提像萧和这般的人了 老板 你这日子过得有些勉强啊 那吴雄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在听到萧和说是收点租金 勉强过日子的时候 还是一脸笑一道 老萧 你这也是可以啊 有房才能收租金 看不出来 你也是个妥妥的包租公了 哪里是什么包租公啊 萧和笑着应付了一句 对了 我之前不是听人说 你这些年在天海市做生意去了吗 怎么又回乌城来了 是回来走亲戚的 萧和好奇的问了一句 什么走亲戚啊 我之前在天海市 开了一间小型的服装加工厂 不过因为这一两年来 服装行业不景气 所以这可以说是年年亏损 最后无奈之下 只能是卖掉厂子 拿着剩余的钱回乌城来 继续做点小生意 维持生计 做点小生意也不错 这年头 自己做生意虽然辛苦一些 但是总比进公司上班要强一些 而且这时间上面 也更加的自由 听着萧和的话 吴雄也是点点头 这话也是 我就是不习惯在公司上班受人约束 所以才选择自己做点小生意的 吴雄说话之时 也是发生了 站在萧和身旁的唐玲 老笑 这位是你女朋友 还是老婆 吴雄笑着问道 她是 还没开口介绍 吴雄便是直接道 也你不用介绍了 凭着我们两人的关系 那我肯定也是得叫一声嫂子的 嫂子 你好 我叫吴雄 吴雄介绍道 听到对方的话 唐玲瞬间面色尴尬 吴雄 你小子可别乱说 我们之间可不是你想的那样 萧和本来想解释一番 不过吴雄却是说道 我懂 我懂 你小子长得这身好模样 当初在读高中的时候 就把班级校里的女孩子们迷倒了一大片 现在这样子看起来 比起之前更加的精神 不过这玩归玩 你还是得对别人女孩子负责 这最后一句话说得很小声 一旁的唐玲也是没有听到 见对方这般模样 萧和也是无奈 看来这解释就是掩饰 自己说的再对 恐怕对方心里面也是已经误会了 老友相聚 两人自然是聊得比较投入 对了老肖 明天有一批在乌城的老同学 组织了聚会的 你要不要去一趟 吴雄突然道 同学聚会 听到这话 萧和立马就想起了 上次在NA区双子峰大酒店 参加的那场大学同学聚会 得了 我这前段时间 才参加完一个大学组织的同学聚会 那无非就是互相攀比的名利场所 我是参加完一次 再也不打算去第二次了 吴雄点头道 你说的也没错 要不是考虑到 明天有几个之前关系 还算不错的同学 都在 我恐怕也是不会去的 要是知道今天能够碰到你 那我还真就一开始就回绝了 只是现在已经答应参加了 也不好意思临时改变主意 没事 你去吧 反正我一直都在乌城的 等哪天有时间 到时候 我们再出来 好好地聚一聚 萧和笑着 拍了拍吴雄的肩膀 之后 两人简单地寒暄了几句 约定有时间再聚 随后也是各自离去 两人去到商业城的停车库 刚来到科尼塞格万一的车前 唐灵下意识地准备 坐到副驾驶的位置 只见萧和却是直接把手中的车钥匙递了过去 来 现在正好错开了下班高峰器 这车你来尝试着开一下 啊 我开这车 唐灵看着面前的科尼塞格万一 一时间有些犹豫 怎么 难道还得让我这个做老板的 天天给助理开车不成 萧和假意抱怨了一句 哦 唐灵接过车钥匙 迅速地桌上了驾驶座 一个小时之后 两人总算是回到了鹅岭峰别墅 小唐助理啊 萧和下车后 看了一眼有些脸色卡白的唐灵 说道 你这车技还得多练练 要不然 哪天我这个做老板的 恐怕真的栽到你手上 原本二十分钟不到的路程 硬是被唐灵开了一个多小时 而且 这一路上 简直堪比速度与激情 若非是因为科尼塞格万一的豪车专有性 这道路上的其他车辆都纷纷避让 再加上萧和自己的强大车技 恐怕还不知道得发生多少事故纠纷 时候也差不多了 去做晚饭吧 萧和看了看时间说道 唐灵没有说话 而是有些颤颤巍巍的朝着别墅厨房走去 看到对方这副模样 萧和也只能是无奈的摇了摇头 算了吧 我去做饭 你自己先去好好地休息一下 萧先生 我没事的 唐灵说道 去休息吧 我看你恐怕是站着都有些勉强 一会可别把厨房给我拆了 萧和开口道 可是 你不是不会做饭吗 唐灵嘀嘀咕咕地说了一句 萧和虽然听到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正好自己通过无限秒杀 获得了厨王功能饮料 拥有着这么好的厨艺技能 若是不拿出来练一练 那岂不是浪费了 见萧和走进了厨房 唐灵稍微站在客厅愣了一会 随后便是走到客厅内 稍作缓一缓情绪 他眼睛时不时地朝着厨房的方向望去 自家这位老板不是说过 从来没有下厨做过饭吗 唐灵内心甚至在想 一会要是端出来一大碗黑乎乎的米粥 又或者是炒得七零八乱的菜品 他应该怎么办 毕竟是自己老板亲手下厨做的 自己又该不该吃 厨房里 萧和正在从冰箱和菜篮子中 挑选可用的食材 把东西拿出来准备好之后 立马开始了手中的动作 咚咚咚 咚咚咚 切动蔬菜肉食的声音 至厨房内响了起来 这声音的频率 缓和却又急速 与普通下厨人的手法比起来 更是专业不少 这一道道剁菜的声音 也是传入到客厅内作者的唐灵耳中 这家伙剁菜的声音 听起来倒是非常的专业 唐灵有些怀疑道 该不会是一开始扮猪吃老虎 就为了故意哄骗自己做饭的吧 不过也有可能是在装模作样 想到这些 唐灵也是站起身来朝着厨房走去 对方再怎么样 也是自己的老板 这座员工的在沙发上 做这确实不是那么一回事 萧先生 需要我帮忙吗 唐灵靠着厨房的门边 刚好把话说完 却是直接被里面的一幕 给彻底震撼住了 只见萧和极其熟练地握着手机的刀具 然后娴熟且迅速地 剁着菜板上的一团三线肉 这剁肉还是其次的 最令唐灵吃惊的是 萧和接下来的动作 剁完肉末 用菜刀边轻轻一挑 肉末被抛向高空 然后再直接精准地 投入到锅台一侧的陶瓷盘中 整个操作对方看都没有看一下 而接下来 萧和又一刻也不停留地 拿起一颗喂萧皮的土豆 刀尖对着几侧迅速地晃动起来 仅仅一眨眼的功夫 这土豆皮就被削里干净 这变魔术 唐灵愣着道 这声音也是被一旁正在做菜的萧和听到 你说什么 什么变魔术 萧和抬起头来说话的时候 眼睛也并没有把菜板上的土豆看着 这活脱脱的就是在盲窃 咚咚咚 咚咚咚 这一幕 看得唐灵直接把心提到了嗓子眼里 看着那晃动的肉眼 都只能看到影子的菜刀 唐灵声怕萧和一个不注意 直接把自己的手给切了 萧先生 你快注意一下手啊 你这做法也太吓人了 唐灵出声提醒道 你说这啊 萧和笑着道 没事的 就这切菜 我闭着眼睛都能玩得很溜 拥有除王记忆的他 还真就对这样的事情手道擒来 萧和将菜板上的土豆切成了丝 看起来不管是宽厚 又或者是长度 那基本都是一模一样的 做完这一切 又是再次一挑 土豆丝直接落到了不远处的菜篮子中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难道说我脸上 有什么好看的花样不成 萧和淡淡地问了一句 萧先生 您这刀工也太强了 就这么看着 给我一种有些梦幻不显示的感觉 这太强了 强得有些不像是人应该拥有的 萧和 不像是人应该拥有的 那不就是在顺道说他不是人吗 唐助理 有你这样对老板说话的吗 萧和给了唐灵一个白眼 萧先生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你的刀工太厉害了 要不是亲眼见到 我都不敢相信有这样刀工的人 唐灵急忙开口解释道 哦 你是在说这个刀工啊 那不就是熟能生巧的事情吗 萧和一本正经道 只要你多练几次 那这刀工也会和我一样的 多练几次就会了 真当我傻呀 还信你这样的鬼话 唐灵心中一阵无语 好了 这时候也差不多了 我简单地炒几个小菜就可以开饭了 你先回客厅稍微休息一下吧 萧和淡淡地说道 不过一旁的唐灵没有动作 依旧是靠在厨房门口静静地看着 主要是萧和的动作太帅 这一系列的看起来 就像是在变魔术 表演杂技一般 对于门口的唐灵 萧和也没有太多的注意 只是继续忙碌着手中的动作 看着锅中的菜肴 朝着无数摆盘中飞落而下 唐灵内心的激动一浪高过一浪 看着这些操作 他的脑海中更是想起了当初 十无比火爆的动画片 神厨中华小当家 原本以为那些动漫的效果 全都是强加上去吸引观众的 结果今日看到萧和做菜时 他才明白 那些花样般的厨艺刀工 是真实存在的 只不过能够掌握的 是少值又少而已 萧先生 你之前不是说过 不会做饭菜的吗 唐灵再也忍不住内心的疑惑 直接开口问道 萧和看了看 淡淡地说道 之前是不会 这厨艺也是最近才学会的 只不过 这上手的速度 比起自己想象中的 要快了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 就这还只是快了那么一点点 先不说 饭菜到底做的好不好吃 单纯就看这么刀工而言 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比得上的 在唐灵看来 自家老板肯定之前就会做饭菜 并且那厨艺还非常的了得 至于先前说不会 那肯定也是为了偷懒 想要更好的 把做饭菜这件事情 推给他这个助理的手中 虽然有些埋怨对方欺骗自己不会做饭 但是看在那高额的工资福利上 他也不打算多说什么 一顿操作之后 客厅的餐桌上端上来一道道丰盛的美食 龙井瞎人 红烧狮子头 东坡肘子肉 青呛辣子丁等等 唐灵认真地数了一下 桌上整整有着十五道精美的餐食 别愣着了 去拿碗筷吧 萧和简单地处理了一下厨房的收尾工作 然后走出来说道 嗯 好 唐灵一开始没桌上的美食愣住了神 回过神来之后 立马朝着厨房走去 看着对方的背景 萧和无奈地笑了笑 这傻妞 自己只不过是小事牛刀地露了一手 有必要那么激动吗 拿了碗筷 唐灵很自觉地先给萧和把饭盛好 然后自己再端着一碗 坐到了另一边 吃吧 尝一尝我的手艺 萧和笑着道 唐灵看了一眼桌上的菜品 因为太过丰盛 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先动哪一盘 稍微犹豫片刻之后 直接加了一筷子 距离自己最近的东坡肘子肉 本来这东坡肘子肉 看起来是比较肥腻的 不过从萧和手中制作而成的这个肘子肉 看起来太有人了 他还是忍不住动起了手中的筷子 肉入口中 并没有感觉中的那么油腻 反倒是有一种软而戴苏的感觉 何如 萧和淡淡地问道 唐灵连忙点头道 好吃 这简直太好吃了 这味道 比起那些知名的五星级大厨做出来的 还要好吃无数倍 对于唐灵的肯定 萧和也没有多大的反应 他现在可是拥有着厨王级的手艺 这做出来的美食 不说世间独有 但是至少也是整个华国 乃至全世界厨艺最为顶级的那一批了 好吃就多吃点 萧和给唐灵加了一道龙井虾仁 放到碗中 萧先生 我今天吃了你这顿饭菜之后 恐怕以后再去吃其他的 都会绝对是索然无味的了 唐灵直言道 怎么的 还想赖着我这个做老板的 天天给你做饭吃不成 萧和问道 唐灵想了想 笑着道 若是萧先生愿意 那我这个做助理的 自然也不会有任何的意见 也行啊 萧和意味深长道 不过要让我这个做老板的下厨做饭 那收费肯定是不低的 除去你每月的工资 恐怕还得倒贴我一部分辛苦费才行 那我还是自己做吧 唐灵说道 自己真要是让这么一尊大神来做饭 恐怕最后没有打工赚到什么钱 反倒是把自己都得赔进去不可 之后 两人在说笑中结束了晚餐 凌晨十二点 萧和点开了手机里面的无限秒杀软件 临江大酒店 无限秒杀价 六百八十八元 临江大酒店 这家酒店 萧和虽然没有去过 但是作为在乌城也是生活了不少年的他来说 那也是非常熟悉的 这是一家乌城本地的五星级大酒店 其外建筑高端壮丽 其内不管是服务还是休闲娱乐 还都是一顶一的存在 当然了 作为五星级酒店 那本身的消费水平也是非常的高 在里面随便吃上一桌 至少也得消费上万元 而且还是其中最次的一等 至于地理位置方面 临江大酒店就位于万象来福商业城的正对面 两方各自紧紧指示 相隔了一条大江河 往来最近的可以乘坐两城观光吊车 也可以通过水路进行游船互通 萧和没有多想 直接点击了购买 购买成功 商品发送中 十余秒钟之后 萧和的手中多出来一套商业地产合同 打开一看 正好就是临江大酒店的产权所有证 虽然现在已经拥有了一座万象来福商业城 但是一座五星级酒店 对于他来说 同样具有着无穷的吸引力 等到有时间 自己也得去仔细地考察考察 第二天清晨 萧和早早地从床上醒来 先去洗漱间 简单地整理了一番 随后再去到客厅内 因为工作的需要 唐玲的办公地点 也是被设置在了万象来福商业城的物业中心 萧和起床之时 唐玲早就已经出了门 而桌子上 仅剩下对方替萧和准备的 每日早点 刚好拿起手机 一道电话就给打了进来 看来电提示 是唐玲打来的 喂 萧先生 您去到高铁站 接送亲人的专车 我已经派人开到了别墅的大门口 钥匙也都放在车上的 您真的一个人过去 不需要我跟着吗 电话里面传来唐玲的声音 既然我去就行了 至于其他的 等到有需要 我会提前吩咐你的 萧和回道 好的 萧先生 简单地通话之后 两人挂断了电话 萧和看了看时间 迅速地吃过早餐之后 拿着桌上的手机 就往别墅外走去 此时 在别墅的大门口 一辆黑色的最新款 大众灰腾静静地 停在道路一侧 萧和走近仔细地 打亮了一番 精致的大灯 与奥迪A8 有着相似之处 看起来低调 却又不失风格 再在轿车的尾部中心位置 有着两个双V型的字母标 这是独属于 大众灰腾的标识象征 整体看上去还算不错 这款车为的就是低调 而且 今天他老家的小妹 不止一个人前来 连带着还有几个同学一起 若是只有自己小妹一个人 那他完全可以使用 科尼塞格旺一 但是这人多 就只能是选择五座轿车 更为实用 坐上车 萧和直接驾车 朝着渝北高铁站驶去 半个小时之后 萧和来到渝北高铁站A出口处 在出发前 萧和就已经把自己 驾驶过来的轿车 及其车牌 全都给拍照 发给了小妹 因为高铁才到站 旅客们都还没有出站 萧和便下车 协靠在轿车的副驾驶 坐车门前刷着手机 这也是为了方便 一会小妹辨认自己的位置 毕竟出站的乘客那么多 要是光靠她一个人找 那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三分钟后 大批乘客陆续出站 二哥 二哥 我在这 人群中 一名深背小包 手里面 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轻女孩 操着萧和的位置走来 萧和 看见自家小妹 萧和也是面 带微笑地走上前去 他还仔细地观察到 在自己这个小妹的身后 紧跟着四名青年男女 看样子 这四人应该就是 小妹所说的同乡朋友了 一行人加上自己小妹 那总共就是五个人 萧和心想 还好提前订购了 一辆五座的大众灰腾 要不然 自己装走一个人 再留下四个人 干瞪着眼 可就尴尬了 哥 好久不见 小妹萧月 上前笑着对萧和说道 这是我老妈 让给你带来的一些 家乡土特产 萧月提着 满满一大口袋东西 递给萧和 来都来吗 还带什么东西 萧和笑着接过东西 来 你们都快过来 萧月对着身后 四名同行的伙伴说道 这是我哥 萧和 萧哥好 哥好 几人分别热情地 对着萧和问好 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四位都是我的好朋友 前面这两个女孩子 他们分别叫张小一 陈燕燕 至于后面那两个男孩子 他们叫华月和郑远海 听到萧月的介绍后 萧和也是 笑着和几人打了声招呼 你们这一路过来也累了吧 快上车吧 我提前就已经给你们订好了酒店 现在就带你们过去 萧和招呼这几人上车 几人陆续先把手上 拿着的行李 放到轿车的后备箱 这时候 背着一个双肩包的郑远海 来到轿车前 突然停下脚步 看了看面前的这辆大众车 哇 一辆大众 郑远海有些嫌弃的 看了看面前的这辆轿车 我说兄弟 你这路子混得有些窄啊 怎么才开着大众啊 呵呵 是吗 萧和淡淡一笑道 我感觉这大众还是挺不错的 商务用车刚刚好 还是差了点 听到萧和的话 那郑远海摇头道 这商务用车 可是关系到一个公司的脸面问题 这再不计 也得选量奥迪什么的 这大众着实有些掉面子 我们家那个公司 这商务用车 再怎么也是 一辆高配的奔驰一级 那怎么也得小五十来万 说起自家公司的时候 这郑远海脸上 洋溢着一丝得意的面容 一旁的萧月听到这话 不由得眉头紧皱 郑远海 你在这说些什么呢 赶快丢闭嘴 萧月有些尴尬的 看着一旁的萧和 郑远海这家伙 总是那么喜欢嘴欠 你可千万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此时 这萧月的心里都非常后悔 带着郑远海同行了 作为郑远海的同学 他也知道对方的家庭情况 父母开着一家公司 这家里面不是多富有 但是千八百万的 肯定是有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家伙平时炫耀 也是常有的事 只不过今天自己老哥 专门赶来接待他们 而这个家伙 又如此不给面子般的炫耀 让得他心里始终有些不适滋味 他更是害怕自己老哥生气 看了看自家小妹 萧和没有过多的计较 只是笑着道 这时候也不早了 我们快上车出发吧 另外几人点点头 然后陆续坐上了车 而郑远海站着车外 则是一脸的无奈 入乡随俗 虽然这大众不是什么好车 但是也勉强可以代不用 正当他准备坐上车的时候 突然听到 里面传来几人的声音 哇 哥 你这大众车的内置 也太好了吧 看着里面的豪华内饰 萧月止不住的惊呼起来 坐进去的另外四人 也是同样的表情 这大众轿车在市场上太普遍了 大部分人都是坐过的 所以对其品牌轿车也是多有了解 可是像萧和开来的 这辆大众轿车 其内饰简直是豪华的有些过分 这区区一辆普通商务轿车 有着如此内饰 有些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独立的移动式按摩座椅 还有专门的脚踏区 在前后座的中间位置 还独立摆放着一个小型便携式移动冰箱 上方有着可全息观景天窗 而且前后的居间位置非常的宽敞 就算是后面满座三人 也没有丝毫的拥挤感 就是一辆普通的大众 有什么好不好的 你们也太没有见过市面了吧 郑远海说着话 人站在车门前 把头伸进去 往里面这么一看 我靠 这是大众 任凭他见多识广 但是在看到这辆大众轿车内部的时候 也是不免的遗政 有着这样豪华的内饰 这轿车真的只是一辆大众 他家公司的商务用车 是一辆奔驰一级 而自家老爸 开的更是一辆价值上百万的一级 AGM 可纵然如此 也赶不上这辆大众轿车内饰的豪华程度 兄弟 你这真的是大众 郑远海怀着疑惑的心情问道 没错呀 我这就是一辆大众 萧和继续道 不过这款与普通的大众不一样 它是最新款型的大众灰腾 而且全程选用的是最高配置 落地价差不多接近两百万左右 大众灰腾 听到这话 那郑远海瞬间明白过来 难怪会这样 这大众里面确实有着一款顶尖车型 名字就是叫做灰腾 其最便宜的落地价 都近乎百万级别的 因为大众车型太过一般 许多人为了排面 也很少会选择其中的车型 所以一开始 他就把面前的这款大众 当成是一辆价值最多十几二十万的车 根本就没有往灰腾的车型上去考虑 听到萧和这么一说 萧月等人也是一脸的激动 这可是价值近两百万的豪车 能够乘坐的机会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快 让我一个位置 我也要上去 郑远海不要脸皮的说道 早就听闻大众灰腾的豪华舒适度 他自然也想着上车去体验一把 郑远海 你挤什么挤啊 这车就五个位置 我们四个都上车了 早就没有你的位置了 萧月没好气到 先前不是还瞧不起这辆大众轿车吗 怎么还再又换了一副嘴脸 那么不要脸皮的 想要主动上车了 这 听到萧月的话 郑远海一脸尴尬的看着萧和 你别看我 这车加上司机 总共就只有五个位置 四个都已经坐满了 我还得带着你们去酒店呢 总不可能把驾驶座的位置 让出来给你吧 萧和看了看一旁即将驶过的出租车 连忙伸手将其拦过 我开车在前面 你坐出租车 跟随其后吧 说完话 萧和就坐上了车 郑远海尴尬的在原地愣了一会 也只能是无奈的坐上了出租车 他现在心里是无比的后悔 本来还想着露个脸 装个叉的 结果这脸是露到了 不过却是丢脸丢到家了 刚出发一会 萧和就给唐灵打去了电话 唐助理 你把原定为双子峰大酒店的行程取消 改成临江大酒店 我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那 你提前过去安排一下 吩咐完几句话之后 萧和迅速地挂断电话 他之所以把酒店改到临江大酒店 就是想着 在把小妹一行人安顿好之后 自己顺道去 实地看一看临江大酒店的具体情况 这家五星级大酒店已经是他的名下产业 那唐灵也可以提前去熟悉熟悉 副驾驶的萧月听到这通电话 面色不由地好奇道 哥 你不是听老妈说你在建业集团实习吗 这大公司那么快连助理都给配上了 你说这是啊 萧和笑着道 我之前确实是在建业集团上班 不过后面又辞职和几个朋友合伙搞了个公司 因为工作上有的事情忙不过来 所以就专门招了一个助理秘书 哇 真没想到哥你现在竟然都已经自己创业当老板了 那以后我这个做妹妹的是不是可以跟着抱大腿了 萧月满是笑容道 哼 我这算什么老板就是勉强过生活的 萧和回道 后排的三人街是羡慕不已的看着萧和 而在后面的那辆出租车上 郑远海正一脸郁闷的看着前面的大众灰腾 对于萧和 他现在内心自然是非常的不服气 从刚才的谈话里面 他可是知道萧和驾驶过来的那辆大众灰腾 是一辆商务用车 而且他们也是从萧月的口中知晓 他这个堂哥是才毕业没多久的一个实习生 能够开得起这样的豪车 那多半就是公司的 而对方开着这样的一辆豪车来 那肯定是通过公司方面 借来在他们这群人面前冲冲面子的 想来想去 他的心中已经是坚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 很快 两车一前一后的来到了临江大酒店 我已经在这里给你们预定了房间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你们可以直接在这里住下 萧和带着众人朝酒店里面走去 而跟在几人身后的郑元海 这时候也是通过和几人的交谈 知道了萧和正在自主创业的事情 不过纵然如此 他的内心依旧还抱着一丝幻想 我说兄弟 刚才听萧月他们说 你现在在和几个人合伙做生意 不知道是在从事哪个行业啊 郑元海有些漫不经心的问道 萧和一听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到 他还真的不好回答自己 现在到底是从事着什么行业的工作 真要说起来 现在名下也就只有一个万项来赴商业城 还有几十套印江玉的房产 而这临江大酒店说起来 也和前面两者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难道直接说自己是包租工 专门收租的 这个回答未免也太土了一些 兄弟 你这什么情况啊 该不会是连自己从事的哪个行业也说不出来吧 郑元海意味深长道 想到之前在高铁站的尴尬时 他自然是要趁机找回自己的场子 郑元海 你再这样无理取闹 信不信我马上赶你走 萧月有些生气道 他们大家伙平时关系还算不错 而这郑元海本质倒是不坏 就是不管去到哪 总是喜欢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的资本 若是再平时也就罢了 可是今天这一直在自己老哥面前做出这番举动 那不是故意给他找难看的吗 萧月 你别激动 我这不是看你哥开着上百万的大众灰腾 一时间有些感兴趣吗 郑元海笑着道 你再这样 我非得找时间 用真把你的臭嘴给缝起来不可 说着话的时候 萧月还恶狠狠地瞪了郑元海一眼 郑元海也不害怕 仅仅只是一笑而过 也没什么的 我所从事的行业与建筑有关 不过说多了 可能你们也不太明白 萧何淡淡地说道 虽然自己是收租的 但是名下终归是有着一定的房地产业 说是建筑方面也没什么问题 萧何带着众人直奔临江大酒店的中兴接待区 看着周边的环境 郑元海一脸惬意地对着身旁的华月和另外两个女孩说道 这里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不过 我上一次和朋友一起去天海市 在那里吃了一顿人均一千多的西餐厅 那才叫一个爽 郑哥不愧是有钱人 这种高消费 我们是想都不敢想的 华月一脸羡慕道 另外两个女孩子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眼神中也是透露着一丝仰慕 一行人来到酒店的中兴接待区 早就等在其中的唐灵迅速走上前来 萧先生 酒店方面我已经安排好了 并且 这临江大酒店的总经理陈彦鼎 已经带着酒店的主管级别以上管理层 随时准备接待您 您看这时间上 唐灵话还没说完 萧何看了一眼身后的小妹等人说道 这工作上的事情先不谈 等我一会忙完之后会主动联系她的 嗯 我一会就去转告陈总经理 唐灵继续说道 萧先生 有关于中午的正餐 我订购的是临江大酒店 价值三万元的中西式特色贵宾套餐 这上面有相应的明细表 您看一下 其中是否还有什么是需要补充的 萧何迅速地扫视了一眼 然后将电子明细表拿过 又递给了萧月 小妹 你看一下 其中还有没什么是需要添加的 拿过电子明细表 萧月仔细地看了一眼 不过仅仅只是一眼 她却是被上面的菜品 极其那昂贵的价格给吓住了 这 哥 我们这一顿消费是不是贵了点 萧月被菜品价目表下方的价格给震撼住了 那可是整整的三万多元 他们这里加上萧何 总共也才六个人 这一顿饭下来 人均都已经高到了恐怖的五千 什么有多贵 我也来看看 另外几人也是紧接着靠了过去 在看到价目表上的消费金额之后 几人想到刚才郑远海的话 立马把头望向了郑远海所在的方向 他们总共六个人 这平均下来就是人均五千左右 和郑远海之前所说的一千多可是相差巨大 感受到众人的目光 那郑远海也是非常的不好意思 这脸色更是一阵铁青 小妹 看好了吗 看着一行人 萧何开口问道 哥 够了够了 都已经那么多了 就我们这几个人 一会吃不完都浪费了 萧月连忙说道 那行吧 萧何点点头 在酒店服务员的带领下 众人一同朝着贵宾区走去 临江大酒店修建于江河边 一边靠江 一边又连通着物城的江畔花园 所以 整体的环境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在贵宾区域 这里每一个房间都非常的清幽宁静 与大众酒店环境相比 这里更是如同住家别院一般的感觉 与人在此聚餐 仿佛不像是身处酒店之内 更如同是在家中熟络的情景 在服务员七弯八绕的带领之下 一行人来到了临江一号包间 萧先生 各位请进 服务员将包厢门打开 萧何率先进入其中 首先映入眼前的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桌盘 正前方是一处巨大的玻璃落地窗 从窗外望去 能够清楚地看到 雾城的两江交汇景色 整个包厢中配有宽大的真皮软座沙发 上方则是一盏巨大的卧室顶尖水晶灯 整座包厢大小接近百平米 空间可谓是极其的巨大 萧先生 菜品将会在十分钟之内陆续送到 若是还有其他的什么需要 您可以随时吩咐门口的服务人员 萧何身旁的那名酒店工作人员说道 好了 没什么事 你就先下去吧 嗯 工作人员微微点头 随后转身退出了房间 来 你们先坐一会 菜一会就送到 萧何看着包厢内的几人 哥 你订的这个包厢也太豪华了吧 小妹萧月看着包厢内的环境 一脸的惊讶道 这有什么豪华不好华的 你是我的妹妹 好不容易带着朋友来物城玩一次 我再怎么也得好好招待 你们一番才是 萧何看众人还有些拘束的站着 与其平和道 都别站着了 快找位置坐下来吧 嗯 好 听到萧何的话 众人皆是点头各自找位置坐下 在场的除了郑元海以外 其他都是普通家庭里面出来的小年轻 这平时哪里出入过这样的高端场所 第一次身处其中 内心稍稍也是有些紧张兴起的 此时的郑元海也是稍微老实了一些 自己接连这两次被打脸 在朋友面前始终是感觉有些不好意思的 小妹 这次来物城打算玩多久 萧何看着自家小妹问道 哥 这不正好是距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吗 我想着和朋友在物城多玩个几天 然后到时候起身直接去学校 这样啊 你们来这里提前有做打算吗 萧何再次问道 萧月摇头道 暂时还没有呢 现在这物城可是全国出了名的网红城市 我们对这里感兴趣的实在话太多了 真要是打算 那也只能是边逛边玩 走到哪算啊 萧何笑着道 这样吧 我到时候找人给你们安排一个导游 这样也可以给你们制定更加充分的旅游时间 谢谢哥 萧何笑着道 谢什么 都是一家人 这来物城一趟 你们好好的玩 至于消费方面的问题 也不用担心 哥全给你包了 听到这话 桌上除了郑元海以外的其余四人都是一脸的喜色 这有大佬照着就是好 至于那郑元海心里 则是包着一丝火气 这次他之所以跟着大家一同前来 主要还是为了萧月 因为喜欢对方 所以想着趁这次游玩物城的时间里面 好好地抓住机会在对方的面前露上一手 可那丞相 对方竟然有一个看起来还不一般的堂哥 这可算是直接打乱了他的计划 不仅如此 自己还是属于那种装插不成 反倒被接连着打脸的 心里面难免有些憋屈 很快 几分钟时间过去 一开始预定的菜品都已经是陆续上桌 你们需要点什么饮料酒水之类的 萧和看着有些空荡的餐桌问道 不用 我和张小一 陈燕燕喝点饮料就行了 萧月回道 那你们呢 萧和把目光看向了郑元海和划月两个男生 萧哥 我都可以 你看着来就行了 划月有些客气地回道 那你呢 萧和看着郑元海 他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家伙有些装插饭的前置 所以继而开口问道 啊 我都可以 不过真要是喝酒的话 那红酒和这样的场合才能更配 红酒也可以 不过我也不懂 你看着点就行了 听到萧和这话 郑元海直接对着包厢门口的服务员说道 服务员 你们这里有什么红酒 先生 我们这里的红酒品类很多 库存量也很大 只要不是那种特定的红酒 都是有相应库存的 那有拉菲古堡吗 服务员点点头 先生 拉菲古堡有的 这拉菲古堡可是高档进口名酒 就那么一瓶的市场售价 就高达一万五千元左右 普通人根本就喝不起 郑元海把目光看向了萧和 毕竟是别人请客 他也还得看看别人的意见 那就给他送一瓶拉菲古堡来吧 虽然对于郑元海这人不怎么感冒 但是对方再怎么 也是自己小妹的朋友 仅仅只是一瓶红酒罢了 以他的能力 还是完全请得起的 好的先生 听到萧和的话 服务员立马在包厢的菜单名上 加了一瓶拉菲古堡 郑元海 你点的这是什么红酒 我连名字都没有听过 出于对郑元海的不放心 小月下意识地开口问道 小月 这拉菲古堡可不一般 那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一款红酒 当初我爸从国外带回来一瓶 那味道真的是香醇浓郁 回味无穷 等一会红酒上桌了 你们也好好地尝尝看 那味道绝对让你们满意 此话一处虽然不懂红酒 但是听着酒在国际上非常地知名 那就猜测到 这酒的价格肯定不一般 想到这 他的眉头微皱 这酒多少钱 一万五左右 郑元海回道 什么 你竟然点了一瓶那么贵的酒 这也太过分了 小月在听到拉菲古堡价格的第一时间 就异常地生气 那么贵的酒 郑元海这家伙 不是在故意坑自己堂哥吗 饭桌上的另外几人 在听到红酒的价格也是被吓了一条 他们原本以为这个红酒最多也就千八百的 那曾想 价格竟然直接高达上万元 哥 这酒太贵了 要不我们退了吧 萧月有些尴尬道 小麦 你这是害怕你哥 我付不起钱啊 萧和一脸宽慰地看着萧月道 既然你这朋友感兴趣 那我自然也应当进这个地主之意 兄弟 够意思的 郑元海在一旁笑着道 就在这时候 包厢大门被打开 唐灵走了进来 萧先生 唐灵走上前来 陈总经理他知道您来此吃饭 无论如何都要过来见上一面 嗯 我知道了 你让他进来吧 萧和淡淡地说道 在唐灵走出包厢的同一时间 身着西装的陈颜鼎也是走了进来 萧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现在才来拜访您 陈颜鼎面色恭敬道 这临江大酒店也需要你主持日常工作 这工作忙走不开也没什么 萧和淡淡回道 谢谢先生体谅 我这里专门为您准备了一些酒店的特色 说完话 陈颜鼎看着大门口的方向一眼 都拿进来 几道精美的菜品 被长相高挑的女服务员端上座 在最后方 还有这两名年轻女服务员 小心翼翼地各自端着一个托盘 上面皆是放着一瓶全英文标识的红酒 先生 除了前面那几道酒店的特别美食意外 这后面两瓶 是我专门为您去酒窖 就选取的两瓶罗曼尼康帝红酒 希望您能够喜欢 陈颜鼎恭敬地说道 就在对方把话说完的时候 一旁的郑远海直接是站了起来 什么 罗曼尼康帝 这一声喊 把坐在饭桌上的众人给愣是吓了一跳 郑远海 你在这里吓喊什么呢 萧月有些不满地问道 这 一时间有些激动 没有控制住情绪 郑远海走到被放在桌上的那两瓶罗曼尼康帝面前 双目紧紧地定在红酒包装上 真的是罗曼尼康帝和网上标识的模样一模一样 这里是临江大酒店 这酒自然是真的 陈颜鼎回道 看着郑远海这个样子 那距离最近的华月有些好奇道 郑哥 这罗曼尼康帝是什么酒 很出名吗 当然出名 这罗曼尼康帝可是世界上最为名贵的红酒 这每年的产量也仅仅只有两三千瓶 有时候就算是拿着钱也不一定能够买到 两三千瓶 萧月回道 这数量也不少了呀 小月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两三千的数量看起来不少 但是你要知道 这可以每年全球所能够拥有的数量 如此多的国家 真要是分摊下来 这三两千根本就远远不够 想来也是 若是供应全球 就算是两三万瓶也远远不够 而且 这罗曼尼康帝可价格可不是一般的昂贵 这单单一瓶的售价就高达十余万元 郑远海惊叹道 这话被周边众人听到 大家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这两瓶红酒 单单一瓶的售价都高达十余万元 那两瓶下来至少也得二十余万元 这笔钱 要是在一些普通点的城市 都完全足够移动新房的首付了 萧先生 有关于临江大酒店的所有信息资料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您随时都可以来查阅 陈严顶看了看包厢内的情况 很秩序地说道 若是您没什么吩咐 那我就先走了 嗯 关于酒店的事情 你直接和唐助理联系也是一样的 萧和说道 陈严顶恭敬地对萧和点点头 然后带着人迅速地退出了包厢 哥 你这 萧月看了看坐在自己身旁的萧和 又想起了刚才陈严顶所说的话 总感觉其中有着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不仅仅是萧月 在场的其余人也是一脸好奇地看着萧和 在他们看来 刚才进入到房间中的那名中年男子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听谈话还是一位总经理 而且对方进入包厢之后 对着萧和极其的恭敬 这不免让众人有些惊疑 看着满是疑惑的众人 萧和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哐荡 包厢的门又再次打开 这一次进来的是一名酒店的工作人员 在对方的手中 有着一瓶装包不错的红酒 想来这应该就是先前郑远海所点的 那瓶拉菲古堡 先生 您点的拉菲古堡已经送到了 服务员把红酒小心翼翼地 放到一旁的木制酒柜上 然后转身离去 这时候 众人把目光都看向郑远海 先前这个家伙 可还在吹嘘自己 喝过一瓶价值上万的拉菲古堡 可是就在前不久 这酒店方面 却又送来了两瓶价值十余万元一瓶的 罗曼尼康蒂红酒 这价值一万余元的拉菲古堡 在价值十余万元的罗曼尼康蒂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的 郑远海此时也是异常的尴尬 都别愣着了 开始吃饭吧 萧和说完话 又对着一旁的包厢服务员说道 麻烦帮我们把这两瓶红酒打开一下 好的 先生 服务员上前 细心的把两瓶罗曼尼康蒂红酒打开 随后再给萧和等人一一倒上 不过就在要往郑远海杯子里面倒酒时 萧月开口了 郑远海 你不是喜欢喝拉菲古堡吗 听到这话 郑远海原本激动的心情 瞬间沉入了谷底 萧月 我 我什么我 你就喝自己点的那个拉菲古堡吧 萧月看着倒酒的服务员说道 给他倒拉菲古堡就行了 这罗曼尼康蒂 我怕他喝不习惯 郑远海现在都有着一种想要哭的冲动 这可是价值十余万一瓶的罗曼尼康蒂 他自然是非常的想喝 这样的红酒 有时候可并不是用钱就能够买得到的 是需要一定的身份地位才能够拥有的了 哪怕是喝上一小口 以后再和朋友或者家里人接触的时候 也可以将自己喝过罗曼尼康蒂的事情 来作为资金进行炫耀 不仅如此 也因为这件事情 让郑远海明白了萧和身份的不简单 要知道 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怎么可能让人一次性送出两瓶价值十余万的罗曼尼康蒂 给他也倒上一杯吧 在郑远海心里面极度尴尬的情况之下 萧和开口了 听到萧和的话 那郑远海内心一灵 然后立马站起身来 萧哥 之前是我不懂事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过 千万不要和我一般计较 他是真的知道错了 凭着萧和的身份 真不是他能够招惹得起的 万一因为自己的嘴欠而招惹到对方 那后果根本不堪设想 看着眼前的郑远海 萧和并没有大的动静 只是面色平淡道 行了 你是萧月的朋友 那我自然不会给你过多的计较 不过你这性格还是得多改改 若是遇到了其他些脾气暴的人 就你这嘴巴 恐怕真是欠走 郑远海连连点头 萧哥 我知道了 好了 这酒也倒上了 那我就在这里 祝你们旅途愉快 萧和举起手中的酒杯 其余人也是如此 干杯 吃过午饭 萧月等人在专业导游的带领下 先去到酒店住宿区放行李 然后再去到物城的各个景点区打卡 而萧和依旧在临江大酒店 在唐玲的陪同下 一起实地考察临江大酒店的实际情况 因为临江大酒店很大 这一考察就花费了将近四五个小时 一晃就又要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萧先生 这临江大酒店的环境还真是不错 唐玲看着眼前的一切 说道 逛着酒店内部的花园 再吹着江边凉爽的微风 这种感觉确实不错 萧和也是点点头道 等时候差不多了 你到时候再和陈临鼎对接一下酒店的具体情况 既然临江大酒店已经是他名下的产业 那自然对其也是要严加把控 早点让唐玲对内部的业务管理进行熟悉 好的 萧先生 两人在酒店的绿化长廊边走着 嘟嘟 突然 一道声音响起 在萧和二人的身后 一辆黑色的保时捷卡宴缓缓驶来 是萧和吗 保时捷卡宴停到一旁 车前窗摇下 坐在驾驶座的刘显望笑着看了过来 哟 还真是我们的萧大班草 应该是萧大校草才对 之前我还听说 这次班级聚会没有能够联系上你呢 结果没想到你竟然还来了 同学聚会 萧和突然想了起来 先前和无雄照面的时候 对方是说过 有一次高中的同班同学聚会 他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打算来 所以自然也就不知道 这班级聚会的地点 说来还真是巧 这举办聚会的地点竟然会是在临江大酒店 萧和 这临江大酒店可是不小 上车 我带你一程 刘显望拍了拍自己的保时捷方向盘 一脸得意的说道 萧和面色平静 语气淡淡的回道 不用了 我先在这逛一逛 看看风景 他根本就没打算去参加那个所谓的同学聚会 你这闲心 还真是挺不错的 车上的刘显望 看了看站在萧和身旁的唐灵 面色冷嘲道 在他看来 这萧和就是死要面子 带着一个妹子 不好意思坐上他的车 行吧 既然你想要看风景 那就慢慢的看吧 说着 刘显望多看了一眼唐灵 然后迅速的驾车离去 先生 这人 唐灵能够很明确的感觉出 那刘显望话中的酸意 作为萧和的助理 对于这种情况自然是非常的不快 没事 当他是空气就行了 萧和淡淡的说道 走吧 我们继续逛 见萧和这么说 唐灵也不再说话 老老实实的跟在对方的身后 在临江大酒店的一百号包厢内 一群人正在其中交谈甚欢 言哥 最近在哪发财啊 一名青年走到严灵的身旁笑着道 在哪发财哦 就是做点小买卖 能够稍微有点闲钱 这要说 大钱肯定是赚不了多少的 严灵就是这次聚会的发起人 目前开这样家年产值上千万的大型服装厂 也是这次班级聚会的发起人之一 严总说笑了 你这要是都赚不了多少钱 那我们这些在公司混日子的职工 也就不用过了 就是 这都当老总了 还那么谦虚干嘛 以后若是工作混不下去了 可还得严总多多提携一二才是 不少同学聚集在严灵的身旁奉承道 瞧你们这话说的 严灵笑着道 我告诉你们啊 现在真要说混的好的 那还真是非流血往那家伙不可 别人现在开着石树家连锁餐饮品牌店 上次单独喝酒的时候 我还听他亲口说过 这餐饮连锁店一年的纯利润都在两三千万 要说真发财 别人那才是真的发财了 就在这个时候 刘显旺进入到包厢内 老颜 你这家伙该不会是在背后说什么坏话吧 刘显旺面带笑容的走了进来 还真是说曹操曹操道 我们刚才在谈论你发财的事情了 严灵回道 什么叫我发财啊 刘显旺继续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这些年里 你那服装厂的效益可不低 这些年来肯定也是大赚了不少吧 哪有 就发了一点小财罢了 严灵说着 看了看包厢内的众人 我看了下 这次同学聚会的人差不多也到齐了吧 听到这话 刘显旺看了一下众人的身影 随后开口道 还没到齐呢 我们的肖大肖草 这不是都还没到吗 肖大肖草 老刘 你说的是谁啊 是谁 刘显旺意味深长道 还能是谁 当然是我们肖和了 除了他以外 还有谁能够担得起肖草这个称号 一听到肖和这个名字 在场的众同学 瞬间联想到一道身影 那是一道让女生倾慕 男生嫉妒的家伙 不对啊 这次同学聚会的名单里面 我并没有听说肖和那家伙要来的呀 严林感觉到有些好奇 老严 先前我不知情的时候 也和你一样的意外 只不过 我也是在驾车去停车场的道路上 与其偶遇 才知道对方到来的信息 刘显旺徐徐说道 哦 我还以为那家伙不来呢 没想到今天竟然还真是当场了 对啊 我先前听吴雄说肖和不来 还以为他真就不来了呢 人群中的吴雄 听到几人的谈话 也是感到有些意外 就在昨天下午 他还和肖和在万象来复商业城碰过面点 对方可是极其肯定地告知过他 不来参加这次的同学聚会 行吧 既然肖大校草还没到场 那我们就先等等他 严林淡淡地说道 也行 这么久没有见过面了 也看看我们的这位肖大校草 还是不是如同以前那般风采依旧 包厢内 众人都在坐着等待肖和的到来 特别是那些女孩子 在高中时期 他们不少人可是都被肖和所吸引 纵然现在已经毕业多年 但心里还是或多或少的 有着一些期待 时间一点点过去 老刘 这什么情况 肖和那家伙如果来了 这时间上算起来也应该到了 等了一段时间 依旧见不到肖和的身影 在场不少人都有些意外 不对啊 按理说 他应该早就到了才对的 刘显旺也有些好奇道 老刘 你该不会是认错人了吧 严林有些怀疑道 既然肖和是来参加同学聚会的 那按理说 肯定是应该到了才对 怎么可能 我先前可还停下车 和肖和说到过几句 人是绝对不可能认错的 说到此处 刘显旺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什么对了 严林问道 是这样的 刚才我在遇见肖和的时候 发现那家伙并非是自己一个人 在他的身旁 还站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当时这家伙 还一脸平静的和我说 要在酒店内逛一逛 看看所谓的风景 照此看来 那家伙该不会是带着姑娘去闲逛 把时间给忘记了吧 刘显旺猜想到 还真有可能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先让服务员上菜吧 总不可能让我们那么多人 就这样一直干等着他 也行 得到大家的一致意见之后 严林便吩咐包厢的服务员上菜 而另一边 在参观完临江大酒店的基础设施 以及环境之后 肖和被陈严鼎这位酒店的总经理 请进了会议室 在会议室里 坐着十数名酒店主管 以上级别的管理层 肖先生 我们临江大酒店的所有中高层管理人员 进阶到齐 无疑缺席 还请您为往后的工作进行指导吩咐 陈严鼎恭敬的在肖和面前说道 肖和看了看在场的所有酒店管理层 这不愧是顶级的五星级大酒店 各类部门整齐有序 大家都放轻松 别那么紧张 肖和笑着道 我这个人不喜欢太过严格的管理 只要你们在酒店的日常管理中好好努力工作 那我这个做老板的自然也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不过呢 若是谁敢在工作中给我偷鸡耍滑 那到时候就只能不好意思了 说完话 肖和把目光看向陈严鼎 陈总经理 肖先生 您有何吩咐 陈鼎言极其客气地问道 先前你应该和唐助理交接沟通过一些 有关于酒店的管理工作了吧 肖和问道 肖先生 酒店有关的一切事务 我都已经和唐助理过了一遍 陈严鼎回道 那好 这以后除非是酒店内发生某些重大的事件意外 其余的事情 你只需要和唐助理沟通协调就行 好 我知道了 陈严鼎点头道 肖和站起身来 拍了拍陈严鼎的肩膀说道 对于你的能力我还是信任的过的 只要这临江大酒店你管理好了 我这里该给的奖励 一样都少不了你的 谢谢肖先生 陈严鼎看着时间也差不多了 便是开口说道 肖先生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我在酒店的一号包厢内 给您准备了丰盛的晚宴 您看 陈严鼎在等候肖和的态度 肖和稍稍想了想 陈总经理有心了 自己这个新老板上任 难得属下的一片心意 他也不应该去辜负别人的一片心意 见肖和没有拒绝 陈严鼎连忙上前带路 就这样 在陈严鼎和部门酒店高层的陪同下 肖和二人朝着酒店的包厢区域走去 另一边 在第一百号包厢内 严林和刘显旺等人 正在热火朝天的聊着天 并且锁点的菜品 也是在陆续的被服务员送上餐桌 看着桌上的一道道美食 众人也是食欲大增 不愧是五星级的大酒店 这菜品的色泽和样式 都不是外面那些普通餐厅 所能够相提并美的 这临江大酒店的菜品 可是出了名的极品 你们都别客气 今晚敞开了随便吃 严林满是笑容地招呼着在场众人 老严 你找的这个位置确实不错 吃完饭菜 我们还能够坐在包厢内 看着物诚两江交汇出的角色夜景 简直是堪称完美 刘显旺在一旁附和着说道 那里 那里 我这也就是之前和合作商谈生意的时候 来过几次 感觉不错 所以就把聚会的地点 选定在了这里 听到严林这话 在场有同学立马拍着马屁 不愧是严总 这种高端酒店 我们这些普通人 还真是仰仗了您的荣光 要不然 哪里能够来到这样的地方坐着 这座老板的果然霸气 难得今天有严总和刘总这样的大佬请客 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众人在饭桌上边吃边聊 这酒饮也是来了一两波 对了 这时间都过去有一段时间了 怎么销和到现在都还没有来 严林感到有些好奇 算了 我想那家伙应该是不会来了 刘显旺随口道 虽然这高中毕业也已经有不短的时间了 但是不说经常有所来往 但是对于互相直接也有着一定的接触 特别是像销和这样 在高中关注度极高的校草级人物 他们不少人都是知道 销和高考成绩一般 这大学就进了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 至于毕业之后 虽然进了一家还算不错的大公司 但是在里面 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后勤岗位 出入社会 大家看的都是经济钱财 至于这掌的帅虽然有用 但是在金钱地位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 也是 那家伙混得普普通通的 多半是不好意思来了 听着二人的声音 与销和关系最好的吴雄坐在一旁 内心着实有些不爽 但是碍于这种场面也不好多说什么 这时候 包厢内坐着的其中一个同学 突然把目光看向了门外 并且用手指着外面的一道身影 你们看 那边那个人是不是销和 听到这话 包厢内的众人皆是把目光 朝着门外的方向望去 好像还真是销和 这家伙 还是如同高中时期 那般一如既往的帅 天啊 我感觉他比起以前更帅更迷人了 一些女孩子的眼中 甚至冒出了闪闪金光 这一幕 被严林和刘显望等人看到 心里不由的醋意横生 老肖 吴雄直接走出包厢 朝着销和喊道 老欧 你们在这啊 销和听到声音 转过身来 看到了朝着自己走来的吴雄 你这家伙也真是的 昨天还骗我说不来参加同学聚会的 没想到今天 自己一个人又给瞧瞧的来了 吴雄出声问道 啊 其实我这也是刚好在临江大酒店有事 所以碰巧过来了一趟 销和回道 我管你是不是碰巧的 既然都来了 那就去包厢里面聚一聚 现在那么多同学 可都是在包厢里面看着呢 吴雄拉着销和就朝包厢里面走去 销先生 陈烟鼎想要说点什么 不过见销和都没有发话 也自然不好多嘴 就这样 销和被吴雄拉进了包厢 而唐灵也是紧随其后 等到销和进入到包厢之内 在场的所有老同学 也是齐齐把目光放了过来 我靠 还真是销和这小子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家伙看起来比以前还更加帅气的 那皮肤 身材也太完美了吧 看到我一个女孩子 都心动了 嘿 别乱想 你都是有老公的人了 听着周边人的议论声 严林和刘显望二人的面色 瞬间便阴沉了下来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就算那销和混的一般 但是容进到同学的圈子里面 那关注度 还是一如既往的高 特么的就一个小白脸 还真好意思过来 刘显望想到 先前在酒店道路上 遇到销和时的场景 那眼中满是不屑 销和看着在场的众多老同学 眼中闪过了无限的回忆 高中时期是美好的 三年的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其中总是有些令人值得回忆的美好境遇 老肖 不错啊 这同学聚会 还把女朋友也给带来了 吴雄看了看 站在销和身后的唐玲 眼中闪过一丝笑意 当在场中男生看到唐玲的时候 不少人眼中 都闪过一丝丝嫉妒和羡慕 这女子不仅身材 样貌皆是极品 多年时间过去 在高中时期 就风采魅力依旧的肖大校草 在如今依旧是如此 肖大校草 这么多年不见 看起来混得还算不错吗 严林嘴角 露出一丝嘲弄之意 我之前还听说 你在某个大公司 做着月薪几千的后勤工作 不过照现在这情况看来 虽然工资不高 但是这生活有着美女做陪 还是挺惬意的 严林这话说的虽然平淡 但是却满含酸意 当着在场众人的面 她就是要接一接销和的老底 这长得帅气 有什么用 这个社会面 只能吃一食 有钱有社会地位 才是王道 不管是在场的严林 又或者是刘显旺 出入社会虽然不久 但是也是各自有着 一定的经济实力 至于那社会地位 虽然不是多高 但是也是有着一定的实力 不仅仅是他们二人 今天来此的这些老同学中 也是不乏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 她萧和能有啥 除了长得帅 就只有这一个月薪 数千元的后勤岗位工作 真要是说起来 什么都算不上 严林这话果然有用 在场众老同学 在知道萧和只是一个 公司的后勤职员的时候 那眼中或多或少的 都有些轻视 听到对方的话 萧和倒是并没有太过在意 这人生如此 过得惬意轻松 岂不是最好 萧和淡淡地说道 萧和 看不出来啊 你现在的心境 还真是不一般 仅仅一个后勤职员的生活 也能够把生活过得 那么的满足 刘显望沉声道 在看到萧和身后的 唐玲时 他内心着实有些不爽 在他看来 萧和这样的穷屌丝 根本就不配拥有 像唐玲这样的女朋友 不过 你这做男朋友的 是不是有些太不近人情了 刘显望继续道 当着这么多老同学的面 竟然把你的女朋友 给晾在一旁 难道都不打算 给我们这些 做老同学的介绍介绍 众人把目光 望向在萧和身后的唐玲 这萧和是不是太值了点 这么美的女朋友 连个位置都不给别人做一做 不过就在这时 在众人疑惑的情况之下 原本沉默的唐玲 开口说话了 各位 我并不萧先生的女朋友 而是他的助理 众人 听到唐玲的话 在场众人一时间 竟然愣住了 啥 站在萧和身后的 这个年轻气质家的女孩 竟然不是萧和的女朋友 而是对方的助理 若是要说身份 那这女朋友 显然是要比助理 更令得大家容易介绍得多 毕竟大家都是出入社会 有着一定的时间了 自然知道 这助理代表着什么 一般人可拥有不了助理 只有在大公司的那些高层管理 又或者是那些 有着一定经济实力的老板 才会给自己配上助理 无论如何 在场有着绝大部分人 都是不相信唐玲刚才所说的话 啪啪啪 一道掌声响起 是从严林那里发出来的 萧和 真是没有看出来 你这女朋友 对你还挺贴心的吗 一时间 不少人显然是听出了 严林话中的意思 在众人看来 作为萧和的女朋友 对方之所以说出如此的话 那肯定就是想着 在老同学的面前 通过此话 给自己的男朋友 称一称场面 萧和 我看你这一身的穿着 还挺不错的 该不会也是你这位女朋友 给你准备的吧 刘显望开口朝梦道 此话一出 有些在场抱着看戏态度的人 也是议论纷纷 看萧和这样子 还真有可能就是 刘总所说的那样 这样的女朋友 还真是不错 长得漂亮 而且人又那么贴心 萧和 我还真是有些羡慕你 我们这萧大校草人长得帅 不管是走到哪 这都有女孩子 愿意为其进行买单 可惜啊 我没这些普通人 没有别人那种帅气的面容 要不然 也可以跟着学学如何去吃软饭 听到这些酸话 原本沉默着一言不发的吴雄 也是再也坐不住了 够了 你们这些个家伙 有完没完 吴雄有些生气的 看着为首的 严林和刘显望等人 我看你们 这分明就是极度 萧和现在到底混得如何 你们知道 难道别人就不能够 拥有这样的助理了 听着吴雄的话 在场的人 并没有任何的收敛 大家都知道吴雄和萧和之间的关系不错 所以见到对方这般态度 也并没有太多的意外 吴雄 你这性子 是不是太急了点 刘显望笑着道 这当事人都没有说什么 你在这里废话个什么劲 我 吴雄正准备说到什么的时候 一旁的萧和 直接伸手将其制止 没必要因为这点事情 和在场这些势力的人 参合到一起去 见此情况 一旁的严林 也是开口了 好了 好了 今天大家是来这里聚会的 没必要因为这么些事情 给闹得都不愉快 在座不少都是有身份的人 没必要太过计较 说完话 严林把目光看向一旁的萧和 老同学 既然都已经来了 那自己去旁边包厢找个板凳 也把你这女朋友给安顿一下吧 严林的话说的虽然平静 但是其中的含义 却是不言而喻 这言外之意 不正是说包厢里面 已经没有多余的位置 若是萧和二人想要留下来的话 那就得自己去其他的地方 找两张凳子过来 若不是不然 那站着也好 离开也罢 反正和他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饭我吃着 也没有什么胃口了 老萧 我们俩单独聚一聚 吴雄上前准备拉着萧和离去 而在场的其余人 也是静等着看几人的笑话 就在这个时候 包厢的门被人敲响 一道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陈炎鼎从门外直接走了进来 您 您不是临江大酒店的陈总经理吗 严林见到来人是陈炎鼎 立马热情地站了起来 陈炎鼎只是面色平淡地看了一眼严林 不过并没有说话 只是略微地点头回应 他之所以来此 为的是找萧和 若是在平时 像包厢内的这些个人 他甚至都难得看上一眼 只不过 因为萧和的原因 再加上之前 他可是听到同学聚会这几个字眼 所以才稍稍回应了一二 老烟 你认识这位 刘显旺有些好奇地问道 刚才他可是听到严林称呼对方陈总经理 看两则这一态度 他就能够隐约间感觉到突然出现的 这名身穿西装的中年男子 身份不一般 老刘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临江大酒店的总经理 陈炎鼎 陈总经理 严林面色认真地说道 什么 临江大酒店的总经理 从严林口中知道这名中年男子身份的时候 在场的众人也是面色震惊 这临江大酒店的总经理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这种层次的人也根本就不是他们所能够接触到的 可现在对方既然出现在了这里 那岂不是说明严林和对方有着一定的关系 又或者说 对方正是因为严林在此 所以才专门赶来此地 感受到周边众人的羡慕之意 严林的内心也是无比的自豪 当初 他也是跟随几名洽谈合作的大老板在一起 有幸与这位陈总经理面见过一二 没想到 对方竟然还能够认不出他 陈总经理 真没想到 今天这次聚会 竟然把您也给惊动了 这还真是怪不好意思的 严林热情地走上前俩 伸手准备给陈炎鼎招呼一声 可是令其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陈炎鼎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严林 一脸平淡道 不好意思 我们认识吗 啊 这一句话 愣是直接把严林搞得有些不知所措 既然这位陈总经理不认识自己 那这突然进入包厢室 反正肯定不是因为他而来的 不过现场那么多人看着 他也只能是强忍着疑虑 继续尴尬地笑着回道 陈总经理 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我是严林啊 之前跟着刘总一起来这里吃过饭的 当时我们还互相敬过酒吧 互相敬过酒 陈炎鼎有些莫名其妙 若真如同对方所说 那自己也应该对其有着印象才对啊 可是眼前的严林 他根本就没有半分印象 更加不可能说是认识了 不好意思啊 我是真的不认识你 陈炎鼎直接道 也许是对方真的认识他 但是他可以确定 自己是绝对不认识面前的严林 毕竟在平时 小鱼小瞎根本不值得 他去过多的关注 说完话后 陈炎鼎没有再过多 而是静止朝着萧和的位置走去 萧先生 包厢方面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您看是现在过去 还是再等一会 陈炎鼎恭敬地在萧和面前询问道 萧先生 陈炎鼎可是这临江大酒店的总经理 怎么这般人物 此时竟然会对萧和这般的说话 并且从语气上面来看 还如此的恭敬 众人不仅震惊 还非常的疑惑 陈总经理 您这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吧 严林说道 你面前的这人是我的高中同学 目前仅仅就是在一家公司担任后勤工作 他怎么可能是您口中所说的萧先生 您该不会是认错人了吧 对于严林的话 大家都是非常认同的 这位陈总经理 很有可能是把萧和当成了另外一名同性 且样貌有些相同的大佬了 所以才会在众人面前出现这番表现 这位先生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面前的这位萧先生 可是我们临江大酒店的老板 我这个作为总经理的 难道会连所属企业的老板都不认识 陈严鼎看着严林有些生气 从自己一开始进入到包厢之内 眼前的这个家伙 就走到自己跟前来噼里啪啦的说个不停 这让他心里本就有些不爽 若不是看在对方是自家老板同学的份上 他可能连半句话都懒得去说 此话一出 全场瞬间死一般的寂静 原本他们的内心还有所怀疑 但是这位临江大酒店的陈总经理 都亲口承认了 那这萧和的身份岂能有假 众人在把目光看向萧和身后的唐灵 联想到刚才对方所说的话 这么一下子 大家都明白过来了 这临江大酒店在物城市可是大名鼎鼎 价值更是高达十数亿 就这种产业的大老板 这有着一个随身助理 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吧 原来他们一开始都误会了 这名年轻女子真就是萧和的助理 而并非是什么女朋友 萧和不对 应该是萧大老板 严林在知道萧和的真实身份后 这脸色瞬间转变 我们那么多年没见了 这一看到你太激动了 所以就想着开个玩笑 您可千万不要当真啊 看在众人的眼中 这严林可谓是极其的不要脸 对啊 萧总 真是没有想到 这么多年时间里 这混得最好的还是鼠宁 刘显望也是不遑多让的 开始着拍马屁 不仅仅是二人 在场的其余人 也是用着炽热的眼光看着萧和 以萧和现如今的身份地位 若是能够与之结交 那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是 无比巨大的 现如今就是这样 只要你有钱有事 那无数人都会舔着屁股 在你面前阿谀奉承 不过对于二人的表现 萧和虽看在眼中 但是却并没有打算理会的意思 无雄 我们走 萧和看着一旁的无雄 在场众人当中 真正说同学情谊的 就只有无雄一个人算得上 至于其他的人 真就没有什么关系 哦 好 听到萧和的话 无雄有些呆滞地下意识回道 自己这个老同学 现如今竟然是 临江大酒店的老板 那可是真正的资产过亿的 大佬级人物 两者之间的差距 可谓是天差地别 他此时都还没有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说完话 萧和在陈烟鼎的陪同之下 离开包厢 而无雄和唐灵紧随其后 至于包厢内的人 那神色可谓是极其的精彩 我靠 萧和现在竟然混得这么的好 临江大酒店的大老板 那可是资产过亿 不对 应该试过十亿的顶尖大佬 我竟然没有好好珍惜 曾经有一个机会 可以我却没有珍惜 后悔啊 我竟然就这么错过了 结识顶尖大佬的机会 人都已经走了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众人无意不是极其的后悔 要知道他们与萧和 可是有着高中同学这层关系 若是先前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处好些 那这时候 他们多半也会像无雄那般被萧和带走 可就是因为他们先前的冷嘲热讽 所以把这么一尊能够带给他们 走上成功捷径道路的大神给错失了 在临江大酒店的一号包厢内 无雄不再像是先前那般豁达 反而是有些拘谨的坐在包厢的餐位上 唐玲还是一如既往的再战萧和的一侧 作为助理 这也是他的习惯 唐玲 你别站着了 自己也找个位置坐下来吧 萧和淡淡的说了一句 这偌大的一个包厢之内 除了他们三个人以外 就只剩下一名包厢的服务人员 而且这唐玲还是站着的 这更加显得里面有些冷清 听到萧和的话 唐玲也没有多啰嗦 直接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看着一旁比较拘谨的无雄 萧和笑着道 兄弟 你这能不能别那么紧张 我们都是认识那么多年的朋友了 难道害怕我吃了你不成 啊 无雄尴尬一笑 兄弟 你这身份转变得有些快 我这一时间确实是有些不适应 有什么不适应的 不管我是什么身份 至少我们之间的友情 是不会有变化的 萧和肯定地回道 好吧 倒是我有些唐突了 在听到萧和的话之后 无雄的内心也是稍稍松了一口气 虽然两人之间是朋友关系 但是彼此之间的那种身份跨度太大 这难免会让无雄一时之间有些疏离 他害怕自己贴得太近 萧和会认为自己是有所图 毕竟他也不知道 萧和此时的内心所想 在现实中 因为朋友之间关系太过悬殊 而感情变淡的例子也是不少的 来 我们干上一杯 萧和看着二人率先举起酒杯 唐灵和无雄也是将面前倒了红酒的高脚杯举起 碰 碰杯之后 三个微微异 无雄把手中的高脚杯放下 然后目光朝着萧和望了望 老肖 刚才酒店的那位陈总经理说的可都是真的 这临江大酒店真是你名下的产业 纵然是刚才亲耳听到 但是无雄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 萧和笑了笑 没错 这临江大酒店真是我的 死 你这真是简直了 没从萧和的口中听到 他心中还有着一丝怀疑 不过现在听到萧和亲口所说 他也是不由的遗政 老肖 你这也太低调了吧 无雄尴尬道 昨天我还听你说 现在靠着收租勉强过日子 可是现在 转身就变成了临江大酒店的老板 着实是让我吓了一跳 有什么好被吓的 而且我也没有看到 你被吓得跳起来啊 萧和幽默地开了一句玩笑话 昨天他所说的收租 也确实是没有问题 抛开这新得到的临江大酒店 萧和的大部分经济来源 还真就是通过万象来福商业城所获得的 你这心境还真是不一般 拥有着这家价值十数亿的顶尖大酒店 竟然还是这般的低调 若是我的话 那鼻子还真不知道会翘得有多高 无雄嘿嘿一笑 老肖 你这成了亿万富豪 我这个做朋友的 以后也能够出去 拿着这件事情 出去吹吹牛笔 萧和无语道 就一间临江大酒店而已 有什么好拿出去吹的 你这话说的 我是怎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 无雄被萧和的这句话 给一时间说得愣住了 这临江大酒店 可是物成最为顶尖的五星级大酒店 就算是放眼整个国内 那能够置于相比的大酒店也不多见 可现在到对方的口中 竟然说得如此的轻描淡写 其实萧和这话说的 也没什么毛病 他现在拥有着无限秒杀软件 就说大产业吧 这万象来福商业城算一个 现如今的临江大酒店也算一个 等到时间一点点过去 他相信 往后自己能够秒杀获得的产业 只会更多 现在看来一间临江大酒店还真就算不得什么 老肖 听你的话 这临江大酒店在你眼里都算不得什么 难道你还有其他更大的产业不成 无雄随口问道 萧和笑了笑 这个嘛 你以后会知道的 萧和没有说的太明确 毕竟无雄知道的太多 反倒还会影响到两个人之间的一些友情关系 无雄这边见萧和没有明说 他也没打算一直追问下去 对了 老吴 一会吃完饭之后 有没有什么安排 萧和开口一问 安排 无雄摇摇头 今天下午本来就是打算参加严林等人组织的同学聚会 至于后面的安排也是他们在负责 萧和想了想也是 现在无雄跟着自己过来了 那接下来除了吃完饭回家躺着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了 这样吧 我家距离临江大酒店也不远 一会吃完饭 你跟我回家玩一玩 毕竟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了 两人之间还是有着不少话说的 萧和开口道 行啊 反正我晚上也没什么事 无雄答应道 没了那些闲杂人等的打扰 这顿饭吃得非常的畅快 期间 萧和与无雄二人一直聊着读书时候 以及两人出入社会后的一些过往 不过对于自己获得无限秒杀软件这个事情 萧和自然是直接跳过 这是他的底牌 亦是终极秘密 绝对不能够让任何人知道 酒足饭饱之后 二人又在陈银鼎的贴心护送之下 去到地下停车库 另一边 在临江大酒店的正大门口 严林和刘显旺等人 也是跟随着一大波聚会同学 准备离开 虽然期间有了萧和突然出现的这个插曲 但是这聚会依旧是继续的 而且 众人在巴结萧和不成 自然是转而把结交的目光 放到了现如今混的最好的严林 和刘显旺二人身上 严总 刘总 今天还真得多亏了你们的热情款待 严林和刘显旺二人被围在中间位置 两边都有着不少鳄鱼奉承的人 大家都是同学 哪用得着那么客气 对 严总和刘总说的都不错 这大家伙都是老同学了 平时间也得多多联系 我们这些老同学 今后还得多多仰仗 两位大老板的帮助提携才是 有人借机笑着道 那是自然的吗 刘显旺笑着道 以后你们谁都事情 尽管知会一生 只能帮的肯定会帮 不管是严林还是刘显旺 他们都很享受这种被人重心捧月的感觉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严林和刘显旺准备各自坐上自己的宝马七戏和宝石杰卡宴 不过 就在这时候 从临江大酒店的地下车库口 驶出来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库里南 不仅是库里南 在骑周边 还有着几名酒店的安保人员 骑着黑色的宝马XT5摩托车在周边护航 这阵仗场面简直是做足了的 我靠 这库里南里面坐的是谁啊 好大的排场 这库里南可是价值近千万的顶级豪车 而周边的那几辆宝马XT5也不便宜 随便一辆都得价值几十万 不愧是临江大酒店 也就只有这样的顶级酒店 才能够出现这样的大牢 虽然严林和刘显旺驾驶的也是豪车 但是和突然出现的这个车队相比的话 简直没有半分的可比性 豪车车队在行驶到众人面前的时候 突然间停了下来 就在大家都表示疑惑的时候 库里南的后车窗被打开 无雄的身影从中露了出来 无雄 看清楚车里面坐着的是无雄市 大家都愣住了 难道说这车队是萧和的 聚会上萧和的身份 大家可都是知道的 临江大酒店的老板 所以在看到无雄身影的时候 众人第一时间便想到了萧和 不过车队在停留了短短几秒钟的时候之间 便是缓缓驶离 而萧和从始至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看着这般豪华阵容的离去 严林和刘显旺 再看了看他们面前引以为傲的豪车 瞬间便没有了兴致 二十余分钟后 萧和一行人回到了俄岭峰的中心一号别墅 老萧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 无雄看着眼前的豪华别墅 面色无比的震惊 这俄岭峰别墅他也听过 这其中随便一栋最便宜的都得数千万 顶级的别墅豪宅价格更是金额超过亿 嗯 这就是我住的地方 萧和点点头 不愧是大佬 老萧 你这别墅不说其他的 就光是这面积少说 也得有个几百平吧 这也太大了 无雄一脸的羡慕道 是挺大的 若是你有异想 也可以在这里多住上几天 反正别墅里面的房间够多 你喜欢哪间 就住哪间 萧和直接道 这感情好 这么豪华的别墅 我可真得好好地住上几天 无雄笑着道 不过这也仅仅只是开玩笑的 在周围参观了一下之后 无雄更是将手机拿出 找好角度拍了几张别墅照片 然后将其发到了高中的班级群中 就在发出去的这一时刻 群里顿时人热闹起来 这么豪华的别墅 这萧和也太有钱了吧 看照片里面像是鱼中鹅领风的别墅 那里的别墅最便宜的可都得数千万元 那是自然 鱼领风别墅区可是物成最为顶级的别墅区一直 其中价格昂贵的更是售价高达上亿 大佬不愧是大佬 就这套别墅 恐怕我就是不吃不喝 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够买得起那里的一个厕所 当然了 群里还有一些人并没有去参加这次的同学聚会 所以对于群内突然传起来的话题 有些不明所以 你们都在说些什么呢 这发图片的不是吴雄吗 你们怎么都在说萧和呢 一些参加过今晚同学聚会的同学站出来解释 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不一会群里面就出现一大波信息 萧大佬求带 萧大佬还差小弟吗 除了群里面热闹意外 萧和自己的微短信也是频频受到好友信息 对此情况全部果断拉黑 夜晚 萧和和吴雄在别墅内喝醉小酒 不知不觉的便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 萧和清醒过来的时候 昨夜喝过的那些个空酒瓶子 已经全部被收拾干净 而且客厅的饭桌上海 摆放着一份热腾腾的稀饭粥 唐玲从厨房内端着几小份早点走了回来 我那兄弟呢 萧和看了看四周 都没有见到吴雄的身影 萧先生 吴先生在半个小时前就已经起身离开了 唐玲回道 走了 萧和知道 这吴雄是不想麻烦自己 萧先生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唐玲在萧和面前说道 好 你自己先吃吧 我去洗个澡先 萧和说着 直接起身朝着洗漱间走去 昨天可是喝了不少的酒 这全身上下 基本都充斥着一股浓浓的酒味 见萧和离去 唐玲直接朝着饭桌走去 因为手头工作的原因 他必须得尽早收拾完一切 然后去到万象来复商业城的物业中心办公 而且 昨天与临江大酒店的陈烟鼎 进行了工作上的对接 现如今手里面的工作量又多出了一部分 洗漱间外 萧和掏出手机正准备放下的时候 想起了今天的秒杀商品已经刷新 所以便登陆了进去 今日秒杀 劳斯莱斯幻影车队 九辆 无限秒杀价 2666元 这劳斯莱斯幻影 他也听说过 价格最便宜的都得六七百万往上 这无限秒杀中的九辆劳斯莱斯幻影组成的车队 无论哪一辆都是最高配置 也就是说 这九辆车的总价高达一亿元 虽然目前这车队对他来说也没有太多的意义 不过别墅内的车位完全足够 多九辆车也没什么问题 到时候 一天一辆换着看 这一轮下来也得九天才能开得完 再不借 这劳斯莱斯幻影的空间也足够大 交给唐灵去买的菜什么的也挺方便的 用价值千万的顶级豪车来买菜 恐怕也就萧和才能想得出这样的用途了 萧和也没有多想 果断地支付了2666元 将这九辆劳斯劳斯幻影购买下来 购买成功 商品正在配送中 做完这一切 萧和拿着换洗衣物就朝着洗漱间走去 十余分钟后 换上干净的服装 萧和来到别墅客厅内 萧先生 这早点我已经给你重新热好了 看到萧和出来 唐灵去到厨房 把热好的丰盛早点端了出来 唐助理 你这服务还挺周到的 我是不是应该给你加点工资 或者奖金之类的 萧和点点头道 若是萧先生愿意 那小女子自然也不会拒绝 唐灵笑着回道 萧和笑了笑 正准备说到什么的时候 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嘟嘟嘟 看来电视一道陌生的号码 喂 萧和淡淡的说道 你好 请问是萧和 萧先生吗 电话那头 传出一道非常恭敬的声音 对 是我 萧先生 您好 我是劳斯莱斯4S店的销售经理王峰 您在我们这里订购的酒量 劳斯劳斯幻影 已经送达到鹅岭峰小区 若是您方便的话 麻烦您现在出来验车 并接收一下 到货了 萧和看了看时间 距离自己购买商品 也就过去了二十余分钟 不愧是豪车4S店 这效率果然够快 你等一下 我现在就过来 萧和挂断电话 随便的拿起桌上的一块切膏吃了起来 走 跟我出去一趟 萧和说着 便朝着门口走去 唐玲也是在其身后 迅速的跟上脚步 没过多久 两人来到别墅区 与洋房住宅区的一处宽阔 与此同时 一辆拉着酒量 崭新劳斯劳斯幻影的打卡 已经停入其中 在石坝的周边 还站着无数的围观群众 这什么情况 这么一辆大卡车 拉着酒量劳斯劳斯幻影 来这干嘛 该不会是别墅区 哪位大佬买的吧 这一下子 连买酒量豪车 这钱是用不完了吗 这有钱人的世界真的不懂 太疯狂了 来此围观的人群中 大部分都是洋房住宅区的 因为别墅区住的 大多都是有钱有身份地位的人 对于这种看热情的情形 反倒是少数 看着这看热闹的拥挤人群 萧和微微皱了皱眉头 萧先生 我们来这干嘛 身后的唐灵有些疑惑道 你说呢 萧和淡淡地问道 嗯 听到萧和这简短的一句话 他一时之间 也有些摸不清头脑 看着空石坝中间 挺着的那辆 载着酒量劳斯劳斯幻影的 大型重卡 然后再看看 周边被围的水泄不通的环境 以他对萧和的了解来看 对方肯定是没有那种 看热闹的爱好 既然不是看热闹 那就是 唐灵把目光聚集到 大型重卡火车厢内 装着的酒量劳斯劳斯幻影上 难道萧和是 带他来提车的 想到这 他把目光看向了萧和 萧先生 你该不会是来提车的吧 唐灵说着话 还指了指控石坝中间 嗯哼 萧和点点头 居然真的是 萧先生 你这突然买酒量 同款的劳斯劳斯幻影干嘛 唐灵心有疑惑 但是却并没有得到萧和的答复 来 麻烦让一让 萧和准备朝天走去 不过显然周边这些人都在看热闹 并没有把萧和的话当一回事 更别提让位置了 哥们 麻烦让一让 萧和对着面前一身 彪子肉的青年男子说道 只见那名青年男子 转过头来看了一眼萧和 语气中带着不屑的说道 费什么话 没看到我在看热闹吗 想要进去自己解啊 听着彪子肉青年的话 萧和眉头微皱 随后用手直接向前一挥 那个彪子肉青年 连带着周边部分人群 直接扫出来一个空荡荡的间隙 而萧和趁着这时候穿过人群 直接朝着空坝中间位置走去 小子 你干嘛找死 彪子肉青年 被萧和刚才的动作给激怒了 只见他大手一挥 直接朝前抓来 不过萧和看都没看 直接伸出右手 如同捏小鸡斑 将这名彪子肉青年提了起来 随后的就往旁边一扔 这一幕直接把彪子肉青年 给整愣笔了 周边看到此情景的人 也是不由地向后退了一小步 大家都没有想到 这个看起来十分平常的青年男子 竟然还有着如此强大的 这边的动静 自然也是引起了正在卸车的 劳斯莱斯4S店工作人员的关注 只见一名身着黑色正装的中年男子 快步地朝着萧和所在的位置小跑过来 萧先生 您终于来了 听男子的声音 正是刚才给他打电话的那人 萧和点点头 以示回应 萧先生 您在我们4S店订购的 酒量顶配劳斯劳斯幻影 按照您的要求 已经是全部送达 中年男子 面色恭敬地看着萧和 他作为劳斯劳斯4S店的销售经理 这也是第一次遇到 有客户一次性订购 酒量同款新车的 这一辆车就价值上千万 酒量车总价值接近上亿 能够做出此等消费的 那决定是顶尖的神豪 周边围观的群众 在听到中年男子的话后 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天哪 这酒量千万豪车都是 这个青年的 这家伙什么来头 简直是毫无人性 人群中的一个青年女子 看着萧和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突然 她出声大喊道 原来是她 妹子 你这大吼大叫的怪吓人的 她是谁啊 你认识 在女子身旁的一个青年男子问道 当然认识 难怪一开始看着这么眼熟 她就是才住进 峨岭峰那套闲置已久的 中心别墅的萧先生 我靠 那套中心别墅的业主 不就是那个顶级神豪吗 果然是神豪 这买个车 都是一次性购买酒量的 先前对萧和动手的 那名彪子肉青年 在听到周围人的议论声后 内心也是无比的害怕 趁着空荡之际 直接溜之大吉 萧先生 若是没有什么问题 还请您在这个合同单上签个字 在中年男子的朋友之下 萧和把车酒量劳斯劳斯幻影 仔细的检查了一遍 嗯 萧和迅速的在合同单上 签上自己的名字 随后 酒量劳斯来斯幻影 由4S店的工作人员 将车开入到别墅的专用停车位上 别墅露天停车场 萧先生 这可是酒量劳斯劳斯幻影幻影 你一次性买酒量 而且还是同款同色 这 唐灵后面的话 没有再说下去 难道这有钱人都是这样的 钱多了用不了 专门在这种没必要的开销上浪费 唐助理 拿去 萧和突然拿出一把 劳斯劳斯幻影的车钥匙 递到唐灵的面前 您这是 唐灵不清楚萧和的意图 萧和笑了笑 这车多也是闲得慌 正好你平时也要出去逛个街 买个菜什么的 没事就拿去当的代步车开开 当的代步车开开 这话说的也太顺便了吧 这劳斯莱斯库 幻影他可是去网上查了一下 顶佩的一辆至少也得千万起步 这拿给他代步买菜 根本是想都不敢想 这万一要是擦挂一点 他这一个月的工作 可就白干了 要不还是 您自己留着吧 给我是真的不敢开 唐灵连忙白手拒绝道 让你拿着就拿着 开坏了 不用你赔 而且你这开车的技术 还真的好好练练 总不可能每次出个门 都要我这个做老板的 亲自给你开车吧 听到萧和这话 唐灵尽管有些犹豫 但还是伸手接过了车钥匙 原因无他 用劳斯劳斯幻影 这种千万级豪车来练手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好主意 做完这一切 萧和拿着剩余的几把车钥匙 走进别墅 很随意的将其丢到客厅的茶几上 这豪车的车钥匙 在萧和这里没有得到半分的在意 至于唐灵 则是驾驶着一辆 叮叮 萧和无聊之际 正准备拿着手机看一看 好兄弟林小 突然给他发来一道消息 兄弟 今天有时间没 林小在信息中问道 闲得很 咋的了 萧和回道 自己这好兄弟 金银这一家生意 还算不错的烧烤摊 白天要忙着 去市场采购烧烤用的食材 晚上又得买着金银那家烧烤铺子 可以说闲暇时间是非常少的 两个人从小就认识 不过自从各自工作以来 那聚在一起的时间数 都能够数清楚的 兄弟 我这换了一间地理位置不错的铺子 今天准备搬迁 一个人有幸忙不过来 你这正好没什么事 要不过来帮帮忙呗 林小发来信息道 靠 有你这样的吗 我把你当好兄弟 你却要我当你免费的搬运工 这友情的小船 怎么说着就得翻了 萧和聊天开着玩笑道 很快 好兄弟林小的信息再次发来 你看你 我们都是这么铁的关系了 等搬完东西 今晚请你吃烧口 量大管够 在信息的后面 还添加着一个渐渐的小表情 行吧 你把具体的位置信息 发到我手机上 我马上出发过来 这朋友需要帮助 萧和自然是不会坐视不管 至于那烧口 自己这好兄弟的手艺确实不错 肯定还是得吃的 很快 对方发来一个位置信息 萧和简单的看了一下 竟然发现自己 这好兄弟 给他发的位置信息 就在万象来复商业城的临江边位置 奇怪 这家伙发给我的位置 怎么是这 萧和好奇之余 还是随手从茶几上 拿起一把劳斯莱斯换引的车钥匙 随后去到停车库驾车离去 半个小时之后 萧和驾车来到了好兄弟林小发来的位置信息附近 把车停到露天的停车场 啪 这刚一下车 后背就被人得拍了一下 老孝 我去 你小子能不能别这么搞 差点吓我一跳 萧和无语道 嘿嘿 林小笑了笑 然后指着萧和身旁的车 哎哟 老孝 你这可以啊 才工作不久 现在连车都给用上了 可以吧 等有时间带着你去兜兜风 萧和笑着说道 林小摇了摇头道 得了吧 这两个大男人 没事一起去兜什么风 而且你也知道我的 这白天忙到晚上 那有什么时间啊 要说兜风 你还是自己找个漂亮的妹子去吧 我就不陪着你了 说话之余 林小在车子旁边溜达了一下 老孝 你这车看起来挺不错的 恐怕得要些钱吧 像林小这种天天忙着做烧烤的 自然也不懂得什么豪车不好车的 应该要八九百万吧 萧和随口网少的说了一个价格 啥 你说多少 当听到萧和说的这个数字 林海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 我说应该要个八九百万 萧和再次开口道 靠 林小难以置信的看着萧和八九百万 我说你小子该不会是开玩笑的吧 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对于彼此之间也有着一定的了解 别说是八九百万了 就算是八九十万 他都不相信 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的吗 萧和认真的说道 你确实不像是在开玩笑 就算是这车真的八九百万 但是我也不相信是你的 凭着我们兄弟俩的关系 我还不了解你 突然 林小像是明白了些什么一般 他瞪大眼看着萧和道 老萧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萧和问道 我明白 这车是怎么来的了 林小用着意味深长的眼神 看向萧和 我说 你小子该不会是棒上的富婆了吧 你这家伙 简直是越说越离谱了 你兄弟我是什么样的人 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 啊 说的也对啊 林小甘大一笑 自己这兄弟从小生的就俊俏 真要是棒富婆 那也用不着等到现在 老萧 我之前听你说 在公司里面总是受那什么主管的气 难道你换了工作 跑去租车公司上班了 在林小看来 这种豪车也就只有那些租赁公司才会有 自己这兄弟 还真有可能是换了工作 看着林小那一本正经的样 萧和也是无奈 算了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对了 你不是要我来帮忙吗 还愣着干嘛 开始吧 萧和开口提醒道 哦 对 和你聊天 把正事给忘了 林小拍了拍脑袋 上前勾搭着萧和的肩膀 老萧 我们走 其实啊 这次叫你过来 除了想让你帮忙以外 我还有着另外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商量一下 和我商量事情 萧和看了看身旁的林小 我怎么看你这家伙 今天怎么有点不对劲呢 说吧 想要和我商量什么事 这事一会再说 先把帮我把店铺里面收拾了来 林小说道 萧和有些怪异的看了一眼自己的这个兄弟 不过对方既然现在不打算说 他也就没有必要去问 行吧 你这铺子是大事 先帮你把铺子里面的工作做完了来 在林小的带领下 萧和很快就来到了靠江的一排店面 在一家位置还算靠边的林江铺子前 林小笑着拍了拍萧和的肩膀 老肖我这新租的铺子 地段还算不错吧 萧和微微一愣 一开始他还不确定 没有想到林小的新烧烤摊铺子 竟然会在商业城的好吃街一处 可不就是在他的地盘上卖烧烤了吗 还算不错 万象商业城的人流量一直都非常的大 你在这里做烧烤生意 绝对比之前那个小居民楼好得多 萧和对于自己这个兄弟的烧烤手艺 是非常自信的 以前在一栋老式小区居民楼 都可以把生意做得热火朝天的 现在把位置转到人流量和消费群体 更广大的万象来赴商业城来 那肯定是会更加火爆无疑的 听到萧和肯定的话 林小也是一脸得意的 那是自然 你是不知道 我为了租下这个商业城的林江铺子 那可是花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就光是请商业城的招商人员 吃饭腮红包都花费了不少的钱 什么 就一个商业城的铺子 你还专门请招商的工作人员 吃饭腮红包 萧和有些不理解 这就只是一间普通的林江小商铺 有必要这样吗 老萧 一看你就没有做过生意 这就不懂了吧 只见林小笑着道 这万象来赴商业城的人流量巨大 像这样的林江商铺 别看位置空间不大 但是想要拿下来租用的商户可是不守 因为一旦拿下来 那只要是手艺独到 能够吸引到顾客的 那绝对是大赚的 好吧 萧和尴尬一笑 也就是林小不知道他的身份 想要在这里租用店铺多简单 只需要他一句话的事情就行了 甚至别说是租用了 就算是直接长期性的 给林小一间更大的铺子 做烧烤摊也无所谓 兄弟 这时候也差不多了 想帮我把铺子的事情忙了来 我还打算今天晚上就开业呢 林小对萧和丝毫的不客气 离开开始对其使欢起来 得了 看在烧烤的份上 今天就好好地当一次你的搬运工 萧和也是开着玩笑 跟在林小的身后 两人进入到店内 老肖 你帮我摆一下那些桌椅 我先去把烧烤木炭架子固定好 好 没问题 根据林小的指挥 两人开始忙碌起来 一个小时之后 桌椅被萧和摆放得差不多了 而林小那边的烧烤木炭架子 也是被固定到了店铺外面 基本的准备工作也算是结束了 来 老肖 先喝瓶山城啤酒 林小从一旁的啤酒框中 提出一瓶山城啤酒 递给了萧和 林小你之前说要和我商量个事 说说看吧 是什么事 萧和想到先前林小说的话 随即开口问道 对 我差点忙起来 把这事给忘记了 林小看了一样萧和 一脸认真道 老肖 要不我们两个合伙吧 啥 萧和被一脸惊奇的看着林小 你是想让我和你一起搞烧烤 没错 林小点点头 你之前不是在和我说工作上的事情吗 其实我在许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你那工作也赚不了多少钱 还不如跟着我一起干 虽然辛苦一点 但是自由 而且 这收入也比进公司给别人打工强吧 萧和看了眼林小 两个人已经是十多年的感情了 对方的心中打的什么注意 他也清楚的 自己这好兄弟 肯定是感觉自己的工作处境堪忧 而他的这个烧烤摊收益也算是不错 就想着趁此机会拉上自己一把 这兄弟真的是没有话说 为了帮助自己 还愿意这么随意的分出一部分利益出来 这边的林小见萧和有些犹豫 继续道 老萧 我也就是随口说一说 你书读的比我多 肯定各方面考虑的也比我更加全面 在林小看来 萧和再怎么也是一个大学生 跟着自己做这烧烤 确实是有些难以接受 林小 你的心意我领了 萧和拍了拍林小的肩膀 若是在之前 他说不定还真的会被林小所动 一起加入他的烧烤事业 不过现在有了无限秒杀软件 这如何抉择都不用考虑的 嗨 我就随口说说的 林小举起手中的啤酒瓶 来 我们两干一瓶 瓶 两人举杯碰撞了一下 干 就在这时候 门外进来了一名身穿休闲服 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的中年男子 谁是这里管事的 中年男子走进店内 一脸不屑的看了一样 坐在喝酒的林小和萧和二人 我就是这家铺子的老板 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林小站起身来 一脸疑惑的看着眼前的中年男子 你这不是废话吗 我这没事来找你干嘛 中年男子语气异常的嚣张 听到这话 萧和的眉头不由的微皱 而林小听到这话 虽然心中也有些不爽 但是考虑到自己新搬来这里 也不想招惹到什么是非 我来这里就是单纯的告诉你 这间铺子已经被我给租下来了 现在是来通知你 尽快搬走的 中年男子说道 我们搬走 林小突然反应过来 怎么可能 我是和商业城这边签订了租赁合同的 怎么可能这才搬进来 又让我搬走的 这位兄弟 你是在和我开玩笑的吗 原本还面带笑容的林小 在听到中年男子的话之后 也是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为了能够租下这间林江的铺子 他可是花费了好一番功夫 现在店铺才收拾好一部分 却突然有人来另起搬走 这心里面自然是非常的不爽 凭什么要我搬走 这间铺子 我可以和商业城的招商部门 签订了租赁合同的 林小一阵言辞道 租赁合同 中年男子冷笑道 既然你签订了租赁合同的 那就把合同拿出来给我看看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去拿 林小转身去到桌上 拿过一个单肩包 然后从中翻找出来一张纸质合同单据 你看吧 这是我的租赁合同 林小把这张纸质合同 摆在中年男子的面前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 这名中年男子 在看到林小手中的租赁合同时 反倒做出一番极其不屑的表情 小子 你怕是在和我开玩笑吗 中年男子冷笑道 你手里面的这张租赁合同 怕不是自己打印出来的吧 怎么可能 这是我和商业城招商部门签署的 这白纸黑字上面不是都写着的吗 而且我还预交了一个嫉妒的租金 怎么可能有假 林小说道 听着林小的话 那名中年男子也是从腰间夹着的黑色皮包中抽出一张纸质合同书 然后打开摆在林小的面前 小子 你给我看清楚了 这商业城的租赁合同都是要盖章签字的 这两样是缺一不可的 而你的租赁合同上 除了一个简单的名字签署以外 连个像样的印章都没有 那根本就不算数 男子戏谑般的看着林小 他自然知道林小手中的这张租赁合同也是真的 不过他已经给出更高的价格 将这间铺子从商业城招商部门的工作人员手中租下 因为林小那张租赁合同没有盖章 也就和普通的白纸没有什么区别 他也正式抓住这个空档 后来折居上将铺子给抢到了手 一旁的萧和也有些奇怪 既然是租赁合同 那肯定是需要签字和盖章的 可是林小的租赁合同上 为什么确实连个印章都没有 他了解自己这个兄弟 人是挺老实本分的 既然说了租赁商铺 那肯定是通过正轨渠道办理了租赁手续的 林小 这是什么情况 萧和走上前 把林小手中的那份租赁合同 拿在手里仔细的看了一下 合同没问题 就是差了个最终敲定的印章 看了看萧和 林小开口道 老萧 是这样的 我之前和商业城招商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洽谈好了 等到我把铺子里面的事情收拾好 就过去盖章 也就是说 你这份合同 仅仅只是和招商中心的洽谈好了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落实 听林小这么一说 萧和算是明白了 虽然这合同 仅仅只是办理好了简单的流程 但是最后主要的印章后落款手续 是并没有办理好了 难怪好好的 这中年男子会突然拿着一纸合同 过来要求林小 把这个烧烤摊铺子搬走 小子 这合同你也已经看了 自己识项点 就早点收拾东西走人 要不然 我可就直接替你找人收拾了 中年男子拿着纸质合同 在身前晃了晃 那意图不言而喻 你敢 林小听到这话 脸色立马阴沉了下来 为了租到这间铺子 他可是费了很大的劲 若是就这么离开 他心里面自然是无法接受的 小子 我这纸质合同都拿到了 你认为我敢不敢 中年脸面自信道 虽然两人都有租赁合同 但是这林小的合同上 根本就没有招商中心 给予的租赁合同印章 也就是废纸一张 根本就没有半分有效性 而他的不同 这是一份真真正正的有效合同 这也就代表着他才是这里的有效租户 就算是他找人把林小的东西 全部都丢出去 那也有着合理性 林小 联系一下之前和你对接的那名招商部工作人员 问一下那边的具体情况 萧和这时候走到林小的面前说道 他也很想知道 这万象来复商业城的招商中心 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这么还出现了这种一套两足的情况发生 更为主要的是 这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他的好兄弟身上 既然现在碰到了 那他就绝对不会轻易把守 去找吧 就算是找来了 你们也只能是乖乖的认栽 中年男子嚣张的看着萧和 以及林小二人 对于这间铺子的租用权 他有着绝对的把握 很快 在林小的联系上 一名身着黑色正装的年轻女工作人员走了过来 来人正是招商中心的叶玲 她也是招商中心指派给林小租赁商铺的直接负责人 林先生 您好 林小点点头 叶小姐 我在你们招商部门已经是办理了店铺租赁合同 并且还支付了一个季度的租金 但是现在却有人拿着一纸合同过来让我搬走 这事 你可得尽快解决一下 林先生 您稍等一下 这是我会尽快为您落实的 叶玲说完话后 直接把目光转到了一旁的中年男子身上 先生 您好 我是万象来福商业城招商中心的叶玲 这间铺子 在不久之前已经是租赁给了这位林先生 您这 叶玲目光看向中年男子 手中拿着的纳纸合同 在之前 他并未查询到这间铺子有任何的租赁记录 而且商铺的租赁审核流程也是非常的严谨 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才对 呵呵 中年男子笑了笑 既然你说租赁给了他 那你倒是让他给出一份有效的租赁合同啊 先生 我不清楚 您手中的这份租赁合同是如何来的 但这位林先生在办理商铺租赁的时候 这间商铺确实是处于无租赁状态下的 按照万象来付商业城的租赁合同来算 这间商铺确实应该是这位林先生所有 听着叶玲的话 中年男子面露不屑 既然你是招商中心的人 那肯定认识你们的刘波 刘经理吧 我告诉你 他是我的表哥 我话就说到这 你自己看着办吧 此话一触 这叶玲的脸色一下子就拉胯了起来 难道这间铺子会出现这种一铺两租的情况 原来对方是他们招商部刘经理的表弟 对方根本就是关系户 凭着自己这么一个招商部的小职员 在招商部经理的面前 根本就连话都说不上 不过叶玲稍稍一想 确实又继续开口道 先生 我不管你和我们招商部的刘经理是什么关系 但是这招商部门也是有规章制度的 这位先生合同尽管没有印章 但是其余的租赁手续都是齐全的 并且还预交了一个季度的商铺租金 就算是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 这商铺也理应属于他所有 凭着职业道德 叶玲并没有因为中年男子表哥的身份而选择让步 这般的行为 也是让得一旁漠不作声的萧和看在眼中 这女人不错 不说虎不虎 至少在对待工作上的立场非常的端正尽责 不过叶玲的话刚一说出口 那边站着的中年男子脸色顿时难堪起来 她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都把招商经理这层关系给说出来后 这个叫叶玲的女员工 竟然会如此的不识趣 好啊 你这么一个招商部的小职员 竟然连自己的顶头上司都不放在眼里了 我倒看看你能绝到什么时候 中年男子也不废话 自己拿出手机拨打了一通电话 至于这电话吗 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打给谁的 表哥 我这里出了点麻烦事 需要你过来一下 中年男子说了一句简单的话之后 挂断了电话 叶玲是吧 我已经打电话给你们招商部的刘经理了 一会有的你好受的 中年男子这时候也不忘出言嚣张一两句 听到男子的威胁 叶玲并没有担心 只是一本正经的说道 先生 无论如何 我只是在这里一句事实说话 就算你把招商部的刘经理找来也是这样 好 你给我等着 中年男子说完话 一个人静静的在战店内 也不再理会几人 看着模样 肯定是在等他招商部门的那个经理表哥赶来 老肖 看来今天这顿烧口 也许是请不了你了 林小有些无奈的看向萧和 他刚才也是听到这中年男子话里的意思 虽然这家店铺是他先租赁的 但是这合同 毕竟是没有获得有效的印章 而且 对方还有着一个招商部做经理的老哥 尽管这位叫做叶玲的招商部工作人员 一直在帮着他 但是和对方背后的经理表哥 显然没办法比较 林小 放心吧 萧和拍了拍林小的肩膀 既然这商铺是由你先租赁的 那对方绝对是抢不走的 其实萧和这后面还有一句话没说 就算这商铺是中年男子率先租赁的 又有什么 这整个商业城都是他的 别说是租赁一个商铺 就算是把这个商铺送给林小 那也没有任何人敢有意见 希望如此吧 林小看了看不远处的叶玲 现在 他也只能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招商部女工作人员的身上了 兄弟 你这厕所在哪 我去方便一下 萧和突然开口道 就在往里面直走右拐就是 林小给萧和指路道 那好 我先去方便一下 一会就来 萧和说着 转身就朝商铺的洗手间走去 进入到洗手间之后 萧和并没有方便 而是站在里面的隔间 拿出手机拨打了一通电话 自己这个兄弟 竟然把烧烤铺子 搬迁到了万象来福商业城 那他自然也得给对方 准备一份合适的见面礼才对 目前来说 他暂时不希望林小知道他的身份 因为两人相交很长时间 对于彼此之间 也有着一定的了解 若是林小知道自己的身份 那肯定是不会接收 自己送给他的那份见面礼物 这时候 一名身穿西装 一脸严肃样的中年男子 来到了林小租赁的这家商品 程阳 你这火急火燎的叫我过来 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来人正是万象来福商业城的招商部经理 刘洪斌 见到来人 这里程阳立马上前说道 表哥 你可算是来了 快管管你的下属 我今天本来是想着过来接受一下铺子的 可是你下属的员工 竟然伙同着外人 直接阻拦我办事 李程阳说话间 用手指着不远处的叶林二人 听到这里程阳的话 刘洪斌眉头微皱 随后把目光看向了一旁的叶林二人 刘经理 这件事情并非是这么简单的 这位先生他 不等叶林把话说完 这刘洪斌直接出声道 这里的事情不用你插手了 我们直接按照合同来办事 这谁的合同生肖 那这间商铺自然就是谁的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话来执行就可以了 刘洪斌斩金截铁地说道 他是万象来福商业城招商部门的经理 这说话做事还轮不到一个普通员工来多嘴 说完话 刘洪斌把目光看向一旁的林小 直接道 铺子里面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吧 我看这时候也还早 你希望你能够在中午之前 把铺子里面的东西搬走 这话说得很直接 根本就没有半分能够商量的余地 凭什么 这间铺子明明就是我先租的 而且 我还缴纳了一个嫉妒的店铺租金 你凭什么几句话 就要把我赶走 林小非常生活地质问道 面前的这个招商部经理和那中年男子是表亲关系 两人这摆明了 就是在故意欺负自己 为了能够租赁到商业城这间靠江的铺子 他可是花费了不小的功夫 就算是把事情给闹大 他也绝对不会就此轻易地松手 放心 你缴纳的那个嫉妒租金 我会一分不少的全给你退回去 不过在今天中午之前 若是你这些东西还没有搬走的话 那到时候 我会亲自找人给你送出去 刘洪斌看着林小 语气中不加掩饰地透露着一股威胁之意 你敢 林小大声道 看面色冷沉地看着刘洪斌 直接摆出一副你若是敢动我铺子里面的东西 那就和你拼命地架势 你看我敢不敢 刘洪斌也是不甘示弱 作为商业城招商部的负责人 这那个商铺的入住老板 见到自己不是客客气气的 真是没想到 今天就一个普通的烧烤摊摊主 还敢用这么嚣张的语解他说话 刘经理 您千万别生气 一旁的叶玲看着刘洪斌说道 这间商铺应该是被某位工作人员操作不当 导致了一谱多租的失误 我在给这位林先生办理租赁手续的时候 确实是进行过仔细的核对 这间商铺在林先生租赁之前 是处于暂无租赁的状况之下的 竟然知道招商部的刘经理在 但是这叶玲还是在尽可能把事情的真实情况讲述出来 毕竟她是林晓的直接负责人 也有必要为这件事情进行合理有效的处理 不过叶玲的话并没有引起刘洪斌的重视 因为之所以出现一谱多租的失误情况 正是因为她在背后利用管理职权暗箱操作造成的 虽然知道实情 但是刘洪斌还是装作一副毫不知情的态度 毕竟自己是招商部的主要负责人 若是操作出一谱多租的情况 那到时候被物业中心总部的领导知道了 也是非常不利的 这最好就是尽早的把事情处理好 避免造成更大的影响 一铺多租 刘洪斌假装念叨着 没错 就是一铺多租 也许是招商部的哪位同时操作所谓 也有可能是 叶玲没有细说 因为有些事情也仅仅只是她的猜测 而且对方是她的直属领导 这作为员工的也不好多说什么 行了 现在说这些没有任何的意义 作为招商部门的负责人 我这话也已经说了 就这么办吧 刘洪斌并没有打算再继续耗下去 早点把林小赶走也最好 你们商业城就是这样垫大欺客的吗 林小生气道 我告诉你们 想让我搬走 门都没有 不搬走 那可以啊 我直接找人帮你搬 刘洪斌看向一旁的叶玲 直接道 叶专员 你现在马上联系安保部门的人过来 刘经理 您不能这样做 这事情再怎么也得先调查清楚才能定结论 叶玲开口劝阻道 我是领导 我说了算 你要是再敢废话 那现在就可以去人事部办理离职了 刘洪斌语气坚决道 一个小小的招商部专业 竟然敢三番两次的出言干扰自己 他这个做经理的还能不给其一点颜色看看 听到这话 原本还与其缓和的叶玲虽然疑论 随后直接道 不干就不干 刘洪斌 你滥用职权便利 我要去物业中心的领导那里 告你 叶玲在招商部门工作一年有余 刘洪斌这做经理的常常独断专行 像他这样的普通职员没少受气 这不干就不干 没什么大不了的 好 叶玲 你被我开除了 一个对于刘洪斌这样的招商部经理来说 开除一个普通的专员 那根本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啪啪啪 这时候 一道掌声自商铺内响起 众人闻声望去 只见萧和从洗漱间的方向出来 然后脚步平缓地朝着几人走来 我还真是没有想到 一个小小的招商部经理 竟然如此的独断专行 你的这位下属 只是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 而你这个做领导的飞弹不听 还出言将其开除 这谁给你的这个权力 看着突然出现的萧和 这刘洪斌也是微微一乐 好嚣张的家伙 物业中心的绝大部分员工 都是见过萧和的 不过这刘洪斌 因为前段时间一直是在外出差 所以并不知道 眼前的萧和 就是整个万象来赴商业城的老板 你是什么人 刘洪斌问道 萧和笑了笑 一个小角色罢了 像刘经理这样的大人物 自然不认识 虽然萧和并没有直接说出身份 但是凭着刘洪斌的直觉 他总感觉眼前的这个青年 有些不简单 小子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不然我到时候对你可不会客气 刘洪斌出言威胁道 哦 我倒是很想知道 若是这事我今天执意要管呢 你又能拿我如何 自己这好端端的遭受到威胁 而且这威胁之人 算起来还是自己手下的员工 这如何能够忍得了 我能如何 刘洪斌显然没有想到 萧和会如此直接的问话 这时候 从远处走来几名安保人员 刘洪斌看到之后 立马对着萧和冷笑道 你马上就知道 我要如何了 来 你们几个都给我过来 刘洪斌指着几名 负责美食街的安保人员说道 刘经理 你有什么事吗 其中一名安保开口道 是这样的 这里有三个人寻心闹事 现在我需要你们帮忙 将其赶出去 刘洪斌指着一旁的萧和三人说道 闹事 听着这话 几名安保人员 皆是把目光转向了一旁 他们把目光齐齐 看向萧和 这 您是 萧 萧先生 安保人员中 有一人在先前咖啡厅闹事时 见过萧和 所以 第一眼便认出了萧和的真实身份 这招商部的刘经理 竟然让他们去赶商业城的老板 这特么的 是嫌自己活得太滋润了 还在这里给我费什么话 赶快动手啊 刘洪斌见到为首的那名安保人员 在那支支吾吾的 有些不耐烦道 刘经理 这位可是 正当这名安保 准备说出萧和身份的时候 萧和对其悄悄地地了一个眼色 安保也不傻 猜测到萧和应该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随即便立马 停下来要说的话 是什么事 你们都是傻子吗 还不快给我动手 抓住眼前 这几个闹事的家伙 听到刘经理的话 除了认识萧和的那个保安人员以外 其他的人都是准备上前动手 因为他们不知道萧和的身份 而这位刘经理 可是招商部的负责人 他们这些做安保的人 自然要听其吩咐 看着靠拢过来的几名安保人员 林晓和叶林都是一脸的紧张 不过一旁的萧和 却是对此默不在意 刘洪斌看着萧和那样 眼中却是非常的不屑 装 给我继续装 现在有多嚣张 这一会被保安赶出去 就有多狼狈 不过就在这时候 都给我住手 远处一道训斥声响起 丁葛带着物业中心的几名工作人员 来到了商铺 见来人是丁葛 这刘洪斌里面露出了一抹羡媚的笑容 丁总 您怎么来了 丁葛目光瞥了一眼不远处的萧和 随即看向刘洪斌 我再不来 你恐怕还不知道 会做出些什么 损害我们商业城名声的事情出来 听到丁葛这话 刘洪斌一时之间 有些摸不清头脑 丁总 我这不明白您的意思 不明白 丁葛看着把萧和三人围住的几名安保人员 说道 那你们这般动静是想要干嘛 丁总 您是说这个呀 是这样的 店铺里面那三人刻意的在商业城寻衅姿势 我正要让安保将他们给轰出去呢 刘洪斌一本正经的说道 碰 听到这话 丁葛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怒火 一脚朝着刘洪斌踹去 萧和是什么人 那可是万象来复商业城的幕后大老板 刘洪斌这么一个小小的招商部经理 竟然要把这堂大佬给轰出去 这不是悬崖上走钢丝 明摆着想找死吗 丁总 您这是为什么 挨了丁葛这么一脚 刘洪斌感觉到有些莫名其妙 作为万象来复商业城的招商部经理 刘洪斌也是非常了解自己的这个顶头上司的 平时的脾气一向是非常的好 并且对待他们这些管理层的下属也都是性情温和的 怎么今天会突然间动手打他了 为什么 丁葛一脸冷意 你特么的就要准备把商业城的幕后大老板赶出去了 我难道还能给你这个蠢货一点好脸色 这么话丁葛并没有直说 因为在之前他已经收到了萧何的信息 对其身份必须要保密 刘洪斌 你这个招商部的经理可真是能啊 依仗着手中的权力在商业城内扬威作福 这私底下更是不知道收受了多少人的好处 丁葛看着刘洪斌 与其中皆是责备之意 对于下面的这些个员工 他这个作为物业中心总经理的自然是心知肚明 只是平时对于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不过现在肯定是不行了 一旁的刘洪斌听到丁葛的话 内心一沉 自己确实是靠着招商部经理这个职务 在工作之余收购不少的好处 不过这些事情都做得很隐秘的 没想到竟然都被自己的顶头上司知晓了 不过这时候 他也不能慌 越是慌就越容易乱 丁总 我工作中一向是鞠躬敬业的 怎么可能收受别人的好处呢 误会 这真的是天大的误会啊 看着刘洪斌那冤枉的模样 还真的不是为一个好演员 这全场之下 萧何都并没有说话 而是面色平淡的看着这一切 至于一旁的林晓和叶玲 则是非常的意外 特别是叶玲 他作为物业中心招商部门的员工 对于丁葛这位总经理 也是非常了解的 这么一位带员工平和的领导 今天怎么会上来就对着刘洪斌一脚 看着刘洪斌在一旁做苦委屈 丁葛都没有多看一眼 只是直接道 刘洪斌 你也就别在我这里装傻充愣的了 自己平时干了些什么事情 自己心里面清楚 我也就不过多的一一点名了 还有你今天这个一铺多租的情况 我也已经大致的了解过了 作为招商部的负责人 你对此事也有着不可避免的责任 至于这一铺多租 到底是下面员工的工作失误 又或者是有人刻意而为之 我也会派人仔细的进行调查 若是被我清查出来 是有人私底下通过手中的权力谋私利 那可就怪不得我了 丁葛一字一句都让刘洪斌内心沉到了谷底 自己靠着招商部经理的权力 谋取的私利可是不在少数 就这一次一铺多租的事情 那也是他一手安排的 若是这位丁总经理真要彻查此事 那他的这些事情是绝对瞒不下去的 等到自己的这些事情全部被调查出来 凭着那数量还不小回扣金额 恐怕严重的话还免不了一顿LY之灾 想到这里 刘洪斌内心已经开始计划如何跑路了 丁总 关于这一铺多租的情况 我也是才了解的 所以现在也是正赶过来了解情况呢 刘洪斌一转刚才的态度 看着不远处的萧何一行人 说道 你们放心 有关于这一铺多租的情况 我既然是招商部的经理 那肯定对于此事绝对会严查到底的 听到这话 林小等人眼中不加掩饰的 对其头来鄙视眼神 刚才是怎么说的 现在这物业中心的丁总经理一到 竟然就迅速的换了一番嘴脸了 说完这些话 刘洪斌还转头看了看一旁的丁哥 丁总 出了这种事情 我一定会对属下的员工进行彻底调查 您放心 关于此事的结果 我一定会尽快汇报给您的 刘洪斌对着丁哥一脸恭敬道 对于这假装演戏的家伙 丁哥眼中浮现出一丝厌恶 都这个时候了 还在装 丁总 我现在就回到招商部 马上开始着手 对一铺多租的情况进行调查 刘洪斌说着 准备转身离去 他要趁着这时候 丁哥等人都在现场 抓紧时间收拾东西跑路 不让真等到对方派人调查起来 那他到时候 就算是想跑也跑不了了 不过就在这时候 丁哥发话了 等一等 丁总 您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吩咐的吗 刘洪斌停下脚步 转过身来问道 这个时候 他还强装车镇定 这一铺多租的事情 就不用你插手了 我会指派专门的人员进行调查的 至于你吗 丁哥看了看身旁的几名安保人员 说道 你们几个 给我把刘经理看住了 听到丁哥的话 几名安保人员 迅速来到刘洪斌的身边警惕着 看住 丁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把我看住干嘛 刘洪斌脸色有些阴沉道 我什么意思啊 难道刘经理不知道吗 丁哥平淡的看了一眼刘洪斌 刘洪斌这次把萧和给惹怒了 现在这位万象来赴商业城的幕后大老板 需要一个满意的结果 那这个刘洪斌他 自然是不可能轻易的 就将其放过的 看着丁哥那副眼神 刘洪斌心底一沉 对方的意思 已经是足够明显的了 要对自己动手了 而且还是属于心仗旧仗一起算的那种 做完这一切 在刘洪斌等人惊讶之余 丁哥再次起身 直接朝着萧和的位置走去 萧先生 今天这事确实是不好意思 让您见笑了 丁哥一脸恭敬地说道 这一番话 直接让得 站在萧和身旁的林晓和叶玲 也是面色一愣 笑 萧先生 林晓一脸意外地看着萧和 老萧 你这是什么的情况 萧先生与我们万象来赴商业城 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旁的丁哥开口说道 因为之前 萧和已经在电话中提前吩咐过 不能将其身份暴露 所以丁哥才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密切关系 林晓虽然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密切关系 到底是什么 但是看对方对待自己兄弟这般恭敬的模样 那之间的意义 也是非比寻常的了 而一旁的刘红斌见此情形 就算是再傻 也已经是明白过来 这丁哥的出现 正是因为那边站着的萧和 对方与万象来赴商业城 有着密切的关系 能够让这位物业中心的丁总经理 都亲自赶来 那对方的身份 肯定是非同一般的 再知道 在万象来赴商业城中 那可是有着不少大公司老总级别的人物 而在这些人面前 这丁哥也只是平等相待 从没有像今天这般表现得如此恭敬的 看着周边这几名严家看管他的安保人员 他知道知道 真的是彻底的完蛋了 表哥 我这间商铺的事 刘红斌身旁 那名穿戴大金链子的中年男子 开口问道 兔子 刘红斌看着自己这个表弟 就是一肚子的气 要不是为了这个蠢货 他至于把自己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你现在问我要铺子 我特么一巴掌拍死你个蠢货 本来心里就异常的窝火 刘红斌不顾身旁的几名安保 直接一拳头朝着中年男子挥去 表弟又怎么了 他好不容易才做上这个万象来赴商业城招商部经理的问题 现在就因为帮这个蠢货操作 连带着把自己的工作都给弄丢了 甚至这后面一个不好 还很有可能会进到橘子里面待上一段时间 刘红斌 你特么敢打我 中年男子被突如其来的打了一拳 整个人稍微愣了一下 也是瞬间大怒 老子打的就是你 不就是一个破招商经理吗 我特么要不是需要你帮忙 早把你个矮戳棍附墙上去了 叫骂几句之后 两人迅速的扭打在了一起 打的闹闹成何体统 你们几个给我把他们拉住了 看着撕打的两人 丁葛迅速安排安保人员将其给拖走 等到一切结束之后 丁葛再次把目光从重新放到了萧和几人的身上 他注视着三人 最终把目光停留在了林小的身上 这次过来 最为主要的还是按照萧和的吩咐办事来的 是林先生吗 丁葛面带微笑道 我是 丁总 我这商铺的事情 不等林小把话说完 一旁的丁葛面带笑一道 林先生请放心 这万象来服商业城一向是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的 我这个作为总经理的也是如此 这商铺是先有您牵授的 尽管因为时间问题暂时还没有盖半印章 但是这商铺的租赁使用权自然也是您的 林先生只需要抽空时间 去招商中心把相关的印章手续办理完成就行 听到丁葛的话 林小面色大喜 看他的眼神旁的萧和 也是知道对方之所以对自己如何的客气 那肯定也是因为自己这个好兄弟的关系 那就麻烦丁总了 林小也是客气的回道 不麻烦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丁葛看了眼一旁的萧和 随后继续对着林小说道 林先生 因为我们招商部门员工的工作失误 给您造成如此大的不便 我这边为您申请了一个租金折半的优惠政策 在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面 店铺的租金降为原来的半价 此优惠政策立即生效 本来萧和是想着 直接把这间铺子拿给林小免费使用的 不过 以他对林小这家伙的了解 若是白嫖 对方肯定是不会接受的 想来 这种减免房租的方式倒是最合适不过的 按照万象来福商业城的房租行情来看 林小所租赁的这间商铺 一个月的租金大概是在三万元左右 这一年下来 租金就是整整三十六万 若是减免对半 那一年下来就是十八万 以前萧和在和林小聊天之际 也是知道有关于林小的收入情况 别看这家伙经营着一个简简单单的烧烤铺子 但是这一个月下来 至少也有个两三万的收入 而且这还是在以前那条老街区里面 凭着林小的烧烤厨艺 萧和相信 若是把这个摊位 换到万象来福商业城的林江好吃街来 那生意绝对的更加的火爆 丁总 这是可真是太感谢你了 听到丁葛给予的这个福利政策 林小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说道 林先生 给您带来的不便 还请您不要介意 其实丁葛心里面也在害怕 自己是刘洪斌的上级领导 出了这种事情也算是管理不善 若是萧和因此对他怪罪下来 那他也只能是受着 丁总 你太客气了 我这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你给我减免了半数的租金 那我这一年下来的开销 也会少个大半 林小说道 听到林小的话 丁葛心里稍微放松了一些 随后又见一旁的萧和没有说话 林先生 萧先生 若是没什么事情的话 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嗯 萧和微微点头 在丁葛转身准备离去的时候 他把目光看向了一旁 漠不作声的夜灵 你也跟我一起 之前 萧和已经在电话中和丁葛说起过夜灵 像这样尽责恪守本职的员工 他自然也得多留心关注 最为主要的还是 这夜灵可是萧和亲自点了名的 丁总 我刚才已经被刘经理开除了 夜灵缓缓开口道 他有什么资格开除你 丁葛看了一眼刘洪斌说道 刘洪斌以权谋私 差点就给商业城带来极大的名誉损失 我以物业总经理的身份宣布 开除刘洪斌 并且核查其受贿行径 已经查获 直接移交相关部门处置 另外 夜灵工作负责 经公司考核 具备相应的管理能力 直接代理招商部门经理职务 考核时间为期半年 夜灵 在听到丁葛认命的时候 夜灵可是一脸的问号 自己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招商专员 现在这么容易就坐上招商部经理的位置了 夜经理 你这还愣着干嘛 看着夜灵在一旁发愣 丁葛出声提醒道 这部门里面可还有着不少的事情 等着你去处理 哦 好的 丁总 夜灵回过神来说道 升职加薪的同时 夜灵满是感激的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萧和 他当然知道自己 为什么能够一下子被提拔到部门经理的位置 等到几人走后 商铺内只剩下林晓和萧和二人 老萧 你捏捏我 林晓有些不现实的说道 萧和笑了笑 伸出两个手指头 直接朝着林晓的腰间肋骨处插去 我靠 被萧和这么一动手 林晓整个人直接一声大叫 老萧 你是在杀猪啊 我是让你捏捏我 你是让你直接把我给送走 林晓揉了揉被萧和攻击后 还有些隐隐作痛的右腰方向 就你方才那般模样 我感觉您是不行的 只能是给你来硬点的才行 看着萧和这认真的模样 林晓也不生气 看在你今天帮了我大忙的份上 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不过老萧 刚才那位丁总说的 是个什么情况 你和万象来福商业城之间 有着什么密切的关系 林晓内心无比的好奇 自己这个兄弟的家世 他可是非常了解的 煤矿的普通家庭 怎么一下子扯上 商业城这般的庞然大物了 我们这么好的关系 你该不会是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吧 比如说 你是某个富豪大佬 在外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 又或者说 你继承了家族中的 某个有钱爷爷的财富 一跃成为顶级富豪 还是说 你被这万象来福 商业城幕后的某个富婆 给包养了 林晓展开了自己无尽的想象 一直在萧和的耳边 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 这搞得萧和顿时间有些无语 自己这损友是整天开肥皂剧 和小说看多了吧 要不然 哪里来的这么多胡思乱想的东西 行了行了 你给我打住 照你这样说下去 我还真不知道得成什么样子了 萧和有些无奈 实话告诉你吧 我其实是和万象来福商业城的老板 有着一面之缘 这关系呢还算不错 这位丁总也算是 看在他们老板的面子上 才这样的 真的 林晓用着有些怀疑的眼光 看着萧和 这万象来福商业城非同一般 至少也得价值上百亿吧 那作为老板的 再怎么也得是个百亿富豪的身份 自己的兄弟还认识这种人物 他心中有些怀疑也是正常的 我还能骗你不成 萧和悠悠道 再说了 我这骗你也没有任何的好处啊 也对 不管怎么说 我这也是沾了你的光 林晓看了看商铺内的一切 立马道 老萧 趁着现在中午不忙 想吃神妖紧馆拿 就当你是我搬来万象 来福商业城的第一个客户 这可是 你自己说的 萧和瞅了瞅保险柜中 新鲜的食材 正好现在 也到了要吃午饭的时间了 他也不顾客气 毕竟林晓的烧烤摊 在晚上肯定是很忙的 趁着中午没什么生意的时候 也可以好好地聚一聚 半个小时后 林晓和萧和二人 对立面坐着 面前的桌子上 是一串串色香味俱全的串烧美食 林晓 你这家伙的手艺确实不错 看来等有时间 还得多来你这吃上几顿 萧和夹着一块豆腐干吃着道 想吃就来 保证你管够 不过嘛 这白吃肯定是不可能的 我最多给你个八折优惠价 林晓一脸认真地说道 我靠 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我们这十多年的兄弟情谊 你竟然还和我谈钱 听萧和这话 林晓回道 照你这么说 我倒是有一个挺适合你的折扣 什么折扣 骨折 林晓一脸坏笑道 你这家伙还真够狠的 萧和摇了摇头道 两人之间一直都是这样 经常喜欢开着玩笑话 对此早就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林晓 我记得你前不久不是和我说过 谈了一个女朋友吗 你们现在怎么样了 萧和随口问道 你说这是啊 林晓笑着道 我和他已经见了父母 两个人的婚期也已经定了 就在这段时间 听到林晓的话 萧和有些惊讶 更是直接道 我靠 这婚期都已经定了 你这家伙 该不会是赏婚吧 我可告诉你啊 这两个人 直接还是得多了解一段时间才好 特别是这深浅长度得 好好地考究考究 萧和开口提醒道 你压的是故意找茬呢 还好意思说 我们是十数年的好朋友 这是有多久没见面了 我和婷婷 可是在一年多以前就认识了 当时大家都还一起聚过餐的 怎么到你 这就我就变成赏婚了 啊 萧和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你这一说 我倒是突然间想起来了 因为林晓工作的缘故 两人之间聚在一起的时间很少 萧和太久 也是有些忘记了 不过 你小子也真是的 都快到婚期临近的时间了 竟然要我提起来你才说 萧和说道 老萧 我这不是在忙着工作的事吗 林晓有些无奈地说道 你是不知道 我这段时间 除了要做工作上的事情以外 这平时还得抽空把结婚该做的前期准备工作 一并给做了 这人啊 一忙起来很多事情就容易忘记 我本来也是打算最近几天就告诉你的 以前感觉 结婚就是喜气洋洋 兴高采烈的事情 结果真等到了这一天才知道 这除了累 还是累 反正就是在各种类里面无限的徘徊 再则啊 凭着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这能是随随便便发一个短信 或者打个电话就通知了事的吗 再怎么 也得当面给你送给勤俭洗堂的才行吗 你小子啊 这话说的倒是还好听 萧和淡淡地笑了笑 两人之间的兄弟情谊 是绝对不用质疑的 林晓说出来的这些话 也肯定是真心话 两人正准备继续聊下去时 林晓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呦 这还真是巧 林晓拿着手机指了指道 看吧 刚才还说到婷婷呢 结果现在电话都打来了 兄弟 你先接电话 萧和说道 林晓点点头 直接把电话接通放在耳边 喂 老婆 一两分钟之后 林晓挂断了电话 原本还一脸荣光的她 此时的脸色显得倒是有些阴沉 来 老萧 我们喝 林晓挂断电话的时候 第一时间举起手中的一瓶啤酒说道 怎么了 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看到林晓这异常的举动 萧和开口问道 哎 说了怕你笑话我 林晓无奈的摇了摇头 这说什么笑不笑的 快给兄弟说说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林晓抬起头来看了一眼萧和 随后缓缓开口道 是关于婷婷家大姨的 我和婷婷谈了 也一年多的时间了 这期间 两个人之间感情也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不过就是 她的那个大姨真的是烦人 听到这话 萧和一时间有些摸不清头脑 兄弟 你这是和婷婷结婚 和她那个大姨有什么关系 林晓顿了顿说道 老萧 你是不知道 婷婷的那个大姨人很雕酸 而且还喜欢炫耀 总是喜欢在家族人里面说着说那的 这不就在两个多月以前 她大姨家的那个女儿也结婚了 男方把婚礼那办的是漂漂亮亮的 也正是因为这事 她那个大姨没少在他们家炫耀 就在先前 婷婷给我打电话来说 她那大姨又在作妖了 搞得我那岳父岳母 也是咽不下内口 想着也把婚礼搞好一些 到时候也能够称一称门面功夫 可是距离结婚时间 也不过间隔两三天了 原本好多东西都是准备好了的 这突然要重新准备 这哪来得及啊 说到这 林小还有些无奈到 最主要的是 除去结婚的开支以外 我把大部门的资金 都投入到了这间商铺里面来了 一时间也没有多的闲钱 去办这件事情了 确实 照林小这情况来看 还真的有些难办 不过 当萧和听到她的这番话后 随即笑了笑 这些事情对于她来说 根本就算不上是个问题 兄弟 你倒是和我说说 你老婆那边 要个怎么样的准备 林小缓缓说道 原本这车队 我是联系的几个亲朋友好友 用他们的四家车 临时拼凑的 不过现在肯定是不行了 婷婷说 让我想办法 准备一队婚车队 不说多好 这形式上 至少也得应付过去 可是这婚车队 说起来容易 这但是找起来 可就比较麻烦了 她大一家的姐姐结婚 那南方准备的 可是豪华的奔驰车队 而且 那领头的 那是一辆价值上百万的麦巴赫 这种豪车车队 真要拿下 那还不得花个几万块啊 肖和光是从语气中 就能够听出 自己这个好兄弟 心里面的无奈 林小生活上 可是非常节约的 平时为了工作 那都是整天省吃俭用的 尽管这结婚上 她舍得花钱 但是现在手头 是没有多余的钱 就算是想花 那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林小再次喝了一口啤酒 继续道 不仅仅是这个婚车队的事情 到时候举办婚宴的那个酒店 恐怕也得重新选才行 她那个大姨 总是说他们女儿结婚的时候 那酒店多高档 多豪华的 听着真是够让人烦的 看着林小在一旁大口的醉酒 肖和身上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兄弟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呢 放心吧 你说的这些事情 我来帮你搞定 听到肖和的这一番话 林小微微一愣 算了 老肖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没必要麻烦到你那里去 他不想麻烦肖和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们这兄弟之间 还贪什么麻布麻烦呢 你要是再这样说话 那我可就不认你这个兄弟了 肖和不愿道 对待敌人 那他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但是对待自己的朋友 那也丝毫不会含糊 老肖 我现在可是急需要准备 婚车队和酒店的事情 难道你手里面有什么自愿不成 林小一脸好奇的问道 这个嘛 肖和拿出身上的那把劳斯莱斯幻影车 要是晃了晃 你感觉我刚才开的那辆 劳斯莱斯幻影如何 劳斯莱斯幻影 老肖 你刚才开的那辆车 是劳斯莱斯幻影 林小虽然不懂车 但是像那些非常出名的顶尖豪车 还是知道一些的 难道刚才肖和说 他那辆车要七八百万 原来是劳斯莱斯幻影啊 不对啊 我不是记得网上说的 劳斯莱斯车头前有小金人的吗 你也没在你那辆车上看到 林小发出疑问道 你说这啊 劳斯莱斯的小金人 可以自由收斩的 我没有把他放出来 你自然是看不到的 萧和开口解释道 感觉怎么样 你到时候开着这个劳斯莱斯 去接新娘子 那面子上 肯定是不用多说的吧 萧和淡淡的说道 这价值百万的麦巴赫虽然好 但是他的这辆劳斯莱斯 可是不差 甚至还会更好 听到萧和的话之后 林小想了想 又摇头道 老肖 我看这车就算了吧 这可是价值数百万的顶级豪车 这万一要是磕磕碰碰的 擦挂到了点什么 那我恐怕的是直接倾家荡产了 再说了 像这样的顶级豪车 那在市面上租一小会 恐怕也得花个数千上万元 这要是再搭配几辆其他的婚车 我这还不知道得花费多少钱呢 在林小看来 这车多半不是萧和自己的 若是萧和帮了自己 那很有可能 就会欠上其他人的一份恩情 他不想去这般麻烦萧和 可 你这话说的 没什么麻布麻烦的 这婚车队的事情 交给我来帮你搞定 到时候我给你准备九辆劳斯莱斯幻影 萧和的话音落下 林小简直是被彻底的呆住了 老萧 你不是在和我开玩笑 九辆劳斯莱斯幻影 那得需要多少钱才能够拿得下来啊 钱的事情不用你担心 就当是我这个做兄弟的一份心意 萧和摆了摆手道 这怎么能行吗 我这婚 怎么能够让你这般破费的 不行 绝对不行 听萧和的话 林小当即表示拒绝 那这样吧 到时候一辆车一签你就当是给过油钱 这总可以了吧 本来林小还是想要拒绝的 可是架不住萧和的坚决 最后还是接受了下来 至于这婚宴的酒店位置 萧和也和林小说了一下 就在临江大酒店 这是他自己的产业 到时候直接给林小一个折扣架就行了 档次高 比外面的酒店也贵不了多少 吃过烧烤之后 萧和再继续帮着林小 简单的整理了一下烧烤铺子的基本工作 等到一直忙到下午接近五点钟的时候 烧烤铺子里面的生意 随着商业成人流量的增多 也是逐渐的火爆了起来 本来萧和是打算留在铺子里面 再多帮帮林小的 不过因为林小提前请了一名打下手的服务员 而且也不好意思再麻烦萧和 索性便催着对方赶快离去 萧和见状 知道自己这个兄弟的意思 也是不再多留 回到别墅时 唐玲也已经是准备好了一桌子晚餐 虽然没有萧和那般顶级的厨艺 但是对比普通的也算是不错了 唐玲 吃着饭菜 萧和突然开口道 等到明天你去给我联系八名驾驶技术好的司机 我后面有时间需要用到 好的 萧先生 唐玲点头道 萧和现在拥有着九辆劳斯莱斯幻影 他要用这个顶级车队 去给自己的好兄弟林小成成场面 至于只要八名司机 那是因为这头车萧和打算自己来开 再这么说 这林小也是他最好的兄弟 自己做个头车的司机 也是应该的 吃过晚饭之后 萧和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 而唐玲则是在厨房内刷着盘子 叮铃 门铃声响起 萧和走到门口处将大门打开 只见身着一身干净 简约正装的尹雪燕正站在大门口 尹小姐 不知你这么晚了 来我这是有什么事情吗 萧和好奇地问道 这平时有点什么事情的 那可都是尹雪燕的助理陈红过来 像这般大晚上的来敲自己家门 还是第一次 萧先生 尹雪燕笑着道 是这样的 明天在德明大酒店 有着一场商界的晚会 我这里想要邀请你前去参加 请问你这边方便吗 说话间 尹雪燕还把目光朝着别墅内看出 商界晚会 萧和想了想 按照自己目前的情况来看 有了无限秒杀软件 这往后手里面肯定还会有着其他更多的产业 既然如此 像这种商界酒会之内的事情 是肯定无法避免的 行吧 既然是尹小姐的一番好意 那萧某自然是要去参加的 萧和淡淡的回道 那行 那我明天晚上派人来接萧先生 萧和没有说话 只是微微一点头 得到萧和的回复之后 尹雪燕也是迅速的转身离去 第二天一早 萧和打开手机 点进了无限秒杀软件 宏达集团40%股份 无限秒杀价3888元 宏达集团 萧和万万没有想到 今天无限秒杀软件里面 挂售的商品 竟然会是宏达集团的股份 难道这次的商品 秒杀价达到了历史的新高 这宏达集团 可是华国真正的顶尖大企业 而且还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 不没有丝毫的犹豫 萧和第一时间支付了3888元 将宏达集团的40%股份收入囊中 同一时间 萧和还在网上搜索了 有关于宏达集团的更加相信的相关信息 说起宏达集团 那不得不提华国目前活跃在公众事业下的李思聪 这位可是宏达集团董事长李建华的独生子 这李思聪就是宏达集团的太子爷 更是有着华国娱乐圈检查委员的称号 萧和平时在刷网络新闻 或者是视频的时候 也是时常注意到 这李思聪像这样的顶级富二代 那不知道是多少男人的梦想 女人的初恋 通过同网上的信息可知 目前宏达集团董事长李建华 所持有的集团股份为40% 与自己刚才通过无限秒杀软件 获得了股份比列相等 萧和在了解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这内心也是非常的震惊 这么说来 自己在宏达集团中 与这李建华有着同样的控股权力 想到这里 萧和自然是颇为的满意 这宏达集团市值数千亿 这40%的股份 真要换算下来 那也就是上千亿 这个金额 就算是万象来福商业城 以及临江大酒店 加起来的总和 也是与其比不上的 与此同时 在天北市的宏达集团总部 董事长办公室内 李建华正拿着手机 在拨打着一通电话 你今天一早 出发去到乌城市 必须尽早联系上这位萧先生 记住 一定要探明对方的意图 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这次可是关乎到我们宏达集团 甚至于是我们李家的未来 吩咐几句之后 李建华挂断电话 整个人面色极其凝重的 看着办公桌上的那张照片 仅仅只用了一夜的时间 就直接将宏达集团数位 小股东手中的股份购走 这一下子 占股额达到40% 与我更是不相上下 这年龄上 看似竟然还如此的年轻 这位萧先生到底是何来头 李建华喃喃自语道 时间匆匆 很快便来到了下午五点半 叮铃 听到门铃响起的声音 萧和不紧不慢地 从客厅沙发上起身 朝着别墅大门走去 大门打开 银血宴的助理陈红面 带微笑地等候在大门口 萧先生 请吧 我家小姐已经在车内等着您了 陈红看着萧和 一脸恭敬道 面前这位萧先生 那可是自家小姐都得小心对待的 自己这么一个助理 自然是不敢有着丝毫的怠慢 嗯 萧和点点头 随后朝着道路边停着的 那辆黑色兵力车走去 陈红也是快步上前 细心地替萧和打开后排的车门 等萧和上车 在他身旁坐着的正式银血宴 萧先生 让你久等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尹血燕带着微荣地说道 对于萧和的身份 尹血燕一直都有些摸不清倒不明的 不过在他看来 对方身份肯定是不一般的 自己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与其打好关系 在他看来 今天这场晚会 倒是一个借此了解对方的机会 半个小时之后 几人到达了举办晚会的大酒店 司机把车停到酒店的大厅门口 尹血燕和萧和纷纷走下了车 萧先生 里面请 今天的这场晚会 算得上是一个物城市商界的慈善晚会 其中聚集了物城市 乃至于华国一些其他城市来此的富商名流们 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晚会 萧和自己也没有多少经验 索性就跟着尹血燕走在一起 萧先生 想必你应该是第一次参加物城市的这种商界晚会吧 两人朝着晚会的政厅走去 尹血燕在路上也是开口问道 在物城市所有的富家公子哥中 尹血燕不说全部认识 但至少也听过一些名字或者姓氏的 不过在物城他都没有听过有某个萧姓家族 更别提萧和这位萧姓公子哥了 所以在他看来 萧和多半就是物城以外地区来此的富家公子 尹小姐说的没错 我确实是第一次参加物城市的这种商界晚会 萧和笑着回道 萧先生 想来你到物城的时间还并不长 所以这大部分的人多半都是生面孔 要是你不嫌弃的话 那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一介绍一番 凭着尹血燕的话 萧和知道对方肯定是误会什么了 自己这突然出现 尹血燕很有可能是把自己当成了 从外地来物城的某位公子哥了 不过对方这样想 萧和也不打算解释什么 既然尹小姐如此说话 那萧某就再次多谢了 萧和淡淡的笑了笑 萧先生说笑了 萧和这般说 尹血燕心中也是无比的自喜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一名青年男子端着一杯红酒 目光正朝着二人所在的位置看来 看向尹血燕的眼神中 竟是贪婪之色 而看向萧和的时候 却是一股子怒意和不屑 血燕 真是没想到 你竟然也来参加今天的晚会了 青年男子走上前对着尹血飞笑道 随后又把目光看向萧和 我叫江辰 是尹血燕的未婚夫 说着未婚夫三个字的时候 这江辰还特意地把语气加重了几分 未婚夫 啊 萧和有些好奇地看了看一旁的尹血燕 他没有想到 面前的这个青年竟然会是尹血燕的未婚妻 这倒是让他有些意外 可乃知 在尹血燕听到江辰这话的时候 顿时间有些生气起来 江辰 你在这里乱说些什么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未婚妻了 我们之间根本连朋友的都算不上吗 听尹血燕这口气 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些不好 尹血燕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我未婚妻这件事情 那是父辈早就已经做好主了的 可由不得你想拒绝就拒绝的 江辰振振有词道 哼 你少拿着事来压我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双方长辈开玩笑的 真没想到你还当真了 尹血燕直言道 这尹家和江家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 这些年里也有着不少生意上的来往 在尹血燕年龄还很小的时候 当时尹血飞的父亲和江辰的父亲在喝酒的时候 笑着随口开了一句玩笑话 说是两家人要订个娃娃亲什么的 不过这本来就是两家人生意场上的玩笑话而已 而且随着这些年两家之间关系的平淡 这事情早就给遗忘到不知哪里去了 也不知道这江辰是在哪里听到这个事情的 再加上这尹血燕长相美丽 而且在商界也有着极高的能力 像这样的极品女子 这江辰自然是对其死缠烂打 让得尹血燕着实有些头疼 甚至是想起来都还有些生自己父亲的气 这好好的乱说些话出来 给得自己这个做女儿尽添麻烦 尹血燕 你可真行啊 难怪你平时对我这个未婚夫不予理睬 原来是在外面有其他的人了 江辰也不嫌失大 当着在场众多商界人士的面上 直接大声高气的说道 江辰 你给我住嘴 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少在这里污蔑我 听到江辰的话 尹血燕也是一脸的怒气 对方这明显就是在败坏她的名声 这如何能够让她不气 再则 这萧和也还在她身边的呢 这岂不是让自己在对面的面前大打折扣吗 这边的动静 也是扰得周围不少人围了过来 不单单是普通人喜欢看戏 他们这些个富商圈子里面的人 对于这些事的兴趣更是只多不少 这不是尹血燕吗 听刚才江辰那话 两个人之间还定有婚约不成 这尹血燕身旁的那名青年又是谁 看样子 两个人之间关系还挺微妙的 这可真够有意思的 该不会是三角恋情吧 这可说不准 看尹血燕这反应 显然是看江辰不对眼 说不定这其中有着什么误会 也说不定 接着看吧 说不定一会就真相大白了呢 听着周围人的议论声 尹血燕脸色冷沉 至于江辰却是一脸的无所谓 反观萧和这边更是无奈 看两人这般架势 自己这恐怕是无辜的卷入了一场争端之中 就在这时候 酒店的管理方也是赶来了人 江公子 这酒店人多 还请您冷静一下 我们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听着酒店管理方的话 江辰直接开口道 这显然是没有将对方当成是一回事 这名酒店的管理方工作人员 再听到江辰的话 再把目光看向了尹血燕这边 也只能是无奈的退了回去 今晚来此的可都是些商界名流 像他们这些小角色 还真没有说话的份 尹血燕 你这当着自己未婚夫的面 和其他男的靠得那么近 是不是太不把我当成一回事了 说着话 江辰就准备伸手去抓尹血燕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站在二人身后的陈红 上前挡住了对方 江公子 请你置重 我们小姐他 啪的一声 一个巴掌 狠狠地落到了陈红的脸上 给我滚一边去 尹家的一个小人 还好意思挡在我的面前 这突如其来的一切 让得在场众人 也是不由的一惊 这江辰也太过嚣张跋扈了吧 竟然大庭广众之下动起手来 早就听闻这江氏企业的少东甲 性格怪张 今日一见 还真是如此 这陈红可是尹血燕的助理 江辰一言不合 就动手打了对方 恐怕这位尹小姐 不会轻易地善把甘休 尽管陈红被江辰打了一巴掌 但是他还是回过身来 继续挡在尹血燕的身前 江公子 还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陈红语气加重地说道 这么大 一个下人还敢在我面前说三道四 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 江辰直接举起右手 正准备再次动手的时候 一旁的萧和动了 江辰是吧 这男人别动不动就只知道欺负女人 萧和伸出手紧紧地 抓住江辰即将拍向陈红的右掌 小子 你愣地算哪根葱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小子这么快就就上门来找死了 江辰冷哼一声 之前他看着尹血燕 对萧和这骨子热情劲 那心里面止不住的 就是一团怒火横生 就在他准备抽手教训一下萧和的时候 却是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右手 被对方死死地捏住 根本就抽不出来 看着周围人多 以免闹出笑话 他还是强忍着 使出吃奶的劲动作着 可惜 不管他如何的用力 那右手还是被萧和死死地抓住 臭小子 快给我松手 要不然 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 江辰一脸嚣张道 哦 你这说的 我倒是有些怕了 在江辰用力抽手之际 萧和迅速地松开了双手 江辰一个重心不稳 向后退了几小步 甚至是差点摔倒在地 臭小子 你找死 在大庭广众之下 出了这般洋相 江辰自然心生不爽 不过正当江辰准备再次上前动手的时候 却是被萧和的眼神给震住了 我劝你 最好不要动手 要不然一会伤到了你 那可就别怪我下手狠了 萧和淡淡地说道 哼 我不动你 江辰冷冷地看了一眼萧和 此时右手上传来的阵阵痛感浮现 让他隐约间能够感觉到 自己不是萧和的对手 这动手 无非就是自取其辱 再说了 想他堂堂将是企业的少东家 难道想要对付一个人 还得自己亲自动手吗 江辰轻轻地挥了挥自己的右手 不多时 从远处走来三明身穿正装 看起来身材颇为魁梧的壮汉 走上前来 你们三个 给我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家伙 江辰指着萧和说道 给我往死里面打 只需要流一口气就行了 出了什么事情 我来负责 臭小子 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我江辰的名号 你敢惹到我 那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听到这话 一旁的尹雪燕面色一紧 随后直接走到萧和的身前 江辰 我劝你不要乱来 这要是出了什么事 就算江家也保不住你 尹雪燕一脸警惕地说道 江辰派人的这三明保镖 看身形就是那种不好对付的类型 这三人真要是对萧和动手 那结果可想而知 想要我不动手也可以啊 江辰摸了摸下巴 看着尹雪燕说道 这样吧 我晚会之后正好有个应酬 你要是愿意陪着我一起去 那我就放过这小子 这句话的含义不言而喻 若是尹雪燕真跟着江辰去了 那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江辰 你不要太过分了 虽然你江家是大 但是我尹家也不是吃素的 真要是闹起来了 你最后一样是没有好果子吃 对于尹雪燕的话 江辰仅仅只是笑了笑 有没有好果子 吃那不是你说了算的 江辰看着三明保镖说道 都愣着干嘛 快丢上 几明保镖听到这话 立马便行动起来 迅速地朝着萧和聚拢过去 见此清静 尹雪燕急了 你们都给我住手 可惜这三明保镖是江辰的人 尹雪燕是喊不动他们的 距离萧和最近的一名保镖 挥动着自己的双拳 直接朝着萧和攻击过去 凭着保镖那副魁梧的身形 就萧和的身板挨上一下 下场可想而知 在场一些胆子小点的女孩子 都惊吓得直接用手捂住了双眼 萧先生 萧雪燕大喊喊道 不过下一秒发生的事情 却是直接让他目瞪口呆 只见萧和轻轻松松的 就捏住了魁梧保镖的双拳 然后再用力一捏 劈啪 一阵阵犹如骨头碎裂的声响出现 先前还满心自信的保镖 下一秒面色争鸣 然后爆发出惊天般的嘶吼声 啊 我的手 萧和松开那双被捏得有些变形的双手 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 与此同时 另外两名保镖见此情况 面色也是不由的疑乐 不过凭着职业道德 他们仅仅只是略微的停顿了一小会 便是各自联合起来 向着萧和发动了攻击 可惜 他们远远低估了萧和的真正实力 别说是两个保镖联合一起了 就算是人再多十倍二十倍 也是根本毫无用处的 萧和的身体经过功能饮料的改造 那整体的综合素质 早就已经远超了正常人的水平 之后 萧和速度极快地踢出两脚 然后两名保镖被踢倒在了不远处的一张桌子上 而且原本坚实的桌子 更是被撞得破裂开来 两名保镖更是直接被踢晕了过去 也亏得萧和不想把事闹大 所以有些一定的留守 要不然两脚就可以把江城派遣来的这两名保镖 给直接踢死过去 经过这一出事情 不远处的江城面色无比的恐惧 他没有想到萧和竟然这么厉害 那三名保镖可是自己父亲精挑细选 来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 不说有多厉害 这每一个人对付五六个成年人不是问题吧 这三人加在一起 那更是凶悍 可是现在仅仅被别人三招就给打翻在地 那可想而知 对方是有多变态 收拾完三人 萧和面带笑意的看了看 还在震惊中的江城 江城在注意到萧和这般表情之后 止不住的打了一个冷战 本来都不打算理会你这种货色的 不过既然你这么急着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萧和说道 小子 你别过来啊 我知道你很能打 但是我可是江氏集团的少东家 你若是敢动我一根毫毛 那江家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听到江城的话 萧和冷冷的说道 江家 我不管你江家有多厉害 既然对我动手了 那就必须得做好受死的准备 不过你放心 我这个人可不会像你那样粗暴 我会一点一点 慢慢的收拾你 萧和说着话 缓缓的朝着江城的方向走去 而此刻的江城脸色像是吃了屎一般的难看 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踢到了一个硬板子 他把目光看向周围的众人 不过大家都是很自觉的往后退了退 毕竟刚才萧和的凶横程度 大家可都是看在眼里的 而这江城也没有人会可怜他什么 刚才手欠是吧 萧和走到跟前 一巴掌拍到了江城的脸上 这一巴掌 我是再给你一个记性 这男人不要动不动就知道打女人 啪 说完话又是一巴掌 打到了江城的另外一边脸上 这一巴掌 是因为你刚才的那番话 让我很不爽 简单的两个巴掌 萧和直接把江城扇成了个猪头 这时候 原本还一脸嚣张的江城 拼命的捂着自己的脸庞 生怕萧和再次对他动手一般 江大公子 你刚才不是还挺嚣张得意的吗 怎么现在连个屁话都不敢放了 萧和面带笑意的看着江城说道 而后者在看到他这无比平静的笑容时 这内心有的只是无尽的恐惧 小子 你敢动手打我 我江家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给我等着 我保证 你日后在乌城市混不下去 纵然被萧和的狠辣程度给震慑住了 但是这江城还是开口威胁到 萧和听到这话 并没有太多的反应 在他看来 面前的这个江城 就是死鸭子嘴硬 呵呵 萧和淡淡的说道 我日后在乌城市能不能混下去 那可就不是你应该操心的事情了 现在你应该考虑的是 今天晚上能不能平安的从晚会上离去 你 江城面色一愣 听萧和这意思 今天晚上显然是不会放过自己的 看着至今都还躺在地上痛苦哀嚎的三名保镖 他内心是真的慌了 他没有想到 尹雪燕身旁的这名年轻男子 实力会如此的恐怖 而且这心性如何也是非常的凶横 若是早知道会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做死般的招惹对方 自己该怎么办 他可不想象那三名保镖一般的惨状 都给我住手 就在这时候 现场一道声音响起 听着这道声音 在场众人皆是朝着后方望去 只见一名帅气的青年男子 不知何时出现在场中 其身后还恭敬地站着几名身穿黑色制服男子 这男子一出现 现在顿时间爆发出惊天般的一人声 这 这不是李公子吗 我靠 真的是李思聪 这位李大公子不是在天北市的吗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今天的晚会上面 难道是晚会的主办方特意邀请过来的 众人对于李思聪的到来 那都是感到无比的意外 这李思聪可是华国顶级的富二代 对于此人 大家也都有着一定的了解 对于社交场合上的这些商业宴会 这位李大公子向来都是很少参与的 而且今晚他们这个晚会的咖位不够 大多数都是物城市商界的年龄一代 过来交流聚会的 像李思聪这种华国顶级富家公子圈的人 那差距还是有着不少的 本来还想着过来见识一下 你们这些物城的商界青年们 不过这一幕倒是让我着实有些意外啊 李思聪看着现场的众人 笑着道 李思聪朝着人群中走去 周边的众人纷纷自觉地 为其让出一条道路出来 江城 这怎么才半个月时间不到 就被人给打成了这般模样 李思聪看着面前脸肿得像个猪头一般的江城问道 聪 聪哥 您竟然来物城了 看到来人是李思聪 江城里面兴奋地来到其身边 虽然江家不能够与李家相提并论 但是毕竟都是富家圈子里面的人 而且在许久之前 李思聪带着自己相识不久的女网红 一同来到物城游玩过 这江城作为物城的本地人 还殷勤地陪同在李思聪身边 这江城也算得上是李思聪的一个小子 狗腿子般的存在 这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你怎么会被人打成这副模样的 李思聪看着江城问道 聪哥 就是那小子动的手 江城指了指萧和 随后一脸委屈地看着李思聪 聪哥 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那小子不仅在公众场合 和我未婚妻不清不楚的 而且还动手打了我 小弟我这叫一个酷啊 听到这话 李思聪眉头微皱 和人家未婚妻不清不楚 还动手打人 这什么人竟然比自己还要嚣张 竟然敢公然大庭广众之下 抢抢别人的未婚妻 像自己这样的身份 那平时最多也就和小王有玩玩意 李思聪把目光朝着江城所指的方向望去 我靠 当看清楚萧和的面容之后 这李思聪竟然当着在场众人的面 直接爆出了一句粗口 这也让得在场众人不由的疑愣 一旁的萧和见此情况 也是略微的有些意外 他没有想到 这位华国的顶级富二代 李大公子竟然也有着如此洒脱随性的一面 聪哥 看李思聪刚才的那副表现 江城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聪哥 就是那个家伙 你可一定要给我报仇啊 啪 就在江城把话说完之际 一旁的李思聪竟然一巴掌 直接扇起脸上 给我住嘴 李思聪快步朝着萧和走去 来到其面前之后 当着众人的面 主动伸出右手道 萧先生 真是幸会幸会 没想到能够在这里遇见您 看来李公子诗人说了 萧和笑着道 对于李思聪能够认识自己 他没有半点的意外 自己获得了宏达集团的40%股份 那位李建华李董事长 肯定是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这个消息 自己的身份信息肯定也是被其所知晓 在他想来 这李思聪此次来到物城市 那根本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而来的 萧先生说笑了 您可是我们宏达集团的大股东 我就算是不认识其他人 也不可能不认识您 李思聪笑着道 此话一出 全场震惊 什么 这青年是宏达集团的股东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傻啊 这话可是从李思聪嘴里说出来的 那还能假的了 刚才被李思聪打了一巴掌的江城 也是瞬间清醒过来 李公子 您说萧先生是宏达集团的股东 银雪燕面色震惊地问道 没错 这位萧先生正是我们宏达集团的股东 而且还和家父李建华同等的持有宏达集团40%股份 李思聪淡淡地说道 死 知晓萧和的身份之后 众人皆是道谢了一口凉气 特别是那个江城 这一瞬间心都沉到了谷底 他原本以为萧和最多也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世家子弟 毕竟在物城 这排的上名号的富家公子哥他都认识 根本就没有萧和这么一号人物 谁曾想 这可看似普通的青年男子 竟然还有着宏达集团股东这么一层身份 最让他惊恐的是 对方还不单单是宏达集团的普通股东 而是还和那位宏达集团的董事长李建华拥有着同等的40%股份 就凭着这股份就能够知晓对方的身份何其的恐怖 而现在他把别人得罪的死死的 还派遣手下的保镖对其进行动手 虽然最后对方毫发无伤 但是自己这出言挑事在先 凭着对方的身份真要对自己发难 就江家能不能保得住他都是一个问题 萧先生 这江城简直是胆大妄为 就一个小蚂蚱也敢对您动手 李思聪看向不远处的江城 还在那愣着干嘛 不知道过来给萧先生赔礼道歉吗 李思聪恶狠狠地说道 一旁有些京剧的江城听到此话 立马夹着尾巴上前道 萧先生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知道错了 您千万不要和我一般见识 您就当我是一个屁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对于江城的赔礼道歉 萧和并没有将其当成是一回事 毕竟不管自己是宏达集团的股东 又或者是其他什么身份 像江城这样的小角色 他也没有必要去过多的理会 江萧和无视一旁的江城 李思聪连忙着道 来萧先生 这里人多 我们去雅间里面戏谈 家父此次派我过来 那可是要我一定好生地对待您 若是生出一点事端出来 那可是要给我好看的 见李思聪把态度放得那么低 萧和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微微一点头 毕竟他现在可是宏达集团的大股东 对于这集团一些具体的情况 也是颇为的好奇 既然这李思聪带着欺负李建华的主妇赶来 肯定也是有着重要的事情 需要磋商 尹小姐 我和李公子有要事相商 失陪一下 萧和转过身 看向一旁的尹雪燕说道 尹雪燕点点头 萧先生 您先忙 之后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萧和与李思聪 一同去到了酒会的一处僻静包间内 等到两人离去 现场众人的目光 大多是集中到了江城和尹雪燕的身上 这前者江城 因为是得罪了萧和 目前内心还是惶恐不安 现在的他 可以说是想走 但是却又不能走 在萧和的态度不明确之前 他哪里都不敢去 因为若是对方真要对其发难 这回到江家 很有可能还会得整个家族带来灭顶之灾 而选择留在这里 如果能够取得对方的原谅 那一切都还没有到绝境 也有着挽回的可能性 至于那尹雪燕 现场众人看其目光 都是一脸的羡慕之一 刚才他们可都是看到了的 那萧和与尹雪燕的关系 明显是不一般的 要不然 对方如何会为了尹雪燕 而与之江城动手呢 小姐 这位萧先生的身份 果然非同一般 在尹雪燕身旁的陈红开口道 嗯 尹雪燕点点头 我猜测过很多 有关于这位萧先生的身份 可就是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会是 洪达集团的大股东 而且 其手中的股份权益 竟然还和其集团掌权人 李建华的所占份额 一模一样 那可是洪达集团的股份 真没想到 居住在我隔壁的萧先生 身份竟然会如此的惊人 尹雪燕看着包间的方向 主动与萧和结交 她这真的做了一个 非常明智的选择 此时 在包间内 萧和正与李四聪畅聊着 虽然看似普通的交流 但是这李四聪 却是在字里行间中 都暗示着 对于萧和身份的叹息 而凭着萧和的头脑 这李四聪想要从中叹息出点什么 除非萧和愿意 否则是根本毫无线索 可序的 在萧和目前看来 自己是何种想法 他肯定是不会轻易的 让李四聪探寻过去的 要知道 这洪达集团 可是一直由李建华所掌控 说是他们李家的固有产业 也不为过 而现在通过无限秒杀软件中 购得洪达集团40%的股份 那不就说明了 萧和在洪达集团中 有用着与李建华分庭抗争的实力 萧先生真是没有想到 您竟然会如此的年轻 李四聪在包厢的沙发上笑着道 与李大公子相比 我只是个寂寂无名之辈吧 萧和淡淡的说道 萧先生 让您见笑了 我这都是些笑名罢了 根本算不得什么 李四聪无奈的笑了笑 虽然自己的名气是比萧和要大 但是这些所谓的名气 真正拿出来说是 那无非都是些笑名罢了 经过刚才与萧和的接触 他能够明显的感受到 对方隐藏的很深 不管他如何的说道 那也是根本没法从其口中 套出任何的有用线索 这次来到物诚与其见面 他可是奉了自家老子的命令 主要就是 想要从萧和的口中 知晓一些对方对于宏达集团 是何等态度 萧和看了看坐在自己对面的李四聪 一脸平和的说道 李公子 对于你的来意 我自然是知晓的 还请你回去转告李董事长 有关于宏达集团的相关管理事务 我萧某人并没有任何的兴趣 李董事长该如何管理宏达集团的内部事务 那大可放心的和从前一样 我这里不会去插手的 对于萧和自身来说 这宏达集团的管理权 对于他没有丝毫的兴趣可言 这整天闲来坐着吃分红 不是更加的轻松便利 何必硬是要把自己弄到那商界争斗中去 听到萧和的话 李四聪也是大喜 他没有想到 这萧和会主动把这些话说于他听 这可是宏达集团 对方竟然会对一个如此的庞然大物 没有丝毫的兴趣 这着实让他有些意外 至于萧和此话的真实性 李四聪仅仅只是稍加迟疑了片刻 就将其抛弃脑后 开玩笑呢 像这样能够默不作声 就一次性收购 宏达集团40%股份的人来说 有必要说这种假话吗 也许在外人看来 他们宏达集团是很大 但是像面前坐着的这位萧先生 既然别人能够如此干脆 甚至在他父亲都还未反映 都来的情况下 就直接收购集团40%的股份 相比其身份 也肯定远非一般可比的 对方背后的真实身份 恐怕还并非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李公子 我们这聊得也差不多了 就这样吧 萧和站起身来说道 既然都已经把话给说明了 他也就没有再继续聊下去的必要了 那好 萧先生 李四聪也是赶忙站起身来说道 本来这次 家父是打算亲自前来务城与您进行会面的 不过因为宏达集团内部的事物比较多 这高层上上下下来往的文件 也需要其一一确认 所以实在是走不开身 对于此 还请萧先生不要见怪才是 听着李四聪的话 萧和淡淡的笑了笑 外界早有传闻 这李董事长可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工作狂 照此看来 还果真如此 这宏达集团如此庞大的一个公司 每天李董事长肯定是得忙着处理各类事物 这没时间也是可以理解的 说到这 萧和继续道 还请李公子回去后 如实告知李董事长 我萧某对于集团公司内部的事情 没有任何的想法 虽然先前已经当面在李四聪面前表明过态度 但是萧和还是得再次补充强调一下才是 萧先生请放心 你所说的这个话 我一定会转告于家父的 李四聪点点头道 行吧 这外面还有着那么多人等着呢 我们再待在包间里面 也有些不合时宜 萧和说着 一旁的李四聪立马上前抢先一步 推开了包间的大门 萧先生 您请 李四聪满是笑容道 见此情况 萧和也不再停留 直接朝着包间外走去 虽然李四聪是宏达集团的太子爷 但是萧和的身份 可是与其老子李建华平起平坐的 就按照这一点来看 这李四聪如此态度 并没有丝毫的不妥知处 两人一前一后的 来到了外面的宾客大厅内 与之先前相比 这宾客大厅内 更显得一丝沉稳 那些先前看似 还比较张扬的富少千金们 在场中也是显得更加拘谨了几分 之所以这样 那还是因为李四聪的到来 以及萧和宏达集团 大股东身份的显露 见到二人出来 众人稍稍一愣 随后便是纷纷热情地迎了上来 都是富家圈子里面的人 不管是萧和还是李四聪 大家都想主动与之结交 看着热情的众人 李四聪倒是早已经习惯了这般环境 也是与众人一一热情回应 而反观萧和这边 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商界名流的酒会 那应付起来自然是有着一些不自在 一个多小时之后 酒会结束 萧和已经记不清自己喝了多少酒 不过因为功能饮料 将其身体进行了极大的改善 尽管喝了不少的酒 但是整体意识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李四聪等人的护送之下 萧和坐上了银雪宴的轿车 随后离去 在车上 陈红认真地开着车 而萧和和尹雪宴则是各自坐在后排的一个位置上 萧先生 关于今天的事情 给你添麻烦了 尹雪宴有些愧疚地说道 这算不得什么事 我相信绝大多数男士 在看到一个女孩子被欺负的时候 那肯定都是会主动站出来的 萧和转头看了看 随口笑道 更何况是尹小姐这般的女孩子 听到这番话 尹雪宴的内心稍微触动了一下 听萧和这话 难道是对自己有着异样的含义 对于自己的样貌和身材 尹雪宴有着绝对的自信 这么多年来 追求她的人 那数量可以用庞大来形容 就像是江城那般的富家子弟也是不少 但是因为尹雪宴自身的原因 一来呢 是因为整日里忙于工作 对于感情方面并没有多想 这二来呢 尹雪宴对于另一半的要求 可是说是非常的严格 像那些普通的富家子弟 她是根本就看不上的 但是现在萧和的出现 似乎让她在内心生起了一丝那种感觉 萧先生 你感觉我美吗 尹雪宴看了看一旁的萧和 突然说出了一句 让自己都有些始料未及的话 萧和 萧和对于尹雪宴的这番话 也有些意外 两者目光向出的时候 尹雪宴在酒精的效果之下 变得有些微红起来 萧和见此情况 微微把头缓缓地朝着尹雪宴的位置 靠了过去 而尹雪宴见状也并没有躲避 就这么在原地乖乖地坐着 这一幕自然也是被前面驾驶座的陈红开在眼中 她更是专心地开着车 以使得车身在行驶过程中保持着更加平稳的态势 萧和凑近到尹雪宴的面前 尹小姐的样貌自然是不差的 萧和笑着道 像是 你这样的女子 想必是满足了绝大多数男人心中的幻想 那对于萧先生呢 尹雪宴突然来了一句 我 萧和倒是没有想到 平时看似高冷的尹雪宴竟然也会有着这般意外的一面 正当萧和准备继续说话的时候 轿车突然来了一个急煞 因为正立坐着的缘故 尹雪宴反应不及时 差点把头撞到了前排驾驶座的靠背上 萧和赶忙移动位置 将其身子揽住 你没事吧 看着怀中的尹雪宴 萧和开口问道 没 没事 尹雪宴摇摇头道 这时候 驾驶座的陈好连忙开口道 小姐 萧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刚才前车来了个急煞 听到陈红的话 尹雪宴没有多说什么 感受到萧和怀中的温暖 她只感觉这一道急煞来的正是时候 两人分开之后 各自坐回到原本的位置上 在驾车行驶了半个小时左右 两人回到了俄岭峰的别墅外 尹小姐 感谢你今天的邀请 我就先走了 萧和说完话 正准备转身离去 萧先生 听到声音 萧和把头转了过去 突然间 一道软软的贴近她的嘴唇 十余秒后 各自分开 尹雪宴有些脸红的开着萧和 萧先生 晚安 啊 晚安 萧和回到别墅 刚把客厅的灯打开 我靠 只见唐灵正斜靠在沙发上 听到萧和的声音 唐灵也是从睡梦中清醒过来 嗯 看见进门的萧和 唐灵有些迷迷糊糊的说道 萧先生 你回来了 嗯 萧和点点头 你这丫头 都这么晚了 怎么也不回卧室去睡觉 反而是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是故意要吓我的吧 萧和有些无语的说道 这还好是睡着了 真要是一个人 就这么目瞪瞪的坐在沙发上 看着自己 那还不吓死个人啊 那个 我见你没回来 有些担心 就在沙发上等了一会 结果没想到最后给睡着了 唐灵站起身来 开口解释道 其实他也不知道怎么的 下午看着萧和坐上饮雪宴的车 整个人就有些混混荡荡的 等到晚上见萧和没有回来 这心里面有些放心不下 也是睡不着 就坐在了沙发上 有什么好担心的 萧和看着唐灵 打去道 哦 我知道了 你是担心我出了点什么事 到时候没人给你发工资 对吧 哪有 唐灵尴尬道 不是这样 萧和确定道 唐灵摇了摇头 当然不是了 你要是真出了点什么事 那我立马就拿着你之前 给我的那张卡 到时候来个写款潜逃 萧和 行了 这时候也不早了 自己早点回房间休息吧 听到萧和的话 唐灵简单的嗡了一声 正当他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萧和紧接着说了一句 唐助理 睡觉前 记得把你嘴角的水渍擦一下 水渍 唐灵用手摸了摸自己嘴边 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一般 他连忙飞快地朝着卧室内跑去 这丫头 萧和摇了摇头 这靠着沙发上睡着了 也不知道做了个什么梦 连口水都清到了嘴角处 感觉到自己现在是一身的酒气 萧和在卧室里面 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后 迅速地朝着洗漱间走去 十余分钟后 舒服地躺在了卧室的大床上 看了眼身旁的手机 萧和将其拿起来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过了凌晨十二点钟 他打开手机 直接点进了无限秒杀软件中 朗月天凤中心公园 无限秒杀价 1888元 朗月天凤中心公园 看到这个名字 萧和似乎有着这么一丝丝印象 不过一时间又有些想不起来了 管他的呢 先买了再说 萧和喃喃自语道 与此同时 也是花费了1888元 将其购入囊中 购买成功 朗月天凤中心公园购置合同已送达 只见在萧和的右手边 不知道何时突然多出来一叠厚厚的购置合同书 既然购置合同书也已经是到手了 萧和饶有兴趣地通过网络点击查看了 有关于朗月天凤中心公园的相关信息 朗月天凤中心公园 位于乌城市与北中心段区域 属于城市私有建设公园 整体占有面积3500亩 耗资20余亿打造而成 公园整体拥有娱乐 休闲 风景区 生态文化区 商业区为一体的大型中心公园体 这是乌城市才建设 使用不到三年的一家大型中心公园 其园内属于面色开放状态 其主要的公园收入 主要来源于其内的设施场地租用等 粗略地看了一下 有关于朗月天凤中心公园的相关信息 萧和一时间也是有些惊讶 这么大一个公园 自己是不是可以在其中修建一处私人别墅 那到时候 以此将其充当为自己的后花园 想一想 到时候邪美同游 散布与花草丛中 这简直是美妙无限好 叮叮 正准备睡下的时候 萧和收到了林小打来的电话 老孝 睡没有 接通电话后 里面传出来林小的声音 你小子这么晚不睡觉 怎么突然间想起来 给我打电话了 萧和笑着问道 老孝 你该不会是把什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吧 电话中 林小开口问道 重要的是 突然他想起来什么 我靠 兄弟 这确实是我的锅 今天晚上参加了一个酒会 这酒喝的有点多 我到现在才想起来 自己这好兄弟林小的婚期就在明天 若不是对方打电话过来提醒 还真有可能忘记了 还好我提前给你打了通电话 要不然可就尴尬了 对面的林小说道 放心吧 所有事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就高高兴兴的做你的新郎官吧 听到萧和的话 林小也是没有任何的担心 两人相处已久 对于自己这个兄弟的话 他是绝对信得过的 挂断电话之后 萧和又给唐林打去了一个电话 让其把车队及其相关人员安排好 等到一切半妥之后 他这才放下手机倒在床头睡去 第二天一早 天都还没有完全常亮 萧和已经是早早的起了床 然后吃过唐林精心准备的早餐 这刚一踏出门 只见在别墅的大门口 总共九辆劳斯劳斯幻影 正井然有序的停在道路的一侧 除了第一辆车以外 在其后每辆车的驾驶座外 还站着一名身穿黑色西装 一脸严肃神情的男子 老板早 见萧和走出别墅 众人齐齐地向其弯腰行了一个礼 这 萧和有些无语地看着唐林 我怎么感觉这阵仗 有些像是黑老大出征一般 萧先生 你之前不是说 要找那种气势族 形象家的司机吗 我这也是 按照你之前吩咐的要求来选取的 唐林一脸认真地说道 好吧 听到这话 萧和也没再多说什么 这心里只感觉 这唐林这助理会办事 选出来的司机 更是有着保镖的驾驶 既然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那就上车出发吧 萧和挥手说道 随后 众人齐齐坐上了车 而萧和则是坐上了 第一辆劳斯劳斯幻影的驾驶座 就这样 在萧和驾驶的头车带领下 九辆劳斯劳斯幻影 整整齐齐地闪动着双闪 竟然有序地前行着 这可不是一般的豪车出行 而是整整九辆 价值千万的顶级豪车队 所到之处 这来来往往的轿车 也是分分避让 不敢与其平行相识 半路上 萧和接到了林小打来的电话 老萧 女人到哪了 萧和淡定地说道 兄弟 放心吧 我已经带着车队到半路上了 最多不过二十分钟以内就能到 那好 我就在小区的楼下等你 十余分钟过去 九辆劳斯劳斯幻影 整齐有序地行驶到了一处小区大门口 门口的安保 因为已经提前收到了 小区内有人结婚的通知 二话没说 便是将小区的大门拉开 这可全都是由劳斯莱斯组成的车队 这几名安保 更是警惕地来到大门的左右 严谨地站着 这万一要是不注意 把豪车给寡蹭了一下 那可真的是炸锅卖铁都赔不起的 在萧和的带领下 九辆劳斯莱斯幻影 朝着小区内部使劲 周边见到此阵仗的路人 也是纷纷停下来观望 这谁啊 用九辆劳斯劳斯来做婚车队 简直也太豪横了吧 可不是吗 之前我结婚的时候 也在网上看过 这一辆劳斯莱斯的婚车 那起租价至少也得五千网上 而且还只有三个小时的租赁时间 兄弟 看来你这眼界有些不行啊 这劳斯莱斯也分了不少的车型 面前这九辆可是劳斯劳斯幻影 而且看样子还是最顶配的 这一辆至少也得打底千万起步 这租金至少也得一个W起步 这九辆统一的价格肯定会更高 我去 照你这么说 那九辆劳斯莱斯幻影的租金 岂不是都要10个W网上 这是什么家庭的孩子啊 另一边 正在楼下等着的林小 也是发现了 正从不远处驶来的 劳斯莱斯幻影车队 等到车队听到林小所在的楼层下方 萧和率先从头车上走了下来 兄弟 怎么样 对这个婚车队还算满意吧 萧和来到林小的身旁说道 还算满意 看着眼前这九辆轻一色 用劳斯劳斯幻影组成的婚车车队 还有那几名身穿黑色西装 神情严肃统一的几名驾车司机 林小都已经是惊讶的 不知道该如何说话了 老肖 满意 你这车队太让我满意了 我林小见过那么多的婚礼车队 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豪华的车队 听着林小的话 萧和笑着拍了拍对方的后背 嗯 满意就好 只不过这美中不足的就是 这九辆劳斯劳斯幻影不是连号的 要是连号的可就该好了 林小 行了 这时候也差不多了 把该准备的都准备一下吧 之后 众人看着对九辆婚车进行着布置 林小 我说 你小子拿着个花篷在哪愣着的吗 萧和刚把头车的彩色丝带绑好之后 看着一旁有些发神的林小说道 那个 老萧 我有点虚 林小看着劳斯劳斯幻影前面的引擎盖 有些不知所措 你虚 你这大早上的 都是准备去迎娶新娘子的时候了 你告诉我有点虚 萧和给了林小一个白眼道 老萧 你这说啥呢 我是看着面前这两劳斯莱斯有些虚 林小开口解释道 这花捧一会要是贴到引擎盖上 这万一搞出点什么印子或擦卦的 我可赔不起 萧和也是反应过来 我还以为什么呢 结果你是在担心这个呀 放心贴吧 这车可没那么脆弱 再说了 就算是弄出点什么印子或刮痕的 到时候也用不着你赔 可是 虽然话是这样说 但是林小的心里还是有着一些担心 别在这废话了 这再耽搁一会 及时可都得过了 见林小有些担心 萧和也是主动去拿过花捧 迅速的调整好方位 贴在了劳斯劳斯幻影的车头引擎盖上 这酒量劳斯劳斯幻影 可都是他的 就算是贴坏了 也无所谓 今天什么事情 都没有自己兄弟结婚来的重要 都准备好了吗 把头车的花捧装束好之后 见接亲的人员都已经陆续上车 萧和转过身 看向身后的八名司机 老板 都已经准备好了 八名司机整齐的回道 那好 上车出发 萧和坐上车 而坐在一旁副驾驶上的林小 内心还是有些激荡 老萧 我们这阵仗是不是搞得有点大了 这九辆劳斯劳斯幻影就已经足够令人震惊的了 而萧和找来的这八名司机看起来也不一般 这让人看起来更像是黑大哥出行一般 兄弟 你紧张的啥 今天可是你结婚 这阵仗当然是得搞大一点才是 萧和说道 放心吧 随后 车队缓缓驶出小区 坐在副驾驶的林小看着萧和 总感觉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兄弟 与以前有着极大的不一样 特别是把在万象来福商业城发生的事情 相互结合起来一看 他内心的猜测心更重 不过稍微一想 他就释然了 萧和是自己的兄弟 两个人的感情是不会有丝毫变化的 不管对方变得如何 至少从现在看来 双方依旧是彼此的好兄弟 就足够了 车队在朝着新娘子家中行进的同时 新娘子这边也是在热火朝天的忙碌着 快 该布置的都得仔细检查一遍 婷婷 我可告诉你啊 一会那林小过来后 你可一定要在她的面前立下点微信 可千万别让她轻易的就给进来了 在红红火火的卧室内 新娘子婷婷正一脸平静的坐在床铺上 而站在床铺上的大姨 这是一个人在那里唧哩呱啦的说个不停 大姨 我都知道了 听着自家大姨的话 婷婷虽然那里面有些不舒服 但是考虑到对方是长辈 而且 今天又是大婚的日子 所以并没有太多的计较 你这丫头 还千万不要嫌大姨我啰嗦 我可告诉你啊 这女孩子嫁人当天 可千万不能让南方就这么得手了 各个方方面面 都得仔细的斟酌一二 你看看你大姐 想当初她结婚的时候 那南方可是派了豪华的奔驰车队 那头车也是用的麦巴赫 这左邻右舍的 看起来多有面子 听到这话 不仅仅是婷婷的脸色不好看 就连在一旁的婷婷父母 脸色也同样如此 这不是变着花样的 在众人面前夸自己女婿吗 不过婷婷虽然心里不悦 但是内心却是不为所动 这结婚看的是以后两个人过日子 这再大的排场 以后过得不幸福也是没用 她相信 凭着林晓的能力 以后一定可以让她过上好日子的 这时候也差不多快到了 那林晓怎么还没到 大一看了看时间 有些刁钻的说道 这大婚的日子里面 可别连及时都给错过了 嘟嘟 就在这时候 小区内响起了几道浑厚的喇叭声响 我靠 你们快看小区里面 站在阳台上的一名青年 忍不住爆出一句话道 在家中等待着送亲的一众亲人 听着声音 皆是朝着青年的位置看去 小陈 你小子在那里惊抓抓的干嘛呢 婷婷的父亲李红问道 二舅 你们快看下面 来了好大一排车队 肯定是新郎来接亲了 听着声音 众人立马围到了阳台处 朝着下方看去 我去 酒辆统一颜色的劳斯莱斯 这车队也太豪华了吧 这车队 应该就是来接婷婷的吧 我看多半就是了 你们看他车身上还扎着花束呢 肯定是来接亲的队伍 众人议论纷纷 不少人也是朝着坐在床上的婷婷看去 这么豪华的接亲团队 被人看在眼中自然是好生的羡慕 不过与此同时 刚才还一脸嚣张得意的婷婷大姨 却是瞬间换了一副嘴脸 劳斯莱斯 还是清一色的 这怎么可能 婷婷家大姨笑着道 你们也都别看了 我之前可是听说了 这南方是让亲戚朋友临时组建起来的一个婚车队 那可是什么车都有 怎么可能是下面那般的豪车车队呢 听到婷婷大姨的话 在场的众人亲朋好友 也是附和着点了点头 贵兰说的不错 之前南方来家里面的时候 我也是一席间听到过 嗯 这南方听说是做烧烤铺子生意的 而且平时还挺节约顾家的 下面这豪车队 也许是小区里面另外哪家人来接亲的吧 嗯 多半就是了 见众人这么一说 大家对于下方的豪车车队 也就不再像先前那般关注了 不过大家心里面稍微还是有些羡慕 若是这豪车车队是来接婷婷的 那众人还可以趁机体验一把这样的豪车 婷婷 这其实也差不多快要到了 你们家新郎官也应该是熟到了吧 这么还没有见个人影啊 婷婷大姨开口问道 听到这话 不单单是婷婷 就连婷婷父母心里也是同样的有些着急 毕竟那么多亲戚朋友都还在家里面等着的 这万一错过了及时 可不是那话给别人说吗 爸妈 你们别着急 我现在就给林小打个电话 看了一眼父母 婷婷赶忙从一旁的伴娘手中拿过了电话 因为先前林小并没有告知婷婷车队的事情 所以这女方都还是蒙在鼓里的 很快电话接通 林小 这时候也都差不多了 你们到哪了 电话里面传出来林小的声音 婷婷 我们都已经到你们小区了 马上就到你们那栋楼下了 嗯 好 这时候也差不多了 你们可得抓紧时间啊 婷婷语气温和的给林小说完后 便是挂断了电话 爸妈 林小说他们已经进小区了 马上就要到我们楼下了 婷婷如实说道 嗯 只要能够及时赶到就行 对啊 这万一错过了及时 始终是不怎么好的 婷婷家的父母也算是好说话 并没有说到太多 不过一旁的婷婷大姨却是开口了 这哪里要到了 整个小区里面就刚才那对豪车接亲队伍 这哪里还有什么其他的混车车队啊 突然 有人开口道 你们说 刚才进小区的那个豪车车队 该不会就是来接婷婷的吧 听新郎官说车队已经进入到小区 更是马上就要到了 所以有人便开始了猜测 不可能 婷婷家老公就是一个开烧烤铺子的 怎么可能请得起这样的豪车车队 婷婷大姨说道 听到这话 在场不少的亲朋好友脸色都是一尘 这别人大喜的日子里 有这么说话的吗 看着周围众人的反应 婷婷大姨也感觉到自己话中的问题 连忙改口道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请这样的豪车车队得花多少钱啊 婷婷家那位本来就节约 肯定不会是的 就在这时候 刚才靠近窗外的那名青年再次开口了 你们快看 那个劳斯莱斯车队在楼下停住了 众人纷纷靠着窗边往下望去 果然 整整九辆劳斯莱斯 整整齐齐的在他们所处的那栋居民楼正出入口停了下俩 而且从车上也是陆续下来了不少的接亲人员 是了就是新郎关的车队 没错 从头车上下来的那个新郎就是婷婷家老公 之前这小两口在订婚的时候也堪认到的 绝对不会有错的 这新郎牛比 竟然请了这么豪华的车队来接亲 简直是威武霸气 婷婷姐 真羡慕你啊 有着年轻的女孩子看着床上坐着的婷婷 眼中止不住的羡慕 此时婷婷的大姨可是说是脸都气歪了 本来还想着自家女儿当初结婚的时候 可是麦巴赫家奔驰的豪华阵容 可谁曾想 自己这个外甥女结婚 这新郎那边请来的 可是酒量清一色劳斯莱斯组成的车队 这两者相互一比较 他女儿那所谓的麦巴赫车队 根本是不值一提的 在楼下 林小这个新郎站在中间位置 而萧和这个伴郎则是站在稍后方 兄弟 激动不 萧和看着林小问道 激动倒是激动 不过这心里面始终是有些紧张 看着林小娜拿着手捧花强装镇定的模样 萧和笑着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你拍个球啊 今天是你们小两口的结婚日子 冲就完事了 其他的别去想 听到好兄弟的话 林小也是点了点头 对 冲就完事了 很快 一众人上楼朝着新娘子家冲去 不过毕竟是结婚 还是得按照新娘子一方的要求来 首先是不能够坐电梯 等一层层楼 一道道关卡的冲上去 才能够去到新娘子家中 众人历经了整整十数分钟的时间 终于是闯到了新娘子家门口 在众人的蜂拥之下 林小也是顺利地进到屋内 把新娘子停停抱起 然后乘坐电梯下到了一楼 此时的居民楼外 九辆劳斯莱斯幻影静静地停着 整整八名西装革履的司机 站立在驾驶座外 见到新娘子家的人到来 几人标准地把车门打开 然后在一旁安静地 等着众送亲人员上车 这阵仗太豪横 简直是让女方家的送亲团队 目瞪口呆 我去 竟然是劳斯劳斯幻影 看样子还是顶配版的 一名年轻男子 看着面前的九辆豪车惊叹道 别在这愣着了 快上车吧 在青年身旁的中年男子笑着道 等你小子结婚的那天 老爸 我也给你整一个这样的车队 青年听到自己老爸的话 无奈地摇了摇头 老爸 我看着就算了吧 这九辆劳斯劳斯幻影的租金 恐怕是高的出奇 而且 这能不能租到 都是一回事 不能租到 中年男子有些不以为然道 有没有你小子说的那名严重 不就是个婚车队吗 这有钱 难道还不能租到 老爸 这可是 九辆劳斯劳斯幻影 而且看样子 还是顶配版的 就目前这市场售价 可是高达上千万一辆 你说那个搞婚车租赁的公司 能够出租得起这样的豪华车队 啊 听到自家儿子的话 那中年男子也是彻底的蒙圈了 真要是照这情况来看 面前整整九辆劳斯莱斯幻影 那总价值可是高达上一元了 这还真不是一般租赁公司 能够租赁得起的 换言之 想要租赁这样顶级的豪车车队 那恐怕得花费至少十万元起步 看到这般豪华的接亲车队阵容 女方家的亲戚们也在感叹 这男方家对于此次婚礼 可谓是花费了极大的一番功夫 等新郎新娘以及一众宾客坐进车内 婚车队缓缓发动驶离小区 因为全程需要婚庆的跟着拍摄 所以在投车的正前方向 多了一辆婚庆的跟拍车 老肖 今天的事情真得谢谢你了 副驾驶坐着的林小开口道 都是兄弟 没有什么谢不谢的 萧和淡淡的说道 林小笑了笑 转过身对着车后排坐着的婷婷说道 婷婷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好兄弟萧和 这婚车车队 就是他给我找来的 而且我们举办婚宴的临江大酒店 也是他帮我们中间协商的 听到自家老公的话 坐在后排的婷婷 看向萧和的方向 也是开口道 萧哥 我们的事情真是麻烦你了 弟妹 我和林小本来就是多年的好兄弟 他要结婚 我这个做兄弟的 自然也得出一份力 这感谢的话就不多说了 一会在宴席上 大不了多敬我一杯酒就行了 萧和非常爽朗地说道 那是自然的 只要萧哥不嫌弃 我们这镜再多倍 也是应该的 婷婷在后排开口说道 一车人有说有笑的聊着 林小看了看手机 对着萧和道 老萧 婚庆那边一会还要去拍摄个外景 地点就在朗月天凤中心公园 朗月天凤中心公园 萧和微微一愣 这也太巧了吧 自己才通过无限秒杀软件 将朗月天凤中心公园的产权拿到手 行吧 我们现在就过去 二十余分钟之后 一众婚车队伍 来到位于YB区的朗月天凤中心花园大门口 因为婚庆公司这边有提前安排 所以众人在其带领之下 很快便来到了一处花园雅阁处 因为朗月天凤中心公园的环境好 而且这个时节 花朵盛开的也非常的灿烂 所以 除了萧和一行人以外 这里还有着不少采风或者旅拍的游人 到了 就是这里了 负责婚庆跟拍的一名摄影师 带着林小夫妇二人 开始在雅阁间进行拍摄 十余分钟后 这婚庆的拍照摄影 也是进行了一大半 这边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拍摄 在这处雅阁的入口处 也是陆陆续续的走进来了一群人 这为首的一名年轻女子 正是当今最为火爆的小花旦 柳思思 这柳思思来此 就是为了给自己 再次拍摄一组写真实照 成经里 那处雅阁是什么情况 在柳思思身旁的经纪人 指着正在雅阁处拍照的林小等人说道 听到这话 那名中心花园的成经里 目光朝着林小等人的方向望了望 随后开口道 邓姐 看样子 应该是在此处拍摄婚庆外景的 这朗月天凤中心花园 自从修建以来 因其景色秀美 所以经常会有婚庆人员 来此处拍摄外景 邓姐 我看他们的婚庆拍摄 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要不就先在这里坐着等等吧 这位中心花园的成经里开口道 不过在听到这话 那位邓姐 却是表现得非常的不满 你说什么 让我们等一下 你知不知道 我们思思的时间有多宝贵 一会在这里拍摄完外景写真之后 可还有着其他重要的事情 这要是把时间往后推 那到时候造成的损失 又由谁来承担 邓姐看了眼成经里 你来承担吗 我 这成经里连忙摆手 这柳思思真要是因为耽误时间而造成了损失 那可不是他一个区区的经理能够担待得起的 我什么我 你要知道 我们思思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哪怕是耽误一点 那也是巨大的损失 一旁默不作声的柳思思 看了看不远处的雅阁方向 邓姐 要不就先等等吧 毕竟别人今天大婚之日的 我们突然让别人离开 确实是有些不妥 要不就先等等吧 这怎么行呢 邓姐看向一旁的成经里 成经里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这成经里自然知道邓姐的意思 看着不远处正在拍照摄影的几人 她稍微一想便是自己走了过去 自己可是受了上级领导的吩咐 专门来此负责接待柳思思一行人的 万一因为这么一点小事把人给得罪了 到时候领导怪罪下来 她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 考虑到自己的饭碗 这成经里只能是选择照办 至于一旁的柳思思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成经里来到林小等人所在的雅阁位置 几位游客 你们好 成经里上前对着几人说道 你好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林小瞥了一眼成经里胸前佩戴的标章 开口问道 先生 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需要临时被征用一下 所以只能麻烦你们稍等换一个位置 成经里略带歉意的看着林小说道 原来是成经里啊 一旁的婚庆负责人笑着上前道 成经里 我们这还有一会就好了 要不您稍微再给一点时间 成经里摇了摇头 若是平时倒没什么 不过今天是真的不行 您就稍微通融通融吗 那名婚庆负责人笑着上前 从烟盒中准备抽出一支香烟 朝成经里递过去 成经里直接伸手将其推了回去 兄弟 今天真的不行 建成经里和那个婚庆负责人 在一旁推散着 不远处的邓姐也是上前道 别在这磨磨蹭蹭的 快点把你们的东西收拾一下走人 你是什么人 这里明明是我们先来的 凭什么要让我们走 林小朝着邓姐的方向望了望 对于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这个嚣张女子 非常的生气 一旁的萧和健壮 也是微微一愣 这咋叠 经自己的后花园 还有被别人撵出去的道理 不过正当她准备开口说话的时候 在一旁的那位婚庆负责人突然开口 这位女士 请你遵守一下先来后到的原则 若是你们需要用到这里的场地 那麻烦等我们拍摄完再来 先来后到 那邓姐听到这话 不由得冷笑一声 成经里 邓姐淡淡的说了句 邓姐 你稍等一下 这事情我马上就解决好 成经里看了一眼身旁的那位婚庆负责人 随后提醒道 兄弟 这个位置 你们就先让一让吧 这群来人 你们是招惹不起的 成经里 这场地 我们现在也在使用啊 而且我们这是婚庆的外景拍摄 两位新人也是赶时间的 真要是折腾一番 到时候这婚庆摄影的时间都给浪费了 那名婚庆负责人说道 哎 兄弟 我实话告诉你吧 这邓姐是那个当红小花蛋柳思思的经纪人 那柳思思 你应该知道吧 就在那边木椅上休息的那位 一会他要在这里拍摄一组户外写真 而且我还听人说 对方这次拍摄的户外写真是为了给宏达集团的一个策划项目做宣传 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应该不用我给你多说什么了吧 一会真要是出来什么事情 那可别怪我没有给你们提醒啊 听完成经理的话 这名婚庆负责人也是面色一正 成经理 你没开玩笑 这是真的 那名婚庆负责人确认道 成经理点点头 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吗 若是对方身份普通 那上头也没必要派他一个经理 过来接待负责了吧 当知晓对方身份之后 这名婚庆负责人态度 也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那柳思思 作为当红的演艺圈小花旦 其背后的影响力 自然是不用多说的 像他这么一个搞婚庆的小商户 完全没必要和这般人发生摩擦 我应该称呼您邓姐吧 这婚庆负责人 一脸羡媚的看着邓姐 您稍微等一下 我现在就去和那边的新郎新娘说一下 说完我们就走 搞快一点啊 这要是浪费了时间 看你们怎么陪得起 邓姐一脸高傲的说道 常年混迹于娱乐圈 这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这邓姐根本就没有把在场的这些人 给看在眼里 您放心 我们马上就走 婚庆负责人 点头哈腰的来到林晓这对新人身边 两位新人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拍摄吧 听到这话 林晓和婷婷互相对望了一下 随即也是点头答应下来 毕竟刚才几人的一番谈话 他们也是听在耳中的 对方的来头不简单 他们只是普通人 没有必要因此而与之发生不必要的摩擦 行吧 我们收拾一下东西 抓紧时间换个地方拍摄就行了 林晓开口说道 而一旁的萧和本来还准备说到几句的 不过见自己这个好兄弟这般说了 那他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发言了 虽然说只要自己表明身份 那这事就可以迅速解决的 就算对方是再大的明星 也没有丝毫的用处 但是考虑到林晓今天结婚 这大喜的日子里面 也是没必要闹出点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出来 一行人简单的收拾了一下东西 准备离去 别在那磨磨叽叽的 这一会耽误了时间 把你们卖了都赔不起 那邓姐看着众人 在一旁叽叽歪歪的说个不停 就在众人从邓姐身旁走过的时候 对方稍微挪动了一小步 很不凑巧的 踩到了新娘子婷婷的长裙一脚 啊 婷婷一个重心不稳 差一点直接摔倒在地 还好一旁的林晓反应够及时 直接伸手将其给扶住 婷婷 你没事吧 林晓关心的问了一句 随后把目光朝着那邓姐盯了一眼 看什么看 是她自己走路不长眼睛的 关我什么事 我没怪她就算好的了 邓姐一脸淡然的说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林晓直接停住了脚步 本来想着心平气和的 把地方让出来就行了 可没想到 对方不但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 还一副气焰嚣张的样子 小子 我难得给你磨蹭 快点带着人闪一边去 听着那邓姐的话 林晓肯定是不一的 这种情况 她若是不给自己老婆讨回个公道 那还算是个男人吗 让我们闪一边去 本来是打算给你们让位置的 不过现在 这位置 我们不让了 林晓对着不远处的那名摄影师说道 都回来 这婚庆摄影 我们就在这里拍了 其他地方哪也不去 这 摄影师和婚庆负责人 互相对望了一眼 显然是有些不知所措 哟 还不走了 邓姐面色不悦道 行啊 既然你们自己不走 那我找人送你们走 邓姐朝着柳丝丝那边的方向 看了一眼 随后对着几名保镖模样的男子 挥了挥手 你们几个丢过来 快把这几个家伙 给我撵出去 听了邓姐的吩咐 那几名保镖模样的男子迅速上前 来到了雅阁的位置处 林小 要不这是就算了吧 看着几名气势汹汹的保镖 站在林小身旁的婷婷 开口说道 不行 那女的差点害得你摔倒受伤 这是无论如何 都不能就这样算了 林小语气坚决道 行啊 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点什么花样 邓姐一脸默示的说道 给我上 把他们给我撵出去 邓姐 你这样 怕是不怎么好吧 那程经理连忙上前劝住道 上头领导派他来接待邓姐一行人 但若是发生点打架斗殴的事情出来 这也是不好交代的 你管那么多干嘛 自己闪一边去 这里没你的事 邓姐直接道 你们这出了点什么事情 上面的领导怪罪下来 我这也不好交代啊 程经理焦急道 邓姐没有在过多的理会程经理 只是一脸冷意的看着林小一行人 林小看着几名保镖朝着自己等人走来 这打肯定是打不过的 他下意识地转过身去 将婷婷给护在了怀中 在众人看来 林小和邓姐这么一群人起争执 那绝对是吃亏无疑 不过就在这时候 萧和站了出来 怎么 这所谓的明星就那么了不起 这场地是属于免费开放的 既然是赶时间 那就自己早点来啊 难道仗着个小明星的架子 还对我们让位置不成 萧和并没有什么追星的爱好 甚至于看到 现在网上经常报道出来的那些个明星丑闻 对其反倒还没有多大的好感 小子 你想挑事 邓姐听着萧和的话 有些不满道 萧和笑了笑 上前挤不到 这挑事的可不是我 而是你们 我管你那么多 邓姐对着面前的几名保镖说道 别在这愣着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几名保镖听后 迅速地朝着萧和等人包围过去 小子 老实点 只要你们让出这个地就行 这要是不走 那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几名保镖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毕竟他们并不是打手 只是想着 尽快把萧和等人赶走就行 看着包围过来的几名保镖 萧和一动也不动 等等 不远处的柳思思 也是快步走了过来 她看了一眼萧和等人 然后又把目光 放到气焰嚣张的邓姐身上 邓姐 我看这事情就算了吧 就让他们先拍吧 反正也等不了多少时间呢 柳思思语气温和道 邓姐听后摇了摇头 思思 这时间可等不得 你今天拍摄的 这组户外写真照 可是用于和宏达集团的合作上 这其中的照片 必须是精挑细选的 容不得一点马虎 等到拍摄完后 我们一会还得有其他的安排 这时间上 都是层层安排过来的 必须得抓紧时间才行 对于邓姐所说的话 柳思思也只能是点了点头 作为公众明星 这时间上面 确实是非常宝贵的 自从自己出道以外 所有的场合活动出席 都是由邓姐安排的 柳思思自然也知道 对方是为了他考虑的 不过看了看 林小和婷婷身上 穿的婚礼服饰 她还是有些犹豫 邓姐 要不我们稍稍等等 毕竟别人今天 这大喜的日子 我管她什么大喜的日子 邓姐没有听柳思思的话 立马对着那几名保镖道 搞快点 别在那磨磨蹭蹭的 这为首的一名保镖 见萧和没有动静 便是准备动手了 不过萧和的动作更快 反手直接扼住了 对方的手腕 还是个练家子 为首的这名保镖 有些意外的看着萧和 不过练家子又如何 他们这些能够做保镖的 哪个不是练家子 几个人加起来 难度还制服不了一个 看似才二十多岁的青年 不过接下来 注定要让他们失望了 萧和仅仅只是出了几下手 这几名保镖 便是齐齐瘫倒在地 你 你 看着躺在地上 哀嚎的几名保镖 邓姐也没有想到 对方会这么的难对付 老笑 你这什么时候 变得那么厉害了 一旁的林小 也是一脸目棱地看着萧和 两人相识那么多年 他并不知道 萧和还有着如此好的一番身手 呵呵 没事的时候 在家随便练了练 萧和淡淡一笑 你哦 等有时间也教我几招 这以后用来防身什么的 再合适不过了 林小说道 行 等有时间也教你几招 听着两人的对话 那邓姐脸都要气炸了 自己这边的几个保镖 看起来倒是五大三粗的 可这么一瞧 简直就是废物 这么多人还收拾不了对方一个人 程经理 你还在那愣着干嘛 看戏吗 邓姐转头看向一旁的程经理 语气不善道 我 程经理无奈地看着萧和 邓姐 你这那么多的保镖 都不是人家的对手 我这么一个不会拳脚功夫的人上去 那不是自讨没趣的吗 你白痴啊 邓姐气得直接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是黄总吗 我是现在就在朗月天凤中心公园的美河谷 不过在这里遇到了一些麻烦事 需要你过来处理他 没错 对方还打伤了我们手下的几名保镖 你最好快一点过来 简单地交代几句之后 邓姐迅速地挂断电话 小子 我看你还能狂妄到什么时候 邓姐气鼓鼓地瞪着萧和道 刚才她已经给中心公园这边的一位高层负责人打去了电话 对方现在正带着十数名安保人手朝着这边赶来 任凭面前的这个青年身后再好 一会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喊人了 萧和转头看向一旁的林小 兄弟 这婚礼的时间来得及不 现在还早 时间上是完全来得及的 不过 林小走到萧和身旁 小声说道 老萧 我看这事情要不就算了吧 对方不仅是明星 似乎还和中心公园的管理那边有些关系 没必要和他们争论什么 想就这么算了 我告诉你们 没门 邓姐突然间开口道 萧和无奈地耸了耸肩道 你看到了吧 对方显然是不打算放过我们的 啊 林小有些复杂地看了看萧和 老萧 你有没有把握 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 林小心里面肯定也是有些担心的 萧和笑着道 放心吧 你就安安心心地拍照摄影 这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好吧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林小也是无从选择 只能是叫上一旁的摄影师继续拍照摄影 见对方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那邓姐伸手把眼前的这个青年给活撕了 可是迫于对方的伸手 她只能这么干看着 十分钟左右 一名身穿西装的男子走了过来 在其身后还跟着十数名中心公园的安保人员 邓姐看到来人立马委屈地上前道 黄总啊 你可算是来了 邓姐 你们这是什么的情况 这黄总看了看那几名衣着有些脏乱的保镖 这不是在公园里面拍户外写真的吗 怎么还和人动起手来了 黄总 就是那个家伙 他霸占了我们事先选好的地盘 更是还出手伤人 邓姐指着萧和 一脸委屈道 什么 这位黄总神色有些生气道 程阳 我不是让你好好接待邓姐他们的吗 你怎么给我把事情搞成了这般模样 黄总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闹成这样 程阳一脸的委屈 本来是没什么事情的 鬼知道这个邓姐那么会惹事 我懒得听你那么多解释 这位黄总看了看萧和 又把目光转移到一旁正在拍摄的林小几人 行了 行了 我们园方需要征用这处场地 麻烦你们几位游客去其他地方拍照 这黄总作为中心花园的高层管理 自然也不方便直接出手赶人 毕竟把事情闹大了 也会影响到公园方面的声誉 凭什么 这里是朗月天凤中心花园的公用场地 你凭什么搞区别对待 这时候 萧和开口了 凭什么 黄成和笑了笑 我是朗月天凤中心花园的厂务负责人 你说 我凭什么 从黄成和的话中 可以感受到一股深深的不屑 一旁的邓姐等人看着萧和 也是如同看待傻子一般 这青年该不会认为自己 有着几下拳脚功夫 就可以在这里耀武扬威的了吧 黄总 我们思思赶时间 这是 你可得看着办吧 邓姐语调怪张的开口提醒道 黄成和听后 立马笑着道 邓姐 你放心 既然今天我来了 那这事情 就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这柳思思来朗月天凤中心公园拍照 她这个作为场务经理的 可是从中收了不少的好处 并且 凭着柳思思的人气 也可以更好地为中心公园 做一场高效的宣传 到时候效果突出 上面的领导一高兴 那对于他的事业 也是有着极大的帮助 现在有人突然站出来捣乱 那自然不是他能够允许的 几位游客 麻烦你们换一个地方 黄成和上前开口道 老笑 我们这摄影拍照也差不多了 要不就换个地方吧 林小看着对方这般阵仗 也是没打算再继续待下去 没事 你们继续做你们的事情 这里由我来搞定 萧和平静地说道 你来搞定 小子你这年龄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 行啊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样搞定 黄成和一脸冷笑地看着萧和 随后对着身后的一行安保人员挥了挥手 听到自家老大的吩咐 十余名安保人员一窝蜂地朝着萧和围了上去 就在众人准备动手之际 住手 你们都快点给我住手 不远处 一名身穿西装的中年男子气喘吁吁地朝着众人的方向走来 刘总 看到来人 刚才还意气风发的黄成和也是微微一愣 因为朝着他们赶来的这个刘总 正是朗月天凤中兴花园的总经理刘华峰 对方也是他的直属上司 这位领导可是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 今天怎么会这般急冲冲的模样出现 刘总 您这是 这刘华峰来到众人的位置 根本就没有丝毫理会黄成和 静止地朝着萧和所在的位置赶去 老板 实在是不好意思 让您久等了 我不知道 您这么早就到中兴花园来了 刘华峰来到萧和的面前 一脸歉意地说道 此景之下 众人皆是疑乐 老 老板 这什么情况 怎么刘总在那个青年的面前显得如此恭敬 谁知道呢 该不会真是我们的新老板吧 多半就是了 要不然堂堂的总经理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番惊人的举动 那黄成和也是表现得一脸的不知其所以然 作为公司的厂务经理 也算得上是一个高层管理人员 所以这中兴花园的老板 他自然也是认得的 根本就不是眼前的这个青年啊 刘总 这怎么能 我们中兴花园的老板 也不是他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黄成和开口问道 刘华峰冷冷地看了一眼黄成和 随后开口说道 我们朗月天凤中兴花园在昨日进行了产权变更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位肖先生就是我们的新老板 什么 这小子是朗月天凤中兴花园的新老板 黄成和难以置信道 听到这话 那刘华峰面色一沉 黄成和 你个家伙在乱说些什么 你竟然称呼肖老板叫小子 不是的 刘总 黄成和赶忙间摇头道 这小子 不对 因为是肖老板才对 我 你别在这里 给我叽叽歪歪的 刘华峰听到黄成和的话 生怕一旁的肖和会因此而生气 老板 实在是不好意思 因为这产权变更的时间太快 我还没有向手底下的人公布消息 希望您千万不要介意 对于刘华峰的话 肖和也没有过多的理会太多 毕竟这产业大了 手底下的人一多 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情况 行了 这些事情我都不想过问 肖和看着一旁的黄成和 随口道 对于中兴的管理方面 我还得好好的找你问个话 老板 您说 刘华峰一脸恭敬道 作为中兴花园的管理方总经理 他自然是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有关于肖和这个新老板的相关信息 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竟然会在如此早的时间里面就来到朗月天凤中心花园 在他的心里 那立马想到的就是视察 对方很可能是刚接手朗月天凤中心花园 想着来一个突击检查 查看一下他们管理方的工作情况 不过看现场这副情况 显然这结果有些不太理想 刘总 我想知道 在朗月天凤中心花园的管理上 你们是否存在对于游客群体的特殊对待 肖和淡淡的说道 特殊对待 刘华峰想了想 然后朝着一旁的黄成和看去 黄经理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我 黄成和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他哪里知道面前的青年会是中兴花园的新老板 要是知道说什么也不敢做出这般举动 刘总 我错了 黄成和对着刘华峰说了一句 然后又一脸惊惧的来到肖和的面前 肖老板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知道您的身份 要是您一开始就说出自己的身份 那就是借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对您无礼 哦 肖和淡淡的说道 听你这口气 那是在怪我没有一开始就告诉你身份了 不 不是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黄成和赶忙兼摇头道 自己只是一个厂务经理 自家公司的老板来此 哪里还需要想他表明身份啊 自己这不是明摆着做死吗 见黄成和在一旁支支吾吾的半天 说不出一句话来 刘华峰最后把目光放到了一旁的程经理身上 小程 你把整件事情的经过 全部一五一十的告诉我 若是有半句假话 那立马拿着东西 给我滚蛋 刘华峰言语逼问道 我说 我说 这总经理亲自逼问了 他这么一个比黄成和还小的蚂蚱 自然不过弄虚作假 刘总 事情是这样的 一开始 黄经理让我负责接待一下 今天来此 拍摄写真照片的柳思思小姐等一行人 不过在来到拍摄场地的时候 却是发现 萧老板一行人 已经在这里进行拍摄了 然后 程经理一五一十的 将事情的经过 全部都说了出来 其中没有半句的假言 听到这话些的刘华峰 那看向黄成和的眼神更是无比的犀利 若是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那这黄成和恐怕是灰都剩不下一点了 黄成和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 刘华峰直接抓住黄成和的衣领子 那言语更是无比的暴怒 我这平时可是一直在告诉你们 这中兴花园一切平等 坚决不允许搞出那些特别对待的事情 可是 你倒好 作为厂务经理 本应该恪守本职工作 没结果 竟然还做出这般损害朗月天凤 中兴花园声誉的事情 你是把我平时的话 都当成耳旁风了不成 听到刘华峰的愤怒声 黄成和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本来还想着 能够在柳丝丝一行人的身上 捞到一些好处 然后再借此机会 给中兴花园做出一些相关宣传 以此达到两方收益 结果谁曾想把事情 给闹到了如今这一地步 刘总 虽然我是朗月天凤 中兴花园的老板 但是这里平时的管理工作 可都是你一人经手的 今天这事情 也就是出在我们这一群人身上 若是出在其他游客的身上 那结果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这最终应该如何处理 你心里应该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吧 虽然萧和是言语平静地说着话 但是越是这样 带给刘华峰等人的压力 也就越大 因为是新老板 大家都不知道 这位新老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其处事风格也是极其的陌生 萧老板 您放心 我一定会做出一个 让您满意的结果出来 刘华峰看了一眼黄成和 开口道 黄成和 作为中兴花园的厂务经理 你非但没有做好自己 分内的工作事务 对我们朗月天凤 中兴花园的声誉 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我现在以总经理的身份 明确告诉你 你已经被公司开除了 刘华峰说得非常的直接 并没有丝毫的犹豫 出了这样的事情 不管是谁 肯定都是选择了明哲保身 自家新老板正在气头上 这万一迁怒到自己身上 可就真的得不偿失了 刘总 您千万别开除我啊 黄成和一脸惊恐道 他可是花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坐上了厂务经理这个位置的 先不说这朗月天凤中兴公园的薪资待遇 远比同行业的要高尚不少 就他这个职务 其中每年也是能够捞到不少的油水 若是就这么被开除了 那他先前那些的努力就真的白费了 而且还有后续的房贷 车贷 生活开支等等压力 这可真的是彻底的完蛋了 以他现在的消费水平来看 想要再找到一家同岗位待遇的 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任凭黄成和在一旁如何的苦苦求饶 这刘华峰眼睛都不眨一下 你们还愣着干嘛 刘华峰看着周边的一群安保人员 说道 没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吗 把这个黄成和给我赶出去 一群安保这才反应过来 距离最近的几名安保直接出手 驾着黄成和便是迅速离去 处理完黄成和的事情 萧和再次把目光看向了邓姐一行人 萧老板 他们要怎么处理 刘华峰灵机的看向了邓姐一行人 从刚才成经理的话中来看 今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情 那归根结底与邓姐一行人 是脱不了干系的 除此之外 他还了解到 这柳思思来朗月天凤中心公园 拍摄户外写真 其根本目的 也是为了宏达集团的一次活动宣传项目 对于这等身份和来意 他们这边还真的有些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虽然买下这个朗月天凤中心公园 也侧方面的说明 自家老板的身份不凡 但是宏达集团 可是现如今华国建筑行业的一流企业 其背景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若是对于邓姐一伙人处理不当 那后面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麻烦事 至于他们 萧和把目光看向了邓姐等人 怎么 你们还想人多欺负 人少不成 那邓姐看着四周的安保人员 内心有些紧促的说道 说实话 对方这般人多势众的 他们这边也就只有 他和柳思思 在外加两个助理和四名保镖 最主要的是 这四名保镖 还被萧和刚才给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现在看其模样都是虚的 若是真动起手来 那结果可想而知 哼 我们欺负人 萧和面色讥讽道 这从史志中 我可都没有主动动过手 至于刚才那也 完全是处于自我保护 说完话 萧和把目光看向了 还在一旁的城经理 听你说 这柳思思拍摄户外写 真是与宏达集团有什么合作 对吗 没错 老板 从一开始 那黄承河让我过来接待柳思思等人 就有说过这个事情 城经理如何说道 宏达集团吗 萧和笑了笑 既然是一家人 这种事情就好办不少了 对于萧和的话 一旁的刘华峰 听得有些云里雾里的 老板 需要我怎么做 刘华峰问道 不用 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 萧和淡淡地说道 既然你们 是和宏达集团有合作 那我可以直接 和你们明说了 两者之间的合同 正是取消了 萧和看着一旁的邓姐说道 合同取消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虽然是 朗月天凤中心公园的老板 但是我们只不过是 借用了一下 你们这的场地取景拍摄罢了 我们是和宏达集团 签署的合作 和你根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就凭你说 合同取消就取消 搞笑的吧 邓姐不以为然道 虽然知道萧和的身份背景 不一般 但是这中心公园和宏达集团 可是不同的两家公司 他可不认为 对方能够做得了什么 你马上就知道 我是谁了 萧和拿出手机 立马拨通了一个电话 小子 你以为自己是 宏达集团的老板啊 我倒要看看你 怎么能够凭着一句话 就取消我们和宏达集团的合作 邓姐显然是不相信萧和的话 虽然对方是 朗月天凤中心花园的老板 但是和宏达集团 那样的顶尖企业比起来 那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而且 他们和宏达集团一方 可是签订了合同的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的一句话 就终止合同 老板 萧和淡淡的笑了笑 自己虽然不是宏达集团的老板 但是也没什么区别了 在萧和身旁的林晓 也是一脸的冷 自己这兄弟 是什么的情况 这一会和万象来福商业城 有着某种联系 现在又成了朗月天凤中心公园的老板 而且从刚才的话里面来看 似乎还和宏达集团一方有着某种关联 想到这一切 让他感觉有种极其不真实的感觉 很快 萧和的电话打通 萧先生 你这突然打电话给我 是有什么事情吗 电话里面传来李四聪的声音 显然这李四聪 对于萧和给自己打电话 有些意外 李公子 这找你 自然是有事情询问一番 萧和淡淡的问道 我听说宏达集团有着一个新项目 找了一个女明星 合作拍摄宣传广告 嗯 萧先生 你怎么会突然对这件事情上心了 因为之前 萧和可以明确表态过 绝不参与宏达集团内部的相关管理工作的 对方现在突然间打电话来询问这事 自然是让他心生警觉起来 听到李四聪的话 萧和自然也是明白 对方心中所想 你放心 对于集团内部的事情 我并不关心 不过以我的身份 想要插手这点事情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萧和这一番话之下 电话对面的李四聪瞬间松了一口气 萧先生 瞧你这话说的 以你的身份 那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李四聪开口问道 你是对那个柳思思感兴趣 我对这些个明星戏子 没有丝毫的兴趣 我打电话过来 就是想要告诉你 立马把拍摄宣传广告的人给我换了 并且以后所有宏达集团所参与投资的项目 都不允许与之合作 萧和迅速把话说完 也不等对面的李四聪询问原因 便直接把电话给挂断 一旁的刘华峰 看着自家老板这番举动 心里也是开始猜想 难道自家老板 与宏达集团方面 也有着关系 能够直接以这般吩咐的口吻说话 似乎在宏达集团的身份 还不简单 而一旁的邓杰 把萧和的举动看在眼中 心里却并没有将其当成是一回事 还真没想到 你小子那么会装 想要通过一个电话 就把我们和宏达集团的合约取消 你真把自己当成是宏达老总了 一旁的柳思思听到这话 伸手拉了拉邓姐 姐 我看差不多得了 这事情闹大了 影响不好 柳思思并没有像邓姐那般 蛮横无理 今天这事情 本来就是他们这方理亏 不过邓姐 作为自己的经纪人 公司下派的所有行程 以及活动安排 都是对方在负责 她也不好与气气争执 思思 你别担心 这小子虽然是中兴公园的老板 但是与我们合作的 可是宏达集团 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联 那是她一个电话 想取消就取消的 邓姐依旧是一脸自信道 就在这时候 邓姐的手机铃声响起 看来电梯室 是他们所属的娱乐公司打来的 小子 你不是厉害吗 公司那边正好给我打电话过来了 我带你听听 我们和宏达集团一方的合同 到底是怎么样的 说着话 邓姐极其自信的 把手机的免提打开 她根本就不担心 有什么意外发生 公司现在打电话过来 那绝对是想要询问 有关于广告宣传拍摄的进度情况 喂 邓姐刚一开口 电话对面就突然响起了一阵暴怒声 喂你大爷 邓方 你特么的在给我搞什么玩意 我不是让你给我把这次 与宏达集团的合作 紧盯仔细的吗 为什么现在对方突然打电话过来 说是要终止合作了 什么 邓姐慌了 杨总 这怎么可能 我们的拍摄一直都跟得很紧的 而且所有的拍摄都是根据宏达集团一方的要求来严格执行的 对方怎么可能会突然间要求终止合作的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你现在还好意思问我 电话里面的杨总面色冷沉 我告诉你 这取消合作的事情是宏达集团的李大公子打来的 对方已经明确表态了 这次的合同取消作废 为了能够让柳思思接下与宏达集团的这个合作 我们娱乐公司可是花费了极大的代价 更是把柳思思不少的节目档期都给延后或者取消了 你知道这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不仅仅是取消这次的合作 而且宏达集团一方还明确表明 以后凡是有宏达集团参与投资的影视娱乐等项目 都不得再与我们娱乐公司合作 听着电话对面的声音 邓杰已经是彻底了愣住了 宏达集团在影视娱乐方面的投资非常的广 凡是电视荧幕上的大剧 基本都有他们参与其中 若是对方所说 那他们娱乐公司以后的处境绝对堪忧 甚至是会被绝对性的封杀 想到这一切 邓杰把目光看向了一旁的萧和 他脑子就算是再笨都知道 今天自己真的是闯祸了 眼前的这个青年 不单单是朗月天凤中心公园的老板那么简单 对方就算是在宏达集团其身份 肯定也是非同小可 不然怎么可能凭着短短几句电话的功夫 就引起这般反应 邓方或是你闯下的 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代价 必须得让宏达集团一方收回决定 如若不然的话 你应该知道会有着怎样的后果 哼哼 对方说完话 果然的挂掉电话 从叫骂声中回过神来 先前还不可一世的邓方 立马看向一旁的萧和 萧先生 我错了 求你原谅我吧 错了 对于邓方的道歉 萧和直接不予理会 就这种吃软怕硬的货 不给对方一个狠狠的教训 怎么可能 你现在也不用给我废话那么多 带着你的人 给我早点从这里离开 要不然的话 萧和把目光看向一旁的刘华峰 对方很明确的走上前来 既然我们老板都已经说了 别那么多废话 带着人赶紧离开 刘华峰招呼着身边的一些安保人员上前 这女人得罪了他们的老板 自然不可能这般轻易放过 萧先生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邓方说着话更是跪到了地上 而且还伸出自己的右手朝着脸上删去 我错的 我真的错了 他现在已经是别无选择了 若是不把萧和这里搞定 那公司与宏达集团之间的合作肯定是破裂了 真把事情闹到了那种程度 那自己背后的那个老板肯定也是饶不了他的 横竖都是一个死 他只求萧和能够放他一条生路 刘总 动手吧 萧和在一旁淡淡地说道 听到吩咐 刘华峰这个中心公园的总经理亲自上手 招呼着一众安保人员朝着邓方等人委屈 没听到话吗 我们老板都已经发话了 你们若是再不走 那可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了 刘华峰说道 等等 这时候 在一旁的柳思思突然上前走了几步 他来到距离萧和仅仅只有两米不到的位置处 萧先生 我带邓姐向您道歉 希望您大人有大量 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先前的事情确实是我们的错 这次的拍摄对我非常的重要 希望您能够给一个机会 柳思思一脸愁虑地说道 好不容易成为了娱乐圈里面的当红小花蛋 特别是这次与宏达集团的合作 对他而言更是重中之重 若是就这么取消 那对于他来说 真的是极大的一个损失 而且从刚才电话里面所知 宏达集团一方更是严厉指出 凡是今后所有有关于宏达集团参与投资的影视娱乐项目 都不允许他背后的娱乐公司有所染指 就目前来看 这个指令到底是针对他 还是他背后的娱乐公司也说不准 但是无论如何 因为今天这事的发生 他往后的娱乐圈生涯算是暗淡了一大半 别看他现在是当红的小花蛋 但是在那些大集团势力的眼中 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想要遏制 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罢了 萧和看着面前的柳思思 面色没有丝毫的变化 只见他朝着前面挪动了两小步 在近距离之下 柳思思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更是从心底里生起了一丝巨意 我为什么要给你一个机会 你又有什么值得我给你机会的 萧和看着眼前的柳思思 只是一脸轻描淡写的说了两句话 我 这话听在耳中 柳思思根本没有半分可以反驳的话语 对啊 别人凭什么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自己这明星的身份 也是在大多数人眼中是高不可攀 令人崇拜的 可是想对方那样的身份 恐怕是没有任何一丁点的作用 柳思思现在心里面都已经非常的后悔了 先前邓芳在挑事的时候 若是自己上前出言制止 那现在也不至于把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 这一切的一切说到底 自己也是有着相应责任的 既然出了问题 那就得承担相应的结果 这边 萧和简单的交代了刘华峰几句之后 便是带着林小等人离去 自己兄弟结婚 虽然时间上还早 不过这婚庆跟拍摄影的事情搞定之后 也没有必要再继续待下去 而另一边 看着萧和离去的背影 柳思思眼角更是急得闪烁出点点泪光 他出道这么些年 还没有被那个男性这般对待过 看着一旁瘫倒在地的邓芳 联想到先前发生的一切 还有那萧和刚才对他所说的话 他知道 这事情是没那么容易了解的 重新回到车上 老萧 你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又成了朗月天凤中心公园的幕后大老板了 副驾驶坐着的林小 此时正一脸惊诧地看着萧和 刚才在公园里面人多 而且又要光顾着婚礼上的事情 所以一直是压着心里面的疑惑 你想知道 萧和看着林小道 林小点点头 你这说的不是废话吗 我现在对你可以越来越好奇了 总感觉你和之前相比变了好多 简直看不透 看不透就对了 其实啊 我是一个富二代 现在不得及 只能是回家继承家业去了 萧和一脸认真的说道 我信你个鬼 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林小翻了一个白眼道 对于萧和 他是再清楚不过了 对方是什么家境 他不会完全了解 但是也差不了太多 不过见萧和不说 他也就没有多问 反正两人之间的兄弟情谊 是做不了价的 有着这么一个大老级的好友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 婚车队一路行进着 等到半个多小时以后 才到达了举行婚庆的 林江大酒店 因为萧和的特意吩咐 这酒店方也是 各方面都做得非常的足 这更是使得整个婚礼现场 看起来极具高端奢华 对于眼前的这一幕幕 林小自然也知道 这多半是萧和的照顾 作为新郎 林小事情很多 在简单的跟萧和打过招呼之后 便离去 这时候 萧和也是不急不慢的去到车库 在刚才驾驶的那辆 劳斯莱斯幻影头车里面 出去来一个黑色的口袋 自己好兄弟结婚 他自然也得表示表示 来到宴会的宾客接待台前 萧和把拿在手里面的黑色口袋 放在了接待台上 萧和 萧和 水里二十万 听到这话 那名负责登记宾客 水里信息的南方亲戚 也是微微一愣 小伙子 你说你水里多少 大叔 我水里二十万 看了一眼面前的黑色口袋 仔细地清点了一下其中的数额 负责登记的南方亲戚 这才拿着记号笔 在账簿里单上 写上了一串信息 萧和 里经二十万 看着萧和离去的背影 这负责登记的南方亲戚 内心无比的震惊 这水里可真都大方的 物成的水里金额 普遍也就在五百到一千左右 这青年整整二十万的水里 比起其余的总额 还要多少不少 萧和随完里金钱后 一个人很随便地 找了一个属于南方的空位置坐下 这桌上宾客大多都是亲戚 互相之间也都是认识的 不过对于萧和这个从未见过的面孔 倒是比较陌生 一名青年男子从不远处走来 直接一屁股坐到了 萧和身旁的空位置上 嘿 你们听说了吗 这次新娘新娘结婚 有人随了二十万的里金钱 青年刚一坐下 立马朝着周围众人说道 怎么可能 你该不会是看错了吧 谁那么大方 怎么可能一下子随那么大的礼 对啊 这新娘新郎也都是普通家庭 怎么可能有亲戚一口气 给这么多的里金 我可是听人说了 新郎一家给的彩礼钱 也不过就是十万块 青年喝了一口茶水 继续道 我骗你们干嘛 我刚刚才把里金钱给完 而且 这登记里金 薄的是我老叔 这可是 他亲口告诉我的 绝对不会有错 听这青年的话 一桌子人 也是非常的惊讶 我的乖乖 这是哪家的土豪啊 这水里就是二十万 可不是吗 这二十万 都足够在物城一般的地段 首付一套房了 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土豪 亲戚 或者朋友呢 别想了 这平凡人过平凡事 天底下哪有这么多好事 说的也是 我可是听人说了 这临江大酒店 可是物城有名的五星级酒店 这新娘新郎 能够在这样的地方举行婚礼 那自身肯定也是有着一定的资本和实力才行 这时候 一旁的青年把头转向萧和的方向 哥们 我看你有些面生啊 你是新郎的朋友 还是亲戚 听着青年的话 萧和笑着道 他朋友 今天还专门给他开婚车的 开婚车的呀 青年听到萧和的话 瞬间就失去了兴趣 哎 也不知道那水里二十万的土豪坐在哪 这要是能够去混得脸熟也好啊 青年一番感叹道 你这小子 别整天做白人梦了 老老实实搬砖干活 比什么都强 同桌一名看似长辈的中年男子笑着道 表舅 瞧你这话说的 这人不是应该的有梦想吗 青年笑着道 趁着表哥结婚之际 我要是能够认识到这样的土豪 那也算是一桩机会 物城的亲戚关系都比较浓郁 这亲戚朋友之间互帮互助也是常有的事情 行吧 你说梦想就梦想吧 我看你梦想了那么多年 也没什么特别的进展 同桌的另外一名青年听到这话 也是笑了笑 李哥 你看看 你身旁这哥们长得也帅气 说不定他就是那个水里二十万的土豪 也说不定 听着这话 同桌的众人也是纷纷把目光朝着萧和打望了一眼 不过也就仅此而已 因为刚才萧和可是明确的说了 他算是新郎的朋友 而且今天来也只是开婚车的 能够随随便便 随理二十万的人会去开婚车 这想想都是不可能的 看着周围众人 萧和也没有任何的解释 毕竟今天他只是来参加好朋友婚礼的 没必要多说什么 显得自己太过高调 此时 随着大厅音乐的响起 新郎新娘正式入场 接下来就是相关的婚庆流程 新郎新娘在舞台上互相真情吐露 然后进行交杯酒等等环节 萧和坐在下方位置处 就这么静静的看着 说实话 他的心里面感触还是非常深的 两个人友情至今已经有了接近十年 身边的同辈亲人朋友们也都陆续结婚了 可以说就只剩下自己这个一个黄金单身汉了 二十余分钟后 婚庆仪式举行完 林小带着婷婷一同下台 开始陆续的走到每一桌宾客 那敬酒 把前面几桌敬完酒之后 林小和婷婷来到了萧和这一桌 看着新郎新娘到来 众宾客自然是主动的站起身来 把桌上的酒杯陆续端起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们敬大家一杯 林小拉着婷婷的手 目光看向众人道 来干杯 碰杯之后 大家一饮而尽 这敬完酒之后 林小并没有带着婷婷往下一桌走去 而是把目光看向了一旁的萧和 老孝 今天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林小从身后重新拿了两杯红酒 然后递了一杯到萧和的面前 要不是你帮忙 那我也拿不到这么豪华的婚礼车队 更加不可能在临江大酒店这样的场地举行婚礼 来 既是为了感谢 也是为了我们的兄弟情谊 大家干杯 林小对着萧和举起了手中的酒杯 好 我们干 萧和也是笑着将手中的酒杯举起 喝完酒 林小打完招呼准备离去的时候 一个年轻女孩来到其身旁小声地说了几句 听完话后 林小一脸震惊地看着萧和 老孝 你这也是的 怎么直接给我随了二十万的礼金啊 林小拉着萧和说道 我们这婚礼 你已经帮了我们那么大的忙了 现在给又给这么多的随礼 我说什么都不能要 刚才那年轻女孩 是林小的一个堂妹 对方过来就是告知这二十万随礼的事情 听到林小这话 在场众人顿时大惊 刚才他们不是还在讨论 这谁那么豪横 一下子就送出了二十万的随礼吗 特别是坐在萧和身旁的那个青年男子 这还幻想着能够找机会认识一下这位土豪金主 结果谁曾想 这位大佬就在他们的面前 而且通过林小刚才的话中可知 这整个婚礼的豪华车队 还有林江大酒店的宴席 可都是通过对方的关系找来的 有着这等实力的人 那想想都知道其强大之处 萧和看着面前的林小 直接轻轻地拍了拍其肩膀 兄弟 这给出去的随礼 可有在收回来的道理 而且 这也是我这个做兄弟的一番心意 你若是认我 那就必须得收下 你这 听到这话 林小也是一时间无话可说 行吗 那我和婷婷 就多谢你的这番心意了 林小也是知道 萧和的部分身份 这二十万 对于他们这些普通人来说 算是一笔巨款 但是对于自己这兄弟来说 肯定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好了 别在这单站着呢 还有那么多宾客 等着你们敬酒呢 萧和出声提醒道 老萧 那我们先去忙了 等忙完了 我再回来好好地陪陪你 萧和点点头 朝着林小二人摆了摆手 等到林小走后 一桌子人皆是把目光望向萧和 没有到刚才 被所有人无视的青年 竟然真是一位大佬 兄弟 刚才是我眼拙了 真没想到你竟然那么厉害 坐在萧和身旁的青年 赶忙间举起酒杯 准备赔礼道歉 刚才在知道 萧和是今天婚车对司机的时候 大家对于萧和 都是非常惊喜的 像这样的人 若是心生怨气 那可不是他们能够招架得住的 看着身旁的青年 萧和只是淡淡的一笑 我今天只是来参加自己兄弟婚礼的 没你想的那么厉害 听着萧和的话 在场众人也是无比对齐 更加高看几分 瞧瞧别人这气度 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够比的了的 在临江大酒店吃过午宴之后 萧和再和林晓 一起趁着中午不忙的空档里面 简单的聊了聊 喝了几杯小酒之后 便直接驾车离去 考虑到鹅岭峰别墅的车位有限 他更是吩咐陈炎鼎 直接将酒辆劳斯莱斯换营 也一并停到了酒店内的专用停车位上 虽然仅仅只是当了半天的伴郎 但是萧和也是感觉到一丝疲惫感 袭上心头 回到别墅之后 他第一时间便是躺到大床上 美美地睡上一觉 半夜时分 当萧和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过 故如 这晚饭都没有吃 饥饿感瞬间涌上心头 萧和打开门 目光看了看唐玲所居住的那间卧室 走出卧室 萧和特意压低步子 朝着一楼厨房的位置走去 刚进入厨房 只见加热盘上海 摆放着几盘用保鲜膜封住的餐食 看来是自己错怪了这丫头 萧和喃喃自语道 刚才他还在想 唐玲这个助理都不知道 喊他起床吃个晚饭什么的 结果现在一目了然 多半是唐玲在饭店进入过自己的卧室 害怕打扰到还在睡梦中的自己 所以就直接把饭给放到了加热盘上 随时候着 断掉店员 萧和简单的吃了一些饭菜 把肚子给填饱 等到再次回卧室的时候 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钟 睡了这么长的时间 现在肯定是睡意全无的 萧和拿出手机 开始查看今天的无限秒杀商品 龙虎强盾小分队 无限秒杀价 两万六千八百八十八元 看着无限秒杀软件中显示的商品 萧和一脸冷比 龙虎强盾小分队 对于这个名字 他可以说是极其的陌生 脑海中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一丝印象 通过手机上网查询 而网络上对于这个龙虎强盾小分队 也是一片空白 反复根本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中一般 不过萧和细心的发现 在龙虎强盾小分队的名字后方 有着几个装扮各不同的小人图样 不过却并不知道代表着什么意思 看着两万六千八百八十八的高额秒杀价 萧和没有任何的犹豫 就点击了金额支付 购买成功 人员正在赶往途中 与此同时 在萧和的脑海中 突然涌现出一股 有关于龙虎强盾小分队的相关信息 龙虎强盾小分队 其内成员总共有十名 每个都是以一当百的顶级好手 若是联合起来 就算是目前全球最为顶尖的特种队伍 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除此之外 他们中还有着擅长科技 侦查 隐匿突袭等等技能本领 难怪名字叫做龙虎强盾小分队 就这十人的本领 若是用来作为护卫保镖的话 那绝对是最为强大的安保阵容 萧和心想 想要在这十人的保护之下 做到伤人 那恐怕只能是原地启动H弹 才有可能 清晨 萧和从睡梦中醒来 当他穿好衣服下到一楼客厅 唐玲已经准备好了早餐 萧先生 您的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见萧和下楼 唐玲面含微笑地说道 嗯 萧和点点头 然后走到餐桌旁坐下 他拿起盘中的一块三明治 正准备动手开吃的时候 别墅大门口响起了一阵门铃声 唐玲二话不说 迅速地去到大门口把门打开 当打开门的一瞬间 十名装备精良的人影出现在眼前 你们是 唐玲开口问道 我们是来找萧和萧先生的 为首的一名冷面男子开口道 萧先生 唐玲有些警惕地看了看门外的识人 因为从装束上面来看 这显然不是一般人的身份打扮 特别是他们中基本是人手身上都配有刀具之内的 若是来此寻仇或者挑适的 那可就麻烦了 唐助理 让他们进来吧 坐在饭桌边的萧和淡淡地开口道 他当然知道外面的这群人是什么身份 龙虎强盾小分队 在唐玲开口的时候 萧和就已经用余光扫视了一下别墅大门的方向 不单单是如此 在萧和使用无限秒杀软件 够得这个老虎强盾小分队的时候 他就能够以心念感受到对方的位置所在 听到萧和的话 唐玲在警惕之余 还是把门拉开 直接侧身让出了一个位置 门外的龙虎强盾小分队 整整十人 依次有序地朝着萧和所在的位置走去 公子 十人站成前后两排 同一时间井然有序地朝着萧和攻身行李道 嗯 萧和点点头 他仔细地扫视了一眼面前的十人 果然不一般 十人一看就是训练有素 就算是从中单一的 选出任何一个人 都能够从中感受到一股冰冷阴沉的气息 也用不着这十人一一介绍了 萧和早就通过具体的信息资料 把他们每个人都了解了一遍 虎一 萧和对着站在中间位置的那名冷面男子喊道 公子 你有什么吩咐 虎一开口道 以后别叫我公子 直接以先生称呼我就行了 萧和淡淡地说道 好的 先生 虎一点点头道 嗯 你们十人中 分出四人在我身边 另外找两个综合能力 强地跟随在唐灵身边 至于剩下的四人 就驻扎在别墅周边 进行安保防卫工作 散了吧 目前就按照我说的这样 好的 先生 说完话 这十名龙虎强盾小分队的成员迅速散开 很快便消失在了两人的视野之下 萧先生 他们是 唐灵开口问 安保公司的 萧和淡淡地回道 安保公司的 听萧和的话 唐灵这才明白过来 若是一般的人 那肯定不会有着这般打扮 若说是安保公司的 那这一切也都能够说得通了 不过这十人 怎么和他有所了解到的那些安保公司人员 有些不一样 不过是气质 还是打扮方面 感觉都要更加的惊悍不少 萧先生 我听你刚才说给我也派了两名安保人员 唐灵看着萧和 内心有着一些狭想 与萧和这些时间的相处中 难道说对方心里 没错 既然作为我的助理 那肯定掌握的 有我的许多相关信息 所以对于你的人身安全 我也是需要额外注意的 萧和很随意地说道 听了这话 唐灵内心的那一丝小心动 像是被瞬间掐灭了一大半 行了 你这时间也差不多了 难道还不去上班吗 看着唐灵还木讷地待在原地 萧和开口提醒了一句 哦 唐灵简单地回复了一句 然后拿着该有的一些资料文件 便去到车库驾车离去 嘟嘟 唐灵刚走不久 正在客厅坐着玩手机的萧和 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是林小打来的 老萧 在忙没 电话里面传来林小的声音 没呢 我这坐在客厅沙发上刷着手机呢 你这正巧就给我打来电话了 萧和在电话中问道 今天不是你小子的结婚蜜月期吗 不好好的陪着自己的老婆 怎么想起来 给我打电话了 嗨 这有啥蜜月不蜜月的 我这昨天本来是想好好陪陪你的 不过因为婚礼的事情太忙了 抽不出时间来 所以和婷婷商量了一下 准备今天去你那好好的感谢一番 林小回道 你这家伙都是兄弟 有什么感谢不感谢的 搞得实在是太见外了 萧和笑着道 不怎么能行呢 我都和婷婷依旧商量好了 今天无论如何 也要去你那好好的感谢一番 电话中的林小坚持道 老萧 你现在还住在之前那个地方吗 没有了 我已经换到其他的地方了 萧和说着道 我马上发一个位置给你们 等你们到小区门口之后 给我打电话 行 电话挂断之后 萧和立马将所在的位置信息 通过微短信发送给了林小 半个小时后 林小夫妻二人来到了萧和所在的别墅 老萧 你这别墅也太好了吧 林小一进到别墅内 立马被眼前的场景给惊呆了 哼 你们就当是在自己家一样 千万不要拘束什么的 萧和给二人倒了一杯茶水 然后招呼着一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老萧 你该不会真是富二代吧 林小看着周边的所有 内心已经是无比的震惊 萧和笑了笑 这富二代有什么意思 我这要做就做富一代 好吧 你赢了 林小听到萧和这话 已经是无话可说 自从上次搬烧烤铺子开始算起 两人差不多有个大半年的时间 没有见面了 他心里非常的好奇 自己这个兄弟在这些时间里面 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怎么突然变得那么有钱起来 萧和看了看坐在一侧的林小和婷婷 特别是婷婷那鼓鼓的手提包 顿时间就让他明白了 今天二人的来意 老萧 其实我今天来呢 除了想要当面向你表示感谢以外 还有这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说着话 林小把目光看向了一旁的婷婷 后者立马反应过来 准备将放置在腿上的那个胯包打开 老萧 你这个兄弟的情谊 我是清楚的 不过你送的 这笔礼金钱实在是太大了 我和婷婷都商量了一下 真的不能收 林小对着萧和一本正经道 不过 就在婷婷即将把手提包打开的时候 萧和却是直接伸手上前 将其阻止了 林小 你这什么情况 这是我这个做兄弟的一份心意 你这样还给我 那岂不是看不起我 萧和面色有些不悦道 老萧 我这哪能啊 只是 林小话还没说完 萧和立马开口道 没什么指示的 大家都是兄弟 而且 你看我现在这情况 有必要在意那二十万吗 你真要是把钱还给我了 那以后 我们这兄弟就没得做了 萧和知道自己这个兄弟经济条件一般 而且目前又新开了烧烤铺子 那各个地方可都是急需要用钱的 他了解林小的性格 所以才想出了在对方结婚的时候随一份大礼 这样做也算是合情合理的操作 老萧 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林小被萧和的话搞得有些不知所措 说心底话 萧和是他最好的兄弟 他也知道对方现在混得不错 可是那二十万的金额数目 确实是大了一些 林小 你们夫妻两现在才结婚 这往后需要用钱的地方多的是 真要说这二十万多 但是在我看来 也远远没有我们两兄弟的情谊更重 老萧 你 听到这话 林小把目光看向了坐在一旁的萧和 他想了想 最终开口道 行 我懂了 看来这整件事情上 反倒是他唐突了 这一直把目光放到了这二十万的巨额数目之上 却是把两人之间的兄弟情谊给忽视掉了 老公 一旁的婷婷把目光看向了林小 似在等着自家老公的决定 老婆 我这兄弟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这是不得不收了 萧和笑着回道 咋的 我这个做兄弟的给了你这么大一份祝福礼 难道还委屈你而不成 看着林小那模样 萧和开口打趣道 老萧 我那是这个意思啊 林小赶忙兼笑着回应道 行了 都是兄弟 我们也就不说其他的话了 正好你和弟妹也都来了 那今天中午就留在这里吃个便饭 我平时吃了你那么多的烧口 今天你也可是趁此机会 好好地尝尝我做菜的手艺 萧和笑着道 嗯 一听萧和要做饭 林小露出一副非常意外的表情 老萧 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小子二十多年来 基本就没有下过厨房的 该不会是想要给我们做一顿恐怖的黑暗料理吧 我看要不这顿饭就算了吧 实在不行 我请你去外面吃 林小还记得以前吃过萧和做的黑暗料理 仅仅只是一顿饭的功夫 那硬是让他缓了整整两三天才回过神来 放心吧 我现在的厨艺早就已经是经非西比了 萧和给林小头去一个自信的目光 后者看了只打仗 一顿午饭之后 萧和再跟林小一块畅快地喝了几瓶山城老啤酒 等到下午两点左右 萧和吩咐着一名龙虎强盾小分队的人 将其二人送回了家中 至于萧和自己 也是因为一个高兴 所以喝得有些小嘴 自顾自地进入到卧室内休息 时间一点点过去 等到萧和清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五点过 他离开卧室来到别墅的客厅 中午那一番酒后的狼藉 早就被人收拾干净 厨房内转出来沙沙的炒菜声 不多多想都知道 是唐林下班回家后 将客厅仔仔细细地收拾了一番 萧先生 你醒了 唐林开口道 嗯 萧和点点头 你先在沙发上坐一会 我马上去给你温一杯醒酒茶 把这茶糊了之后 稍微再等等就可以开饭了 说着话 唐林立马开始动起手来 萧和看了一眼 然后去到客厅沙发上 一屁股坐了下去 几分钟后 唐林端着一杯温热的醒酒茶 来到萧和的面前 萧先生 这醒酒茶好了 唐林把茶放到茶几上 然后再次去到厨房 开始忙碌起来 十余分钟时间过去 饭桌上摆满了一道道丰盛的晚餐 对于唐林这个助理 萧和是越来越满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管是在公司的管理上 又或者是在生活的服务方面 这丫头的能力 也是越来越娴熟 不单单是自身的能力 就连在商业方面 也不再像之前那般投铁 事情处理起来也是更加的圆滑 想到这些 萧和目光也是紧盯着唐林看了好一会 萧先生 你这不吃饭 光是看着我干嘛 被萧和一直盯着 唐林多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哼 没什么 就是感觉你越来越能干了 萧和意味深长的夸赞道 听到这话 唐林的面容更是泛起一丝微红 吃过晚饭 萧和帮着唐林 一起把餐桌收拾了一下 叮铃 别墅的门铃声响起 萧先生 请问您在家吗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到萧和的耳中 此时的唐林还在厨房内忙碌着 萧和靠坐在沙发上 随口说道 龙一去把门打开 话音刚落 龙一的身影不知何时 已经是来到了别墅的大门口处 对于龙虎强盾小分队的实力 萧和通过无限秒杀软件中 所获得的有关信息中 知晓得一清二楚 他们这十人 都有着强大的隐秘能力 若非是萧和吩咐 他们是绝对不会轻易被人发掘的 听从萧和的吩咐 龙一将别墅大门打开 只见门外正站着一名 戴着口罩的年轻女子 因为龙一的穿着太过独特 所以这名年轻女子 第一时间也是有些发愣 不过她很快就回过神来 你好 我是来找萧先生的 请问她在吗 年轻女子开口问道 龙一把目光朝着沙发上的萧和望了望 让她进来吧 萧和只是轻轻地瞥了一眼 别墅大门口的方向 随后开口道 龙一打开门 向一侧挪动半步 让出了一个位置 等到口罩女子进行到别墅之后 她把房门关好 又再一次地闪身消失 萧先生 口罩女子进入到客厅内 直接来到客厅 然后在距离萧和 仅仅只有两米座位的位置 停下来脚步 萧和看了看口罩女子 淡淡地说道 柳小姐 你这么晚过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情吗 听到萧和的话 女子将脸上戴着的口罩取下 没想到萧先生那么快就把 我给认出来了 柳思思开口道 柳小姐可是当今出名的新生戴小花蛋 尽管你在门外 但是那道声音 想必很多人一听 就能知晓其身份 对于萧和这话 柳思思只是微微一笑 萧先生说笑了 我终究只是一个戏子罢了 若是和萧先生这样的人物比起来 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柳思思的话中 能够明显地感觉出一丝无奈 因为昨天的事情 他现在的处境 可以说是非常的艰难 宏达集团突然发表声明 不再和他背后所属的娱乐公司 进行合作 再加上宏达本身的影响力 他本身的资源 也是在直线下话 若是不能将昨天的事情 圆满解决 恐怕他后面 也就不用在娱乐圈里面混了 萧先生 昨天的事情 是我们这边的不对 希望您能够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过我们这一次 柳思思一脸忧郁地说道 柳小姐 我萧和可不是一个蛮横不讲理的人 我之所以做这一切 那也无非就是惩罚一下 那个疯女人罢了 萧和淡定地说道 至于接下来的事情 我也不想再过多地追究了 你要是没什么事 就可以走了 见萧和在开口送客 柳思思的心 一下子沉了下来 他今天来此 可不单单 是为了道歉这么简单 萧先生 这个请您放心 公司在知晓这件事情的时候 已经对邓方进行了严肃处理 除此之外 我希望您能够恢复 我们和宏达集团 近期进行的这个合作项目 萧和看了看柳思思 柳小姐 既然你需要恢复 和宏达集团的合作 那大可去联系宏达集团方面 来找我是不是找错人了 听到这话 柳思思轻咬嘴唇 眼中流露出一股无助 萧和这明显就是在转移话题 既然对方能够凭这一句话 就将他们和宏达集团的合作取消 那自然就有能力 再恢复两者直接的合作 尽管知道对方是在找借口 但是柳思思也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 难道这家伙 都不懂得一丝的怜香惜玉吗 若是可以 柳思思很向上去 把萧和抱打一顿 这时候 唐灵也是忙完手中的事情 从厨房里面走了出来 嗯 看到站在客厅的柳思思 唐灵稍微愣了一下 随后面带喜色 你不是那个当红小生柳思思吗 柳思思看了眼唐灵 虽然不知道此女的身份 但是既然能够出现在 萧和所居住的别墅内 那想必与其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你好 柳思思淡笑着回复了一句 还真的是你啊 确认身份之后 唐灵笑着上前走了几步 这柳思思参演了几部火热连续剧 特别是那个轻功穿越剧步步惊情 更是一度成为年轻一代追星的偶像 这唐灵自然也是其中一员 嗨嗨 萧和轻微的咳嗽几声 顿时间将唐灵的心绪给拉了回来 唐助理 你来得正好 帮我送送柳小姐 萧和淡淡的说道 听到这话 唐灵立马上前来到柳思思身旁 柳小姐 这边请 能够和自己的偶像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唐灵的心里面也是有些激动 萧先生 柳思思本能地把目光朝着萧和望去 柳小姐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继续在我这里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萧和很随意地说道一句 然后起身准备朝着别墅的楼梯间走去 萧先生 请您再稍微等一等 柳思思直接绕开身旁的唐灵 冲到了萧和的正前方 萧先生 这件事情请你务必要帮我 如若不然 我今后的演艺事业也就功亏一篑了 柳思思的这一番话 让萧和心生疑惑 因为邓方的事情 他只是让宏达集团一方 取消这次和柳思思的合作而已 并且后续就算是受到了影响 那也是影响柳思思背后的那家娱乐公司 像柳思思这样的当红小花蛋 那本身就有着一定的资本 就算是去到了其他的娱乐公司 那肯定也是对方争讨的对象 怎么可能因为这次的事情 直接导致演艺事业功亏一篑呢 柳小姐 我着实有些不懂你的意思 萧和问道 凭着你现如今的火热程度 虽然和宏达集团取消合作 有着一定的损失 但是还到不了那种 毁掉自己演艺事业的地步吧 柳思思目光闪烁 心中似有什么难言之隐 在交错一番之后 他再次开口道 萧先生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这次的事情 虽然是邓方惹怒了您 但是若是不能将事情平息下来 重新再次与宏达集团恢复关系 那到时候我身后的娱乐公司 不单单会追究邓方的责任 更是会连带着追究到我的头上 毕竟公司一向指认结果 不计过程的 柳思思可是非常了解自己背后 这家娱乐公司的处事手段 那绝对不是在开玩笑的 哦 听到柳思思的话 萧和感觉到有些意外 柳小姐这话 反倒是让我有些好奇了 以你现在的流量程度 难道你身后的这家娱乐公司 还能够对你做些什么不成 若是那样 你大可以跳槽去其他的娱乐公司吧 柳思思摇了摇头 萧先生 你不懂 娱乐圈的水很深 虽然我们这些艺人 表面上看起来是风光无限 但是背后的娱乐公司 才是真正的主宰者 为了能够捧红一个艺人 所属的娱乐公司 可是在其中花费了无数的精力物力 我们这些做艺人的 哪是那么容易就能够与之分割开来的 除去天价的违约金以外 还有这些脏乱的手段 根本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 娱乐圈的脏乱差 萧和虽然没有亲眼见过 但是就凭时常在网络上 所听到的一些话语 那也是稍有一丝的了解 不过他只是一个局外人 柳思思最后以洪达集团的合作 恢复与否 都和他没有丝毫的关系 好了 柳小姐 这时候也差不多了 你还是请回吧 萧和淡淡的说了一句 萧先生 有关于合作的事情 希望你能够多考虑一下 这不单单是为了我 更是为了你自己 这时候 柳思思突然再次说了一句话 为了我自己 萧和没有明白柳思思话中的意思 难道柳思思与洪达集团的合作成功与否 还能够对自己起到什么影响 没错 萧先生 与洪达集团的合作 若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对于你也是有着一定影响的 柳思思继续道 我背后的娱乐公司 为了这次与洪达集团的合作 那可是说是诚意十足 并且在其中 更是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 若是你的一句话导致合作失败 那他们肯定是不会就这样放弃 甚至在后续还会使用一定的手段 柳小姐 你是说他们也许会对我动黑手 萧和一脸平静道 若真是那样 他自然也是无所畏惧 不过就是一家小小的娱乐公司罢了 凭其实力 能够在自己面前做得了什么 萧先生 不是也许 是一定 对于自家娱乐公司的处事风格 以及那位公司的掌权者 柳思思这是打心底里面的害怕 娱乐圈中 确实出现过不少娱乐公司 旗下一人火爆之后 反过来因为种种原因 和公司闹腾的 而他们公司之前 也有过这类情况的发生 不过结果很不理想 凡是那些搞出过闹腾时间的明星艺人 那最后都是 悄无声息地淡出了娱乐圈 更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听柳小姐这话里的意思 是在关心我了 萧和淡淡一笑道 嗯 若萧先生是这样感觉的 那就当我是这个意思吧 柳思思心里面有些无语 还关心呢 眼前这个男人直接让得他 本来和宏达集团的合作作废 要不是因为看不透对方 倒是和宏达集团之间有着什么关联 说不定 他都想要狠狠地扑上去 摆着对方咬上几口 萧先生 请你一定要认真考虑 虽然以你的身份 根本不用惧怕我身后的这家娱乐公司 若是明面上还好 可要是他们暗地里面 给你弄出点什么昏招出来 那对你来说 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事 咚咚咚 在萧和准备说话的时候 门口突然想起了一阵 略显急促的敲门声 唐玲 你去开一下门 萧和对着距离别墅门口 最近的唐玲吩咐道 唐玲起身 去到别墅大门口 刚把门打开 树到人影出现 你们是 唐玲开口问道 不过这群人没有回话 只是直接推开大门 很想当然地进入到别墅 严 严总 看清来人 站在萧和身旁的柳丝丝 突然道 怎么 你们认识 萧和见柳丝丝这般模样 出声问道 嗯 柳丝丝点点头 面带忧虑之色道 这位严总 就是我背后娱乐公司的 幕后大老板 哦 那还正是巧了 萧和若有所思地 看向柳丝丝口中的那位严总 从刚才柳丝丝的反应来看 根本就没有想到 自家老板 今晚也会来到自己这里 你们几个给我站住 怎么这一声不吭的 就随便闯进别人的家里面来呢 说你们呢 都给我站住 见门外的五人 一声不吭的闯进别墅 唐玲赶忙间 来到几人的面前 拦住去路 唐玲 让他们进来 萧和看了看来此的五人 开口说道 刚才从柳丝丝的话语中 他就知道了这群人的身份 既然这柳丝丝 都一再地提醒自己 他背后的那个娱乐公司 不好惹 现在 郑主都已经来了 万一唐玲拦着几人 对方做出点什么伤人的举动 那根本就是得不偿失的 虽说安排了两名龙虎强盾的高手 在暗中保护唐玲 但是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做什么事情 都得多一个心眼才行 你个小丫头骗子 胆拦着我们的去路 小心了 一巴掌削了你 等唐玲退到一旁之后 跟随在这位严总身后的 壮硕纹身男子 还恶狠狠地瞪了唐玲一眼 行了 我平时是这样 教你们带人出事的吗 听到身后属下的话 站在中间位置的严总 一脸平淡地说道 那名属下被严总这么一吆喝 马上止住了动作 恭敬地站在严总的身后 显然那样子 就是故意做给萧何看的 严总 柳思思赶忙间来到严总的身旁 一脸恭敬道 对于眼前的这个男人 他的心里面是非常惧怕的 虽然他现在是当红的流量小花蛋 但是自己的这一切 可都是眼前的严总给予的 凭着对方的手段 想要收回这所有的一切 也是轻而易举的 毕竟许许多多活生生的例子 还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出 一想到那些人的惨剧 他对于严总 就不敢生出半点的二心 萧先生 这手下都是些粗人 说话做事 难免让人心里面不舒服 喜欢你千万不要介意 严总开口继续道 对了 我这来的太急 都忘了自我介绍了 本人姓严 单名一个林字 看了严林一眼 萧何一脸平淡道 行了 我对你的名字 没有丝毫的兴趣 这大晚上的闯到我家里面来 是有手里面事情吗 萧何对于严林这种笑里藏刀的人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好感 萧先生果然是个敞亮人 严林笑了笑 很随意地坐到了一旁的客厅沙发上 然后淡淡地说道 我今天来这里呢 也不是想故意和萧先生找麻烦的 主要呢 还是想让你帮我个忙 关于宏达集团的 萧何直接道 没错 严林笑了笑 可能萧先生还不知道 我们公司为了能够让柳思思 与宏达集团达成这次合作 那背后可是花费了好一番功夫 所以呢 这次的合同 是万万不能出现意外的 从邓方等人的交代中 严林知道 萧何是朗月天峰中心公园的老板 更是与宏达集团 有着一定的关系 纵然是这样 他也根本无所顾忌 表面上 他是一家娱乐公司的幕后大老板 但是在暗地里 他的身份背景 可还有着不少 特别是在道上面 也有着不小的势力 正是因为这些关系 他说创办的这家娱乐公司 才能够在行业中站稳脚跟 更是使得那些大型 且知名度更广的娱乐公司 也得卖他一定的面子 此时 整个别墅内 虽然人有不少 但是大家都没有说话 所有的目光 都聚集到萧何 以及严林的身上 而坐在严林身旁的柳思思 现在内心也是极其的胶着 他太了解自己的这个老板了 一会真要是没有把话给谈聋 那不知道会闹成 怎么一番惨剧 一两分钟时间过去 看着一旁面色平静的萧何 严林有些坐不住了 他今天之所以来此 其根本目的 就是为了把洪达集团的事情 给摆平了 可现在 两人就这么干处着 显然对方根本就没打算 给他的回话 本就一向冷傲的他 哪里能够坐得住 萧先生 可还是不可你终的 给我一个答复吧 而且 我这个人一向耐心有些差 难免一会时间 救了做出些什么过激的举动出来 同一时间 严林身后的四名彪悍男子 还晃动了一下手脚 显然是在坐视威胁 严林是吧 你这求人帮忙的态度 倒是挺让我意外的 既然是这样 那我这也就不多留你们了 大门就在那 你们自己走吧 小子 我看你根本是想死不成 严林身后的那名纹身男子 一脸暴怒地说道 其余的三名彪悍男子 也是一脸的怒意 看这般阵仗 恐怕只要是严林一声令下 在他身后的这四名属下 就会毫不犹豫地 上前把萧和给教训一番 怎么 这事情谈不拢 就想要动手了 在严林身旁的这四人 尽管看起来不好惹 但是在萧和的眼中 根本没有半分的距异 在被功能饮料改造过身体之后 就眼前这四人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更何况 抛开自己不谈 这暗中可还隐藏着 十名龙虎强盾小分子的高手 凭着这十人的身手 随便出来一人 都能够将严林带来的四名属下 轻易解决 若非是萧和在暗中发送指令 让十人先别急着动手 恐怕都不知道严林等人 被收拾成什么样子了 我现在还是在好生与你伤了 若是一会我这耐心真给用完了 那后面可就没有这般容易说话了 严林有些不耐烦的 开始出言威胁道 萧和的身份 他根本就不在意 真要说的话 就算是宏达集团的李建华 他也丝毫不拒 因为在他的背后 还有着一个强大的家族势力 我管你容不容易说话 你要是不容易说话 就自己把嘴给我闭上 而且我这个人 也根本就没有喜欢 听人说废话的习惯 忍不了严林在那继续装插 萧和直接开口了 听到这番话 严林自然也是无比的声音 凭着他在道上的身份 已经是好久没有听到 有人这般对他说话了 好小子 还真是给脸不要脸了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还真当我在和你开玩笑的 严林对着身后四人一挥手 给我上 先给这臭小子一点颜色看看 见萧和软得不吃 他就只能来硬的了 四人听到严林的吩咐 迅速朝着萧和的位置走去 唉 真是名玩不灵 萧和看着朝自己走来的四人 无奈地摇了摇头 同一时间 龙一的身影出现在场中 只见他在出现的那一刹那 仅仅只是简单地动作了几招 严林的那四名属下便是瞬间反应 都来不及 便直接瘫倒在地 这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也是让严林吓了一跳 怎么可能 他目光看向 不知何时出现在场中的龙一 眼中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自己带来的四名属下 可都是道上的好手 平时帮他也处理过不少的事情 可谁知道 今天一个照面都没有 就这么轻易地被人给打晕在地 龙一看着严林 就这么迈着步子朝对方走去 刚才龙一如何制服自己带来的这四名属下 严林也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他原本还想着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 将萧和威逼 从而恢复与宏达集团之间的合作 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 对方隐藏得如此之深 身边还有这般厉害的高手 萧先生 我们这有话好好说 搞得这般大打出手的 难免会伤了彼此的和解 剑行士对自己不利 严林也没有了刚才那般嚣张的气焰 对于他这种人来说 想要在道上混 那最主要的就是 首先得保住自己的安全 至于其他的名声脸面 反倒是其次的 萧和漠不关心的 瞥了严林一眼 把他和地上那四名马仔 都给我丢出去 随着萧和的话音落下 别墅大门打开 严林等五人就这么 被狠狠的像丢垃圾一般 被丢了出去 严总 四名属下 拖着带伤的身子 赶忙间来到严林的身旁 看着面前紧闭的大门 严林的内心 自然是无比的愤怒 虽然他的根基 不在乌城这边 但是国内其他的地方 豪强再怎么也会 看在自己背后 严家的面子上 给着一番面子 那曾想 今天在萧和这里 接连着吃扁 而且对方是根本 没有给他留任何的一丝面子 这口气 他是无论如何都厌不下的 严总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那名纹身男子 站在严林的身后问道 怎么办 严林一听这话 就非常的生气 我真是养了你们四个废物 这么多人还收拾不了对方一个 你现在还好意思问我怎么办 明知打不过 现在除了另外想别的办法以外 还能怎么做 被这么一说 四人皆是齐齐低下了脑袋 刚才对他们出手的那人 确实是实力了得 但是自家老板 现在可真在气头之上 谁都不敢再多说一句话 训斥了身边的四名属下 严林面色冷成的 看了一眼别墅大门 姓潇的 你给我走着瞧 这是 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 不再多留 严林带着四名属下 迅速驾车离去 另一边 此时的别墅内 自家老板走了 可是这个柳思思 却是站在客厅内 毫无动静 柳小姐 你这不跟着自己的老板 还赖在我这里干嘛 萧和走上楼梯间 看了一眼 还处在客厅发愣的柳思思 此时的柳思思 虽然表面上平静 但是心里面 已经是一阵沸腾 刚才突然的那人 明显就是萧和的保镖 他作为一名娱乐明星 经常出席各类商业活动 那身边也是存在着 不少这类保镖人员 对方的身手 明显比起他所见识过的 那些保镖都要厉害 而且看装束怪异 还并非是一般的保镖人员 因此来看 这萧和的身份 恐怕也远不是自己 一开始所了解过的那么简单 他一直属于严林手下的娱乐公司 这么些年以来 还是第一次看到自家的老板 在人手底下 吃了那么大的一个亏 若是这个萧和背后 真的有极其强大 甚至是不输于严林的背景实力 那自己这次 说不定是一个不错的好机会 想到这 柳思思看向萧和的目光中 明显的多出了一丝异样 萧先生 我 柳思思本想说点什么 可是在话 还没说完的时候 萧和倒是直接开口了 柳小姐 其他的话也就不用多说了 不过我好言提醒一句 你若是继续待在这里 先不说 我欢不欢迎你 恐怕你那个严总 也会对你因此生起二心 一听这话 柳思思顿时间反应过来 他目光一直放到了萧和身上 差点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 今天来找萧和的行为 可是 他自己擅作主张的 而那个严林 本身就是那种性格比较多疑的人 若是自己一直待在萧和这里 迟迟没有离去 那被严林知道后 还指不定会生出什么祸端出来 现在两者的实力 到底谁高谁低 还并不清楚 今晚从表面上看起来 那严林是在萧和的手中吃了亏 但是作为对方旗下艺人 他可是清楚 严林身后那个严家的恐怖 若是现在自己这么着急的 就靠上萧和这边 那万一出了点什么事情 那可就是彻底的翻船了 能够在几年的时间里 从一个初入娱乐圈 发展到现在的当红女艺人 他柳思思 可不单单靠的是娱乐公司给的资源 可还与自己的心思缜密有关 萧先生 打扰了 简单的一句话 柳思思说完便匆匆离去 这女人还真是有意思 看着柳思思离去的背影 萧和淡淡的说了一句 对方心里面是什么心思 她虽然不是一清二楚 但是在总体上也知道个大概 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不管是谁 都会为了自己的生存 率先做出考虑 别看柳思思在荧幕上 总是一副清纯女神的模样 但是那都是影视上 所需要的效果和形象罢了 这谁相信 谁就是傻子 唐助理 关灯睡觉 萧和走上二楼的楼梯口 很随意的开口道 啊 好 听萧和的吩咐 唐灵赶忙间行动起来 等到忙完一切 自己也是回到卧室内 乖乖睡觉 对于今晚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她心中虽然好奇 但是也没有多问 不过说真的 在严林那群人闯进别墅的时候 她的心里着实是非常的担心 不过好在这一切都是虚惊一场 雾城 半岛酒店 柳思思刚进入到自己的房间内坐下休息 咚咚咚 这时候 一阵敲门声响起 柳思思心中惊觉 起身去到房门口 通过门洞中的猫眼 她清楚地看到 严林一行人正站在门口处 严总 您怎么来了 柳思思打开方面 看着门外的严林 出声问道 怎么 我这个做老板的 难道还不能来看一看自己旗下的一人了 严林一脸平静地说道 没 我不是那个意思 打开门 柳思思赶忙间朝着一侧挪动了一下步子 严总 您进来坐 严林没有说话 直接朝着房间内走去 并且在进入房间后 还仔细地四处望了望 身后的四名属下 留下两人在房间门口看守 那名纹身男子和另外一人 则是同时跟在严林的身后 一同进入到了房间内 严总 您这个时候过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柳思思看着严林小心问道 没什么大事 我就是想问问 你有关于别墅里面的具体情况 特别是关于萧何此人的 严林一脸平静地看着柳思思 果然 在听到严林的话之后 柳思思也是 在庆幸自己没有在萧何那里多待 不管自己今日去到萧何那里 是为了什么事 这位严总已经开始对自己起疑心了 严总 今晚我去萧先生那 为了也是商谈洪达集团的事情 柳思思如实回道 只有这些 严林目光直盯着柳思思 似要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一点端倪 严总 只有这些 我和萧先生正谈到一半 您就带着人赶过来了 对于严林的目光 柳思思也没有一丝的逃避 自己这些年来 在娱乐公司里面 一直是恪守本分 并没有因为人气火爆 而生出任何的二心 作为公司幕后的大老板 严林对此 肯定是一清二楚的 今晚虽然他心中 已经有了其他的想法 但是归根到底 现在也还是靠在严林一方 对方肯定 也不会对他做出点什么 行吧 这时候也不早了 你就早点休息 严林打量了一番 也找不出什么异常的情况 便是准备起身离去 严总 那我接下来应该如何 柳思思见严林要走 也是同一时间起身问道 为了宏达集团的合作 他已经把这段时间 所有的活动档期 都给延迟或者推掉了 可以说 短时间内 是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可做的 严林看了看柳思思 然后淡淡的说道 这段时间 你自己好好修整一番 也算是给自己放个假 等我把手里面的事情 办完之后 继续开始和宏达集团之间的合作 和宏达的合作 柳思思听到这话 一时间有些摸不清头脑 严总 宏达集团方面 不是都已经和我们断绝合作了吗 我们双方之间的合作 这合作的事情 不是你该担心的 你这段时间 只需要再休息至于 做好准备就行 严林一脸自信道 嗯 好 柳思思很明白事理 这不该问的事情 绝对不会多问半句 等到把严林等人送走之后 他一个人靠坐在沙发上 长长的呼了一口气 另一边 严林也是走出了酒店 黑色的奔驰商务轿车上 严总 这柳思思 需要不要派人监视一下 坐在副驾驶位置的 那名纹身男子 转过头来问道 不用管这女人 不过就是 我赚钱的一个棋子罢了 翻不起什么大浪的 严林看着窗外的景色 一脸淡一道 柳思思是什么样的人 他这个做老板的一亲二楚 不管对方在何如的大红大紫 在严林心中 也终究不过是赚钱的棋子 自己若是用的还算顺手 那就可以接着继续用 若是感觉那天用的不顺手了 那丢了也就丢了 凭着他手中所掌握的实力 想要重新培养出一个当红小花蛋 并不是什么难事 严总 那姓骁的小子 明摆着就是和我们对着干的 若是对方执意阻扰 那我们与红达集团之间的合作 岂不是没办法进行了 那名纹身男子问道 严林面色冷沉 既然敢坏我的好事 那我岂能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那姓骁的臭小子 根本算不得什么 需要注意的是他身边 那个厉害的保镖 我已经联系了几名身手不错的好手 只要把他那个保镖收拾了 害怕收拾不了那个臭小子 黑子 你吩咐下面的人 这段时间先稳一下 等时机成熟了 我们再动手 严总 我知道了 那么纹身男子点头道 吩咐完 严林之后 把头靠在座椅上 不再说话 第二天一早 幸运大轮盘 无限秒杀价 99元 哇 看着无限秒杀软件上面显示的今日商品 萧何一时间还没有明白过来 自从拥有了这款无限秒杀软件之后 萧何抽到的都是一些物品 或者公司股权什么的 像这种以活动形式出现的商品 还是第一次 与之前的商品不同 这个幸运大轮盘 在未购买之前 就已经显示有使用说明 幸运大轮盘 使用相应的价值产品兑换一定的抽奖次数 抽奖所获得的奖励高低 将由一开始投入的产品质量决定 住 幸运大轮盘并非正向性 在抽奖的过程中 有一定的几率会出现价值亏损情况 选定投注产品时请慎重考虑 看完有关的介绍之后 萧何瞬间来了兴趣 反正99元的价格也不贵 萧何毫不犹豫的将其购买下来 同一时间 在萧何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只有他自己 才能够看得见的大转盘 幸运大轮盘上面的中间位置 有着投注两个大字 除此之外 其他并没有任何的显示 通过有关的介绍 萧何也知道 想要使用大轮盘 必须选择相对应的物品进行投注才行 萧何伸出手 在投注的位置上轻轻一点 很快无数信息浮现 以下产品可投注 万象来福商业城 70次 俄领封别墅 30次 百达斐利 Aspre If 15次 科尼塞格 万一 25次 看着上面显示的这些可投注信息 萧何思虑以下 最终选择了科尼塞格万一 作为投注产品 之所以选择科尼塞格万一 那也是 因为他现在名下的车辆足够的多 只要是够用就行了 豪车开多了 也就那个样 没什么好值得留恋的 在投注选项中 点击了科尼塞格万一 幸运大轮盘 开始浮现出一丝紫色的亮光 然后从中开始迅速的转动起来 半分钟之后 大轮盘停下 萧何仔细一瞧 原本的投注二字已经消失 呈现在萧何眼前的是 整整十个奖励选项 有些意外的是 这十个奖励选项的板块大小 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也就是说 不管其中任何的奖励项 那抽中的概率都是十分之一 其中的奖励也是非常的丰厚 人爱医疗20%产权 天利高尔夫花园中心别墅一套 阿斯顿马丁万七七一辆 妇产卷一张 倍数随机 资产卷一张 倍数随机 对于上面的这些奖励 萧何是势在必得的 整整25次抽奖机会 而且所有的奖励都是同等概率 自己再怎么也能够抽到几样满意的吧 不得不说 今天的这个无限秒杀刷新出来的商品 比起之前的也是更有意思一些 这些奖励中 只要不是抽到了那个复产券 这一切都好说 通过对幸运大轮盘的介绍 萧何也是知道了 这个复产券和资产券代表着什么 复产卷 那顾名思义 就是对于投注商品进行折扣减值 打个比方 他所投注的科尼塞格万一 按照系统的正常估价来看 是整整一亿 若是抽到了大轮盘中的复产卷 那就会根据相应的折扣 进行价值详减 九折就是减少一千万 投注总额降成九千万 八折就是减少两千万 投资总额降成八千万 而资产券则是正好和复产券 有着相反的效果 若是抽中之后 那会根据所对应的折算率 进行资产升值 物品类的奖励都是唯一性的 而这复产券和资产券可都是重复性的 若是一个运气不好 接连着抽中复产券 那科尼塞格万一所 置换出来的一亿资产 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消耗殆尽 在进行幸运大轮盘的过程中 是能够随时手动结束的 若是在确认活动结束时 这本身的估值数额 与先前所投注商品的价值一样 那萧和还能够消耗等数额 将其投注商品换出 萧和目光紧紧地盯着面前的幸运大轮盘 在这上面可完全靠的是运气 这运气不好 很有可能什么东西都抽不到 这运气好 那说不定就能够单车变摩托 摩托变宝马 是否开始幸运大转盘 在萧和的面前弹出一串提示 想了想 萧和也无所谓 只不过就是一辆科尼塞格万一而已 对于目前的他来说 还是承担得起的 就算是亏 那也不过就是亏那么一辆车 若是转的话 那不仅仅能够多得不少的事物奖励 甚至还能够将那辆作为投注所用的 科尼塞格万一也一并拿回 立即开始 萧和毫不犹豫地点击了 幸运大轮盘中间位置处的开始按钮 在按动的同时 大轮盘迅速地开始了转动 几秒钟后 恭喜获得八折资产券一张 资产自动增长中 现有资产一亿 加两千万 不错 直接来了的开门红 萧和满意地笑了笑 第一个抽奖 虽然没有抽到那些个固定的物品奖励 但是一张八折的资产券也是 收获不错了 25次抽奖次数 也不过就用掉了一个 后面可还有着整整的24次机会 继续第二次抽奖 萧和再次点击了幸运大轮盘 恭喜获得忠诚口服业一瓶 可使用五次 忠诚口服业 八师的白 萧和忍不住爆出了一句穿话 先前他就粗略地扫尸了一下 幸运大轮盘中的奖励 自然也是知道忠诚口服业 这一项物品奖励的 这忠诚口服业 其效果正如同他的名字一般 萧和若是将其使用到特定的人身上 那对方就会立马成为萧和最为忠心的属下 并且是那种绝无二心的存在 不过这款忠诚口服业也是有着一定限制 那就是对于某些特殊群体是属于无效的 就算是其中有效果 那最多也就是能够获得一定的好感度加持罢了 虽然有着限制 但是对于萧和来说 因为其特别的作用 这样的宝贝 说不定再往后给他带来极大的帮助 也说不定 继续抽奖 恭喜获得五折资产券一张 现有资产一亿 加八千万 在接下来的近十次抽奖中 萧和仅仅只抽到了那么一辆阿斯顿马丁 万七七 其他的基本都是资产券和复产券 不过这资产券的比例较多 先目前为止还是属于盈利的状态 萧和看了看抽奖次数 还有着整整十三次 抽吧 这次数留着也是浪费 萧和开始继续抽奖 恭喜获得一折复产卷一张 现有资产三千万 萧和 看着自己原有的近三亿资产 就被这么一张一折复产卷给 直接打回了原形 他的心里面突然间升起一股 想要骂人的冲动 我恭喜你大爷的恭喜 抽到个一折的复产卷都来个恭喜 这是故意气自己的吧 萧和原本还想着在抽奖结束之后 再顺带着把先前投注使用的那辆 克尼塞格万一也一并勾回的 不过看现在这样子 恐怕是有些难度了 是否继续抽奖 看到面前的幸运大轮盘提示 萧和想了想 一咬牙再次点击了继续 事已至此 反正这复产卷的折扣比率 也是根据自己的现有资产来的 就算是自己下次再抽到个一折复产卷 那还是能够剩下一百万的 萧和可不认识自己的运气 真有那么倒霉 这一折复产卷 总不可能陆陆续续不间断地出吧 不过接下来注定是要让萧和失望了 恭喜获得七折复产卷 恭喜获得九折复产 恭喜获得 在接下来的一次次幸运大轮盘抽奖中 这大轮盘就像是再和萧和过不去一般 这复产卷可是说是一张接着一张的来 搞得萧和整个人也是一阵无语 那么的套路啊 这狗轮盘是不是故意让自己一开始尝到甜头 然后等到后期见识收网啊 萧和越想越感觉是这么一回事 果然这人生处处是坑跳 想要越多 那遭受的损失也可能会更大 是否继续抽奖 继续 萧和一咬牙 直接开始下一轮抽奖 还剩下五次抽奖次数 反正现在自己都已经亏成了这副惨样了 若是不把剩下的机会用完 萧和说什么心里面都是不愿的 我还真就不信了 自己真是扫把心附体了不成 剩下的几次继续 恭喜获得九折资产卷 恭喜获得专业及游泳技术 恭喜获得 又是四次抽奖结束 萧和看了一眼自己现有的资产 总共只有不到三百万 原本他还盘算着自己抽到几样不错的奖励之后 便收手结束的 结果不曾想 竟然已经是到了最为决定性的最后一次上 祝 最后一次抽奖机会 获得一定加成 获得正向奖励几率加倍 奖励效果加倍 几率加倍 效果加倍 拼了 我就不信 自己真就那么倒霉 点击最后一次抽奖按钮 随着幸运大轮盘的飞速运转 萧和的心也是提了起来 恭喜获得特级资产卷奖励 因最后一次抽奖 获得奖励加倍 特级资产卷奖励 升级为双特级资产卷奖励 双特级资产卷 萧和面色一愣 虽然这最后一次抽奖 有着正向奖励的几率加成 但是萧和根本就没有抱太大的信心 毕竟就他现在这种资产数额 就算是能够中的一个正向奖励 那恐怕也没有多大的期待 很快 双特级资产卷奖励 开始迅速的滑动数值 百倍 千倍 五千倍 双特级资产卷的增额倍数 直接是上涨到了整整的五千倍数 才停止下来 萧和看了看自己现有的资产数额 仅剩于两百九十万 若是把这两百九十万的资产数额 扩大五千倍 那是何等恐怖的一个数字 与此同时 幸运大轮盘上面的资产数额 也是在不断的往上攀升 和萧和计算的一样 几秒钟内 整个的资产数额 已经是增长到了一百四十多亿 为了确保自己没有眼花 萧和更是认认真真地清点了 好几遍尾号后面的零 抽奖次数已用完 投注者可选择花费相应数额 进行购换大轮盘中各类实物奖励 也可是直接提出现有资产余额 请做出选择 萧和看了看 目前幸运大轮盘中 还有着仁爱医疗百分之二十股份 天利高尔夫花园中心别墅没有抽中 这天利高尔夫花园中心别墅 总价值是十个亿 而那个仁爱医疗百分之二十股份 价格更是极其的高 需要整整八十亿 幸运大轮盘 不像是单纯的无限秒杀那般 可以通过极低的价格购置商品 若是萧和想要将仁爱医疗的百分之二十股份 和天利高尔夫花园中心别墅拿下 那就必须通过对等的价值购买才行 虽然有着一百四十多亿的资金流 但是萧和仔细一想 还是决定放弃天利高尔夫花园中心别墅 选择了仁爱医疗的百分之二十股份 不为别的 现在自己已经有着额领丰中心别墅 这居住的地方 有这么一套就足够了 那天利高尔夫中心别墅虽然不错 但是地处于北远区 与他名下的这些个产业也是相距甚远 往来之间也是有些不便 自己若是放大不住又感觉太亏了 而且还会多负担一笔不小的维修保养费用 至于那仁爱医疗的百分之二十股份 倒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要知道 这医疗行业在现如今的发展 可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这仁爱医疗 更是目前华国医疗行业中 数一数二的存在 虽然八十亿的价格很高 但是从整体上的发展趋势来看 那往后的收益绝对是巨大的 决定之后 萧和花费了整整八十一亿 将仁爱医疗和先前投注所用的 那辆克尼塞格万一给置换了出来 而剩余的那金六十亿 则是全部转入到自己的流通账户之中 幸运大轮盘消失 萧和将从中抽取到的奖励 全部收拾整理了一遍 才离开了卧室 萧先生 早 刚走到客厅 唐灵便是面带微笑的 对着萧和打了声招呼 在饭桌上 一份精致的早餐 也是早早的准备好了 等到萧和吃完早餐 唐灵将一切都清理好之后 也是驾驶着那辆大众灰腾离去 看着唐灵离去的背影 萧和心中稍稍盘算了一下 自己也是应该给别墅雇几个家政保姆之类的工作人员了 自从他通过无限秒杀软件购得的产业增多 唐灵手中的工作也是相对应的多出了不少 对几大产业上的日常管理 就已经是一番巨大的工作量了 尽管唐灵作为米国麻省大毕业的高材生 这些工作量暂时还算不得什么 在这别墅的日常管理工作 这确实是有些屈才了 他可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老板 那种压榨员工的事情可不做 萧和给额领封物业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打去了电话 让他们帮忙派遣几名熟悉别墅日常管理工作的家政阿姨过来 至于这愚后的时间里面感觉到有些无聊 正巧想起来自己小妹和几个朋友还在物城游玩 自己这堂妹来物城游玩了也是有好几天了 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自己这个做堂哥的就这么派个导游过去 着实是有些不负责 想到这些他拿起手中的电话 直接给自己这个堂妹打去了电话 嘟嘟 这丫头怎么电话也没接 萧和接连着打去了几个电话 可是无一例外都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在他看来自己这个堂妹也是第一次来物城 也许是对方正和几个同游来此的小伙伴玩得太嗨 所以一时间没有接到 过了几分钟 萧和正在闲逛手机页面的时候 一道电话直接打了进来 他来电提醒 就是自家的堂妹萧月打来的 喂 小妹 萧和接通电话后笑着说道 萧哥 我是陈燕燕 电话里面传来一道声音 陈燕燕 萧和沉思了一下 突然想起来 对方正是和自己堂妹 萧月同来物城旅游的其中一个女孩的名字 就在萧和准备询问几人在哪的时候 电话中再次传来陈燕燕有些忧虑的声音 萧哥 萧月他出事情了 什么 小妹他出什么事情了 一听这个话 萧和瞬间开口问道 萧哥 事情是这样的 就在昨天晚上 我们从外面游完后准备回到酒店休息 不过就在回去的途中 萧月他突然感觉到肚子很不舒服 然后我们着急的将其送往医院 在医院里面检查后 医生说是急性兰尾炎 需要立马做手术 结果在手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却突然有医生来说检查结果误判 萧月只是普通的肠胃炎 根本就不是什么急性兰尾炎 检查误判 萧和听到这话 心里面顿时升起一阵怒火 这医生到底是怎么检查的 手术都进行到一半了 竟然会出现诊断失误这种情况 你们现在在哪 我马上过来 从陈燕燕那里等到具体的位置信息后 萧和迅速的驾车离开了别墅 离开别墅之后 萧和一路狂奔 在二十余分钟之后 来到了位于九龙区的邪人医院门口 此时 陈燕燕正焦急的等候在医院大门处 萧和把车停好后 跟随着对方一同前去到萧月所在的病房内 这是一间规格还算不错的VIP病房 除了萧月以外 另外与萧月同行的几人也都在 小妹 刚进入到病房内 萧和便把目光放到了斜靠在病床炎的萧月身上 此时萧月的神色并不是很好 在腰间位置还能够看到一个明显的包扎痕迹 哥 萧月见萧和赶来 脸上瞬间浮现出一股委屈的模样 伤口严不严重 萧和看着对方腰间那一处伤口 关心道 还好有医生发现得及时 要不然 萧月可真得无缘无故地挨一顿手术了 陈燕燕说道 这医院简直是不负责任 这人没病都给险些弄出病来 就算没弄出来病 但是身上的伤口也是因为医生失误造成的 听着几人的话 萧和生气道 萧月 你放心 这事哥一定会给你讨回个公报 谢谢哥 萧月想着从床上撑起身子来 不过萧和见状见状赶忙上前 来到床铺前 小妹 你这身上还有伤 自己别乱动 多注意休息 想到萧月前几天还在自己面前活蹦乱跳的 结果现在 却是因为一场意外事故成了这般模样 他心里一想就非常的生气 医生那边给出了什么解释没有 萧和开口问道 萧哥 医院那边还在对这件事情进行开会商议 说是会尽快把相关的解决方案告诉我们 陈燕燕开口道 这种事情还需要讨论什么 郑远海直接道 我看他们现在讨论解决方案是其次的 最重要的 恐怕还是想着如何规避风险责任 对于郑远海的话 在场几人也是没有开口多说什么 毕竟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来到乌成丸 出了这样的事情 心里面肯定也是非常的不愿 一旁的萧和在听到这话的时候 虽然没有任何的表态 但是这心情和几人也是差不多的 你们就在这里等着 我去医院的办公室看一下 说着话 萧和转身离去 穿过病房的长廊 萧和来到了所属科室的医生办公室门外 刚一来到办公室门口 萧和敏决的就听到了里面发出来的声响 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闹大 要不然真要是传出去了 那医院里面的病人到时候该如何看待我们 和主任说的不错 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得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 最好是让病人不再继续追究 是最好的 我看问题应该不大 还好昨晚刘医生多留了一个心眼 要不然真得出大问题 大家伙现在都计划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去和病人商量 现在只要把病人那里的情况安抚好 那大的问题也就能够解决了 这时候突然传出来一道声响 这事情还不简单 也就是划破了一道小口子罢了 经过医院包扎处理之后 最多十天半个月的也就恢复如初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且我看那几个人穿着也就是一副学生模样 到时候我在以医院的名义 适当的给病人几千块钱的赔偿金就行了 萧和站在办公室的门外 虽然隔着一道房门 但是凭着声音还是能够推断出 说话的是一名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 而且从话语中可以明确的感知 自己小妹的诊断失误 很有可能就是对方所为 只是划破了一道小口子 这话说的倒是非常的轻巧 这事情我看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争论下去了 大家都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吧 随着这道声音的响起 办公室里面也是迅速的安静下来 也就在同一时间 萧和直接推门而入 这位先生 你是有什么事情吗 见萧和突然进入到科室的办公区域 距离最近的一名男医生开口问道 我是 正当萧和准备说明来意的时候 一名青年医生直接道 这里是医疗办公区 需要挂号看病什么的 自己去诊台 别在这里影响我们日常工作 这名青年医生 名叫段成宇 是邪人医院的一名新入职医生 萧月的误诊 也是属于此人值班时所为 昨晚辛苦值了一个夜班 一大早上的 本来还想着回寝室补个瞌睡的 结果却不曾想 因为昨晚的医疗误诊 导致一早上就被科室拉来训话 段成宇这心情是一阵差 见萧和不声不响的 进入到科室办公区 他自然也是直接出口碾人 而这边的萧和 听到段成宇的话 第一时间就分辨出来 此人就是刚才说话 萧张的那个医生 我可不是来看病的 我是萧月的家属 萧和直接道明来意 昨夜里面的医生 把我妹妹误诊为急性兰尾炎 我现在是来讨要个说法的 你是萧月的家属 知晓萧和的身份之后 科室内的众人 也是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齐齐把目光朝着萧和看向 至于先前还与其嚣张的段成宇 也是面色一正 他们刚才还在针对 萧月这个误诊的事情 在开会进行研究 没想到病人的家属 同一时间也是找上门来 虽然这是迟早的事情 不过现在一大早上的医院里面 来来往往可是有着不少的病人 及其家属在 这要是被闯入这些人的耳中 那对于整个医院来说 也绝对有着一定的影响 这位病人家属 我是本科室的主任严和伟 现目前我们正在对于病人的情况 进行相关的讨论决策 请你放心 我们邪人医院 绝对不会对于此时坐视不管的 肯定会给出一个 让病人和你们病人家属 都满意的答复 科室主任严和伟说道 萧和面色平淡 刚才他可是在科室门外听着的 说实话 对于众人先前讨论的 这个赔偿问题并不满意 出了这样的事情 难道作为主要责任人的医生 都不出来主动赔礼道歉的吗 仅仅想着花费一些补偿款 就要把这件事就此结果 怎么 你们所说的满意答复 就是赔偿个几千块钱了事 萧和冷声嘲弄道 这 听萧和这话 那严和伟也是略微的有些尴尬 很显然 他们刚才的谈话已经是被萧和 给听到了耳中 说不出话来了 萧和看了眼严和伟道 病人家属 对于这件事情 我们院方也表示无奈 因为昨天晚上事发时 属于医院值班期间 而且我们这值班医生 又是新入职的 在应对突然情况下 难免出现意外情况的发生 所以 严和伟在那开口解释道 所以 出了这样的事情 你们并没有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而是首先想到了 如何安抚好病人 防止对医院的生育方面造成影响 萧和言辞盘问道 这医疗物诊说起来 总有那么些时候 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他在意的是院方的态度 自己小妹受的伤 倒不是有多严重 但是据他了解 这从史治中 那名物诊的医生 都没有出面到过千 这确实是有失妥当 病人家属 希望你千万不要激动 对于这件事情 我们医院方面 也是非常的重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我们将会给予病人最好的治疗服务 并且一切的费用全免 除此之外 我们还会给予病人十万元的经济补偿 这是经过我们大家开会研究出来的方案 你看如何 严和伟开口问道 这样一场小型的医疗物诊事故 直接给予病人十万元的补偿 结果在他看来 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你们这么多人 就给讨论出这样的处理方案 萧和面色不屑地看向众人 本来像医院这样的地方 他是不应该闹腾什么的 但是这种结果在萧和看来 那摆明了就是院方在这糊弄人的 病人家属 你若是还有什么疑问 我们可以直接提出来的 见萧和如此果断地拒绝 严和伟一时间也有些意外 毕竟他们开出来的补偿条件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不过主任就是主任 在此情况之下 也是很快地有平静下来 我的要求也很简单 除了这相应的经济补偿之外 昨天误诊的那名医生 还必须去给我妹妹公开进行道歉 萧和斩钉截铁地说道 一听萧和这话 那段成语自然是不愿 这一般的道歉他还能够接收 但是这公开道歉 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 他现在才入职医院没有多久 往后可还有着大把的光景 若是当众公开道歉 那自己这误诊的事情 可就会被更多的人知晓 那到时候 还有几个人敢找人诊治 这网严重了说 往后的前途都是灰暗一片 不可能 你真当我们医生 整天是闲着没事做吗 这道歉家一定的经济补偿 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公开道歉 想都不要想 段成语一直说道 萧和看了眼段成语 一脸生气道 若是我猜得不错 你就是给我妹妹误诊的 那个医生吧 没错 这是我承认 病人误诊 确实是因为我而导致的 段成语点头道 不过 医院刚才给出的方案 你也看到了 这公开道歉 是绝对不可能的 看着对方那副 理直气壮的样子 萧和真的很想 将其抱走一顿 这位严主认识吧 你也支持他说的话吗 萧和把目光看向一旁的 严和尾 严和尾没有说话 显然是默认了段成语 刚才所说的意思 无论如何 他绝不可能做出这种 损害医院声望的事情出来 小子 我们医院给出的方案 就在这里 要么好好地在这治伤 等到后面拿钱走人 要么就什么也拿不到 大家就在这干耗着 段成语丝毫的不虚 这医院 哪还不能遇到 几个找麻烦的人 大不了就这么干耗着 反正那么大个医院 还怕这么一个闹事的主 一听这话 原本还比较心平气和的萧和 顿时间大怒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医生不想着 如何治病救人 一有事情出来 竟然还弄得个 这般无理取闹样 想到自己小妹 刚才那般虚弱的模样 萧和再也不打算 克制自己的 随时都要暴怒的情绪 他直接来到 严和尾的身前 伸出右手 抓住其衣领 小子 你想干嘛 这里可是医院 你要是敢在这里闹事 那我绝对会让你 吃不了兜着走 段成语出声威胁道 他可不认为 对方有那个胆子 敢和他动手 一旁的众人健壮 也是敢忙上前来劝住 病人家属 你先冷静一下 这里可是医院 这事情闹大了 对你可没有任何的好处 我们有事情 可以再好好的商量 没必要把事情 弄成这般模样 严和尾等人 赶忙开口劝住萧和 一些人本来还打算 上前分开纠缠的二人 不过萧和仅仅是一个眼神 就让得他们 不敢继续上前一步 真照你这样说 这不就是钱的事情吗 怕 萧和冷声道 这样吧 和你们刚才商量的那样 我也给你开开婚 等完事再给你一笔经济赔偿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你 你想要干嘛 段承宇刚说完话 迎接他的 确实一道冰冷的拳头 碰 啊 拳头落下 随之而来的是 段承宇那一声惨叫 在场众人也是微微一愣 他们也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会这般的干脆 说是动手 还真就动手了 揍了段承宇一拳 萧和并没有停下自己的动作 依旧是继续朝着 对方动起手来 段承宇自然不是萧和的对手 在对揍了几下之后 也是赶忙肩挣脱开来 在科室内不断的躲避 里面霹雳巴拉的声响 也是引得外面不少路过的人 停住脚步 争相围观起来 快 你们几个赶快上前去把他们拉开 还有你 赶快招呼安保队的人 让他们抓紧时间过来 剑场面有些控制不住 作为科室主任的严和伟 也是开口吩咐着在场众人 很快 安保队的人感到科室 病人家属 你先冷静一下 凡是我们先冷静下来 好好地商量 为首的那名安保队长 站在段承宇的身前 小心警惕地说道 看着段承宇 那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模样 他可不想遭受这无往之灾 这位病人家属 整件事情 我们可以好好地商量 没必要搞成这么个样子 严和伟距离萧和 隔着一段距离说道 刚才萧和这么动作 可真是把他们 在场众人吓得不轻 整件事情本来还算稳定的 完全就是因为 段承宇这家伙 自己嘴欠 正因为如此 所以大家也都是一丝一丝 根本没人敢主动上前劝阻 这青年本来就是在气头上 万一误伤无辜 可就白瞎了 本来就是来上班的 谁都不想给自己 牵扯出什么无妄之灾来 萧和停住脚步 把目光望向 躲在众人身后的段承宇 这件事 从始至终 我可都是一直在克制着 要说只能怪这家伙太嘴欠 穿着这身衣服 说话做事如此的不负责任 真不给他点颜色 后面还真不知道 会弄出些什么事情出来 对于萧和所说的话 在场大部分人都没有说话 只有那科室主任 严和伟站了出来 病人家属 出现这样的失误 我们院方也表示非常的愧疚 不过现在事情 已经是发生了 你就算是在如何的动手 那也是 没有办法的了 刚才我们已经协商 开出了解决方案 你这边若是感觉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那我们双方之间 也是可以继续商量的 此时 科室门外 也是占满了无数的围观群众 医院出现闹事的情况 虽然不多 但是时不时的 还是会有这么一些的 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在听到严和伟的话后 也是纷纷开口劝阻 小伙子 这里可是医院 你这闹那么大的动静出来 确实是太不应该了 对啊 这里可是住院区 你这么大吵大闹的 岂不是闹腾到那些个住院病人了吗 有什么事情 好好商量吗 别那么的无理取闹 萧和看了眼中人 你们这些人不知道事情的经过 在这里噼里啪啦的干嘛 说这话 他在用手指着不远处的断成语道 你们怕是还不知道 那家伙做了些什么吧 我妹妹被他误诊 身上被白白的挨了一刀不说 让这个家伙道歉 他还满是臭嘴的在那耀武扬威 若是你们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们能够忍得下这口气 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原本还想继续说到什么的众人 也是瞬间安静了下来 他们原本不知道事情的经过 以为是萧和在磕室内闹事 可是现在一明白事情的经过之后 皆是不约而同的 把目光望向了 被萧和做成猪头般的断成语 在大家的目光中没有怜悯 然后是深深的厌恶 因为误诊 让好好的一个人 白白的挨了一刀 你这作为主要责任人的 再怎么也得有个合适的道歉吧 非但不道歉 反而还出口极其嚣张的威胁人 真遇到这样的事情 恐怕现场没几个人能够忍受到了的 病人家属 我们有什么事情 可是私下好好的商量 没必要把事情弄得这般地步 不是吗 见周围聚集的人数越来越多 科室主任严和伟 也是有些着急了 在这种人多眼杂的时候 事情真要是传出去了 那大家会怎么想医院 以后谁还敢在这里来检查治病 刚才我的条件已经说过了 你们若是坚持不让那家伙道歉 那我只能这样一直和你们号召了 说话间 萧和转头看向了科室外的围观群众 说道 大家可都是看着的 我这只是合理的给家属讨回公道 可不是什么蓄意闹事 哥们 我支持你的做法 那家伙确实是太可恶了 绝对不能就这么将其放过 说的也是 来到这里本来就是看病的 本来好好的 这突然白白挨了一刀 这谁能忍得下 这家伙 简直就是 再给医务行业的工作者抹黑 绝对不能这么轻饶了 议论声平起 说的科室里面的人 也是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 面前的萧和他们 可是惹不起的 而那些围观的群众 又没有犯事 他们总不可能 无缘无故的去赶人吧 来 麻烦各位让一下 小心一点 让一让 随着外围的声音响起 一群身穿白色大褂的医院人员 赶来了现场 虽然不清楚这群来人的具体身份 但是就看这般阵仗 就能够感觉到 这来此的一群人 在医院的地位 肯定是不低的 人群依序分开一条道路出来 为首的是一名头发略微有些花白 但是身体还算健壮的老者 在其身后 还跟着数位中年男女 杨院长 看到来人 严和为里面走上前迎接道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事都把您老给惊动了 来此的这群人 可没有一个是简单的人物 这为首的一位正式医院的院长杨廷海 而在他身后的那一群人 这各个都是医院主任医师级别的人物 也就是和他这个科室主任 是属于贫瘠的存在 严主任 你们科室这是个什么情况 杨廷海看着被围的水泄不通的科室办公区 一脸郑重的问道 本来他还在楼上的会议室 和几位科室的主任商讨工作事务 结果这会议开到一半 就听到楼下噼里啪啪的响得不停 而且不时的传出一片哀嚎呼叫声 怕出了什么事情 便是一刻也不停留的 带着几名主任医师 便是朝着楼下赶来 杨院长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 严和伟将大致的情况 如实汇报了一遍 明白事情的缘由之后 杨廷海把目光 看向了科室里面的段成语 看着鼻青脸肿的段成语 杨廷海也是一惊 好家伙 这一下手还真够重的 他又把目光 转移到一旁的萧和身上 小伙子 我是邪人医院的院长杨廷海 这件事情归结原因 主要还是出在我们院上 这样吧 你现在带我去看一下病人 等到我把事情的经过 再仔细的了解之后 肯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你看这样行吗 这件事情 已经是闹得个沸沸扬扬的了 若是双方继续在这里僵持着 那对于彼此 也没有任何的好处 杨廷海首先也是想着 把前面的萧和安抚好 然后再对整件事情 进一步了解之后 再做出相应的结果 对于杨廷海的话 萧和自然也是 没有任何的意见 更何况 对方是邪爱医院的院长 也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自己也应当给其一些面子 就这样 劝散了周边的围观群众 萧和一行人 去到了萧月所在的病房内 至于那个段成宇 自然也是被一同带往 进入到病房内 杨廷海首先便走到病床前 小姑娘 你这伤口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杨廷海和爱的开口问道 对于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 这个身穿白大褂的老者 以及其身后紧跟随的 一众医护人员 萧月一时间 还没有反应过来 小姑娘 你别怕 我是邪人医院的院长 我叫杨廷海 今天过来 就是想要了解一下 你这边的具体情况 并且对于这次误诊的事情 表示最诚挚的歉意 知晓来人的身份之后 萧月第一时间 把目光望向了萧和 小妹 杨院长来了解具体的情况 你如实回答就行了 萧和平静地说道 听到这话 萧月点了点头 嗯 小姑娘 你就把昨天晚上来医院 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如实地告诉我 特别是 关于你和昨晚误诊医生之间的 这些对话情况等等 都说一遍 杨廷海开口说道 随后 在两人的简单交流之后 在场的医生 也是对昨晚发生的事情 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整件事情的经过 我都已经有所了解了 杨廷海把目光 看向一旁的严和尾 开口问道 严主任 这件事情是出现在你们科室的 对此 你这边有做出什么合适的解决方案吗 见杨院长问话 严和尾立马回答道 杨院长 有关的解决方案 我已经和这位病人家属 仔细地沟通过了 这中其责任 主要还是 因为我们科室的医生物诊所致 所以在后续的治疗中 我们将会承担一切的治疗费用 并且 我们还商议 给予病人 共计十万元的经济补偿 嗯 这确实应该如此 对于严和尾所说的解决方案 杨亭海也是比较满意的 在这个基础上 我再加上一条 对于病人的身体情况 在未来的三年时间里面 我们协人医院 将给予每半年一次的全方面免费检查 凡是一切有可能的 带来的后遗症影响 我们都将给予全额免费的治疗 说完话 杨亭海看向萧和和萧月 二位 不知道 你们对这个解决方案感觉如何 作为协人医院的院长 杨亭海自然是希望 这件事情能够完美的解决 在他看来 院方看出的这个条件 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 病人及其家属一方 应该是不会有拒绝的可能 因为萧月在场的缘故 萧和并没有多说什么 自己小妹 也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这最终的选择如何 还是得看她自己做主 此刻 在场所有人都把目光 集中在了萧月的身上 萧月看了看自己 又腰间的那个包扎处 面含泪水道 我不要你们给的什么现金补偿 我只想要我身上的这个伤口痊愈 女孩子都是爱美的 这个女孩子家的 身上突然间多出来一条 两三厘米长的伤疤 这无论如何 都是难以接受的 小姑娘 你这个可以放心 凭着我们医院的暖光治疗 这伤口方面 虽然是不能够完全的复原 但是和之前比起来 也是相差不大的 对于你今后的日常生活 不会带点任何的影响 你这个是可以完全放心的 一听疤痕可以复原 萧月的心情 这才稍微放松了一些 对于医院开出的 这些个解决方案 若是你们没有其他的意见 那我们 等等 这时候 萧和开口道 杨院长 既然医院出了这么一个严重的问题 难道不应该给我妹妹一个道歉的吗 而且 这误诊的医生 自从事发到现在 可是从未现身给的说法 甚至连个道歉都没有 这是不是太不合规矩了 不仅如此 像这种品性不佳 连基本的职业操守 都不懂得遵守的人 难道你们院方 就没有对其进行任何的处罚吗 一连串的质问 另得一旁的杨亭海 也是微微一愣 这是我的疏忽 我立马让当事人医生 给病人道歉 除此之外 我会吩咐院方人事管理处 对此医生停职停薪 进行为其至少三个月以上的基础行规教育 不行 萧和立马开口道 这样的人 有什么资格行医 先不说其行医的能力 就光凭那种嚣张蛮横 对于病人漠不关心态度 必须对其进行抵制 最好是发出通告 让更多的人都知道这个医生的风品行径 对方口所说的这些话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依据 现在可能说的还好 也许等到这阵子风头一过 这名医生就又给直接冒出了头 像这样的套路 在现如今可谓是不少 根本就没有任何实际性的用处 说好听点是处罚 说难听点 就是变相的 让其出去好好地休假 比个风头 在听到萧和的话之后 那杨亭海也是微微皱眉 对方这是明显的 要觉得那段成语往后的从医道路 一同跟随而来的严和尾 也是赶忙间站了出来 病人家属 你这个惩罚 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这段医生还年轻 因为经验方面的部族 出了事故 也是稍微能够接受的 这真要是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 那他今后的从医路 可就彻底地断送了 而且 从一名医学生 成为一名正式的医生 这其中需要经历 至少六七年的时间才行 一同来此的那几名主任医师 也是相继站了出来 这样的处理 确实有些太不近人情了 小伙子 见好就收 差不多行了 这段医生都被你打成了这副模样 他也受到了自己应得的惩罚 你要是再这样继续纠缠下去 那可就是得理不饶人了 真要是把段成语的事情公布出去 那先不说段成语会如何 对其邪人医院的名声 肯定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他们都是医生的骨干 对于自家医院的形象方面 肯定也是极其在意的 你们这些人 也就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这件事情若是发生在你们 或者是你们身边的亲人身上 你们还能够这样说话吗 今天还好只是一个小伤口 可若是出现了更大的医疗事故 那到时候你们又当如何 还是像今天这般 想着大事话小小事话了的态度 话一说完 在场众人也都不说话了 确实如同萧和所说 这事情不是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只能是作为旁观者的态度的发问 而真要是发生在自己或者亲人的身上 恐怕他们也不会这么轻易的将此事就此结果 小伙子 我们都能够理解到你的这种心情 这段成语作为医院的医生 在对待病人上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们邪人医院是必定会对其追究责任的 至于这发出通告这件事情 我看就免了吧 杨廷海开口说道 虽然他作为邪人医院的院长 但是像这种会影响医院名声的事情 他也是做不了主的 邪人医院隶属于邪人医疗 若是他就这么轻易的将此事答应下来 那到时候给医院带来的负面消息 那就算他是院长 那也是不好向上头的领导交代 照你这话中的意思 我们就没办法商量下去了 萧和淡淡的说道 小伙子 你说的这个要求 我的真的没办法答应 杨廷海知道 这件事情错在他们院方 但是他这个院长也是打工人 真没办法在此事上做出让步 行吧 这件事情 我也不打算和你们继续拉扯下去了 说着 萧和便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 喂 我是萧和 马上派人来一趟邪人医院 对 位置就在急诊外科住院部 302病房 接通电话之后 萧和只是简短的说了几句话 就挂断了电话 病房内的众人见此情况 也是知道 萧和多半是喊人来了 小伙子 我不管你喊谁来 但这里可是医院 可千万不要乱来 杨廷海出声提醒道 他不单单是为了医院 也是为了萧和考虑 毕竟真要是在医院闹事 那双方都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哥 萧月也是把目光看向了萧和 此时的他和杨廷海是同样的想法 虽然他知道自己的堂哥 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但是真在医院里面把事情给闹大了 那可真就不是那么好处理的 若是萧和为了自己出了什么事情 那他心里面也会无比的自责 小麦 你就放心吧 哥不会乱来的 萧和笑着说道 他打电话自然不是找人来医院闹事的 刚才那通电话是直接打给邪人医疗总经理何勇的 他知道医院这边在担心什么 与其在这里浪费过多的时间 还不如直接派邪人医疗的人来 他手中拥有着邪人医疗20%的股份 更是属于其中的第三大股东 想要解决此事真的是太简单 之所以没有直接点名自己身份 而是打电话联系何勇 那自然是因为自己成为新股东的时间还早 这院方哪怕是杨廷海这个院长本人 恐怕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自己若是直接点名身份 恐怕在场也没一个人会相信 几分钟后 一名身着黑色西装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了病房门口 何总 看着突然出现的何勇 病房内的杨廷海微微一愣 就连在他身旁的这些各医院的主任医师们 也是不由自主的朝着脸庞退去 主动的让出一条道路 何总 你怎么会突然来医院了 杨廷海看着走近的何勇问道 何勇看了看杨廷海 然后直接把目光转向靠近窗户的萧和 确定身份后 他立马上前来到萧和的面前 当着众人的面一脸恭敬道 萧董 嗯 萧和看了看时间 淡淡的说道 没想到何总来的还挺快的 这邪人医疗的办事效率还挺高的 听到这话 何勇面色惭愧道 萧董 我这也是刚从总公司过来 正巧再到邪人医院这边处理点事情 实在是没想到您竟然也在这里 说完话 何勇把头转向一旁的杨廷海等人 来 杨院长 我和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邪人医疗的新任董事 萧董 什么 他是邪人医疗的古董 杨廷海及其在场 众人皆是没有想到 萧和竟然还有着这么一层身份 看来杨院长 你们已经是认识了 这位萧董在前不久 购入了我们邪人医疗20%的股份 现在已经是我们集团的第三大股东 这么一大堆医院的领导聚集在此 何勇来以为 双方在此之前已经是有过接触了 第三大股东 难怪作为邪人医疗的总经理 何勇会突然间感到这里 没想到这第三大股东的身份 就一切都说得通了 邪人医院属于邪人医疗旗下产业 说句实在点的 面前的萧和可都是他们这些人的领导 哪怕是杨廷海这个院长也不例外 一想到先前双方之间发生的摩擦 众人心里面也是生起了一丝担忧 特别是站在最后方的那个段成语 此刻的他更是神色恍惚 凭着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 再加上邪人医疗在行业中的地位 对方只要是真出手 那他恐怕是真的被迫改行了 萧董 我们 杨廷海在知晓萧和的身份之后 正准备说话之时 却是突然被萧和给打断了 何总 正好你也是来邪人医院办事的 那正好顺带着把这里的事情一并处理了吧 萧和淡淡地说道 这里的诗 何勇一时间有些好奇 萧董 刚才您让尽快赶过来 不知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这话刚一说完 何勇突然感觉自己像是问了句废话一般 面前 这位年轻的萧董若是没有什么时间 那刚才有必要在电话中吩咐自己 立马赶来此处吗 自然是有事 萧和简单地说了一句话便是不再多说什么 善于察言观色的何勇 立马将目光移动到了不远处的杨廷海众人身上 杨院长 这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萧和的身份摆在那里 杨廷海只能是将所有的事情一一如实说了出来 听完整件事情的经过之后 何勇也是面色一阵 邪人医院的医生误诊 而且这病人还是萧董的妹妹 他万万没有医院 竟然还会弄出这么一番事情出来 发生这样的事情 若是不给出一个合理的处置结果 恐怕这位新任董事一怒之下 他这个做总经理的也会受到牵连 萧董 请您放心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严肃处理 何勇小心说道 虽然他是邪人医院的总经理 但终究只是一个高级点的打工仔罢了 和面前的这位集团第三大股东 根本就没得比的 杨院长 对于这个叫段承宇的医生 我们必须进行严肃的处理 医院本来就是应该服务大众 对于病人 我们应该做到尽心尽责 若是放任这种不负责任的医生 那我们邪人医院 还如何能够取得大众的信任 听着何勇的话 那杨廷海也是有着一丝无奈 何总 对于那个段承宇 肯定是必须得给予开除的 但是这公开声明 会不会有些不妥 不妥 有什么不妥的 何勇问道 是这样的 这段承宇毕竟是我们邪人医院的医生 若是就这么把信息给公布出去 那对于我们医院的名声方面 肯定会起到一定的影响 那到时候 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杨廷海从始至终担心的都是这个 他作为院长 不得不为医院的名声方面做出考虑 听完杨廷海的话 何勇一时间也是拿不定注意 转而把目光看向了一旁的萧和 对方说的没错 这事若是就这么报道出去 那肯定会对邪人医院起到一定的影响 更是说不定会对邪人医疗也会有着相关的作用 不过对此问题 萧和只是目光淡淡地扫射了一圈众人 然后面色严谨道 我知道你们心里面的想法 不过这种事情若是隐瞒下来 那反倒更容易让大众对我们失去信任 你们必须的明白一点 这有了问题 我们首选想到的应该是如何去改正 以防止下次再犯 而是不是去想方设法的去掩盖事实的真相 对于大众群体来说 他们更加在意的是态度 而且我们邪人医疗作为行业的顶尖层次 一直以来颇深大家的信任 我并不是说因为病人是我的亲人 就格外的进行处理 而是想让你们明白一点 那就是无论出现怎么样的事情 那必须保证实事求是的处理原则 绝对不能够在其中弄虚作假 就算是这次把事情压下来了 那等到下次呢 难道我们还是如此 这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有问题就承认 就认真仔细地改进 萧何说完话 目光只是在场的众院方领导 萧董 你说得对 一开始确实是我糊涂了 杨廷海沉思议会 回过头来看着在场众人道 断成于品性不端 在对病人的诊治方面不认真不负责 现在我以邪人医院院长的身份进行宣布 开除断成于 并将整个事件的经过及其品性公告出来 不单单是医院 更是对于行业中进行详情背露 蹦 听到杨廷海的话 站在人群最后方的断成于 虽然贪坐在地 他知道自己已经是完了 不单单是邪人医院本身进行公告 更是在同行业中进行详情背露 这般情况之下 不管他去哪家医院那肯定都没有人敢再用他了 他的职业生涯还没开始多久 便已经是宣布完结 再往后也只能是彻底的改行了 小董 您看这个处理结果可以吗 何勇开着萧和开口问道 嗯 萧和点头道 对于这样的人就应该如此 不单单是此人 以后所有邪人医疗旗下的产业 在做事情上都应当如此 必须要认真负责 上班工作期间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绝对不能马虎 听到这话 在场众人纷纷点头赞同 不过就在这时候 人群中的严和尾突然站了出来 萧董 您看能不能再给段承宇一次机会 他现在还年轻 学医数年就为了这一天 若是真把事情通告出去 那他往后的职业生涯可就全完了 嗯 萧和面色有些古怪的看向严和尾 杨廷海见状马上站出来说道 萧董 这位是急诊外科的严和尾主任医生 是段承宇的舅舅 一听这话 众人顿时明白过来 难怪都这个时候了 那严和尾还选择护着段承宇 结果两人还有着这么一层关系 严主任 你是想让我放过他 萧和问道 严和尾赶忙说道 萧董 这开除可以 但是对同行业进行批注 能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这外甥他还年轻 在经过此事之后 也一定会 话说到一半 萧和直接沉声道 照你话中的意思 你这个外甥还是个孩子 对吧 阿婆 听到这话 在场有人突然间 差点忍不住笑了出来 他们这位萧董 确实是有些幽默 看那段承宇 现在也二十六七了吧 照那严和尾的话来说 这家伙还是个孩子 三百多个月的宝宝 见萧和这般反应 严和尾又把目光 瞥向了一旁的杨廷海 想必是希望对方 能够说上几句话 不过在听到萧和刚才的 那番话语之后 杨廷海自然也感觉 非常的有道理 这时候 哪里还会帮严和尾说什么 严主任 你作为邪人医院的主任医师 那就应该明白 萧董刚才话中的意思 这段承宇 既然从事了这一行业 那就必须要对得起 自己身上的这身衣服 可是就对待病人上 根本没有做到应尽的责任 那他自然也就没有资格 再穿上这身衣服 若是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没有进行严肃的处理 那往后更多的人都学他这般 那我们还怎么开展工作 这大众还认可我们吗 杨廷海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说道 从一开始 若非是看在邪人医院名声的问题上 恐怕他早就对段承宇 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不过现在作为邪人医疗董事的萧和 都这样说了 那他自然是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行了 事情就这样办吧 何总 我不希望今后邪人医疗旗下 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于接下来的事情 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办了吧 萧和淡淡的说道 萧董 您放心 在今后的管理中 我一定会严格进行 保证不会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何勇面色恭敬的保证道 嗯 萧和点点头 董事会那边我会去说明的 你不用担心 解决完事情 何勇及其医院众人也是陆续离去 小妹 事情已经解决了 你自己就好好地在医院待几天 等到伤好的差不多再离开 萧和开口说道 哥 我知道了 萧月点点头 嗯 萧和在把目光看向一旁的陈燕燕四人 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 不辛苦 萧月是我们朋友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四人连忙回道 他们都没有想到 萧月的堂哥竟然那么厉害 还有着邪人医疗股东的这层身份 这样吧 时候也差不多了 我先带你们出去把午饭吃了来 小妹 你要是不方便的话 我一会让专人给你送到病房里面来 萧月撑起身道 哥 我伤口有一点痛 你们去吧 那行吧 萧和说完话 带着几人离开了病房 在路上还专门联系了医院 给萧月准备一份午餐 在知道萧和的身份之后 这院方哪里敢耽误 第一时间便安排了专人对其进行服务 吃完午饭后 萧和回到病房内简单交代几句之后便驾车离去 从医院离开之后 想了想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万象来福商业城了 便是一路驾车朝着万象来福商业城的方向驶去 进入到商业城内萧和江车停好 然后静止地朝着物业中心的方向走去 不过在路过一间西餐厅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有一男一女在门口拉扯着 男的倒是无所谓 不过那女的她却是认识 雪燕 今天我可是专门邀请你来共度午餐的 你这漠不作声的就走了 是不是太不给我面子了 这名男子在青年女子的面前开口纠缠道 而且看那架势 要是女子不从 那肯定是不依不饶的 这名年轻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萧和的邻居尹雪燕 此时的尹雪燕身穿一席正装 目光看向青年男子的时候 有着一股莫名的怒火 蓝燕鸣 我们之间只是生意上的合作关系 我劝你不要对我动手动脚的 要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尹雪燕生气道 雪燕 我怎么对你动手动脚了 我这不过就是让你吃完饭 在一起去KTV唱会歌罢了 又没有做其他什么过分的事情 蓝燕鸣面色淡然的开口说道 看他这般面容 反倒像是尹雪燕不通人情一般 我不想和你说那么多 下午公司还有着不少的事情 需要我去处理 就这样吧 我先走了 尹雪燕面色冷沉道 面前的这个蓝燕鸣 让他生出一种厌恶感 他是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多待 听到这话 蓝燕鸣立马站出来 挡到尹雪燕的面前 然后开口道 尹雪燕 你可不要给脸不要脸 现在蓝氏集团 可是在和你们建业集团合作 若是你这般不识抬举 到时候出了点什么事情 可别怪我无情了 尹雪燕冷哼一声 蓝燕鸣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 蓝氏集团和建业集团 在合作是没错 不过你要记住 建业并非是少了你们蓝氏集团 就不行了 这乌成愿意和我们建业集团 合作的公司 也不差你这一家 你在这里威胁我 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 尹雪燕说完话 立马从一侧绕过了蓝燕鸣 然后迅速的离去 在对方走后 蓝燕鸣的面色 瞬间阴沉下来 尹雪燕 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了 既然这样 那可就不要怪我 无情了 蓝燕鸣喃喃自语道 他转过头 看着尹雪燕远去的那道背影 眼中充满了炽热 这个女人 她是无论如何 也要将其捏入手中 思虑片刻 她的眼睛又瞬间清明过来 随后赶忙间 更上了尹雪燕的脚步 两人来到停车场内 雪燕 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你可千万不要生气啊 这样吧 你先出来 我们在一起找个地方坐下来 好好地聊聊 你看这样可以吗 蓝燕鸣对着轿车内的尹雪燕说道 不过很可惜 尹雪燕这样的精明女子 怎么可能猜不到 蓝燕鸣心里的那些个小心思 她根本就没有 给对方任何的机会 迅速一踩油门 直接离开了停车场 尹雪燕 看着轿车尾 蓝燕鸣再次大声喊道 不过结局依旧如此 尹雪燕 你行啊 现在给我装清高 你看我不好好地收拾你 等到时候 我要你自己主动上门来求我 蓝燕鸣看着前方 面色阴沉地说道 不过尹雪燕已经是驾车离去 不管蓝燕鸣在这多说什么 她都是毫不知情的 此时的尹雪燕正驾驶着轿车 朝着公司的方向感觉 对于蓝燕鸣刚才的骚扰 她现在也是强忍着心中的那一股恶气 作为一个奔走于职场的年轻女子 难免会遇到这么一些男性的骚扰 更何况像尹雪燕这般长相和才华 也是极其出色的女子 不过靠着建业集团的雄厚实力 尹雪燕对于这种事情 还是能够进行应对的 不过就在今天中午 本来是和蓝氏集团的蓝燕鸣 一同见面商谈两家公司的合作事宜的 但是对方自从吃饭到结束 根本就没有商谈任何有关工作上的事情 反倒是对自己出言不逊 还时不时的动手动脚 一开始想着两家公司实力相当 而且对方又是建业集团的长期合作对象 所以尹雪燕是一直在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 不过真到了后面 这样的克制反倒是让对方更加的肆无忌惮 所以尹雪燕最后才对做出那般生气的举动 最近建业集团接了一家跨国公司的海外业务 等到这单做成之后 那回报的利润是非常丰厚的 甚至是公司的整体市值也会因此而水涨船高 他心里面已经是打定了注意 主要这次的海外业务结束 他就把建业和蓝氏的合作取消 以后再换取其他的供应商合作 尹雪燕刚把车辆驶出停车场 来到商业城的主干岛 这时候 他意外的发现道路边一道熟悉的声音 正在向他招收 咦 萧先生 好巧啊 没想到 我们竟然在这里遇到了 尹雪燕把车停到萧和的一旁 然后滑下车窗玻璃说道 是有些巧 没想到在这里竟然遇到了尹小姐 萧和也是点头微笑道 萧先生是要回鹅岭峰别墅吗 尹雪燕开口问道 不是 我这正好开车来商业城办一些事情 萧和说道 这样啊 尹雪燕笑着道 那萧先生您先忙 我就不多打扰了 我们有时间再聚 行 说完话 尹雪燕迅速的驾车离去 看着车辆驶离的方向 萧和淡淡的一笑 这女人 心态倒是挺不错的 萧和去到万象来福商业城的物业中心 简单的巡视了一圈 趁着时间还早 又去到林小的烧烤铺子逛了逛 老林 你这生意可以啊 萧和来到烧烤铺子 虽然说现在是中午时分 但是林小的烧烤摊铺子 已经是人来人往 生意异常的火爆 老萧 你这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了 正在摆弄着烧烤架的林小 笑着道 我这不是闲着无聊吗 又刚好路过商业城 所以便过来看看你 萧和笑着回道 两人说话时 烧烤铺子里面的婷婷 拴着一身围裙 端着一个盘子 从里面走了出来 老公 六号桌的烧烤要好了吗 客人都已经在催了 快了 快了 林小翻动着手中的烤串 笑着道 你招呼一下客人 已经开始调味了 一两分钟就可以上桌 嗯 婷婷点头道 目光也是注意到了一旁的萧和 咦 萧哥也来了呀 萧哥 你快到里面去坐 婷婷上前招呼道 不用 你们忙自己的 不用管我 我就是过来看看的 一会就走了 萧和开口说道 那怎么行呢 你这好不容易来一趟 再怎么也得坐回再走吧 婷婷把目光看向林小 随口说道 老公 我先去铺子里面了 你可得好好地招待一下萧哥 放心吧 老萧只有我 你先去招待客户吧 婷婷点头离去 萧和笑着道 老林 你这可以呀 现在搞个烧烤铺子 这夫妻齐心 干活肯定是杠杠的吧 哈哈 那是当然的咯 本来我是害怕烧烤铺子的工作太累了 不过婷婷看着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 所以就把之前的工作 辞了 跟着我一起来打打下手 萧和点了点头 林小经营的这件烧烤铺子 本身的利润就非常可观 夫妻二人在一起经营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老萧 想吃什么随便的 你可千万不要和我客气 林小考着串说道 萧和淡淡一笑 算了吧 我今天就是专门过来看一趟的 而且你这生意也忙 我等一会就要走了 那怎么行呢 你这个做兄弟的来一趟 我怎么也得招待你一番 要不然那也太不够意思了 林小一本正经道 真不用 你忙你的 不用管我 而且我这午饭也才吃没多久 你这就算是想要招待我 那我这也吃不下 两人交谈一番 林小拗不过萧和的坚持 只能是作罢 晚上 萧和宇以往一般早早地躺到床上休息 而同为邻居 隔壁别墅的银雪宴 就没有这么的放松了 此时 银雪宴的卧房内 小姐 下午公司市场部那边的经理传来消息 蓝氏集团突然发来信息说 是要和我们解除合作关系 并且从即日起 不再提供一些的相关建筑材料 陈红站在一旁仔细回报道 嗯 我知道了 银雪宴非常淡定地点点头 小姐 这蓝氏集团 可是我们建业的最大的供应商 两者之间合作 可是有着不断的时间了 他们这突然解除合作 会不会 陈红有些担心地看着银雪宴 不用担心 这蓝氏集团的材料供应虽然不错 甚至在整个雾城 也不是只有他们这一家 既然他们要解除合作 那就解除好了 我们再抓紧时间 联系下一家材料供应商就行了 对于蓝氏集团突然解除合作 银雪宴没有任何的意外 那蓝延明想着用这样的办法 逼迫自己就范 那显然 你是太过天真了 那好 我马上给市场部的发出消息 让他们立马联系新的供应渠道 陈红说道 嗯 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 和新供应商达成合作 还有就是吩咐工厂那边 让他们在拿到原材料之后 抓紧时间生产工作 这次是我们建业第一次 和外资企业进行合作 对于我们进行外资市场的开拓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定马虎不得 银雪宴吩咐道 小姐 你放心 只要原材料足够 凭着我们建业集团的实力 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陈红一脸自信 嗯 抓紧时间去安排吧 等到银雪宴吩咐完 陈红立马退出了房间 第二天一早 萧和从睡梦中醒来 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将手机中的 无限秒杀软件打开 贸业集团70%股份 无限秒杀价 6888元 贸业集团 萧和拿出手机 查看了一下 有关于贸业集团的相关信息 贸业集团 华国顶尖的建筑 建材原料供应商 距今已经创立近50年 其业务往来于国内的 无数大型产业公司 比如宏达 天湖 金点 科万等等 在国内原材料供应中 占据40%的份额 国际上占据10%左右的份额 目前的企业市值高达500亿 其整体实力不容小觑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 萧和只是在网上 简单的查看了一下 这个贸业集团的资料 从中便能够知晓 这个贸业集团的实力强大 虽然与宏达集团那样的 大型建筑实业集团 比起来有着不小的差距 但是整体上来说 还是非常不错的了 自己拥有7%的股份 换算下来也相当于350亿左右 更是其集团实际的掌权者 而且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行 这贸业集团的总部就在物成 更加方便了自己去实地访查 萧和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将贸业集团的70%股份 收入囊中 与此同时 一份有关于集团公司的股份 转让合同书 也是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萧和将其拿起简单的看了一下 便直接收了起来 通过无限秒杀软件购得的产品 其真伪性根本就不用他怀疑的 嘟嘟嘟 萧和突然间接到了一道 来自物成的陌生电话 喂 哪位 萧和接通电话道 您好 请问是萧和 萧先生吗 对面传出来一道中年男子的声音 其语气非常的恭敬 没错 是我 萧先生 您好 我是贸业集团的总经理沈广源 请问您何时方便 来集团公司一趟 我这边需要和您对接一下合同手续 并且向您汇报一下相关的集团公司情况 电话中传出沈广源恭敬的声音 行吧 我看就这一两天时间吧 到时候 我去一趟集团公司总部 萧和淡淡的说道 行 萧先生来的时候 提前吩咐我一声就行 挂断电话之后 萧和走出卧室房门 正巧碰上了唐灵 只见对方此刻 身穿着一身便捷的运动服饰 你这是要干嘛 萧和开口问道 老板 我这正好趁着时间还走 准备去别墅区的花园城跑几圈 唐灵笑着回道 晨跑 萧和说道 我这个当老板的早饭都还没有吃呢 这这个助理都准备跑路了 啊 听到这话 唐灵淡淡一笑道 老板 你该不会是忘了吧 别墅里面 现在不是聘请有专门的厨师了吗 这早饭都已经被做好了 唐灵这么一说 萧和突然间才反应过来 对啊 昨天一早 他就已经联系了俄领峰的物业中心那边协助安排 现在这别墅里面 已经雇佣了几名专业的服务人员 这厨师自然也是不例外的 不过虽然想了起来 但是萧和还是对着唐灵玩味道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了 可是我就想吃你做的饭 该怎么办呢 听到萧和的话 唐灵稍稍一愣 随后精致的脸带上 泛起微红 自家老板突然说想吃自己说的饭 难道说 他没有想到萧和会突然间来这么一出 那老板 我现在就去给你做走饭 心里面虽然是这样想 但是一听到萧和这话 唐灵的身体还是不由自主的开始行动起来 看着面前的唐灵这般模样 萧和笑了笑 行了 我就是在逗你玩的 自己去晨跑吧 我一会下去吃厨师做的走餐 啊 那我先去咯 唐灵出声确认道 去吧 再不去可就到点该上班了 萧和回道 一旁的唐灵听到这话 立马灰溜溜的从萧和身旁快步离去 自家老板刚才那话 根本就是逗他的 等到唐灵出了别墅 萧和也是后脚 去到了饭厅开始吃早餐 等到吃完饭之后 他闲来无事 先到客厅沙发上坐了一会 看了看时间现在也还早 要不自己也去晨跑一会 想了想 萧和穿上一双运动鞋 便走出了别墅大门 毕竟这好身体 可得从日常开始做起 虽然他的体质 经过无限秒杀软件中 购得的功能饮料改造过 但是自己总不能就此松懈 该有的运动还是得做的 要不然再好的身体 也会有着疲软下来的一天 俄灵峰的别墅区非常的大 开发商在建立之初 考虑到其中业主的生活环境 更是在其中规划设计了好几条 可供休闲漫步的区域道路 萧和随便选择了一条距离比较近的花园路线 开始有条不紊的跑动起来 在安静的道路中闲跑着 鼻尖在闻着两旁的花香 这样的感觉却是非常的不错 难怪那么多有钱人都喜欢晨跑 一是有钱闲的发慌 二是可以在锻炼身体的过程中 顺带着陶冶情操 萧和正在专心致志的跑动着 这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声响 萧先生 早啊 萧和停下脚步 把头转向身后 只见尹雪燕不知何时 已经是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哦 是尹小姐啊 萧和看着尹雪燕 同样穿着一身运动装 便是笑着道 看尹小姐这身装束 想必平时也喜欢晨跑吧 尹雪燕笑了笑 嗯 养成习惯了 我每天早上都会晨跑一段时间 我看萧先生这副打扮 想必平时一定很少晨跑吧 尹雪燕看了一眼 萧和说道 我今天只是心血来潮了 正好起床没事做 便想着出来晨跑一下 萧和淡淡地说 我已经是看出来了 尹雪燕笑着道 萧先生 你这穿着也是够随意的 平时肯定是没怎么出来晨跑过 倒是让尹小姐见笑了 萧和有些尴尬地说道 自从获得了无限秒杀软件 这个金手指之后 她的生活才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 这说到底 和这些真正的有钱人 在生活上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异 萧先生 您这是说的哪里话 就您这身份 再搭配上这种闲暇随意的身份 这种不知会让多少人羡慕 虽然萧和外表穿着有些不义 但是他的心里 对其可是不敢有着丝毫的轻视之意 在上次那个酒会上 他可是通过李思聪的话 知晓了萧和的那宏达集团大股东的身份 在知道对方拥有着和宏达集团 现任董事长李建华 持有同等股份的时候 他的心中自然是无比震惊的 要知道 宏达集团现在的市值 可是近乎五千亿 虽然说 先线如今的宏达集团 已经有巅峰期 但是在国内 已经是最为顶尖的强起 萧和光是宏达集团大股东这一身份 那在他们建业集团面前 就已经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存在了 在想到上次晚会回来时 两人分别时的场景 尹雪燕多少还是有着一些尴尬 自己这么一个女生 竟然去 万一对方因为这事 感觉自己很随便 那又该如何是好 不过现在看萧和 并没有丝毫的异样反应 尹雪燕的心里面 也是稍微放松了许多 可除此以外 还是有着一丝失落和遗憾 两人一同聊着天 原本计划的陈跑 最后转而变成了陈走 我爱你无归 两人正准备继续聊天的时候 尹雪飞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萧先生 不好意思 我先接个电话 尹雪燕看着手机上的来电显示 开口说道 嗯 萧和点点头 陈助理 有什么事情吗 尹雪燕开口询问道 这来电的是 尹雪燕的助理陈红 这陈红跟随她多年 自然是知道自己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面 是不喜欢被打扰的 可对方这时候 忽然打来电话 尹雪燕心里却是感到有些好奇 当尹雪燕在接听到陈红的电话之后 原本轻松平和的面容 逐渐是变得沉冷起来 甚至是眉头也是微微皱起 好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匆匆挂断电话 尹雪燕把目光看向了一旁的萧和 面带歉意道 萧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这临时有点事情 需要处理一下 尹小姐 你先去忙吧 萧和开口道 打完招呼之后 尹雪燕转身迅速离去 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萧和稍稍思虑了一会 便没再多想 也是脉动着步子 朝着别墅的方向走去 回到别墅内 尹雪燕当即面色焦急的 拿过陈红手中的文件信息 陈红 你把事情的具体情况 和我仔细的说上一遍 那些个提供材料 供给的公司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为什么全都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问题 一旁的陈红赶忙开口道 小姐 根据市场部的消息 物城绝大部分的建材供应商都 突然间出现了材料源不足的情况 并且 并且什么 尹雪燕直接道 陈红面色焦虑的开口道 并且 我与那些稍大型的建材供应商 负责人联系过了 他们的相关建材 几乎都被蓝氏集团购销一空 蓝氏集团 尹雪燕面色一沉 这个蓝烟鸣还真是够狠的 一口气把物成那么多的建材 多给收入囊中 他们短时间内吃得消吗 一听是蓝氏集团动的手 尹雪燕心里面 就已经有了个大概了 你有没有问过 那些个建材供应商 这新一批的供给材料 多久能到 尹雪燕再次问道 陈红继续回道 小姐 这些我都已经问了 通过市场部联系的那些个材料供应商 我都一一打去电话询问了 他们都说 与蓝氏集团签订了短期合同 这材料 至少也得等到半个月后才能送达 半个月 小姐 我们和欧哥集团预定的交货时间 就在这个月月底 若是真等到半个月后 那到时候 就算是材料有了 可是留给我们的生产时间 也根本就不够 陈红说道 对于这个问题 尹雪燕自然也是考虑到了的 这欧哥集团 就是这次与他们建业集团合作的外资企业 两者在前不久 才签订了一个大批量的生产合作订单 若是这一合作取得圆满成功 那到时候 他们建业集团的发展 也能够取得巨大的提高 并且更是可以借助这次机会 把业务扩展到国外 可若是这次的合同 没有按照原本的计划如期完成 他们建业集团 也将会给予对方违约补偿 甚至是在行业内的名声 也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本来按照他们建业集团的实力 这次合作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要是在材料供给充足的情况下 就算是提前完成合作 也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兰氏集团明显就是早有准备 为了就是让他们建业集团 在这次的合作中出现问题 陈宏 除了这些物诚的大型材料供给商以外 其他中小型的供应商有没有过联系 林写燕已经开始计划 既然这些个大型的材料供应商 已经被兰氏集团拉住 但是除此之外 还有着部分小型供应商的存在 说不定在这里可以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就算是不能够彻底的解决材料稀缺的问题 但是至少还是能够维持一段时间不出问题 小姐 那些小型供给商 我都已经派市场部的人去联系过了 这些商户手中资金本就有限 其中大多数更是属于那种中间商赚差价的 这手中的存货本就不多 就算是我们建业集团将其全部购入 那也无非就是能够稍微维持一下时间罢了 除了材料不足以外 他们中的材料品质也是参差不齐 若是轻易将其购入 恐怕反而还会适得其反 若是真出了什么问题 那到时候再规定时间无法交货 以及产品质量有问题 这双重的打击之下 我们建业集团恐怕会 陈宏没有接着往下说 凭着自家小姐的材质 肯定也是知晓 其中所带来的危害性 原材料不足 交货时间又在缓缓逼近 这麻烦可是真的大了 银雪燕一时间也是陷入到了焦虑之中 一旁的陈宏 见状也是不再多说什么 作为建业集团的总经理 他自然知道集团目前所面临的危局 若是一个处理不好 那对于建业集团虽然算不上灭顶之灾 但是恐怕其程度也是差不了多少的了 陈宏 你这里有什么合适的建议吗 银雪燕突然开口道 小姐 目前我们建业集团的困境 就在于原材料的供给上面 若是有了足够的原材料 那与欧哥的合作 也就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所以在我看来 这其一是通过蓝氏集团那边 其二就是找寻合适的原材料供给商 看自家小姐这样 陈宏心里明白 蓝氏集团那边多半是不要想了 真要解决问题 那只能是从其他的供应商那里落实 陈宏这才把话说完 一旁的银雪燕便直接道 不用考虑蓝氏集团 我们目前只能把目光 放在其他原材料供应商上面 陈宏 乌城市周边的其他大型建材供应商有联系过吗 小姐 乌城最近在进行道路维护 短时间内 外地的那些个建材 根本就没办法运送进城 我们只能就近想办法才行 说到这 陈宏突然想到了什么 小姐 我突然想到了一家公司 他们肯定有着足够的建材储备 你说 银雪燕立马说道 陈宏开口道 贸业集团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贸业集团合作寻求帮助 以对方的实力 那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不过这是恐怕得小姐亲自去说才行 毕竟以我们建业集团的实力 恐怕很难能够说动贸业集团方面 与我们进行合作 听到陈宏的话 银雪燕立马感觉到有了希望 好 你现在就和我联系贸业集团那边 我需要尽快和那边取得联系 很快 陈宏将一则电话拨通 然后递给了银雪燕 你好 这里是贸业集团服务中心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电话里面传来贸业集团工作人员的声音 你好 可以帮我联系一下 你们贸业集团的沈总经理吗 我有要事需要找他 银雪燕开口道 于是 请问你有预约吗 我没有预约 不过 话还没说完 对面的工作人员直接道 这位女士 实在是不好意思 若是想要联系我们沈总 那必须得有预约才行 简短的一句话说完 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 见此情况 银雪燕直接对着一旁的陈宏说道 这样 你先去到集团公司 稳定住日常的工作情况 我现在就起身去往贸业集团 当面去找他们 沈总寻求合作 交代完事情之后 银雪燕迅速驾车朝着贸业集团的总部赶去 照刚才的情况来看 想要通过电话联系上贸业集团方面 是不可能的 目前唯一的办法 就只有自己亲自赶过去一趟 半个小时以后 银雪燕来到了位于YZ区的贸业集团总部 停好车后 银雪燕急匆匆的便朝着大厦内部走去 目前建业集团本身拥有的建材原材料 根本停不了多久 她若是不抓紧时间 把原材料的事情给落实到位 那最后产品生产将会彻底陷入到停工的处境 你好 我想见一下你们贸业集团的沈总经理 银雪燕来到前台 直接开口道 你好 请问有预约吗 前台的工作人员开口询问道 我暂时没有预约 不过 我现在有着急的事情 需要找你们的沈总商量 麻烦你这边帮我联系一下 银雪燕一脸急切道 这位女士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们公司有着相应的规定 你这边没有预约 我不能让你进去 前台的工作人员开口说道 是这样的 我是建业集团的总裁银雪燕 我这边需要和沈总经理谈一个重要的合作 希望你能够替我联系一下 事到如今 银雪燕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只能是直接报出自己的身份 建业集团总裁 前台工作人员看了看银雪燕 不管是贸业集团还是建业集团 两者都是扎根在物诚的 虽然建业集团名气上要差上不手 但毕竟是物诚的本土企业 两者也是同一个领域的 这旗下的员工至少还是知晓一二的 你真的是建业集团的总裁 前台再次开口确认道 没错 我真是建业集团的银雪燕 说话间 银雪燕直接从手提包里面拿出一张名片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麻烦你这边帮我联系一下沈总经理 那好 请您稍等一下 我现在就打电话上去询问一下 前台之所以拦着银雪燕 就是因为不清楚其身份 不过现在知道银雪燕是建业集团的总裁之后 也是变得客气起来 她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司前台 若是耽误了什么事情 那后果不是她一个人承受得起的 你好 请问是陈助理吗 我这里是贸业集团总部大厦 在大厅里面有一位名叫银雪燕的女士 她说她是建业集团的总裁 找沈总有事情商量 此时 在贸业集团的高层办公厅内 银雪燕 难道是为了建材原料的事情 陈助理喃喃自语道 作为贸业集团的总经理助理 对于物诚禁气的一些事情 还是比较了解的 仅仅是听到前台的直言片语 她就能够从中大致猜到一些情况 你这边稍微等我一会 我现在就去联系沈总经理 说话完 这位陈助理立马朝着总经理办公室走去 咚咚咚 进来 办公室内传出一道中年男子的声音 陈助理推开门 静止走到办公室内 沈总 大厅前台刚才打来电话 说是建业集团的银血燕想要找您商量点事情 您看 要不要见上一面 听到这话 沈广源放下了手中工作 抬头望了望不远处的陈助理 这银血燕说明来意没有 陈助理摇了摇头 没有 不过听大厅前台说 这银血燕神色比较匆忙 想来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不过在我看来 他来此的目的多半是为了建材原料的事情 沈广源点头道 嗯 你说的很对 这建业几年 这些年的发展势头确实很猛 这个银血燕区区一个女子 在商业方面也确实算得上是一个星星 可对方相对于我们贸业集团来说 还算不上什么 沈广源继续道 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 是把集团公司的一切事物全都给过一遍 把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都得尽快地将其处理好 那位萧董事长 说不定哪天就会来到集团公司视察 到时候绝对不可以出现问题 那照沈总的意思是说 陈助理在一旁等着对方的答复 银血燕那边的事情先放一放 沈广源直接道 而且这建业集团和蓝氏集团之间的摩擦 说不定还是我们贸业集团的一个机会 好 那我现在就去通知前台 陈助理点头退出了办公室 集团大厅前台处 在得到陈助理这边的答复之后 前台工作人员对着银血燕说道 银总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们沈总目前暂时忙不开 您这边可能得等一段时间再来了 麻烦你再帮我转告一句 我是真的有急事需要见沈总 银血燕坚持道 银总 真是不好意思 上面已经发话了 我这边确实是没有办法的 前台工作人员说道 本来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之下 他们是不可能向上级直接汇报的 之所以这样做 那都是看在银血燕是建业集团总裁的份上 不过现在上级领导已经发话了 他们自然是不敢再多说什么 那请问一下 沈总那边多久有时间 我可以等待 银血燕询问道 上面没说 我这边暂时也没有办法给您回复 前台回到 还是请您总您先回去吧 那好 麻烦你了 银血燕说完话 一个人在大厅的休息区停留了一回 目前除了贸业集团以外 恐怕也就只有蓝氏集团 有着足够的建材原材料了 蓝烟明那家伙打的什么注意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自己是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去找蓝氏集团的 而且就算是自己去了 恐怕对方也会想方设法的给自己下套 现在真正能够有机会的 就是贸业集团这边 不管情况如何 他也只能是这般尽心等待 对于银血燕的执着 刚才负责接待的那名大厅前台 也是看在眼中 像银血燕这样的女强人 那可是他们这些普通人钦佩的对象 以一个女流之辈 能够把建业集团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面发展壮大 那实力不是一般的厉害 他若是能够出手帮助 那肯定是不会犹豫的 不过 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 公司有公司的规定 刚才已经是擅自上报一次了 他不可能冒着被处罚的危险 再次帮忙 银血燕在贸业集团的一楼大厅内 等了十余分钟 正在建业集团的陈红 也是打来了电话 陈红 公司那边现在情况如何 银血燕开口便问道 现在集团公司的事情 才是重中之重 若是原材料的事情 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 那建业集团与欧哥集团的合作事宜 被搁浅不说 后续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也会动摇集团根基 小姐 我已经联系了各个部门 召开了紧急会议 公司现有的原材料 最多只能再坚持三天 若是三天之内没有得到改善 那工厂方面 只能被迫停止生产 陈红在电话中说道 三天时间 银血燕想了想说道 好 你一定要稳住公司的局面 我这边再想了想办法 挂掉电话之后 银血燕朝着大厅前台方向望了望 既然贸业集团的沈广员不见她 那现在只能她主动去见对方了 现在已经是过了上班高峰期的时间点 想要走正厅乘坐电梯上去 是不可能的了 她朝着四周望了望 见到右侧有着一处楼梯口 估摸着应该可以从那上楼 等了一小会 趁着前台埋头 正在处理事情的间隙 银血燕踩着高跟鞋 迅速地朝着楼梯口跑去 塔塔塔的声音响起 在银血燕进入到电梯口的同时 之前负责接待的那名前台工作人员 也是把头抬了起来 当她看了眼空荡荡的休息区 又联想到刚才的那阵声音 突然明白了什么 不过对此她如同置若芒文一般 继续开始自己手中的工作 这贸业集团的总部大厦 可是有着三十多层 在不清楚具体位置的情况之下 想要找到沈总经理的位置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银血燕进入到楼梯口没多久 一辆白色的阿斯顿马钉 万七七野士行驶到了大厦外 把车停好后 萧和从驾驶座走了出来 不愧是市值数百亿的大集团 这大厦修建的还挺不错的 萧和抬头看了看贸业集团的总部大厦 今天来到贸业集团 也不过是随意而起 与其自己高调的过来 还不如低调的来个出其不意 这样也可以更好地了解一下这家公司 进入到大厅内 萧和直进来到大厦前台处 你好 先生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前台的工作人员问道 你好 我是来找你们沈广员 沈总的 萧和直接说道 您是来找沈总的 请问您有提前预约吗 前台工作人员开口道 我没有预约 他本来就是决定突然到访的 怎么可能有提前联系沈广员 萧和淡淡地说道 麻烦你给沈总联系一下 就说是一位叫萧和的来找他了 先生 不好意思 若是没有预约 你还是请回吧 前台工作人员说道 处在这个岗位上 他每天都会或多或少地遇到几个 平均化就想见他们沈总经理的 作为贸业集团的总经理 那可是出集团那位神秘大老板以外的第二人物 怎么可能是说 想见就能见的 那行吧 我给他打个电话 萧和正准备拿出手机拨打电话的时候 一名中年男子从大厦外走了进来 黄经理 见到中年男子 前台的工作人员立马笑着招呼道 嗯 中年男子点点头 以示回应 小米 这位是 见萧和在那站着 这黄经理有些好奇道 黄经理 他是来找我们集团沈总经理的 前台小米回道 找沈总的 黄经理立马说道 这位先生 既然是来找沈总的 那你 为什么要让人在这里干站着 黄经理 不是的 这名先生虽然是来找沈总的 不过他明没有任何的预约 所以我这边没办法为其进行安排 那前台小米赶忙说道 是这样啊 黄经理看了看萧和一眼 见其穿着方面 也并非常人 便是开口道 小伙子 若是想要见我们沈总 那必须得有预约才行 不然你这样子 是没办法他的 说完话后 这黄经理 直接转身离去 先生 我看你 还是请回吧 我们沈总平日事务繁多 若是没有提前预约 是不可能见得到的 前台小区好心提醒道 萧和微微微一笑 走到一旁 直接拨通了沈广源的电话 很快 电话被接通 萧董 你有什么吩咐吗 电话里面传来沈广源恭敬的声音 沈总 我现在已经到了贸业集团的总部一楼大厅 不过因为没有预约 所以麻烦你帮忙通知一下 萧和笑着说道 一听这话 电话对面的沈广源顿时心惊 萧董 您现在已经到贸业集团总部了 行 我马上通知下面 不对 请您稍等一下 我马上就下来接您 话刚说到一半 沈广源赶忙间转变话语道 开玩笑呢 这公司大老板来视察了 他这个做总经理的 要是还不下去迎接 那不是纯粹给自己做死的吗 行 我就在一楼大厅的 就辛苦沈总下来一趟了 萧和在电话中笑着说道 不辛苦 不辛苦 这些都是我应该的 沈广源一刻也不敢多停留 赶忙间走出总经理办公室 然后顺道招呼 其公司的重高层 朝着集团大厦一楼赶去 这还真是说 曹操曹操道 刚谈起不久 没想到对方就已经来了 另一边 萧和挂断电话之后 也不着急 一脸平静地站在原地等着 说实在话 来到这个贸业集团之后 其中的下属员工 留给他的印象 还算是不错的 毕竟 白浦是许多大公司的通病 刚才不管是前台的接待人员 又或者是那名黄主管 在知晓他并没有预约的时候 这态度方面都还是比较客气的 仅由此可见 就能够大致地感觉出 这个贸业集团的高层管理上 还是非常不错的 很快 沈广源带着一大群公司的高层领导 乘坐电梯来到了集团一楼大厅 沈总 李总 张总监 原本还在等待电梯的黄经理 见此情况微微一愣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集团的这么多高层领导 全都一窝蜂地来到了一楼大厅内 而且看众人的神色 似乎是非常的焦急 沈总 你们这是 黄主管一脸好奇道 原来是黄经理啊 既然你也在 那就跟我一起走一趟吧 沈广源说完话 迅速带着众人朝前厅走去 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 但是总经理都发话了 这黄经理也是老老实实地紧跟在后头 贸业集团这么一大群人 在沈广源的带领下 迅速地朝着大厅位置走去 沈总好 前台小米 及其另外几名大厅的办公人员 见到一众集团高层领导到来 赶忙招呼道 沈广源微微点头 回应着下属职员 目光朝着距离前台阶 带出周边望去 正好发现了 站在大厅边侧位置 一脸平静的萧和 作为贸业集团的总经理 集团公司发生股权变更之后 他第一时间就获得了 萧和的相关信息 自然是知晓萧和本人的基础信息 不再迟疑 带着众人便是迅速朝着萧和所在的位置走去 萧董 您好 在众人的眼皮子地下 这位贸业集团的总经理 直接是对着萧和恭敬的称呼道 萧和看了一眼沈广源 沈总 你就这么确定是我 这大厅里面除了他以外 可是还有着不少人 萧董 在集团公司股权出现变更的时候 我便是第一时间得到了有关于您的身份信息 原来如此 萧和点点头道 这无限秒杀软件还真是强大 在自己将贸业集团股权购入的同时 更是第一时间将直接的身份信息也是一并送达到相关人手中 萧先生 没想到您比照片资料中看起来还要年轻帅气不少 沈广源笑着说道 他可是通过股东大会知晓 自己面前的这位萧董 是通过全资高价收购集团70%的股份 以如此年纪就能够拿得出这般财力的 那不单单是本身优秀 对方的身后肯定也是有着极其强大的背景实力 与此同时 站在沈广源身后的众多集团高层领导也是一脸的惊讶 公司股权发生变更的事情 他们也是有所耳闻的 从刚才沈广源这位集团总经理的表现来看 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青年男子 正是集团的新任董事长 如此年轻的集团董事长 这 人群中 先前与萧和打过照面的那位黄经理 更是大惊失色 他万万没有想到 前不久才和他搭过话的青年男子 竟然会是他们集团的董事长 沈总 你身后的这些人 应该就是集团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了吧 萧和把目光看向了站在沈广源身后的众人 当他目光一扫的时候 还正好发现了 伸出其中的那个黄经理 对于此人 他不说有好感 但是至少感觉上 还是比较可以的 萧董 我身后的这些人 都是贸业集团总部的经理级别 以上管理层 沈广源开口说道 来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贸业集团的新任董事长 萧董 萧董好 众人齐齐开口说道 嗯 大家好 萧和也是开口回道 集团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大家 大家都辛苦了 萧董 您第一次来公司 对于管理人员方面肯定是不认识的 我带您认识一下 说着话 沈广源便开始为萧和一一介绍起来 这位是负责市场部的屈城海 屈总监 这位是负责物流部的张阳 张经理 还有这位 从岗位由高到低开始 沈广源皆是详细说着 连续介绍了数人之后 二人也是来到了黄经理的面前 嗨嗨 黄经理 你这一直埋着头干嘛 沈广源看着埋头的黄经理 有些好奇道 听到这话 黄经理有些尴尬的抬起了头 沈广源有些不明所以 这一项工作表现不错的黄经理 怎么会在新任董事长在的时候 做出这么一番意外的举动 来 小董 我和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负责我们集团财务部门的黄经理 他平时工作 一项是认真负责的 也许是今天第一次看到您 这心里面稍微有些激动 您可千万不要介意啊 沈广源为黄经理开拓道 他生怕因为黄经理的这番表现 会给萧和这位集团的新董事长 留下不好的印象 没事 我和黄经理刚才已经见过面了 萧和笑着道 哦 沈广源听到这话有些意外 结合刚才自己在电梯口遇到对方 而且再加上黄经理这般扭捏的模样 难道说 两人之间刚才发生了某些不愉快的事情 萧董 这黄经理他 沈广源一时间也弄不清个具体的情况 没事 萧和笑着道 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 倒是这黄经理为人平和 给了我一个还算不错的影响 啊 听到这话 原本面色稍有些紧张的黄经理 顿时间有些意外 他原本想到先前自己对萧和说的话 还有些担心 虽说 自己年长对方不少 但是 这位可是集团的新任董事长 真正的大老板 可是自己一个经理 去叫别人小伙子 尽管是在不清楚对方身份的情况下 才这样说的 但若是 这位老板心生不悦 那自己恐怕是真的完完了 不过现在对方把话一说 这黄经理心里面的担心 一下子便一扫而空 萧董 刚才我不知道是您 实在是不好意思 黄经理有些尴尬道 这没什么的 萧和笑着道 按照年龄上来看 黄经理可是比我年长了不少 叫我一声小伙子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小伙子 在场众人都没有想到 这黄经理竟然称呼集团的新老板小伙子 难怪对方刚才这么一直低着头 原来是害怕这位新老板会因为此时找其算账 不过现在看来 他们这位新老板显然没有计较此事 萧董 我已经吩咐人把集团的详细信息都整理出来了 要不我们上去办公室聊吧 沈广源在萧和面前恭敬道 行吧 我们上去聊吧 萧和回道 自己也是初次来到贸业集团 对其公司的一些情况还是一无所知 也是应该先了解一下才行的 在沈广源的带领下 萧和被一行集团高层簇拥着 乘坐电梯朝集团的高层办公区走去 这一路上 众人对着萧和嘘寒问暖 溜须拍马 这贸业集团一直是由总经理沈广源管理 不过现在这位新老板上台 后续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变动 也是说不定的 这时候必须得和新老板处理好关系 留个好印象才行 至于萧和则是全程淡定 没有任何多余的反应 毕竟对于这样的情况 他早就已经是细以为常了 在贸业集团的总裁办办公室内 萧和正坐在原属于沈广源的那个位置上 而沈广源则是面色恭敬地站在一旁 手中拿着有关于集团公司的信息资料 正专心致志地为萧和介绍着 在介绍了几分钟之后 总裁办的办公室门外 响起了一阵嘈杂纷乱的声音 这声音自然也是引起了萧和和沈广源的注意 沈广源眉头微皱 自己这时候可是在给集团的新任董事长汇报工作 可是总裁办外面响起了这争论的响动声 那不是给自己没事找事吗 他转过头对着一旁的助理说道 陈助理 你出去看看 这外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陈助理点点头 立马走出了办公室 另一边 在集团的高层办公区域 尹雪燕正交集地在和几名行政人员交流着 麻烦你们就帮我联系一下沈总经理 我这边真的是有要是需要找他 尹雪燕面色急切到 拦在他面前的两名行政人员一眼严肃 尹总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们沈总经理正在会面一位重要的客人 现在真的没有时间见你 若是你真要找我们沈总 那就请按照正常的预约流程来 看着面前的工作人员 尹雪燕也是无可奈何 按照他的身份 若是通过正常的预约流程 见沈广源也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不过现在正值建业集团的关键时刻 他是真的一分钟不也敢多浪费 你们在这干嘛 难道不知道沈总正在办公室里面会见重要的客人吗 这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 陈助理来到办公区域进门口 开口质问道 陈助理 见到来人 拦住尹雪燕的几名行政人员赶忙兼退后开来 陈助理看着尹雪燕随后又对着周边人说道 这里可是集团高层办公区 你们怎么随随便便的把外人给放进来了 看着尹雪燕这道陌生的声音 陈助理非常生气的说道 陈助理 他是从楼梯间闯进来的 我们这刚一发现 就刚过来阻止了 有一名行政工作人员站出来说道 走楼梯间闯进来的 陈助理一想便明白过来 看对方并没有佩戴相关的集团公牌 那肯定不会是集团里面的办公人员 这样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是趁着一楼大厅人员不注意的情况下 偷偷摸摸的从楼梯间直接闯入到高层办公区的 你是什么人 来这里想要干吗 陈助理警惕道 尹雪燕喘喘了口气道 你好 我是建业集团的总裁尹雪燕 我来这里是想要见你们的沈总经理 是你 陈助理这才明白过来 先前一楼大厅的前台 就打电话给他说过这事 他也是向沈总汇报过此事 不过因为集团公司的事情 所以沈总并没有面见尹雪燕 只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竟然会直接徒步从一楼大厅走到近三十层高楼的 而且脚上还穿着一双高跟鞋 这确实是让他有些惊讶 没想到面前的年轻女子 竟然就是外界传闻的那个女强人 这份倔强程度果然不弱 尹总 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沈总正在办公室里面会见一个重要的客人 现在是不会见你的 你这边真要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那也只能是等沈总忙完之后才行 陈助理开口提醒道 那请问一下 沈总经理多久能够忙完 我这边可以等他的 尹雪燕问道 这个时间我不能给你保证 不过在沈总忙完之后 我会尽可能的帮你上报 陈助理看着尹雪燕这般模样 语气也是有些松动的 目前的建业集团处境 他也是能够知道的 见尹雪燕这位集团总裁都这般行动啊 心里面也确实是有些心软 简单的交代几句之后 陈助理吩咐人招呼了尹雪燕 自己回到了办公室内 小陈 办公区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怎么那么呢 见陈助理回来 沈广源立马开口问道 沈总是建业集团的尹雪燕 他说有要事要建你 陈助理回道 又是这尹雪燕 这下面的人是怎么办事的 怎么都让人跑到高层办公区来了 沈广源有些生气道 这要是平时还好 可是今天这萧董事长都在场 对方突然闹出这么一个动静出来 他心里面自然是非常的不悦 他人走了吗 沈广源问道 陈助理摇了摇头 沈总 人还在办公区外等着的 看他那驾驶 恐怕是不见到你是绝对不会轻易离去的 这尹雪燕想要干嘛 好歹也是一个集团的总裁 怎么像得闹腾耍赖的流氓一般 你现在就去告诉他 有关于建业集团和兰氏集团的事情 我们这边是不会插手的 让他自己另想他法 沈广源说到这 停了一会继续道 另外 你现在就去联系集团安保部的人 让他们上来一趟 若是这尹雪燕不走 那就强行带走 我们这是贸业 不是他建业集团 他想要 话刚说到一半 一旁安静的萧和突然问道 陈助理 你刚才是说建业集团的银雪燕 萧董就是那建业集团的银雪燕 陈助理点头道 他来这里干嘛 萧和喃喃自语道 沈广源见萧和这般反应 立马开口问道 难道萧董和这个银雪燕认识 嗯 萧和点点头 认识 我们住在一个小区 也有过一定的接触 沈总 我听你说什么蓝氏集团和建业集团的 是出什么问题了吗 见萧和询问 沈广源直接道 萧董 事情是这样的 最近建业集团接了外资 抢起欧哥集团的一个合作订单 本来以建业集团的实力 想要吃下这批订单 那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过谁曾想与建业集团 一向保持合作的蓝氏集团 会突然发难 直接断绝供应原材料 并且 还将误成其他几家大型供应商的原材料 也全部合作买断 直接导致现在建业集团的生产原材料缺乏 而我们贸业集团作为全国顶尖的材料供应商 这银血燕来此肯定是为了原材料的事情 听了沈广源的话 萧和也是一切明了 想到今天一早 银血燕那一副神色慌张的模样 这也就说得通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萧和喊住了 正准备走出办公室门的陈助理 你去把银血燕带进来 我要见他 好的 萧董 陈助理点头道 等到陈助理离开办公室之后 萧和突然对着一旁的沈广源开口问道 沈总 你对于这个建业集团和蓝氏集团的争端 有着怎样的一个看法 萧董 其实对于他们两家公司的争端 我这边的看法是做官上币 沈广源直接回道 听到对方的话 萧和并没有立马表明自己的立场 而是面色平淡的问道 说说你的看法 萧董 这蓝氏集团和建业集团 都是物成建材制造行业 名气比较大的公司 其中 这蓝氏集团 主要是以建材供应链为主 而建业集团 则是使建材制造业更为擅长 当时说到底 两家企业与我们贸业集团这种全国 甚至是在国际性 也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大公司来说 还是差了不少 不过我们贸业集团主营业务 和蓝氏集团一般 都是由供应为主的运营企业 所以趁着这次两家公司之间的争斗摩擦 我们说不定能够有着一定的收获 因为目前还并不知道 面前这位年轻董事长的想法 所以 沈广源并没有把话说明 沈总 你的意思是说 借此机会 在建业集团深陷困境的时候 我们强势将其收购 萧和在一旁深思了一回说道 听到这话 沈广源点头回应道 萧董 我原本打算的 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我一开始并不知道 您和这银血燕有联系 所以这最终到底该如何决策 还是得由您来做决定 沈广源一脸郑重地看着萧和 自己并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这位新老板 就已经是把自己的打算猜了出来 可想而知 对方虽然看似年龄不大 但是这心思却是极其的缜密 沈总 你不用对我这边有所顾虑 虽然我和银血燕相熟 但是这最终的考虑 还是偏向于公司一方的 萧和一脸平静地说道 虽然他和银血燕之间 有着一定的接触 但是对方之所以那般热情 无非就是往来有所图罢了 既然现在 这贸业集团 已经是属于他名下的产业 那无论如何 也肯定是把公司的利益 摆在第一位的 那萧董 我还是一切照旧 沈广源询问道 嗯 萧和点点那头 按照你原本的计划来吧 若是能够将建业集团 纳入到贸业集团旗下 那对于集团公司本身的发展 肯定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对而言 你比我更加了解贸业集团 其中的管理 由你来负责 才是最为妥当的 萧和一番话 那是给予了沈广源极大的肯定 这也是让其心里 生出了一阵安稳感 毕竟 每到公司出现掌权者变动更替的时候 那他们这些下面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心绪也是时刻被牵动着的 萧和刚才的话 也是在给沈广源一个信号 那就是 这总经理的人选依旧不变 他这个做老板的 对于下属职员 却是比较满意的 请萧董放心 我沈广源一定会做好自己 应尽的管理职务 嗯 这贸业集团的情况 我也是大致了解了一些的 对于沈总的能力 自然是没有丝毫质疑的 萧和淡淡地说道 此时 在高层办公区的入口处 尹雪燕不断地踱步 来回行走着 他现在可以说是心乱如麻 若是不能够取得贸业集团的帮助 那建业集团是 很难从这次的危机中 全身而退的 尽管知道 那位沈总愿意帮助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但只要有着哪怕是一丝的机会 他都是不会放弃的 就在他焦虑的时候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尹总 陈助理快步来到其面前说道 陈助理 是沈总那边有时间了吗 尹雪燕开口道 嗯 你跟我来吧 沈总他们正在办公室里边等着你 一听这话 尹雪燕原本焦虑的面容上 瞬间浮现出了一抹喜色 不管这结果如何 只要是贸业集团的沈总愿意见他 那也是说明自己有着机会 建业集团 说不定能够从这次的危机中走出来 走吧 尹总 见尹雪燕在那发愣 陈助理开口提醒道 嗯 麻烦你了 尹雪燕迅速地跟在陈助理的身后 两人来到办公室大门口 陈助理转头看向一侧的尹雪燕 然后开口说道 尹总 我只能是帮你到这了 至于后面 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陈助理 我知道了 这次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尹雪燕感激道 虽然对方只是帮着自己传了话 但是若没有对方出手帮忙 那他是绝对不会有面见到沈总机会的 陈助理没再多说什么 直接抬手敲门 咚咚咚 请进 沈广远把话说完 办公室大门被推开 沈总 萧董 人已经带过来了 陈助理向一侧移动了半步 后方一道倩影 直接进入到办公室内 沈总 尹雪燕进入到办公室内 正好发现了距离最近的沈广员 连忙对其招呼道 与沈广员打完招呼之后 尹雪燕目光又朝着不远处的办公桌处望了一眼 萧 萧先生 当看到萧和的面容之后 尹雪燕面色一震 这怎么可能 萧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的 尹小姐 好久不见 萧和淡淡的笑着道 尹雪燕听到这话 面色有些古怪 两人上午还在一起晨跑 这好久不见 确实是谈不上的 萧先生 您怎么会 尹雪燕正在疑惑之际 她突然想起来先前那位陈助理的话 沈总 萧董 难道刚才陈助理口中所说的萧董 就是萧和 办公室里面 就他们几个人 以营雪燕的能力 不用别人多说 他就已经从中猜出了一个大概 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萧和竟然会是贸业集团的股东 虽说像贸业集团这般的大企业 其中的董事肯定不少 但是看沈广员和萧和所处的位置上来看 萧和在集团中的股东权益不多太大 但至少是不会太低的 彼此之间还算是有些关系 说不定这次与贸业集团的合作 还真的有着一线生机 营总 这位是我们贸业集团的萧董事长 沈广员开口介绍道 听对方这么一说 营雪燕面色一震 这贸业集团的董事长 对于外界来说 一直就是一个民意般的存在 他没有想到 今日一见 竟然会是与他居住同一片别墅区的萧和 萧先生 您真的是贸业集团的董事长 虽然这话是从沈广员口中说出来的 但是营雪燕还是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我现在就在这里坐着的 你感觉呢 萧和笑着道 对于营雪燕 萧和也没有什么隐藏身份的必要 见营雪燕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在萧和入住俄岭峰中心别墅的第一天 他就已经能够隐约间察觉到 对方身份的不一般 从宏达集团 再到现在的贸业集团 他就算是心态再好 那也是没有办法平静下来的 他现在已经在庆幸 还好自己当初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萧和能够与这样的顶尖大佬攀上一丝关系 那对于他来说是百列而无一害的 营小姐 你来这里找沈总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萧和开口问道 虽然从沈广员那里 已经知道了一些有关的情况 但是对方就在自己面前 多少还是问一下为好 营雪燕看了一眼萧和 然后细细地开口说道 萧先生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建业集团现在需要一批建材 贸业集团作为国内顶尖的原材料供应商 所以我想着来这里与沈总洽谈一番合作 哦 原来是这这么一回事 萧和说道 萧先生 您看着合作的事情 营雪燕把目光看向萧和 准备等待其给予答复 不过萧和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轻轻一笑 尹小姐 这贸业集团的往来业务和公司管理 一向都是由沈总负责的 你若是有什么需要合作的项目 那直接和沈总谈就行了 营雪燕见状 心里面已经猜到了一些大概 随后只能是无奈地把目光转向了一旁的沈广员 沈总 您看我们两家公司这合作的事情如何 营雪燕问道 营总 凭着建业集团的口碑 我们之间进行合作也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不过 你这合作的时间确实是有些仓促了 我们贸业集团这段时间的建材原材料 都已经是被合作客户给订购一空 恐怕短时间内 是无法抽出多余的精力 与你们建业合作了 沈广员面色平静地对着营雪燕说道 若非是萧和主动表明态度 那他断然是无法说出如此果断的话 而一旁的营雪燕在听到对方的话之后 面色瞬间暗淡了不少 对方的态度 其实与他之前想象的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蓝氏集团这次出手 闹出的动静可是不小 虽然像贸业集团这样的大公司 对其根本起不了太大的影响 但是很显然 这沈广员也并没有打算出手帮忙 营雪燕把目光再次看向一旁的萧和 但是后者的脸上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显然就是将这件事情 全权交由沈广员来进行处理 萧先生 犹豫了一会之后 营雪燕最终还是只能无奈地向萧和开口了 现在这种情况 沈广员这里肯定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了 他唯一能够想到的 就是向萧和请求援助 毕竟对方可是贸业集团的董事长 只要是一句话的事情 那建业和贸业之间的合作也就能够成了 到时候 他们建业集团有了原材料供应 那危机自然也就解除了 不过萧和显然是看出了营雪燕的心思 只见他掀起一副无奈的模样 说道 营小姐 若是单凭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那我肯定是会与你进行合作的 不过你也是知道的 贸业集团加大业大 我虽然是集团的董事长 但是其中可还有这不少的股东存在 我若是毫无顾忌的取消与其他公司的合作 而转头来与你建业集团达成合作事宜 那到时候免不了会被其他股东说事 我既然坐上了董事长这个位置 那做出的每一个决定 就都得对公司负责才行 所以 你这事情 我很抱歉 对于萧和所说的这番话 营雪燕内心虽然很无奈 但是事实上也确实如同对方所说的一般 不管两人关系如何 对方不可能在不考虑公司利益的情况之下 就这么平白无故的与他建业集团合作 从萧和的话中 他也能够明白其另外一层意思 若是他能够拿得出令对方满意的方案出来 那这个合作也是未尝不可的 可是仔细一想 这贸业集团家大业大 他所掌握的建业集团与其相比 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自己能够拿出什么令得对方感兴趣的合作方案呢 一时之间 营雪燕陷入到了沉思境地 萧和见识后差不多了 便是对着一旁的沈广员递了一个眼色 沈广员心领神会 尹小姐 刚才我们萧董的话 你已经是听到了 我们两家公司合作可以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也是不可能为了和你建业集团合作 而导致自身的利益造成损失 若是你这边能够看出足够可行的方案 那就我们之间的合作 还是可以考虑一二的 听见沈广员的话 营雪燕思虑一会 看向对方问道 不知沈总这边有什么提议 这个嘛 沈广员笑着道 我们贸业集团的实力 想必尹总也是看在眼里的 嗯 贸业集团是国内顶尖的材料供应商 旗下负责的业务多样性 其经营的范围更是囊括了海外市场 这实力自然是不用多说的 营雪燕开口奉承道 看来 尹总对我们贸业集团还是挺了解的 沈广员说道 沈总说笑了 以贸业集团的实力 只要是在被其所设计的领域之内 还名气都是非常大的 我作为建业集团的总裁 自然是非常了解的 营雪燕笑着道 这商场之上就是如此 既然沈广员说出这么一番话 那营雪燕自然得好好地拍一拍马屁 那不知营总愿意加入我们贸业集团吗 沈广员不再藏着掖着 直接道出自己的意图 加入 营雪燕微微一愣 沈总 我有些不明白你的意思 营总是个聪明人 肯定是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沈广员笑着道 若是营总愿意带着建业集团 并入我们贸业 那大家就是一家人了 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到时候建业有困难 那我们这边 自然也就不可能袖手旁观的 不是吗 沈总 您不会是在和我开玩笑吧 营雪燕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沈广员 她在心里面 想了无数种对方可能谈出的条件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是这一种 加入贸业 那不就摆明了 要把他们建业集团吞并其中吗 真要是这样的话 那贸业集团 确实不会在此次的事情上袖手旁观 但是对于往后来说 那这建业集团 也就在和他们赢家无关 建业集团 可是她父亲一手创办成的 集团内外 皆是属于他们赢家的 现在传到她的手中 不说将其发展壮大 但是至少 也得保证 能够完成的生存下去才是 可若是与贸业集团合并 那建业集团 恐怕也就不复存在了 那她父亲一辈子的心血 也随之以为她的抉择 而打了水漂 作为建业集团的现任总裁 她无论如何 都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萧先生 您也是这个意思吗 尹雪燕把目光 看向一旁默不作声的萧和 尹小姐 世事无常 沈总也是 会了集团公司的利益考虑 我这个做董事长的 亦是如此 萧和淡淡地说道 就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 贸业集团 有着完整且强大的供应链系统 而建业集团 又有着极其强大的制造业技术 两家公司若是能够合并依托 那在未来的发展中 才会有着更加广阔无限的空间 凭着尹小姐的商业目光来看 应该是很容易就能够分析出来的吧 听着萧和的话 尹雪燕心理也是非常的复杂 对方说的确实没有错 建业集团拥有着一定的制造业技术 但是也同样的缺少完整的材料供应链体系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旦遇到点事情 就很容易被人牵着鼻子一般的行走 比如说 这次兰氏集团的动作 建业集团若是没有足够的供应链材料支撑 那百分百的翻船 任凭你有再好的生产技术 没有材料那都是一切枉然 萧先生 沈总 关于这个方案 我可能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尹雪燕陈思义会道 尹总 你可以好好地考虑一番 沈广源继续道 不过照目前建业集团的处境来看 你这边若是挽作一份决定 那对于集团的危险可就越大 毕竟现在业内可都已经在船了 相信你们集团内部 肯定也是议论声颇多了 沈广源虽然没有对于逼迫 但是这字里行间的意思 也是让尹雪燕更加的急切 现目前建业集团内部 确实是人心惶惶 虽然尹雪燕已经派陈洪回到公司稳定局面 但是 这也是短暂时间中有效的 等到事情一长 到时候 自己这边也没有拿出个合适的解决方案出来 那必定是会出乱子的 尹雪燕心意横 看着面前的二人 若是按照沈总和萧先生的方案来 那不知两家公司合并之后该当如何 此话一出 沈广源没有说话 而是把目光看向了一旁的萧和 他只是一个集团的总经理 在这种事情上 那还是得萧和这位集团的董事长 亲自做出决定才行 萧和想了想 说道 尹小姐 先谈谈你这边的想法吧 经过与尹雪燕的接触 萧和可是知道 眼前这个女人在能力方面也是非常突出的 与其自己先开出条件 反倒不如让对方先说明条件要求 我希望两家公司属于合作共赢的 而不是被抢取吞并 尹雪燕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 听到这个话 萧和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不过一旁站着的沈广源 却是有些意外 尹总 你该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们贸业集团可是市值近500亿的企业 而你们建业集团 不过区区10余亿的资产市值 纵然你们掌握有一定的制造业实力 但是这也并不足以 能够让我们两家企业摆在一个位置上合作共赢 沈广源面色有些意外地说道 在他看来 这建业集团与贸业集团相比 无非就是鸡蛋与石头之间的碰撞 这样巨大的差距 根本就不值得营雪燕开出的那种条件 沈总 虽然我们建业集团 确实不能够与你们的贸业集团相提并论 但是我们建业自身拥有的制作业实力 在行业内也是有着极大的潜力的 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营雪燕一脸自信道 为了维护集团的利益 他也不可能在这样的事情上轻易的服软 此话一出 沈广源并没有立马回答营雪燕 对方说的没错 建业集团拥有着极强的制作业实力 而且其中的发展潜力也是无比巨大的 不说别的 就光是从这次外资的欧哥集团与之合作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时候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且选择等一旁的萧和做出答复 虽然萧和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但是当才沈广源和尹雪燕二人之间的谈话 他也是仔细的听着 尹雪燕说的也是实话 建业本身虽然体量比起贸业集团小太多 但是自身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力 萧和看了看尹雪燕 随口问道 尹小姐 建业集团有着一定的潜力 但是两者想要合作共赢 肯定是不现实的 但是我这边可以根据整体的价值分析 划分出一部分的集团股份给你 这样你意下如何 这 尹雪燕想了想到 不知萧先生所说的股份是多少 若是能够得到一定比例的股份 那也是能够接受的 萧和并没有立马给出答复 而是转过来问道 不知尹小姐打算要多少的股份 我 尹雪燕说道 若是两家集团合并 那我需要至少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不行 听到尹雪燕的要求 萧和想都没想 就直接将其拒绝 尹小姐 你也知道 你们建业集团的整体价值 这直接就要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这份额确实是太多了 完全不现实的 贸业集团的整体市值 可是超五百亿 若是划分出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那可就是一百亿 这建业称死了 也就十五到二十亿的市值 那与之相比起来 根本就不值得 萧总 你这百分之二十的股份要求 确实是有些不切实际了 沈广源也是站出来说道 那照萧先生所言 这多少股份才算合适 萧雪燕淡淡的问道 这样吧 在股份方面 百分之二十肯定是不行的 不过 我可以承诺 给出营小姐百分之十个股份 这样你看如何 萧和看着营雪燕说道 百分之十 营雪燕目光紧盯着萧和 内心也是开始分析起 这百分之十的股份含量 稍加思考片刻 营雪燕便是点头答应下来 行 就按照萧先生所说 百分之十就百分之十 一旁的沈广源心有所想 萧董 这百分之十会不会 话还没说完 萧和直接举手 示意气停下 就百分之十吧 以目前的建业集团整体来看 还是值得起这个价的 不过 尹小姐 在此基础上 我还有一个事情需要说 萧先生 您说 营雪燕好奇道 若是按照建业集团的整体实力来看 我们这边给出百分之十的股份 确实是偏高了 所以在此情况之下 我需要你这个建业集团的总裁 也进入到贸业集团担任要职 关于这一点 你这边是什么意见 萧和淡淡的说道 萧先生 您是要我进入到贸业集团参与工作 听到这话 营雪燕也是微微一愣 站在一旁的沈广源 也是面色复杂的看着萧和 自家董事长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说 毕竟是从商多年的老狐狸 沈广源稍稍一想 就明白了其中的大致情况 这营雪燕本身的能力 也是非常强的 若是能够凭着这次机会 将建业集团吞并 再连带着收容一位商业精英 那也不算是太亏的 再一想着 营雪燕不单单有着商业方面的强大能力 而且 这本身的形象气质也是俱佳 说不定自家董事长 对其有着另外一番偏爱 也说不定 按照这些情况一分析 沈广源也是明白了萧和的一番心绪 自家这位董事长 真的是高啊 赚钱泡妹 简直是两不误 难道说 尹小姐不同意 萧和问道 没 我这边没有意见 能够在建业集团被吞并之后 还可以进入到贸业集团担任要职 营雪燕心里面 也是非常意外的 只不过想到萧和刚才的话 她又总感觉有些怪怪的 自己是怎么有种买一送一的感觉 既然尹小姐这边 没有任何的意见 那我们两家的合作 也算是正式达成了 萧和看着沈广源 沈总 按照我们刚才的要求 立即制定出一份合同出来 好的 萧董 沈广源点头到 半个小时过去 几份合同 也是被沈广源 拿进了办公室内 萧董 这是按照您刚才的要求 制作出来的合同 您这边看一下 沈广源依次将合同 递给了萧和和银雪燕二人 并且在对待银雪燕的态度上 沈广源也是更加和善了不少 等到两方的合作达成 这银雪燕 也将成为贸业集团的一名股东 虽然占比的份额并不大 但是和他这么一个 只是打工人的总经理 还是要更具分量 再加上萧和刚才的那一番举动 更是让其心中 升起一丝猜想 很快 在各自看完手中的合同协议之后 双方也是陆续签字 至此 只需要等到后续双方公司 再进行进一步的交接沟通 那合作也就正式的完善了 尹小姐 祝我们以后合作愉快 萧和和尚手中的合同书 面带笑容道 嗯 合作愉快 银雪燕也是点点头道 虽说这次建业集团 与贸业集团合作之后 很可能就会成为真正的过去式了 但是在此基础上 他们尹家也是得到了 贸业集团的10%股份 再加上萧和的其他身份背景 他有种感觉 虽然建业集团没有被保住 但是能够好好的 靠山对方这棵大树 那他们尹家再往后 只要是不出大的问题 肯定是会发展的更加的好 萧董 这时间也差不多了 需不需要我这边去安排一顿午餐 沈广员来到萧和的面前问道 嗯 萧和点点头 既然两家公司的合同已经达成 那也是应该好生庆祝一下 行 我马上就去安排 沈广员来到办公室门口 对着门外等候的陈助理吩咐道 小陈 安排一顿午宴 萧董和尹董要好生庆祝一番 尹董 门口的陈助理接到指令之后 立马赶去安排 刚才制定合同的时候他也在 稍稍一想 心里面就明白了一个大概 尹小姐 我看你这也是站了半天了 要不还是在一旁的沙发上 好好地坐下休息一会 萧和看着站在办公室中间位置的尹雪燕 出声提醒道 尹雪燕也没有多想 只是微微一点头 然后坐到了一旁的沙发上 这短短的一个小时时间里面 虽然看似平静但是发生的事情也太多了 他还得静下心来好好地消化一番才行 原本来贸业集团是为了寻求帮助的 可是这帮助没有寻求到 反倒最后是落得个集团被吞并的结果 虽然最后的结果不亏 但是心里面还是有着些许落差的 他把目光瞥向了一旁的萧和 对于眼前这个男人 他内心也是非常的复杂 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身份 直到现在他也是丝毫地看不透 不仅如此 在与萧和的接触中 他有种感觉 自己了解对方越多 就感觉对方越加的神秘 中午时分 在物城朗德庄大酒店的一处豪华包间内 萧和以及另外五六人正身处其中 萧董 我们这还是第一次见面 没想到您竟然会如此的年轻 坐在尹雪燕身旁的一名中年男子笑着道 此人与萧雪燕的相貌有着几分相似之处 其正是建业集团的董事长 也就是萧雪燕的父亲尹成岩 尹董客气了 萧和笑着回道 现如今建业和贸业集团都已经成为了一家人 那在往后的工作中 我们还得共同前进才对 萧董说的不错 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我们以后也应该共同努力 尹成岩吩咐道 虽然这次公司被贸业集团吞并 但是尹成岩也是一个老江湖了 其中利弊关系早就已经是看得很透彻了 虽然建业集团没有了 但是能够凭此机会靠上贸业集团 那对于他们饮家的发展也会更好 来 合作已成 让我们大家共同举杯 好好地庆祝一番 萧和率先举起酒杯说道 在场的众人也是立马做出回应 大家也是纷纷站起身来举起酒杯 碰 众人吃完午餐之后 又在一起简单的聚会闲聊了一番 等到下午两点过 一众人这才陆续离去 萧董 要不我派司机送您回去 沈广源在萧和身旁问道 不用 你们先走吧 萧董和我居住在同一个别墅区 一会我开车送他回去就行了 不等萧和回复 一旁的尹雪燕率先开口说道 这 沈广源看了看萧和 行吧 你们先走 一会尹董送我就行了 萧和淡淡地说道 好 那萧董 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说完话后 沈广源带着贸业集团其余人陆续离去 尹承颜看了看站在萧和身旁的尹雪燕 眼神中透露着些许异样 不过却是并没有多说什么 也是静止地转身离去 经过一顿中午饭的接触时间 尹承颜对于萧和也是非常的赞赏 不单单是对方的身份 而且从两人之间的沟通中 他能够很明确地感受到 萧和并非是那种所谓的慵懒附加二代 而是真正的有真才实学 顶尖能力的存在 像这样的青年 若是自家女儿 能够与其有着一定的关系发展 他自然是非常赞同的 尹雪燕也是感受到了 自家父亲刚才那种异样的心思 这心里面多少还是泛起了一丝波澜 尹小姐 那就麻烦你了 萧和对着一旁的尹雪燕说道 不麻烦 萧先生和我居住在同一小区 这也是顺路的事 尹雪燕笑着回道 随后 萧和跟随着尹雪燕一同坐上车 两人朝着峨岭峰别墅驱使去 萧先生 我是真没有想到 您竟然还是贸业集团的董事长 车上 尹雪燕眼神中瞟了一眼萧和 哼 我就是一个甩手掌柜罢了 萧和淡淡地说道 听到这话 尹雪燕心中泛起一丝苦涩 和对方相处那么久以来 他可并不会单纯地认为 对方真是话中所说的那样 就刚才在贸业集团的处事上面来看 对方那副轻描淡写 平稳掌握全局的态势 就非常的不简单 一个甩手掌柜 还能够能够坐拥 宏达集团和贸业集团 这般巨额股权财产 这怎么可能会是一般人 萧先生 您可真够幽默的 尹雪燕淡淡地回了一句 轿车驶过一片老旧的小区 萧和目光朝着窗外望去 在不曾获得无限秒杀软件的时候 他就是居住在这片老旧小区中的某一处 真要是说起来 现在的生活 虽然比这以前更加的富数 但是其中更是多了无数的鳄鱼凤城 反倒是没有了先前那班子的风土人情 萧先生难道对这片老旧小区感兴趣 营雪燕看着萧和目光紧盯着窗外 有些好奇地问了一句 在他看来 对方这么一看 可能其中有着更加深厚的考虑 现如今 物诚的发展极其迅速 而且特别是在房地产行业方面的前景 更是突出 而萧和作为宏达集团和贸业集团的大股东 那可能也是在其中布局着什么 副驾驶上坐着的萧和一听这话 只是笑了笑 倒不能说是感兴趣 只是以前在这里面居住过 所以这路过时 不免地感觉到有些触景生情了 萧先生在这地方住过 营雪燕不由地疑问 凭着他对于萧和的认识 对方有着如此强大的身份背景 怎么可能会居住在这样的地方 不过 他也仅仅只是想了想 并没有开口询问 对啊 以前才出来工作的事情 一个人在这片小区居住过一段时间 相比之下 我反倒是感觉 这样的地方 风土趣味才会更浓 一听这话 营雪燕心中更加感觉到了 萧和的不简单 更是心想 萧和可能是国内某个大家族中的直系青年 这之所以会在这种环境之下居住 那很有可能 就是身出其中进行历练的 不过这一切 也仅仅只是他心中的猜想 毕竟他们影家虽然也不算差 但是和那种真正的大家族比起来 那可是相差甚远的 轿车行驶到一处 立交桥下等待红绿灯 咕噜 一道声音响起 营雪燕有些尴尬的看向一旁的萧和 虽说才吃过中午饭 但是像那样的宴会里面 大多数都是忙于生意场上的沟通交流 这吃饭 只能说是勉强甜的肚子意思一下 原本他还计划着 一会把萧和送回到别墅之后 自己再回到家中加个餐什么的 谁能想到 这才走到半路上 自己的肚子 竟然会如此不争气的叫了一声 萧先生 让你见笑了 营雪燕双手抓紧方向盘 头微微低着 面上有着些许不好意思 可以理解 尹小姐刚才忙着应酬 这是难免的事情 萧和面色平静道 我知道这里有着一家味道还算不错的馆子 要不我带你去尝一尝 行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营雪燕没有丝毫的犹豫 爽快的答应下来 嗯 那尹小姐开车 我在一旁指路 很快 在萧和的指引下 轿车驶入进了一侧的老式小区 然后在一处稀松平常的摊铺面前停了下来 好 我们到了 萧和说道 到了 营雪燕看着周围 这时候 因为是下午时间 所以街道两旁并没有多少行人居民 她能够非常清楚地将周边的情况扫视得一清二楚 萧先生 您说的那家馆子 该不会就是这一家吧 营雪燕指着一旁 还散发着腾腾热气的小摊铺问道 她原本以为萧和所说的馆子 那再怎么 也是一家还算过得去的餐厅饭馆之类的吧 可是眨眼一瞧 这就是一家普通的小饭铺子 说是一家饭馆都算不上 萧和笑了笑 走吧 尹小姐 你别看这家馆子普通 这俗话说得好 美食藏于民间 这有些看似普通的小餐馆里面 同样有着更具特色风味的美食 萧和一眼就看出了营雪燕心里所想 随即开口说道 居住在老式小区的时候 萧和时常会来到这家小餐馆 虽然看起来普通平常 但是铺子的老板 有着二三十年的老手艺 那制作出来的锅盔和肉羹简直是一绝 萧和直接走进铺子内 一旁的饮雪燕烧作犹豫之后 也是紧跟其后 哟 是小萧啊 我这都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看到你了 铺子内的一名老大爷笑着说道 萧和笑了笑 张大爷 帮我来两份水塘锅盔 一容肉煎包 再加两份青肉羹 嗯 你们先找位置做会 东西我马上就给你们送过来 这张大爷点头说道 萧和带着铺雪燕 坐到了一处靠近路边的老木桌一旁 没有一小会的时间 两份水塘锅盔和一份肉煎包 便被老大爷端上了桌 你们先吃着 那个青肉羹还需要熬制一会 张大爷说着话 眼神还朝着一旁的铺雪燕 瞧上了几眼 很显然 对方是把铺雪燕 当成是萧和的女朋友了 尹小姐 抓紧时间吃吧 这肉煎包和红糖锅盔 要是一凉 那味道也就变了 萧和开口提醒道 嗯 好 铺雪燕点点头 他看着两盘陶瓷盘中的餐食 稍稍停顿一会 便是拿起一双一次性筷子 加起其中一个红糖锅盔 这红糖锅盔 外表被炸的个铜黄色 比着他在大酒店里面 见到过的那些锅盔 在色泽上要更甚几分 而且 其中还有着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味 见铺雪燕 没有下一步动作 倒是萧和率先一步 夹起一个锅盔 放在嘴边 就这么咬了一小口 咔嚓 当口子被咬开 玫瑰花香味更是浓郁 嗯 一旁的银雪燕有些好奇 也是将手中的红糖锅盔 夹到嘴边 轻轻地咬了一小口 香脆分明的表皮 其中的红糖汁甜而不腻 切伴随着一股淡淡的玫瑰香味 萧先生 你选的这家做出来的锅盔 倒是和我平时吃的有些不一样 尹雪燕说道 尹小姐说的 应该是那股玫瑰花香吧 萧和淡淡一笑道 嗯 就是这个味道 尹雪燕点了点 说到这个玫瑰花香啊 我就得和尹小姐说 一个故事了 萧和开口道 在三十余年以前 有着一对正在相恋中的年轻男女 那个女孩非常的喜欢鲜花香味 而那个男子为了逗女子开心 他就挑弄着各种鲜花 以此来让女子开心 这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他们从恋爱走到了结婚 再到后面 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孩子 纵然已经为人父母 可是这个男子 还是一如既往的宠着这个女子 可以因为一场意外 那个女人的父母离世 女子变得整日里神采不在 甚至还患上了厌食症 看着自己的妻子 整日里这般模样 作为其老公的那名男子 自然是急在心里 他想了不少的办法 就算是带自己妻子去医院 也看过心理医生 可是 却丝毫没有任何的好转 不过就在男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次意外 让他有了办法 他发现自己的老婆 纵然是在这般模样 那也是对鲜花香气等 非常的痴迷 因为这种情况 所以他在家中的所有餐食之中 都添加有各种花香味 果然 在饭菜中增添了花香味之后 慢慢的 自己妻子的厌食症 也开始有所好转 身体也是一天天的康复过来 听到萧和的话 尹雪燕也是明白过来 萧先生 你说的这个男子 该不会就是这家摊铺的老板吗 营雪燕问道 没错 就是刚才那位张大爷 这张大爷厨艺不错 可不单单是这个红糖锅盔 在他这里 可是还有着几道不错的拿手小吃 萧和笑着回道 这时候 那张大爷 也是端着两碗热腾腾的青肉羹 走了出来 小萧啊 你是不是又在讲老头子 我的那点破事了 听到二人的谈话 张大爷开口问道 张大爷 你和大婶的感情可是我们这些小年轻眼中的模范 怎么可以说是破事呢 萧和说道 哎 你这小子 张大爷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我当初本来就是和你闲聊几句 没想到 竟然被你小子弄得是周边人人尽知 早知道会是这种情况 我肯定是不会跟你说头半句的 还是你们这些小年轻好啊 生活惬意 不像老子头 我守着这么个破摊位 还在胡生活前 听到这话 尹雪燕脸色微红 一旁的萧和也是开口解释道 张大爷 瞧你这话说的 我们只是朋友关系 今天正好是路过这里 想着回来尝尝你的手艺 我懂 我懂 这年轻人嘛 都是先从朋友做起的 我看你们两个确实是狼才女貌 眨眼一看也是非常的般配 老大爷直接给萧和递去了一个我懂的表情 啊 萧和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只能是无奈的摇了摇头 至于一旁的银雪燕目光朝着萧和身上望了望 但是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行了 你们两个慢慢吃 一会也快到下班的点了 我还得抓紧时间准备 说话间 张大爷便是朝着摊铺更里边走去 不过就一小会的功夫 这张大爷又端着两盘东西走了出来 来 你小子好不容易来一趟 我这正好送你两份小吃 酥油花生米 桂圆脸早高 小子 加油 好好干 张大爷再次递给了萧和一个眼神 看着桌上的两道小吃 花生米 桂圆 莲子 红枣 这寓意 果然 大爷终究是大爷 尹小姐 这张大爷平时就喜欢开开玩笑话什么的 你可千万不要介意啊 等张大爷走后 萧和对着一旁的银雪燕说道 尹小姐 见对方有些走神 萧和问道 啊 没 我没介意 两人被误认为是情侣 他心中不仅没有介意 反倒有些异样的机械 在看到桌上那两道挺不错的小吃时 他也没有多想什么 一顿饭下肚 银雪燕也是吃得饱饱的 与那些大餐厅比起来 虽然这间摊铺什么都算不上 但是这几道菜品也是丝毫的不差 萧和付完饭前之后 二人坐车迅速的离去 回到鹅岭峰别墅区 萧和与银雪燕打过招呼之后 便转身走进了别墅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吞并了建业集团之后 那无疑是使得贸业集团的整体实力 有了更加充分的补充 而萧和将银雪燕 纳入到贸业集团的日常管理中 那无疑是让看似老陈的集团内部 有了新的活力 除此之外 还有这一点就是 随着自己产业的增多 光靠唐灵一个人 是很难从容应对的 为了减压 这银雪燕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第二天一早 萧和从睡梦中清醒过来 黄亭金丝南部摆台 无限秒杀价66元 才66元 萧和看着无限秒杀软件上 标准的那个价格 倒是有些没有想到 后续这段时间里 这秒杀价可都是成千上万的起步 自己都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过 这种连百数都不够的便宜价了 虽然价格不高 但是萧和并没有因为价格的便宜 而轻视这件秒杀物品 原因无他 就金丝南部这个名字 就足以说明其名贵之处 选定商品 购买成功 商品正在派送中 请稍后 对于这件黄亭金丝南部 萧和心里还是有着些许期待的 这金丝南部可是世界顶尖的木材 哪怕是市面上那些串出来的木珠手链 其造假都是极其不菲的 而能够用其制作成的摆台 那肯定也不是一般的饭品 简单的收拾一番后 萧和去到饭厅吃早饭 这时候没看到唐灵 想来对方肯定又是去别墅屈尘跑了 萧先生 这是您的早点 别墅的一名家政人家 端着几样精致的早餐 将其放到萧和面前的餐桌上 嗯 萧和点点头 加动筷子 开始吃起早餐来 几分钟后 别墅门被打开 唐灵从门外走了进来 来 你们把东西抬进来吧 唐灵把大门向两边敞开 然后对着门外吩咐道 下一时刻 两名物业的工作人员 抬着一个提醒比较硕大的包装 从门外走了进来 唐灵 他们这抬的是什么 萧和看着门口的几人 好奇地问了一句 老板 这东西不是你买的吗 唐灵也是一脸好奇地看着萧和 我买的 我最近没有网购过呀 我还以为是你买的呢 萧和随口道 没有 我刚去晨跑梅一小会 半路上就遇到了这两名物业的工作人员 他们说 这个东西是您订购的 所以我才专门跟着一路回来的 唐灵开口解释道 这样啊 萧和稍稍一想 看着包裹的体型大小 一时间也是大致猜出了其中装着的是什么东西 行吧 你们把它抬到客厅里面放着 我先验验货 萧和招呼着两名物业的工作人员将包裹放到居中的位置上 之后 他随手地拿过茶几上的一把小刀 然后小心翼翼地上前将包裹划开 外面的表层划开之后 里面还有只数道严密的纸箱包裹 唐灵一时间也是无比的好奇 像这样严密的包裹 那其中的东西肯定也是价格极其不菲的 老板 你这买的是什么东西啊 唐灵看着面前这个包裹紧密 样子看似长长方方的大家伙问道 你一会就知道了 萧和没有直接回到 毕竟他也不能够保证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不是黄亭金丝南木百胎 将外面的纸箱套绳割开 紧闭的硬跳纸箱朝着四周摊开 同一时间 一件造型精致 颜色橙中金色的摆台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一件木制的茶几摆台 唐灵疑惑的看向身旁的萧和 萧和淡淡一笑 确实是一件木制的摆台 不过用以制作的可不是简单的木材 而是选用的顶级的金丝南木 一听萧和这话 在场的唐灵 以及身旁的那两名物业工作人员也是一眼的震惊 虽然不认识货 但是一说是金丝南木 那他们可就全然可知了 这金丝南木可是最为顶尖的木材 现在市面上只需要一小块 就价值极其的昂贵 这么大一块用金丝南木制作成的摆台 而且看上面还有着那么多金雕细刻的花纹 除开木材本身的价值 就那做工肯定也不是出自于一般人之手的 这想想都能够知道其价值几何了 萧和围绕着金丝南木制作成的摆台 仔细的看了一下 嗯 品相还算不错 他对于眼前的这个金丝南木摆台的造型模样 还是挺满意的 行了 你们帮我把这个玻璃摆台移动一下位置 然后把这个金丝南木的摆台放到居住位置处 萧和对着一旁的两名物业工作人员说道 听到萧和的话 两人互相点了点头 马上开始行动起来 萧和可是俄领丰中心别墅的主人 就算是他们物业中心负责人 建了也是恭敬有加 何况是他们这些普通的工作人员了 把位置摆放端正之后 萧和给了物业中心的两位工作人员一笔小费 然后让其离去 老板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 买这么一副金丝南木摆台回来了 唐玲看着面前的摆台 一脸好奇道 在他看来 摆弄这些物件的人 一般都是上到一定年龄的 可是自家老板 难道也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这不无聊吗 刚好看到网上在打折 所以就买个回来试一试 萧和面色平淡的说道 买个回来试一试 唐玲微一愣 然后拿出手机 对着面前的金丝南木摆台 轻轻一扫 只见手机屏幕中瞬间弹出一串 有关于金丝南木摆台的介绍 名称 黄亭金丝南木摆台 产地 原为古宫廷物件 选用的千年金丝南木制作 而且 其中的花纹装饰全貌 借由古宫廷名大师金星雕刻而成 具有独一无二性 价值 六千八百万 唐玲对于金丝南木 没有多大的认知 但是上面那个价值 却是让他惊掉了下巴 整整六千八百万 原本以为现在的自己已经是奔向了富裕水平 不过和自家老板比起来 那还真的是相差甚远 这有钱人的世界是真的令他搞不懂 唐助理 你感觉这个摆台如何 萧和转过头 看向唐玲问道 我 唐玲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到 老板 这个摆台价值昂贵 我恐怕是说不出个大概来 什么昂贵不昂贵的 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摆台吗 萧和笑着道 以后就把他放在这 除了复古美观以外 还可以代替原本的那个玻璃茶几 用来摆摆东西什么的 倒是最为合适不过的 啊 老板 你开心就好 唐玲已经是无话可说了 用着价值数千万的金丝南木摆台 来替代茶几 恐怕这样的事情 也就只有自家老板 才能够做得出来了 同一时间 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库里男 驶入到鹅岭峰别墅区 最后在银雪宴所居住的别墅大门口 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 两名男子从车上走了下来 爸 我们 青年本想说点什么 不过一旁的中年男子 直接哼声道 死仔子 你给我闭嘴 这次我们江家差点就要 被你给害死了 若不是看在江家三代单传的份上 我非得把你给一巴掌拍了 听着中年男子的话 青年不敢顶撞一句 只能是拉拢着把脑袋低下来 哎 看了眼面前的青年 中年男子只能是提着几样东西 无奈的去敲动了银雪宴所居住的别墅大门 叮铃 一名别墅的安保人员走了出来 请问你们找谁 中年男子笑着道 请问银雪燕银总在家吗 我是江市集团的董事长江洪 今天我来 这是有要事 需要找银总 江市集团 听到来人的名字 这名别墅的安保立马说道 江董 还请您稍等一下 我现在就去向尹小姐通报一声 嗯 麻烦你了 江洪笑着说道 自己可是堂堂的江市集团董事长 可是现如今为了整个江家 也只能是卑躬屈膝的来求一个小辈帮忙了 一想到这些 他的心里就极其的恼目 更是有些恨铁不成钢的 看了一眼身旁的这个败家玩意 没过一会 先前的那名安保人员从别墅内部走了出来 江董 请进吧 我们家小姐正在客厅等着你们呢 安保人员把门打开 然后带着江洪父子二人朝着别墅客厅走去 进入到客厅内部 只见尹雪燕早已经坐端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尹总 江洪看着尹雪燕热情的招呼道 不知江董突然到访我这里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尹雪燕语气冰淡道 先前因为江城的时候 他现在对于整个江家说不上有任何的好感 尹总 我今天是专门带着江城这臭小子上门来赔礼道歉的 酒会那天的事情我已经是知道了 这臭小子被我狠狠的教训了一顿 希望你这边能够高抬贵手 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真要比实力 这江家的实力比之尹家还要稍胜一筹 这江洪之所以做出这么一番态度 那无疑是因为 惧怕当初和尹雪燕同去参加酒会的萧和 两人来此之前已经去过李思聪那里 更是已经将萧和的身份彻底的确认了一遍 宏达集团大股东 而且真是如同李思聪所说 对方所持有的集团股份 可是和李建华同样的多 光是想到这么一点 他的头就是一阵疼 现在想要解决这个事情 让江家不至于被迁怒 他只能是先带着江晨来到尹雪燕这里 等到这边的事情处理妥当之后 然后再去到萧和那边取得对方的原谅 若是连尹雪燕这边都搞不定 那萧和那边也就更加没戏了 江董 你这话说的可就有些过了 尹雪燕冷声道 当初江晨可是说了 要狠狠地给我一些颜色看看 其言语中根本就没有把我 甚至是我背后的江家放在眼中 今天我怎么能够劳烦您这位江市集团的董事长 亲自跑一趟呢 听到尹雪燕的话 江红脸色一沉 随后他将手中提着的几样物品放到了一旁 再转过身来 一巴掌拍在江晨的脸上 啪 一巴掌下去 江晨猛了 就连一旁的尹雪燕也是有些错愕 这江晨可是江家的独苗啊 看着那被打了一巴掌 但是屁话都不敢放在江晨 然后再瞥了一眼对方脸上的巴掌印 尹雪燕是真的没有想到面前这个老狐狸够下的去手的 尹小姐 请你放心 江晨这兔崽子窝以后一定会对其严加看管 保证不会让他再做出任何对你不佳的骚扰行为 江红说完话 再把目光看向一旁的江晨 兔崽子 还在这里愣着干嘛 不知道给尹总道个歉吗 江晨心里无比的憋屈 被自己父亲打了一巴掌不说 现在还得和一个女人道歉 尽管这样 他也只能是照着自己父亲的话来办 尹总 对不起 之前是我不对 希望你大人有大量 千万不要和我计较 江晨红肿个脸说道 看着面前的江家父子 尹雪燕虽然心里很是不悦 但是也不好太过发难 对方今日来此 并非是因为他们尹家 而是真正忌惮 当时和自己同去参加酒会的萧和 行了 江总 你来此的目的我也是知道的 不过 有关于萧先生的事情 我根本帮不了你们 对方具体要如何 那还得你们自己去说才行 尹雪燕淡淡的说道 听到这话 江红紧接着道 尹总 请问一下 这萧先生目前居住在哪里 我们这多方打听 也不曾知晓对方的位置信息 尹雪燕把头转向了窗外 萧先生就居住在 峨岭峰的中心别墅 距离这里 不过一百多米的路程 不过对方再没在家 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在知道萧和的具体位置之后 江红对着尹雪燕 简单的招呼几句之后 留下几样道歉礼 带着江城便迅速离去 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 尹雪燕面无表情 他虽然很反感江城 但是江家和尹家老一辈的人 还是稍有些接触和关系 而且 这江红与自己父亲同辈 自己就算不在意对方 可是也得顾及一下 尹家老一辈的看法 至于接下来 二人去到萧和那边 会是如何的一番情况 那就不是他所需要关心的了 此时 在萧和所居住的中心别墅大门口 江红一脸的小心谨慎 他看着面前的这栋中心别墅 他内心隐约间生起一种压迫感 反复自己 像是被人严密紧盯一般 仅仅是从这一感觉上 他就能够感觉到 这位萧先生真不是一般人 他们江家得罪了这样的人 真要是不好生解决 说不定会导致灭顶之灾 这位萧先生不简单 一会进去之后 给我注意点 要不然 休怪你 老做无情 江红对着江臣嘱咐道 爸 我知道了 江臣立马回道 在二人的手上 提了几样 比这先前送给银血燕 还要贵重无数倍的礼物 江红最后再仔细地检查了一番 确认没有任何的问题之后 这才怀着忐忑的心情 按响了别墅的门铃 门铃声按响了梅一小会 别墅大门被打开 唐灵从别墅内探出了半个身子 你们是 看着站在门口的两名男子 唐灵好奇道 请问这里是萧和萧先生家吗 江红上前一步恭敬地问道 既然从银血燕那要到了位置信息 那多半是不会有假的 在不清楚别墅内情况的时候 江红一字一句都得非常的小心 没错 这里就是萧先生家 唐灵点头回道 那真是太好了 江红面色激动中带着一丝恭敬 是这样的 我是江氏集团的董事长江红 旁边这个是我那惹事的兔崽子江城 今天我们来这里是想要向萧先生赔礼道歉的 江氏集团 唐灵以前也在乌城的一家大企业担任过总经理助理 自然是听过这个江氏集团的大名 这江氏集团虽然不算国内的顶尖名企 但是在乌城也算得上是非常不错的一家企业 整体的市值也是超数十亿的存在 听刚才这位江董事长的话 来这里是专门给自家老板赔罪的 他看了看站在一旁的江城 见对方又脸上有着一个红红的巴掌印 想来多半就是和此人有关了 好 你们在这里等一下 我进去通报一句 说完话 唐灵把门合上离去 爸 你说万一那家伙 江城话还没说完 江红伸出左右 一巴掌给气拍去 你个兔崽子 还那个家伙 你是忘了我先前和你说的话了吗 若是你那天的事情 不能够得到肖先生的原谅 那我们江氏集团也就到头了 别看我们江氏那么大的产业 别人分分钟就可以让我们去睡大街 江红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看向自家儿子 也怪自己以前太宠的他了 最终才造成了现在这般麻烦事 爸 有你说的那名严重吗 虽然对方是 红达集团的大股东 但是我们江氏企业 在乌城也是经营多年 那红达集团 就算是想要晃动我们根基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江城委屈说道 他知道 萧和身份背景不低 但在他看来 他们的江氏集团也一样不差 兔崽子 此人如此年纪轻轻 就连那红达集团的李建华父子 对其也是警惕有加 你真以为对方就只是表面上 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我们江氏集团 虽然在乌城立足多年 但是招惹不起的人 还有非常的多 说到这 江红再次出声提醒道 记住 若是一会进去了 那说话做事都得小心谨慎 千万不可以出现 哪怕一丁点的错误 爸 我知道了 江城点头道 江氏企业 是他二代身份的立足根本 若是江氏一垮台 那他将会瞬间堕入万丈深渊 没过一会 别墅大门被再次打开 江董 我们江先生在里面等着你的 唐玲淡淡的说道 麻烦姑娘了 江红满是感激的说道 唐玲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微微一点头 当他目光再次瞥向一旁的江城时 突然发现对方原本完好的左脸 也是突然间红中起了一个巴掌印 这家伙还真是挺悲催的 唐玲倒不是可怜江城 对方既然是来道歉的 那肯定是和自家老板有过节 对于这样的人 他的心里可是没有丝毫的怜悯之意 很快 在唐玲的带领下 二人迅速的进入到别墅内 直进来到了客厅位置 老板 人我已经带来了 唐玲说道 嗯 萧和点点头 他一脸默示的把目光扫向了来此的江红父子二人身上 江董是吧 不知道你今天来我这里是有什么事情吗 萧和淡淡的说道 萧先生 上次晚会的事情真是不好意思 我在知晓这件事情之后 已经是狠狠的教训了一番这兔崽子 今天过来也是为了当面来此向您道歉的 江红在萧和面前恭敬的说完后 再把目光看向一旁的江臣 还愣在那里干嘛 赶快上前给萧先生赔礼道歉 一旁低着头的江臣 在听到自家老子话后 赶忙间走到萧和的正对面 然后一脸恭敬道 萧先生 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 我已经知道错了 希望您能够原谅我 看着江臣那种的跟个猪头一般的脸庞 萧和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 依旧是面色冷淡 江大公子 我记得那天晚会上 你可是吩咐过同行的保镖 想要让他们把我打残废掉的 对吧 你现在一句简单的道歉 就想把这件事情给接过 这是不是太过随便了 我 江臣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可就在这时候 眼疾手快的江红 直接伸出右手 抓着江臣的衬衣间 然后又脚在这么一踢 直接使得对方跪在了萧和的面前 在这种时候 面子已经不再是什么重要的了 最重要的是 能够取得萧和的谅解 能够把随时可能处在危机中的 江氏集团解救出来 看到江红这般动作 萧和倒是没有多大的意外 毕竟这江红也算是一方企业大佬 必要的时候狠下心来 也是没什么奇怪的 萧先生 之前是我的不对 希望您能够原谅我 江臣低着头说道 自家老子都这般动作了 他这个当儿子的 就算是再傻 那也是能够明白其中的深意 让他跪下 虽然扫了面子 但只要能够获取萧和的原谅 那都是值得的 行了 你们也就不用在我面前搞这么一出苦肉计了 萧和把目光看向了跪在地上的江臣 随后缓缓地开口道 晚会的事情就此结束 不过 我得事先告诉你 那尹雪燕是我的朋友 你往后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我知道 我知道 江臣连忙点头回道 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去骚扰尹小姐 以后只要有尹小姐在的地方 那我绝对立马躲开 行吧 记住 你自己说的话 若是下次再犯 那可就不单单 是你江臣一个人了 此话一处 站在一旁的江红 也是面色一阵 他自然能够听得出来 萧和这话 也是在连带着警告他的 若是下次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那萧和不单单是不会放过江臣 连带着他们江家 也是一并收拾了 萧先生 请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地教育这小子 江红紧接着说道 行了 过去了的事情 我也不再过多地追究了 萧和看着江红 淡淡地说道 江总 你自己找地方做吧 谢谢萧先生 江红恭敬道 这下子看来 萧和是不再追究之前的事情了 他们江家 目前是不会有大的问题了 而另一边 对于这个江臣 萧和是并不怎么想理会的 不过这江家在武城 也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大的家族企业 因为一个小小的二代 把事情闹腾起来 那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俗话说得好 被狗咬了 难道自己还要降低身份 去逮着狗要回来不成 再则 虽然以他目前手中掌握的实力来看 可江家对于自己来说 是毫不起眼的存在 但是正常情况下来讲 这少一个敌人 也是最好不过的 萧先生 这是我给您带来的一些心意 还请您收下 江红把放在客厅地板上的几口袋礼物 提起来说道 嗯 都放在这个摆台上吧 萧和也没有多看一眼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嗯 江红点点头 然后把手中提着的几样礼品 小心翼翼地放到了摆台上 这些礼物可全都是他花费了高价购买而来的 其中有着价值上百万的精致名表 更是有着名贵的高端稀有茶叶等等 因为不知道萧和喜欢什么 所以他专门根据其年龄来 大致地选择了一些礼品进行赠送 也就是在把礼品放到摆台的这么一瞬间 他的目光却是突然间被眼前的摆台也吸引住了 在看到面前这个精致摆台的一瞬间 江红心里面有着一种略微的熟悉感 仿佛眼前的这个摆台 他似乎在哪见过一般 江董 萧和见江红有些发愣 淡淡地提醒一句道 江红的心绪被萧和的这一道声音提醒过来 萧先生 您这个木制的摆台 我似乎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敢问这 江红好奇地问道 你说这木制摆台啊 这全名叫黄亭金丝南木摆台 我感觉样子看起来还不错 就买下来充当客厅的茶几了 萧和一副平静的样子说道 听到面前这张摆台的名字 江红一下子大惊失色 难道在看到这张木制摆台的时候 他的内心就有着那种隐约见的熟悉感 这黄亭金丝南木摆台 可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名贵的木制收藏品之一 整个摆台的制作 选用的可是木林千年的顶级金丝南木雕刻而成的 并且雕刻他的更是名黄亭中的一位帝王 高端的名贵木材 再加上制作他的那位工艺人的身份 不管是哪一样 都足够的体现出 这个黄亭金丝南木摆台的昂贵价值 在数年之前的一个拍卖会上 当时这个摆台 可是被人以近乎六千万的高价拍走 他没有想到 这个物件现如今竟然会出现在这位萧先生的手中 除此之外 刚才萧和的话也是让他非常的震惊 这么一件贵重的物品 对方竟然只是因为感觉好看 就买回来充当客厅的茶几 这可是价值数千万的古玩收藏品啊 对方似乎就没有将其当成是一回事 别愣着了 自己坐着吧 既然来了我这 那再怎么也是客人 这该有的代客知道我这里还是有的 萧和看向一旁的唐灵 唐助理帮我端两杯茶水过来 萧先生 不用麻烦了 我们就是过来赔礼道歉的 稍微待一会就走 江红开口说道 那行吧 萧和对着一旁的唐灵说道 既然江董他们不需要 那就不用去了 江红 他没有想到 眼前的萧和竟然会如此的干脆 纵然心里面感觉到无比的难堪 但是他面容之上 也不敢浮现出一丝的不悦 萧先生 这次来的比较匆忙 我也不知道 您这边有些什么样的喜好 我这里有着一张金锐银行的银行卡 里面总共存有三千万元的流通余额 请您收下 江红原本以为 此次过来准备的非常的充分 可是现在看来 还是差的太多了 对方能够用价值数千万的顶级金丝南木百台 作为客厅茶几 相比之下 自己送出的那些个名表 名茶叶什么的 根本就不值一提 他给出这三千万 也是刚好 为了弥补这些礼品上面的不足 一旁的萧和健壮 也不客气 他示意一旁的唐灵 将银行卡收下 见萧和将银行卡收下 江红心里面 也是稍稍松了一口气 同一时间 他看着身旁的江臣 也是脸色更沉 若不是自家这个败家的玩意 他也没必要花费那么大的代价 来讨好萧和 庆幸这最后的事情 已经是解决了 想到这些 江红心里面 已经是打定了注意 等到回去之后 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 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兔崽子 要不然 后面再招惹出些 其他的什么乱子 那他们江家就算是再怎么加大业大 终究有一天会被耗败下去 萧先生 若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那我们就不再打扰了 江红件事情已经解决 自然是不准备再多待下去 嗯 唐助理 帮我送一下江董他们 萧和淡淡的说道 江红父子离开别墅后 立马坐上了那辆 劳斯莱斯库里南 爸 我们都已经送出去 价值上百万的礼品了 这最后再加上那整整三千万 有必要吗 轿车后排 江臣一脸顿挫地看着自家老爸 有必要吗 江红有些生气道 你这兔崽子少给我在这里废话 要不是为了保住你 以及整个江家 你认为 我会拿着整整的三千万去送人 你知道我们先前在别墅客厅里面 见到的那张金丝楠木摆台吗 就光是那张稀松平常的摆台 都要价值数千万元 而且 我看对方的眼神中 对其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在意 拥有着如此财力和新兴的人 恐怕身份并没有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 听到自家老子的话 江臣一时间也是不敢再多 废话一句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你后面给我老实一点 平日里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就只能在家和公司两点活动 至于你的那些个狐朋狗友的 也全都别再往来了 要是被我发现了 可别怪我这个做老子不留情面 老爸 我 江臣心里面那叫一个苦啊 他一个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二代 突然间活动被监管起来 那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别给我在这里哭天喊地的 江红直接道 你老子 我现在年龄还不算大 如果你这个大号废了 那实在不行 就丢了换小号 江臣 别墅内 萧和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那张银行卡 趁着空档时间 他简单的通过网络 查询了一下江市集团的具体信息情况 这江市集团产业涉及运输 日销快速品 餐饮等等行业 虽然看似规模不小 有着近乎十数亿的庞大规模 但是今年来 因为市场的不景气 加之往销的发展迅速 整体的营收 基本一直是处在亏损状态下的 照此看来 这三千万的流动金额 对于江红来说 也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付出了 唐助理 你从这张银行卡中 拨出两千万 打到我的私人账户之中 另外把剩余的一千万 踢入到你手中的那张办公银行账户中 好的 老板 萧和把银行卡递到唐龄的手中 之后再简单的交代几句之后 便直接驾车离去 半个多小时之后 萧和来到了贸业集团总部大厦 昨天 贸业和建业两家集团之间 商量了一下简单的合并流程 今天上午 双方也是正好已经把合同流程 都已经商量好了 下午便是着手 开始准备最终的落实手续 本来萧和没打算来的 想着将这个事情 全权交由沈广源自行处理 不过沈广源仅仅只是一个总经理 而且 集团另外的几名股东 在股权的份额上占据较少 整个集团的合并协定 只能是萧和亲自出马才行 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是自己前来 萧和把车停好 人刚好走到集团大厦的门口 萧先生 好巧啊 一道声音从萧和的右侧传来 转头一看 正好看到尹雪燕从不远处走来 在他的身后 建业集团的总经理陈宏正手 提着一达文件带紧紧跟随 再往后则是建业的 另外部分高层管理人员 原来是营董啊 萧和笑着道 现在建业集团和贸业集团合并之后 这营雪燕手中 可是拥有着贸业集团10%的股份 虽然与她手中所掌握的63%相差甚远 但按照实际股权占比来看 那也是集团的第二大股东了 萧先生说笑了 营雪燕淡淡一笑道 真要是说起来 我这个股东和你比起来 恐怕是相差甚远了 哎 这是哪里的话 既然现在贸业和建业已经合二为一 那我们大家也都是一家人了 以后这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 萧和笑着回道 两人边聊边走 等进入到集团一楼大厅的时候 沈广源及其贸业集团的高层 和另外几名股东 已经是再次等候多时了 萧董 营董 沈广源带领着众人走上前招呼道 沈总 现在人应该都已经到齐了吧 萧和扫视了眼前的众人问道 萧董 集团的高层和股东都已经到位了 这时候也不早了 您看是先把午饭吃了 再签署合同 还是直接签署 沈广源开口询问道 在场众人也是没有作声 都在等着萧和这位集团董事长的答复 萧和抬起手看了看时间 此时已经快要接近中午十一点钟了 两家公司的合作 可并不是一朝半会的事情 恐怕签署合同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时候也不早了 先去把午饭吃了来吧 我们下午再进行相关的合同签署事宜 听到萧和这话 沈广源连忙点头回道 行 那我现在就去安排 吃过午饭 众人进行了简单的午休 直到下午的两点半 两家集团公司的合同签署仪式正式开始 宽大的办公会议室内 萧和与一众贸业集团的高层端坐一边 而尹雪燕等建业集团的一方代表 则是端坐在另外一边 作为集团公司 两家公司不单单需要进行信息资料的交接 并且其中的各类客户合作资料等等 也是需要进行交接互作的 除此之外 在建业集团的总部办公区 还有着贸业集团派去的审查代表等等 至于萧和与银雪燕二人需要做的 就是签署一份份手续合同 时间一点点过去 到下午五点整 几大碟合同文件 在双方的确认下签字完结 营董 欢迎你们的加入 萧和站起身来说道 萧董 祝我们以后工作愉快 银雪燕也是热情的回道 好了 既然这合同也已经正式的签署完成了 沈总 你马上去安排一下 今晚举行一个欢庆宴 我们大家伙好好地庆祝庆祝 萧和对着沈广源吩咐了一句 半个小时之后 在临江大酒店的一处巨大包厢内 相比前一日的简单聚会 这一次 可是远属于两家集团的重高层 及其股东都是围坐其中 这一眼望去少说也有个二十余人 不过好在包厢空间足够的大 众人坐在其中也是没有丝毫的拥挤 来 萧董 我敬你一杯 当着众人的面 银雪燕站起身来 端着一杯酒说道 嗯 萧和也是端起面前的酒杯 微微起身回应道 一群人相谈甚欢 这个时候 包厢的大门被打开 陈鼎言带着几名酒店的服务人员走了进来 陈总 见到来人 沈广元笑着道 什么时候你这个酒店的总经理都跑来亲自服务了 贸业集团的高层聚会 有不少次都是在临江大酒店举行的 所以 沈广元和陈鼎言之间也是相互有所接触 沈总 陈鼎言笑着回应了一句 陈总 你来的也正是时候 我给你介绍一下 坐我身旁这位便是我们贸业集团的董事长 萧董 听到沈广元的介绍 陈鼎言并没有多大的反应 在萧和来到酒店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晓了对方的身份 沈总 这位萧董不仅是你们集团的董事长 也是我们临江大酒店的大老板 陈鼎言也是笑着介绍道 一听这话 众人皆是大惊失色 在场有不少人和陈鼎言可都是相熟的 自然是知道对方的身份 既然这话是从陈鼎言口中所说 那萧和的身份是绝对假不了的 这临江大酒店 可是物成大名鼎鼎的五星级酒店 其整体的价值也是过百亿的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就是这么一家大酒店 竟然也是他们集团董事长手下的产业 一旁的尹雪燕 也是用着极其复杂的眼神 看向萧和 眼前的这个男人到底是何等的身份 名下的产业 简直是一个接着一个的 老板 按照您的吩咐 我专门去酒库中取了五瓶极品罗曼尼康蒂红酒 在陈鼎言身后的无名服务员 各自手拿着一瓶精致包装的红酒 站立其后 嗯 萧和随口道 把这五瓶红酒打开 依次给大家火盗上吧 来 把酒倒上 陈鼎言对着身后的五人说道 听到吩咐 几人迅速的动作起来 来 让我们大家共同举杯庆祝一番 见众人的杯中都已经倒上了红酒 萧和直接端起酒杯站了起来 在场的其余人见状 没有片刻的迟疑 也是陆续的端起酒杯站起 在酒桌上 大家欢庆的同时 也是规划安排了一下集团后续的发展 等到吃完饭之后 众人也是陆续离去 萧董 您这边需不需要我安排人送你回去 沈广源伸手搀扶着萧和问道 不用 我先在临江大酒店坐一会 你们先走吧 萧和说道 那好 我们就先走了 沈广源恭敬的点了点头 准备转身离去 你先等等 还没离开包厢 萧和又突然间叫住了沈广源 萧董 您这边还有什么吩咐吗 沈广源又快步走回到萧和的身前问道 这赢董喝醉了 你安排人把他送回去一下 萧和吩咐道 今天晚上的宴会 这饮血宴可是喝了不少的酒 此时一个人完全是烂醉如泥 若是放任着对方一个人离去 萧和自然也是非常的不放心 好的 萧董 沈广源去到包厢的门口 直接吩咐一名年轻的女秘书 将尹血宴搀扶着离去 一小会的时间里面 这个包厢中就只剩下萧和 以及陈鼎炎二人 陈总 你先忙自己的事情去吧 我一个人在包厢里面待一会儿 听到萧和的话 陈鼎炎缓缓地退出了包厢 萧和一个人坐到包厢前侧的露天阳台处 然后很放松地靠坐在了一旁的软皮靠椅上 目光的正下方向是一片缓缓流淌的江河 吃着江风 不知不觉中 萧和也是沉沉地睡去 当他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时间已经是来到了晚间十点过 而且这身上也是带着一床少薄的毛毯 萧和起身 直接离开了包厢 老板 刚一走出门 守候在门口的一名年轻女子 恭敬地给萧和打了一声招呼 你在这里干嘛 萧和好奇地看着面前的年轻女子 老板 是陈总吩咐我在这里等候您的 需要我现在帮您安排房间休息吗 年轻的女服务员害羞地问了一句 不用 这时候也不早了 你自己早点下班吧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对了 谢谢你的毛毯 萧和将毛毯递给了面前的女服务员 然后就直接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本在门口蹲守的这名年轻女服务员 此时手里面拿着刚才萧和递来的毛毯 整个人是一脸失望地看着萧和离去的背影 今天酒店的陈总专门命人留下来服务萧和的时候 他可是自告奋勇地把这个工作给接了下来 原因无他就是为了一个机会 像这样的白马王子 若是趁着醉意的时候 两人一旦发生了什么 那他往后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甚至在萧和睡着之后 为了给对方一个好的加分印象 他还小心翼翼地为其盖上了一床毛毯 不过最后的结果很可惜 萧和仅仅只是给他说了一句谢谢 因为酒精还没过的缘故 萧和也没有去到停车场开车 而是去到临江大酒店的门外准备打车回家 都已经接近凌晨十分了 而且又是江边路 想要打车还不是一般的容易 等了差不多十分钟左右 一辆没打灯的出租车停到了萧和的面前 兄弟 是要打车吗 出租车司机摇下副驾驶的车窗玻璃问道 正当萧和准备说话的时候 在出租车的后排突然响起了一道女声 师傅 这是到哪来啊 同一时间从出租车内传出了一股浓郁的酒精气味 妹子 我在这顺道搭个乘客 出租车师傅说完话 然后看向萧和道 兄弟 现在这个点也不好打车了 你是到哪啊 要是顺道 我就把你也给装走了 我到柯万俄岭峰小区 萧和直接回道 那行 要不你就上车吧 后排这小妹也是去渔中的 出租车师傅说道 萧和点点头 也是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直接坐了进去 等到坐进出租车之后 那股酒气 比这先前更胜一筹 一旁的出租车师傅见此情况 叹了一口气道 哎 你说说 现在这些年轻们啊 喝酒喝得完全都不在意自身的形象了 今晚像这样的 我都已经是接到第三个了 萧和转过身 朝着后排大致的瞥了一眼 只见那醉酒的女子 横七八竖的斜躺在后排的椅子上 整个脑袋也是一直朝着座椅下方仰躺着 等到萧和系好安全带之后 出租车司机驾驶着车辆迅速离去 悟成的路七拐八弯的 也许是因为喝醉了酒的缘故 萧和整个脑袋 也是有着一丝浑浑沉沉的感觉 师傅 你相信爱情吗 开车没一小会 后排的那名醉酒女乘客 突然间正起身子 语气轻微的说了一句 坐在副驾驶的萧和 微微一愣 总感觉这句话 有些似曾相似的感觉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专心开车的出租车师傅 通过后视镜 看了看后排的那名醉酒女子 然后说道 姑娘 我年龄大了 不懂什么爱不爱情的 我这车下午才做了保养美容的 你要是吐我车上 那就是五百块 听到司机这话 萧和才想起来 这情景和之前某印上爆火的一个视频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后排的那个醉酒女子 则是稍稍安静下来 随后开口道 五百块 什么情况 之前不是吐车上两百的吗 怎么现在又要五百块了 妈 现在物价在上涨 洗车费比之前也要更贵一些了 再说了 我现在可是晚班 这大半夜的 你给我吐这么一下 我后面也就不用跑车了 那产生的物工费 是不是也得加进里面去 啊 醉酒女乘客听到这话 硬是给自己狠狠的憋了一口气 妈 你还吐吗 要是吐的话 那我也可以提前收工回家了 出租车师傅幽默地问了一句 不吐了 现在这物价行情 想吐也只能是憋着 醉酒女乘客 晃荡着脑袋说道 出租车师傅笑了笑道 妈 听大叔一句话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 你还年轻 追寻爱情的机会还多得很 没必要因为一棵小草 而放弃了大片草原 听到出租车师傅的话 后排的那名醉酒女子安静了片刻 不过后面声音却是有些哽咽的说道 大叔 我知道 不过她是我的初恋 我心里舍不得 唉 出租车师傅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都是过来人 这时间是治疗伤痛最好的良药 师傅 没想到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副驾驶的萧何 听到出租车师傅的话 开口附和了一句 可不嘛 谁都有年轻的时候 出租车师傅笑着回道 在之后 一车三人 出租车师傅 也是开始讲述着自己的曾经过往 坐在后排的那名醉酒女子 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隐约间 也是在细细地听着前排二人的谈话 时间一点点过去 出租车也是驶入到了峨岭峰小区 兄弟 到地了 出租车师傅把车停好后说道 师傅 多少钱 萧何解开安全带问道 给个二十五块钱就行了 反正也是顺道拼车 出租车师傅语气爽朗道 那就多谢了 萧何拿出手机 扫码付款后走了车 此时 后排的醉酒女乘客 也是稍有些清醒过来 然后朝着窗外的身影望了过去 慢儿 别看了 这人都已经快要走远了 正当醉酒女子 顶着萧何背影看的时候 驾驶座的师傅 突然间开口道 啊 你说什么呢 我只是在看窗外的风景而已 被师傅这么一说 醉酒女子有些尴尬的解释道 还看风景呢 大叔我也不是傻子 这整天跑出租车的 什么场面没有看到过 你说说你吧 刚才这小伙子人不仅长得帅 而且还那么风趣幽默 你要是刚才主动给 要个联系方式什么的 这甜甜的爱情不久来了吗 出租车师傅笑着道 行了 师傅 快开车吧 我还赶着回家呢 醉酒女子催促了一句 好嘞 你做好了 师傅回了一句 发动车子迅速离去 我说师傅 你这能不能慢一点啊 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不吐的 你这来几下 感觉又上来了 土车上五百 第二天 当萧何从睡梦中清醒过来的时候 这时间已经是到了十点过 古武术演练图谱 无限秒杀价 六千六百六十六元 萧何简单的瞟了一眼 无限秒杀软件中的刷新商品 二话不说 直接将其购买 购买成功 古武术演练图谱 正在融合中 下一瞬间 在萧何的脑海中 突然浮现出 无数有关于古武术的招式技巧 同一时间 他还感觉自己身体上 有着无数细微的变化 光是从精神状态上来看 比起之前 也是敏锐了更多 趁着兴奋之余 萧何从床上直接蹦起 直接挥舞比划了几下 这古武术 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萧何满意的低声 自语了几句 虽然不能够像武侠电视剧里面演的那样 上天入地 但是至少用于强身健体 和保护自身 还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特别是先前萧何使用了功能饮料 将自身的体质 进行了一定的增强改造 这无疑是能够将这个古武术的技能威力 发挥到最大限度 洗漱完 换好衣服之后 直接离开别墅区 打车朝着临江大酒店赶去 刚坐上车没一小会 萧何的电话铃声响起 接通电话后 喂 老妈 萧何说道 儿子 我听你三伯娘说 萧月在雾城出事情了 萧母杨雪梅 话音中有些担心道 妈 萧妹她被医院误诊 身上受了点伤 不过现在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 萧妹的身体用不了多久 就能够痊愈的 萧何在电话中说道 那就好 只要身体没有问题就行 萧母杨雪梅说到这 继续道 对了 我还听说 你是什么邪人医疗的股东 这是不是真的呀 杨雪梅语气中有些好奇 虽然人不在物城 但是对于这个邪人医疗她 还是有着一定了解度的 自家儿子这也才毕业后不久 怎么会突然间成了这么一家大型医疗企业的股东了呢 萧何笑了笑 妈 事情是这样的 我毕业之后 不是自己做了点小生意 赚了些钱吗 然后趁着手里面有着一些钱 我就去买了一些邪人医疗的股票 萧何一本正经的解释道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听到萧何的话 杨雪梅也没有任何的怀疑 儿子 你一个人在物城可得多注意安全 平时的一日三餐可都得按时吃 虽然赚钱重要 但是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必须得多注意一下才行 知道了吗 杨雪梅关心的嘱咐道 放心吧 你儿子我在物城好着呢 这身体也是被棒 别担心了 听到母亲的话 萧何的心中也是生起一股暖意 不管自己有多大 在父母的眼中 那也永远都是一个孩子 妈 你和爸最近忙不忙 萧何问道 这有什么忙的 你老妈我还不是老样子 不过倒是你爸 这段时间工作一直比较忙 经常都在加班 说是给你多赚点钱 到时候好娶媳妇用 杨雪梅在电话中笑着道 妈 我现在也有足够的能力赚钱了 你让老爸也别再整天那么辛苦了 萧何开口说道 不辛苦怎么能行呢 你小子年龄也不小了 这隔壁张阿姨家的儿子和你差不多大 别人现在都已经抱上孙女了 可你再看看我们 杨雪梅有些埋怨的说道 儿子 不是我说你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 差不多是时候 给我们两代个儿媳妇回来看看吧 听到自家老妈的话 萧何也是一阵无语 老妈 你今天打电话过来 该不会是 又想要给我介绍什么相亲对象的吧 萧何问了一句 一想到上次那个张阿姨介绍的相亲对方 萧何就是一阵头大 这奇葩年年有 相亲特别多 现在这些女的 个个都感觉自己赛天线 那撬上去的鼻孔都能顶破天了 你个臭小子 放心吧 经过上次的事情之后 你老妈 我不会再乱给你介绍什么相亲对象了 只不过 你现在年龄也大了 是时候谈婚论嫁了 真要是有机会的话 那可一定的把握好才行 行了 老妈 你说的这些 我都知道了 现在都提倡的自由恋爱了 你儿子 我不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吗 只要我这边一找到合适的对象 到时候肯定你最快的时间带回老家来 到时候 让你和老爸瞧瞧 萧何开口说道 行吧 老妈也不逼你什么 不过 你小子可得抓紧了 杨雪梅笑着道 趁着现在 我和你爸都还经历不错 也可以帮着 你多带带小孩子的 聊着聊着 萧何乘坐着出租车 也是来到了临江大酒店正门口 萧何接着电话下了车 儿子 你自己忙事情吧 老妈也不继续打扰你了 好的妈 你和爸在家 可得多注意身体 再简单的聊了几句之后 萧何挂断了电话 当萧何进入到大堂的时候 门口的服务员 立马恭敬的迎了上来 老板 嗯 萧何点点头道 找一个小点的包房 给我顺便做几道小菜就行 这一大早的洗漱完就出门了 直到现在萧何的肚子 都还是空荡荡的 一粒米饭都没有进过 另一边 酒店的员工也是 第一时间通知了陈严鼎 在知晓萧何来到酒店之后 陈严鼎也是立马 去到包房 那向萧何招呼 老板 您这突然来酒店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需要吩咐吗 陈严鼎开口问道 没什么事 萧何淡淡的说道 这不昨天在这里开展宴会吗 正巧喝多了 趁着现在过来吃顿中午饭 然后把车给开回去 老板 那我现在就去吩咐厨房 让他们给你多准备一些菜品 陈严鼎说完话 便是准备转身离去 等等 萧何说道 这菜品上两三道就行了 我一个人吃 太多了 反倒是浪费了 酒水方面就不用了 给我来打小份的鲜橙汁就行 对了 你找个人把我的车 开到酒店正门的露天停车场外 一会儿我直接去开 说着 萧何从腰间取下一个车钥匙 直接给到了陈严鼎的手中 老板 我马上下去安排 陈严鼎恭敬的退出了包间 一个小时之后 萧何用完午餐 直接离开了包间 老板 这是您的车钥匙 在包间的门口 一名服务员恭敬的将车钥匙 递交到了萧何的手中 萧何点了点头 拿着车钥匙 迅速的朝着临江大酒店的露天停车场赶去 此时在临江大酒店的露天停车场门口 直播间的水友们 大家中午好 今天我要给大家准备一份小小的福利 一会绝对让你们满意 一名年轻女孩手 举着一台手机 正开着直播 她叫刘成成 是鲨鱼直播平台的一名户外女主播 平时就喜欢直播一些户外的城市风景 又或者是一些幽默趣事的直播 因为长相乖巧 直播分为浓郁 所以这直播间中 也是有着十数万的粉丝群体 直播间里面的观众听到刘成成这一番话 瞬间个个都打起来十二分的精神 我靠 主播说的福利该不会是 斜眼笑 大家都是明白人 别这么直接的把话给说透了 主播 我们大家伙可都期待着你说的福利 可千万不要让我们失望啊 我盼了主播好久了 今天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 期待表情 主播 别让我们等太久了 快点开始吧 纸巾都已经准备好了 楼上的 你可真行啊 看着直播间上面的弹幕信息 刘成成顿时间有些无语 我说你们这些家伙都在想些什么呢 我刘成成开播也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了 你们难道对我都还不了解吗 作为一名主播 而且是一名颜值颇高的女主播 刘成成也知道 直播间中有着极大一部分观众 都是因为她的颜值才会加以观众的 毕竟现在直播可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你要不是长得特别帅 或者特别的美 那么谁会吃饱了撑的来看呀 自从进入到直播行业以来 刘成成因为长相方面的问题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金主愿意出资入手了 不过因为个人独立的原因 刘成成并没有妥协 这直播也是异常的正经 甚至连一点风言风语都没有 至于这种果敢的性格 那后面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 直播间里面原本还是有着一部分的大楼 但是后面都因为看得到而摸不得 只能是徐徐走之 若是刘成成如同大多数的女主播一般 恐怕现在的人气就不单单只是那么一点 至少也是数倍的增幅 成成 那你说的福利是啥 对啊 这一会的福利要是让我们不满意 那大家伙可都要取关走人了呀 有直播间的粉丝开着玩笑的 刘成成笑了笑 我也就不瞒着你们了 这直播间里面大多都是大老爷们的 想必你们中绝大多数人都对超跑感兴趣吧 今天我听一个朋友说 就在前不久 临江大酒店的露天停车场 惊现一辆世界顶级超跑 科尼赛格万一 这可是全球仅仅只有六辆的顶级超跑 难道你们就不想见识见识 一听到刘成成的话 直播间瞬间沸腾了起来 科尼赛格万一 别说是这款最为顶级的车型了 恐怕直播间里面都没有人见过真正路派的科尼赛格超跑 成成 你该不会是再和我们开玩笑吧 这科尼赛格万一全球仅受六辆 而且传闻我们华国一辆都没有的 这怎么可能突然在乌成的临江大酒店出现一辆呢 在直播间里 有着这种想法的可不仅仅是一两个人 而是大多数人的想法 毕竟乌成山多路窄 其中的超跑爱好者更是远不如沿海京都这些的大城市 就算是有着这种顶尖超跑的存在 那也应该是出现在那些更加繁华的城市圈才对 我骗你们干嘛 刘成成一本正经道 这个消息可是我一个好朋友发来的 而且还专门给我配了一张现场实图的 你们真要是不相信 那我现在就带你们过去好好地瞧一瞧 说着刘成成举着手机 快步地朝着露天停车场内赶去 在刘成成进入到停车场后的不久 也正好和从酒店正门口走出的萧和来了一个照面 因为全程直播的关系 刘成成的直播镜头也是将萧和给全程拨了进去 我去 主播你旁边有个大帅哥走过 没错 我也看到了 简直是帅得不要不要的 阿西吧 你们这群花痴女 刘成成本来是在专心赶路的 不过在瞥见直播间里面的聊天记录之后 这才反应过来 大帅哥 在哪呢 朝着自己前方望了望 直播间里面的重水有见状 立马开始打字提醒 主播 就在你的右前方 那个穿黑色衬衫的就是 没错 就是那个身穿黑色衬衫 身高一米八左右的小哥哥 跟随着直播间 谁有的提醒 刘成成这才转过身影 朝着自己的右前方望了过去 当看到那道身影的时候 刘成成整个人微微一愣 这个人的背影这么看起来 感觉那么的熟悉 刘成成总感觉自己在哪里见过对方 出于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他拿着正在直播的手机 快速地朝着对方所在的位置赶去 当两人距离只有两米左右的距离时 通过对方左侧的面貌 这刘成成大吃一惊 难道是他 他突然间回想起昨晚自己醉酒的事情 当初在出租车上的时候 正好是遇到了一名年轻男子 与他搭乘着同一年出租车 在他的印象中 对方的侧颜和在自己身旁的这个小哥哥 是非常相似的 你们快看 这煮锅饭花吃了 我的成成啊 你可千万不能这样 这俗话说的好 长得越帅 心眼越坏 你可一定要当心啊 不能被对方的表面说欺骗 主播 别犹豫了 快上去 要这个小哥哥的微短信啊 我们这些小姐妹 可都等着扫二维码的 对啊 这么帅的小哥哥 可千万别放跑了 直播间里面 一些男生在不断地吐槽 而那些个女粉丝们则是争相想要刘成成上去要联系方式 特别是一些网络宅女们 更是趁着这个时候 不断地在直播间中发送着礼物 刘成成毕竟是做主播的 见粉丝们都那么的热情 而且礼物也是一波接着一波的 只能是应付答应下来 行吧 既然你们大家伙都这么的热情了 那我自然也不能扫了大家的兴致 刘成成拿着手机 加快脚步来到了萧和的身旁 帅哥 你好 我是鲨鱼直播平台的主播 平时主要就是做户外访谈活动的 请问可以占用您一点时间 做一个简单的街头采访吗 刘成成开口问道 听到这话 萧和立马停住了脚步 然后眼神朝着刘成成 手中拿着的直播手机看了看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对直播不是很感兴趣 说完话 萧和便是继续朝着停车场内部走去 说实在的 对于主播这个行业 他并不是非常的友好 做这一行的人 那完全可是说是乱七八糟的 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 有时候一个不好 还很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麻烦 特别是女主播一类 有时候为了博取流量 那几乎是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的 所以看多情况 他还是敬而远之的好 见萧和转头离去 刘成成也是有些意外 自从开始直播以来 他已经进行过无数次的户外直播采访了 凭着自己还算不错的高颜值 这遇到的人多少还是会卖给他一些面子 结果没想到今天才采访这第一个人就直接被其果断的拒绝了 哈哈 主播你不行啊 这都好久了 我真还是第一次看到主播被人这般无情的拒绝 果然如此 帅哥和美女一样都是极难搭讪的 斜眼笑 程程姐 你可千万不能放弃啊 我们大家伙可都等着你直播采访帅哥呢 一次不行就两次 我相信主播一定会成功的 加油 直播间说话的大多数都是女生居多 毕竟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大众男士肯定都是巴布的刘成成吃别了 要知道 不单单是女生会吃醋 男生也是同样如此 看着直播间里面的评论 刘成成也是目光坚定 哎 帅哥 你别走啊 我真的就只是做个简单的街头采访 他赶忙间朝着萧和离去的方向追去 帅哥 帅哥 我就直播采访这么一下下 绝对占不了你多长的时间 可以吗 刘成成低声声音请求道 萧和本来是不想理会的 可是看着面前的刘成成这般模样 而且对方这时候直播也是开着的 若是太过不近人情 要是被人给网爆了 那可就更麻烦了 萧和稍稍想了想 反正自己现在也不急 大不了就先答应下来 看看对方想采访些什么花样 行了 你问吧 萧和点头道 谢谢你 刘成成面色激动道 然后在跨步上前来到萧和的身旁 直接将直播间的摄像镜头 转到了和萧和平行的位置 在这样的位置之下 萧和的整体面貌 瞬间浮现在了直播间中 天啊 这小哥哥也太帅了吧 刚才的测验和背影就已经够撩人的了 没想到看到正年的时候 那更是帅呆了 成成姐 快帮我要到这个小哥哥的微短信 如果可以的话 把住址信息也一并要到 我准备去上门提亲了 楼上的还活在梦里呢 像这样的帅哥 是你这种身高一米五 体重超两百的 能够想象的吗 一旁的萧和见面前的刘成成没有说话 一时间有些无语 你还采访吗 不采访我可就走了呀 萧和开口提醒道 此话一出 一旁的刘成成也是瞬间恢复过来 通过面对面的接触 她已经可以确定 面前的萧和就是昨晚与自己 拼同一辆出租车的那个年轻男子 不过见对方这般反应 很显然并不知道 自己就是后排的那个醉酒女乘客 帅哥 你是在这里吃饭的吗 刘成成突然爆了一句 令人非常无语的问话出来 啊 这里是临江大酒店的露天停车场 我不是来这里吃饭的 那还能是来这里干嘛的 萧和反问了一句道 说的也是哈 刘成成有些尴尬的笑了笑 她也很明显的发现了 自己说的是个废话 这里是大酒店 别人来这里不是吃饭的 难道还是来逛街的不成 主播 你是看到帅哥 变傻了不成 看着小哥哥走去的方向 应该是去前面不远处的露天停车场 说不定 对方也是去看那个停在酒店停车场的科尼塞格超跑的 我看也是 这哥们应该是在酒店吃饭 然后无意间知道了 酒店露天停车场有着一脸顶级超跑 所以想着去凑一凑热闹 看着直播间上的弹幕信息 一旁的刘成成再次开口了 小哥哥 你是去露天停车场看超跑的吗 看超跑 萧和摇了摇头 不是 我是去停车场开车的 啊 刘成成一时间有些不明所以 若是他没有认错人的话 那眼前的这个小哥哥 应该是没有叫车才对的 不然昨天都那么晚了 怎么不自己开车回家 反而是在酒店的大门口和他拼车离开的 小哥哥 我记得你不是没有车的吗 怎么现在又突然要开车回家了 刘成成好奇之余突然问道 嗯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车的 我们认识吗 听着对方的话 萧和一脸的好奇 看着面前的这个女主播 她的印象中对其根本就不认识的吧 可从刚才对方的话中来看 显然是认识自己的 而且还对自己有车感到好奇 啊 你要是有车 那昨晚怎么那么晚 还在路边打车回去 刘成成直接开口道 昨晚 萧和疑惑之余 好奇的打量着面前的刘成成 你是昨晚的那个醉酒女乘客 昨晚时间已经很晚了 这道路边基本都看不到几个人影了 不过从刚才刘成成的话音中 她稍微察觉到了一丝熟悉感 立马就想到了什么 我 刘成成顿了顿 随后点头道 没错 我就是昨晚喝醉酒的那个女乘客 她真就没有想到 两个人竟然会这么的有缘 昨晚同坐一脸出租车就算了 今天自己街头采访的时候 竟然还意外的采访到了同一个人 这缘分 简直了 萧和看了看面前的刘成成 意味深长的笑了笑 你笑什么 将萧和突然间面含微笑 刘成成一时间有些摸不清头脑 没什么 我就是有些好奇 昨晚你到底有没有给那五百块钱 萧和直接问道 五百块钱 听到这话 刘成成稍稍冷了一下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 昨晚等到萧和下车之后 那个出租车师傅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而为之的 在后面半段路程里面确实是甩得比较凶 他本来是想要忍住的 不过最后确实是在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忍不了了 直接吐在了出租车上 也因此事情 最后也很自然的给了出租车师傅五百块的清洗服务费 我最后没有忍住 刘成成略微有些脸红的说道 啊 看来你还真是心好 看着出租车师傅大晚上的跑车辛苦 直接给了辛苦费让对方早点下班 这时候萧和还不忘调侃的说了一句 与此同时 在直播间中的众水友见此情况也是一脸的不明所以 最久 五百块钱 主播 你昨晚该不会审 有没有搞错 主播你竟然五百块钱就把自己给卖了 天啊 为什么这样的好事轮不到我 取关了 取关了 这再也不是我喜欢的那个主播了 将直播间的水友们在起哄 刘成成也是无比的尴尬 你们这些家伙在想些什么呢 我刘成成是那样的人吗 昨晚我是因为和朋友喝醉了酒 然后上车之后 正好在一段路程中 偶遇到小哥哥搭车 后面又因为醉酒呕吐 把出租车座椅给弄脏了 然后师傅让我赔清洁费 刘成成将昨天晚上的事情 给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 毕竟直播间里面那么多的谁有看着呢 若是自己不把事情的缘分给仔细的说一遍 那到时候被人给误会了 肯定也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影响 听完解释 直播间的重水友也是逐渐的消停下来 不过也因为这五百块的清洁费 肯定是免不了被人取笑一阵子了 一旁的萧和剑看着直播间里面的弹幕 也是开口吩咐道 没错 我可以作证 你们的主播昨晚确实是喝醉了 而且那出租车师傅也确实是说了 吐车上五百块的事实 这时候 刘成成回过头来 也是非常好奇的问道 小哥哥 你难道是因为没有开车出来 所以才选择来路边打车的吗 萧和淡淡的说道 昨晚我和你一样 也是喝了一些酒的 所以把车停到了酒店的车库 最后选择打车回去的 是这样 刘成成笑着道 看昨晚小哥哥的样子 应该是没有喝多少酒的吧 没想到竟然会这么的遵守原则 酒虽然喝的不多 但毕竟是喝了一些 这该遵守的原则 还是必须得遵守的 萧和回道 这时候 直播间里面有着一名水友 突然开口了 趁着这个话题 要不我们大家伙都来猜猜 看看这个帅哥 到底是开的什么车 此条弹幕一出 直播间内顿时热闹了起来 哈哈 猜你我擅长 看着兄弟还这么的年轻 开的车肯定不会太好 让我来忙猜一下 应该是一辆大众 不对 我感觉应该是马自达 或者本田思域 毕竟这两类车外形更酷 比较适合这个小哥哥 我感觉也有可能是奥迪 毕竟现在的年轻小哥哥 开奥迪的也比较多 你这奥迪算什么 我感觉应该是长安霍拉拉 这帅哥就应该与众不同一些 长安霍拉拉 楼上的你是爱搞笑的吧 站在萧和面前的刘澄澄 也是开始盲猜起来 我猜应该是大众或者奥迪一类的 现目前时常上这几款车型的家用轿车比较多 看萧和这一身装扮 那经济方面应该是不会太差的 而且又出入于临江大酒店 那车子方面不说太好 但是肯定也不会太差的 两人边走边聊 很快便来到了临江大酒店的露天停车场内部 在二人的不远处 正有着一群人在停足打望 很显然都是在凑热闹的 见此情况 一直在萧和身旁的刘澄澄也是加快脚步 朝人群聚集的位置走去 这下子萧和也是明白过来 感情对方说的超跑 就是自己驾驶的那辆科尼赛格旺一啊 对于自己的超跑被人围观 萧和并没有任何的意外或者介意 毕竟这科尼赛格旺一 可是全球限量版的顶级超跑 就连那些沿海城市或者京都 都不曾拥有这等顶级超跑的痕迹 现在突然出现在物城这么一个山城之中 被人围观瞩目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此时 那辆停在露天停车场的科尼赛格旺一 正被几名临江大酒店的安保人员小心保护着 他们都是酒店高层特意安排过来的 不单单是因为这辆科尼赛格旺一的价值高昂 更为重要的是 这辆超跑可是他们酒店大老板的 不管是那一层身份 都必须值得他们重视 你们拍照可以 但是绝对不能够磕碰到超跑啊 其中一名看似安保队长的男子 开口说道 自驾老板的车 要是真被磕磕碰碰的那块一丁点 那工作不说能不能保住 至少天价的赔偿肯定是少不了的 麻烦让一让 让一让 刘成成这时候 也是从挤进了人群中来 原本在超跑周边围着的人群 本来还想说到几句 不过在看到刘成成一个女孩子家的 而且还拿着一个手机 在那直播着什么的时候 不少人便是不再多说什么 不少人都是和先前萧和想的那样 这女主播还是不惹为好 而且像刘成成这样 长相也算不错的女孩子 作为男士 多少也会绅士一些 此时 刘成成已经是挤到了人群的最中心位置 距离那辆科尼赛格旺一 也仅仅只是一步之遥了 看着面前 这辆纯黑色的帅气超跑 整个车身的线条 极其的流畅顺滑 前面的车灯 无不是给人一种极其悬爆的压制感 在刘成成的镜头晃动之下 科尼赛格旺一的整体造型 也是被直播间的一众谁有看在眼中 兄弟们 主播没有骗我们 这真的是科尼赛格旺一 太霸气了 这那个男的 要是拥有着这样的一辆顶级超跑 那妥妥的辽媚神器 科尼赛格旺一 这车可是全球仅售六台 这才是真男人该拥有的座驾 楼上的 你说的太对了 不过这车最先的出厂售价就高达上亿 现在更是有价无市 那我们这些作为真男人的 应该去哪里呢 这福利确实不错 为感谢主播 火箭一发送上 随着刘成成的超跑直播 直播间里面也是陆续有水友 开始送上礼物 而紧随其后的蝴蝶效应 也是让着直播间的人气值 在不断的往上攀升 原本仅仅只有十余万的人气值 在极端的时间内 已经是上涨到了差不多五十万左右 感谢大佬 我不是美男送的一发火箭 感谢小小花蝴蝶送的一发火箭 感谢 看着直播间里面炸出的无数礼物 刘成成内心也是无比的激动 自己开播以来 这还是第一次收到如此多的礼物 而且随着人气值的暴涨 对他后续的直播 也能够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 这时候 萧和也是挤入到人群之中 刘成成那边的动静 自然也是被他一五一十的看在眼中 难怪现在那么多人都想着去从事直播行业 这刘成成光是拿着手机 在超跑面前直播那么一小会 就能够收到如此多粉丝的大额打赏 这种不用风吹日晒 轻轻松松就能够挣钱的工作 能不吸引人吗 看着刘成成在不停的 对着直播间内的水油感谢 萧和倒也是并没有多说什么 既然这么多人喜欢看车 那他也不赶时间离开 稍微等等也无妨 正在直播的刘成成 在围着科尼塞格万一直播的时候 也是移动到了萧和的身旁 帅哥 这超跑看起来够给力的吧 刘成成开口问道 萧和笑了笑 还行不错 若是比起一般的车 那整体上的效果 看起来确实是要好上不手 不过就是坐上去久了会有些腰疼 听着萧和的话 刘成成一时间感觉有些无语 坐久了会腰疼 帅哥 听你这话 你是驾驶过这种顶级超跑的 对于萧和的话 刘成成自然是不可能相信的 在他看来 对方之所以这样说 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面子上的功夫罢了 见对方这样问 萧和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刘成成仔细的看着 科尼塞格万一的车头位置 从整体的视觉效果上来看 这超跑的车头 才是最令人羡慕的 许多人想要摸 不过碍于一旁的几名安保人员在场 而且 万一要是有个刮痕什么的 那他们 可真是酷的地方都找不到啊 所以 尽管有些期许 但也只能是打住了心里面的这个念头 怎么的 想要上手感受一下 看着身旁面色犹豫的刘成成 萧和问道 想是想 这超跑可不单单是 你们男孩子的梦想 对于我们女孩子 也同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刘成成说道 想就去感受一下 有什么可担心呢 萧和淡淡的说道 啊 刘成成给了萧和一个白眼 你倒是说的轻巧 这可是科尼塞格万一 不是其他随随便便的什么超跑 我要是弄上一点印子什么的 到时候可真没地方哭去 价值上意的顶级超跑 就算是一点小的刮花 那维修肯定需要弄到指定的地方去 费用方面至少也得十数万元 像他这样的小主播 这一个月下来的收入 最多也就个上万元左右 那都顶他至少一年的收入了 好吧 既然这样 那我就先走了 本来萧和 还打算让刘成成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不过对方既然心有担心 那他也就不打算再过多的停留了 说完话 萧和直接大步朝着超跑进前走去 嘿 你干嘛呢 这可是世界顶级的超跑 你要是不小心给刮坏了 那赔得你哭的地方都找不到 刘成成见萧和大步上前 也是出于小心的提醒到 赔钱 萧和从兜里拿出科尼塞格旺一的车钥匙 然后就这么很随手的一案 嘟嘟 科尼塞格旺一顿时间响起了两道声响 而且车头的左右前大灯 也是极其炫酷的闪亮了一下 随后 萧和转头看向一旁的刘成成 淡淡地说道 我来取自己的车 难道还得赔钱不成 啊 周边的围观群众 立马陷入到了无比的寂静当中 刘成成见此情况 也是一脸的震惊 通过两人之前的交谈 她知道 萧和是来停车场取车的 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对方的车 就是眼前的这辆科尼塞格旺一 同一时间 在刘成成的直播间里面 也是瞬间炸起了锅 大老牛扁 没想到这个小哥哥那么的低调 简直是太帅了 难怪刚才小哥哥 看着面前的科尼塞格旺一 那么的平静 原来这辆顶级超跑 就是别人的 大老果然是非同一般 我也好想在科尼塞格旺一里面 久坐到腰疼 不行 我感觉这事情太过巧合了 这该不会是主播和帅气小哥 设计出来的直播效果吧 被人怀疑 也是在所难免的 不对此时的刘成成 心思都已经放在了萧和这边 对于直播间里面的情况 并没有任何的关注 她现在的心情 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了 虽然对于超跑方面 她并没有多么的了解 但是通过直播间水友们的介绍 她多少还是知道一些的 这科尼塞格旺一 可是世界顶级的超跑 全球限量六台 售价更是高达一个亿 既然对方能够买得起 这样的顶级豪车 那不管是对方的身份 又或者是财力 那都是绝对顶尖的存在 这时候 一旁那名领头的安保队长 也是来到了萧和的面前 老板 您来了 安保队长一脸恭敬地说道 嗯 辛苦你们了 萧和淡淡地说道 一会我和陈炎鼎打声招呼 给你们每个人 在这个月发一笔奖金 谢谢老板 听到萧和的话 那名安保队长 脸上更是乐开了花 像今天这样的事情 那可是能够有机会 在自家老板面前混个脸熟的 就算是不给他们奖金 那也是非常乐意的 老板 刘澄澄距离萧和很近 自然也是听到了 这名安保队长的话 对方是临江大酒店的工作人员 那这一声老板 岂不是代表着萧和就是 安保大哥 你是说 这位小哥 是你们临江大酒店的老板 刘澄澄有些迟疑的问道 没错啊 这位就是我们临江大酒店的老板 安保大哥点头道 刚才他可是 看着刘澄澄 与自家老板在一起交谈的 所以下意识的 便将对方 当成了是自家老板相识的朋友一般 从安保大哥的口中 知晓萧和身份之后 刘澄澄已经不知道 该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震惊了 难怪对方能够拥有 如何顶尖的世界级超跑 原来他竟然是 临江大酒店的幕后大老板 作为地地道道的物诚人 他对于这个临江大酒店 可是非常了解的 价值超百亿 更是物诚餐饮酒店中的龙头牌面 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们回去忙 自己手里面的工作吧 萧和对着一旁的安保队长说道 嗯 那老板您慢走 恭敬地回复一句后 四名安保人员也是迅速地离去 嘿 你刚才不是想要上手摸一摸吗 趁着我现在还没有走 可是抓紧时间 好好地感受一下 见一旁的刘澄澄 整个人在那里站着发愣 萧和直接提醒了一句 啊 我 我真的可以摸吗 刘澄澄语气有些哽咽道 这种价值上亿的顶尖超跑 那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够随便看到的 若是自己能够亲自上前感受一下 那不知道会令得多少人羡慕 到时候在直播中也可以和粉丝们好好地吹嘘一番 若是先前 这样的想法太紧紧只会是出现在心里面 那付出实践行动是根本就不敢的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豪车的主人都已经亲自把话给放出来了 那他也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摸吧 不用担心 这超跑 哪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脆弱 就算是真的刮坏了 那也用不着你赔 萧和直接道 这番话被周边的众人听到 大家看向刘澄澄的目光中也是流入出了无比的羡慕之意 那可是顶级神好啊 得到萧和的肯定之后 刘澄澄怀着忐忑的心情 小心翼翼地朝着科尼塞格万一的前车头靠拢过去 这一刻他也不再担心什么 更是大胆地用起手机直接自拍起来 我的天 主播已经彻底地被神好给攻陷了 没有哪个女生能够抵挡得住拥有顶级超跑的帅哥 真要是有 那就再加上一栋五星级豪华大酒店 承承啊 这小哥哥虽然很优秀 但是你不能就这么沉沦了啊 主播住手 这小哥哥是我的 以这些个谁有的阅历经验 随便动动脑子都能够猜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两个人上车 然后一番吃吃喝喝 最后 这有钱人和普通人把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就只需要轻轻松松地往那一站 自然会有人主动地凑上来 站在身前的萧和等着刘成成拍了十数张照片之后 也是打开驾驶座的车门准备坐进车里面去 一旁正在专心拍照的刘成成 见萧和准备坐进车内 心里面也是有着一丝期待 万一对方要是邀请他到车里面去体验一番 那感觉岂不是更加的美妙 他甚至在想 若是萧和邀请他上车的时候 自己要不要上去 毕竟自己一个女孩子家的 而且又开着直播 这么果断的上车也不是个事情 要不就稍微假装矜持一下 不过想象很美好 可是结果却是很意外 在刘成成遐想之际 萧和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丁点准备理会的意思 直接就坐上车 然后啪的一声把车门给关上了 刘成成 这什么情况 怎么和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 不单单是刘成成有些愣 就连周边围观的群众和直播间里面的水友也是同样的表现 这是什么个情况 主播竟然被神豪大佬给直接无视了 我只能说大佬牛逼 女人算什么 在大佬的眼中还是超跑来的更加的实在 此时的刘成成脸色也是有些尴尬 她真的是没有料想到 萧和珍就那么的干脆 自己好歹也是一个女孩子家的 难道对方就没有任何一点怜香惜玉的样子吗 就在刘成成一番无奈之情下 萧和发动了科尼塞格万一 同一时间里面 副驾驶的车窗玻璃也是被缓缓下滑开来 刘成成原本以为是萧和 准备让她上车 可惜 萧和仅仅只是对着刘成成笑了笑 我就先走了 说完短短的一句话 科尼塞格万一爆发出一阵剧烈的轰鸣声 随后便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下 离开临江大酒店的露天停车场之后 萧和一路驾车行驶在滨江路边 轰隆 一阵剧烈的马达轰鸣声 直接从萧和的耳边飞驰而过 神经开那么快赶着去投胎啊 看着一辆被改装过的黑色奥迪轿车 从自己面前驶过 萧和低声说了一句 通过他目前的行驶速度来推测 超车的这辆黑色奥迪车速 肯定是早就已经超过了120码 这个速度要是放在内环高速上来说 倒也算是正常 可是这里是市区道路 而且还是临近江边 开能开上的80码 就已经算是高速的了 仅仅一眨眼的功夫 萧和从后往前看 那辆黑色奥迪车 已经是驶入到了 距离自己 还有百米远左右的三叉路口 也就在同一时间 三叉路口处 真有一名年轻女孩 正在人行道上穿行着 不好 经过功能饮料改造过身体的萧和 也是在第一时间里面 发现了这一情况 按照黑色奥迪的车速 肯定是来不及踩刹车的 哐当 一阵声音响起 如果萧和说猜测的那样 黑色奥迪车 尽管已经是踩住了刹车 但是因为超速所带来的惯性 还是将女孩的身子擦中 女孩被这么一撞 人也是飞出去了三四米远的距离 萧和见此情况 也是立马加速 把车停到了三叉路口的道路一侧 速度的下车朝前赶去 开这么快的速度 不出事才惯 萧和嘴边嘟囔着道 就在萧和在距离女孩 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那辆黑色奥迪轿车发动机声音响起 看样子 车主并没有打算下车 查看女孩的伤情 而是第一时间选择了逃离现场 周边部分行人见此情况 也是出于好心的准备 上前去拦住 不过 那辆黑色奥迪轿车 非常的果断 在周围人还没有上前拦截的时候 就已经是迅速逃离了现场 这也太没有人性了 直接撞了人就跑 看着女孩伤势严重 大家还是想办法先救治一下吧 你们谁喊一下救护车 这女孩的情况看起来很危险 时间上一点都拖不得了 萧和也是快步的来到了被撞女孩的身前 因为被撞得不轻 女孩已经还是躺在地上昏迷了过去 不单单是头上有伤 就连裸露在外的手臂和脚裸这些 也是擦伤严重 小姑娘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萧和在被撞女孩的身前开口说道 不过女孩并没有任何的答复 萧和又把手伸到女孩的鼻尖处 轻轻靠了靠 手指上隐约的能够感受到一股轻微的鼻息 但是很微弱 有种随时都可能泯灭的感觉 你们谁有叫救护车吗 萧和抬头看着身旁的一些围观群众问道 小伙子已经喊救护车了 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够到了 一名中年女子开口说道 见已经有人喊了救护车 萧和这才放松了下来 因为女孩被车撞得如此的严重 萧和并没有去触碰对方 毕竟她不是医生 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若是轻易地触动到伤者 那很有可能还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真要是那样的话 那她可就是救人不成 反倒再次伤害了伤者 不少周边过路的行人 也是逐渐地围拢了过来 一名年轻女子 看着躺在地上重伤昏迷的女孩 然后又把目光转向距离最近的萧和 这女孩是你撞伤的 这名年轻女子 有些疑惑地问了一句 听到这话 萧和顿时间有些无语 你真当我是钢铁不成 如果是我撞了她 那她都伤成这副模样了 那我还能这样好端端地 站在你面前吗 虽然萧和的身体素质远非常人 但是她也没有那种恐怖的撞击力吧 啊 听到萧和的话 这名年轻女子 也是略微的有些尴尬 自己这确实是问了一句白痴话 看地上那名昏迷女孩的受伤程度 还真不是繁柔之躯 能够撞出来的 不好意思 我还以为是你撞的 年轻女子一脸欠一道 说完话 女子蹲下身子 简单地在昏迷女孩的身上 打量检查了一番 怎么样 还有机会吗 萧和开口问道 虽然她不懂救治 但是看这名年轻女子的动作 显然也是知道对方 因为是比自己更加专业的 地上躺着的 这名收拾女孩 虽然目前还有着一丝轻微的生命迹象 但是看目前的伤势 已经是极其的严重 后面到底能不能救治 也确实是属于一个未知数的 年轻女子仔细打量检查一番后 开口说道 从表面上来看 身上的擦伤比较严重 而且呼吸上也是非常的微弱 我看她后脑部分 有被地面撞击的痕迹 现在就只能等医护人员赶到现场 若是救治及时 那倒是问题不大 可时间上如果晚一点 那她的情况 恐怕就有些危机了 一听这话 萧和顿时间准备伸手 将躺在地上的女孩抱起 见此情况 在她身旁的那名年轻女子 赶忙间出手制止 快住手 你这样在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之下挪动她 很有可能会造成二次严重伤害的 可是现在 她这个情况根本拖不得 万一送医不及时 那肯定会出大问题的 萧和对于周边情况 还是非常了解的 可是属于滨江路段 而且在网上 就是商圈的闹市区域 距离最近的医院 也得五六公里的路程 真要是等到救护车赶来 那恐怕得二十分钟网上 现在女孩多等一会 就会多一分的危险 与其一直等着 还不如她抓紧时间 送去医院来的要紧 你是女孩的家属 年轻女子问道 萧和摇了摇头 不是 我也是正巧开车经过 看到女孩被撞 所以赶着想要多来帮一下忙的 哦 你等我一下 就算要送她去医院 那也必须得先检查一下 具体的情况才行 年轻女子说完话 再仔细地给昏迷女孩检查起来 一分钟不到的时间里面 年轻女子也是将女孩 细致地检查了一遍 她头部脖梗处 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扭刮伤 抱的时候 一定得注意脖梗和腰杆处 千万不能让这两处位置 出现大面积的扭动 听到对方的提醒 萧和赶忙小心地 将昏迷女孩抱起 而身旁的那名年轻女子 也是小心翼翼地帮忙着 萧和本来是打算将女孩 抱上自己的车 不过自己那科尼塞格湾 一本身空间就窄 想要把人放进去 明显是不可能的 你路边来一辆车 萧和对着身旁的年轻女子说道 嗯 好 对方点了点头 至于在周边围观的路人 虽然不熟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 敢像萧和二人一般 毕竟这种事情 可是关乎道人性命的大事 万一不注意 出了点什么大的岔子 那他们岂不是 就给自己引火烧身了吗 因为这些可都是 有着实实在在例子的 有些人本来就是骑好心的 不过后面 没有得到别人的感谢不说 反倒还被炸 没过一小会 那名年轻女子 便是在路边 拦到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师傅看到被萧和抱在身前的昏迷女孩 一辆叉一道 这女孩是什么个情况 师傅 她出车祸了 麻烦你帮忙 送到最近的一家医院 那名年轻女子开口道 行 快上车吧 出租车师傅也是个热心肠 立马便答应了下来 等坐上了车 那名年轻女子坐在后排 受伤的女孩被其紧紧的抱在怀中 为了避免女孩的后脑受到震荡 她还专门用右手小心的将其呵护住 而萧和则是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 师傅 这女孩伤的比较重 麻烦你路上开快一点 萧和开口说道 行 距离最近的医院差不多四公里左右 我沿途尽量开快一点 出租车师傅点头道 像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 肯定是容不得一点马虎的 出租车行驶的速度非常的快 一路上也是因为事情的紧急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 红绿灯也是接连着闯了几个 毕竟在这样的事情之下 就算是闯了红灯 那也是可以讲明原由取消的 而且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 如果这个女孩子送医过程中 直接倒在了自己的出租车上 那后面带来的影响肯定是会更大的 十分钟不到的时间里 出租车已经是行驶到了 距离最近的九龙区及医院 师傅 麻烦你了 萧和说着话 从身上拿出一百块钱 递给了出租车师傅 见此情况 出租车师傅连忙拒绝 兄弟 这钱就算了吧 救人的事情耽误不得 你们还是赶快把这女孩送进去吧 这怎么行了 萧和二胡不说 自己把钱递给了出租车师傅 然后迅速下车 去到后排将那名受伤女孩 从年轻女子的身上抱起 接下来 女孩被送去急救 因为暂时联系不上对方的家人 萧和更是将救治所需的医疗费用 也是提前为其垫付 你这家伙胆的还真够大的 抢救室外 站在萧和身旁的那名年轻女子开口说道 你就不怕那女孩子 真出了点什么意外 到时候给自己惹火上身 萧和看了看女子 一脸平静的说道 这救人一命的事情 有时间去担心那么多吗 说的也是 在那种情况之下 确实顾及不了那么多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最后会惹出什么麻烦事 那地方监控有着不少 事情的具体情况 查看监控便可以一清二楚的 年轻女子说道 嗯 萧和点了点头道 年轻女孩看着萧和 然后缓缓的走到她的面前 伸出右手道 认识一下 我叫中亚 你呢 萧和 萧和伸出右手 与其握手道 萧先生 现在像你这样的好心人 还怎么少见 中亚开口道 不见得吧 我看这一路上 你对这女孩 也是非常的在意 真要说好心 那肯定是少不了你一份的 萧和说道 对于这样的事情 既然被她遇到了 那自然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虽然说 现在有着不少气好心 最后落得个被敲诈的下场 但是这些 对于她来说都是无所谓的 两人在抢救室 再简单的聊了一会 因为女孩的伤势比较严重 医生还在里面努力的 为其进行着抢救 请问 哪一位是萧先生 一名中年 JC来到了抢救室外问道 我就是 萧和看了看来到自己面前的 中年JC 开口回复道 萧先生 你好 我是九龙区 滨江北路的甘决 我的名字叫陈明和 中年JC开口说道 陈警官 你这边是已经有着 相关的线索的吗 萧和问道 在女孩被撞 那辆黑色奥迪逃逸时 现场就已经有人 在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单位 想必这位陈警官的到来 肯定是因为 手中有了一定的线索消息 萧先生 有关于这名受伤女孩的信息 我们这边已经是核对清楚了 并且 女孩的家属 我们也已经联系上了 对方应该用不了多久 就能够赶到医院的 我这边是专门来此对接的 两位差不多也可以离开了 陈明和开口说道 萧和把目光看向一旁的中亚 只见对方并没有任何要离开的意思 陈警官 我这边暂时没什么事 就先等等吧 中亚说道 行吧 那我也等等看吧 萧和也是紧接着说道 两人一路将女孩送到医院 对于女孩的具体情况也是非常在意的 见萧和与中亚这般回复 那陈明和也是没有多说什么 整个事情的经过 他在调查事发地的监控时 就已经是知道个一清二楚 对于两人热心救助的行为也是非常赞许的 唉 这女孩身世也是比较可怜 陈明和看着抢救式的方向 继续道 他父亲前段时间才因为重病离世不久 家里就靠着母亲一个人打工赚钱撑着 一边要偿还以前看病所借用的欠款 一边还得维持母女俩的生活开支 听到这话 萧和面色没有丝毫的变化 反倒是一旁的中亚表现得有些意外 真照对方所说 这个女孩的家中经济条件肯定是非常艰苦的 现在女孩出车祸重伤住院 那后续可是需要一大笔的救治费用 而萧和刚才又帮着垫付了不少的医疗费用 恐怕想要把这些垫付下来的钱拿回 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了 萧先生 你就不担心 见萧和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中亚忍不住开口问道 没什么可担心的 萧和淡淡一笑道 他自然知道中亚话中的意思 这医疗费用垫付了也就垫付了 毕竟这是用在了救人性命上面 再说了 凭着他现在的身价 那点钱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三人在一起聊了差不多十几分钟 之后一名年龄估计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女子 一脸着急的从医院的楼梯口跑了上来 其穿着朴素 精神状态也是一般 想来平时肯定是异常的心情 你们好 我是李妹妹的母亲 请问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这名女子快步来到萧和等人的身旁 一脸紧张的说道 家属 你先不要着急 病人正在里面抢救 现在的情况 我们也暂时还不清楚 那陈彬和开口说道 不过你可以放心 我们也是从医生那里大致了解了一些情况 虽然病人伤势比较严重 但是还不足以危及生命安全 陈彬和这话显然是在安抚这名女子 因为先前几人聊天 他们就已经从陈彬和的口中 知晓了这名女子的境遇 丈夫才重病离世 若是唯一的女儿也重伤不治 那对其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 现在除了病人的伤势以外 还有最为主要的一点 就是家属的情绪问题 要是再出一点乱子 那无疑是更加的麻烦 病人家属 你就放心吧 现在医生已经在里面进行抢救了 病人肯定不会有大问题的 对啊 这个时候必须得相信医院才行 萧和以及中亚野士在一旁安慰道 嗯 这名女子点点头 她把目光看向了萧和三人 一脸的感激 真的是谢谢你们三位好心人了 女子开口说道 病人家属 你真要感谢的话 那还得好好地感谢一下这两位 陈明和指着一旁的萧和和中亚说道 要不是他们二人及时把你女儿送到医院来 恐怕你女儿的处境会更加的糟糕 一听这话 女子转过身去 准备直接朝着萧和二人跪身下去 两位好心人 真的是谢谢你们了 萧和健壮 赶忙兼上前将其扶起 你可千万别这样 我们也就是刚好遇到了 这种事情换成谁 那肯定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中亚野士紧接着说道 对啊 阿姨 这种事情既然遇到了 我们能帮自然得帮忙的 时间一点点过去 四人在外面等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哐当 抢救室的红灯熄灭 一名医生率先从里面走了出来 受伤女孩的母亲刘彦率先走上前去 医院 请我一下我女儿现在怎么样了 医生把口罩取下 随口开口道 病人家属 你别着急 现在病人经过手术抢救之后 整体上已经是脱离了生命危险 只是因为车祸造成了身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擦伤 所以有些中等程度的骨折 再加上脑部有轻微的碰撞伤 所以还需要定期的住院观察治疗才行 听到自己女儿没有生命危险 刘彦也是顿时间松了一口气 不一会 在几名医护人员的照料之下 受伤的女孩也是被推了出来 病人家属 现在你抓紧时间去给病人把住院手续办了 再把相关的医疗费用也全部缴纳一下 医生开口提醒道 一听到缴费 这刘彦的面色瞬间暗淡下来 现在家中还有着不少的欠债 她基本已经是拿不出来多少钱了 那个医生 这住院费用大概需要多少啊 刘彦开口问道 住院费用不高 大概也就两三千块钱吧 不过病人的治疗费用方面要稍微高上一些 估计在十五万元左右 你这边先去柜台预交个十万元左右吧 到时候多退少补就行了 医生开口说道 十万元 一听到这话金钱数额 刘彦面色瞬间惨淡了下去 他们家中的情况根本就不足以支付这十万元的医疗费用 至于借钱这方面更是想都不要想了 两边能够借钱的亲戚也都差不多借了个遍了 而且还有着不少的外债 到现在都没有还清 若是想要再去借钱 那基本是难如登天了 毕竟周边的亲戚朋友都是知道他们家处境的 没有人会愿意把钱投到屋底洞里面去 一旁的医生见刘彦这般反应似乎也猜到了对方的情况 要不这样吧 你先去把病人相关的住院手续先办理一下 毕竟住院部那边需要先将病人的情况给报备登记才行 医生 我可以先预交两千块钱吗 刘彦有些无奈的说道 我来的有些匆忙 身上就只带了两千块钱 这 听到这话 医生也有些难办了 这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不过现在的医院柜台也是很方便的 可以通过网上或者刷银行卡支付的 说完话后 医生直接转身离去 刘彦面色有些焦急的站在原地 就目前的住院费用对她来说都是极其巨额的一个开销 刘姐 我卡里面正好有着三千块钱 要不你先拿去应应急 钟利亚看着面前的刘彦面色有些不忍道 不行 你这钱我不能够要 刘彦立马拒绝道 对方已经给了她不小的帮助了 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再麻烦别人了 刘姐 刘姐这钱你要是不收 那你还能够从其他的地方借到给女儿的救命钱吗 钟雅开口问道 这 一听这话 刘彦面色瞬间陷入到顿挫当中 对方说的没错 以她现在的情况来看 还真的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借到钱来 刘姐 你把账户给我说一下 我先前就把钱给你转过去 放心吧 这钱就当是借你的 等你把这次危机度过之后 再想办法还给我就行了 钟雅一脸温和的说道 那 那就谢谢你了 刘彦有些不好意思道 都是过来人 你的这种处境我能够理解 既然我能够帮到你 那自然是不会做事不管的 这钱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短时间里面还是能够用来应应集的 钟雅笑着道 就在这时候 一旁的萧和也是开口道 刘姐 你家女儿正式用钱的事情 我这里也有一些钱 你先拿去应应集吧 萧和说这话 也是从中雅那里拿到汇款账号 直接给对方汇了一笔钱过去 叮叮 很快 刘彦那里收到了一笔道账短信通知 当看到上面的道账金额之后 他一眼的震惊 刘姐 怎么了 看着刘彦这副表情 一旁的钟雅也是非常的好奇 他想要知道 这萧和到底给对方赚了多少钱 竟然使得对方这么的惊讶 萧先生 您给的太多了 这钱我绝对不能够收下 刘彦开口说道 嗯 你赚了多少钱给刘姐 钟雅随口问了一句 萧先生给我转了十五万 不等萧和开口 一旁的刘彦率先说道 听到这个数字 这钟雅也是一脸的震惊 十五万元 这个数字不就是刚才医生估计的 大概医疗费用吗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萧和竟然会如此的干脆 直接就给刘彦转去了十五万元 要知道 这可是整整的十五万元 而不是所谓的十五块 这笔数额的钱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那都已经算得上是 一笔真正的巨款了 你这真够有钱的 钟雅看了眼萧和 随后说了一句 萧先生 你这钱我真的不能要 刘彦知道萧和的心意 可是他们母女两和萧和 本来就是萍水相逢 别人帮忙 把人送到医院 已经是够可以的了 现在这十五万 他是真的不好意思再收下了 你还有其他办法 筹齐医疗费用吗 这是医院 以你女儿现在的情况来看 那每天需要耗费的医疗费用 可都是非常高的 你难道想要眼睁睁的 看着你女儿没钱救治 就那么躺在病床上干等着 萧和一言一语 都如同一把利剑般 直插在刘彦的胸口上 作为母亲的 怎么可能想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女儿 躺在病床上 没钱救治呢 刘彦想了想 最后看向面前的萧和 萧先生 那这样吧 我给你打一张欠条 等到我手里面有钱之后 到时候肯定会第一时间 把这笔钱还给你 请你放心 就算是天天吃咸菜下稀饭 我也一定会尽快还给你的 嗯 行吗 萧和点头答应下来 看刘彦这般坚持 若是自己不收下这欠条 那对方肯定是不会把这笔钱收下的 在分枕台借了纸币之后 刘彦写下了一张15万元的欠条 亲自交到了萧和的手中 等到刘彦把后续的住院缴费等相关的手续办妥之后 时候也差不多了 那我就先走了 在临走之际 萧和留了一个电话号码到刘彦的手中 后面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你到时候尽管打电话给我就行了 萧和也是一般家庭出来的孩子 自然清楚对方的不容易 既是处于好心 也是处于同情 见萧和准备起身离去 一旁站在的钟亚也是紧接着起身 我差不多也该走了 一听二人要离去 刚忙完事情的刘彦也是赶忙说道 好 我送送你们 刘姐 你在这里好好照看女儿 我们自己出去就行了 钟亚开口说道 几分钟后 两个人走出了医院大门 还是外面好 在医院里面总感觉环境有些压抑 出来后 钟亚放松的呼了一口气道 无数人在医院里边生老病死 那样的环境之下 压抑是很正常的 萧和淡淡的说道 随后他又将手中的那一张欠条拿了出来 钟亚看着萧和手中的那张欠条 一脸诧异的说道 还真没有看出来 你这么年纪轻轻的 竟然会这么有钱 那可是十五万 这非清非故的 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给借出去了 萧和笑了笑 钱固然重要 但是在人的健康面前 却是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了 说吧 他双手拽住那张欠条 咔嚓一下 欠条被撕成了两半 见此情况 一旁的钟亚 则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你干嘛 这可是整整十五万的欠条 你就这么干脆的给撕了 欠条若是被撕毁了 那这借出去的十五万元 可就没有有效的凭证了 虽说通过刚才的接触 他也是明白 那个刘燕多半是不会赖账不还的 可是对方毕竟处境太过艰难了 这钱一时半会肯定是要不回来的 若是等到后面生出些什么事端出来 到时候因为没有有效的依仗 那事情可真就不好说了 钟亚这个局外人 对于萧和都表示有些担忧 尽管他也借了一部分钱给对方的 但是他借出的那笔钱终究数额不大 真要是收不回来 那带来的损失也不会很大 对于钟亚所说的话 萧和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不过是十五万而已 根本算不了什么 萧和淡淡的说道 既然不算什么 那你刚才为什么还把这张欠条给收下了 你大可以不让对方写下这张欠条的 钟亚有些不明所以道 在他看来 这打欠条的举动就显得有些多此一举了 你难道没看懂吗 若是没有这张欠条 那对方是肯定不会收下他这十五万的 通过短时间的了解 萧和也是大致清楚那刘艳的为人 对方虽然穷 但是骨气依旧在 做人的原则不失 没想到 你竟然会考虑得这么的全面 对于萧和的想法 钟亚也是非常的佩服 他不知道萧和到底多有钱 但至少 他是没有那个魄力的 这可是整整的十五万元 换做是他 肯定不会舍的 这时候也不早了 钟亚摸了摸自己有些咕咕作响的肚子 突然开口道 你饿了没 怎么 你要请我吃饭 萧和笑着问道 啊 听到这话 钟亚有些无语 我一个弱女子的 你远心让我请你吃饭吗 忍心啊 萧和一本正经道 你这么一个大土豪 十五万眼睛都不眨的 就给送出去了 难道还在意我这么一顿饭吗 钟亚有些无语的嘟囔了一句 行吧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萧和笑着说道 虽然自己给出了十五万元 但是这笔钱对他来说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反倒是这钟亚 先前两人聊天中 他可是知道对方还在读大学 仅仅一个学生身份 恐怕给出的那两千块钱 已经是对方不小的家底了 随后 萧和带着钟亚 去到了不远处的一家小餐馆 你就带我吃这个 钟亚看着面前的小餐馆 一脸好奇道 怎么了 萧和问道 没 没什么 钟亚看了看小餐馆的内部环境 虽然心里面有些犹豫 但是仅仅过了一会 也是跟着走了进去 反正是对方请客 虽然环境上差了点 但是不吃白不吃 而且对于萧和 他内心是充满了好奇 萧和点了几道还算不错的菜品 两个人就这么边吃边聊起来 我倒是挺好奇的 你一个大学生 就这么把两千多的生活费给出去了 难道后面都不考虑一下 该怎么生活的吗 萧和开口问道 还行吧 其实我和你一样 也是看不得那对母女的遭遇 既然遇到了 那能帮就得多帮着点 再说了 我在大学闲暇时间也有 去兼职的 赚点生活费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中亚平淡的说了一句 听到这话 萧和略微的笑了笑 先前通过交流 他知道这中亚是武城大学的学生 作为华国顶尖的一流大学 这想要凭着自己的能力 赚点生活费 并不是一件难事 我倒是有些好奇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随随便便就能够拿出十五万来 而且还这么轻描淡写般的拱手送人 虽然是好心之举 不过这一般的人 肯定是做不出这种事情来的 中亚一本正经的问道 我没有工作 萧和随口说道 其实他这话也没有说错 毕竟真要算起来 他就是一个甩手老板 真没有什么工作 你当我是傻子呢 就你这样都会没有工作 你怕是说出去都不会有人相信 中亚一脸鄙视的说了一句 啊 你真要这样说的话 那我也没什么办法了 当然了 真要说工作的话 我应该算是一个包租工吧 萧和一脸认真地说道 正在吃菜的中亚听到这话 倒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看着萧和淡淡地笑了笑 两人毕竟只是因为一场意外的见义勇为相似 彼此之间说不定这次之后 也就没什么可来往的了 既然对方不说 他自然也不可能抢逼着去问一个缘由 等到吃过晚饭之后 二人也是各自离去 萧和先是打车去了一趟交通管理部门 下午为了救助那个小女孩 她可是直接把车停到了道路边 现在时候都已经过去了五六个小时 这车因为围停 早就被整车拖车了 去到管理部门 萧和经过了一系列的证明之后 这才成功地把车取回 等到回到家的时候 差不多已经是晚上的八点整 在客厅听取了唐灵最近的工作汇报情况之后 萧和也是简单地洗漱后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 半小时随机返利券 仅限于网络 无限秒杀价 18元 随机返利券 看着无限秒杀软件中刷新的今日商品 萧和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将其购买了下来 通过使用说明 萧和也知道了这张返利券的主要作用 只要在自己使用之后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以内 在网络上进行消费的金额总和 将会进行随机倍数的返利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 随机返利券时候期间 只能按照单一消费进行统计 也就是说 萧和若是想要不断的消费 那就必须保证上一单交易结束才行 原本萧和还想着 直接在网上大肆购物一通 到时候专门挑选价格昂贵的商品 来进行购买 那这半小时的时间里面 也是足够他进行不低的消费了 可仔细一看 不单单不能够大肆购买 而且把这张返利券用到网购中 都是不现实的 毕竟网购会涉及到发货 从购买到商家出货的这段时间 半小时内没有送达自己手中 那消费也就不算完成 这返利券自然也是没有任何的用处 了解到这些基本的信息之后 萧和一时间有些无语 照这样看来 这消费返利券就如同鸡肋一般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用什么方法 可是将其合理地运用起来 算了 想那么多也是没有任何的必要 既然短时间内没有想到合适的用途 萧和自然是就这么将其晾在一边 等到后面有不错的主意再拿出来使用 走出卧室之后 萧和来到了客厅的餐桌旁 开始吃起早餐 正在客厅里边忙碌 唐玲看到萧和立马走上前 老板 万象来福商业城的千禧传媒 今天又一场特别的招待会 那边已经向您发出了餐会的邀请函 你这边去吗 唐玲来到萧和的身旁 然后将一个红色的邀请卡 递到了萧和的面前 千禧传媒 萧和接过邀请卡 这家传媒公司是万象来福商业城开业之初就进驻的 其规模也是非常巨大的 并且公司的负责人黄渊也是与他见过几面 对方客客气气的邀请自己 这出于礼貌也该去一趟 你转告黄总 就说 这个招待会 我一定准时参加 萧和说道 好的老板 我现在就给对方回复 唐玲说完话 直接转身去到一旁 开始向对方转达萧和刚才所说的话 上午十点过 因为答应了千禧传媒的黄渊 所以萧和也是驾车来到了位于万象来福商业城C区的金月大酒店 在露天停车场把车停好后 萧和直接下车朝着酒店的位置走出 不过这才走出停车场没有多远 他就看到了不远处一群少男少女们围站在一团 并且还在大声呼喊着什么 因为自己也是正好要路过那个方向 所以萧和也是怀着有些好奇的心情朝着那处位置走去 这走近一看才明白过来 在这群少男少女们的中心位置 有着一名打扮花哨的青年男子 在青年男子的身旁 还有着几名看似像保镖的人 正在小心谨慎地将其保护着 恩君欧巴 好帅啊 欧巴 给我签个名吧 人家真的好喜欢你 外围的这些个少男少女们一个劲地呼喊着 萧和一听到这些人的喊话 也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这里之所以这般热闹 感情就是因为一个邦国的明星到此 说实话 萧和对于邦国的人根本没有任何一丝的好感 特别是那些个邦国的明星艺人 这女的作业就算了 可那男的也是个个阴柔的像个娘们一样 这时候 在欢腾的人流中 虽然能够感受到周边围观人群的热情 但是邦国的男艺人 却并没有丝毫的欢心 反而看着这群人 眼中隐约间透露着一丝厌恶 这些个疯子 一个个的嘴巴都叫个不停的 要不是因为这些华国人的钱好赚 我是肯定不会来到这个地方的 每次被一大堆的扶女为账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李恩俊用着邦国专用的语言说道 恩俊欧巴 快看这里 快看这里 一名狂热的女粉丝尖叫着喊道 这样的狂热坟可不止一个两个 而是非常的多 好在现场有着几名负责安保的保镖 要不然李恩俊还真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挪动脚步 至于一旁的萧和则是漠不作声地看着这一切 这对于他来说 无异于像是看着一群傻猴闹腾 人流缓缓朝着 前方移动着 也许是李恩俊想要尽快地离开这里 所以周边的几名保镖移动速度 也是比起先前快上许多 与此同时 在一侧的商城购物大厦正厅门口 一名老者正带着自己的孙女从中走了出来 小小 你走慢点 爷爷都快跟不上你的脚步了 老者勾搂着身子 很明显是想要尽快地赶上小女孩的脚步 爷爷 小小去前面等你 小女孩乖巧地回过头来 看了自己爷爷一眼 然后又迅速地朝着不远处的到路边跑去 不过才走到一半 小女孩似乎也是发现了不远处一大群人围在一起 出于好奇 这个小女孩竟然也是朝着人群的方向走去 啊喜吧 李恩俊有些不悦地看着眼前的狂热粉 要不是因为自己需要在华国赚钱 他根本都不想在这里多待哪怕一会 随着人群的移动 先前跑动过来的那名小女孩 也是直接被挤进到了人流之中 小小快回来 女孩的爷爷看着小女孩被挤进人群 神色也是担忧起来 爷爷爷爷 因为年龄小的缘故 小女孩突然间被挤进到一股陌生的人流中 内心肯定是无比的担忧 抓紧时间赶落 这千玺传媒的人可都还等着我呢 李恩俊有着棒国的专用语言 对着身旁的几名保镖使唤道 快 你们两个给我把前面挡路的人都清理干净了 要不然一会耽误了恩俊的出场时间 我绝对饶不了你们 跟在李恩俊身旁的一名助理开口说道 在前面开路的两名保镖一听这话 瞬间便是精神起来 他们有些蛮横的推散着挡在前面的狂热粉 这棒国的一人在华国可是有着一大批的脑残狂热粉 正是因为这些个依仗 所以他们来到这里比起身处自己本国还要更加的嚣张 被这么一推散着前面不少挡路的人群也是被逐渐的隔开 李恩俊一行人的速度也是加快了不少 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哭泣声传入到李恩俊的耳中 爷爷 我要找爷爷 这声音是先前那个被挤进人群中的小女孩发出来的 阿西吧 这谁家的小女孩那么不懂事 在我面前哭哭啼啼的 岂不是故意在影响我的心情吗 一会我还怎么去参加活动了 李恩俊看着小女孩面色有些不悦道 看着周围拦路的这一群脑残粉 李恩俊心里面已经是有些不爽了 现在再看到这么一个小女孩哭哭啼啼的 心里面的不爽更是被扩大的几分 快给我把这个小孩赶走 处在这像个丧门心一样 烦死人了 李恩俊开口说道 你们两个还在那愣着干嘛 没听到刚才恩俊说的话吗 赶快把这个哭丧的小孩给赶走 一旁的那名助理赶紧催促道 这 站在前面的那两名保镖互相望了望 他们是李恩俊一方请来的保镖 主要就是负责对方在华国的一切行程安保工作 可是这突然间让他们出手对付一个年幼的小孩子 这说实话还是有着一些不好下手 愣着干嘛 我们花钱找 你们来可不是混吃等死的 你们要是再发愣 信不信我去公司投诉你们 看着二人迟迟没有动手 站在李恩俊身旁的助理一脸不跃道 一听到投诉二字 两名保镖顿时慌了 距离最近的那名保镖 直接将小女孩推到一旁 因为重心不稳的缘故 小女孩更是一屁股摔倒在地 随着小女孩哭泣声的响起 小女孩的爷爷也是从不远处赶了过来 小小乖 小小不哭啊 老者蹲在小女孩的身旁 不断的开口安慰道 阿西吧 别在那丢挡路 李恩俊也是快步上前 当他看到一次的老者和那个小女孩 心生不悦的 直接把老者推到在地 你们这也太不讲理了 老者看着面前的李恩俊 非常生气的说道 哼 李恩俊只是冷哼一声 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说 便是跟着保镖朝前走去 至于在老者身旁的那些个旁观者 也竟是冷眼旁观 真是活该 谁叫你当着我们恩俊欧巴的路了 就是 这道路那么宽 明明都已经看到 我们恩俊欧巴要过来了 还敢在前面来挡着 我们恩俊欧巴时间可是非常宝贵的 就被你挡住这么一下 那损失都是无比巨大的 听着周边人的话 老者只能是紧紧地抱住怀中的小女孩 根本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敢说的 眼前这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棒国人 根本就不是自己能够招惹得起的 这里发生的一切 自然也是被不远处的萧和看在眼中 这棒国不过是区区弹丸大小 竟然敢在他们的地盘上 这一般的嚣张跋扈 这事情发生在其他地方 他还是不想浪费时间去理会 不过 既然是发生在万象来复商业城 那他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管的 这里可是他的地盘 他绝对不允许棒国人放肆 穿过人群 萧和穿过前面的两名保镖 竟直站到了李恩俊的面前 小子 你干嘛 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萧和 李恩俊说出一句有些别角的华语 你刚才撞了人 难道就不准备给别人道个歉什么的吗 萧和看着一旁的老者说道 我撞了人 你哪只眼睛看到 我撞人了 明明是那老头 自己不小心给摔倒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李恩俊一本正经的把话说完 然后又转头看向一旁的老者 老头 我刚才说的对不对 我 老者看着李恩俊和周边那几名保镖 有些无奈道 小伙子 这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给他没有关系 一看那棒国的艺人 就不好招惹 老者之所以这样说 也是不希望萧和因为他的事 给自己招惹到麻烦 臭小子 你听到没有 是他自己摔倒的 跟我没有半点的关系 李恩俊嚣张地对着萧和说道 赶快给我让开 我一会还有事情 若是被耽误了 那损失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说着话的同时 李恩俊更是直接朝着萧和推散过去 不过萧和紧紧一个侧身 直接躲开李恩俊的动作 撞了人还这么的堂而皇之 萧和心生厌恶道 他二话不说 直接伸出手 然后一下子抓住李恩俊的衣领子 就这么很随意的一甩 在众人的视线之下 李恩俊人仰马翻的 就这么倒在了一旁的花台边 不知道是不是萧和有意而为之的 这李恩俊的摔倒样更是感人 整个人的面部 是平躺到花台边的泥土坑的 那样子就是如同狗吃屎一般 毫无形象可言 啊 我的恩俊欧巴 恩俊欧巴 你没事吧 见此情况 周边不少李恩俊的迷妹们 皆是一脸担忧起来 在一旁的几名保镖 也是一脸的震惊 他们也没有想到 萧和出手竟然会如此的果断 这二话不说 直接就是出手相对 那名助理 更是上前将李恩俊给迅速的扶起 别小子 我要告你 你竟然敢动手打我 李恩俊站起身来 直接推开一旁的助理 用手整理了一下 自己有些凌乱的服饰和头发 你们几个还傻郎在那里干嘛 给我出手啊 狠狠地教训这个臭小子 感受到李恩俊的怒火 那几名保镖左右有些为难 虽然是萧和动的手 但是谁让你压的 自己没事找事呢 先生 我看这种事情还是抱绝吧 我们要是动起手来 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为首的那名保镖开口说道 哇呀哇呀 李恩俊看了萧和一眼 然后几里咕噜的 在哪里说了一大堆 邦国专用的语言 萧和微微皱眉 虽然他不知道 对方到底说的什么话 但是看起来 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就对了 一旁的助理是邦国人 他自然知道李恩俊的意思 对着不远处的萧和 看了一眼之后 便是直接拿起手机 拨通了电话 在周围的这些个脑残粉丝们 也是开始对着萧和指指点点 这人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这样对待 我的恩俊欧巴 必须得报罪 一定要好好地收拾这个家伙 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的恩俊欧巴 刚才被摔得那么严重 万一受伤了怎么办 看得人家好心疼啊 恩俊欧巴 听着周边人的议论声 萧和没有微皱 现在这些个年轻人 好大一部分 都被邦国不男不女的艺人给影响了 对此情况 他也只能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小伙子 你刚才真的不应该动手的 先前那个老者 也是来到了萧和的面前 面色有些愧疚 老大爷 没事的 这邦国的家伙 在我们的地盘上 也太嚣张了 收拾一下也是应该的 你放心吧 这是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有什么事情我一个人承担 萧和开口说道 这万象来福商业城 是他的地盘 这邦国的小瘸子 在其他地方闹事 他可以不管 但是在他的地盘上 这般嚣张跋扈 那肯定是不行的 唉 听到萧和的话 老者叹了一口气 不过却并没有离去 而是牵着小女孩 站在一旁原地等候着 毕竟这事情闹得动静比较大 他在这里 也是为了防止 一会真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也好给萧和做一个证明 出了这事 而且动静也是闹得不小 商业城的管理人员 没过多久 也是来到了现场 萧先生 为首的那名管理人员 一下子便认出了萧和 萧先生 您怎么会在这里 这 来此的主管人员 是物业运营部的经理 刘江明 他自然是知道萧和的身份 万象来复商业城的幕后大老板 说起来更算得上是 他们物业中心所有职员的老板 不等萧和回复 一旁的那个李恩俊 便是率先一步开口了 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吧 这家伙刚才无辜殴打我 你这边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要不然 我绝对给你们没完 李恩俊语气嚣张道 听到这话 那刘江明 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这可是自家的老板 他难道还敢做死的 去质问萧和不成 虽然萧和没怎么直接管理万象 来复商业城 但是对方自从上位以来 那对他们这些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 可都是非常不错的 对于这样的一个老板 他们肯定是 没有是丝毫话说的 反倒是刚才李恩俊那嚣张跋扈的语气 刘江明再傻 也是能够猜到一二 再过去没一会时间 一对治安人员也是来到了现场 你们这里是什么情况 一名年轻的女治安人员上前来问道 他是治安队第二支队的副队长张亚新 刚才一接到电话便是立马赶了过来 李恩俊见到治安队的人到来 直接说道 你好 我是邦国艺人李恩俊 就是你刚才打电话给我们治安队的吗 张亚新看着李恩俊问道 没错 刚才是我助理给你们打的电话 李恩俊用手指着一旁的萧和 然后开口说道 先前这个家伙 无辜对我动手 你们必须得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 这嚣张的话传到了张亚新的耳中 他微微一皱眉 看了一眼李恩俊之后 又把目光转到了一旁的萧和身上 治安队的人员也是才来 对于先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自然是毫不知情的 虽然刚才李恩俊的话语 让他有些不舒服 但是考虑到对方毕竟是棒国人 自然也是不好多说什么 你刚才为什么动手打人 张亚新看着萧和问道 刚才这棒子 无辜推丧老人 我正好看见了 赶来制止 萧和淡淡的说道 听到这话 张亚新把目光返到了一旁的老者身上 老先生 他说的话是真的 老者点点头 女贼官 事情确实是和这位小伙子说的那样 他刚才是为了我们爷孙两才站出来的 姐姐 这个大哥哥是好人 你们可千万不要抓他 被老大爷牵着的那名小女孩 也是开口说道 小妹妹乖 姐姐肯定会把事情调查清楚的 张亚新上前摸了摸小女孩 胖嘟嘟的脸带说道 这时候 一名治安队的人员 也是来到了张亚新的面前 张队 我们通过对周边围观群众的问话 也是了解到了一些具体的情况 先前是棒驳的这位李先生先动了手 而另外 这位先生动手 是为了给这爷孙二人讨回公道的 听到这样的回答 张亚新并没有任何的意外 从业多年 他只需要简单的眼神观察 就能够从中知晓一些具体的情况 陈居官 这周边肯定是有监控的 你们只需要通过调取监控视频 就能够知晓 这整件事情的具体经过 萧和淡淡的说道 听到这话 一旁的刘江明也是点头附和道 看了看二人 张亚新对着一旁的副手说道 你现在就去监控室调取周边的监控视频 之后 他又把目光看向一旁的刘江明 你应该是商业城的工作人员吧 麻烦你帮我找一间合适的办公室 我需要对整件事情的相关人员 进行核对调查 随后 在刘江明的安排之下 萧和以及那邦国的李恩俊一行人 也是被带到了一处办公房间内 在对双方进行了问话流程之后 现场的监控视频也是被带了过来 通过视频显示 整件事情的责任方在于李恩俊 尽管萧和出了手的 但是因为那对爷孙的再三强调之下 张亚新并没有对萧和做出任何的处罚 我不服 为什么他到了 我反倒没有任何的处罚 你们这样分明就是包庇 我可是邦国的一人 我在你们华国有着上千万的粉丝 你们若是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 我一定会去上面举报你们 李恩俊对于最后的结论并不满意 甚至是出言想要威胁张亚新 告我 在听到李恩俊的话之后 张亚新只是一脸平静地说道 这位李先生 若是你对我的判处决定有意义 那是完全可是上访的 我这边没有任何的意见 区区一个邦国的一人 敢在他们华国来作威作福 那简直就是在作死 张亚新若不是看待对方是傍国一人 若是处理结果太严重 会导致一些负面的影响 恐怕不会这么轻易地绕过对方 好啊 没想到你们华国人 都是这样对待国际友人的 你们等着 我一定要去告你们 李恩俊生气道 张亚新并没有说话 显然是没有把对方威胁的话 放在心上 哼 你们都给我等着 眼见自己的威胁没用 李恩俊当即便准备 带着助理等人离去 不过他即将踏出房间门的时候 萧和突然开口道 等等 既然是撞了人 那在你走之前 是不是该给人道个歉 李恩俊一听这话 顿时恼怒起来 你个别小子 让我给他道歉 我看你是人傻了不成 他堂堂的邦国明星艺人 手下更是有着上千万的粉丝群体 怎么可能会去给一个老头子道歉 在他看来 萧和所说的话 无疑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不道歉吗 萧和轻描淡写地走到门口 啪的一声 直接将门带过 事情一码归一码 若是你不道歉的话 恐怕今天是别想这么轻松地走出这个房间了 你敢威胁我 李恩俊没有想到 萧和会这般的果断 竟然当着治安人员的面 做出这样的事情出来 这位决官 这个家伙都已经出言威胁我了 你难道都不出面制止的吗 听到李恩俊的话 张亚新只是淡淡地说道 李先生 我并没有看到 这位萧先生如何地威胁你 我只知道他是在为这位老人家讨回一个公道而已 张亚新并不是对萧和的行为不管不顾 只是萧和说的有利 这李恩俊推丧老人 在离开前必须给对方道歉才是 因为其身份 有些事情他做不合适 但是萧和却是可以的 你们这简直是欺负人 我要去告你们 你们一个都逃不了 都到了这个份上 李恩俊还是面色嚣张的 随你怎么说 反正我话已经是撂在这了 想走出这个门 那就去给老人家道歉 萧和淡淡地说道 不可能 我凭什么道歉 李恩俊还是一副坚持的表情说道 行啊 萧和捏动着两只手掌 一阵啪啪作响的声音 从手指间传来 孟俊 要不就先道歉吧 千玺传媒那边可都还等着我们的 先把重要的事情解决了来 就先让这小子多蹦跋一会 等到正式解决之后 我找点关系 到时候一定会比这个臭小子好看 站在李恩俊身旁的助理 小声的嘀咕道 没法之下 李恩俊只能是按照萧和的要求 很不情愿地给那对爷孙道了歉 在走出房间时 他还恶狠狠地朝着萧和望了一眼 显然是把今天的账给记下了 等到后面一定会给萧和好看 既然李恩俊已经离去 这件事情也算是告一段落 那爷孙二人在给萧和道谢之后 也是紧接着离开 萧先生 虽然你这种见义勇为的事情做得不错 不过我还是希望 若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 还是得第一时间报告 给我们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张亚新开口说道 好的 张队长 这次的事情就麻烦你了 萧和笑着回道 嗯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张亚新随即带着手下众人陆续离去 刘经理 这个傍国的李恩俊 来万象来福商业城 有什么事情 萧和看向身旁的刘江明问道 萧先生 这李恩俊是被千禧传媒邀请来招待会的 刘江明开口说道 千禧传媒邀请来的 还真是巧了 萧和想了想 随后给唐玲打去了电话 这李恩俊赶来他的地盘上闹事 那他自然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将其放过 半小时之后 在千禧传媒的一处休息室内 李恩俊正坐在沙发上休息着 这一次被千禧传媒邀请过来 一会仅仅只需要去到会场上说到几句 那就可以轻松地赚取到数百万的出场费用 有这样的好事他自然是非常的兴奋 要知道 就这么一笔高昂的出场费用 若是在邦国 那最起码都得奋斗个好久才行 可是在华国 因为上千万脑残粉的支持 让他赚起钱来格外的轻松 恩俊 我们来华国也才不过短短的两三个月 可是这赚的钱 远比在邦国辛辛苦苦四五年还要多 在这里发展 果然是一个极其明智的决定 李恩俊的助理在一旁笑着道 哈哈 这华国简直就是我的福地 在邦国那些人气流量远比我高的家伙 这一年下来累死累活的 恐怕还没有我一次的出场费高 李恩俊也是一脸得意的说道 问句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们只需要在华国稳定一段时间 等到你的粉丝基数彻底的稳定之后 那才是我们真正赚大钱的时候 助理开始分析道 那是自然的 李恩俊笑着道 在邦国 那些前辈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可是守着那么一个弹丸大小的底盘 在我看来 根本就是迂腐 凭着我现在的流量度 早就已经将他们给远远的抛在身后 李恩俊在来到华国之前 在邦国可是经常受到那些艺人前辈的欺负 可是 自从来到大陆城市之后 凭着他稍有功底的歌唱舞蹈能力 再加上本就比较帅气的面孔 这事业万全似蒸蒸日上 问句 以后你可得多注意了 像在遇到今天这样的事情 那绝对是首先注意到自己的形象问题 绝对不能够轻易地与人生出不必要的事端出来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营造出一个氛围 做出一个非常热爱华国粉丝的感情出来 以此来获得这些人的支持 听着助理的话 李恩俊也是点了点头 在两人商量得意的时候 休息室的大门被人从外面打开 一名手拿着纸质文件的中年男子 静止走了进来 陈编导 你来了 李恩俊看着眼前的中年男子 李恩俊和助理立马站起来热情迎接 陈编导看了李恩俊一眼 脸色反倒是有着一些暗沉 李恩俊 刚才我接到上面的通知 说是我们千玺传媒与你的合作就此结束 陈编导 纳着我们合作 李恩俊突然间反应过来 嗯 你说什么 千玺传媒要和我取消合作 这次两方的合作不是谈得好好的吗 怎么自己才来没一小会 对方就突然选择和自己取消合作了 不好意思 我只是负责来传达这个消息的 至于为什么公司上方会突然间做出这样的决定 那就不得而知了 陈编导把话说完 然后再将合同的后面一份拿出来 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违约补偿条例 李恩俊对于华语不是很了解 但是他身旁的助理确实知道 当助理看到这违约补偿条例这几个大字的时候 那眼中也是充满了警察 陈编导 你这合同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当初签订合同协定的时候 可是明确的有所标记 若是某一方单方面的违规接触合作 那是会赔偿对方一笔高额违约金的 你这张违约补偿条例安正常流畅来说 那也应该是由我们来出去才对吧 陈编导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淡淡的说道 有关合同违约金的补偿条例 你们可以先拿来仔细的确认一下 上面相关的信息都是一清二楚的 在陈编导把话说完后 李恩俊的助理满是疑问的拿起了那份违约补偿合同书查阅了起来 几分钟后助理看完了合同上的信息备注 一脸好奇道 陈编导 你这份合同是不是有些问题 我看上面标注的是 我们一方有着严重的名誉失效问题 这是什么的情况 助理说完话之后 也是把违约合同上面的详细信息告知了李恩俊 听到助理的解释 李恩俊越是一头的雾水 怎么可能 我根本就没有做什么事情 怎么会出现这种名誉失效的问题 这名誉失效自然就是李恩俊一方 做出了某些损害千玺传媒形象利益的相关事情 李恩俊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 陈编导 我看这其中是不是有些什么误会 我自从来到华国之后 在一言一行上面可都是非常的小心谨慎 怎么可能会因为某些事情对贵公司造成名誉损坏呢 李恩俊语气平和的说道 我对于你们的情况也是无从知晓 现在过来也只是来给你们传话的 陈编导说道 这里的违约合同书 你们看一下吧 若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就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进行 一旁的助理一听这话 立马开口道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我们恩俊可以抱着百分百的热情 与千玺传媒进行合作的 而且这其中还是你们公司刘董事亲自签署审批的 现在哪能凭着一纸书面合同 说要解约就解约的 你们这样做 难道就不怕刘董事到时候找你们麻烦的吗 李恩俊来到大陆之所以发展的那么快 那绝大部分原因都是千玺传媒背后的那位刘董事在操作 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们自然也是第一时间想到了刘董事 站在二人面前的陈编导听到刘董事这几个字 面色没有丝毫的变化 我不管刘董事那边如何 现在我收到的是公司最高层下发的文件通知 你们若是有什么争议 那大可以直接联系刘董事那边 那好 你给我等着 若是一会刘董事那边怪罪下来 绝对有你们好受的 李恩俊的助理说着话 立马拿起电话拨通了刘董事的电话 不过电话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打通 连续打了几个电话都提示的对方正在通话中 怎么样 李恩俊问道 助理摇了摇头道 刘董事的电话没有打通 没打通 怎么可能 李恩俊有些难以置信道 毕竟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那刘董事的电话基本都是一大就通的 像今天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 眼见这一切 那陈编导没有丝毫的动容 他传达过来的这份节约合同书 那可是经过千玺传媒最高层亲自下达的 就算是那个刘董事亲子来到现场 也肯定是无话可说的 在等了十余秒钟之后 助理拿在手中的电话响起 看来电提示正是刘董事的 嗯 俊 刘董事打电话来了 助理说道 快见 我倒要看看这个千玺传媒在搞些什么 这刘董事肯定会为我做主的 李恩俊冷冷地看了一眼陈编导 眼神中有些嚣张 助理刚把电话接通 正准备开口说话的时候 电话对面直接传出一阵暴墓的声音 李恩俊 你到底在给我搞些什么麻烦 这声音非常的大 大到没开免提 就已经响彻整个休息室 李恩俊二人也是一脸愣 刘董事 您这么突然生那么大的火气 我这什么都没有做啊 李恩俊开口回道 你什么都没做 既然是什么都没有做 那我这边怎么会突然收到无数条 有关于你们的负面消息 负面消息 李恩俊疑惑道 刘董事 我们这都好好的啊 怎么可能会有什么负面新闻 是不是有人弄错了啊 你真当我是傻子不成 我已经接到了无数关于你不良作风的举报信息 上面各项条里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你现在竟然好意思给我说什么弄错了 我现在也不想和你扯那么多 自从你来到华国发展 我可是给了你不少的机会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的不知珍惜 竟然还倒给我添这么大的麻烦 多的话我也不想说了 你就等着给我赔为约金吧 要不然这是绝对没完 听到刘董事的一番话语 李恩俊也是慌了 这刘董事可是他背后的真正金主 既然对方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肯定是不会有假的 可是他在先前都是一切正常的 怎么就这么突然的 就出现了什么不良作风的举报信息了呢 刘董事 您可以和我大致的透露一下剧情情况吗 我是真的不知道 您说刚才这些话的意思 李恩俊开口问道 庄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你竟然还和我说不知道 我给你资源 好不容易才把你捧到了如今这种地步 可是你倒是好 竟然给我混乱惹事 还得罪了某一位大人物 现在好了 我先前倾注在你身上的所有资源努力 全都白费了 甚至是连我都差点因为你受到牵连 我现在真的是一巴掌拍死你的心情都有了 刘董事在电话中 与其非常暴怒地说道 刘董事 这事情其中肯定有着误会 我根本就什么都没做啊 怎么可能会差点把您都给牵扯进去了 李恩俊此时还抱有着一丝幻想 误会 刘董事直接出言质问道 若真是误会 那你为什么会被全网禁风的 全网禁风 怎么可能 李恩俊再也坐不住了 他自然知道这全网禁风是什么意思 若对方所说不假的话 那他之后将再也无法在华国立足 本来好不容易才混到现在这般地步 那手下更是拥有着千万级数量的庞大粉丝群体 可一旦被全网禁风 那他的一切也将会成为过往云烟 甚至于想着在华国捞金的想法也是空谈 没什么不可能的 李恩俊 你真的是枉费了我的培养 其他多的话我也不想再说了 你自己准备一下吧 除了合同解约的事情之外 你还得赔偿我一笔相应数额的违约金 当初合同上面也是写得明明白白的 你想赖账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说完话后 那位刘董事直接把电话挂断 恩俊 我们完了 助理无奈地看向李恩俊 此时李恩俊的脸色也是好不了什么 甚至比之助理那更是一阵卡白肤色 我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 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李恩俊脑海中开始回响先前发生的一幕幕场景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事情的源头 要明白这一切到底是出自于谁的手才行 如若不然在华国没了金主 更是欠下一大笔无力偿还的巨额违约金 那他绝对是彻底的完了 而且还是那种毫无翻身的可能性 恩俊 你说会不会是先前那个青年 一旁的助理想了想说道 那家伙 那根本就是一个地痞流氓 他怎么可能有着这么大的关系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的 一想到先前萧和那脾里脾气的样子 李恩俊根本就不相信对方 有着这么强大的一个关系王 恩俊 除了他以外 你最近还招惹到其他的什么人吗 助理开口询问道 其他的人 事情已经到了现在这种地步 李恩俊早就没有了先前那种嚣张的气焰 他开始努力地回想着 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发生的一切 看其中到底有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 而招惹到什么厉害的人物 不过想了许久 他依旧是没有丝毫的头绪 没有 我根本就想不起来 最近有的罪过什么人 仅仅只有今天早上发生的那么一个摩擦事件 听到李恩俊这么一说 助理连忙说道 那只能是先从之前遇到的 那个青年下手了 除此之外 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他们现在只能是另可找错 也绝对不能够放过 另一边 萧和也是来到了千禧传媒的总部大楼内 传媒公司的老板张德丽 正在身旁热情地供应着 萧先生 您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那真是令我们千禧传媒 彭壁生辉啊 张德丽笑着说道 张总客气了 你可是我们万象来赴商业城的老租户了 大家合作也有着不断的时间 彼此之间也应该多沟通往来才是 既然都邀请了我 那我肯定是得来此一趟 萧和也是笑着奉承道 萧先生 您太客气了 张德丽说道 这时候 一名传媒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张德丽身旁 张总 那个李恩俊现在正在休息室内闹腾了 您看我们要不要等到对方签字确认之后 直接就地驱离 听到助理的话 张德丽把目光转向了一旁的萧和 萧先生 有关于那个李恩俊的事情 现在应该如何处理 先前发生的事情 他都已经清楚了 那李恩俊竟然敢招人萧和这么一尊大佬级人物 他张德丽自然是要好好地抓住这次机会 然后借此在萧和的面前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不过是区区一个傍国的艺人罢了 我相信张总应该知道怎么处理的 萧和淡淡地开口说道 好 请萧先生放心 这事情我绝对会给您一个满意的处理方案 张德丽对着助理小声地吩咐了几句 收拾一个傍国艺人 那简直是太容易的 因为这一次萧和出手 李恩俊自然也就不会在千禧传媒的发布会上露面 除此之外 因为李恩俊的缺席 那些本想来此见自己欧巴的脑残粉们 自然也是失望而归 其中一些过激的 甚至是准备在现场闹事 不过很可惜 这还没闹出点什么大的动静 那些挑逝者便是被有关人员带回去谈话了 时间也不过才两三个小时过去 在千禧传媒发布会结束后不久 有关于李恩俊被全面封杀的消息 也是逐渐地传出 区区一个傍国的艺人罢了 这封杀了 对于千禧传媒 这边起不到任何负面的作用 他们大不了重新换一个合同艺人就行了 下午两点过 在万象来福商业城的一家咖啡厅内 我的时间有限 你们有什么事就快点说 萧和坐在咖啡厅靠窗的一处位置 在他的对面 坐着的则是李恩俊 以及一名中年男子 萧先生 我为之前两方闹得不愉快的事情 再次向您道歉 李恩俊身旁的那名中年男子 开口说道 你是 萧和看着坐在李恩俊身旁的中年男子 相比较而言 对方在神色言语上 要更加的沉稳不少 中年男子笑着道 我叫金萧涵 是李恩俊的经纪人 知晓对方的身份 萧和也是明白了过来 难怪刚才他看着李恩俊 对身旁的中年男子表现得比较尊敬 既然是经纪人 那就完全说得通了 虽然对于棒国的演艺圈不是很了解 但是他也简单的听说过一些 这棒国经纪人的地位 可是比艺人高多了 这艺人发展如何 很多一部分因素 是离不开自己经纪人的 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就行 这绝大部分的资源 基本都是掌握在经纪人手中的 萧先生 卡里面有着两千万元 这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 请您收下 金萧涵笑着从怀中掏出一张银行卡 毫不犹豫地递到了萧和的面前 这两千万元可以说是极大的手笔了 这李恩俊来到华国发展的时间很短 除去之前的开销花费以外 恐怕也就只赚了这么一些 说实在话 金萧涵看着萧和面前的那张卡 这心里面也是一阵肉疼 可是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除了讨好萧和以外 那已经是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了 虽然这两千万很多 但是相比李恩俊之后 在华国的发展前途来看 还并不是最为主要的 只要能够把对李恩俊的封杀撤销 那他们还能够在华国活动赚钱 到时候 这两千万笔之后面 所赚到的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看着桌上的银行卡 萧和也没有多想 就这么直接伸手将其收了过来 整整两千万元 想到这银行卡中的数额 萧和内心也是不免的为之一动 看来这所谓的明星艺人 赚钱还真够容易的 虽然这两千万元 对比现在的他来说 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但是主动送上门来的钱 他不要白不要 若是拒绝 岂不是浪费了 看到萧和把银行卡收下 一旁的金萧涵 内心也是不由的松了一口气 他最担心的就是 萧和不收他给出的这笔钱 毕竟对方要是不收的话 那他也就只能从其他的地方 找到办法来讨好萧和 使其放过对李恩郡的封杀才行 但是现在 对方已经收下了这笔钱 那就表明 两方还有着继续商量的余地 萧先生 您看有关于李恩郡的事情 我们之间现在是不是可以放松下来 好好地商量一下 金萧涵笑着说道 有关于李恩郡的事情 现在闹出的动静也比较大了 若是想要摆平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萧和脸色平淡地说道 这样吧 你们先回去等我的少夕 我看最后应该如何处理才好 虽然收下了金萧涵的钱 但是萧和的话中 却并没有立马给出相应的回复 一旁的金萧涵 似乎早就已经预料到了这样的结果 在萧和说出这话的时候 心里面虽然有着一些失望 但是总的来说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至少事情可以商量 能够有回转的余地 那行 就按照萧先生所说 金萧涵笑着说道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坐在金萧涵身旁的李恩郡 却是坐不住了 姓萧的 你收了我们的钱 难道还不准备办事 我告诉你 我李恩郡也不是怕大的 你要是敢忽悠我们 到时候可别怪我出手不客气 李恩郡直接站起身来 用手指着萧和说道 一听这话 不等萧和开口 坐在一旁的金萧涵 就率先坐不住了 听萧和刚才的语气 这两方的事情 好不容易有了回转的余地 可是经过李恩郡这么一闹 说不定会就此闹僵 金萧涵直接伸手 拉住李恩郡的衣领 让顾果断地将其拉扯到位置上做好 给我闭上你的臭嘴 要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金萧涵说完威胁的话之后 有把目光转向一旁的萧和 萧先生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家伙不懂事 您可千万不要对他一般见识 萧和冷哼一声 我看他根本就不是不懂事 而是一个彻头彻脑的蠢货才对 萧和这话非常的刺耳 犹如一把利剑直插李恩郡的心口处 你 李恩郡本想说些什么 不过在看到金萧涵那道阴沉的目光之后 瞬间便是将嘴给闭上 金萧涵是他的经纪人 自己能够混到如今的地步 也全靠对方的帮忙 在其面前 他不敢有丝毫的不敬 萧先生 您说的没错 他就是一个蠢货 您别理他 金萧涵附和道 萧和端着桌上的咖啡 轻轻吻了一小口 随后开口说道 既然这话都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 那我也就不再和你们多绕什么弯子了 你们来华国捞金 若是低调点倒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可是搞得那么嚣张跋扈的样子 那我肯定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这次的事情绝对不可能了结 我劝你们 还是早点把东西收拾好 滚回棒国吧 想要继续在华国发展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萧和语气非常的坚定 话中已经是说得很明白的了 先前双方之间的矛盾 是绝对不可能摆平的 听到萧和说的话 原本还内心怀着一丝希望的金萧涵 也是脸色一阵 他原本就一直克制着内心的怒火 以使自己冷静下来 可是现在萧和的话 无疑是将他心中的那一团火 给自己点燃了起来 既然脸皮都已经扯破了 他也没什么好 继续隐忍的了 萧先生 你确定要把双方的关系 闹得这么僵吗 虽然我们是傍国人 但是在你们华国 未必就没有丝毫的关系 若是事情逼急了 那到时候 恐怕会闹得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金萧涵冷声说道 两败俱伤 萧和淡淡一笑 显然没有将对方的话放在心上 金萧涵对吧 那我就等着你的手段 看你到时候 有什么资格能够做到 和我两败俱伤 萧和开口说道 哼 金萧涵也不再多说什么 狠狠地盯了一眼萧和 然后迅速地转身离去 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 他为了把李恩俊培养到如今的地步 那可是 花费了不少心血的 绝对不可能 因为萧和的一两句话 就真正地离开华国 回到邦国去 虽然萧和这里行不通 但是并不代表着这件事情 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在金萧涵离去的同时 那李恩俊也是乖乖地起身 跟在其身后 在这个时候 他不管多说任何的话 因为这件事情本身的根源 就是他引起的 见二人离去 萧和也没有多说什么 等到把杯中的咖啡喝完之后 也是离开了咖啡厅 晚上 萧和洗漱之后 躺在床上和林小一起玩了几把 最近非常火爆的王者联盟 老肖 你这技术可以啊 今晚都快被你带上钻石了 你这不是废话吗 我可是老牌的王者了 带你一个白金的小喳喳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萧和一脸自信道 行了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那今晚高地得 让你把我带上钻石才行 要不然别想休息 林小在语音聊天中说道 带上钻石没问题 不过你这不是要百夜市烧烤吗 哪里来的这么多时间 萧和开口问道 这还不容易 我直接把号给你不就行了 听到林小这话 萧和明白过来 我靠 你小子住一棵打得不错 这是想让我当你免费的劳动力啊 那可不 这段位也上了 工作也做了 岂不是美灾 林小笑着道 我看你这分明就是白票 行吧 大家都是兄弟 我也就不给你计较那么多了 不过还是老规矩 可别忘了呀 萧和说道 放心吧 等你好久过来了 我这得烧烤管够 林小笑着保证道 行了 老孝 我这边来顾客了 准备开始忙了 这上份的事情可就交给你了 行了行了 忙你自己的去吧 两人聊了一会天之后 便挂断了语音 萧和这边 也是登上了林小的王者联盟账号 开始帮林小上起分来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不知不觉中 已经是到了晚上的十点过 萧和也是在连战无场之后 顺利的给林小把账号上到了钻石分段 退出了游戏界面 萧和放松的刷起了短视频APP 嗯 这视频里面的场景 怎么那么的熟悉 萧和看着一段短视频录像 一脸的惊诧 这其中的视频 正是自己昨天在临江大酒店 露天停车场取车的画面 萧和点进视频制作人的信息界面一看 这不是自己 昨天遇到的那个鲨鱼直播平台的女主播吗 萧和一下子反应过来 她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会将直播的视频 直接发到短视频APP上 对于那个叫做刘澄澄的女主播 萧和先前并没有过多的理会 既然无意间滑到了 她也是顺便着看了一下对方的近期视频 接连的刷了几个视频 她发现这个叫刘澄澄的女孩视频风格 还是挺有意思的 相对于现在更多是卖弄姿色的女主播来说 这整体上看起来也是更加的自然一些 看了看对方投向下方的简介说明 晚上九点到十一点鲨鱼直播 萧和想了想 直接退出了短视频APP 然后下载鲨鱼直播点了进去 在复制输入了直播间防号之后 萧和来到了一个名字 叫澄澄不呆萌的直播间 这进去仔细一看 确定就是先前 她在临江大酒店露天停车场 遇到的那个女主播刘澄澄 也许是因为平台直播都自带美颜的缘故 这刘澄澄的样貌 比这先前在现场看到的 要更加乖巧亮人几分 萧和在现实中也是当面见识过对方 就算是没有直播美颜的加持 其实这刘澄澄的样貌 也是非常不错的 此时 刘澄澄的直播 是被分成了两个屏幕 其中一个是属于刘澄澄自己的 而另外一个则是刘澄澄 先前在临江大酒店 进行现场直播时的场景回放 主播666啊 这么高的颜值 竟然都被帅气小哥给直接无视了 我看主播那表情 简直是太逗了 可不是吗 主播引以为傲的颜值 竟然直接成了透明的摆设 这兄弟也是个人才 我们澄澄那么一个大美女 就这么站着 愣是选择了无动于衷 主播 你当初要是再主动一点 现在说不定都和那开豪车的小哥 已经发生了些什么 看到直播间网友们的评论 萧和也是面色微笑 因为并不想和女直播一类的 有过多的接触 所以萧和根本就没有 怎么理会刘澄澄 在看到直播间屏幕上 那刘澄澄一脸无奈的表情 萧和的心中更是一阵好笑 此时 在直播间的刘澄澄 也是一直盯着 自己自己电脑屏幕上的 那段视频回放 这倒不是因为自己感兴趣 而是他所签约的工会 特意安排他这样做的 为的就是 想要通过此视频 来赚取一定的流量度 虽然这个直播 也是给他吸引来了 不少的流量粉丝 但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那吃别尴尬的丑照视频 他的心里面 还是非常的无奈 嘟嘟 看了一小会 就在萧和准备 退出直播界面的时候 在刘澄澄的直播界面中 突然谈出来一道直播 PK连线的邀请 刘澄澄本来想第一时间拒绝的 不过下面的粉丝们 可就不乐意了 主播 别犹豫了 快接受PK啊 对啊 我们大家伙可都在这里 给你加油助威呢 你怕个啥 见直播间的网友们 在不断的起哄 刘澄澄猶豫之际 也是同意了连线PK 这倒不是他第一次 与人进行连线PK 自从直播以来 他与人进行的直播 PK也是有着无数次 不过全是输 至今都还没有赢过一次 在他看来 这次多半也是同样如此 看到这一幕的萧和 也是把手从屏幕的 退出选项一开 虽然他没有怎么看过直播 但是这大致的 还是知道一些 有关于直播连线PK的模式 这说白了 就是两个主播之间 进行互动PK 这输赢其他 并没有任何的奖程措施 无非就是平台 用以吸引流量的一种方式 当然了 一些主播 也会用着这种 PK互动的形式 为自己增加一些关注度 特别是一旦遇到 两个大主播之间 进行互动的时候 那彼此之间的礼物 也是蹭蹭蹭的刷个不停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 所以有网友 开始戏称一个玩笑话 粉丝的钱三七分 金主的钱如数奉还 很快 两个主播的直播连线PK开始了 直播间的屏幕 被直接分割成了两份 其中一边属于刘成成的 另外一边 也是一个年轻鱼主播 不过相对于刘成成来说 对方穿着性感 打扮也是更加的妩媚 我去 竟然是小弯 这小弯 可是拥有近百万粉丝的大主播 怎么会突然间跑来 和刘成成连线PK的 这是个什么情况 这小子可是没有看头了 凭小成成的粉丝热赌 恐怕根本就不是 对方的一招制合 提主播默哀三秒钟 看着直播间 下方的评论留言 萧和也是知晓了 一些大致的情况 这给刘成成发来连线PK的 主播网名叫做小弯 其粉丝数量 接近百万之巨 而且还是走性感 时尚风的舞蹈主播 凭着两人之间的 粉丝数量上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刘成成 根本就没有半点赢的可能性 随着PK准备倒计时结束 两方的PK也是正式开始 那个长相妩媚的小弯 在对着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 开口轻易地喊了几句哥哥之后 便是开始自己的舞姿表演 而反观刘成成这边 也许是因为粉丝们 一开始的躁动被迫营业 所以 只是依旧如同先前一般 脸色平静地 坐在直播镜头前 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动作 结果显而易见 在刚刚开始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刘成成头顶上方的蓝色线条 便是已经被小弯那边的 红线线条顶满 照此情况来看 只需要等到PK时间结束 那刘成成便会彻底地输掉 PK 看着直播间的情况 刘成成表情没有丝毫的波动 这样的结果 早就已经在她的意料之中 毕竟对方粉丝基数比她大那么多 而且表演的还是最吸引人的性感热舞 和她这个比较古板的主播比起来 对方想要输掉比赛都难 其实真要论长相和身材的话 其实刘成成也是丝毫不差的 更是比起这个小弯还要更好 只不过她那样性感奔放的热舞 她是真的做不出来 谢谢小马王子送出的两发火箭 爱你么么的 感觉微微小心肝送出的三发火箭 感谢牛牛想淘气 送出的两发火箭 感谢 那个叫小弯的 在跳动热舞的时候 屏幕上方的礼物 更是在疯狂地刷动着 对方也是在不断地开口 回泄着粉丝们的礼物 刘成成依旧如同先前 虽然说直播数量上显示 也有着数十万人在线观看 但是 不管是礼物还是人数上 那都是相差了不少的 特别是礼物 那两者对比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小弯那边是火箭刷不停 而刘成成这边 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鲨鱼丸子 再好一点 就是零零散散的几块十几块的礼物 其中火箭一类的 基本是很难见到一个 随着时间的推移 直播间的PKE也是 进入到了最后一分钟的倒计时 成成 你这肝等着 可是不行啊 再怎么 也得给我们来个简单的歌唱 或者才艺表演吧 主播 你来个才艺表演 我给你刷一个火箭 隔壁的主播 都已经性感热舞了好几圈了 主播 你还在这里干等着什么 也许是看着直播间里的网友们 闹腾得太凶 刘成成这才开始行动起来 只见她清了清自己的嗓子 然后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之下 竟然直接来了个诗词朗诵 没错 对面的小弯在热舞 而刘成成 却是在朗诵诗词 这一情景 也是让得两方的粉丝 不由的一愣 主播666 真没想到 我竟然能够有朝一日 在直播间里面 看到有主播进行诗词朗诵 我刘澳天谁都不服 今天就服主播 刘成成朗诵完一首古诗词之后 看了看自己无比惨淡的数据 忍不住开口说道 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 走一波你们的礼物 要不然主播就真的悲催了 说话间 刘成成还做了一个哭泣脸 她这个数据 相比小温那边的 真的是相差太多了 说直接一点 那就是自己都没脸看了 听着刘成成的话 那些直播间的网友们 也是开始吹嘘调侃起来 主播 反正也就最后一点时间了 我看你就继续迎试作对 任命得了 哈哈 我还是第一次 看到成成这么惨的 简直是鲨鱼直播第一惨淡 想要礼物也行啊 不过主播 你得学学别人小温 我们这些粉丝观众们看得好 你这礼物 自然是大把大把的来 你们这些个家伙 真是够了 全是想着白看的 太无耻了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突然在直播间弹幕中打字道 可惜了 主播没有抓住 昨天的那个超跑小哥 要不然 今天也不至于会那么的悲催 一看到这个弹幕 无数人也是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说起这位小哥 我也替主播感到惋惜 就光是那辆科尼赛格万一 就是价值上义的顶级超跑 若是主播能够靠山这样的大佬 那这PK 还不是手道琴来的吗 楼上的 你们说的都对 可是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没错 那小哥可是不识人接烟火的 任凭主播这么一个美女在旁 那愣是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要到的 看着直播弹幕 刘澄澄脸色一沉 这些个直播间的网友 那分明就是在哪壶不开提哪壶 故意取消自己的 可是纵然知道这些 但是他也毫无办法 这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现在回想这些也是没有丝毫的意义 不过也好在 似乎直播间里面那些原属于刘澄澄的真爱粉 在看到自家主播有些失魂落魄 开始刷动其手中的礼物 虽然礼物不多 但是好歹能够给刘澄澄一丝心灵上的安慰 看着刘澄澄在直播间里面的那副模样 萧和也是感觉一阵好笑 自己那天做的确实是太过直男了一些 想到这 萧和也是立马点进了鲨鱼直播的注册界面 把信息注册成功之后 通过下方的礼物赠送栏 直接在刘澄澄的直播间中一次性送出了十发火箭 这一发火箭五百块 十发火箭可就是整整五千块 就算是平台抽成一半 那刘澄澄也是可以获得整整两千五百块的礼物分红了 对于刘澄澄这样的女主播 萧和倒是没什么反感的 这也算是间接的给对方一个歉意的弥补 萧一郎在澄澄不呆萌的直播间送出了十发火箭 鲨鱼直播间的后台系统窜出来一排提示语 上一秒上非常无奈的刘澄澄 顿时间面色一阵 这火箭她也是收到过不少 但是像这种一次性在她直播间里面送出十发火箭的事情 还是第一次 感谢大佬萧一郎送出的十发火箭 谢谢 同一时间在两方的直播间中 无数的粉丝水友也是更加的活跃起来 我去 这萧一郎是谁啊 以前在澄澄的直播间里面 可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 一次性送出十发火箭 不说是超级大佬 但肯定也是差不到哪里去的 牛叉 这该不会是大佬出手 准备做出最后的反击了吧 刘澄澄那原本被压制的毫无踪迹的火力值 也是出现了一丝变动 若是再这样来几发大火箭 说不定还真的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而另一边 那个小温在看到刘澄澄直播间的这一情况 也是开始对着粉丝鼓吹 哥哥们 对方已经开始发力了 你们也得加把劲哦 爱你们哦 么么的 听着小温的话 再加上直播间 那些个排名靠前的榜上大佬们 顾及面子 一时间也是开始抛赠着礼物 小马王子在小温的直播间 送出了五发火箭 牛牛想淘气在小温的直播间 送出了十发火箭 碧落辉煌 在小小微的直播间 送出了十发火箭 一连串的礼物豪赠 小弯的直播间 在短短十余秒钟的时间里面 已经是收到了超过三十发火箭 这阵仗 比起刚才萧和送出的那十发火箭 可是要厉害得多 糟了 小弯的直播间 土豪又开始豪赠千金了 萧一郎大佬在吗 大佬要是不发力 这场连线PK 成成可是输定了 对方可是几个大佬 一直出手的 我看萧一郎 多半也是顶不住的 刘成成并没有多说什么 这场对局的结果很明显 对方有着这么多的大佬在 他是肯定没办法赢的 至于刚才那个萧一郎 肯定也是在看到 对方这么多大佬一同出手 也是选择了隐退 此时 正躺在床上观看直播的萧和 并没有任何继续下去的准备 虽说就算是再多送出去 几十发火箭 对于他来说也是九牛一毛而已 但是这送出去的礼物 始终是钱啊 他可不会吃饱了撑的的 往直播间里面砸钱 不过就在这时候 在萧和的眼前 突然显出来一个大的屏幕 上面是十发火箭的总金额 而一旁还有着一个倒计时的时间表 上面显示的是倒计时三十分钟 不过时间却是停止不动的 触发网络消费返利券 请确认是否使用 看着时间下面的提示语 萧和瞬间明白过来 自己昨天 不是正好在无限秒杀软件中 购买了一个虚拟的网络消费 返利券吗 看这个情况 应该是因为自己刚才直播打赏 从而触发了那张网络消费 返利券的可使用条件 直播打赏 萧和突然明白过来 按照返利券的使用要求 那是必须要在网络中进行消费完成 才能进行结算的 而自己通过赠送礼物 对主播进行打赏 那从发出礼物 再打送达直播间 也仅仅不过一眨眼的时间 这其中确实是属于消费完成的 在自己面前的那个投影光屏 就是最好的证明 自己刚才送出了十发火箭 恰好光屏上面显示的 也是十发火箭 萧和已经想到了 如何将消费反利卷 使用到利益最大化了 看着直播界面下方 那无数的高额礼物 萧和微微一笑 不就是打赏吗 这谁还不会呢 在直播间的联系 PK最后倒计时十秒钟左右 萧和开动了 萧一郎在呈呈不呆萌的直播间中 送出了十发超级火箭 萧一郎在呈呈不呆萌的直播间中 送出了十发超级火箭 萧一郎在呈呈不呆萌的直播间 短短十秒钟左右的时间里面 萧和送出的超级火箭数量 都已经让人险些数不清了 原本专属于刘呈呈的蓝色 PK线条也是在这么一瞬间 直接反压小弯的红色线条 将其压制的连最基本的线条色 都是看不清楚了 PK时间一到 刘呈呈获得了这次连线PK的胜利 因为超级火箭会在整个鲨鱼直播间的 全屏进行显示 所以因为萧和的这一番动静 已经是闹得整个鲨鱼直播平台 都是炸开了锅 无数的网友都是纷纷挤入到 呈呈不呆萌的直播间中 兄弟们 这里发生了什么 是有土豪在进行轰炸吗 这萧一郎是何方神圣 竟然一次性送出这么多的超级火箭 大老牛逼 大老威武霸气 这种场面 我还只是在鲨鱼直播的嘉年华中 看到过一次的 兄弟们 我数了一下 这位大老在短短十余秒钟的时间里面 整整送出了五十发超级火箭 五十发一发两千块 五十发超级火箭就是整整十万元 果然大老的世界 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能够理解的 这城城不呆萌 怎么以前没有听过呢 该不会是主播背后的工会在发力 以此来进行推广宣传的吧 也有这样的可能 我看着主播长得也挺不错的 很可能真是背后的工会 或者某个榜上大佬 在帮忙进行宣传 这段时间里 无数涌入到刘澄澄直播间的争相讨论着 大家都在猜想 这网名叫萧一郎的到底是何方神圣 另一边 原本胜券在握的小温也是一脸棱笔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会输得这么的彻底 而且是连反应都反应不过来的那种 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没有丝毫的悬念 无论是他又或者是两边的直播间粉丝都认为这场连线PK的胜利者基本就是他无疑的 可是这突然间出现的萧一郎直接以雷霆之势让得他们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以至于到最后被对方偷塔反败为胜 真要是说福气的话 那他肯定是不服的 甚至就连在他直播间的那些上榜大佬也是同样的不服 若不是短短十余秒钟内没有反应过来 那最后胜方属于谁那还不好说 这萧一郎太阴了 竟然在最后一点时间里面玩这个套路 不服 搞这种偷鸡摸狗的招式 有本事和我们光明正大的比试一番 我看对面那个名字叫成成不呆萌的主播 肯定是和这个萧一郎是和起伙来的 就是想着靠这样的方式来博取热度 说的不错 不过就是区区的几十发超级火箭而已 我们大家伙又不是刷不起 这时间 很多小吴儿直播间的粉丝水友们 也是开始跑到刘成成的直播间里面 嘲讽起哄 在他们看来 刘成成先前那一番无奈沮丧的表情 都是故意装出来的 而那个萧一郎 就是他故意找来专门蹭小吴儿热度的 这边 在直播间的刘成成显然也没有预料到 小吴儿的粉丝竟然会这么的疯狂 说实在话 两者的连线PK 他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信心 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 若非是直播间内的粉丝们起哄 说不定他都要直接拒绝PK的 而现在连线PK就这么意外的获胜了 对于那位名字叫萧一郎的大佬 他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谁 在以往的直播过程中 他对于这个萧一郎的名字都是从未见过 很显然 对方也是第一次进入到他的直播间中来 不等刘成成回复 那些本来是属于刘成成直播间的粉丝们 也开始对吵起来 怎么的 见到自家的主子输了PK 你们这些家伙就开始叫嚣着乱咬人了 典型的就是输不起 难道就只允许你们的小薇儿赢 就不能让我们的成成妹子取得胜利 这什么叫做偷鸡摸狗啊 难道有谁规定连线PK不能够用计策的吗 说得不错 真要是那么怕输 刚才就应该一直刷礼物啊 来个百发千发的超级火箭 那不是赢了 唉 输了就是输了 找这么多借口 也没有丝毫的意义 听着直播间粉丝们的声援 刘成成嘴上虽然没说什么 但是心里面也是非常的高兴 特别是 对于那个萧一郎的神秘大佬 那是非常的感激 原本他的直播间粉丝人气质 就算是顶破天 也不过就是区区的二三十万 可是现在经过连线PK这么一闹 这关注他的粉丝数也是 暴涨到了上百万 人气质热度 更是一时间突破到了近千万的热度 虽然事情平息后会有所衰减 但是数值已经是摆在那里 就算是再差 那也已经差不到哪里去了 看着直播间内的一切 正在手机屏幕前的萧和 并没有丝毫的动作 趁着这半个小时的消费反力卷时间 他可得多刷点礼物才行 咻咻咻 又是一连串的超级火箭 萧一郎在城城不呆萌的直播间 送出了十发超级火箭 萧一郎在城城不呆萌的直播间 送出了十发超级火箭 又连着来个整整四十发超级火箭 原本安静的屏幕 一下子又哄闹起来 对于萧和来说 他只是想着 趁有效时间里面多刷一些礼物 以此将消费金额无限度的提高 不过对于小温直播间的那些个粉丝 特别是榜上的那数位榜上大佬来说 萧和的这种行为 就是在进行挑衅 对他们脸面的一种践踏 那个什么萧一郎 你这家伙别嚣张 有本事 我们再重新来一把 如何 说的没错 不过就是几十发超级火箭而已 我们又不是给不起 有种的 我们在光明正大的PK一把 别玩这种偷鸡摸狗的行为 我们也就是大意了 不然怎么可能 让你在关键的时候捡到便宜 小温直播间里的那些个棒上大佬 开始起哄的 很显然 在他们看来 萧和刚才虽然帮着刘成城 在直播连线PK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但是那种获胜的行为 却是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不光彩 怎么的 这输了就是输了 你们这些个所谓的榜上大佬 还想着找这种理由出来说是 萧和在聊天弹幕中 发送文字道 见萧和说话 先前那些属于小温直播间的榜上大佬 自然也是开始叫嚣起来 哼 我看你这家伙之所以这样说 那分明就是怕了吧 依我看啊 刚才那几十发超级火箭 恐怕还真是和这个成城不呆萌的主播 和起火来借机趁流亮度的 一个土鳖装什么大款 不敢再来一次就算了 我看刚才那几十发超级火箭刷了 这兜里多半都已经别了 对面那么多人开始对着萧和说道起来 这归起结果 就是想着逼萧和再PK一次 然后以此获得胜利 把先前丢失的面子找回来 见此情况萧和自然也是不许场合 若是平时的话 那他肯定是不会把钱花费在直播平台这样的地方 可是现在嘛 反正还在消费反利券的时间效果之内 不管他花费出去多少的钱 那到最后 肯定都是能够直接赚回来的 感谢萧一郎大佬的捧场 不过在接下来的直播中 我不会再接受任何形式的连线PK 这时候 刘澄澄也是发生了 既然这位名叫萧一郎的大佬帮了他 那他自然也是想着通过这样的形式进行声援 小弯的那些榜上大佬 想着两方再连线PK一次 可若是他不接受 那对方也只能是无计可施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 那个叫萧一郎的家伙 根本就是和这个诚诚不呆萌的主播一伙的 我看也是 这哪个主播不想着通过连线PK多赚钱礼物钱 然后借此机会多趁点热度的 搞了半天 结果是主播和那个萧一郎合谋起来演的一场戏 这主播真没意思 取关了 取关了 这节奏带的确实不错 刘成成直播间内的一些粉丝 也是心思浮动起来 他们中大部分人 可都是因为刘成成那种正直的行为 而关注主播间的 可是现在对方请托的方式 着实让他们中一大部分人感觉到失望 当然了 并非所有人都是这种想法 直播间里面还是有着一些 神色比较理智的存在 兄弟们 都冷静点 以我对主播的长时间观察 他并非是那样的人 说的没错 成成妹子一向很少参加直播连线PK 这拒绝也是说得过去的 依我看 既然主播不愿意继续连线PK 那这几位大佬真要是想PK的话 那完全可以去其他的直播间 反正都是大佬 也不差钱 照这样看来 那完全可以去慈善直播间 在那里足够大佬们发挥 一听这话 在手机屏幕面前的萧和稍稍一响 也感觉是个不错的主意 在大家都认为 这场PK无法进行的时候 萧和突然开口发声了 行吧 我倒是感觉 这个慈善直播间不错 既然你们那么想要比的话 那我们就去选择一家慈善直播间吧 听到萧和发话 小温直播间的那些个榜上大佬 也是开口附和着 来啊 慈善直播间 就慈善直播间 难道我们还能怕你不成 都已经决定了 那就别说其他的废话了 直接开整就对了 走呗 萧和只是简短的回复了一句话 毕竟那消费反力卷的时间 可是在逐渐的流逝 他可没那个心思 在这里和他们过多浪费时间 因为双方的争论比赛 一时间也是吸引到了 无数的直播平台观众前来 现在也不是什么活动日 想要遇到这样的精彩大战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大家自然也是想着 当当吃瓜群众 瞅一瞅热闹 开干开干 真没想到 这个萧一郎竟然如此的耿直 直接选择了慈善直播间 这愿意选择在慈善直播间 进行PK的 那可是非常少的了 那是自然 这打赏可都是用的真金白银 一般情况下 那个大佬愿意去慈善直播间 那样的地方打赏啊 正在直播间中的刘澄澄 听到萧一郎的话 一开始也是有些意外 这慈善直播间 可不同于其他正常主播的直播间 在慈善直播间里面的 都是一些进行慈善公益直播的主播 若是在普通的流量直播间里面 那送出了不少的礼物 还能够成为榜上大佬 更是有机会得到女主播的青睐 可是在慈善公益直播间中 你刷出去的所有钱 那都是全部作为慈善公益用途 所以 除非是一些爱做慈善的爱心人士以外 很少会有土豪大佬 选择进入慈善直播间里面 最多也就是看看 若是说刷巨额的礼物打赏 那基本是不可能的 此时 经过两方的选取 最终所有人都进入到了慈善直播频道 最终选择了一个名叫 新院山村的直播间 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山村 其中的居民经济 都是以农作物种植为主 不过因为地处太过偏远 因为道路比较堵塞 所以当地居民的生活 只能是一般 这个直播间 就是山村的地方管理人员开创的 为了就是想要通过直播的形式 对山村盛产的农作物 进行宣传带货 然后在直播间中 获得一些相应的工艺捐赠 对小山村的道路进行修缮发展 不过虽然打算的比较不错 但是真实的情况 却是并不如意 公益直播间中 有着很多这种情况的 再加上本身频道的流量有限 想要获得足够的捐赠 基本很难实现 这个新院山村直播间 自从创建以来 基本就没有什么大的流量 其中在线人数最多的巅峰期 也不过只是寥寥上百人而已 此时 新院山村直播间的 一名中年男子 正在镜头前直播着乡村风景 原本寥寥数十人观看的直播间 在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面 竟然涌入近来成千上万的网友 而且 这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 还在不断的往上攀升 这名中年主播 见到直播间里面 一下子多出来那么多的观众 稍微愣了一下 随后便是反应过来 欢迎各位兄弟姐妹们 来到我们的新院山村直播间 谢谢大家 话音刚落下 只见直播间中 迅速的响起了一阵阵炸裂声 萧一郎在新院山村直播间送出 十发超级火箭 小马王子在新院山村直播间送出 十发超级火箭 微微小心肝 在新院山村直播间送出 十发超级火箭 牛牛响淘气 在新院山村直播间送出 五发超级火箭 在新院山村直播间的这名中年男主播 惊诧的目光之下 无数的超级火箭响彻屏幕之上 这 看着这一切 中年主播下意识的以为是自己做梦了 别说是超级火箭了 平时他的这个直播间 最多也就是零零散散的一些免费礼物 再好一些就是十几块 或者几十块钱的小礼物 这一下子 莫名其妙的多出来这么多观众 而且还一句话都没有说的 就送出数万元的礼物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感谢 萧一郎 小马王子 微微小心肝等等 大佬送的超级火箭 谢谢大家 中年男子在直播镜头前一脸激动的说道 看着主播那般激动的模样 那些直播间的网友们也是纷纷开始发表自己的言论 这个心愿山村的风景还真是不错 我虽然送不起超级火箭 但是一般的火箭还是能够来上一发的 从来没有进入过慈善直播间 既然今天都已经来了 那我再怎么也得献上一份属于自己的心爱助理 因为萧和等几位大佬之间的争斗PK 不少在直播间内的普通观众们也是尽可能的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面 这个心愿山村直播间收获到的超级火箭都已经是超过了200发超级火箭 至于其他的小礼物那更是数都数不清 而这样的一番情况 自然也是引起了鲨鱼直播间官方的注意 这慈善公益频道本来流量就少 平台倾注其中的资源也是不多 平台的高层管理方在如此情况之下 为了增加一波流量热度 直接是将心愿山村直播间进行了平台的首页定制 在宣扬慈善的同时 也是好好的对其平台进行了一波借势宣传 鲨鱼直播间官方在心愿山村直播间 送出了十发超级火箭 平台管理方的插足 这使得直播间内的观众更是火热时分 鲨鱼平台果然暖心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平台管理方对直播间赠送礼物的 不愧是大平台 鲨鱼直播霸气威武 鲨鱼鲨鱼YYDS 此时的萧和可不在乎其他人什么个看法 反正他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是一直疯狂的刷动着超级火箭 看着光屏上增长有些缓慢的消费数额 这时候他都有些不愿 为什么平台最高的礼物 就只有价值两千一发的超级火箭 要是有更高价值的礼物 他也用不着慢腾腾的只刷动着超级火箭了 什么情况 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刷了 你们这些个人呢 萧和看着心愿山村直播间内问道 这一连串下来基本全都是他的打赏 至于一开始与他叫嚣的家伙 基本是没有多少的动静 该不会是人都已经被吓跑了吧 萧和在弹幕中发送道 话音刚落 先前那几名一直在叫嚣的家伙 也是开始了动作 微微小心肝在心愿山村直播间 送出十发超级火箭 牛牛想淘气在心愿山村直播间 送出十发超级火箭 小马王子在心愿山村直播间 送出十发超级火箭 除了最前面的几个磅上大佬 其余的大部分都已经是退出了战场 要不就是老老实实的沉默在直播间中 沦为一个安静的观众 现在已经是到了大佬真正关键对决的时候 一般的选手早就已经被淘汰了 因为场面的烘托 在平时算得上是大场面的火箭 到了此时 那完全是浪花都看不见一个 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是选择性的直接将其忽视 这个时候 大家眼前所能在意的 都是满平飞的超级火箭 看到对方几人又再次冒泡 萧和淡淡一笑 然后轻轻点动礼物一栏 直接送出了无数发超级火箭 萧一郎在心愿山村直播间 送出了二十发超级火箭 萧一郎在心愿山村直播间 送出了四十发超级火箭 萧一郎在心愿山村直播间 送出了八十发超级火箭 萧和全程没有说任何一个字 只有直播间屏幕上方 飞快滚动的 那多到数不清的超级火箭 标志着他还立于场中 我靠 这已经不能够用大佬来形容了 简直就是超级大神号啊 混迹鲨鱼近十年岁远 这位一郎兄 是我见过最牛叉的 这超级火箭 简直就跟着流水线一样 有哪位眼力静好的兄弟出来说说 从一开始到现在到底 送了多少发超级火箭了 十一百 我大致地数了一下 粗略估计 已经是超过了一千发超级火箭 我靠 一发两千 一千发 岂不就是整整两百万 神豪出行 果然是寸草不生 就这么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里 就已经送出去了 价值两百万的礼物 看着满屏的超级火箭 直播间内所有人都是愣住了 这其中自然也是包括 先前一直在和萧何争斗的 那几位小温儿直播间的榜上大佬 原本还想着 和这个叫萧一郎的家伙整个输赢 可是现在 他们已经不敢再有任何的想法了 甚至整个人都已经被对方的大手笔给震麻木了 虽然他们也是有钱的主 是直播间观众们眼中的土豪大佬 可是现在真要是像萧何这般刷下去 那肯定是不敢的 怎么不继续了 萧何在刷出了五十发超级火箭后 淡淡地问了一句 不过 先前与萧何争斗的那数人 却并没有回话 他们皆是同一时间选择了沉默 PK是没办法继续下去的了 若是现在冒头出来 那除了闹笑话以外 肯定是不会有其他的结果 毕竟大众的眼光那可是雪亮的 从始至终都是小威尔直播间 那几位榜上大佬 起哄煽动连线PK的 而这个叫萧一郎的 可是并没有主动挑事起哄 现在低调的萧一郎 以雷霆之势彻底的震慑住了全场 大家自然是不会有任何不利的话说 若是说先前的连线PK赢得不光彩 那这一次的PK则是名副其实 绝无半分意义 一郎威武 一郎霸气 在一名网友的率先发言之下 整个直播间中皆是跳动着这么几句话 这个新院山村直播间的主播 此时也是一眼的激动 感谢萧一郎送出的超级火箭 我带整个新院山村的全体村民 向您表达最为浓郁的谢意 谢谢您 这名中年男主播一脸感激地说道 这是我的一片心意 希望你们新院山村在往日的发展中 越来越好 萧和通过超级火箭的弹幕 发送出自己的祝福 虽然自己刷出了上百万的礼物 但是对于萧和来说却是丝毫不亏 有着网络消费返利券的存在 不管他花费出去多少钱 那到最后都是可以成倍数的返还回到手中的 此时的萧和在连续刷完数十发超级火箭之后 整个人也是朝着面前的光屏上方看去 距离半个小时 还剩下差不多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在这二十分钟的时间里 他已经送出了两百三十多万的礼物 既然还有着剩余的时间 萧和自然也不会白白的浪费 他退出了慈善工艺直播间 开始行动在鲨鱼直播平台的慈善工艺频道内 他专门挑选了一些有意义的慈善工艺直播间 然后进入到其中疯狂的刷动着礼物 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里 他基本是在各大慈善直播间中停留数十秒钟的时间 然后一出手就是几十数百的超级火箭送出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一番举动 一时间之间让得鲨鱼直播平台的慈善工艺频道 史无前例的火爆 而往日人数饱满的娱乐直播间则是上线人数报件 对于这样的情况 肖和并没有任何的理会 他的目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送出足够多的礼物 以此来扩充自己网络消费返利卡的额度 在鲨鱼直播平台的公司总部 高层管理们也是围在一堂 谈论着这个名叫肖一郎的用户带来的一系列平台影响 这肖一郎太疯狂了 一个人弄出来的影响度 甚至快要赶超我们每年举行的平台加年华活动了 我感觉这是我们平台的一次机会 以往我们都选择性的忽视了平台的慈善公益直播间 这次说不定可以好好的借此机会 扩大整个鲨鱼直播平台的知名度 说的没错 一会通知下去 今天慈善公益直播间的所有赠送礼物 我们鲨鱼平台全部不抽取任何一份分成 除去正常的扣税以外 全部交由所属直播间主播进行慈善事宜 除此之外 我们平台官方也是出资500万元 为各大慈善机构贡献一份心力 很快 鲨鱼平台管理方就把这些方案公告出来 正因如此 鲨鱼直播平台的口碑 一下子力压其他几大直播平台 直接攀升上了最高峰值 同时 萧一郎这个网名 也是在全网直播平台火爆无比 大家都纷纷猜测其主人身份 半小时的时间一过 萧和没有任何的停留 直接退出了鲨鱼平台直播间 此时在面前的光屏之上 他在网络直播平台上 消费的总金额已经是高达500万 看似很多 但是对于萧和现如今拥有的资产来说 那根本就是九牛一毛而已 在光屏的右下角 有着一个确认按钮 萧和轻轻的抬手上前按动了一下 只见整个光屏慢慢的开始变化 最后形成了一个快稍大一些的抽奖转变 上面显示着无数的奖励倍数 很显然 又是和萧和之间用过的那个抽奖转盘 有些类似 至于能够抽到多大倍数的奖励 那完全就是凭着运气 不过幸运的是 这一次不像先前的转盘抽奖一般 还有着其他什么负资产之类的 其中最低的都是双倍反例倍数 而其中最高的反例数额更是高达999倍 萧和也不指望多了 只要保证自己不亏就行 按动开始按钮 转盘开始飞速转动起来 当旋转了不知道多少圈之后 转盘的转速才开始缓慢的减退下来 我去 该不会是500倍吧 看着指针即将晃动到500的位置处 萧和的内心别提有多激动 真要是500倍 那这500万换算下来 可就是整整25亿啊 这笔钱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那也是一笔极其巨额的资产吧 不过很可惜 虽然指针移动的速度已经极其的缓慢 但是最终还是移出了500的距离 最终在一侧的50倍位置停留了下来 我特吗 这简直就是一下子从天际陨落到了地狱 虽然50倍的数额也是不小了 但是与500倍相比起来 那可是相差了整整10倍 最终 萧和也是获得了2亿5000万的消费返利奖励 清晨 萧和早早的从睡梦中醒来 希尔贝 Tutara 无限秒杀价888元 金金只是随意的瞥了一眼 萧和直接花费了888元 将这款世界顶级超跑拿下 洗漱过后吃过早饭 萧和直接将秒杀储物空间中的 希尔贝 Tutara 取出来 放到别墅的专用停车位上 加上这一辆 萧和现在手中 就有着整整三辆世界顶级的超跑 科尼塞格 1 1 阿斯顿马丁 1 77 希尔贝 Tutara 相对于前面两辆来说 希尔贝 Tutara的整体车身 看起来要更加的狭窄紧凑一些 不过这帅气程度 确实并不比二者逊色分毫 萧和没有多想 直接驾驶着 希尔贝 驶出了小区 在滨江路的靠江大道上 畅快地行驶了十余分钟 萧和把车停到滨江广场的一处停车位 因为时间还早 在滨江广场上 有着不少的人正在沉练 萧和走到江边 好好地感受了一下夏季海风的凉爽气息 然后回过头来 扫视了一下整个滨江广场 其中最让萧和感兴趣的 还是在一群正在比划华国武术的中年老团体 先前 他在无限秒杀软件中购买了古武术 所以 对于这些比划着华国武术的群体 也是颇为的感兴趣 不过现如今的华国古武术 早就随着时间的流逝 也是慢慢地消退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也许还有着一些武术世家 对古武术有所精通 但是其人数肯定是极其的稀少 虽然说 现在荧幕之上 还有着一些武术大家 但是其中真正有本事的 可谓是少之又少 大多数不过是一些打着武术幌子 招摇撞骗的人群罢了 最为典型的一位 就是当初的那个马大师 在那时候 吹起来有多么多么的厉害 但是真正 到了实战上面 仅仅是被一个半夜鱼的拳击手 给一拳KO 正是因为有这类人的存在 原本被全世界瞩目和向往的华国功夫 也是算是被彻底地给玩脱了 在许多人的眼中 仅仅只是具有观赏性的花架子招式罢了 萧和面色平静地走上前去 他看了看一旁摆放着的几个牧人装 有着好奇地打量着 若是在以前 那些武术名家的招式经验 一开始就是从这些个牧人装中 摸爬滚打熟悉起来的 这牧人装看似普通 但是上面的每一个横杆的树立 看起来非常的凌乱 但却设计的都是极其精密灵巧的 年轻人 你对这个牧人装感兴趣吗 不远处 一名中年男子走上前来问道 听到男子的话 萧和淡淡一笑 确实是有一些感兴趣 这牧人装就摆在这里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倒是可以上手练一练 中年男子笑着道 见对方这般说 萧和自然也不客气 直接走进到牧人装前 同一时间 萧和的脑海中 开始运作响着 有关于古武术的一些招式技巧 对准了牧庄 萧和抬起右手 微微用力般地 朝着牧人装挥击过去 砰砰 萧和的手掌和肩臂 与牧人装上的横杆相处 直接爆发出无数道沉闷响声 一旁的中年男子 看着萧和动作 显然也是没有料想到 对方竟然会是一个恋家子 小伙子 没想到你这身手还挺不错的 中年男子笑着说道 还行 也就马马虎虎 萧和感受着身前的牧人装 也是开始缓缓地发力 因为牧庄的横杆纵横交错 这也使得打击面范围受到影响 萧和便是想着加大力度 看自己的权力出手之下 这速度和力度方面 能够达到何等的地步 萧和的手掌兼臂 不间断地挥击在面前的牧人装上 因此攻击 牧人装上面 已经开始出现 细小且肉眼 很难辨识出来的裂痕 整个攻击持续了将近一分钟的时间 当萧和收手之后 原本结实的牧人装 无数横杆断裂 几秒钟之后 轰隆一声 在牧庄 那厚实的躯干之处 直接炸开出一条明显的裂痕 牧人装 因为手里不均 直接断裂成了两段 突然出现的一幕 使得萧和也是微微一愣 他刚才施展着古武术太过入迷 已经是忘记了控制手中的力道 没想到 竟然就这么将坚固的牧人装 都击打破裂开来 不单单是萧和 在一旁的那名中年男子 也是如同见鬼了一般 这就是所谓的马马虎虎 这牧人装的坚硬程度 可是非同一般的 就算是让那些拥有极强力度的壮汉来 也很难撼动分毫 可是现在对方就这么轻易地 将牧人装给击打得粉碎 那可想而知 伸手有多恐怖 看着一旁破裂开来的牧人装 萧和也是无比的尴尬 这是自己出手太过霸道 又或者是这个牧人装太过水货 那个实在是不好意思 刚才有些失手 没有把力量控制住 萧和看着身旁的中年男子 一脸歉意地说道 没事 你打得开心就好 中年男子愣了愣道 这个牧人装的结实程度 他可是非常清楚的 他长期使用了数年的时间 上面别说是裂痕了 就连一些细小的缝隙都不曾出来过 他看了看身旁的萧和 眼中闪现出微弱的光芒 难道这家伙 体内藏着洪荒之力不成 不过这样的话 也仅仅只是玩笑般的想想 既然对方能够拥有着 击碎牧人装的实力 那本身的身手实力 肯定非同小可 绝对是一个高手 同一时间 广场上出来陈练休闲的人可不在少数 萧和这边闹出来的动静 自然也是将不少来往的人流吸引了过来 萧和把目光移向了其他几个牧人装 说实话 就刚才的招式 比划他才刚进入到状态 现在脑子里面浮现出无数的古武术技能招式 自然想着再好好地体会实验一番 不过这出手打坏了对方的牧人装 萧和心里面也确实是有些不好意思 那名中年男子似乎是看出了萧和对其他牧人装感兴趣 索性便开口道 老弟 你要是感兴趣 倒是可以再练练 毕竟这里的牧人装还有这几个 这样好吗 萧和问道 没什么好不好的 你要是想练 那就继续练吧 中年男子笑着道 他是物城武术协会的一名武术教员 看到萧和刚才那一番比划招式 这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感兴趣 现在华国的武术已经是发展威势 但是对方有着如此伸手 若是将其拉入道武术协会中来 说不定会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 见对方这么的肯定 萧和也不再迟疑 开始对着剩余的几个牧人装 练动起招式出来 反正因为真要是将这些牧人装给练废了 自己该赔多少钱就赔多少钱 南拳 永春 太极拳 虎鹤双形 此时的萧和已经进入到 忘乎所以的境地之内 对于外界的所有都没有丝毫的关注 在周边更是被无数往来停足的人 围得水泄不通 大家的注意力都已经被萧和所吸引住了 这外行人看花样 而像中年男子 这一行对于华国武术 有着一定了解的人 则是专沿着萧和比划出来的招式 那一套套华国近乎失传的武术招式 全都浮现在众人的眼前 而且这施展者还是一个人 这要是在平时 那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特别是距离萧和最近的那名中年男子 因为对武术懂行 所以他能够很清楚地知晓 萧和的厉害之处 从出招速度 武术技巧等等来看 萧和的武术功底 简直就是大师级别 十余分钟后 萧和总算是停下了手中的招式 当然了 那仅存的几个牧人装下场 也是非常的惨烈 基本全都是破破烂烂的 就算是想要找半截完好的部分 那都已经是一种奢望 在比划尽兴之后 萧和本身也是非常的满意 就凭着他的这一番身手 虽然不可能有电视剧里面演的那种上天入地 隔空取物的能力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那自保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然了 这种自保 是对方不适用高科技武器的情况之下 这真要是来一发炮弹 又或者是直接丢一个H5之类的 那他也只能是灰溜溜逃走的份 小兄弟 你看这 中年男子回过神来 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 面色也是非常的无奈 这些牧人装造价可是不便宜 而且现在练习武术的人本来就不多 相应的他们武术协会的流动资金也少 一下子报废那么多的牧人装 可是让他好一阵心疼 中年男子甚至在想 若是对方不愿意赔偿 那他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毕竟 先前可是自己主动让别人练手的 放心吧 这些牧人装竟然是我打坏的 那带多少钱 我肯定会照价赔偿的 萧和笑着说道 听到这话 中年男子的脸色才稍微好了一些 之后询问了一下对方牧人装的价格 萧和全部按照原价进行赔付 处理完这些 萧和也不再多留 准备转身离去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从人群中走出来一名身穿健硕的青年男子 站住 青年用着有些憋足的华国语言说道 你有什么事吗 萧和看了一眼青年 面色平淡的问道 从对方那一身白色的服饰 再加上那语气声段 萧和很清楚的就能够分辨出对方岛国人的身份 对于这个国度的人 萧和对其可没有任何好的印象 在骨子里面更是有种深恶感 我看你施展的应该就是华国的武术吧 青年开口道 看了眼对方 萧和并没有作答的意思 准备直接将其绕开 从另一边离开 不过青年显然也发现了萧和的意图 只见他大跨一步上前 然后再一次拦住了萧和的去路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岛国的大阪中和 一名空手到黑带八段舞者 说起自己身份的时候 这大阪中和的眼神中 带着一丝强烈的傲然重力的自豪感 我时常听闻 你们华国可是有着不少厉害的武术高手 所以专门从岛国赶来拜会 不过来了之后 却是无尽的失望 你们华国的功夫 无非都是一些电视上演出的花拳秀腿罢了 真要是说到实战 那简直是不够看 听着大阪中和的话 萧和淡淡的回了一句 所以呢 你想说明什么 通过无限秒杀软件 萧和自身也掌握了华国武术 这说起来也属于华国武术成员中的一位 华国武术如何 他是非常清楚的 并非是现如今的武术步行 而是真正会武术的人已经非常稀少了 再加上许多人打着武术的幌子 招摇撞骗 所以才会给世人 华国武术步行的感觉 若论真正的实力 华国武术流派之中 其中厉害的武术招式 可谓是层出不穷 绝对不是这些各发展 仅仅只有几十上百年历史的武道拳术 所能够比得上的 我看你刚才在那里比划华国的武术 想来也是一个好手 便是想着和你切磋一二 大阪中和开口说道 不好意思 我没那兴趣 萧和淡淡的说道 所谓的空手道黑带八段 这听起来确实很厉害 但是对于萧和来说 却是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他自身的古武术实力 可是达到了宗师级别的 别说是眼前这么一个黑带八段了 就算是再来十个百个 他也能够轻松将其胜之 听到萧和的话 那大阪中和道士并没有任何过激的反应 而是在一旁 有些唏嘘的摇了摇头 哎 看来你们华国武术 也就那样了 他这次从岛国来到华国 为了就是拜会 那些所谓的武术大师 来到华国这片土地 也差不多有了 接近半个月的时间了 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去往各处地界 拜访了至少不下 十位所谓的武术大师 可是其中大部分 都是花拳绣腿 真正能打的 也就是会得几招办事的 也是完全不够他练手的 可以说 这次的武术拜会 让他非常的失望 对于华国的武术 那也是生出了一种极度的藐视 小子 我看你不是没有兴趣 而是听到我们中和军的威名 害怕了吧 站在大阪中和身旁的 一名青年男子冷笑道 这段时间以来 作为大阪中和的随同者 他也是见识到了 这些个所谓的武术高手 看着这些被人吹捧的 有多厉害的武术高手 败在大阪中和的手中 这心里面很自然而然的认为是 萧和惧怕了 也不瞧瞧我们中和军的威名 你家伙肯定是害怕 一会输了比赛 面子上放不过 说的也是 反正都打不过 还不如拒绝 那面子上也好贵一些 菜鸡武术 根本就不是我们 岛国空手道的一招之敌 跟随着大阪中和同型的岛国人 开始在一旁煽风起火道 小子 我劝你最好管住自己的臭嘴 要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先前去萧和交谈的那名中年男子 开口说道 你是什么人 大阪中和看着中年男子问道 我是物城武术协会的副会长李寒忠 中年开口说道 物城武术协会 大阪中和听到这话 一时之间突起了一丝兴趣 行啊 既然是武术协会的 那我们正好可以切脱一二 大阪中和上前一步说道 一听这话 李寒忠也不加迟疑 也是走上前来 既然能够担任物城武术协会的副会长 那自身肯定是有着一定本事的 区区一个岛国的矛头小子 赶在他们的地盘上嚣张 他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管 李会长 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臭小子 敢说我们华国武术是花拳绣腿 依我看他们岛国的空手道 也不过就是耍巧的小鸡俩而已 李会长 让这群岛国的家伙 瞧瞧我们武术的厉害 周边围观的众人也是开始起哄 岛国这群家伙的言语显然是引发了众目 对此情况那大阪中和只是冷冷地扫视了一下众人 不过面色却依旧是非常的平静 两边之间本来关系就不好 这段时间以来他四处寻找武术大师挑战 这样的场面已经是见惯不惯了 江村君 你们在一旁注意点 我来和这位武城的武术会长切磋一下 大阪中和眼中充满了战意 希望你能够让我见识一下真正的华国武术 架势打开 周边的人陆陆续续地退后 在场中让出了一个数米远的空旷地带 注意点 这个家伙没有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萧和在李寒中的面前开口提醒道 虽然未曾交手 但是萧和仅凭着简单的一眼 也是能够从中大致感受到一些 放心吧 李寒中回道 在他看来 对面的大阪中和年龄不过二三十岁 就算是空手到的黑带 又能够厉害到哪里去 现在武术界的水可是深得很 在国内 只要你有钱 就算是十岁不到的年龄 都能够成为一个黑带 不过那十里到底有没有黑带 就不知晓了 萧和没有多说什么 也是缓缓地推到了人流边 哈 大阪中和对着李寒中 做了一个开场前的弯腰行李 这是他们岛国武士 比斗前都会做的一个动作 李寒中也没有着急着进攻 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 两方都没有率先动作 彼此就这么冷冷地看着对方 大概进过的场面 持续了半分钟左右 那大阪中和坐不住了 他迈动着迅速果断的步子 直接朝着距离近远的李寒中冲去 左脚撑住地面 一个迅捷的右脚飞踢 直接朝着李寒中的面门踢去 大阪中和的出手非常果断 显然是想着以雷霆之势解决战斗 而那李寒中见此情况 也是迅速地后退一步 然后又掌成拳 直接对着大阪中和的右腿关节处 洗打而去 萧和在远处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若是李寒中的这一拳 洗打在大阪中和的右腿关节处 那对方不说多严重 至少短暂时间内 右腿的行动能力 肯定是会极大的受到限制 那后续的比斗中 大阪中和只会是案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的份 在李寒中攻击即将落下的时候 大阪中和一个侧闪 也是伸出右拳猛的攻去 两方拳头击打在了一起 李寒中向后退出了两三步 将身形稳住 而一旁的大阪中和 则是后退了约莫两步不到的距离 才第一次交手下来 很显然的是大阪中和获得了优势 李寒中一脸警惕地看着大阪中和 刚才的那一拳看似普通 但是其中蕴含的力量 只有他自己清楚 那可是他的权力一击 为的就是想率先击中对方的右腿部 使其行动受限 然后抓住机会 迅速地赢得比赛 大阪中和的反应速度 超乎了他的想象 而且对方临时抵挡的一拳之下 他的右手直接被震得腾马起来 很显然 这大阪中和的实力 比他想象中的要厉害不少 不错 比我之前遇到的那些个对手 要厉害一些 大阪中和笑着道 随后他又再一次朝着李寒中发起了攻击 两人攻防之下 也是打得有来有回 现场有着不少围观的群众 拿起手机在不断地拍照摄影 这可是空手道和本国武术之间 货真价实的较量 那在平时可是很难遇到的 交手了无数个回合 李寒中这边 从一开始的进攻防守 逐渐的变成的被动防御 而反观大阪中和这边攻击 却是越来越顺手 萧和在场外看着 照现场的情况来看 这李寒中已经是落入了下风 不过毕竟是老江湖 再则比斗场上讯息变化 最后的胜利尚未可知 大阪中和一个抬腿横踢过去 李寒中伸出双臂抵挡 交手之下 双方再次分隔开来 不错 你比我遇到的那些自称武术高手的人 都要厉害不少 大阪中和面带笑意的看着李寒中说道 李寒中冷哼一声 我们华国的武术 岂是你们所谓的空手道 能够避得了的 其中比我更加厉害的武术大师 可是还有这不少 听到这话 站在对面的大阪中和 只是淡淡一笑 热身赛结束 我们继续开始吧 大阪中和神色一转 气势比起之前也是更加强盛 中和军 狠狠地给这家伙一点颜色看看 这家伙还真以为 自己能够在中和军的手中过上几招 就自认为了不起了 这还仅仅只是热身活动而已 等到中和军拿出真正的实力来 对方根本就不是其对手 站在大阪中和身后一侧的那几名岛国人 毫不忌讳地交谈着 在场众人也是从这几人的话中 听出一些情况出来 若是情况属实 那大阪中和在与李寒中交手的时候 都没有用出真正的实力 想必其真实实力还要强上不少 此时的李寒中也是一脸凝重地看着大阪中和 他与对方交手了数个回合 自然清楚对方的实力如何 强 两人的交手中 若非是他有着老道的经验 恐怕有好几次交手都会难以应对 不等李寒中过多的思考 另一边的大阪中和再次发动了攻击 不好 看着以极快速度朝自己攻来的大阪中和 李寒中眉头紧重 对方仅仅是在气势上就比先前交手时强大了不少 碰 大阪中和一个下肘攻击直接朝着李寒中的下类处打去 当李寒中反应过来准备多开的时候已经是晚了半拍 无奈之下 他只能是双掌交叉护住下类处 聚强的力度传来 李寒中的朝后急促地退了几小步 在他的双掌上一股震痛感袭上心头 大阪中和冷笑一声 然后趁着李寒中防守不及的空荡时候 一个飞腿踢到其胸口位置处 李寒中一下子向后倒退竖步 差一点就直接摔倒在地 李慧长 见李寒中被踢中 周边那些武术协会的人焦急上前 我没事 李寒中沉闷得咳嗽几声 大阪中和这一脚踢得很重 若非是他机灵之下憋了一口硬气功 恐怕还真得受到极重的内伤 李慧长 你说了 大阪中和看着李寒中 直接道 你们华国的武术真的让我很失望 原本以为这次来到华国会遇到真正的高手 可却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依我看 这所谓的华国武术也就那样 只能是充当为电视荧幕上的花架子功夫 大阪中和这话一出 在场不少 围观群众心生愤恨 虽然现如今的华国武术没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这话从一个岛国人的口中说出来 着实让大家无法接受 就在这时 那李寒中再次开口了 大阪中和 你确实是赢了我 不过真要说华国武术是花架子 那是绝对不行的 华国的武术博大精深 根本就不是你一个岛国小子能够明白的 你虽然很强 但是一旦遇到了那些真正的武术大家 他们轻而易举就能将你击败 李寒中话语肯定 眼神中更是绝对的清明 武术大家 大阪中和不以为然道 我寻访了你口中那些所谓的武术大家 但是结果都是如同你一般 被我轻而易举的就给击败了 李会长 华国的武术已经成为了一个过去式 现在是像我们空手道一类的新式拳法的天下 被大阪中和这么一说 李寒中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对方说的没错 现在的华国武术 差不多已经成为了一个过去式 在世人眼中 大多数也是对于新式的跆拳道 空手道 拳击等等有认知和接受度 华国武术不过如此 不仅仅是花拳绣腿 要是依我看的话 那所谓的华国武术从一开始就那样 根本就是废渣 现在竟然还有人认为华国的武术厉害 我看真的是脑子有问题才对 那几名岛国人在一旁七嘴八舌的讨论着 他们没有用自己的岛国语言 而是用着生疏的华国语言 很显然 这些话就是故意说给在场众人听的 我们的武术是花拳绣腿 是废渣 真要论起来你们岛国所谓的空手道 柔道这些 其中又有哪样不是根据我国武术改化演变来的 这才分割出去仅仅几十上百年的历史 就这么着急着不认祖宗了 此时 萧和已经从人群中走上前来 冷冷地看着大阪中和 以及其身后的那几个岛国人说道 萧和其实并不想多管闲事的 不过在听到对方不断地诋毁华国武术 在此之下也是坐不住了 你总算是坐不住了 大阪中和看着萧和说道 我还以为你要一直做缩头乌龟呢 缩头乌龟 听到对方所说的话 萧和并没有丝毫地生气 我们华国武术讲究的势容万物和百家之常学 武术是修身养性 是除强服弱的 而不是仗着自身强大 整日里争强好胜的 萧和淡淡地说道 小子 你少在这里说这么一番屁话 有本事就和我们中和军打一场 说的没错 这废话多说无意 手底下见真章才是硬道理 听到同伴的声音 大阪中和目光看向萧和 打一场 若是你赢了 那我当着众人的面向你们华国武术道歉 若是我赢了 那武术这废渣的名号 恐怕是只能接下了 萧和上前一步 既然你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也只能是让你好好的见识一下武术的厉害了 小兄弟 这岛国的小子很强 见萧和要上前出手 先前与之交手过的李寒中出声说道 李会长 放心吧 我有分分 萧和自信道 虽然这大阪中和实力不容小觑 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就那样 空手道作为岛国热虫的国术 而华国武术更是传承数千年之久 为世界所知晓 这样一场比斗的输赢可谓是极其的重要 萧和面色平静 没有丝毫的紧张感 毕竟他可是货真价实的武术大师 开始吧 大阪中和看着萧和 手中已经是摆起了动作 萧和没有丝毫的动作 就这么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的看着对面的大阪中和 中和军 狠狠的收拾一下这个臭小子 刚才那个中年也不过如此 我看这家伙 比先前那人多半也是好不到哪里去 打垮武术 我们空手道 才是现在发展的主流 那名岛国的青年 开口鼓动呐喊着 听到这些岛国人的话 在场的众围观群众 自然也不落下 空手道算个什么 我们华国的武术 才是王道 说的没错 你们发展不过数十年的空手道 也好意思在我们华国武术面前蹦跳 看我们的武术 不把你们空手道完念 真当我们华国武术 没人了不成 兄弟 加油 把这个嚣张的岛国棍子 好好教训一下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在场可是有着不少人都见识过 先前萧和击碎木人庄的场景 这自然而然的 对于萧和 有着绝对的信息 依我看 这些人也会怕是要失望了 大阪中和冷笑道 他可不认识 萧和能够胜过他 他在年龄不过五岁之时 便是一直跟随在田正夜雄的身边 学习磨练 而他的这个师父田正夜雄 可不是一般人 在岛国可是空手道 黑带决断的顶尖高手 更是被外界称之为空手道之王 现如今的他 在年仅二十七岁 就已经成为了岛国空手道界的 黑带八段顶尖高手 这般年龄与其实力的结合 那是绝无仅有的 在那空手道发展壮大的岛国中 他已经是包揽了 连续三届的空手道成年组冠军 为了寻求更好的突破 他甚至是开始挑战那些成名已久的老前辈 在打遍老一辈的高手之后 大阪中和基本已经是战无可战 最后机缘巧合之下 他把目光瞄到了华国的武术界 现如今 华国的武术界也基本被他挑了一大半 在此情况之下 他对于自己的实力 也是达到了绝对自信的程度 看着大阪中和的神色 萧和淡淡地说道 你先动手吧 也让我好好地看看 空手道黑带八段的实力 到底是如何的 行 那我就让你好好地看一看 什么叫真正的空手道 大阪中和开口道 此时 在周边的围观人群中 已经有着不少的人架起了手机 准备将这一场激烈的比赛录入其中 开始吧 可千万别让我失望才好 萧和淡淡一笑道 听到这话 大阪中和的脸色一沉 拳脚无眼 伤着了 可别怪我心狠 萧和没有丝毫的反应 仿佛就像是 没有听到对方的话一般 既然如此 大阪中和率先朝着萧和所在的位置 奔袭而去 自从出道成名以来 他已经好久没有遭受到 别人这边的无视了 华国武术 就凭你们那只能在荧幕上表演的 花拳秀腿 真遇到了我们倒国的空手道 那只能是被揉捏的份 大阪中和来到萧和的身前 距离半米处的位置 直接一个横空踢腿 其速度和攻击力度也根本不是先前与李寒中相对时所能够抗衡的 这般场景之下 在场众人也是替萧和捏了一把汗 没想到 这个倒国的家伙竟然这么厉害 李寒中已经感觉到 大阪中和一开始隐藏了部分实力的 可终归是没有想到 对方隐藏的实力竟然会如此的多 若是对方一开始就全力出手 恐怕他支撑不了几招 就得败下阵来 大阪中和对自己这一击非常的自信 他甚至是做好了一招必胜的信心 这家伙肯定是没戏了 中和军的这一招实力强大 先前可是有着不少人 在一开始就承受不住这一招 直接被挑下输掉比赛 那是必须得 黑带八段的实力 拿在整个岛国都是绝对顶尖的 就凭武术的花架子 怎么可能是其对手 这小子受了这一击 绝无再站起来的可能 纵然外界如何的担心 但萧和依旧是心如平静 在大阪中和的横空踢腿 即将击中胸部位置的时候 只见萧和微微的向着右侧倾斜 迅速的躲过了这一击 这大阪中和的速度很快 但是萧和的速度比之更快 在对方还未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 萧和伸出左手将其腿部位置扣住 然后右手捏紧成拳 一下子朝着对方轰去 咔嚓 一声轻微破裂声响起 随之便是大阪中和的惊惧惨叫声 萧和没有继续停手 在大阪中和惨叫的同时 直接对其腰间一踢 只见大阪中和整个人就这么被一脚踢飞 直接与身后的那数名岛国人撞在了一团 很显然 这也是萧和的故意而为之 用岛国人做沙包 回击岛国人 这是再合适不过的 此时 现场无比的寂静 大家都没有想到 原本会很激烈的争斗 竟然就这么一招之下 便已经决出了胜负 啊 我的脚 你压到我的腿了 被几个岛国的同伴压到了腿 这大阪中和直接爆出一声惨叫 刚才萧和也算是留守了 仅仅只是将其右腿处击打错位 若是下手再重一些 恐怕对方这辈子也就只能是跟拐杖作伴了 中和军 快 赶快把中和军扶起来 那几名岛国人反应过来 赶忙将躺在地上的大阪中和给扶起身来 赶快送我去医院 快 大阪中和焦急地喊道 作为空手道职业选手 这四肢可是关键 若是腿部受伤 那对于他的职业生涯 绝对是一股巨大的打击 几名岛国人也是知道事情的重要性 他们一听到大阪中和的话 立马将其搀扶着灰溜溜地离去 好 不只是谁率先鼓起了掌 之后现场一瞬间爆出热烈的掌声 我们华国的武术无敌 什么狗屁的空手道 在我们华国武术面前也只有被秒的份 先前还好意思说我们武术废渣 若真是废渣的话 恐怕他们空手道连废渣都算不上 哈哈 华国武术 YYDS 大家都是华国的一份子 见大阪中和等一群岛国人输掉比赛灰溜溜地逃走 那心情自然是非常的爽快 另一边 萧和趁着大家欢呼之际 也是悄悄地从一侧人流松散的地方快速离去 就现在这幅场景 自己要是再不走快点 恐怕一会就没那么容易走了 虽然萧和偷偷地离开 但是现场可是有着不少人 在两人比斗的时候拍下了视频 在现在这个网络发展迅速的时代 有关于华国武术和岛国空手道比斗的视频 也是全网疯传 不过其中关注度最高的还是萧和 毕竟他代表的可是华国武术 我的天 真没想到我们华国武术竟然会这么的厉害 这岛国的空手道根本就是渣渣 真的牛叉 仅仅只是一招就制服了那个 岛国空手道黑带八段的家伙 我们华国的武术就该如此 不出手则已 出手就必须得是一鸣惊人 那个叫大阪中和的家伙 不是一开始叫的那么嚣张吗 结果还不是被我们华国的武术高手 打得灰溜溜地逃走 不过这个小哥哥 看起来真的是超级帅 可惜全都是一些测研或者模糊视频 并没有一张清晰的正脸照 从测研照上来看 长得已经是够帅的了 而且还会华国武术 看起来就有着足够的安全感 这要是我的男朋友该多好啊 网上的议论声一片高过一片 不过因为当时现场比较混乱 而且萧和出手迅速 很快就解决了战斗 所以现场虽然有着不少人拍出了视频 当时其视频效果并不理想 其中大部分都是比较模糊 要不就是测研之内的 所以对其萧和的正脸方面并不是太清楚 当然了 华国武术展露头角 使得不少人纷纷起哄 想要加入到武术培训班中学习武术 但是对于华国武术以外的机构 那可是苦生一片 原本满满当当的空手道 柔道等等学习会馆 因为这个事件的出现 一时间可谓是人际稀少 好多元属于他们的学员 有着不少都是转头 到了华国武术的学习机构 此时在武城JB区的一家高档咖啡厅内 与热火朝天的网络相比 这里的环境氛围可就要安静不少 咖啡厅的一处僻静隔间内 经销韩正恭敬的端座其中 至于那李恩俊却是没有坐下 而是老老实实的站在其身后 在二人的对面 则是坐着一名身穿休闲服饰的青年男子 男子的面色平静中 带着一股冷冷的威士感 光是其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 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 李公子 今天真的是麻烦您跑一趟了 金销韩面带笑意的说道 若是销和在这里 那肯定认识坐在金销韩身旁的李公子 对方不是别人 正是宏达集团的少东家李四聪 金销韩 那些客套的话 你就不用多说什么了 只说吧 今天找我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吗 李四聪直解了当道 李公子 实不相瞒 今天这事我也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若非如此 我是肯定不会来麻烦您的 金销韩继续道 现在外面有关于李恩俊的事情 您肯定也应该知道了吧 这小子就是糊涂之下 招惹到了不该招惹的人 现在更是被直接封杀了 李四聪看了看 站在金销韩身旁的李恩俊一眼 所以说 你今天找我过来 是想着让我出手 把李恩俊这个被封杀的事情解决了 对吧 说实在话 李四聪对于棒国的这些个明星 也没什么好感 是的 李公司 我就是希望您能够帮我从中协调一下 看能不能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金销韩说话的同时 也是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张支票 直接将其推到了李四聪的面前 哼 你这手笔还挺大的嘛 一下子就是三千万 看来 你们在华国这些时间里面没有少赚钱吧 李四聪看着支票上的数额 也是有些意外 李公子说笑了 这点钱对于您来说 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金销韩说道 他们在华国这段时间里面 确实是赚了一些钱 不过自从上次给了销和两千万之后 剩余的也没有多少了 特别是这三千万元 那还是他们变卖了华国的房产等等 东拼西凑 才搞到那么多钱的 为了能够解决李恩俊被封杀的事情 金销韩可是说是 绝对的活出去了 若是最后还是不能够摆平 那他们也只能是收拾东西回邦国了 若是这件事情真给摆平了 那李恩俊的封杀已经取消 他们还是可以继续在华国发展 凭着那庞大的粉丝资源 这些失去的钱 很快就又能够加倍的赚回来 李四聪对于桌上 这张三千万的支票 并没有过多的理会 仅仅只是简单的看了一眼 毕竟他可是宏达集团的少东家 根本就不差这三千万 行了 你把具体的情况 都细致地和我说一下吧 只有知道了事情的起因经过 我才能出手帮你 李四聪回道 当初他去到邦国旅游的时候 与这个金销韩有着一面之缘 而且对方还热情接待过他一番 若非是如此 他今天恐怕都不会来赴约的 听到李四聪的话 一旁坐着的金销韩也是内心大喜 凭着对方的身份和实力 真愿意帮忙的话 那解除李恩俊被封杀的事情 恐怕并不是什么难事 李公子 这整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就在前不久 我们李恩俊本来是在助理的跟随下 一同去到万象来赴商业城的千玺传媒 参加商业活动的 不过在路上和人发生了一些小摩擦 然后 金销韩不敢有丝毫的隐瞒 直接将当时这件事情的经过 都原原本本的叙述了一遍 几分钟后 当知道了事情的具体经过之后 李四聪冷冷地看了一旁站着的李恩俊一眼 你一个邦国的小艺人 在我们华国还真是够嚣张蛮横的 李四聪冷声道 李公子 我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李恩俊赶忙间开口回道 你这种行为被封杀 也真是活该 李四聪直接道 李公子 这李恩俊已经是知道错了 看在我们先前在邦国有过一面之缘 希望您能够出手帮这一次 金销韩见李四聪刚才那般语气 也是拿着两人先前在邦国的一面之缘来做文章 希望对方能够说服对方 让其帮忙一次 我也就是看在先前在邦国时候的份上 帮你这一次 说吧 这李恩俊到底是惹了谁 李四聪询问道 李公子 那人叫萧和 金销韩直接道 萧和 李四聪刚在嘴里面念叨了一下 突然间便反应了过来 你说什么 他招惹的那个人叫萧和 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对于这个面子可是非常熟悉的 甚至是他之所以来到这个务城 那也是为了萧和而来的 李四聪把目光看向一旁的金销韩 然后再拿过放在桌上的手机 开始在上面滑动翻找着什么 没过一会 一张真人的照片出现在他的手机屏幕上 李四聪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将手机上的照片递到了金销韩的面前 你说的萧和是不是他 金销韩仔细一看 然后点头道 没错 李公司 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他 金销韩的内心本来还在担心着 不过现在看到李四聪直接将萧和的照片都给翻了出来 那很显然两人是认识的 既然是这样 那帮李恩俊解除封杀的事情可就要好办许多了 李公子 既然你和此人认识 那简直是太好了 我们家李恩俊的事情可就要多多麻烦您了 金销韩笑着说道 听到这话 李四聪顿时间脸色一冷 哼 金销韩 我看这事 你还是找别人吧 我恐怕是帮不了你了 李四聪一开始是想帮金销韩这一次的 不过在知道对方得罪的人是萧和之后 立马在第一时间里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这萧和可是他们宏达集团的大股东 并且战股还和他家老子是一模一样 除此之外 他老子李建华可是还私底下告诫过他 这萧和并不像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其背后恐怕有着一股极其难以想象的势力 既然这李恩俊被封杀 和对方有着一定的关联 那他是无论如何 都不敢再与金销韩一伙扯上干系的 李公子 您刚才不是还说帮我的吗 怎么这突然又这样说了 原本内心正窃喜着的金销韩 在听到李四聪这话的时候 顿时间给愣住了 金销韩 我劝你 还是带着李恩俊回帮国吧 既然这封杀李恩俊的事情 与此人有关系 那恐怕不单单是我 你就算是找再多的人来 那也是无济于事的 李四聪一脸深沉的说道 为什么 李公子 您可是宏达集团的少东家 以您的身份出面 难道都还摆平不了这件事情吗 金销韩不明所以道 他心里不明白 那销和到底是什么身份 为什么就连作为宏达集团 少东家的李四聪 也对其如此的惧怕 金销韩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 那我就和你直说了吧 李恩俊得罪的这个销和 他是我们宏达集团的大股东 而且 这占股权 更是可以和我父亲平起平坐 这 李公子 您说的都是真的 金销韩一脸的难以置信 虽然大致猜测到对方的身份不一般 但是他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会是宏达集团的大股东 而且 其占股竟然还能够和宏达集团董事长 平起平坐 我在好听的提醒你一句 对方除了宏达集团大股东这一层身份 还有着其他隐藏在暗处的强大身份背景 而且比之宏达集团大股东这一层身份还会更加恐怖 说完话 李思聪直接站起身来 行了 我话就说到这里了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见李思聪离去 金销恩也没有丝毫其他的动作 从对方的口中 他也已经是知道了那个叫萧和的青年身份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经纪人而已 像萧和那样身份背景的人 别人想要出手弄他们 也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金哥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看着金销涵在一旁沉默不语 站着的李恩俊也是内心慌乱如麻 现在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的人都已经走了 恐怕那接触封杀的事情是真的没戏了 在华国发展可是比邦国好太多了 他已经深深的爱上了这里 若是最后真的要回到邦国去 他是真的不愿意 更是不习惯 该怎么办 你当初惹事的事情 怎么不先考虑一下后果 特么的现在好意思来问我怎么办 听到李恩俊的声音 金销涵憋在心里面的火气 也是一瞬间爆发开来 为了能够让李恩俊来华国发展 他可以花费了好一番功夫 更是寻找到了不少大传媒公司的股东 进行游说合作 可是现在倒好 就因为李恩俊这个脑残的惹是生非 最后将所有的努力都给弄得功亏一篑了 李恩俊 这是你自己惹出来的 现在你自己去解决 从现在起 我也不是你的什么经纪人了 以后你就自求多福吧 金销涵说完话 便准备直接转身离去 当然在走之前他还把桌上放着的那张三千万的支票 给一并带走 作为经纪人 而且还是邦国比较知名的经纪人 现在李恩俊肯定是已经废了的 如今之际他只能重新回到邦国去寻找下一个可培养的对象 只要等到后续稍加培养努力 他未必不能够再培养出一个像李恩俊一般的邦国流量明星 等到时候 他还可以抓住机会带着一个新的邦国新生代偶像来到华国捞金 虽然期间得耗费一番不小的功夫 但是至少比全部砸在李恩俊的身上要好得多 与此同时 在看到金销涵不顾自己就这么转身离去 特别是看到对方将那三千万支票拿走的时候 那处在原地的李恩俊也是慌了 现在被封杀 想要继续在华国发展 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就算是最后重新回到邦国发展 那不单单会受到同乡的耻笑 而且能不能再发展起来都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没了未来 而且还没有钱 他还能做什么 站住 你不能走 给我回来 李恩俊一把上前去抓住金销恩拽在手中的支票 这钱由我赚的一份 你不能就这么全部拉走 见到李恩俊这般模样 那金销涵更是火气俱增 你给我滚开 他一把将李恩俊给推开 这一下子 那张三千万的支票也是被撕毁成两半 啊 我的钱 很快 原本是合作伙伴的二人大打出手起来 更是将咖啡厅隔间闹得个翻天覆地 最后的结果 自然是咖啡厅报 这 两人赔偿后 被直接带走教育 离开滨江广场之后 萧和一路驾车着西尔贝 Tutara朝着贸业集团的总部大厦赶去 这段时间以来 贸业集团和建业集团的合并工作 也已经是顺利完成了 那银雪燕自然也是在贸业集团中担任要职 因为其本身拥有股份的缘故 虽然只是一个集团副总经理的职务 但是要实权方面 甚至要比沈广源还要大一些 特别是在近些时间里面 那沈广源也是主动申请 让出集团总经理的职务 自动降为副总经理 对方的心思 他自然也是清楚的 不过这沈广源本身对贸业集团就付出了不少 其自身的能力也是极强的 萧和自然是没有同意对方的这个请求 毕竟银雪燕本身就是才上手贸业集团的相关事务 对于其中的工作都不是很了解 就算是后面要对其进行岗位上的提升 那也完全可是提升成为副董级别 到时候与沈广源互相协同管理贸业集团的事务 驾车驶出到贸业集团的大厦门口 安保亭内的安保本来还打算对其进行检查的 不过当看清楚驾驶座上的萧和 赶忙将尽力放行 开玩笑呢 这自家集团公司董事长到来 他哪里还敢傻到去检查 把车停好 进入到大厅之后 来往的集团公司职业都在热情的对萧和打招呼 乘坐着专用电梯 萧和很快便来到了集团顶楼的董事长办公室内 刚才办公桌旁的椅子上坐了一会 咚咚咚 办公室门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进来 萧和淡淡的说道 很快 办公室的门被打开 一道倩影从外走了进来 你这来的倒是挺快的 看着来人 萧和淡淡一笑道 这自家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到来 我这个作为副总经理的 怎么也得赶来汇报一下公司才是吧 尹雪燕笑着说道 你这消息挺灵通的嘛 我这才坐下一会你就过来了 萧和说道 我的萧董事长 你这人才刚进到集团的大厦一楼大厅 公司内部就已经是传遍了 我这个当副总经理的 要是都不知道的话 那岂不是太失职了吗 尹雪燕回道 我倒是没有想到消息会这么灵通 看来我下一次过来检查工作 可得低调一些才行了 萧和继续道 对了 沈广源呢 我这个做董事长的到访公司 你这个副总经理都来了 他这个总经理 怎么没个声响的 最近有个合同 沈总带着公司的部分高层出差 去洽谈合同去了 尹雪燕回道 原来是这样啊 萧和稍稍一想 自己这个作为董事长的 确实是有些不负责任 整天里基本就是一个甩手掌柜 手下的集团事务 基本都是交由下面的人在管理 自己根本就没有去插手 贸业集团如此 万象来福商业城那边 同样是交由唐灵在负责 行了 你去忙你手里面的工作吧 我今天过来 也只是想着看一看 公司近期的发展情况 萧和说道 萧董 我这里有事情 需要想你汇报一下 尹雪燕说道 什么工作 你既然是集团的副总经理 那大部分的工作 自己拿主意就行了 不用专门等到我这里批准的 萧和语气随和的说道 听到这话 尹雪燕继续道 萧董 这事情可不是什么小事 还是得由你批复一下才行 萧和看了一样 萧雪燕 说道 说吧 什么大事 你这个做副总经理的 都不敢私自拿主意 这件事情 和蓝氏集团有关系 萧雪燕眼神复杂到 建业集团与贸业集团之间的合作 这其中 还得多亏了蓝氏集团 在从中使唤 虽然两家公司的合并 对于他影家 有着极大的好处 但是自己终究是被阴了 对于这个蓝氏集团 他心里还是非常的愤恨 蓝氏集团 萧和看着营雪燕 这一时间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贸业集团和建业集团之间的合并 那可是极大的弥补了 贸业集团 在工业制造技术上面的短板问题 之所以能够那么成功的合并 这其中可是少不了蓝氏集团的帮助 真要说实在的 这蓝氏集团对于贸业 可是间接性的 提供了极大的一个帮助 说说看吧 这蓝氏集团怎么了 萧和随口问道 萧董 这蓝氏集团也是属于多元化原材料供应企业 他们这些年来发展的也是迅速 在乌城的市场份额上也是占比了极大的份额 若是我们现在不去经管 那说不定对方后续会成为我们贸业的一个威胁 银雪燕说道 银总 这蓝氏集团相比贸业如何 萧和开口问道 银雪燕有些不明白萧和的意思 不过想了想 还是说道 蓝氏集团的市值在十多亿 主要的市场经营范围在物城 而贸业集团市值百亿 业务遍及华国各大城市 甚至在国际上也有着一定的份额位置 听到这话 萧和淡淡地说道 既然银总都知道 两家公司的差距这般巨大 根本就不是一个体谅的 那你认为 蓝氏集团 有可能会成为我们贸业集团的威胁吗 就那么的一个公司 恐怕贸业稍稍跺跺脚 对其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萧和刚把话说完 银雪燕便是再次开口了 萧董 我知道你的意思 这蓝氏集团 现目前为止 肯定是不可能威胁到贸业的 但是 据我派出相关人员进行调查 这蓝氏集团 现目前为止 已经开始和不少大型公司 进行融资联合 若是一旦成功 那对方肯定会在短时间内 获得极大的一个发展 先前建业集团和蓝氏集团 也是合作了十数年 对于蓝氏集团背后的蓝家 我还是有着一定了解的 他们的发展野心可不小 若是真有变动 那我们最好还是早做打算为好 银雪燕如实的在萧和面前分析道 听到这些话 萧和一时间也是陷入到了沉思当中 在商业管理方面 她肯定是没有银雪燕那么专业 而且对方又对蓝氏集团非常的了解 这其中真要是有什么问题 那确实是得早做打算为好 商场如同战场 局势瞬息变化 这一个不好 再高的山峰也有轰然倒塌的危险 萧和看着站在办公桌前的银雪燕 笑着道 行吧 你也别在这站着了 先坐下来和我好好地说说吧 银雪燕点点头 然后抽出面前的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萧董 根本下面的人汇报 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分析计划来看 目前蓝氏集团肯定是在进行着大的发展改变 若是成功了 那对方后续的发展迅速是肯定的 嗯 萧和点点头 对于银雪燕这话 她是不可否认的 凡是大集团企业进行融资 那肯定是为了考虑后续的更大更长远的发展 这蓝氏集团多半也是同样如此 再加上现如今建业集团和蓝氏集团之间已经合并 这消息并不是保密的 外界肯定也是知晓的 这蓝氏集团更是如此 如此之外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贸业集团和建业合并之后 银雪燕也是紧接着成为了贸业集团的大股东 更是副总之一 蓝氏集团心里面肯定是非常警惕的 毕竟若是单个的建业集团 那大家最多也就是半斤八两 可是现在作为庞然大物的贸业集团 这么一施压 怕蓝氏集团不担心 是绝对不可能的 要知道 建业集团被贸业集团吞并 那其中也是因为蓝氏集团背后搞鬼 被逼无奈之下造成的 现在银雪燕作为贸业集团的高层实权管理人之一 那极有可能是不会放过蓝氏集团的 为了自保蓝氏只能是与其他的大公司进行融资合作 若是成功了 那后续的发展肯定是会更加的迅速 而且也可以有效的对贸业集团进行抵挡 稍微过了一会 银雪燕继续道 贸业作为材料供应的龙头企业 那自身的实力本就不容小觑 现在又有了建业集团的制造业技术 那制造实力方面的短缺也是有效的弥补了 在行业中 绝大多数的企业对于建业所拥有的制造业技术 都是非常放心肯定的 若是我们能够两者合二为一 那肯定能够在短暂的时间里面 继续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趁着蓝氏集团微小 我们可以直接将其扼杀在摇篮中 说完话后 银雪燕目光沉定的看着萧和 他对于自己的计划方案是非常满意的 不过这最终能不能成 那还是得靠萧和做决定才行 既然是要挤占更大的市场 那其中所需要花费的资金是非常庞大的 而且凡是企业的策略发展 那既然有成功 那自然其中也会有着失败的可能 若是市场挤占失败 那对于贸业集团纵然不是损失太大 但是经济上面始终是一个不小的亏损 萧和没有第一时间回到 他细细地分析了一下 目前贸业集团的发展 本身就已经处在了一个瓶颈处 若是想要后续再进一步的发展 那银雪燕提出的这个意见 也未尝不是一次机会 毕竟有了建业集团 带入进来的制造业技术 若是合理运用 那绝对会有一个极大的发展进步 当然了 只要能够将蓝市集团的市场抢占 那都是有赚不亏的 你这个方案计划也确实不错 萧和笑着说道 这样吧 这件事情既然是你提出来的 那接下来的所有工作 都有你来负责吧 若是其中有管理运营方面的需要帮助 我会让沈广源全力对你进行协助 除了运营方面 这资金方面 我在单独地拨出20个亿进出其中 你看这样如何 既然已经决定了 那萧和自然是不会小结 这贸业集团是他的企业 发展得越好 对他的好处也就越大 20个亿 银雪燕有些吃惊的看着萧和 怎么了 20亿不够 萧和问道 没 银雪燕摇头道 我只是感觉这20亿太多 这计划方面最多几个亿就够了 那蓝市集团的市值 也不过就是十几亿 依仗着贸业集团的强大影响力 银雪燕只需要数亿 就能够将其吃下 就算是后续发展新市场方面 需要进行注资 但是前期也用不了多少资金的 这20亿多了就多了 你需要多少就用多少 占领国内市场可不够 这要占领就连着国际市场一起 国际市场 听到萧和这话 银雪燕也是微微一愣 这不提还好 没想到一提才知道 自己这个老板的目标竟然会这么的大 贸业集团在国内建材领域中属于头部 但是在国际上的竞争对手可是不少 其中甚至是有着不少实力 比之更加厉害的 若是想要发展国际市场 那还有着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 银总 我这个当董事长的都在全力支持你了 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萧和笑着说道 原本还在思考的银雪燕 也是立马回过神来 萧董 请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银雪燕保证道 行了 那二十亿我很快就会打入到公司的运营账户当中 你也下去尽早的安排人手 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吧 萧和说道 嗯 银雪燕点点头 一脸欣喜的转身离去 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萧和也是淡淡一笑 对于这个银雪燕 她是非常放心的 对方在商业管理方面的能力 是毋庸置疑的 当初她也是在建业集团工作过一段时间 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集团后勤管理部门 但是对于银雪燕这个集团的总裁能力 多少还是听到过不少的 只是这一切瞬息万变 原本高高在上的女总裁 现在竟然也已经是她手下的一名副总了 大集团的工作事务 远非一般的小企业所能够相提并论的 萧和原本还想着简单的查阅一下 公司的近期发展情况就行了 可是这一看就看了近乎一整天的时间 等到看得差不多的时候 已经是到了公司的下班时间 萧和走出办公室 她发现尽管已经到了下班时间 但是办公区依旧是人流涌动 大家都还忙着手中的事情 作为过来人 萧和是非常抵触加班的 见此情况 萧和也是准备后续安排集团的人事部门 对公司的工作时效进行合理的管理 她的员工绝不加班 若是遇到必须要加班的工作事务 那也必须给予绝对的加班奖励福利 萧和去到集团大厦的露天停车场 刚把车开到大门口处 正巧碰到了银雪燕 只见对方正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大厦大门口 银总 你站在这里干嘛 萧和摇下车窗 一脸好奇地问道 银雪燕看了看 停在自己面前这辆陌生超跑 有些好奇道 萧董 您这又换新车了 随便买了一辆 萧和笑着道 啊 随便买了一辆车 银雪燕可是知道 萧和有着一脸价值上意的科尼塞格汪衣 而现在面前这辆超跑 虽然她不认识 但是就从超跑的外观上 大致就能够感觉其价格不菲 真不会是大佬 这数千万的车都叫随便买一辆 银总 你下班不回家 站在大厦门口干嘛 萧和再次问道 我在等出租车呢 银雪燕说道 萧和微微一愣 你这不是有车吗 干嘛 跑到公司大门口来 专门打车 就算建业集团被贸业集团合并了 但是银雪燕本身的家底就封石 怎么也不可能会到打车回家的地步吧 车子出了点问题 我让人开去4S店维修去了 银雪燕淡淡地回道 在往日里 那基本都是陈红开车接送他上下班 不过现在两家集团公司合并之后 他又是被萧和提成了贸业集团的副总经理 平日里办公都是在贸业集团的总部大厦 而陈红需要管理建业那边原本的工作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上班基本都是自己出入了 是这样 那你上车吧 我送你回去 萧和笑着道 那就多谢萧董了 银雪燕没有丝毫的客气 直接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了进去 正巧一起去吃个晚饭 萧和问道 这时候上夜已经到饭点了 行 银雪燕笑着答应下来 见此情况 萧和通过微短信和陈闫鼎交代一句 也是直接驾车朝着临江大酒店驶去 十余分钟后 萧和驾车来到了临江大酒店的大门口 今天门口怎么多了那么多人 看着临江大酒店门口拥挤着不少的人流 萧和一时间有些好奇 也许是有人在酒店里面搞什么活动吧 副驾驶的银雪燕开口道 也是 萧和点头道 这临江大酒店可是物称数一数二的五星级酒店 其中时常也会有人在此租住地方来搞活动什么的 他把车开到酒店的停车场之后 便是带着银雪燕朝着预定好的房间走去 老板 当萧和二人来到酒店 陈炎鼎没过一会也是赶了过来 都准备好了吧 萧和问道 陈炎鼎点点头 老板 菜品这些都已经准备好了 全都上到包间里面的 嗯 好 萧和看着一旁的银雪燕 笑着道 走吧 银总 将萧和二人一路送到包间之后 陈炎鼎准备转身离去 就在要离开包间的时候 萧和突然有些好奇地问道 陈经理 我刚才看门口聚集 这不少的人 是有人在酒店这边要搞什么活动吗 老板 是这样的 最近爆火的那个吴小凡 因为新剧拍摄 近日正好要在我们酒店站住 我听说一会 吴小凡参演的那个剧组 要集中进行一个活动预备 也许是他的那些个粉丝 想着在门口 见一见自己的偶像 陈炎鼎如实说道 吴小凡 萧和想了想到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去忙你自己的吧 对于这个吴小凡 萧和也是有着一定了解的 毕竟对方在这段时间里面 可是拍了不少火爆的长篇电视剧 也是随着电视剧的爆火 人气也是直线上升到当红小生的程度 难道萧董对于这个吴小凡感兴趣 听到萧和嘴边在说道着 坐在餐桌一旁的银雪燕开口道 没 我比较喜欢看年代剧 对于这些小鲜肉可不感兴趣 萧和摇头道 难道银总一会 想要去凑凑热闹 萧和笑着问道 虽然他不怎么关注明星艺人 但是多少还是对那个吴小凡知道一些的 对方演技一般 不过这人倒是挺帅气的 而且唱歌方面也是非常不错 其手下的粉丝中 有着很多可都是像银雪燕这般的一个年龄 我还是算了吧 和萧董一样 我对于那些个流量明星什么的 也没有多大的兴趣 银雪燕回道 行吧 既然都不关注 那我们先吃饭吧 要不然一会饭菜可都凉了 萧和招呼道 一个小时左右 萧和和银雪燕也是吃过了晚饭 稍稍在包间里面 谈论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之后 两人便准备起身离开 当二人走出酒店大厅的时候 顺便便听到门口 一阵阵纷乱嘈杂的声音 真是没有想到 这些粉丝还挺疯狂的 萧和看着眼前的场景 淡淡的说了一句 这在平日里 他对于明星之内的 并没有任何的关注 现在看到现场 这么轰烈的一个场景 不免的也是感到意外 萧董 我看趁着现在人还不是很多 赶快抓紧点时间跑路吧 一旁的营雪燕开口提醒道 相对于萧和的意外 她的面色就要表现得更加平静一些 在建业集团担任了那么久的女总裁 这有时候公司宣传需要 她也是接触过一些明星艺人什么的 对于这种场面见过不少次 走吧 萧和也没有过多的停留 两人很快便去到车库开车 因为外面人流涌动 根本没有车辆行驶的通道 在酒店的大门口处 已经是被围停了不少的车辆 这前面的车都已经堵了那么久了 你们怎么还没去疏通 萧和摇下车窗玻璃 对着不远处的一名酒店安保人员说道 安保一看到萧和 便是立马走上前来 老板 那吴小凡的粉丝太疯了 我们的安保人员 已经在酒店门口开始疏散人流了 不过效果却并不怎么好 听到安保的话 萧和又看了看周边 不少停靠下来的车辆 一个五星级酒店 若是连个次序都维护不好 那必定会对来此消费的客人 留下不好的印象 他既然作为老板 那自然不可能不管 去多安排一些人 尽快地把往来车辆的进出通道维护出来 萧和对着安保吩咐道 老板 我马上就去安排 安保说完话 迅速离去 不就是一个流量明星吗 这些人 有必要搞得那么激动吗 看着酒店大门口 人山人海的场景 萧和一时间 也是感觉到有些无法理解 再这么说 也是一个当红的小鲜肉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坐在副驾驶的尹雪燕笑着道 在酒店大门口 因为刚才萧和的吩咐 酒店方面又是加派了不少安保人员 来此维持次序 其中 领头的安保队长 去给周边的那些粉丝们 做沟通商量 不过赵现场的情况来看 那效果基本上是忽略不计的 这些粉丝都在等着自家的偶像 疯狂之下 谁还会故意酒店这边如何 几分钟后 安保队长来到萧和所在的位置 道路疏通出来了吗 萧和开口问道 安保队长无奈的摇了摇头 老板 这些粉丝太疯狂了 照此情况来看 恐怕那吴小凡不出来 这样的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 听到这话 萧和解开完全带 直接走下了车 安保队长看着自家老板 也是没有说话 而且乖乖的跟在身后 萧和走了几小步路 便是来到了酒店的大门口 现在的人数 比起先前他们来时 还要多上不少 就这种情况来看 别说是车人 就算是人想要从中窜出去 那难度可都是不小 还好是有着 十数人的安保团队 在一栋门前维护着持续 要不然 还不知道 会有多少吴小凡的粉丝 直接冲入酒店当中 凡凡 我爱你 还有一会 就可以见到我的偶像了 好激动 好开心 凡凡快出来 我都已经在门口 等了几个小时了 你们别急我 今天谁都不能阻挡 我去找凡凡要签名 凡凡是我的 一凡一凡你最帅 爱你爱到天荒地老 无数粉丝在门口 高喊着话语 那面色别提有多激动 看到这一幕场景 萧和多有种 想要给酒店安保人员 发放奖金的冲动了 十多个人要防住现场 不下于至少三四百人的粉丝团 那工作可不简单 与此同时 在酒店内的陈延鼎 也是快步的跑了过来 老板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已经吩咐酒店 所有的安保人员 往这边赶来支援了 陈延鼎看着面前的萧和 生怕对方 因为自己的管理不利而生计 本来一开始 他也没有怎么在意 这些粉丝的 不过现在看来 他确实是 低估了那个吴小凡的影响力了 那些个粉丝 简直是太疯狂了 嗯 萧和点头道 尽量保证现场次序 再派人和这些 进入的车辆沟通一下 让他们稍微等等 记住了 千万让下面的人 不要和这些粉丝 生出争端出来 尽量好好地商量着来 请老板放心 陈延鼎点头回道 陈总 你还是派人去 联系一下那个吴小凡吧 看现场这些粉丝的疯狂程度 那吴小凡若是不出面 他们绝对不会安稳下来的 这时候 尹雪燕也是走下车来提醒道 哎 吴先生那边 我已经派人过去通知了 陈延鼎回道 临江大酒店这样的五星级酒店 时常都会有一些明星或者商业大佬 来此用餐住宿 像今天这样的混乱场面之前 也并非是没有 在一看到场面太过混乱之后 他就已经派了人去到吴小凡那边进行沟通 希望对方能够出面维护一下次序 几分钟后 一名酒店的工作人员快步来到几人的面前 怎么样 吴先生那边多久过来 陈延鼎问道 那名工作人员顿了顿说道 老板 陈总 我刚才已经和吴先生那边取得了联系 不过对方并没有说任何的表态 让我们这边自己处理 一时间大家都把目光看向了萧和 对方既然都这样说了 那很明显 就是不打算管这件事情 难怪这些个粉丝这般德行 那吴小凡也不过如此 作为他的粉丝 又能够好得到哪里去 行了 既然那吴小凡都不准备管他的粉丝了 那你们也就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 萧和对着陈延鼎吩咐道 陈总 你去吩咐那些安保人员 让他们在不动手伤人的情况下 尽量的将这些个粉丝全部驱赶离开 原本还想着 这些粉丝是因为吴小凡而来 再加上对方是酒店方面的客人 再怎么也得维护一下 对方的客情关系之类的才好 不过现在 对方都放任不管 他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好的 老板 我现在就去安排 随着萧和的吩咐之下 门口的那些个安保人员也是不在客气 只要是不伤到人的情况 直接将吴小凡的这些个粉丝 朝着道路两侧驱赶 尽管粉丝数量不少 但是临江大酒店的这些安保人员 那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 大家联合起来 很快就在道路一侧打开了到缺口 在酒店人员的有效指挥下 原本被困住的那些个酒店客人 也是陆陆续续的离去 看时候也差不多了 萧和也是转头看了一眼身旁的银雪燕 行了 我们也走吧 两人坐上车 萧和正把超跑发动的时候 从酒店的地下停车库方面 一道轰隆声响突然传了出来 下一秒 只见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超跑从飞驰出来 啊 是凡凡 我的凡凡来了 等了那么久 终于可是看到我的男神了 从酒店大门外那些粉丝的话 萧和一下子便知道 这辆红色法拉利的主人就是吴小凡 只见红色的法拉利行驶到酒店大门口处 就停了下来 驾驶座的大门被打开 吴小凡直接从车上走了下来 看这般场景 那庄比昂确实是做足了的 当看到自己的粉丝们 被酒店的安保人员驱赶到了道路两本 那吴小凡眉头微皱 他本来还想着 在粉丝们的惊诧中高调亮相的 可是现在却是被酒店的这些个安保 给破坏了计划 凡凡凡凡凡 男神 我可等了你好久 总算是见到了 男神快给我签个名吧 吴小凡一出场 现场本来还维护的挺好的持续 又顿时间慌乱了起来 甚至现场 还有生出了极其踩踏事件 看着周边如此热情的粉丝 吴小凡也是略带歉意地说道 各位家人们 实在是不好意思 刚才在酒店里面准备新剧的稿子 所以出来的有些迟了 话虽然是这样说 不过只有吴小凡他自己清楚 他之前并没有准备什么新剧的稿子 而是一直在酒店房间内休息着 为了就是让这些粉丝多等一会 让他们越加的疯狂起来 只有这样 才能够烘托出他的影响力 和受欢迎程度 看着现场这般火爆的场面 吴小凡心中一喜 很显然 他所期望的预期效果 已经达到了 一个戏子 一群疯狂的脑残 看着车外的场景 萧和淡淡地说了一句 在与粉丝们 假意地嘘寒问暖了一波之后 吴小凡直接驾驶着 他的红色法拉利 迅速地离去 而那些个粉丝 看到自己的偶像男神 都已经离去 也就不再继续停留 纷纷驾车 或者步行散去 我们也走吧 萧和发动超跑 也是迅速地离去 我看营总先前那么淡定 看来是对那吴小凡 有着一定的了解了 车上 萧和好奇地问了一句 了解倒是不至于 只是我以前 在管理建业集团的时候 也会因为一些商业活动 与明星接触 所以 自然是对这些流量明星的 受众程度 有着一定的了解 尹雪燕笑着回道 原来是这样啊 萧和淡淡地说道 照此看来 还是他了解的太少了 有了无限秒杀软件之后 萧和从中获得了太多 但是相应的 因为时间太短 所以与那些真正长时间 踏足上层社会的人士之间 还是有着不小的生活经验差距 想必萧董 很少与这些娱乐明星接触 所以对于这些情况 不是很习惯 尹雪燕说道 倒是被你看出来了 萧和笑着道 两人有说有笑地聊着 没过一会 便是来到了万象 来复商业城的所属范围 萧和目光瞥了一眼身旁的银雪燕 自己将万象来复商业城的事物 都全权交由唐灵负责 这银雪燕 目前恐怕还并不知道 这商业城的所有人也是他 把车听到红路灯路口处时 正好一个电话 打到了萧和的手机上 看来电提醒 是唐灵打来的 萧和也没有丝毫的在意 直接接通了手机 喂 老板 商业城今晚有一个活动 我这边可能得晚一点回去 唐灵在电话中说道 行 自己晚上回来注意安全 萧和说道 在和萧和汇报完之后 电话迅速挂断 你的那位助理 听到刚才电话对面传来的女生 银雪燕开口问道 没错 你们之前见过的 萧和笑着道 银雪燕之前也去过萧和的别墅几次 甚至于有几次晨跑的时候 也是遇到过唐灵 虽然两人之间没有什么交流 但是彼此之间还是认识的 萧董 我有些好奇 既然对方是你的助理 那在名下的那些企业中 多少也会负责到一些管理工作 可是为什么我在你名下的这些产业中 并没有看到这位助理的身影 银雪燕好奇问道 在电话中 听到对方打电话 给萧和汇报工作上的情况 银雪燕的好奇心 也是瞬间被勾了起来 银总 我怎么感觉你突然间 变成了一个好奇宝宝吧 萧和笑着 把目光看向银雪燕 后者听到这话 还以为是萧和生气了 萧董 我只是有些好奇 没有其他的意思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他是贸业集团的副总经理 也就是萧和的下属职员 这对着自己的上司问话 确实有些不恰当 放心吧 我可没你想象中的那么小姐 看着一旁有些惊心的银雪燕 萧和笑着回道 他把目光看向窗外 然后突然道 银总 你感觉这个万象 来赴商业城如何 这个商业城 听到这话 银雪燕非常的好奇 他没有明白 这好端端的 对方问这么一句话出来干嘛 万象来赴商业城 目前可是说 算得上是物城的一个地标性建筑 其中商业 住宅 旅游 休闲等发展一体化 确实是个不错的地方 虽然是个不错的好地方 但是在我看来 为了修建万象来赴商业城 那往日热闹无比的物城老码头风景 却是再也看不到了 这实属一个遗憾 银雪燕开口说道 萧和笑了笑 这时代在进步吗 为了物城的发展 有些不适合的东西 终究是会被替代掉的 萧董说的也确实是这个道理 银雪燕说道 不过 萧董 你这突然间谈起万象来赴商业城 这算是有感而发吗 这倒不算 刚才银总不是问我有关助理的情况吗 她在万象来赴商业城 所以我顺带着提了一句 萧和一脸平静地说道 什么 听到这话 银雪燕瞬间不淡定了 像她这么聪明的女人 怎么可能不明白 萧和这句话 显然已经是为她先前的好奇给了答案 萧董 你是说 这个万象来赴商业城 也是你的产业 银雪燕无比震惊地看着萧和 嗯哼 萧和承认了 萧董 你真是让我越来越好奇了 银雪燕认真地打量着萧和 这个男人给了她太多的意外 不过在知道萧和的其他身份之后 她的心态也是慢慢地平和了下来 反正他们尹家已经是背靠上这棵大树了 对方越强大 那对于他们尹家来说 自然也就越发的好 好奇 不知道尹总是对我这个人好奇 还是对我某一点好奇呢 萧和笑着问道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银雪燕没有明白萧和话中的意思 你说呢 萧和意味深长地回了一句 感受到对方那道看似颇有深意的目光 银雪燕顿时脸红害羞起来 虽然不明白萧和话里面什么个具体的意思 但是就从那眼神中看 就隐约间感觉对方肯定是不怀好意的 行了 我这和你开玩笑呢 见银雪燕这样 萧和随口一句打破了尴尬的氛围 嗯 听到对话 银雪燕反倒是感觉心里面突然有些失落感 萧和驾驶着西尔贝穿梭在商业城的中心地带 倒不是他故意驾车来此的 而是因为商业城就位于临江大酒店和俄领峰别墅区的中间位置 想要驾车回去 那必不可免的需要经过此处 当超跑行驶到商业城一处区域大门入口时 在大门口处 无数的人流涌动 萧和在其中更是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吴小凡 萧董 看来你和这个吴小凡还挺有缘的 副驾驶坐着的银雪燕显然也是发现了吴小凡的身影 我对这家伙可没什么好影响 先前临江大酒店的事情我不想和他过多的计较 若是在万象来福商业城又闹出点什么动静的话 我肯定会给他好看 先前在临江大酒店的时候 这个吴小凡就给萧和带来了极坏的形象胆 若要是在万象来福商业城再出现先前那种情况 他绝对不会轻易地将其放过 萧和仅仅是看了一眼 便是迅速地驾车离开 十余分钟后 萧和送完银雪燕 自己也是回到了别墅 就在屁股刚坐下没几分钟的时候 他便接到了唐玲打来的电话 喂 萧和刚接通电话 对方立马传出唐玲有些焦急的声音 老板 商业城这边出了点紧急的事情 商业城 出了什么事 萧和问道 若是一般的情况 那唐玲肯定是和负责物业的丁格一同商量着解决了 既然是把电话都打到他这里来了 那事情绝对不一般 是这样的 今天晚上娱乐圈那位当红流量 小生吴小凡要到我们商业城来参加一场临时活动演出 因为粉丝数量太过庞大 现场的安保工作做得比较吃力 所以中间出现了眼中的争斗事件 现在吴小凡也已经出面了 说是要给他的粉丝维权 质问我们商业城的管理方 并要求我们这边对有过争斗摩擦的工作人员进行严厉处罚 并且还要管理层派人向他们当众道歉 唐玲在电话中道明情况 争斗 物业方面是怎么管理的 这好好的维持现场次序就行了 怎么突然间还和人生起争斗来了 萧和问道 一直以来 他对商业城物业中心方面的管理 还是非常满意的 对于这种突然发生争斗的情况 他也是非常的意外 这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我们物业管理方这边的人先动的手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萧和开口问道 老板 我已经对下面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询问了 他们都明确的表示 是吴小凡那边的粉丝先动的手 而我们这方的工作人员 一直是处于被动防卫之下的 唐玲点电话中回道 也就是说 责任不在我们这方 完全是对方主动挑事 对吧 萧和问道 没错 我已经询问了不少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 大家说法都是一样的 我们这边并没有动手伤人 萧和对于唐玲所说的话 并没有一丝的怀疑 再怎么 也是自己的助理 两人朝夕相处 也有一段时间了 对方的人品他 还是可以肯定的 除此之外 对于那个吴小凡 萧和打心底里厌恶 这件事情他总感觉没有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说不定其中就是这个吴小凡在搞鬼 这吴小凡不是在商业城参加演出吗 演出那边的负责方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萧和想了想问道 老板 这件事情闹出来之后 主办方也已经派遣专门开始对吴小凡谈话 而且和我们物业中心这边也是沟通了一番 说是尽可能的把这个纷争给平息下来 不过还说 希望我们商业城的管理方主动站出来 给那些粉丝们一个稳妥的说法 唐玲说道 让我们给个稳妥的说话 萧和听到这话 脸色瞬间阴沉起来 这主办方可真是够行的 你在商业城尽可能的安排工作人员 稳定好现场的次序 我现在就起身过来 说完话 萧和立马挂断了电话 这吴小凡不讲道理也就算了 没成想 那个演出的主办方脑子也是有坑的 明明整件事情是吴小凡粉丝那边搞出来的 竟然还好意思让他们商业城一方给出稳妥的说话 这明星还真就是要高人一等不成 一个区区的流量明星 真就仗着几个粉丝做衣仗 就想着蹦跌起来了 萧和起身去到停车场 直接驾车驶出了别墅 另一边 在萧和驾车驶离别墅的同时 相距不远的另一栋别墅内 银雪燕也是在窗外 把这一情况一五一十的看在眼中 而她的手上真拿着一部手机 手机屏幕上播发的一个短视频 这吴小凡还真是挺会给自己找麻烦的 银雪燕朝着超跑驶离的方向看去 在回到别墅之后 她因为无聊便是拿起手机刷了一会短视频 不过正巧刷到了有关万象 来附商业城与吴小凡粉丝发生争端的事情 现在又看到萧和这么急匆匆的驾车出门 很自然的便猜到了对方要去干嘛 一个普通的流量明星而已 在他们这些商人的眼中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就算是凭着银雪燕的人脉 想要收拾对方也是很容易的 不过这是关系到萧和 就对方的那些个身份 这样的事情恐怕还轮不到她去出手 另一边 萧和驾驶着超跑 仅仅十余分钟就赶到了现场 来到物业中心管理处 萧和很快便发现了身处其中的唐灵和丁格 现在情况如何 萧和问道 老板 吴小凡那边一直不松手 始终要我们商业城的管理方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 更是让我们严肃处理参与争端的那名工作人员 唐灵开口说道 那名工作人员呢 萧和问道 在那呢 唐灵指着办公室一处角落 萧和放眼望去 只见一名身穿安保服饰的工作人员 正衣着有些凌乱的呆坐在一旁 身边还有着一名物业的工作人员 在为其包扎伤口 见此情况 萧和立马走上前去 身上的伤严重吗 萧和开口问道 眼见是自家老板道来 这名安保人员立马站起身来 不严重 就是一点轻微的擦伤 萧和看了看 随后开口问道 你和我说说整件事情的详细经过 随后 这名负责安保的工作人员 将发生争端的整个起因经过 全都如实的和萧和汇报了一遍 这名安保所说的话 和先前唐龄给他汇报的如此一则 整个事情分明就是 吴小凡的粉丝恶意挑事 并且还无故打伤了他们商业城 维护现场次序的工作人员 既然作为商业城的老板 那他自然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放过对方 行 这件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 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好 我明天一早会让财务那边给你发一笔奖金 然后再给你批一周的假期 自家好好地回家休养一段时间再来上班 萧和笑着说道 对于自己的员工 他是绝对不会吝啬的 这时候也差不多了 带我去见一间吴小凡和活动的主办方 我要好好的向他们讨要个说话 萧和开口道 之后 在唐龄一行人的带领下 萧和来到了万象来复商业城的一处展厅 在这里他并没有见到那个吴小凡 不过活动主办方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在其中 老板 这位就是他们活动方的主要负责人 丁葛上前指着一名中年男子说道 看到突然出现的丁葛一行人 那名主办方的负责人也是一脸好奇地打望着萧和 毕竟萧和被这么多人围着 这身份肯定是非同一般的 丁总 这位是 中年男子看了眼萧和问道 这位是万象来复商业城的老板 萧先生 丁葛介绍道 万象来复商业城的老板 中年男子看着萧和 眼中也是非常的诧异 他没有想到 这么大一个商业城的幕后老板 竟然会是一个年轻人 萧先生 你好 我是天和娱乐的编导杨明 中年男子自我介绍道 杨编导 你好 我刚才听下面的人说 你们活动的主办方 想要我们商业城方面 给一个合适的说法 是这样的吗 萧和语气平淡道 听到萧和的话 杨明内心微微一颤 他是怎么都没有想到 今天商业城内发生的争斗事件 竟然会直接把万象来复商业城的幕后老板 都给惊动出来 虽然自己背后的天和娱乐 也是一家名望在外的大企业 但是自己仅仅只是其中的一名编导而已 在对方这般大佬的眼中 恐怕真算不得什么 不过纵然如此 但是想到自己是代表着天和娱乐 他的心里面也是平稳了不少 反正出了什么事情 有天和娱乐总公司那边撑腰 他也不怕什么 萧先生 事情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天和娱乐 这次在武城 有一个重要的影视拍摄 今天晚上的活动会员 也是为了那部影视拍摄 进行宣传的 不过在此过程中 你们商业城管理方有员工 竟然无故的对我们公司旗下一人 吴小凡的粉丝产生了斗殴行径 希望你们管理方 能够给予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杨明开口说道 照杨编导的话来说 这件事情都是因为我们商业城的员工 无故声势引起的咯 萧和问道 没错 还不等杨明说话 在会展厅的右侧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走了过来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吴小凡 你肯定就是商业城的负责人了吧 吴小凡看着萧和 开口说道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们商业城的下属员工 嚣张跋扈 竟然公然的对我粉丝大打出手 这件事情 你们要是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是绝对没完的 并且对于那个动手打人的安保人员 你们商业城的管理方 必须将其辞退 要不然 你们商业城 有着这么恶毒的安保人员 那我后续 还怎么继续在你们这里 进行识经影视剧的拍摄 吴小凡语气坚定道 听到对方的话 萧和眉头微皱 这一接触他才知道 这个吴小凡 不单单是嚣张跋扈 整个人似乎还有些傻 在万象来福商业城拍摄 就对方这个品性 对方就算是想在商业城里面 实景进行影视剧的拍摄 他也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行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照这样看来 我们双方也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萧和直接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喂 是十一 在电话中 萧和将万象来福 商业城内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告知了相关部门 本来整件事情就是对方的粉丝先行动手的 既然这吴小凡要这么蛮横无理的争论下去 那他只需要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 请专业的人来调查整件事情的具体经过了 在听到萧和拨打抱绝电话之后 一旁原本极其嚣张的吴小凡 也是微微一愣 他抱绝了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会如此的直接 作为商业城的老板 难道对方都不顾及一下商业城的名声吗 毕竟若是出了什么大事 那商业城的人气值肯定是会大受影响的 而且再加上自己是当红流量小生的情况之下 这带来的影响肯定是还会更大的 可是赵现在看来 对于根本对此没有丝毫的在意 除此之外 还有一点是最让吴小凡担心的 这次粉丝与商业城员工发生争执的情况 那其中可是与他有着一定的关联 这争端其实是他故意安排粉丝制造出来的 为的就是给自己增加流量热度 粉丝与商业城的安保人员发生冲突 制造出一种商业城安保嚣张跋扈的形象 那等到最后 自己再主动站出来给粉丝发声力挺 那不单单是博取了粉丝们的好感度 更是借此机会制造出了一定的热度 虽然他知道这种事情也有一定的危险性 但是自己可是当红的热门流量小生 他可不认为商业城方面 会为了一个区区的安保人员与他升起事端 毕竟对于一个当红的流量明星而言 这背后可是有着极大影响力的 萧先生 这件事情依我看 还是双方自行商讨着解决才是最好的 安静片刻之后 在吴小凡身旁的杨明开口了 其实这件事情他多少也是知道一些的 但是吴小凡再怎么说 也是天和娱乐的当红流量小生 他一个编导就算是想多说些话 但那也得对方听得进去才行 若是两方商讨着解决还好 但是一旦对方让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介入其中 那真要是把结果给调查出来了 那后续带来的影响可是非常大的 而且说到底 真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凭着吴小凡那当红流量小生的背景 娱乐公司方面肯定是对其进行力保的 最后到头来承担责任的 绝对会是他这么一个小编导的 毕竟在大公司里面生存 他对于这些事情是看得非常透彻的 照刚才你们这位吴先生的话来看 我们双方自行商讨肯定是无法进行的 我感觉还是有关部门来处理更加稳妥一些 萧和淡淡的说道 对方刚才不是很狂吗 想要他们商业城方面更一个合适的说法 行啊 一会等人相关人员把事情真相调查出来一个 那绝对会有一个合适的说法 只是那时候到底是谁给谁一个说法 就说不定了 眼见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那杨明也是没有办法 只能把商业城发生的事情打电话告知 天和娱乐总部高层 至于那吴小凡 先前还有些紧张 但是稍稍一想便是平静了下来 在他看来 就算是对方报了警 他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反正到时候公司肯定是不会放人不管的 凭着自己现如今的流量地位 公司绝对会利保他 到时候随便丢出一个工具人 摆平此事就行了 因为现场有着萧和一行商业城的管理人员 为了向天和娱乐的高层方面汇报此事 那杨明只能是与众人相隔一段距离 在打通电话 看着对方鬼鬼祟祟的 他隐约间便感觉到了 其中肯定是有问题的 喂 大晚上的打电话来有什么事 电话接通后 一道语气不悦的声音传了出来 杨明听到电话里的拿到声音 立马回道 刘董 不好了 万象来福商业城这边出大问题了 大问题 电话对面直接道 快说 出了什么大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 我带着吴小凡 在万象来福商业城 这把准备看展新剧的推广宣传活动 不过 几分钟时间里 杨明在电话里 将整件事情全都如实地告知了对方 一听这话 对面的那位刘董 也是不再淡定了 行 你先稳住对方 我立马去安排 那吴小凡 可是天和娱乐 花费了极大财力物力等资源 推上来的当红流量小声 若是因为这件事情出了纰漏 那对于他们娱乐公司 先前所做的努力 可真就白费了 作为公司的高层 他必须尽早地做出打算才行 另一边 唐玲也是把目光看向萧和 老板 这件事情 我们若是惊动了有关部分 那对于我们商业城 恐怕也是非常不利的 唐玲担心萧和没有想到这一点 所以便出声提醒道 你说的这些事情我都知道 放心吧 我有把握的 萧和看了一眼对面的吴小凡 一脸淡然地说道 对面那家伙 他看着真的是感觉恶心 既然这麻烦事 是对方主动惹出来的 那他自然不会就这么轻易地 将其放过 一旁的唐玲剑萧和这般态度 也不再多说什么 虽然不知道自家老板 为什么会如此的自然 但他只是一个助理 这时候乖乖地听话就行了 双方就这么静静地僵持了十几分钟 在等候了一会之后 在展厅的入口处 又再次赶来了两男一女 为首的是一名身穿西装的中年男子 看另外两人的样子 应该是中年男子的下属职员 刚看到三人赶来 那杨明立马恭敬地迎了上去 贺总 您终于来了 中年男子扫视了一眼全场 然后把目光看向面前的杨明 杨鞭道 你可真够行的 这才短短的一回功夫 竟然给我惹出来这么大的麻烦 听到中年男子的责备声 杨明虽然心里面憋屈 但却是一句话也不敢说 中年男子也没有过多的理会杨明 直接朝着萧和一行人的位置处走去 一旁的杨明健壮 也是赶忙间跟了上去 贺总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便是万象来福商业城的老板 萧先生 杨明赶忙间开口介绍道 萧先生 你好 我是天河娱乐的副总经理何承华 何承华笑着说道 先前接到总部刘董打来的电话 他就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了 这次误程执行 总部派他一个副总经理同行 可见对这次新剧推广活动的重视程度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在他的带领下 竟然会弄出现这样的事情 何总 你好 萧和也是礼貌性的回了一句 萧先生 其实今晚这事都是一场误会 我们大可不必闹成现在这副模样 依我看 还是大家平静下来 好好地商量解决 如何 何承华面带笑意地说道 整件事情的经过 他都已经是非常清楚了 错过方本来就在他们 若是真把事情给闹大了 那到时候 肯定是一件麻烦事 尽管这件事情 对于天河娱乐来说 想要摆平并不是多大的难事 但能商量着解决 总是最好的 商量着解决 萧和淡淡地说道 我看就不用商量了 这种事情 还是交由专人人士 来解决最为合适不过 对于天河娱乐 萧和也是有着一定的了解 华国比较出名的娱乐公司之一 不过终归是娱乐行业 别说是一个副总经理了 就算是天河娱乐的董事长 来和他谈 那也是同样的结果 这吴小凡 既然敢接连 在他的地盘上闹事 那他就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对方 何承华在看到萧和的态度之后 面色也是一尘 很显然 这件事是没有那么容易摆平了 萧先生 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 若是这件事情闹大 那不管是对我们天河娱乐 又或者是你们商业城 那肯定都会有着一定的影响 您难道就真的不打算再考虑一下 何承华说道 没得考虑的 我相信 一会专业人士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萧和默不关心地说了一句 这 听到这话 何承华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对方的态度如此强硬 那肯定是铁了心的 不想再做商量 这种情况之下 他一个天河娱乐的副总 也做不了什么 真当了最后 也只有做最坏的打算 等到事情被揭露出去之后 尽快地丢出一个顶包的 把这件事情解决好 反正吴小凡这边 是绝对不能出问题的 要不然 公司的损失可就大了 与此同时 在天海市的一栋别墅内 天河娱乐的董事长刘远波 正在接通着一道电话 李公子 这事确实是不好意思 我没有想到 那么萧先生 竟然还有这如此身份 请您放心 那吴小凡的事情 我一定会严肃处理 请您放心 简单的几句话之后 电话被挂掉 刘远波擦了擦头额上的汗水 他万万没有想到 因为今晚的事情 那位红达的李公子 会亲自打电话过来 吴小凡啊 吴小凡 就因为你个蠢货 差点连累整个天河娱乐 刘远波现在 恨不得将对方一巴掌拍死 他一刻也没有停留的 拿出手机拨打了电话 真要是慢点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在万象来服商业城 相关部门的人很快到场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带队前来的是一名年轻女子 萧和也认识 正是上次在商业城 遇到李恩俊那件事情 来此的治安队 第二支队副队长张亚新 张队长 萧和看着张亚新 笑着招呼道 原来是萧先生 我听说这商业城内发生了争斗事件 是这样的吗 张亚新开口问道 没错 萧和点头继续道 事情是这样的 那位吴小凡吴先生 一口咬定说 我们商业城的工作人员 与其下面的粉丝发生了争端 因为双方没办法协商明白 所以我打电话 麻烦你们专业部门前来处理一下 张亚新听了萧和的话 然后再把目光看向了在场众人 麻烦各位配合一下 凡是争端发生时的现场当事人 都和我们回去一趟 我们要进行相关调查 张亚新开口说道 这两边的人身份都不一般 争端事情 必须仔细调查之后 才能做出结论 就这样 治安队的人 在现场整理了一些相关的监控视频 和抽查询问以后 便是将所有与争端事件 有关的人都给带了回去 因为先前吴小凡态度强势 更是亲自指出 商业城的工作人员 推丧争斗自家粉丝 所以自然也是被一并带回 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后 数名当事人被治安队带回调查 当看到吴小凡被带走的时候 萧和倒是一脸都无所谓 不过那何成华脸色却是铁青 吴小凡一旦被治安队的人给带走 那肯定是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若是外界传出点什么风言风语的 那对于他们天和集团来说 都是带来很大的损失 不过 既然人都已经被带走了 他也是无可奈何 最终会发展到何等地步 那也只能是看治安队那边的调查结果了 若是背后真到了没有半分的地步 就看天和娱乐总部高层如何商量 行了 既然这事情都已经交由相关部门来处理了 那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处着了 萧和看向身后商业城的几名管理人员 开口说道 你们都散了吧 都加班那么久了 早点回去休息 听着萧和的吩咐 商业城的工作人员逐一离开 而另一边的何成华一行人见此情况 也是没有丝毫的办法 只能是离开商业城 去到入住的酒店 等候治安队那边的通知 等到晚上十点左右 治安队那边有结果了吗 在别墅的客厅沙发上 萧和对着唐灵问道 暂时还没有 我先前与治安队那边联系过的 对方说 那吴小凡一口咬定 是我们商业城的安保人员 率先无故殴打他的粉丝 再加上当时现场人多 仅是通过商业城那几个区域的监控影像 根本就没有办法确定事情的真实情况 唐灵一五一时的汇报道 那我们商业城的安保人员可是有伤在身 这些应该也能够提供一定的线索依据吧 萧和说道 老板 治安队那边对于我们商业城那名受伤安保的身体情况 也进行了检查 确实是属于殴打所致 不过那闹事的粉丝身上也是有着不清的伤 哦 萧和倒是没有想到 对方身上也有着伤 通过先前的了解 萧和知晓到商业城的那名受伤安保 并没有动手打过闹事的粉丝 那么对方这出现的伤痕 可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苦肉计 既然是这样 那就等到治安队那边的调查结果吧 现在没有丝毫的头绪 萧和也难得去想那么多 反正等到治安队那边调查后 这事情到底是什么的情况 定然会水落石出的 唐助理 你想回房间去休息吧 萧和淡淡的说道 在之后 萧和在客厅待了一会后 也是回房休息 第二天一早 萧和从睡梦中醒来 换好衣服走进饭厅之后 正坐到餐桌上吃起早餐 老板 有关于那个吴小凡的事情 已经有了新的消息 见萧和出来 正在客厅沙发上坐着的唐灵 走上前道 什么新消息 萧和好奇道 是这样的 就在一个小时前 治安队那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说 那升起事端的粉丝 已经开口承认 是吴小凡给了他一笔重金 吩咐他在现场这样做的 不单单如此 对方还专门提供了相关线索物证 经过调查 这一切确实如同 那名闹事粉丝所说 唐灵开口说道 嗯 当听到调查结果出来的时候 萧和也是微微一愣 他有些好奇 这件事情竟然如此轻松的 就给调查清楚了 凭着吴小凡现如今的身份 他背后的那个天和娱乐 必定会出手处理才是 毕竟若是吴小凡出了什么事 那对于天和娱乐来说 可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治安队那边 真是这样说的 萧和再次开口确认道 老板 这确实是治安队的工作人员 打电话过来告知我的 不单单是如此 他们还在调查中发现 这吴小凡在此之前 还做过不少类似的事情 而且 其中还有着不少参与斗殴 骚扰粉丝 行为不检等等不当行径 并且是证据确凿的 这吴小凡经过此事之后 不单单是星途完了 恐怕那后面很长一段时间 都只能在里面度过了 唐灵将治安队那边传来的消息 全都告知了萧和 这家伙 看来不止自己一个人 看他不顺眼啊 萧和淡淡一笑道 就凭着治安队那边的情况来看 很明显 是有人在背后主动收拾吴小凡 如若不然 为何对方的黑料 会在这个时候 全盘被调查出来 他只是想着 给吴小凡一个教训 而背后出手之人 那可以没有丝毫的留守 直接就是想着 要吴小凡的命 既然吴小凡的事情已经解决 萧和自然也不再去多想 吃过早餐之后 萧和坐在客厅沙发上 正准备打开 无限秒杀软件的时候 一道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 萧和没有多想 直接接通了电话 喂 您好 请问是萧和萧先生吗 电话里面传来一道恭敬的声音 我是 你是 听着对面的陌生声音 萧和问道 萧先生 您好 我是天和娱乐的董事长刘远波 天和娱乐 知晓对方身份之后 萧和感到有些好奇 自己才把对方公司旗下的 当红流量小声弄垮下去 现在这个当老板的来找自己 有什么事 而且从对方的语气中 带着一丝恭敬之意 很显然不是来找他算账的 刘董 不知你打电话过来 是有什么事吗 萧和语气平淡的问道 萧先生 我今天打电话过来 是向您道歉的 实在是不好意思 昨天吴小凡的事情 给您添麻烦了 电话中传来刘远波 歉意的声音 听到这话 萧和心中仿佛想到了什么 刘董 那吴小凡的事情是你处理的 萧和心中虽有疑惑 但是也感觉自己猜得个八九不离十了 没错 那吴小凡简直是太过嚣张跋扈 是该给其一点颜色瞧瞧 不知道萧先生 对于我的这个处理办法 满不满意 刘远波直接承认道 从那位李公子那 他已经了解到了 不少有关于萧和的信息 对于对方能够知晓 自己所做的一切 那自然也不会有太多的意外 都是聪明人的圈子 这种事情只要是稍稍一想 就能够明白过来的 嗯 刘董这个事情处理的还算不错 就吴小凡那样的人 早就应该好好地处理一番了 要不然迟早会给你的天和娱乐 带来大麻烦 萧和淡淡地说道 没错 萧先生说的对 尽管听到萧和这话 那刘远波的心里面感到一阵憋闷 但是他也只能是强装笑意回复着 因为这吴小凡 他们天和娱乐 可是承受了不小的一个损失 现如今对方得罪了萧和这样的大老级人物 那该丢也只能丢了 只要公司没有受到影响 他大不了再花费大力 重新培养 推举出一位新的流量明星 萧先生 出了这样的事情 本来我应该第一时间当面过来 向您赔罪的 不过因为工作上的原因 我现在人在天海市的 不知道您后续何时有时间 我这边搭乘飞机过来 亲自上门向您赔罪 刘远波在电话中 一脸热忱地询问道 出了这样的事情 那他肯定是要亲自上门 向萧和赔礼道歉的 若是可以的话 趁机看能不能再攀上一些关系 损失了一个吴小凡 要是能够结交上这样的一位大老 那算起来也是没有什么损失的 刘董 你这个新意 我领了 不过 想来你那天和娱乐事情也是不少 这上门赔罪 就没那个必要了 萧和直接开口拒绝道 对于那刘远波心中所想 他自然也能够猜到一些 这算盘还打得不错 那吴小凡的事情可是惹得他非常的不爽 现在这刘远波还想着借此机会 与自己攀攀关系 这有那么随便的事情吗 再说了 他可没有兴趣和娱乐公司 扯上一些不必要的关系 萧先生 我 电话对面的刘远波微微一愣 他没有想到 自己会被对方如此果断地拒绝 听着电话里面的断线声音 他也不敢有着丝毫的怒气 只能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凭着对方的身份 他是真的没有生气的资本 接完电话之后 萧和迅速地点开了手机上的 无线秒杀软件 股票预言卡一张 有效期五分钟 无线秒杀价88元 股票预言卡 萧和想了想 便将其购买下来 商品已发放 自动存入到 无线秒杀存储空间 同一时间 在无线秒杀软件的储存空间之内 一张卡片模样的东西 真存放在其中 萧和将其点击 随后再查看了一下具体的卡片使用功能 住 通过预言卡 将可以随机查看到 股票市场中所有股票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盈亏走势 整体限时五分钟 时间一到 即预言卡失效 查看股票的盈亏走势 当知晓这张股票预言卡的功能之后 萧和也是非常的震惊 股票市场的利润 可是非常巨大的 当然了 里面的谁也是非常的深 若是自己能够知晓 其中那些股票 未来一段时间的盈亏走势情况的话 那完全可以花费高价 购入那些 未来会有巨大涨幅程度的股票 真要是这样 那其中定然可以实现巨额的收入 没有多想 萧和迅速的拿起手机 点入应用商城 下载了一个股市APP软件 因为预言卡的效果时间 仅仅只有五分钟 自己必须在使用之前 做好必要的相关准备工作 要不然 那时间可就白白的浪费了 下载完股市APP软件 萧和点入其中 做完这一切 他再进入到无限秒杀界面 将那张股市预言卡点击使用 在点击使用的一瞬间 萧和看着手机屏幕上的 无数股票代码 也是出现了巨大的变动 在每一只股票的顶上位置 都出现了一条红色 或是黑色的细小曲线 红色代表着上涨 而黑色则代表着下降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萧和将黑色曲线忽略不计 将所有的注意力 全都放在了红色曲线股票上 天府食品 一个月内股票上涨波动20% 毛市酒夜 一个月内股票上涨0.5% 阿达科技 两个月内股票上涨5% 大米良田 短短五分钟的时间里 萧和将能够翻找到的 红色曲线股票 全都看了一遍 最终 他将目标落定到了一支 名叫华盐铝业的 金属制品研发集团上 这家公司常年亏损 已经到了近乎破产的境地 其股票价格更是每股 低到了每股价值一元以下的程度 不过就在就在半个月之后 该企业将会研发出一款牵连电能发展的机械部件 可以极高效率的提高新型能源的动力源不足问题 也真是因为如此 这华盐铝业也是起死回生 整体的公司股票市值 更是上涨到了惊人的每股近50元左右 从零点几亿股直接上涨到每股50元 这其中可是近50倍的利润 若是他投资一个亿 那到手至少也是50亿的上涨额度 当然了 前提是所买公司发行的股票有那么多才行 唐助理 你会操作股票吗 萧和看了眼正在一旁办公的唐灵问道 老板 我是金融专业毕业的 以前大学时候也适当的投资过股票 唐灵好奇的看着萧和 老板 你是准备投资股票吗 没错 萧和点点头 然后直接发送了一串华盐旅业的股票 代码到唐灵的手机上 唐助理 你给我购买这家公司一千万股 时间越快越好 听到萧和的话 唐灵也是点开手机 开始查看起华盐旅业的相关信息 老板 你确定要购买这只股票 这华盐旅业 可是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 这要是真买一千万股 那可就全砸在手里了 买吧 我有自己的打算 萧和自信道 按照股票预言卡上面的信息 萧和很确定 后续这个华盐旅业的股票 会随着技术成果的突破 而股票大涨 这一千万也不过就是个开胃菜 为了不让华盐旅业那边怀疑什么 萧和需要一点一点的去收购 以此让对方的持股人放松警惕 很快 在唐灵的一番操作之下 直接购买了一千万的华盐旅业股份 老板 这华盐旅业本身经营不善 而且他们的资金链 也近乎是到了破产的地步 您为什么会突然想着购买他们的股票 唐灵内心非常的好奇 毕竟是金融专业出身的 以他的眼光来看 萧和选中的这只股票 根本就是赔钱的主 说的再难听一点 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垃圾股 在他看来 萧和应该是不懂股票的 按照网络上的信息就可以查出 这个华盐旅业连续几年都处于严重的入不敷出 整体的负债率已经是高达80%往上 就这样的数据 那股票价格就算是再低 那在股市之中 都是没有人会去正眼瞧一下的 他是真的想不通 自己这一向精明的老板 为何会做出这般不明智的决定 这是脑子抽风了 又或者是被人给骗了 甚至是钱多了 没地方去花 就在唐玲猜想之际 一旁的萧和开口了 现在华盐旅业的股票数据如何 唐玲看了看电脑中相关的华盐旅业股票涨幅图 老板就目前为止 华盐旅业的股票每股上浮了差不多一毛钱左右 嗯 还算不错 萧和点点头道 我这投进去的一千万 虽然赚的不多 但是终归赚了一些 萧和倒不是在意 股票目前是亏是赚 说这番话无非就是随便说说而已 反正通过股票预言卡 他早就知道了华盐旅业的股票最终涨幅结果 至于这过程根本就不重要 听到萧和的这番话 一旁的唐玲则是有些发了 难道这华盐旅业真的有什么特别的不成 怀着好奇的心情 他点进了股票交易信息中查阅情况 这仅仅是简单的一查 很快便得到了结果 老板 虽然这股票是上涨了 不过其中也是因为您突然投入的一千万元进去 而产生的一种假象效果 若是我估计没失误的话 这样的情况恐怕持续不了多久 就会迅速的回落到先前的价格位置 时间一点点过去 果然 唐玲分析的没错 华盐旅业的股票在萧和买入一千万时 有了小幅度的上涨 但是后面又开始微退下去 老板 股票价格下跌了 只比先前还少了百分之零点五个点 唐玲向萧和汇报道 这一千万可不是比小数目 就这么稍稍一跌 几大万就给没了 嗯 我知道了 一旁的萧和暗动着手机 似乎并没有当其是一回事情 唐助理 既然这股票下跌了 那你就再帮我买五千万的股票吧 唐玲 在听到萧和的话之后 唐玲一时间差点没有反应过来 老板 你这五千万还是 萧和点点头 还是继续买华盐旅业的 先买五千万的 等到后面价格恢复平稳之后 继续买入 这华盐旅业的股票有多少 我就要多少 唐玲一脸震惊的看着自家的老板 花费如此多的现金流 投入到一只即将濒临破产的企业股票当中 自己老板多半是被人给骗了 老板 这华盐旅业的股票 根本没有任何一丝的增幅空间 你看要不要换一只 唐玲忍不住开口劝说道 他知道萧和不差钱 但是 这可是整整的五六千万元 也用不着拿来这样浪费吧 没事 你继续买就行了 等到后续 若是华盐旅业那边有股票抛售出来 你也不要犹豫 直接将其大把收过来就是了 啊 好吧 唐玲点点头道 到现在 他也有些好奇 自家老板 为什么突然对这只毫无潜力的股票 这般执着 不过等到后续 这答案肯定是会被揭晓出来的 与此同时 在华盐旅业的总部 已经会议室内 整个公司的所有域执行股东 都是禁数到场 先前股市里面出现的动荡情况 自然也是引起了在场众人的注意 你们都来分析分析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为首的一名中年男子 开口说道 此人正是华盐旅业 现任董事长张万宏 在集团的股份中 占据21%的股权份额 除了他之外 静坐在会议厅现场的 这些歌集团股东中 他们大多都有着 5%到10%左右的股权份额 这人真的奇怪 竟然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 已经直接收购了 我们华盐旅业7000多万股 这家伙 难道是分了不成 就算我们华盐旅业 现如今的股票价值 已经低破了每股一元的超低价格 但是想要一次性 拿下那么多的股份 这至少也得五六千万才行 对方难道是买错了 要说买错 我感觉这样的可能性非常低 毕竟对方是先后两次买入 而且就在这段时间里面 也是在陆续的开始买入 众人分析了一会 皆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毕竟华盐旅业的整体形式摆在那里 这妥妥的就是一个赔钱货 别说是让人买了 就连他们这些企业的股东们 都在想法设法的 把手中的股票给丢出去 现在就是早脱手早脱身 然而这么突然的出现一名神秘买主 在大肆收购公司的股份 这简直就是在黑暗中 给了他们这些焦躁不安的人 一根火烛 现场已经不知道 有多少股东在心底里打起了小算盘 想着看能不能私底下联系到 这位神秘买主 借此机会将套在他们手中的股份 全都给丢出去 安静片刻之后 坐在会议桌最前方的 华盐旅业董事长张万红 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对着一旁的助理 小声吩咐了几句后 助理转身离开 几分钟之后 助理领着一名身穿白色研究服的中年男子 走进了会议室内 董事长 人已经带来了 嗯 张万红把目光看向了这名身穿白色研究服的中年男子 董事长 不知您找我来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中年男子看着在场的众多企业股东 一脸的茫然 刘组长 我这次找你来 就是想向你询问一下 有关于新能源发动机动力研究的进展如何了 张万红开口问道 他们华岩旅业 现如今之所以会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 其实很大程度上 还是他们高层管理一个决策上面的失误 当初为了发展研究新能源发动机动力升级 使得企业在上面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 而且 这一研究 就是整整的两三年时间 因为一直没有取得实际性的紧张 接连着导致企业 在资金链和其余发展项目上 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可是很明确的说 现在研华旅业这般模样 其中起到绝对性因素的就是因为这个新能源发动机动力项目研究 按照现如今的情况来看 若是这个项目能够研究成功 那他们华岩旅业将会再创辉煌 若是研究失败的话 那也只能是面临破产倒闭的局面 张董 目前新能源发动机动力研究已经进入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 只要能够成功 那这份专利技术将会是独此一家的 不过 刘组长说到 这停顿了下来 不过什么 张万宏开口询问道 不过也正是因为最后一步 其难度非常之巨大 我们研究组的研究人员已经研究了近乎半年多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 进展依旧有些缓慢 刘组长开口回道 听到此话 在场的众位企业股东也是面色一沉 这个新能源发动机动力研究 是当初他们共同拍板决定的 那个时候 大家都看中了 其研究成功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回报 却是把其中的困难已经可能出现的一些意外情况给忽略了 可以说 现在华颜旅业成为这般模样 他们每个人都是有着一定责任的 有进展总比没有好得多 张万宏继续问道 那这个研究项目 你们研究组有多大的把握 刘组长沉默了一会 随后开口道 张董 这个研究项目的成功率是有的 但是照目前的实验数据来看 我能够保证成功率在15%左右 一听此话 在场所有人皆是沉默了下来 原本他们心里面还是抱着一丝希望的 可是在听到这个成功率之后 那希望和失望没有什么区别 15% 华颜旅业现在根本就拖不起了 别说是15%了 就算是50% 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不敢去赌 这研究成功的可能性太低了 直接是把他们心中所有的期望都给彻底打破了 在场已经有不少的股东打定主意 趁着现在有人大肆收购他们华颜旅业的股份 还是早一些将其卖出为好 现在卖出去至少还能换到一笔钱 这样是真的等到企业破败倒闭之后 那股份和废纸没有任何的区别 此时 在乌城的俄领峰别墅内 萧和已经在一个专用账户中 汇进了数亿的现金款项 这笔钱就是拿来专门拱唐龄这段时间 收购华颜旅业股票所用的 这华颜旅业的股东怕是开始坐不住了吧 萧和喃喃自语道 自己现在收购华颜旅业的股份 那些原企业的股东们为了急事的止损 肯定会借此机会将手中的股票都抛售出来 反正他已经吩咐了唐龄 只要对方企业有人抛出股票 那不带一丝犹豫的直接将其购入进行了 至于那些处在观望状态下的股东 他也是丝毫不会担心 距离华颜旅业的科研人员把性能源发动机动力研究成功 还有这一段时间 在这些时日里面 随着大局涌动 他不相信那些人稳得住心态 就算是有人沉定到了最后 那对于萧和来说也是无所谓的 反正他不论如何都是稳赚不赔的 时间一点点过去 等到傍晚时分 萧和接到了老妈杨雪梅打来的电话 喂 老妈 萧和接通电话说道 儿子 吃晚饭没 电话中传来杨雪梅的声音 吃了呢 萧和回道 自己一个人在乌城可得好好照顾身体 这赚钱固然重要 但是身体健康也不能放下 知道了吗 电话里面传来杨雪梅关心的话语 妈 我知道了 你们就放心吧 萧和笑着回道 行 老妈 就是打电话过来和你唠唠家常什么的 爸妈在家里都好 你自己 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 其他的都不用担心 对了 就是你那感情方面的问题 可得加把劲了 简单的聊了一些家常之后 电话便是被挂断 萧和静靠在沙发上 自从他毕业走出社会以来 这老爸老妈 时常都会打电话过来 询问一下他的具体情况 这在以前自己 才来物诚实习的时候 远在老家的爸妈 就经常打电话过来 询问自己 有没有生活费什么的 现在知道自己不差钱了 也是开始担心自己因为工作太过辛苦 而忽视了身体健康 距离上次春节回家 差不多半年时间了 也是时候回去一趟了 萧和打定主意 决定明天回家一趟 反正下面的产业 都有相关的人在负责 他完全就是一个甩手掌柜 趁着时间还早 萧和一个人 驾车朝着最近的购物商城驶去 既然是回家 那肯定得给父母 带些礼物回去才是 自己老爸喜欢抽烟喝酒 那这烟酒 肯定是少不了的 而老妈这边 平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 萧和想了想 绝对为其购买一些 玉制手镯饰品之内的 毕竟顶尖的玉器有灵性 戴在身上也是有好处的 驾车来到鱼中的时代购物商城 萧和把车停好后 便是迅速地朝着商城内部走去 在这里 他先是去到几家高端的服装商城 专门为父母精挑细选了十余套服饰 虽然说自己将印江玉那里的房租 一部分是挂靠到了老妈的账户上 二老在经济上面 肯定是不差钱的 但是一向节约习惯的他们 肯定是舍不得开销太多的 购买完服饰之后 萧和友再次去到烟酒赚取 直接订购了五箱酱箱型飞天茅台 一整箱的黄鹤楼999 除此之外 萧和还购买了几盒顶级的龙井茶叶 逛了一会之后 萧和正巧来到了一家高端玉制品的专卖店门口 他想了想 随后朝着店内走去 先生 您好 欢迎光临唐墨世家专卖店 请问有什么需要 店内的一名女工作人员 热情地来到萧和面前说道 对于这个唐墨世家 萧和还是有着一定了解的 先前才搬入到鹅岭峰别墅区的时候 那银血燕就是给他送了一份唐墨世家的预制品 作为见面礼 这个品牌历史悠久 其中的预制品 不管是做工还是选材方面 都是非常不错的 萧和一开始就想着 给自己老妈买预制手镯之类的 既然刚好碰到了唐墨世家的专卖店 自然是选择进来逛上一逛的 您好 我想要替父母选一款合适的预制品作为礼物 麻烦你帮我推荐一下 萧和淡淡地说道 先生 我们唐墨世家的预制品品类丰富 请问您这边有品类一项吗 比如说手镯 项链 戒指 耳式等等的 接待萧和的这名女工作人员 一脸柔和地问道 暂时没有 要不你先带我看看吧 萧和说道 好的 先生 女工作人员笑着道 我是唐墨世家的导购员陈丽 接下来将由我为您提供服务 您请这边来 随后 陈丽带着萧和进入到唐墨世家内部的 预制品展厅中 开始一一对展厅中的各类预制品 作者介绍 先生 这是我们唐墨世家主打的冰翠玉手镯 整体选用的是一级高翠绿翡翠 整体的结构简单 触感圆润 非常的适合中年女性佩戴 还有这款预制的金香玉吊坠 整体上面有手工刻制的莲花花纹 高贵 而且不失典雅 也非常适合中年女性佩戴 这里有一级绿花边翡翠制作出来的预制手串 对于您附近那一类的中年男性都非常的合适 对于佩戴者本身的身体方面也是具有极大好处的 陈丽在萧和面前不断的介绍着 对于眼前的这些预制饰品 各种类型的应有尽有 这唐墨世家不愧是从事预制品制作 已经有着上百年的历史 确实在方方面面都是很不错的 不过这预制品可不比其他的 预石有灵 那说的是顶尖的预制原材料制作而成的手饰品 若是购买一般的 那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这些预制品都还不错 不过 我想看一看 你们这里更加高端一些的 萧和淡淡的说道 听到这话 张力微微一笑道 先生 请您这边来 在陈丽的带领下 萧和来到了唐墨世家的最理处 在这里 不同于外面的种类繁多 仅仅只有这个十余种款式的预制品可供挑选 先生 这里是我们唐墨世家最为高端的预制品 陈丽说道 萧和开始四处打量起来 看着一个个独立掌柜中的预制品 虽然他不懂如何去品预 但是仅从各类预制品本身的色泽和样式方面 就可以大致感觉出一些异样 特别是那个价格方面 一开始看的那些 价格普通都是在数千到几万之间 而进入到里面区域之后 这些预制品整体上的价格简直是翻了个翻 萧和大致看了一下 其中价格有十几万的 几十万的也有 特别是居中的那款预制手镯 整体呈翠绿色 更是属于地位绿翡翠材质 价格上更是高达上百万元 先生这里面的预制饰品 整体上都是选用的最为顶级的非处材质 所以相应的价格上也会贵上不少 陈丽见萧和面色有些惊奇 也是立马开口解释道 唐默世家属于顶尖的预制品定制品牌 时常都会有顾客来此挑选预制品 像萧和刚才的那种反应 他也是在许多顾客脸上看到过 嗯 听到陈丽的话 萧和只是微微一点头 送父母预制品礼物 他肯定是首选里面这些 他仔细的看了看 最后选择了六款预制品 其中三款顶级绿翡翠制作的手镯 还有两款是顶级冰种翡翠制作的手串 另外再加一款淡绿色翡翠制作的预制核桃 翡翠手镯自然是专门送给老妈以及奶奶外婆的 而翡翠手串一串是给老爸的 另外一串是给外公的 因为自己那个爷爷喜欢把玩核桃 所以萧和专门为其购买了一对翡翠核桃 预示美好好高尚的象征 更是有着平安的寓意 萧和相信几位长辈肯定会喜欢自己送出的这几份礼物 行了 就这些吧 萧和挑选完商品之后 对着一旁的陈丽道 麻烦你都帮我包起来一下 先生 您确定吗 陈丽一脸震惊地看着萧和 开口确认道 要知道 对方挑选的这六样预制品 可都是唐末世家非常昂贵的商品 其中最便宜的一件可都要五十多万元 这六件加起来的价格可以有数百万元了 纵然 他在唐末世家工作也有数年之久 可是像萧和这般 一次性购买这么昂贵预制品的 可是还从未遇到过 没错 都包起来吧 我刷卡 萧和淡淡地说道 随后再从兜里拿出了一张银行卡 好的 先生 请您在这稍等片刻 陈丽带着萧和去到宾客休息区后 自己迅速地赶去招呼负责收银的同事过来 十余分钟之后 六件预制品被唐末世家的工作人员包装好 小心翼翼地放入到礼盒之中 萧先生 六件预制品总共售价是378万 陈丽开口说道 行 直接刷卡吧 说完话后 萧和还继续在那小声嘟囔了一句 才300多万 恐怕还比不上我两三天的收租钱 声音不大 但是却被一旁的陈丽听到耳中 这可是整整300多万 这么一大笔费用 竟然在对方的眼中 只是才300多万 而且最让他震惊的是 对方还是一个包租工 两三天的房租钱 就已经是300多万了 那对方名下的房产有多少 这一个月下来又得有多少 有钱人的世界 真不是他们这些打工人 能够想象得到的 萧先生 这是您的银行卡和小票 请收好 我们的产品 都是有合格正规检验证书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 都已经将其全部放入到礼贷之中 陈丽一一向萧和介绍道 付完款后 萧和也没有准备过多的停留 直接起身离去 而陈丽等唐默世家的工作人员 则是恭敬地将其护送到了店外 萧先生 您慢走 看着萧和转身离去 众工作人员纷纷开口说道 萧和提着东西 刚走出极小步路 他又突然想起来了什么事情 随后便是立马转身 朝着唐默世家的店门口走去 陈导够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需要麻烦你一下 萧和开口说道 萧先生 您请说 陈丽恭敬道 是这样的 能不能留一个你的电话 我这边后续有事情 需要麻烦你一下 听到萧和这话 陈丽突然冷了一下 对方在他这里 购买了这么多的预制品 其中他能够得到的提出数额可是不小 难道对方要自己的电话号码 是对自己有着其他的想法 既然能够在唐默世家 这样的高端预制品店铺工作 陈丽自身的各方面条件 都是非常不错的 有时候遇到一些 别用心意的客户 也是在所难免的 自己是给还是不给呢 陈丽自认为 自己不是那种随便的人 可是萧和在唐默世家内 购买了数百万的预制商品 这可是一个大客户 若是自己不给对方电话 因此将其给惹怒了 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 也许仅仅只是 对方的一个客情差评 那对他的影响 也是非常大的 就在陈丽思考之际 一旁的萧和 也是从对方的表情中 想到了什么 那个 陈导够 希望你不要误会 我说的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在你们唐默世家 购买的这些预制品 都是拿来送给家中 长辈至亲的 这老一辈的人 一向在老家 过着普通简单的生活 都是节约惯了的 我这要是突然 送给他们预制品 作为礼物 那价格高了 他们肯定是不愿意收的 说不定到最后 我还会被狠狠地骂一顿 所以你看啊 我现在留个你的电话 若是等到后面 他们打电话过来问的话 你就说是便宜货 是普通的预制工艺品 就行了 萧和一五一十地 和陈丽说道 陈丽听后 面色微妙地看着萧和 萧先生 您可真是考虑周到 他原本还以为 萧和是有着 其他的什么想法呢 结果对方之所以 要联系方式 那只是为了让其帮忙 在父母面前 圆个谎罢了 放心吧 等到时候 您那边的长辈 打电话过来询问的时候 我这边一定会为您解释的 陈丽开口说道 把事情吩咐完 萧和迅速地提着东西离去 第二天一早 经顶律师事务所80%股份 无限秒杀价 1999元 没有多想 萧和直接花费 1999元将其购买下来 下一秒 在萧和的手中 出现了一本股份授权书 他将其封随意地 放到床头柜前 便不再过多的理会 今天他可是要驾车 回去京江区杀镇老家 看望自己的父母长辈们 昨晚购买的那一大堆礼物 可都还没有装上车呢 他可没有闲工夫 去做其他的事情 正装完毕之后 萧和驾驶着那辆 大众灰腾离开 回老家 不比在城里面 没必要开超跑回去 这不说路上扎眼 最主要的还是 昨晚购买的东西比较多 开超跑回去 也装不下那么多的东西 驾车接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萧和总算是 抵挡了京江区沙镇 在镇上行驶了 差不多十余分钟后 萧和抵达了 父母所居住的小区 这是一栋镇上的老式小区 萧和依稀的记得 一家子人 是在自己五六岁时候 搬进来的 那时候还算得上 是镇里面比较不错的房子了 不过在现在 差不多也有着近二十年了 各方面设施设备 都比较过旧了 因为没有专用的停车位 萧和直接将车 停到了小区内的一处花台边 从车上陆陆续续的 搬出精挑细选的礼物 萧和抬头开了一眼 自家阳台的位置 嘴角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呦 是萧和回来了呀 距离萧和的不远处 一名青年男子抱着一个小娃娃 朝着萧和的位置走来 听到声音 萧和下意识地转头望了过去 原来是你这小子 来人名叫陈和全 是萧和的邻居 两人年龄差不多大小 在小后 还经常一起到处玩耍 算是儿时的玩伴 萧和 你小子可是有一段时间没回来了 陈和全上前笑着道 看来你在外面混得还不错 都已经买上车了 看你这大包小包的 都是给父母准备的礼物吧 肯定的 那么久没回来了 自然得给父母准备一些礼物才是 萧和笑着道 在大城市混得就是不一样 比我们这些小镇里的 可是强多了 陈和全笑着道 什么混得好不好的 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外面 工作为了生活的 在儿时的挚友面前 萧和说完方面 自然也是很温和 你这家伙 就别那么谦虚了 你读书比我强 现在又是在大城市里面生活 还开了一辆小轿车 我跟你比起来 可是差远了 陈和全说道 那有你说的那么好 你看看我现在还是孤身一人 倒是你 这孩子都那么大了 萧和摸了摸 陈和全抱着的 那个小娃娃说道 一听这话 那陈和全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你说起这话 我倒是想起来一件事情了 你小子这次回来 是不是要去相亲的 相亲 萧和微微一愣 相什么气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陈和全开口道 我前天还听到杨阿姨说托没人给你找相亲对象呢 看你这样子 结果还不知道啊 不知道 萧和摇了摇头道 好吧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我看你小子这么好的条件 这想找女朋友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依我看 杨阿姨确实是太着急了些 陈和全笑着道 可不嘛 现在都提倡的自由恋爱了 我那老妈确实是太过心急了 萧和回道 要不是遇到了自己而时的这个玩伴 萧和还真是被瞒在鼓里 上次老妈杨雪梅可是说的挺好的 结果谁曾想又在瞒着给自己偷偷的找相亲对象 自己这老妈是多害怕自家儿子娶不到媳妇啊 爸爸 我饿了 被陈和全抱在怀中的小娃娃 奶生奶气的说了一句 萧和就先不聊了呀 这娃娃也饿了 我还得早点回家才行 陈和全笑着道 行 下次再聚 萧和回道 宝宝 快和叔叔说再见 陈和全逗着怀中抱着的小娃道 叔叔 再见 小娃娃有着稚嫩的声音说道 真乖 萧和捏了捏小娃娃肉嘟嘟的小脸蛋 看着这父子二人 萧和内心也是感触颇深 这时间过得可真够快的 想当初自己跟陈和全这些个儿时的玩伴 还穿着个叉叉裤到处跑着和稀泥巴 现在别人的孩子都已经那么大了 这回过头来再看看自己 别人结婚生子 而自己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也难怪老妈会那么着急 整天给自己张罗着相亲什么的 回过神来 萧和给自己老妈打去了电话 喂 老妈 儿子 你这咋的 怎么大中午的想起来给老妈打电话了 电话里面传来杨雪梅的声音 老妈 你猜猜 儿子我现在在哪 萧和笑着问道 嗯 你能在哪 现在都已经这个点了 你不是在干饭 就是在干饭的路上 杨雪梅笑着道 萧和 老妈 你儿子我在你眼里 就是一个干饭的人吗 那可不 你这小子不单单只会干饭 而且 这干进去的饭 还都是浪费了 杨雪梅在电话中 说出一句极其嫌弃的话语 萧和愣住原地 照这个样子来看 自己和老妈 踏实没话题 继续说下去了 老妈 我这好不容易回家一趟 结果没曾想 竟然被你这般嫌弃 看来我还是继续回去得了 萧和无奈的说了一句 回去就回去呗 你小子 话说到这 杨雪梅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 你小子刚才说什么 你要回去 难道说你回来了 杨雪梅开口问道 老妈 我都已经到楼下了 早知道你这么嫌弃我 我就不该回来的 萧和假装埋怨地说了一句 在家中的萧母杨雪梅 一听这话 赶忙间快步走到阳台 她这拿着手机抬头一望 正好看到站在楼下的萧和 老妈 楼下的萧和 朝着杨雪梅挥手招呼道 萧和足足半年多的时间没有回家了 作为父母的突然间看到儿子回来 那心里当然是异常的激动 儿子 我们马上下来接你 杨雪梅激动地来到客厅 直接拉着正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的萧父萧成明迅速地朝着屋外跑去 我说雪梅啊 你这是突然间抽了什么缝 这拉着我瞎跑什么啊 萧成明一脸愣 自己好端端地正在沙发上看电视 突然就被自家老婆给拉起来 疯跑一阵 成明 小河回来了 现在人就在楼下呢 杨雪梅笑着道 啥 这小兔崽子回来了 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萧成明连连开口道 应该是一个人吧 我刚才在阳台看了一眼 并没有发现有女孩子身影 杨雪梅开口回道 这臭小子 这么那么不中用啊 都这么大的一个人了 也不知道给我带个儿媳妇回家 萧成明随口说了一句 很显然 这两口子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都盼着萧和能够早点带个儿媳妇回家 哎 管他那么多的呢 反正我前几天已经联系了 童小区的刘媒婆 让他那帮我张罗着 有没有哪家合适我们小和的女孩子 既然现在小和回来了 正好可是找个空档的时间 约个女孩子出去碰个面什么的 这万一要是成了 我们心里面的石头也可以落下了 杨雪梅笑着道 也成 还是老婆 你考虑的周到 萧成明笑着道 很快 二人已经是来到了小区院罢内 老爸老妈 儿子我回来了 萧和对着父母笑着喊道 看到分别半年多未见到的儿子 杨雪梅夫妇二人 自然也是非常的激动 你这臭小子 都那么久了才知道 回来看我们俩的老人一眼 真是好意思 萧成明笑着道 儿子 快让老妈好好看看 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面 长得怎么样了 杨雪梅笑着 在萧和的身边打量了一圈 随后非常满意的点了点头 嗯 不错 这长得也帅 而且身体看起来 也是壮实了不少 看这臭小子 在外面混得肯定是不错的 以前回家都是坐车的 没想到这次 竟然连轿车都给开回来了 萧成明说道 那可不 你也不看看是谁的儿子 我杨雪梅的儿子 会差吗 看着萧和 杨雪梅一脸笑容道 哼哼 我可是他老爸 这小子那么优秀 可是有着我一半的功劳 见此情况 萧成明也是得意的笑了笑 老爸老妈 这次回来我可是 专门给你们带了不少的东西 都放车上了 得搬回家才行 萧和把后备箱和后排门打开 杨雪梅夫妇二人朝着里面看出 这不管是后备箱 还是后排座一处 那都是一片满当 基本没有什么多余的空间 也亏的是开得大众灰腾回来 真要是开量超跑回家 恐怕这些东西能不能装下一半 都是个问题 你个臭小子 回来一趟就行了吗 这买那么多的东西 回来干嘛 不是浪费钱吗 杨雪梅不满地说了一句 雪梅 这都是儿子的一片心意吗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萧承明说这话 目光瞥向了后备箱那几个箱子 上面标注的茅台 和黄鹤楼999字样 可是让他乐开了话 听到自家老公这话 杨雪梅也是目光 瞥见了后备箱的那些个箱子 他一脸美好气地说道 瞧你这样子 我还不知道 你的那些个花花心思 嘿嘿 萧承明尴尬地笑了笑 不愧是自己老妈 这眼睛就是精明 臭小子 你这回来的可真够准时的 今天中午 你老妈我正准备给我做红烧鸭的 你也是跟着有口福了 萧承明笑着道 难怪我在楼下 都闻到了一股香气扑鼻的烧鸭味 这老妈的厨艺 简直是一绝 我在雾城 可是好久都没有 吃到这些家常特色菜了 萧和一脸的喜色 就算是在雾城 吃着五星级的大餐 但是和自己母亲做的饭菜比起来 那还是少了一股味道 行了 都抓紧时间 把东西搬上楼吧 杨雪梅看了眼萧和 继续道 儿子 你这正好回来了 我一会还有事情要和你说呢 听到老妈这话 在结合先前楼下陈和全的话 萧和心里面 已经大致猜到了一些情况 在跑动了几个来回之后 这一车子的东西 总算是被全部拿回到了家中 在沙发上稍微坐着休息了一会之后 杨雪梅赶忙间开口招呼着 你们都别在这愣着了 现在时候也不早了 过来帮我打个下手 早点把饭菜弄来吃了 儿子 一会吃完饭之后 你可哪都不能去 我约了小区的张阿姨来家里 她找你谈点事情 杨雪梅笑着道 老妈 你该不会是找张阿姨 来给我谈相亲对象的吧 萧和一脸无奈的问道 哟 你小子还挺聪明的吗 杨雪梅洗着菜 目光朝着萧和这边望了一眼 萧和没有说话 这时她能不知道吗 虽然她已经有着半年多没有回家了 但是那张阿姨在小区里面 可是出了名的媒婆 这通过她截对起来的轻视 她知道的 就算是没有上百 那少说也得几十对了吧 对方平白无故的 除了来家里给自己介绍相亲对象以外 难道还能有其他的事情不成 既然你知道了那就行 一会可得好好准备一下 别人为了你的事情 也是费了一番功夫的 杨雪梅说道 老妈 既然你老都这样发话了 我这个做儿子的 难道还能多说什么其他的吗 不过一会 你让儿子我自己说 成不 萧和耸了耸肩道 虽然自己非常的反对相亲 但是老妈也是为了自己才考虑那么多的 自然在这么也得应付一下才行 行 一会老妈不插嘴 你自己说 杨雪梅一下子答应下来 因为萧和回家的缘故 这一中午的美味菜品 可是满满当当的摆满了大半张桌子 儿子 这些可都是你平时喜欢吃的 自己想吃什么多加点 杨雪梅说话的同时 也是直接给萧和的碗中夹了一大只鸭腿 一旁的萧承明见此情况只能是无奈的摇了摇头 这红烧鸭腿可本来是他的 现在这儿子一回来 自家老婆救 唉 萧和 你这次回来打算待几天啊 萧承明看着萧和问道 萧和左手拽着鸭腿 狠狠的咬上来一大口 然后回道 可能有个三五天的吧 毕竟好久都没有回家了 再怎么也得好好地陪陪你们二老 那行 正好趁着这个时间 你也去看看两边的老人 他们这半年多的时间里 没有看到你 时不时的嘴上还念叨着呢 萧承明说道 一个小时后 一大家子人吃完饭 萧母羊血没在厨房里面清洗着碗筷 而萧和则是跟老爸萧承明 一起坐在沙发上 谈论着工作家常什么的 当问及工作上的事情时 萧和也没有说太多 就只是单纯地说和朋友 做着一些餐饮方面的生意糊弄过去 倒不是他准备瞒着父母 而是现在真要是一下子实话实说 他担心父母反应不过来 大概在下午两点左右 萧母羊血没出了一趟门 不过仅仅只是短短的十余分钟后 便是赶来回来 这回来的时候 还多带了一个人 是一个年龄 与自己老妈差不多的中年妇女 看清对方的面容 萧和也是认识的 就是先前老妈说的那位张阿姨 这位张阿姨进到房间之后 便是四处打望了一下 最终把目光放到了 身处客厅的萧和身上 小梅 这个帅小伙就是你家的小子吧 张阿姨笑着问道 没错 这小子就是我儿子 杨雪梅笑着回应道 一旁的萧和健壮 还是非常礼貌的打了一个招呼 张阿姨好 嗯 你好 你好 张阿姨点头道 来张姐 你快进屋坐 我们一会边磕点瓜子边聊天 杨雪梅热情道 坐在沙发上之后 张阿姨近距离的打量着萧和 小梅 你这儿子长得好生不错呀 这又高又帅气的 简直就是一表人才呢 张阿姨夸奖道 唉 这臭小子长得倒是周正 就是感情上的问题 没少让我们夫妻两超新 你看看 这都已经老大不小的了 来个女孩子都没有带回家 给我们两口子看看 这周边邻居亲戚什么的 有的都已经结婚生子了 说着话的同时 杨雪梅还狠狠地瞪了萧和一眼 呵呵 张阿姨笑着道 这是你们也用不着多担心 现在的孩子吗 可能就是不好意思 不过像你们儿子这样的帅小伙 那想找一个不错的女孩 那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和杨雪梅说完话 这位张阿姨再次把目光 看向了一旁的萧和 小和啊 既然是相亲 那张阿姨也得事先问一下 你的具体情况 张阿姨说道 萧和点点头 张阿姨 你问吧 接下来的问话 萧和已经大致能够猜到一些了 那无非就是自身条件一类的 小和 我听你妈说 你现在在务城上班 嗯 在务城上班 萧和点点头道 那是什么工作 是在事业单位 还是私企之类的 张阿姨继续问道 既不是事业单位 也不是什么私企 我前不久才离职 现在就是做点小餐饮方面的流动工作 当听到萧和这话 张阿姨脸上的笑容 顿时间收了几分 小餐饮方面的工作 而且还是流动性的 张阿姨对于大城市 也是非常了解的 对于萧和说的这种工作 倒是很想那种流动的餐饮小摊铺 毕竟现在的年轻人 很多自在怪了的 受不得约束 像这种流动小摊铺 倒是有不少年轻人不去 可是做这个行当 先不说体不体面吧 就那一个月的收入 恐怕也多不到那句 小和啊 你这独立创业 倒是挺不错的 就是不知道那一个月 能有多少收入啊 还行吧 也就几千块钱 在乌城 应该是能够勉强生活下去的 萧和淡淡的回道 听到这些话 一旁坐着的杨雪梅 本来想开口说点什么 不过最后还是 选择了沉默 自家儿子这每个月 可都是给家里面 打了一笔不小的款项 就凭这这一点 他就知道 自家儿子在乌城 混得肯定是不差的 不过既然是相亲 那不可能什么事情 都向外人说 多少还是得留一手的 而且刚才他也是说了 谈事情的时候 自己不插嘴说话的 自家儿子 现在也是大人了 有自己的思考 他肯定是不会多说什么的 萧和啊 以后你在工作中 有些什么发展规划的吗 比如说 把你的小餐饮 发展壮大什么的 张阿姨继续问道 目前暂时还没有 这发展壮大 也是需要本钱的 就看张阿姨这里 能不能给我找到 一个合适的女儿家 那样我说不定 还能靠着女方的资助 好好发展一下事业 萧和笑着道 此时张阿姨的脸色一僵 好小子 你这说那么多都是废话 还不如直接给我来句 求女方包养得了 到现在 他算是明白 萧和为什么会到现在 还单身了 就这么一个性子 这恐怕是 除了长得帅以外 再也挑不出 其他的优点出来了 这根本就是一个 不求上进 长得帅气一点的屌丝罢了 虽然心里面是这样想的 但是这张阿姨 也不可能当着 萧和一家子人的面直说 稍稍平复了一下心情之后 张阿姨脸上露出一片笑容道 小和呀 你看你现在还年轻 也确实是得 好好地拼搏努力一下 你也在乌城工作了 那么长的时间 应该是知道 现在的女孩 都希望找一个有志向 懂体贴的男生 萧和淡淡一笑 和他谈志向 就他现在这般模样 安安稳稳地躺赢不好吗 张阿姨 我感觉我现在这个状态 已经是挺不错的 每顿饭按时吃 晚上按时睡 没什么不好的 萧和回道 按时吃按时睡 张阿姨不知道 下一句该如何开口了 就这样的生活状态 真的是白瞎了 这么一张好看的脸了 真就不如吃了 睡睡了吃 当一头无忧无虑的懒猪 岂不是更好 说实在话的 与萧和谈了那么多句话了 张阿姨感觉自己 一直在谈一些 无关紧要的废话 若不是因为 看在对方老妈 真心诚意 找着自己帮忙的份上 她都想要直接拍屁股走人了 小梅啊 你看我和小和 也已经聊了那么多了 对她的情况 也是基本了解了 要不我这边 就直接给你们挑选一下 找一个和你们儿子合适的 先撮合撮合 张阿姨看着杨雪梅问道 行 那就麻烦张姐了 杨雪梅满脸笑意的说道 不麻烦 不麻烦 这都是应该的 张阿姨说完话 直接拿出自己的手机 开始从中翻找挑选起来 挑选了好几张之后 最终把手机屏幕 定格在了一个女孩子上 小和啊 你看看这个女孩怎么样 张阿姨将手机屏幕 对着一旁的萧和问道 啊 看着手机屏幕上 那个方方正正的脸 还有那散布在脸上的不少黑质 萧和一时间 有些不知该说些什么 张阿姨 你这挑的 从刚才自己的 那番言论上来看 就算是穷了点 稍微差了点志向 但是对方也没有必要 给自己挑选一个 几乎亚恐龙模样的女子吧 一旁的杨雪梅 看着自己儿子这般反应 也是赶忙间 伸手转过手机屏幕 来 让我也看看 当看清楚照片上的女子长相时 杨雪梅一时间 也是给愣住了 这颜值也太普通了点 甚至可以说是中等偏下了 张姐 这也太差了吧 不行 别说是我儿子了 就算是我这个当妈的 都看不过去 杨雪梅眉头微皱地说道 一听母子俩这话 张阿姨也是无奈 自己这里确实也有条件更好的 可是就你儿子这个条件 别人也肯定是不愿意的 长得帅是可以作为加分项 算是一个极强的优点 但是那只能是作为谈恋爱时 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那女方看得可以经济实力 这就算是帅 那也不可能用来当饭吃 小梅啊 这条件好多我这里确实也有 可是你们家儿子这工作 说到这 那张阿姨叹了一口气道 唉 我就先不说你们家小和这工作情况了 就当是女方要的那个极高的彩礼钱 恐怕你们家负担起来也是比较麻烦的吧 说实在的 她也是在为萧何一番多方面考虑 毕竟条件越好 那女孩要求的房子 车子 甚至是那个彩礼这些 肯定都是要更高的 不行 我们家儿子虽然现在工作一般 但是盛在人还年轻 以后有的是升职加薪的机会 你再帮我滑滑 我自己精挑细选一下 听到杨雪梅的话 那张阿姨也只能是拿着手机照片 两个人开始仔细的翻找起来 这陆陆续续的翻动了不少的女孩子照片 最终 杨雪梅看中了一个长相秀丽 笑容甜美的女孩子 萧何也是打眼瞧了一眼 长得确实还挺不错的 对于绝大多数男孩子来说 隐约间有着一种恋爱般的心动感 不过真要是相比起来 和尹雪燕 唐玲这些还是差了一些 张姐 就这个女孩子了 我感觉她看起来不错 也和我儿子比较般配 杨雪梅立马拍板决定下来 这 张阿姨稍稍一愣 那杨雪梅的眼光确实不错 被挑选到的这个女孩 在她手里面的那些个相亲对象之中 算得上是最为优秀的一批 不过就萧何那般条件 恐怕对方很难将其看上 小梅 这姑娘叫杨新宇 是男大毕业的高材生 本身身高一米七左右 长相方面也是非常的不错 现在在物城的一家外资企业中高管助理 在眼光方面可是很高的 说到眼光很高的时候 这张阿姨还专门语气提高了几分 她就是想着以这样的方式提醒对方 让其能够知难而退 不过杨雪梅显然没有这样认为 眼光高 这再高又能够高到哪里去 而且 就我儿子这般优异的条件 这难道还入不了对方的眼 杨雪燕一脸自信道 哎 小梅 你真要是想让小和去尝试一下 那我和也没任何的问题 可以尽快的给你安排通知 不过我可是事先提醒你一下 对方这开口要价的彩礼钱可不低 张阿姨开口说道 没事 不就是彩礼吗 凭着我儿子这般长相 说不定对方直接就把彩礼 这一项而忽略了 杨雪梅自信道 一听这话 张阿姨也是极其无奈地摇了摇头 大家都是一个小区的 对于彼此的家庭情况 也是有着一定的了解 她一开始 之所以给小和找一个长相略微普通的女孩子 那就是因为对方要求的各方面条件都始终 对于杨雪梅一家来说 也算是可以接受得了的 那行吧 既然你这么坚持 那我就去和女方约一下 若是对方愿意的话 那可以尝试着去见上一面 张阿姨无奈地回道 好 那就麻烦张姐了 杨雪梅笑着道 不麻烦 我们在一个小区也认识那么多年了 能帮的就多帮一下 不过我这里可不能给你们打包票啊 若是女方那边不愿意和小和见面 那我也是不可能去勉强的 张阿姨事先提醒道 行 先打电话看一看具体的情况来吧 杨雪梅说了一句 随后 当着三人的面 这张阿姨已经拨通了女方那边的电话 嘟嘟 喂 电话里面传来一道中年妇女的声音 李大妹子 是我啊 你前段时间 不是让我帮着你家闺女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小伙子吗 我今天正好给她找到一个 这两个人年龄也是相差不大 这男方长得非常的俊朗 而且人也是在务城工作 你这边问问你家闺女 看看她那边是什么的意见 若是可以的话 就和男方见上一面 听到张阿姨的谈话之后 电话对面稍微安静了片刻 没过一会 对面的中年女子开口道 行 那就明天中午十一点半吧 到时候 男方去到大坝街的支卫宣饭店 我女儿会在那里等着她 那行 就这样说定了 两人简单的通话之后 电话被迅速挂断 可以了 明天中午十一点半 支卫宣饭店 张阿姨笑着说道 好 这是真的是太麻烦张姐了 杨雪梅笑着说道 嗯 张阿姨点点头 随后看了看时间道 既然这事情 我也已经谈妥了 那没什么事的话 就先走了 行 张姐我送你 就这样 杨雪梅陪着张阿姨离去 在杨雪梅起身的那一时刻 萧和隐约间 看着自家老妈 这兜里面 揣着一个红包 看来 为了我这个儿子的情感大事 自己老妈 还真的是煞费苦心啊 几分钟后 杨雪梅从外面回来 儿子 明天中午 你可一定要抓住机会 你老妈 我刚才可是看了的 这女孩长得也确实不错 和你小子搭配起来 准没错的 杨雪梅笑着道 萧和无奈的摇了摇头 老妈 你这什么时候 学会看图诗人的本领了 我以前可是看电视里面说了 这长得越漂亮的女孩子 那心眼可是越多越坏 你小子 别给我在这里戳过 反正这事情 已经是定下来了 明天给我穿着帅一点过去 别想着糊弄我 杨雪梅一本正经的说道 母上大人 小的遵命 萧和对杨雪梅 进了一个标准礼节道 你小子 真的是 看着自家儿子这活泼镜 杨雪梅和萧成明夫妇二人 都是笑了笑 一家子人稍微聊了一会 萧和突然想起来 自己带回来的那些个礼物 还没有拿出来 对了 老爸老妈 我这次回来 除了那些日用品礼物以外 还专门给你们 还有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他们每人 都带了一件礼物回来 礼物 你小子还给我们 带了什么礼物回来 杨雪梅笑着问道 虽然不想要自家儿子破费 但是一想到是儿子 亲自给他们准备的礼物 这老两口内心 自然也是非常的高兴期待 也就是一般的礼物了 你们肯定会喜欢的 萧和笑着道 他起身 去到那堆带回来的物品中 迅速找出 唐末世家的几个精美包装袋 在这呢 你们自己猜出来看看 萧和面带笑容道 你这小子 还给爸妈卖起关子来了 萧承明率先接过 萧和递来的 那个唐末世家的包装袋 然后将里面的精致木盒 小心翼翼地打开 下一秒 一件精美的金香玉制手串 出现在了萧承明夫妇二人的眼前 这金香玉手串 萧承明眼睛瞪着老大 老爸 喜欢吧 萧和笑着道 这串金香玉制的手串 可是他精挑细选的 像自家老爸戴在手上 那形象气质 可一下子上来了 不错 不错 你小子这个礼物 和老爸心意 老爸非常的满意 萧承明笑着道 而一旁的杨雪 没见此情况 也是小心翼翼地 把自己面前的 那个精致木盒给打开 里面是一副玉制手镯 手镯成翠绿色 单单是看那个颜色 佐料方面 就是非常的高端名贵 老妈 这个手镯和你心意吗 萧和再次对着老妈问道 听到自家儿子的问话 杨雪梅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而是直接将手镯 小心地放到了桌上 在他看来 这预制品 可不比普通的手饰品 那真要是买个好的话 随随便便的 就是几千上万的花出去了 虽然知道自家儿子 现在有出息了 这能够赚不少的钱 但是如此浪费的 去购买预制饰品 送给他们老两口的 心里面多少 还是有些生气 还心意 杨雪梅看着萧和 面色不善道 你小子可真够行啊 我知道你现在 能够赚些钱了 可是这过生活 得学会精打细算 你小子这样铺张浪费 怕是都把你老妈 我平时对你的叮嘱 都给打耳旁风去了 说 这些预制品 花了多少钱 雪梅 瞧你这样 这儿子也是一片心意 你这当妈的 有必要这样吗 萧承明本来现在一旁 圈到几句的 不过杨雪梅 仅仅只是一道目光 就让其闭嘴 不敢再多说什么 对于自家老妈的反应 萧和自然是 早就已经料想到了 老妈 你别激动啊 其实我送给你们的 这些个预制品 都是普通货 是我托一个朋友买到的 萧和一本正经的回道 普通货 杨雪梅直接道 你真当你老妈 我住在镇里面没有见识啊 你买的这个唐末世家 我虽然没有真正的见过 但是在电视里面 也是看到过广告的 这可是 全国顶尖的预制品 售卖商 那里面的预制首饰品 价格至少都是几千上万的 你这倒好 一下子就购买了五六件 那不知道是浪费了多少钱 听到老妈的话 萧和倒是有些意外 她没想到 自家老妈竟然知道唐末世家 当初才搬进 俄岭峰别墅区的时候 那银雪燕 送了她一份唐末世家的预制品 要不是上网查了查 她都不知道 其价值几何的 老妈 你听我说 这不是真的唐末世家 是我托一个朋友帮忙买的 他们那是专门定制 这种高端预制饰品的 在价格方面 也是非常的便宜 只需要个千八百的 就能拿下来 萧和开口解释道 照你这意思 这些唐末世家的东西 都是假的 杨雪没问道 没错 萧和非常肯定的点了点头 如果真的是唐末世家的预制饰品 那这六件 至少也得几十上百万的价格 你儿子 我虽然是赚了些小钱 但肯定也买不起 那么贵重的东西 真的 杨雪没有些怀疑的问道 老妈 我说的都是真的 萧和继续道 你要是不信的话 那我这有卖家的联系方式 你这边可是直接打电话过去询问情况 行 那你把电话给我吧 杨雪没直接到 既然萧和都这样说了 那他总觉得打电话去询问一下 心里面才会有底 萧和也没有迟疑 直接用手机 把先前在唐末世家导购员陈丽那里 要来的电话按了出来 老妈 就是这个电话 你打过去问问就知道了 萧和淡定的说道 哼哼 杨雪没看着萧和道 谁知道你有没有和电话对面的那个人串通起来骗我的 你直接给我报电话 你老妈 我用自己的手机来打 听到杨雪没这话 萧和也只能是无奈的耸了耸肩道 行吧 那老妈你打吧 之后 萧和将陈丽的电话直接报给了自己老妈 十余秒钟时间过去 电话被接通 您好 请问是哪位 电话里面传出了陈丽的声音 您好 请问你那是卖唐末世家预制品的吗 杨雪没直接问道 女士您好 我是唐末世家的导购员陈丽 请问您这边有什么需要 电话那边的陈丽问道 唐末世家 听到对面爆出身份 杨雪没目光冷沉的看向萧和 臭小子 你有什么好给我解释的 啊 萧和没有想到 对面的陈丽竟然会直接爆出自己的身份 既然这样 那他也只能是继续强装镇定道 老妈 你这样问别人 肯定是如实回答 这谁会那么傻到自己说自己是卖假货的 听到萧和这话 杨雪没也感觉确实是这个道理 这样吧 你直接告诉他 就说之前 有人在他那买了六件预制品首饰 你也是那人推荐过来买首饰的 到时候 对方知道 你是熟人介绍的之后 肯定会如实说话的 萧和一本正经的说道 杨雪没也摸不清个所以然 直接照着萧和所说的话 如实开口道 当电话对面的陈丽 听到这话之后 也是瞬间明白过来 毕竟先前萧和是提前和他打过招呼的 你好 我们这里确实是唐末世家 不过却是属于唐末世家的下属复制店 陈丽开口说道 复制店 杨雪没有些不明所以 没错 我们这就是复制店 也就是俗称的翻版货 听到这 杨雪没也是瞬间明白过来 也就是说 你们那是专门买唐末世家假货的 对吗 杨雪没语气没有丝毫的委婉 很直接的便开口说道 假货 对于这个词 陈丽一时间也是非常的尴尬 他们唐末世家的预制品 价格昂贵 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他从业那么长的时间以来 像萧和那种 用正品还冒充假货的要求 还真的是第一次遇到 不过对方毕竟是大客户 而且用心也是非常的周到 他自然是很愿意帮着 将这种荒原下去 没错 我们这复制款 和你所说的那个意思 没有什么区别 陈丽立马回道 我儿子之前在你们那里 一共购买了六件预制品 不知道这总共是多少钱 杨雪没再次问道 一共是两千块钱 陈丽直接说道 既然要冒充 那他可以不可能把价格说得太过夸张 这两千元的价格 对应六件预制品来说 应该是刚好差不了多少的 六件才两千元 杨雪没稍稍愣了一下 他看向桌上的那两件预制品 其做工方面也是非常不错的 若真的只是两千块钱 那这价格也算是挺实惠的了 是的 因为你儿子当时购买的时候 我们这边正在进行活动 所以这售价在整体的基础上面 算是进行了一定折扣的 陈丽继续解释道 是这样啊 那你们这边还有什么折扣商品之类的吗 如果有便宜的 那我准备再买几件 杨雪没笑着道 这么好的预制品 虽然是假货 但是就这面向肯定是不差 买几件来送人也是非常不错的 听到这话 此时正在唐末世家专卖店工作的陈丽 也是一时间无话可说 再买几件 他们这可是真正的唐末世家 其中哪怕是再次的预制品 那一件至少也得花费五六千元才行 这几百块钱一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哪怕是店铺之中的折扣商量 那价值也绝对不可能如此的低廉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们这短时间肯定是没有折扣活动了的 陈丽说道 那行吧 既然事情已经是弄清楚了 杨雪梅也不再过多的废话 直接将电话挂短 老妈 你儿子我没有骗你吧 这几件唐末世家的预制品是假的 根本值不了多少钱 萧和笑着说道 嗯 你这几件礼物 老妈非常的满意 在知道几件预制品的价格之后 杨雪梅也是笑着回道 要说萧和买的这个预制品 她肯定是喜欢的 一开始是因为担心 那个价格太贵划不来 既然现在 这价格方面那么实惠 自然也是 没有其他什么担心的了 老妈喜欢就好 萧和笑着回道 这礼物的事情算是糊弄过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 萧和被老妈从睡梦中叫醒过来 儿子还在睡呢 快起床吃早饭了 别忘了 你今天还有重要的任务要做 卧室门外传来杨雪梅叫喊的声音 老妈 你这也太早了吧 萧和迷迷糊糊的从床上撑起身体 把床头柜的手机拿起来一看 时间还只是上午六点过 这时间段就算是起床上班 也是太早了点吧 还早呢 你小子最好给我早点起床 这一回吃了早饭之后 好好地装扮一下 早点去智慧轩酒店等着别人 这要是到时候耽误了时间 看你老妈 我不狠狠地收拾你一顿 杨雪梅在房门前叮嘱道 行了 我知道了 在床上百般无奈地伸了一个懒腰之后 萧和直接下了床 去到卫生间洗漱之后 萧和在老妈的催促之下 几大口便把早餐给吃完了 儿子 你这速度搞快一点 差不多就该出发了 杨雪梅急切到 萧和看了看时间 老妈 现在也才九点过 我现在过去 是不是早了点 你确定 杨雪梅脸色一沉 啊 我感觉老妈说的也有道理 我是该早点过去准备准备 萧和看着杨雪梅手中比划着的一根鸡毛胆子 笑着道 算你小子实相 杨雪梅满心得意道 在老妈的催促下 萧和也不敢过多的停留 很快便出了门 萧和 你这么早就出去了 在小区内 萧和碰到了正带着自家孩子出来溜圈的陈和泉 你懂的 萧和无奈地开口说道 嗯 陈和泉稍稍一想 立马便明白了过来 难怪 看来这杨阿姨挺着急的 这么一大早就把你吆喝出去了 陈和泉笑着回道 没办法 这老妈都发话了 我这个做儿子的也只能是听令行事 萧和淡淡一笑道 行 那你自己早点去吧 这要是耽误了时间 恐怕杨阿姨不会轻易地饶过你 陈和泉也是紧接着说了一句 嗯 走了 萧和打过招呼之后 直接驾驶着大众灰腾离去 驾车行驶了十余分钟 萧和人也是来到了沙镇的知卫轩大酒店 因为时间还早 萧和闲来无事 便一直在酒店里面等着 时间一点点过去 这时候也差不多了 人应该快到了吧 昨天双方约定的是中午十一点半 现在也应该十一点一时几分了 想来女方应该是快到了 一段时间过后 等萧和再次看手机的时间 已经是过了十一点半 萧和眉头微皱 在他看来 既然是双方相亲 那不管满不满意 再怎么时间上 肯定是得准时的吧 这基本的礼貌都没有 女方给人的印象分随机便少了大半 萧和想了想 既然都已经来了 那现在走也说不过去 再等十分钟 萧和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 若是对方迟到半个小时 都还没有来 那自己就算是走了 想来老妈那里 也不会多说什么 几分钟后 就在萧和准备离开的时候 知卫轩大酒店的正门口 一名身穿白色短体恤 下身穿着一条粉色碎花裙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 她看着手机在酒店内四处张望 最后把目光定格到了坐在一处角落的萧和 确定身份之后 女子静止朝着萧和所在的位置走来 你就是萧和 年轻女子来到萧和的面前 直接开口问道 没错 就是我 萧和打量了一眼女孩之后 说道 你应该就是张阿姨介绍的那个女孩了吧 没错 我叫杨新宇 女孩面色有些孤傲道 行 这时候也差不多了 我们先点菜 一会边吃边聊 虽然女孩的态度与气 给萧和有些不怎么好的印象 但是秉着绅士的原则 萧和还是没有多说什么 再等一下 这人还没有到齐 杨新宇说道 还有人 萧和好奇道 这不是两个人相亲的吗 难不成这女方还叫了其他的亲戚 或者朋友来助阵把关呢 也行 那等人齐了再点菜吧 萧和一脸无所谓道 现在不论是女方还是男方 这乡亲找人来助阵把关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只不过 接下来的事情显然不是萧和一开始预想的那样 在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 有着一大波近乎二十人的队伍走了进来 你们这是 萧和数了数 总共有着二十一人 看样子应该是杨新宇的七大姑八大姨这些 他们都是我家的亲戚 今天过来就是为了抱我把关的 杨新宇理所应当道 这么多亲戚把关 在萧和看来 有这么一两个亲戚朋友来把关也是正常的 可是像对方这样 怕不是来把关的 反倒像是来吃白食的 而且还有最为主要的一点 这既然是来把关的 那再怎么也得给自己这个作为男方相亲对象的把个关吧 你们这一进入到酒店 就直接往位置上面坐 那是不是太随便了点 这时候 坐在萧和对面的杨新宇开口道 好了 现在这人也都到齐了 那我们就点菜吧 行 你点吧 萧和淡淡的说道 既然对方那么的不客气 那他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这样 杨新宇和随同他一起来的那些的亲戚朋友开始点餐 全场萧和没有多说一句话 就坐在一旁静静的看着他们 各类海鲜大龙虾 高档菜品基本是应有尽有 这么大一群人已经不能说可不客气了 那根本就是把他当成了冤大头一般对待 你们这菜品点的是不是多了点 等到最后 萧和忍不住开口提醒了一句 不过杨新宇没有说话 反倒是坐在他身旁的一名青年男子 抢先一步道 老哥 你瞧瞧我姐 这如花似玉的样子 既然是要娶她 那自然是得拿出一份诚意来才行 追我姐的人可是不少 你这诚意给的越大 那在我们这些亲戚朋友的面前 才能更有面 那娶到我姐的机会 自然是更大的 萧和看着这名开口说话的青年 一点好奇道 她是 这是我弟杨茂才 是我的亲弟弟 杨新宇笑着道 哦 原来是亲弟弟啊 萧和回道 俗话说得好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这座姐姐的都这样 那这个座弟弟的也是差不多的 那行 你们这也是难得过来一趟 你随便点 千万不要客气 萧和笑着说道 反正这群人现在叫得有多欢 那一会哭的 就会有多惨烈 老哥大窃 那杨茂才好笑道 在她看来 肯定是自己刚才的话起到作用了 要不然 对方这么会突然变得那么开明的 听到杨茂才的话 萧和也没有开口说话 就这么面带笑意的坐在那一动不动 没过多久 一盘盘精致的高端菜品被逐一端上了桌 除了菜品以外 那些个亲戚 可是还点了不少的高端酒水 萧和甚至还看到有更过分的 直接点上一两条名贵香烟 也不拆开 直接整条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中 这杨茂宇和杨茂才已经算是够令她佩服的了 没想到她带来的这一群亲戚也是各具特色 你说这乡亲吃白食也就算了吧 这边吃还边打包外拿是不是就过分了些 看身旁这么一两座人的架势 根本就没有丝毫见外的 反倒都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萧和抬手端起面前的茶水喝了一口 正好戴在手上的那块百达斐力的名贵手表露了出来 咦 这手表 坐在正对面的杨茂才打量着萧和右手上戴着的那块手表 老哥 你这手表看起来不错呀 是什么牌子的 这个吗 萧和指了指手上的手表说道 这是百达斐力的 百达斐力 一听到这话 杨茂才眼貌精光 这百达斐力他可是非常清楚的 随随便便一块都是几万起步的 其中几十上百万的名表也是有的 老哥 这百达斐力的手表可不便宜 你这块做工挺不错的 怕是花费了不少的钱吧 杨茂才开口问道 还好吧 也就三千来万 萧和很随意地说道 三千来万 听到这话 不单单是杨茂才 就连同桌的其余人也是顿时间停下了自己手中的动作 大家齐齐把目光看向了萧和 这表真的那么贵 杨星宇把目光看向了一旁的杨茂才 他一个女孩子最多也就懂点路易威登 扣旗 爱马斯等等 对于偏向于男士的百达斐力自然没有过多的了解 姐 百达斐力的手表真的很贵 若对方那款手表是正品 那说不定真值那么多钱 杨茂才点头道 乘着空荡之际 他拿起放在桌上的手机 迅速地对着萧和手上戴着的那款百达斐力拍了一张照片 随后就这么在网上一查 我去 当看到萧和那款手表真正的官方售价 杨茂才整个人都给惊呆了 尽管早有准备 但是在确认之后 那心情还是非常震撼的 那可是整整三千多万 老姐 他那手表真的价值三千多万 杨茂才将手机上的价格画面递给到杨星宇的面前 看到价格的时候 杨星宇整个人也是彻底的惊呆了 这手上随随便便的就带着价值三千多万的名表 那对方的身价该是如何的恐怕 至少上一身价是妥妥的 他万万没有想到 与自己面世的竟然会是身价上一的顶级富豪 这要是后面嫁给对方了 那绝对是嫁入豪门 荣华富贵想之不尽 淡定 淡定 杨星宇强忍着内心的激动 那看向萧和的眼中更是闪现出阵阵光亮 老哥 你这手表不错 我还从来没有戴过这么名贵的手表 要不借我戴几天呗 杨茂才自来熟道 尽管几人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他并没有丝毫的生疏感 当听到对方的话 萧和也是微微一愣 我凭什么要把手表给你戴 萧和一幅看待白痴的眼神 看向对方 姐夫 你这说的什么话呢 既然你已经和我姐相亲了 那以后我们肯定就是一家人了 我这个做小舅子的 戴戴你的手表也没什么事吧 杨茂才一脸自信道 再说了 你也是知道的 凭着我姐这么优秀的条件 那喜欢她的人 可是排了不知道多长的队伍 我这个做小舅子 说话分量还是挺大的 这要是在我老姐面前 好好地美言几句 你追到我姐的成功率 不就大大的提高了吗 就你 萧和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这种厚颜无耻的人 他以前也就是在电视剧里面 看到过 这现实中 还真就是第一次见 萧和 你就把那块手表 借给我弟弟戴几天吧 毕竟以后大家 都是一家人了 这不过是一块手表嘛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杨兴宇也是出生复合道 没什么大不了的 萧和看了看自己右手上 戴着的这块手表 那可是百达斐力 价值三千多万的顶尖名表 就眼前这杨兴宇 恐怕是把他整个人卖了 都值不了这个价吧 说的倒是那么轻巧 自己仅仅是和对方相个亲的 怕是脑子有病 才会把手表借出去 我和你们可不是一家人 今天大家来也不过就是香香情罢了 最后情况到底如何 都八字还没个一撇 萧和直截了当道 姐夫 你这样就太境外了吧 对啊 这既然都已经到了相亲这一步了 那说明 大家都还是非常有缘分了 你看看 我这个女儿 那温柔可人的 你们两个要是就那么一战 绝对是郎才女貌 天造地设的一对 我看不错 你们两个这是差不多就成了 最好啊 就是早点把结婚的事情 给协商落定了 那我们这些做长辈的 心里面的大石头 也算是落下了 小伙子 我们杨新宇可是非常优秀的 现在像她这样的女孩子 那基本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 而且 你条件又这么英识 我们新宇 还是男大金融系的高材生 以后你们结婚之后 那钱财全部都交给新宇来管 这家里面的事情 肯定是会被管理得井井有条 就是 就是 说不定有着我们新宇的管理 你这资产 还能够往上再翻一倍不止 杨新宇的父母长辈们 在饭桌上尽力的吹捧着 毕竟像萧和这样的优秀子弟 若是真成事了 那对于他们往后 也是有着巨大好处的 若非是条件不允许 再加上自家子女 没有杨新宇那么优秀的条件 恐怕他们都想把自己的女儿送出去了 萧和在一旁 没有丝毫的动作 他已经是懒得理会这群人了 那不要脸的程度 堪称是一绝 这杨新宇说是条件 那也只能算是比较好 不说别的 就单是自己身边的那些个女孩子 没有哪一个的颜值形象 低于这杨新宇的 有自信是好事 但是像这种迷之自信 他是真不知道 对方是如何得来的 另一边 坐在萧和周边的 这些个亲朋友好友 见萧和没有答复 一时间也是认为 对方多半是认同了他们的话 看来刚才他们说的这些话 有不错的效果 今天这相亲的事情能成 萧和啊 既然我们大家伙 都已经把话说得差不多了 要不就谈一谈 结婚方面的要求吧 杨新宇的母亲开口道 听到对方的话 萧和稍稍想了想 行 那你们就说说 这结婚的条件吧 他还是比较好奇的 这一家子人 到底还会玩出 些什么样的新花样 那行 杨新宇笑着道 那我就先来说说 结婚方面的相关要求吧 这第一呢 南方年薪至少不低于一百万 而且必须在物城 有一套价值三百万以上的 高端住房 至于车子方面的要求 稍微要低一些 不过至少也不能低于五十万 第二 不管是婚前 还是婚后的财产 特别是房产 和名下的固有资产方面 那都必须要在结婚前 加上我的名字 第三 结婚方面肯定要隆重才行 至少得在星级大酒店举行 五星级最好 第四 也就是结婚彩礼方面的问题 我这边的情况 你也已经看到了 这彩礼方面 肯定是不会少的 就要给吉利数 六十六万或者八十八万都行 毕竟是关系到我们女方的脸面问题 肯定是不能太低的 第五 你也是看到的 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他现在单身 所以在结婚方面的问题 也是需要你这边出出力的 第六 杨兴宇一条条的说着自己的要求 萧和就只是听了前面几小条要求 至于剩下的不用听也是能够猜到的大概 而且他还粗略估算了一下 对方提出来的那些要求 可是足足有着近乎三十多条 好家伙 这是来相亲的吗 依他的感觉来看 怕是来敲诈人的倒是差不多 就杨兴宇的那些个条件 根本就是把自己当成了女皇了 至于相亲找对象 他是没有感觉出来的 这就是我的大致条件 应该很合理吧 杨兴宇对着萧和问道 合理 萧和无语 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合理的要求了 这种要求 哪怕是在肥皂剧中都不曾见过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其他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萧和开口问道 杨兴宇摇了摇头道 目前暂时没了 若是以后有合适的话 那我肯定会及时告知你的 还加 这长得倒是挺正常的 就是脑袋有些不正常 萧和看着对面坐着的杨兴宇 有些好奇道 杨小姐 听你说了这么多 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事情比较好奇 既然所有的要求 都有南方这边承包了 那你这边又是负责些什么呢 我妈 杨兴宇笑着道 这女孩子嘛 也不用管太多 我只需要好好地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毕竟一个女人 也是代表着男人的脸面 我自己好了 那你不是也非常有面子吗 难怪能够提出那么多的要求 就自己这思想观念 就不正常 杨小姐 你这要求 也都提了那么多了 依我看的话 萧和话都还没说完 一旁的杨茂才立马开口插话道 姐夫 你看我姐都这么有诚意了 你们这婚事 就这样定了吧 而且要不就趁热打铁 今天向完亲 我们两家人协商一下 最好是在明后天 就把订婚的事情 给一并进行了吧 等到时候订婚的事情完了 再把彩礼各方面落实到位 你和我姐 就可以直接结婚了 杨茂才说完话 周边的那些的亲戚朋友 也是纷纷开口复合 茂才说得不错 你们两人这事 就早一点定了吧 我们家新宇本身的条件 可是非常不错的 你要是下手再晚点 恐怕又会多上不少的竞争对手 小伙子 加油 我们这些做长辈的 可是对你非常满意的 大家都希望你们能够早一点 把这等人生大事给落实了 你们瞧瞧 既然这小两口的事情 都差不多落实到位了 我们再怎么也得好生庆祝一下 说这话的是一名中年男子 小伙子 我是新宇的大舅 今天看着你们城市 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这种情况之下 必须好好庆祝 说完话 杨新宇的大舅 直接招呼着一旁的服务员 服务员 再上几盘海鲜 还有你们 这最好的飞天茅台 都给我来个两三瓶 对了 这烟酒搭配 既然有了酒 也不能少了烟 你们这里 应该有黄鹤楼999吧 帮我来两条过来 萧和 不单单是杨新宇的大舅 在场的不少亲戚朋友 都是这么一番景象 那菜品烟酒之内的 简直是一样不守 反正不是他们花钱 这全场没有丝毫客气的意思在里面 反正通过先前的聊天 他们也是知道 今天相亲的南方非常有钱 而且看到 双方的事情多半也是成了 这不吃白不吃 看着周边众人的态度 萧和也没有丝毫的阻止之意 吃吧 你们现在吃好喝好 等到一会负账的时候 有你们大家活好受的 萧和 你也吃吧 既然我们事情都已经谈拢了 那今后就是一家子人了 你不要太不拒手 一旁的杨新宇见萧和 没有丝毫动筷子的意思 还以为是对方害羞了 没事 你们吃吧 萧和稍坐了一会 随后直接拿起手机 这样 你们先吃 我去把钱付了来 嗯 杨新宇点点头 那行 你先去吧 之后 萧和便点了点头 直接朝着酒店的收费柜台走去 老姐 这姐夫人也太好了 这么早就想着 把单给买了 坐在一旁的杨茂财 看着离去的萧和 一脸笑一道 那是当然 你也不看看 你姐是什么样的人 杨新宇看着萧和的背影 也是一脸自信道 你小子就放心吧 以后有这么好的一个姐夫 那我们家的好日子 可就来了 你先前不是说 喜欢你姐夫手上的那块手表吗 等到以后我们结婚之后 你姐帮你不就是一块手表吗 别说是借你戴几天了 就算是直接送你 都是轻而易举的 还有啊 你不是一直喜欢你们学校的那个什么 细花的吗 等到过后 让你姐夫给你买一辆好车 然后再好好地装扮一下 你到时候还怕细花 对你不理不睬 听到自家老姐的话 那杨茂才心里简直是乐开了花 有个这样的姐夫 那她今后的幸福生活 可就来了 对于杨家姐弟二人的想法 萧和并不知道 而且她也并不想知道 现在是笑吧 一会有他们哭的 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萧和来到酒店的收银柜台前 里面的服务员面带笑容道 我要结账 萧和淡淡地回道 好的先生 服务员看了一眼不远处 正在海吃的三大桌子人 然后开始调出电脑上的支付明细单 经过一阵核对验算之后 先生 你们一共消费了两万五千八百二十一元 这边将会为您将消费的零头抹去 您只需要支付两万五千八百元就行了 不会吧 我就点了一杯咖啡 怎么可能要两万多块钱 萧和一本正经道 一杯咖啡 服务员一脸的疑惑 先生 那边三桌人不是和您一起的吗 他指了指不远处的杨新宇 带来的那三桌亲朋好友问道 不是 我和他们根本就不认识 萧和摇头道 不认识 我看您刚才还在和他们中的某些人聊得火热 怎么可能会不认识 服务员有些疑惑地问了一句 你说这 我刚才只是在和那边那个女孩子相亲 然后这事情也都谈完了 别人一大家子人都开始吃饭了 我这时候到了也是该走了 萧和说的理所应当道 我就只点了一杯咖啡 麻烦你帮我结一下账单 萧和继续道 行 那您稍等 服务员简单地清算了一下 随口道 先生 一杯咖啡总共是四十五元 您现金还是线上支付 刷尾短信支付吧 萧和拿出手机 很快地便扫码 将咖啡钱支付完成 先生 这是您的小票 请收好 服务员笑着回道 萧和微微点头 将小票收下之后 朝着酒店大门口走去 在出去的时候 另外那边正在海吃的杨新宇等人 也是注意到了准备离去的萧和 姐 姐夫是要离开酒店吗 杨茂才对着一旁的杨新宇问道 杨新宇看了看萧和的身影 然后注意到对方手中的手机 随口道 应该不是 像你姐夫这样身份的人 那本身肯定是公务繁忙的 说不定是害怕打扰到我们 所以去酒店外面拨打电话去了 杨新非常的自信 仿佛已经有种女主人的架势 还是姐夫想得周到 看来老姐 这次是真的选对人了 杨茂才面带笑意地说道 这一句一句的姐夫 喊得的非常的顺口 半个小时时间过去 这个过程中 杨新宇带来的一众亲戚朋友 吃吃喝喝的 也是接近了尾声 服务员 帮我再拿两瓶飞天宝台 还有我的软粥 也帮我来一条 今天的这个澳洲大龙虾 味道不错 帮我再弄一只 以会我打包带走 这些个跟随杨新宇 一同前来的亲戚朋友们 没有丝毫客气的意思 吃饱了不算 临走之前 还得再打包几份 对于这些情况 杨新宇并没有任何的劝阻之意 甚至于跟他一同前来的父母 也是一样 萧和的底 他们从先前的谈话中 已经有所了解了 这随随便便的 就能够戴着价值千万的名贵手表 不过就是一顿普通的便饭而已 与对方的经济实力来说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而且这些的亲朋好友吃满足之后 他们家也是能够好好地露个脸面 这不管怎么说 那都是非常不错的 再继续等了差不多十余分钟后 那些打包的菜品和烟酒 也已经是全部准备好 既然大家伙的也都已经吃好了 那我们差不多就走了 在场一名年纪大典的中年男子 开口说道 大伯 稍微等一等 你们后面点的那些东西 都还没有结账吗 杨兴宇说道 这有什么吗 你现在就打电话给对方 让他抓紧时间过来 把账款结一下 杨兴宇的大伯 一脸平淡地说道 这可是一个在长辈们面前 长脸的好机会 那小子 竟然是真的有诚意 那肯定是会立马赶过来的 不等杨兴宇开口 酒店的一名服务员 就已经是率先来到了 几桌人的一处 请问你们哪一位买单 服务员看向众人问道 麻烦稍等一会 买单的人出去打电话去了 一会就回来 杨兴宇笑着道 好的 服务员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抱着一份菜单屏幕 在一旁静静地等候着 我先打个电话 杨兴宇见萧和一直没有回来 便主动拿出手机 开始通过电话进行联系 嘟嘟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您稍后再拨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您稍后再拨 杨兴宇的电话并没有打通 姐 姐夫的电话没有打通吗 一旁的杨帽才问道 嗯 杨兴宇点头道 你姐夫应该是有些忙 所以暂时没有接电话 那个麻烦你再稍微等一下 杨兴宇有些不好意思的 对着身旁的酒店服务人员说道 服务员想来想到 这位女士 您说的买单人 是不是先前离开的那位 长相颇为帅气的年轻男士 对对对 就是他 他先前有事情出去了一趟 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了 杨兴宇回道 若是这样的话 那位先生怕是不会再回来了 听到服务员这话 那杨兴宇一脸的好奇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 刚才那位先生在离开的时候就已经买过单了 服务员继续道 不过他只支付了自己锁点的那杯咖啡钱 至于其他的韭菜钱却是并没有进行支付 什么 他只付了一杯咖啡钱 杨兴宇惊讶道 我说你们酒店是不是弄错了 刚才那位可是我的姐夫 他说好要去买单的 怎样可能只支付了一杯咖啡钱呢 杨茂才不敢相信道 我们这边没有记错 那位先生在之前确实只是支付了一杯咖啡钱 服务员确认道 没事 多半是你姐夫来忙 没有来得及 我现在再给他打个电话就行了 杨兴宇稍稍镇定一会后说道 嗯 兴宇啊 你快给萧河打电话 让他抓紧时间回来 把单给买了 杨兴宇的父亲也是开口道 嗯 杨兴宇点点头 随后再次拨打了萧河的电话 嘟嘟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您稍后再拨 电话还是没有办法打通 怎么样 众人把目光看向杨兴宇 杨兴宇一脸失措的摇了摇头 还是不行 对方的电话还是打不通 老姐 那你再继续打打看 万一是手机信号不好呢 杨茂才开口道 对啊 兴宇 你再打打开 说不定是这里信息不好 这电话没有办法打通过去 那一众亲戚朋友也是有些坐不住了 那我出去打打看 杨兴宇说道 对对对 我们出去打电话 这大家伙的人多 都一起打打看 也是啊 这人多力量大 肯定能够联系到对方的 有不少亲战 有不少亲戚朋友 在人群中附和道 正当大家准备走出酒店门外的时候 几名身材壮瘦的魁梧安保 立马拦住了杨兴宇的退路 各位客人 我们酒店的信号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既然这饭菜也吃了 那就请你们买一下单 那名服务员 不再像先前一般热情 而是换成了一副 非常冷漠的态度说道 一听到买单这个词 大家不约而同的 朝着一旁的杨兴宇望了过去 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怎么可能猜不到 那萧和多半是已经提前跑路了 想要让对方回来买单 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杨兴宇看着酒店的这般阵仗 那想要出去 肯定是不可能的 这顿饭总共花费多少钱 杨兴宇把目光看向一旁的服务员 服务员看了看菜单 然后缓缓开口道 一共三万两千四百元 多少 杨兴宇听到那一串价格 有些不确定的 这位女士 你们刚才一共消费了三万两千四百元 服务员再次冷声道 这一下子 杨兴宇也是听清楚了 怎么可能 我们就只是简单的吃了一顿饭 这总共也就三桌人 怎么可能消费两万多 你们酒店是不是搞错了 杨兴宇开口道 这位女士 这菜单上面有着所有的明细 你可以自己好生的看看 服务员将手中的菜单明细表拿出来 直接递到了杨兴宇的手中 看清上面的菜品名称之后 杨兴宇脸色一沉 上面全都是鲍鱼 海鲜大龙虾之内的 基本就没有几个小菜 全都是酒店最为高端名贵的菜品 除了菜品以外 在酒水方面也是丝毫不落下风 价值近两三千元一瓶的飞天茅台 还有着一条条的软钟 黄鹤楼等等名贵香烟 在看清楚菜单表上的消费明细之后 他也算是明白了 并不是酒店的菜品太贵太讹人 而是跟随他一同来到此处的这些个亲朋好友 太过疯狂 所有的开销都是往最贵的整 于是 既然这菜品名称 你也是看到了的 该开销的费用麻烦你支付一下 服务员开口说道 我没有那么多钱 杨兴英一脸无奈道 这可是整整三万多元的费用 他的工资每月才不过七八千元 其中大部分还得支付在物城的租房费用 除此之外 他花钱也是属于那种大手大脚的类型 每个月购买的名牌服饰 包包这些更是数不胜数 兜里面空别别的 别说是两万了 恐怕让他从兜里面掏出两千元的流动资金出来 都够呛的 要不你们酒店再宽容一段时间 等我联系上买单的那个人之后 再把钱付给你们 杨兴英打着商量道 不行 不远处 一名酒店的主管人员走了过来 这位女士 我们支卫轩酒店属于小本经营 盖部设账 你们这里那么多人 一个人真要是没有那么多钱 完全可是互相打个商量 一个个的凑合点 肯定能够把钱凑齐的 说完话 这名酒店的主管人员 再给现场的几名安保人员 递了一个眼色 后者支去的点了点头 各自去到酒店的几处出入口站岗 看这架势 很显然是怕杨兴英这么一群人逃担 无奈之下 杨兴英先是将目光看向了自己的父母 兴英 爸妈这段时间手头比较紧 而且你弟平日里的开销也大 家里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存款了 杨兴英的母亲一脸无奈倒 听到这话 杨兴英也是无可奈何 自己家中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他自然是一清二楚的 平日里父母开销虽然不大 但是有着一个不成器 而且花钱大手大脚的弟弟在 就算是想要存钱 那都是不可能的 大舅 大伯 你们这些能不能帮我云一点 杨兴英无奈之下 只能把目光再次看向一旁的众亲戚 兴英啊 你也是知道大舅家情况的 而且大伯今天中午 也没有吃什么东西 你那里真要是没有办法的话 那我可以帮你凑个两百块钱 一听这话 杨兴英瞬间不乐意了 大舅 你这两百块钱哪够啊 杨兴英不悦道 现在二十多个人 就算是按照人头来算 每个人给出两百块钱 那家在一起 也不过就是四千块钱左右 那钱根本就是远远不够的 兴英 话怎么能像你这样说呢 杨兴英的大舅有些不满道 今天这顿饭 是你请我们来吃的 这最后饭菜没吃好 我这还倒贴给你两百块钱 我难道还不够意思吗 再说了 就单说这吃饭吧 我也没吃你多少吧 大舅 你饭菜确实没吃多少 但是你那烟酒 可是拿了不少 其中还竟是挑选最好的拿 杨兴英不满道 哼 这烟酒是大家一起花销的 又不是我单人独吞了的 杨兴英的大舅说完话 还伸手将从兜里露出来的烟盒 往里推了推 大伯 见大舅这么没办法 杨兴英又将目光转向了大伯那边 你别看我 我可是什么菜品都没有点 杨兴英大伯直接到 当看向其余众亲朋好友的时候 大家的反应基本都是差不多的 今天是杨兴英相亲 他们这些亲朋好友 都是被对方拉拢过来的 又不是自己主动过来的 一开始就说好了是免费吃席的 现在突然要让他们给钱了 那自然没有几个人愿意的 于是 你们这边商量的怎么样了 若是真没办法解决 那我这边就只能请有关人员来协商处理了 酒店的那名主管人员开口道 我 我 杨兴英支支呜呜的半天 说不上来话 女儿 要不我们去找一找那个 给你介绍相亲对方的张阿姨吧 毕竟这萧和是他给你介绍的 说不定对方有办法 能够联系到人呢 杨兴英的老妈想起来道 对啊 找张阿姨 杨兴英立马拿出手机 拨通了媒婆张阿姨那边的电话 喂 小杨啊 你这不是在和萧家的那个小伙子相亲吗 怎么这时候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 电话里面传来媒婆张阿姨的声音 见电话接通 杨兴英一脸委屈道 张阿姨 今天你可得好好地帮帮我啊 那萧和相亲向道 一半人都给跑了 啥 你们这是什么的情况 怎么好端端的男方都霸气腿跑了 张阿姨难以置信道 先前相亲的双方不是都还谈得好好的吗 这突然间相亲到一半就走了的情况 基本是很少出现的 张阿姨 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在知卫宣相亲吗 我在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些亲朋好友帮忙把关的 不过饭菜吃到一半的时候 那萧和就提前跑路了 杨兴英一脸委屈地说道 萧家那小子怎么能这样 我亏还把你介绍给他相亲 听到杨兴英的话时 那张阿姨也是比较生气 这相亲吃饭 男方请客吃饭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至于女方带亲朋好友来把把关也没什么 毕竟现如今相亲 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 这种情况都是非常普遍的 对啊 我不就是多请了几个亲戚朋友吗 他这一声不响的就给走了 简直是太过分了 杨兴英说道 对了 你打没打电话 问过对方 万一是别人临时突然有事情 离开了呢 张阿姨再次开口问道 张阿姨 我都已经打过很多次电话了 对方根本没接 似乎还把我给拉黑了 杨兴英再次说道 这小子 真的是过分 这相得亲也太没有礼貌了 一听萧和还把相亲对方的电话给拉黑 那张阿姨也是开口训了一句 不过 他稍稍一想 又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先前在萧家的时候 他也是和萧和沟通交流过一段时间 虽然对方条件一般 但是人 还是算过得去的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会就这么一声不响的给离开了 对了 小杨啊 你这到底请了多少个亲戚朋友去把关呢 张阿姨突然问道 我请了 过了几秒钟后 杨兴宇开口道 张阿姨 加上我一共是22个人 张阿姨 听到这个数字 张阿姨也是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 别说是萧和了 若把相亲的人换成是自己 见到女方那边 一下子带这么多的亲朋好友过来 怕是也得跑路 你说 这稍微带两三个人也就差不多了吧 这一下子 带这么几大桌子人来 这不是坑人的吗 那小杨啊 你们这顿饭吃了多少钱啊 张阿姨再次问道 我们一共吃了两万五千多 杨兴宇回道 我靠 一听到这个数字 纵然是上了年纪的张阿姨 也是一时间忍不住爆出一句出口来 难怪别人会跑 这真要是不怕 恐怕是自己傻子了吧 小杨 你这开销也着实是大了点吧 这就是一次简单的吃饭 你弄出个两万多的大餐出来 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吧 张阿姨无奈道 张阿姨 这也不能怪我啊 那萧和有钱 这顿饭对他来说 也算不了什么的 杨兴宇一脸无辜道 有钱 张阿姨疑惑道 小杨 别人萧家也就是普通家庭 这就算是再有钱 你也不能够这样吃吧 张阿姨 他怎么可能是普通家庭 你恐怕还不知道吧 那萧和光是手上戴着的一块手表 都是百搭匪力的 而且 我听我弟给我说 那手表的价格 可是高达三千多万 能够买得起这么名贵的手表 对方怎么可能是普通家庭 杨兴宇将萧和戴名贵手表的事情 告知了张阿姨 听到对方的话 张阿姨也是非常的震惊 价值三千多万的名贵手表 萧家那小子竟然会这么的有钱 小杨 你没和张阿姨开玩笑 萧和那小子真这么有钱 张阿姨再次开口确认道 真的 我弟还在网上查了的 那手表真的价值三千多万 杨兴宇说道 张阿姨 你可一定要帮我啊 听着电话里面杨兴宇无助的声音 张阿姨也只能是开口安慰道 行吧 小杨你也别太着急了 萧和那边 我再帮你联系一下 说完之后 张阿姨将电话挂断 然后在通讯录中开始查找其萧和母亲杨雪梅的联系方式 虽然说萧和和有钱 但是像杨兴宇这般一顿饭就吃个两万多块钱的行为 他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无奈 不过 自己是双方的牵线梅人 他也不可能就这么做事不管 找到杨雪梅的电话之后 张阿姨立马拨通了电话 张姐 你这时候打电话来是有什么好事的吗 电话一接通 便是传出了杨雪梅略带喜色的声音 今天可是自驾儿子去相亲的好日子 这牵线搭桥的梅婆打来电话 极有可能是两人之间有了些什么好事发生 小梅啊 你们家儿子在和对方相亲的时候 这人给途中跑了 张阿姨开口道 什么 张姐 你没和我开玩笑吧 听到这个消息 那杨雪梅也是一脸冷饼 小梅啊 我怎么可能和你开玩笑呢 你们家儿子真的跑了 就在先前女方那边还专门给我打来电话了的 还有啊 你们家 张阿姨话还没说完 电话便被对面的杨雪梅挂断 另一边 萧和正开着车行驶在路边 嘟嘟嘟 一道电话铃声响起 他看了看来电提示 见是自己老妈杨雪梅打来了 立马迅速接通了电话 喂 老妈 你这打电话来是因为相亲的事吧 萧和问道 这时候 自己老妈打电话来会是什么事情 他随便想都能知道 小兔崽子 你现在在哪吗 杨雪梅直接开口质问道 老妈 你别这么大的火气啊 我现在正好开车到冰江街道呢 萧和看了看窗外说道 你个臭小子 还好意思 让我不要那么大的火气 你现在要是在我面前 我恨不得拿着鸡毛胆子 在你身上狠狠地抽动几下 杨雪梅气愤道 老妈 你千万别激动 其实这事情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让我这个做儿子的给你细细道来 萧和赶忙间说道 哼 你小子今天 要是不给我说个一二三出来 看回来之后 我怎么收拾你 听自家老妈这语气 明显是非常生气了 老妈 其实那杨新宇 根本就是把你儿子 我当成待宰的肥杨了 你是不知道 他们这乡个亲 竟然还把七大姑八大姨 满满当当 接近二十多个人全喊来了 而且 这还不算完的 吃饭的时候更是过分 在我还没有离开的时候 就已经是消费了两万多 近乎三万元 经过几分钟的交谈解释之后 杨雪梅也是知道了 整个事情的具体经过 这女人也太过分了 她怕是把相亲 当成是吃习了吧 一下子就请了二十多个亲戚 真是把我们家 当成冤大头了不成 儿子 老妈这次站在你这边 这次的事情 你处理得非常的对 像那样的女人 根本就不可能成为 我们萧家的媳妇 对于老妈杨雪梅的态度 萧和并没有任何的意外 毕竟 不管是谁家的老妈 在自家的儿子 遇到这种相亲奇葩事件时 那基本都是持着同样的态度 另一边 在沙镇的知卫轩大酒店内 小杨啊 今天这事 你做的确实是太过分了 张阿姨这边 也是没有办法帮到你了 你自己想办法 去解决吧 杨新宇听到电话中的声音 眼神中也是一脸的哭样 既然媒婆这边 都已经打电话来这样说了 那很明显 这件事情 是真的没有办法去解决了 张阿姨 我不管那么多 那萧和氏 你给我介绍的相亲对方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 你也脱不了干系 必须得想办法帮我解决 杨新宇在电话中开口说道 小杨啊 你这话说的 可就有些过分了 什么叫今天这事 和我也脱不了干系 那萧和确实是我 给你找的相亲对象不假 可是我也没有让你 去请这么些亲大姑 八大姨的一起去啊 而且 你见过谁相亲的一顿 就吃上的两三万饭钱呢 我看你这根本就不是 诚心去相亲的 以后要找对方什么的 你也别再来找我了 我这边对你 真的是人之意尽了 嘟嘟嘟 几句话一说完 张阿姨不等杨新宇回话 很干脆的就将电话给挂断 饭店这边 听着电话里面传出来的嘟嘟声 杨新宇直接一屁股 摊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这位女士 你们时间也已经拖了那么久了 针对我们餐厅饭前的事情 做好决定了吗 一旁的酒店主管人员 虎视眈眈道 对于杨新宇一行人的情况 她先前就已经从柜台的 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了 相亲带着这么一大群人来吃饭 而且还全点贵的吃 这不单单是吃白食那么简单 更是将别人男方 当成傻子来看待了 虽然同为女性 但是对于杨新宇的处世为人 她却是感到深深的恶感 简直就是活该 反正现场这么一大群人 而且饭店的出入口 也已经派遣了专人进行把守 她可不相信 今天这单对方能够逃得掉的 贪坐在椅子上的杨新宇 现在内心是无比的后悔 本来好好的一个 嫁入豪门的机会 今天就这么被自己给毁掉了 不单单是自己的白马王子跑掉了 而且还面临着一笔两万多的费用开销 她现在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这位女士 我们餐厅的时间有限 你若是再这样耗下去 那我们只能是对不起了 这名餐厅的女主管说着话 迅速地从兜里拿出手机 准备拨通电话 见此一幕 杨新宇果断开口阻拦 别 你先等等 我凑一凑 杨新宇从随身的小夸包 你们拿出几大张银行卡 信用卡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面前的这些个亲朋好友 根本都是行不通的 唯一的也只能是靠自己了 你先刷这张 杨新宇将一张银行卡 递到了饭店的这位主管人员面前 小林 你那机器给人刷一下卡 这名主管 对着身后的那名饭店工作人员吩咐道 十余秒之后 主管 这张卡里面余额不够 工作人员看着刷卡机上的显示屏幕说道 这名饭店主管 目光看向一旁的杨新宇 你先试一试 上面有多少余额就先刷多少 杨新宇一脸愁容道 行了 除开卡里面的五百元钱 总共还差两万五千二百元 负责刷卡的工作人员开口道 你再试一试这张卡 在之后的十余分钟里 酒店的工作人员将杨新宇拿出来的银行卡 挨个的试了一遍 当试过所有的银行卡之后 一种亲戚朋友 足足凑出了大概五千元左右 才勉强将整顿饭前结算清楚 今天这顿饭吃的是真憋屈 我活了这么大把的岁数 今天这脸算是丢到家了 老杨啊 以后管管你们家 这个女儿 别成天没事给我们这些个亲朋好友找事做 吃顿午饭都费那么大一番功夫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大霉了 还他妈 我们早点走吧 以后和老杨家少点来往 我们可丢不起那人 一大群亲朋好友 在数落了杨新宇一家之后 皆是愤然离场 不一会 现场就只剩下杨新宇一大家子四口人 姐 你要不再努力努力 说不定还有机会把姐夫给追回来 站在一旁的杨帽才开口说道 啪 杨新宇一巴掌 直接呼到自己亲弟弟的脸上 就是你个臭小子出了馊主意 现在还好意思在我面前说那么多 看我今天不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杨新宇现在看到自家这个弟弟 就是一肚子的火气 相亲之所以来这么多的亲朋友好友 自己家这个弟弟可谓是功不可没 说是相亲就要在气势上面 给到南方压力 结果最后倒好 气势上压没压到人不清楚 反正是把人给彻底的吓跑了 就这样 一家子四口人直接乱做了一团 那丢脸可是说是彻底的丢到家了 若不是因为饭店方面出手干预 还不知道闹剧会进行到何等的地步 萧和从志伟轩离开之后 很随便的在沙镇逛了一下 这个城镇是他从小生活的城市 现如今已是匆匆二十余年过去 自己也已经从一个小男生变成了一个大男人 站在滨江路口 看着外面的一片江河 萧和闭眼感受着周边的阵阵微风 袭上脸庞 几十秒之后 他睁开双眼 然后准备转身离去 不过就在这时 郑巧语从身后过路的一道身影给撞到了一起 不好意思 你没事吧 见到被自己撞倒的女子 萧和赶忙间伸手上前将其拉起 没事 没事 刚才我也有些走神了 那名女子弯着声 拍了拍自己身上的灰土说道 等到女子抬起头来的时候 你是萧和 女子一脸惊讶道 你 你是许玲玲 看着眼前的女子 萧和的脑海中 也突然回想起一道读书时期熟悉的面容 还真是你 许玲玲笑着道 没想到今天这么有缘 把萧大帅哥都给碰到了 这确实是挺巧了 萧和笑了笑 面前的这个许玲玲 是她的高中同学 对方在学习成绩上非常的优异 高考考上了华国的顶尖学府 天海交大 不过自从大学之后 两人这还是第一次碰面 玲玲 你没事吧 不远处 一名青年男子 朝着许玲玲的位置处赶来 怎么样 我看你刚才摔倒了 没事吧 青年来到许玲玲的身旁关心道 没事 刚才就是不小心给碰到了 许玲玲摇头道 这位是 青年男子一脸好奇的看着萧和 听到男子的话 一旁的许玲玲赶忙笑着道 颜总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高中同学萧和 他也是物诚杀镇人 介绍完萧和 许玲玲继续转头对着萧和道 萧和 这是我公司的领导 颜华颜总 你好 你好 经过许玲玲介绍之后 二人互相点头 以示回应 老同学 我应该没有打扰到你们吧 萧和看了颜许玲玲和他身旁的颜华 没有 没有 我们今天是来物城金江区谈公务的 颜总知道 我是沙镇人 所以想着顺带陪我回老家逛一逛 许玲玲说道 原来是这样啊 萧和看着一旁的颜华 笑着道 这沙镇的风景不错 而且还是千年古镇 倒是可以趁着这次机会 好好地逛上一逛 萧兄弟说的没错 这沙镇的风景 我很久之前就已经知晓了 想着今天都到了金江区了 再怎么也得来好生看一下 颜华笑着回道 那行 你们继续聊 我还有事就不打扰你们了 萧和笑着道 别啊 我们这老同学 好不容易见上一面 再怎么也该趁此机会 好好地聚一聚才是吧 许玲玲对着萧和说道 萧和正准备客气拒绝时 细心地发现 许玲玲在给自己递眼神 她也不傻 仅仅是瞧了眼身旁的颜华 就猜到了一些情况 颜总 先前你不是说 要准备去吃午饭的吗 这两个人 吃柜面太冷清了一些 要不把我这老同学 也一并带上 这多一个人吃起饭来 也是要热闹几分 许玲玲看着一旁的颜华说道 带上这位兄弟 也没什么 颜华继续道 不过 你这老同学 刚才不是说 有要事的吗 这留下来一起吃饭 会不会因为耽误了别人的正事 颜华潜移默化地说道 她可是想 趁着今天这么好的机会 和许玲玲一起单独相处一段时间 自然是不希望有人 突然出现打扰到她的计划 听到颜华这话 又想到刚才许玲玲 给自己递过来的那般眼神 萧和淡淡一笑道 其实我也没什么事 既然今天好不容易遇到了 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 这也是应该留下来句一句的 不知颜总这边 欢不欢迎我了 一听这话 颜华脸色阴沉了几分 不过很快又恢复过来 萧兄弟 这说的是哪里话 我们既然能够相遇 那便是一种缘分 这肯定是欢迎的 颜华嘴上是这么说的 不过其心里面 确实非常的不愿 但是想到许玲玲在自己身旁 为了稳固自己的良好形象 她自然是不敢明白 敢萧和走的 那行 既然都已经说好了 那我们就快点走吧 许玲玲笑着上前道 这一下子 搞得颜华 只能是一个人苦憋的跟在身后 看着前面二人聊着火热 跟在后面的颜华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目光冰冷的扫射了一眼萧和的背影 很快 三人来到了冰江路的一处中餐厅店铺内 点完餐之后 萧和与许玲玲继续在那有说有笑的聊着 两人说的都是一些学生时期互相知晓的往事 一旁的颜华听着内心是百般的不爽 毕竟萧和跟许玲玲在那里聊得火热 她一句话都接不上去 一时间反倒是像个坐岗的工具人一般 萧和 你今天这也太倒霉了吧 就简单的乡的亲竟然还遇到这样的奇葩事情 听了萧和讲述的先前相亲事件 一旁的许玲玲直接笑出了声 哎 家中的长辈逼着相亲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 萧和一脸无奈道 两人聊着 等到吃饭的时候 见两人开始聊起毕业之后的事情 那一旁安静坐着的颜华突然抓住了机会 萧老弟 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高就啊 严华开口问道 我呀 也谈不上高就不高就的 在乌城就是东坐一点西坐一点的 萧和淡淡的回道 东坐点西坐点 听到这话 严华看向萧和的眼中 有着一丝轻蔑不懈之意 看对方长得倒是不错 结果没想到 是个有手好闲的主 连个正式的工作单位都没有 既然是与这样的人处在一块 他也用不着语气计较什么了 毕竟两者之间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在知晓萧和的身份之后 一看到对方和许玲玲相谈甚欢 这早就让得他心里面非常的不爽 两个人年龄相差并不大 不过他现如今年纪轻轻 就已经是务城一家 从事外贸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主管经理 正好用着身份这一层 吻压对方一头 萧老弟 照你这么一说 那应该是从事的自由职业吧 现在行业发展很快 有些自由职业者 那可是非常厉害的 不知道萧老弟 你这如何 严华笑着问道 我这也就是一般般吧 算是勉强能够过走生活 萧和淡淡的说道 他也知道对方话中的意思 本来这顿饭 他是不准备来的 不过看到许玲玲这般地眼神的 向他寻求帮助 这好歹 也是老同学一场 既然遇到了不帮 也说不过去 现在的生活压力可是不小 萧老弟现在一个人倒是还好 不过等人以后成家之后 那面前过走生活 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严华开口说道 那语气中包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 那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现在考虑这些 也太过久远了一些 萧和淡淡一笑道 对于这严华所说的话 他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萧老弟 这可不是以后的事 现在我们的年龄也差不多到了 这凡事 还是得有个准备计划的好 毕竟事事无常 现在不努力以后 怕是要追悔莫及了 说完话 见萧和并没有理会自己 严华准备继续道 老弟 我这也是好心提醒一下你 要知道 这菜品也上得差不多了 我们差不多 也快点开动吧 不等严华把话说完 一旁的许玲玲 直接开口 将其后面的话打断 嗯 萧和点点头道 一旁的严华 也是笑着附和道 也是 瞧我这光顾着 和萧老弟 谈规话去了 差点连正式都给忘记了 尽管许玲玲开口打断了 她接下来 准备继续的话 但是自己想要的目的 已经是达到了 不管萧和有没有 把她的话听进去 至少旁边坐着的许玲玲 肯定是听到了 就这么连个工作 都没有的家伙 想必那许玲玲 经过自己这一番言论分析之后 内心对其也是逐渐的 产生了轻视之意 等到菜品上汽之后 严华稍微看了看 随后对着一旁的服务员招呼道 麻烦你们再给我上几份 你们这里的特色招牌菜 先生 请你稍等 服务员从一旁拿过菜单 然后递到严华的面前 开口一一介绍道 严总 我们点的菜品已经够多了 再点怕就要浪费了 见严华还准备继续点餐 一旁的许玲玲 赶忙开口劝阻道 哎 这怎么行呢 好不容易和老同学见上一面 我这个做领导的再怎么也得替你好生招待一番才是 严华笑着道 许玲玲 真是恭喜你啊 竟然遇到一个这么好的领导 一旁的萧和淡淡一笑道 哪里 哪里 这许玲玲作为我的下属 而且本身能力也很出色 我这个做领导的自然对其也是非常的倚重 严华随口道 在说话的同时还一点得意的看了许玲玲一眼 来 服务员 给我把这几样菜品都给做一份上来 颜华对一旁站着的服务员说道 莫过一会 一道道精致的菜品被端上桌 萧和简单的看了一眼 颜华后面添加的几道菜品 全都是青泥色的顶尖食材 其中鲍鱼海鲜等等都是数不胜数的 萧老店 今天哥哥我请客 你随便吃 千万不要客气 颜华意气风发道 那行 既然颜总这么豪爽 那我就真不客气了 萧和回道 嗯 像这些菜品你平时肯定是很少吃的 今天自己敞开了吃 这若是有些什么剩下的 那打包回去吃也是可以的 颜华笑着道 一旁的萧和也不过再过多的理会颜华 对方心里面的那些个 小九九他怎么可能猜不出来 他在临江大酒店吃过的高端菜品还少吗 之所以这样子的态度 那只是懒得去和对方一般计较罢了 来 萧和 这个龙虾看起来挺不错的 你尝尝看 一旁的许玲玲主动的给萧和夹了一筷子弄下肉放到碗中 嗯 谢谢 这个鲍鱼味道也不错 你尝尝看 还有这个正宗的沙肉 里面有着冬瓜糖做的切片 你也尝尝看 萧和 这美娃也很不错 事情根本就没有按照严华一开始计划的那样发展 只见萧和与许玲玲二人在那互相笑着又说又笑 他完全就被当成一个透明人一般 严华看着面前无数道精品美食 他看看一旁坐着的二人用小瓢要了一小口 甜羹放入嘴中 甜味没有 有的只是一股无穷的酸味 原本还计划着与许玲玲共进午餐的 虽然现在看来这个计划也是实现了 但是总体上看来却是共进了一个计谋 半个小时左右 萧和二人结束了聊天 也是心满意足的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今天这顿吃的真是太饱了 萧和靠在椅子上 心满意足的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严总 今天可是得谢谢你的一番热情款待了 萧和笑着说了一句 啊 严华皮笑若不笑道 应该的 萧老弟不用那么客气 萧和说完话 再继续把头转向一旁的许玲玲 玲玲 你这吃的怎么样 还不错 许玲玲笑着道 嗯 萧和听到许玲玲的话之后 再次把目光转向一旁的严华 严总 怎么了 见萧和突然间又看向自己 严华有些好奇道 没什么 我就是提醒你 这饭菜都已经吃完了 你这边可以去结账了 严华 被萧和这么一说 严华心里面简直是气不打一出来 这么一顿饭菜下来 自己钱也花了 气也瘦了 最后更是连和许玲玲搭话的机会都没有 这完全就是拿起钱来找罪受 行 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现在就去把单买了 严华强忍着心中的怒气说道 麻烦严总了 等到严华起身离去 萧和突然转头看向一旁的许玲玲 我说老同学 你这上司对还挺不错的吗 萧和笑着说道 不错个屁 你是不知道 这家伙不单单是对我好 只要是长得好看的女人 她心里面可都惦记着 许玲玲回道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难怪我看你一直对那家伙不怎么理睬 哎 她毕竟是我的领导 今天幸好是遇到了你 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甩掉这个烦人的家伙 许玲玲感激的看着萧和 现在倒是没问题 不过饭后 你又准备如何应付对方 萧和问道 这 被萧和这么疑问 许玲玲一时间哑巴了 对啊 现在萧和在的时候 她可以让对方帮着做挡箭牌的 不过一会吃完饭之后 对方肯定是要与其分开的 老同学 你有什么好的注意没 许玲玲把目光放到了萧和的身上 办法理论上是有的 萧和想了想到 一会你静观其变 我替你想想办法 那行 许玲玲直接到 几分钟时间过去 严华在柜台那边买完单 整个人也是重新走了回来 这顿饭总共吃了六千多块钱 虽然对于事业有成的她来说 算不了什么 但是想到吃饭过程中 她连和许玲玲搭话的机会都没有 这不免的让她心中好一番憋闷 她现在一想到萧和就是气 原本好好的邪美同游的计划 皆是因为突然出现了萧和 而失败的画上了一个句号 不过想了想 既然午饭时间已经结束 那萧和一会 肯定是要和他们分开的 两个人等到时候差不多了 可是还要一起回到乌城的 等到那时候 她与许玲玲单独相处的机会 可就又来了 许玲玲 我看现在时候也差不多了 我们要不就先回乌城吧 严华开口说道 许玲玲没有第一时间答复 说实在话 这严华对她根本是不怀好意的 再加上对方又是她的领导 这关系处理起来 确实是非常的麻烦 先前萧和可是给她说了静观其变 她现在可还等着萧和替她解决问题 一旁的萧和见许玲玲没有说话 顿时间便是明白对方心中所想 严总 这许玲玲刚才还在和我说 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家了 对于家中的父母亲人都比较想念 所以你看 萧和看着严华说道 想家了 严华看向一旁没吭声的许玲玲 随后想了想到 小玲 这好不容易回一趟沙镇 你这也是应该回去看望一下自己的父母 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放半天假 你回沙镇家中看望一下自己的父母 在严华看来 趁着这个机会 自己也可以去到许玲玲的家中 顺带着看一看对方的父母 也好有机会混个脸书 严总 这沙镇距离物城可有着一段距离 这半天的时间恐怕是不够的 萧和在一旁说道 也是 那这样吧 我给你放两天的假 听到严华这话 一旁的许玲玲立马道 严总 这合适吗 这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我作为你的领导 给你批两天假 那是简简单单的事 严华笑着说道 严总不愧是体恤下属的好领导啊 萧和在一旁笑道 萧老弟说的是哪里话 这许玲玲作为我的下属职员 自己这作为领导的 也是应该这样 也许是害怕萧和又搞出什么幺蛾子 这次严华直接是先下手为强 小林啊 你这家在哪 我先送你过去吧 顺便的也看望一下你家父母 严华说道 严总 您工作繁忙 我自己回去也行的 不要麻烦您了 许玲玲赶忙开口道 她可不想严华跟着自己 谁知道对方心里面 打的是些什么花花肠子 没事 没事 我送你回去 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严华紧跟着说道 严总 要不你看这样吧 我送许玲玲回去就行了 你这手里面 肯定有着要紧事情要办 就别这么麻烦的 多跑上一圈了 一旁的萧和 突然间开口道 萧老弟 你可能不方便吧 我之前听小林说过 她家在沙镇下面的一个农村区域 距离这里 怕是还有着三四十里的路程 你这没车也不方便吧 严华意味深长地说道 在她看来 以萧和的这种身份 那肯定是买不起车的 真要是送许玲玲回去家中 那还是只能靠她去送才行 不过心里面虽然这样想 但是真正的情况 却是要让严华失望了 严总这考虑的也确实是 不过我车 就停在先前的 冰江路的一处车位上 萧和淡淡回道 小样 这都什么年代了 家家户户的 谁还没个一辆车似的 三人离开酒店之后 一同朝着冰江路走去 不单单是萧和的车 停在那边位置 严华的车也同样如此 若是时间可以倒流的话 严华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将车停到冰江路的 若是换一个地方停车 那也不会遇到萧和 那样的话 那她铁定 还与许玲玲二人单独相处着 那也就不会有着 现在自己这种苦比的样子了 很快 三人来到了一处停车位上 萧老弟 这就是你的车 严华指着面前的 这辆黑色大众问道 没错 萧和点点头 随后拿出车钥匙 轻轻一按 大众发出几道嘟嘟声 然后车的两侧后视镜 闪动了几下 严华看着面前的 这辆大众车 眼中也是闪过一丝不屑 他还以为 对方有着一辆什么车呢 结果竟然是辆流通市面的大众车 严总 就送到这把 琳琳这里由我送回去 你就放一百八十个心吧 萧和看着一旁的严华说道 萧老弟 我看要不还是让小林去坐我的车吧 你也是知道的 他家住在村里 这一路上肯定是磕磕绊绊的 要不就坐我的那辆宝马武器吧 这路上也舒坦不少 说到宝马这两个词的时候 那严华的语气 还故意加重了几分 小林 你看如何 严华把目光重新放到许玲玲的身上 这个嘛 许玲玲心中从一开始就有了答案 不说其他的 为了摆脱这个严华的纠缠 萧和就算是只开着一辆破三轮车 那他也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 严总 您送我回去也太麻烦了 要不就让我这位老同学送我回去吧 许玲玲回道 一听这话 严华内心苦闷不已 自己好歹也是一辆宝马车吧 难道还比不上一辆破大众吗 小林 不等严华开口 许玲玲抢先一步 直接坐到了大众的副驾驶位置 严总 我知道你这个做领导的关心下属 不过你就放心吧 许玲玲既然是上了我的车 那我绝对会安全地将其送回家中 萧和看着一旁愁着连的严华说道 还对其肩膀像征性地拍了两下 被萧和这么一拍 严华的脸色更是阴沉了几分 萧和对他说的那些话根本就不重要 他在意的是能够和许玲玲相处的二人时光 自从许玲玲进入到公司以来 虽然时间上还并没有多久 但是他对于这个长相甜美 而且气质俱佳的女孩早就是期许已久的 本来想着两个人在一起多相处些时间 能够擦出些爱情的火花出来 本来这次的商务会谈 根本就轮不到许玲玲这么一个新人 与他一同前来的 不过因为自己的私利 所以他晒出了另外几名经验更强的副手 专门带着许玲玲前来的 而且在知晓对方老家是杀阵的时候 更是热情的带着对方来此闲暇游逛 呀 正在严华思虑之际 车上的许玲玲突然爆出一阵声响 老同学 怎么了 萧和一脸好奇的看向车上坐着的许玲玲 没事 发现自己失态 许玲玲玲有些尴尬的笑了笑 萧和 你这大众车的内部也太豪华了吧 许玲玲看着车内部说道 我还以为怎么了呢 结果你是因为这事啊 萧和笑道 他这车当然豪华了 这可是大众灰腾 当初唐灵配置拿下来 可是花费了整整两百多万 其中的各类配置件 那都是选用的最为顶级的 虽然严华的那辆宝马5系不错 但是真要对比起他的这辆大众灰腾来 那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听到许玲玲的话 一旁站着的严华不由的冷笑一声 区区一辆大众 难道还能比自己的宝马更加豪华 虽然说大众里面也有着价格不菲的车型 但是在严华看来 萧和肯定是买不起的 这辆大众撑死也就十来二十万不到的价格 有多豪华 我也来看看 严华拉开车门 直接探了个脑袋进去 不就是一辆大众吗 小林你也太大惊小 话还没说完 严华整个人也是愣住了 看着轿车内部的环境 他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大众他也做过不手 但是他还从来没有见过 有哪辆大众的内部环境 会像眼前这辆一般豪华 这特么的比他那辆宝马5系 可还要好上无数呗 严总 你这看完了吗 要是差不多了 我们也就该走了 见严华撑着半边身子在那发愣 萧和忍不住问了一句 看 看好了 严华把上半截身子 从车上缩了回来 那行 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们就先走了 萧和简单的打了一个招呼 迅速坐进驾驶座 准备驾车离去 一旁傻站着的严华 并没有立马离去 这特么的真是大众 该不会是套牌的吧 想到大众车内那豪华的内饰 他忍不住开口道 不过刚想到这么一出话 他就感觉自己像个傻子一般 套牌大众 这听说过普通车套牌豪车的 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豪车低调套牌普通车的 就在萧和把车开车厅车位的时候 严华眼尖地瞟到了大众的尾部位置 两个双W字母的重合 瞬间引起了他的注意力 突然间 在他的脑海中联想到一句话 不怕宝马和路虎 就怕大众带字母 趁着萧和驾驶的大众还未远去 严华立马拿出手机 拍了一张车身的斜面照 他怀着好奇的心情 直接点进轿车之家 把拍摄到的大众车 突然导入进去 经过扫描 没过一会 便是弹出了一道车辆信息 我靠 严华看着手机屏幕上的照片 整个人直接是愣住了 大众灰腾顶配版 裸车价250万 看着上面的车辆基础信息 严华的内心 已经是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了 对于大众灰腾车款车 他也是听说过的 不过因为市面上比较少 所以并没有亲眼见到过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许玲玲的这个老同学 竟然会拥有着大众灰腾 难怪刚才 他看到轿车里面的内饰 会如此的豪华 现在一想便是全明白了 那可是整整价值200多万的顶级豪车 虽然他的宝马武器也不差 但是与对方这价值200多万的顶级豪车相比 那差距可是极其巨大的 一想到先前 自己还在别人面前吹嘘着 宝马车怎么的好 现在他都恨不得找一条裂缝 给直接钻出去 既然别人能够买得起这样的顶尖豪车 那本身肯定是不一般的 不管如何 那比起自己肯定是只强不差的 另一边 正坐在轿车副驾驶的许玲玲 也满是好奇的打量着四周 萧和 你这车真的是大众 许玲玲好奇道 对啊 难道我还能套牌不成 萧和淡淡的说道 啊 许玲玲看了眼萧和 她虽然不懂车 但是也知道 萧和这车肯定不是套牌的 就算是要套牌 这谁会去套牌一样普通的大众啊 这车应该要不少钱吧 还行 全款也就200多万吧 萧和驾驶着车 一辆平淡的说道 啥 你说这车要200多万 听到这个价格 许玲玲是真的没有想到 她原本以为萧和这车 也就是十多二十万 大家都是高中同学 对于彼此之间的家庭情况 也是有所了解的 萧和 你该不会是去做什么 不正当的事情了吧 许玲玲一脸担心的看着萧和 大家再怎么说 也是同学关系 而且对于萧和 她在高中时期 也是有着一丝好感的 若是对方真去做什么 不正当的事情 那她自然是想要劝说一二 不正当的工作 萧和明白 许玲玲肯定是在胡思乱想了 看着对方大般模样 萧和并没有立马回答 反而是饶有兴趣道 老同学 你怕不怕 你问我怕不怕 许玲玲淡淡一笑道 我大哥是聚局工作的 你认为我怕不怕 哦 看来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萧和借机做出一副深沉的模样 这一幕被许玲玲看到 对方立马露出一副严谨的表情 萧和 你可千万不要做什么过激的举动 听我的 你现在还年轻 只要是改过自新 那也是可以从头再来的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像我现在这样 整天轻轻松松的 而且来钱也快 有什么不好的 萧和一本正经的说道 特别是在表情方面 还做出了一副 羊嘴倾斜的笑容 萧和 你可千万不要执迷不悟了 许玲玲赶忙间拿出手机 不行 我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哥 正在开车的萧和 见到许玲玲这边动作 赶忙开口道 别别 我刚才是在和你开玩笑呢 两人虽然多年未曾见面 但是对于许玲玲 萧和还是有着极深的印象 对方当初在高中时期 那不单单是在班级里面成绩优异 而且 这人还是出了名的大工无私 想当初 作为学习委员 这许玲玲 可是经常帮着任客老师收缴作业 其中凡是遇到有同学照抄作业 或者未能按时完成作业之内的情况 那绝对是第一时间上报 连点宽限的时间都不会留的 就对方刚才那般反应 萧和可以肯定 自己要是不出言阻止 那绝对是要被请去喝茶的 果然 在听到萧和这话的时候 那许玲玲也是第一时间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老同学 你没骗我 许玲玲一副怀疑的模样问道 没骗你 我们好歹也是同学一场 我都为人你不说完全清楚 但是再怎么也有个大致的认知吧 萧和笑着说道 这女人疯起来真的可怕 说实话 萧和真是佩服这许玲玲的胆识 就刚才那种情况之下 这许玲玲竟然敢如此神经大条的 准备打电话去向自己做罪关的老哥上报 若真是面对的一个有严重问题的话 那对方别说是报罪了 恐怕能不能够安全下车都是一回事 也对 你看起来也确实不像是那样的人 许玲玲盯着萧和看了一小会 随后开口道 不过老同学 你这也才大学毕业没几年吧 这倒是做些什么 都直接开启了价值两百多万的大众灰腾 实不相瞒 其实这车是我公司的商务用车 这次正好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所以将其开回了沙镇老家 萧和开口解释道 其实他这样的解释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当初购买这款大众灰腾的时候 原本是准备用来接待他堂妹一行人的 不过后面又因为堂龄的办公方便 所以直接转为了对方的商务用车 这辆车说是公司的 也没任何的问题 原来是这样啊 许玲玲松了一口气道 若是这商务用车 就完全行得通了 两人在车上聊着天 也就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萧和便驾驶着轿车 直接将许玲玲送回到了 位于沙镇的老家大门口 好了 你家到了 萧和停下车 对着副驾驶的许玲玲说道 老同学 今天可就麻烦你了 许玲玲笑着说道 没什么 大家都是老同学了 就帮这么一点小忙 也算不得什么 萧和淡淡一笑道 来 加个微信 好不容易遇到了 这以后在雾城 说不定还能有个照应 许玲玲把手机拿出来说道 行 萧和点头道 等到许玲玲下车 然后两个人简单道别之后 萧和直接一踩油门 大众灰腾便是很快的消失在了许玲玲的视野之下 等到再次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的两点过 儿子回来了 见萧和回来 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的杨雪梅 直接笑着说道 老妈 看来今天这相亲的结果 又让你失望了 萧和随口说道 她想要借此机会 探探自己老妈的口风 当听到萧和的话时 杨雪梅一脸无所谓道 没事子 那女孩子我一看面相就知道不怎么行 果不其然 这一切还真就被我给猜中了 看着自家老妈这一副认真的模样 萧和内心很想吐槽几句 在昨天挑选对象的时候 自家老妈可不是这样说完的 仅仅是看那杨新宇的长相 可就十分的满意 老妈 可真是机智如你啊 萧和无语的说了一句 儿子 别灰心 这时间还多的是 你老妈等有时间再去联系一下那个张阿姨 让她这段时间里面帮你多物色几个不错的女孩子 杨雪梅笑着说道 一听这话 萧和赶忙间开口道 老妈 我看着相亲就免了吧 你儿子我现在可都被弄得有相亲恐惧症了 你以为我想啊 谁让你小子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呢 杨雪梅给了萧和一个白眼道 你看看隔壁老陈家的孩子 别人和你年龄相仿的 可是这孙子都差不多可以打酱油了 那像你啊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给我们带回来一个 老妈 那陈和全的儿子我也见过 现在说个话都还不怎么利索 就算要打酱油 那怕是还得再等个一两年才行 萧和反驳道 你小子 你老妈我这只是打个比喻 那老陈家的孙子隔个一两年就能打酱油了 可是再看看你这 要是不催着你 再过个一两年的时间 能不能给我和你爸带回个儿媳妇 都是一回事 杨雪梅很无奈的说了一句 老妈 我 萧和本想继续说点什么 不过杨雪梅显然是不准备听下去 我可不管你那么多 趁着在家这几天 你小子老老实实的给我去相亲 争取在这段时间里面 早一点吧 婚姻大事给解决了 杨雪梅语气坚定道 老妈 你儿子我还年轻 还年轻呢 杨雪梅嫌弃的看了一眼萧和 就你现在都是笨三的人了 再等几年 怕是黄花菜都给凉了 老妈 现在不都是提倡自由恋爱的吗 萧和继续道 这自由恋爱也是要人的 老妈让你去相亲 那也算是给你提供一个自由恋爱的主动平台 那 萧和不论说什么 老妈杨雪梅都能够说话 将其给顶回去 呼 无可奈何之下 萧和深吸一口气道 老妈 我不想再继续骗你了 其实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看着自家老妈这般态度 自己若是不能给其一个满意的答复 这相亲的悲惨境遇肯定是躲不掉的 你骗人 杨雪梅在听到萧和这话时 并没有立马相信 老妈 我说的是真的 我真的已经有女朋友了 只是因为现在时间还早 所以想着感情稳固之后 再带回来给你和老爸看一看的 萧和非常认真地说道 真的 杨雪梅再次确定了一句 真的 比珍珠还要真 萧和点头道 哼 现在市面上的珍珠可是有着不少假货 谁知道 你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杨雪梅直接回了一句 萧和无语 老妈 你这是故意来错过的吧 稍稍安静了片刻之后 杨雪梅突然道 你小子真的有女朋友了 是不是为了逃避相亲 故意骗你老妈我的 我可告诉你 别以为弄这些小花招 就能够把你老妈给骗过去 对于萧和说自己有女朋友这件事情 杨雪梅心中也是有着不小的怀疑 老妈 是真的 我真的已经有女朋友了 萧和直接道 口说无凭 小儿让我相信 那你再怎么 也得给老妈拿出点证据才行 杨雪梅认真地说道 她可没有被期待冲昏了头脑 不可能单凭萧和这么随便地说说 就给相信了 一旁的萧和迟疑了片刻之后 立马说道 行 你等我一下 我立马给她打个电话 说完话 萧和直接拿出手机 然后拨通了许玲玲的电话 先前自己帮了一把对方 现在也是时候 让对方反过来帮上一把了 萧和有些庆幸 还好先前把许玲玲送回去 在分别之前 两人互相留下了电话 如若不然 她还真的不好多说什么 尽管她可以找其他的人 来冒充自己的女朋友 比如说 唐玲或者是尹雪燕这些 但毕竟这原水解不了尽可 老妈在身旁这么虎视眈眈地盯着 自己肯定是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准备的 现在自己需要的是 如何把老妈给应付过去 万一露线的话 那自己肯定是逃脱不了 老老实实去相亲的命 而之前自己和许玲玲讲过 有关于今天相亲的事情 电话里面稍微提醒一二 凭着对方的聪明才智 应该是能够好生应付过去的 很快 电话被接通 喂 电话里边传出来许玲玲的声音 玲玲 我老妈一直在逼着我相亲 想来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能再这样继续隐藏下去了 你妈就在旁边 你现在给她通个电话吧 不等电话对面的许玲玲开口 萧和直接一鼓作气道 接通电话的许玲玲 听到萧和这话 一时间也是有些冷笔 她原本以为萧和打电话过来 是有什么事情要谈的 结果没想到 对方直接说了这么一大串莫名其妙的话 这是个什么情况 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能再这样隐藏下去了 一会的功夫 许玲玲想到 萧和在电话中一开始说到的相亲二字 她突然间明白了过来 阿姨 您好 我是许玲玲 不再多想 许玲玲直接开口说道 既然先前萧和帮她拜托了言华的纠缠 那现在 对方有求于自己 那肯定是不能够做事不管的 许玲玲 杨雪梅听着电话里面传出来的声音 她在转头看了一眼 坐在身旁不远处的萧和 小姑娘 你真的是我们家萧和的女朋友 杨雪梅抱着怀疑的心态 再问道 电话那头的许玲玲听到这话 稍稍停顿了片刻后道 阿姨 我是萧和的女朋友 确定 嗯 电话对面的许玲玲轻轻答复一声 听到对方这话 杨雪梅的态度瞬间发生转变 玲玲 你是哪里人啊 杨雪梅语气柔和道 阿姨 我是物诚杀镇人 许玲玲如实说道 杀镇人 杨雪梅看了一眼萧和 后者紧接着道 老妈 我们是高中同学关系 高中同学 杨雪梅看向萧和的目光中 满含着一丝不悦之意 好小子 这地下恋情玩得还挺深的嘛 在他看来 既然两个人是高中同学 那说不定彼此之间 早就已经是确定了恋爱关系的 玲玲 你现在也是在杀镇的吗 杨雪梅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自家儿子这次突然从雾城回到杀镇 然后再结合这个叫许玲玲的女孩也是杀镇人 这让杨雪梅的心中察觉到了一些异样的情况 阿姨 我现在人也在杀镇呢 正在接通电话的许玲玲并没有思考太多 一听到萧和的母亲询问自己 也是不加迟疑地直接回答了出来 难怪这臭小子会突然间招呼都不打一声地回到杀镇 结果是陪着自己女朋友回来了 杨雪梅在那一个人的嘟囔着 老妈 其实我们 不等萧和把话说完 杨雪梅直接开口将其打断 你给我住口 竟然瞒着你老妈 我谈了那么久的地下恋情 等我打完电话再来收拾你 把这句话说完 杨雪梅的话风一转 随后一脸温和地继续对着电话道 林林啊 既然你们两个都在杀镇 那正好可以趁着这次机会聚一聚 阿姨我明天中午在家里弄上一桌子的菜 到时候我让萧和这臭小子去把你接来 阿姨 这不好吧 我 许玲玲不知道接下来改如何开口 她以为只是单纯的在电话里面应付一下萧和的母亲就行 可没曾想对方竟然邀请自己到家中吃饭 这真要是去到家里面了 那不是漏线了吗 林林 你就别害羞了 这以后终究是要进我们萧家大门的 就听阿姨的话 明天中午来家里吃个饭 好好地见一面 杨雪梅继续笑着道 阿姨 我明天中午还有些事 恐怕是来不了了 许玲玲想着随便扯个谎堂塞过去 没事 既然中午不行 那就晚上吧 到时候我们吃完饭还可以简单地闹闹课 杨雪梅迅速反应道 阿姨 我 许玲玲现在心里面那叫一个后悔 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坑跳吗 若是先前直接说不再杀镇 那到现在也就没有那么一大堆事情了 玲玲 就这样吧 阿姨这信号也不是很好 就先挂了 杨雪梅根本不等许玲玲拒绝 一把就将电话给挂断 一旁注视着这一切的萧和 也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正所谓 将还是老的辣 自家老妈这一出手 许玲玲连个反抗周旋的余地都没有 儿子 记住妈刚才说的话 明天晚上把别人女孩子家的接到家里面来吃个饭 也让你爸妈好好认识认识 挂完电话 杨雪梅对着萧和吩咐一句道 老妈 我知道了 萧和回道 自己老妈都已经这样说了 她还能怎么做 另一边 正在家中的许玲玲也是一脸愁容 她怎么都没有想到 原以为是普通的帮个忙而已 结果最后把自己都给帮进去了 第二天 像前两天一样 萧和很早的就起床吃过早餐 做完这一切 萧和闲来无事 便躺在沙发上刷着手机 天奇网于有限公司百分之一百股份 无限秒杀价三万九千九百九十八元 天奇网于有限公司 第一眼看到这个公司名字时 萧和有着一种略微的熟悉感 但又想不起来个所以然 怀着好奇的心情 她直接上网查询起来 天奇网于 华国顶尖游戏公司 总部位于物城于北光谷大厦 旗下游戏创作组研发有天与江湖 刀铃传说 霸者之争等等热门网游 就简单的看了一眼 有关天奇网于的相关信息 萧和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难怪自己对于这个天奇网于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往年大学时期 在校无聊的时候 她就跟着宿舍的几个室友 一同刷过这个游戏公司旗下 研发的刀铃传说 当初通过这款游戏 萧和还给自己赚取了不少的外快 使得大学的经济生活 也是充实了不少 对于网游这个行业 虽然现如今的风评有好有坏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 网游确实是属于暴利 在实力上 天奇网于虽然比不上那些顶尖的企业 盛政 金山等几个大型游戏网络公司 但是整体的实力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成立整整十年的时间 从一开始的2000万营业额 一度跨越到现如今的 近60亿营业额收入 其发展速度可谓是恐怖 对于这家网游公司 萧和内心还是比较好奇的 等到回物城之后 一定给抽个时间 去天奇网于好好的看一看 儿子 萧和正在思考之际 杨雪梅的声音 老妈咋了 萧和问道 没什么 一会你简单收拾一下 我们去看看你的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 杨雪梅说道 好 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准备 听了老妈的话 萧和并没有多想什么 他这次回来 原计划就是在家里面待个两三天 然后在其中抽出点时间 去看望一下两边的老人 就这样 把准备给四位老人的一些礼品 全部放上车后 母子二人便是迅速地 朝着老家农村市去 等到下午三点过 萧和驾车又回到了沙镇老家 出去的时候是两人 但是回来的时候 却变成了整整的五个人 同时回来的是 萧和的外公外婆 奶奶三人 若不是萧和的爷爷 因为临时有事 那恐怕跟随着回沙镇的 就是整整四个人 等回到家中 萧和也才明白了 自己老妈这打的是什么主意 昨天约好了 让许玲玲来家中吃饭 所以这老妈就想着 将两边的几位老人 也一同接回家 好好地见一见 这个未来的儿媳妇 萧和是不得不佩服 自家老妈这打算 是真够明了的 她根本就没有考虑到 老妈杨雪梅 会弄这么一出事情来 这么多的长辈在家 自己和许玲玲的关系 怕是只能老老实实地 继续装下去了 儿子 你自己看着点时间 一会早点去把 玲玲接回到家里面 杨雪梅 招呼着三位老人的同时 也是在抽时间 对着萧和叮嘱道 老妈 我知道了 萧和无奈地说了一句 对了 你和玲玲 既然是高中同学 那两人直到现在 怕是也交谈了 不少的时间了 这女孩子家的 喜欢吃点什么 你应该也是清楚的吧 杨雪梅 盯着萧和问道 老妈 这个吗 萧和暗叫不好 那许玲玲 喜欢吃什么东西 她能够知道才怪 两个也就高中时期 有过三年的接触 而且 这还是同学之间的了解 别说是现在 这五六年的时间过去 就算是在高中的 那段时间里面 对于那许玲玲的口味 她也是一窍不知的 怎么的 你连自己女朋友 喜欢吃什么东西 都不知道 杨雪梅 看着萧和在那哑巴了一阵 直接开口质问道 我知道 怎么可能不知道 萧和赶忙兼应付道 既然是作为男女朋友 若是连自己女朋友 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 那老妈不怀疑才怪 知道就快说 杨雪梅没好气到 这时候也不早了 你老妈 还得去菜市 把今天晚上的食材准备好 老妈 你难道就不准备问问 我想吃点什么 萧和开口道 你 你小子凑合着吃就行了 杨雪梅这话 直接把萧和弄无语了 看老妈这架势 自己绝对是亲身的无疑 你小子别说那么多 把林林喜欢吃的菜鸣报给我 你老妈我一会好去准备 杨雪梅催促道 行 他喜欢吃的东西不多 先让我捋捋 萧和之所以这样说 也不过就是为了给自己 增加点思考准备时间 他本来是想着打电话 或者发短信息去询问的 不过 老妈就在自己旁边盯着 自己真要是有这样的举动 那铁定的会引起老妈的怀疑 这时候 他想到昨天中午 三人在餐厅吃饭的情景 老妈 林林她喜欢吃尖椒兔 辣子鸡 剁椒鱼 想到昨天中午饭桌上的菜品 萧和也没有管那么多 反正自己乱爆菜品就行了 总会说对几个的 嗯 听到萧和爆出的菜品名 一旁记录的杨雪梅 梅头微皱 你确定 这些都是林林喜欢吃的 确定 萧和点头确认道 见萧和回答得如此的干脆 杨雪梅也没有多想什么 行吧 你自己看好时间去接林林过来 我带着你外婆他们 一起去集市上面逛逛 过了几分钟后 老妈杨雪梅 便是带着几位老人出门了 而萧和在家中稍等了一会 与许林林那边约定好了时间 也是开车赶了过去 为了防止几位长辈怀疑 这戏也只能是继续演下去了 因为去过许林林家 萧和按照原本的路线 只是花费了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便来到了对方的家门口 林 老同学 我已经到你们家门口了 萧和坐在驾驶座的位置 直接拿出手机打电话道 我马上出来 电话里面传出许林林的声音 挂断电话 萧和一个人静静地在车内等候着 为了应付今天晚上的聚餐 两人之间可还有着不少的事情 这些都必须提前商量 注意才行 哐当 副驾驶的车门被拉开 许林林直接坐进了车内 这次可真得麻烦你了 转头看向副驾驶上的许林林 萧和一脸歉一道 也没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你先前不是也一样帮过我的吗 许林林回道 不过这帮你是可以 不过去到你家里面吃饭 我怕万一露馅了 那到时候可怪不着我 许林林本来以为 只是单纯地帮着萧和 在电话里面说上几句就行了 可事情的发展 根本就不想她所预计的那样 电话里面简单地冒充一下 说几句话 倒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也不容易被识破 可一旦去到萧和家见了父母 这期间 彼此肯定会交谈不少 这交谈的越多 那露馅的机会也就会越大 没事 对于后面的事情 我都已经提前有所准备了 萧和笑着道 嗯 什么准备 许林林开口问道 简单 对提前准备好口供 萧和直接道 口供 嗯 就是提前对对一会 该说些什么话 特别是我们彼此的一些细节信息 见许林林有些疑惑 萧和赶忙开口解释道 哦 那行吧 提前对对也好 许林林点头道 你是优先吧 萧和说道 许林林点点头道 行 那我先说吧 不过正准备说话的时候 许林林却是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开口 那个 我应该说些什么 说些你平时的生活 工作情况这些 萧和回道 这些 许林林想了想到 能不能换点别的 不能 我们现在的身份可是情侣 这要是连基本的信息都不知道 一会岂不是很容易就露线了 听萧和这么一说 许林林稍稍犹豫片刻就点头道 我平时也就爬爬山 看看电影什么的 其他的倒是没有什么 至于工作的话 现在在物城的天奇网渝担任团队策划设计师 许林林就这么说了简短的两句话 天奇娱乐 知晓对方在天奇娱乐上班 萧和一时间还是感到非常意外的 自己现在可是拥有着天奇网渝有限公司的全额股份 这说起来还算是许林林的老板了 你继续 萧和继续道 继续什么 我都已经说完了呀 许林林开口道 说完了 这么点就没了 萧和问道 没了 许林林干脆道 那行吧 虽然信息方面有些少 但是就吃个饭什么的 想来自己老妈那边也不会问太多的 系好安全带 我们差不多也该走了 萧和说提醒道 不过就在她准备踩下油门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对了 你喜欢吃些什么 萧和突然问道 想到先前老妈询问过自己 许林林喜欢吃点什么菜品 这谨慎之下 她还是开口提前询问一下 你别误会之前 我妈问过我你喜欢吃些什么菜品 她那边好去买来做 萧和说道 原来是这样啊 我口味偏清淡一些的 许林林回道 清淡 那辣椒方面吃的重不重 萧和问道 不怎么重 一般的正常口味就行 许林林说道 啊 好吧 萧和也没再多说什么 直接驾车 迅速朝着家的方向驶去 十几分钟后 萧和已经把车开到了小区楼下 到地了 下车吧 萧和解开安全带 伸手推开车门 准备下车 嗯 坐在副驾驶的许林林 像是有些紧张的揣着小手 别担心 就是吃个晚饭 没什么大问题的 萧和安慰道 老同学 我们尽管是假装情侣 可是是空着手的 就进屋里去 这合适吗 许林林一想到这些问题 就比较担心 我还以为 你在担心什么呢 萧和笑了笑 直接打开轿车后排门 然后从里面提出来 几口代理品 放心吧 既然是我找你来帮忙的 那这些东西 自然是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好吧 许林林稍稍放松了一些 走吧 这时候也差不多了 等把饭吃完 随便找个理由早点撤退 萧和说道 行 早点撤退也好 要不然 漏线可就前功尽弃了 许林林下了车 两人正准备上楼之际 萧和兜里面的手机 铃声响起 我妈打来的 等我一下 萧和看了看屏幕上的来电提示 说道 妈 你个臭小子 有没有看时间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把我儿媳妇 给接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一大家子人 可都在这等着呢 萧和才刚说出一个字 电话对面的杨雪梅 就已经忍不住开口说道 妈 你别激动 这不是第一次见家长吗 林林说 再怎么也不能空手到家里面来 所以就多花了些时间 在准备工作上面 萧和假意解释道 林林这孩子也太客气了 马上都要成为一家人了 没那么多讲究的 电话对面的杨雪梅说道 妈 你就放心吧 我们两个很快就要到家了 萧和开口说道 没事 妈不慌 你们路上慢点 听着电话里面老妈的声音 萧和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这果然事儿媳妇最大 就算是真女朋友 可是人家不也还没过门吗 自己这个做儿子的 竟然那么早就已经被排外了 挂断电话之后 萧和看向身旁的许林林 老同学 我们上去吧 萧和 我刚才听阿姨说一大家子人等着 你们家该不会有这一大家子亲戚吧 许林林问道 除了我爸妈以外 就还有我外公外婆和奶奶三人 萧和直说道 好 我们走吧 许林林从萧和手中提过两样礼物盒 示意萧和在前面带路 虽然心里面有些害怕 但是都已经答应过对方了 许林林自然是得帮人帮到底 咚咚咚 来了 来了 屋里面传来一阵声响 几秒钟后房门被打开 杨雪梅望了出来 直接把目光落定到许林林的身上 这位应该就是林林吧 阿姨好 许林林看到杨雪梅立马热情的招呼着 随后把手中的礼物和地上前去 林林快进屋 到里面来坐 杨雪梅接过许林林递来的礼物 然后一脸笑容的牵着对方的手 朝屋内走去 至于萧和 那从始至终都是直接性的忽略了 果然是真亲妈